黄亭山下,诸仙镇,十里坡村。七月稻田里的小林道,长势喜人,稻浪翻滚,层层叠叠,匍匐在大河西的两岸,像一片绿色的稻海。一身粗不一长农家少年打扮,绰号十里坡哭神的蛇语仙,头戴草莉,赤足挽扩,自由浪漫地合出而行,走在两旁小林道的阴凉暗影之下。 所到之处,高大如小树的小林道,似乎受到欢欣鼓舞,碎条浮动,呼吸之间闻到的,也尽是清新的稻香气息,更有蛙声缠鸣,此情此景,仿佛从狮词中跳出。 虫蚁、飞蛾等庄稼害虫,则随着蛇语仙的走动,远远地就或飞或爬,如潮水一般慌乱逃离,如同遇见了天敌,恨不得逃得越远越好。 太古与蛙的蜿虫蜕避避天赋,简直是种田的神迹。 没有虫蚁蜘蛛叮咬,种田也不是为一种享受。 现在快到正午饭点时间,十二岁农家少年,蓝星穿越者,十里坡哭神蛇语仙,正准备回家吃饭。 蛇语仙满心喜悦地,在自家稻田里穿行,清秀又带些柔弱之色的脸庞微微扬起,一缕意念,却悄然沉入脑中的石海之中,在脑海虚无之中,静静地悬浮着一滴散发着苍茫气息,与滴状的晶莹神秘水滴,通体浑圆如清玉, 上面水光波纹会暗闪烁,玄玄明明。 随着他心念一动,几行透明字迹就在神秘雨滴的表面浮现出来,万灵真映,一,太古雨蛙,驾雨。 天赋,呼风唤雨,出,万虫退避,出,水法清河,心,灵直催生,心。 就在刚刚,他的经手指有的变化,万灵真映之太古雨蛙,从基础悄然升级为驾雨,同时多出两个新的天赋能力,水法清河,心,灵直催生,心。 水法清河,是水系类道法清河的被动天赋。 灵直催生,则显然,是跟促进灵直快速生长有关。 再加上换雨,重避天赋,我的天,这是要我在这大千浮昆界,埋头种田,然后苟成大佬吗? 是的,这个世界叫大千浮昆界,蛇雨仙是一位蓝星穿越者。 而且伴随穿越时空,他的脑海里多出了一颗玄傲莫测的神秘雨滴。 雨滴内蕴无尽虚无,只要他想,意念即可化为一滴雨珠,在无尽虚无中穿梭,探索。 万灵真映,太古雨蛙,就是他在雨滴虚无世界中获得的第一枚极油。 呼风唤雨,顾名思义,就是能想来风就来风,想下雨就下雨。 万虫退避,就是他身上自带害虫毒虫威慑光环,蛇雨仙从小蚊虫叮咬之类就从来不存在。 但呼风唤雨,虽然着实拉风得很,却有个让蛇雨仙难以承受之痛。 就每次要触发呼风唤雨,就会被太古雨蛙针印中的一股巨大悲伤情绪波动感染,让他唤雨一次就泪流不止一次。 这是没有灵力,却能成功施法的某种代价,也或许有现在他所不知道的更深层次神秘原因。 石里坡哭神绰号也正是由此而来。 其实如果可以,他更想有个石里坡雨神之类外号的。 而村里的大人们,更喜欢见面就叫他爱哭鬼小雨。 只有跟他差不多大小,沉浸在他故事小王子魅力的同龄小伙伴,才会勉为其难地叫他石里坡哭神,迎合一下他的某种恶趣味。 唉,谁让爱哭的小雨,脑袋瓜子里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呢,怎么听也听不够呢? 石里坡村的小伙伴们表示也无奈得很啊。 这就是河下成梁梦啊。 蛇与仙库管高高挽起,白皙的小腿沾着一些泥巴,站在田笼上,周围近两米高的小林道如浪般随风起伏。 清澈如臂的大河溪,在几十米外的河床哗哗流淌,岸的对面是蜿蜒起伏的青山,岸的这一边是十里坡村,疏密不一分布的乌涉凉田,稠密人烟。 河下成梁梦,苍满无疾恐,难兴许多人的梦想,在大千福昆界一个小小的村庄,就可以轻易实现。 小林道苗,是一种最低级的灵植,甚至灵植都说不上,只是带了一点灵植的气息,却能长得犹如小树一般,高大茁壮。 小林道长得好的话,一株即可产到近二十斤,营养丰富,还带点灵性气息,是黄庭山上唯一修真宗门玉成功的灵植真人,通过道法培育改良而成。 郁成功将小林道传播到势力所覆盖的大小城镇村落之中,让凡人也可种植,不用再受饥饿之苦。 同时,郁成功也每年大量收取小林道,因为庞大的宗门上下,大量的普通弟子,杂役消耗巨大,山下的灵晴异寿,也迷费甚至。 庞大的黄庭山脉,方圆数千里,郁成功势力,镇守的城镇村落,凡人百姓数以千万计,他们在郁成功庇护下,不受妖兽屠戮,同时也在为郁成功这庞然大物,源源不断输送各种供养资源。 小林道也不过是万千种供养资源之一,是最基层弟子的主要食物来源。 当然,小林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种植,高产,只不过,自从蛇羽仙出生后,十里坡村十几年一直风调雨顺,才年年丰收,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蛇老根一家的小林道田,更是因为老六蛇羽仙的天赋能力,每年收成比其他村民又要高出许多,一家人的生活也在越过越好。 嘿,老六,别出声。 蛇羽仙刚站上田笼,就看到自家小林道田边上,趴着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浓眉大眼,黑壮结实的小伙,呦,不正是自家那个,极憨粗与优化于一身的二哥吗? 一脸兴奋,神经兮兮的二哥十二狗,正趴在道苗下,一边紧紧盯着隔壁王大师家道田的某个方向,侧着耳朵倾听状,一边向蛇羽仙做虚,噤声的手势。 噓,大石头刚娶的小媳妇,进去给他送饭了。 二哥,带你看一出好玩的事情。 啊,来了,这动静有点大,大石头这身板,还真不赖。 顺着十二狗看去的方向,绿色道浪中间一块地方,一小片小林道,正以一种猛烈而有节奏的律动,在前后摇曳,如浪起伏。 远远的,那叫做春天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过来。 真羡慕大石头啊,他媳妇那个水灵幽。 不过老爹说了,明年就给你二哥我娶媳妇,到时候,嘿。 十二狗,一副羡慕极度又向往的神态,让蛇羽仙有些无语了。 蛇羽仙知道,自家二哥,也有一个小林道青沙帐里的梦想,也对家里的十莱姆小林道田虎视眈眈。 自从前年大哥分田分家出去后,二哥已经将家里的田地视为竞篮。 黑黑撞撞的十二狗,果然眼珠一转,对比自己瘦小一圈的蛇羽仙说道,话说回来,六弟你是咱爹以及全家人都寄予厚望的天生修真种子。 家里剩下的这片小林道田,你可不能跟二哥抢。 蛇羽仙有些好笑又无奈。 好了,二哥,这话你也不用天天挂嘴上。 哦,你是来给我送饭的吗?怎么也没看见。 嘿嘿,二哥我急忙赶过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玉成功负责我们朱仙镇这边收粮事情的外事道长,也就是我们十里坡村走出去的蛇夫叔,现正在我们家和老爹喝酒吹牛打屁呢,就等你了。 看来这一次,老爹是决心放你离开,让你去拜入玉成功了。 说到这里,想起自己六弟有希望也成为像蛇夫叔那样的玉成功仙人,十二狗就忍不住羡慕极度与兴奋期待起来。 十二狗心里免不了也会极度六弟蛇与仙。 呸,我二狗哥这么壮,却竟然不如瘦弱又爱哭的小六,竟然和灵根无缘? 否则,那些美得不像话的仙子,我也有机会取一取的。 在大千福昆界,谁会不想修仙,谁会不想做个长生真人,逍遥天地间呢? 真的吗?太好了! 蛇与仙文言大喜,清秀柔弱的脸庞上露出满是期待的表情。 做了十几年的十里坡哭神,也被家里捆绑了这么久。 现在,这仙徒是终于是要踏上了吗? 蛇家都心知肚明,家里老六是个有灵根的,天生带有神意。 一哭就下雨,一到田里,害虫都跑得干干净净。 将来肯定是有机会成为飞天遁地的仙人的。 只不过以前蛇家很穷,一家之主蛇老根再勤奋种地,也只能勉强让一家上下八口人混个温饱而已。 而自从老六蛇与仙出生,十里坡哭神不是盖的,蛇家的田地就没有缺水过,也没遭过虫害。 小林道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蛇家也成了十里坡村有名的那梁大户。 由此,也和玉成功外势收粮道长蛇伏拉上了关系。 而且蛇雨仙虽然看起来寿不禁风,性子偏软,但却有股在小孩身上罕见的任性,干起来活来,也不比黑状的二哥差多少。 所以这些年,蛇老根不想早早地让蛇雨仙去拜入宗门,想多留蛇雨仙在家种田几年,给蛇家留下足够的积累。 今年八月十五,刚好是玉成功对外收徒的日子,错过这一趟,就又要再等三年,那可就真的耽误蛇雨仙的修真仙徒了。 M。 两人一边低声说话,一边走出稻田。 蛇二狗仍不舍得频频回头,望向王大石头家的稻田。 嘿,修真是向往,但凡人也有自己的好日子,是不? 想到自己很快也能过上王大石那样没修没臊的好日子。 蛇二狗对自家六地的极度不由地淡了几分。 蛇家,五开间的茅屋,还有七八成心,显然是前几年盖起来的。 茅屋主体结构为木头,屋顶是茅草遮山,浓浓的田园农家风。 屋前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篱笆院子,院东盖了一座竹亭,院西是一块菜地。 就在院子竹亭中,换上一身新衣袍的一家支主蛇老根,粗糙有黑的脸庞,泛着兴奋的红光, 小心讨好的陪着两个盗人,劝酒不停,举止之间,竟也没在仙长面前怯场。 两盗人一胖一瘦,胖的,就是负责朱仙镇收粮的玉成功外侍弟子德才盗人, 也就是十里坡村的骄傲蛇服。 瘦的却是河下三缕长须飘逸,颇有几分先锋道骨的中年盗人,镇守朱仙镇的九位知识之一, 内门弟子道号德正盗长。 两人身份高低眼可见,德才盗人身材肥瘦圆滚,不是盗袍加持, 和凡间土财主没两样,在德正盗人面前更是显得几分拘谨, 气势上弱了不止一筹。 德正盗长,蛇服叔,这果子酒也是依着犬子的方子所酿, 唇香甘甜不上头,多喝点也没事。 四十来岁的蛇老根,平平敬酒, 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己家终于要出个仙人。 他都没想到,连朱仙镇的镇守直视德正盗长都会被自家仙种惊动, 遇见从天而落,要看一看蛇与仙橙色。 我的天,这可是蛇服叔提过的, 炼气九层圆满的修士高人。 法力高得没边,连这样的高修,都想认识一下我尔宇仙。 我老蛇家,这可真是要发达了。 蛇老根身材魁梧,貌似老实淳朴, 实则为人处事很是圆滑,颇之进退, 甚至在蛇与仙修真天赋的光环影响下, 让德正道人都高看了几分。 这蛇老根也算比较出色的凡人了, 但没有一点灵根, 也不知道他家六子怎么就天生有灵根, 品阶也呆不低。 而且还貌似拥有某种水系的道体。 实力颇枯神,没有灵力竟也能影响天下, 这应该是水系类道体的力量。 与仙,这名字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天赋是不是真的配得上。 德正道人一边淡然品着纯天的果酒, 一边也是对蛇与仙有几分期待。 他思绪有些飘忽, 想想自己停滞练气九层圆满七十几年了, 却对突破筑基依然毫无把握。 更因为在宗门根脚前, 被早早外派出来镇守凡人城镇, 一时心里又浮现几分强烈的不甘。 今年是宗门大招之年, 掌门、长老、封主们都很重视。 要是这蛇与仙是高阶灵根, 还是稀有的某种通法之体, 我自可以得一份举荐之功, 更可以与一个宗门天才早早结缘, 以后助击之境, 或许还有几分可能。 蛇与仙和二哥一路小跑赶了回来, 远远的就闻见自家酿造的七珍果酒的浓郁酒香。 这应该是三年前酿造的那批果酒, 老爹一直存放地窖, 平时我求喝一点解解禅也不让。 蛇与狗闻着酒香, 口水都流出来了。 见过两位仙长, 小子与仙有礼了。 蛇与仙连忙整理一下仪容, 来到院中竹亭给道人行礼。 虽是乡下农家少年, 却面容清秀, 身材单薄而挺拔, 有一种柔弱又洒脱飘渺的特殊气质, 让两位玉成功道人一见之下, 不由都暗暗汗手。 天才, 道体, 法体,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或气质超然, 或自带凌厉波动, 不要说天生能呼风唤雨的, 就是天生深绕火焰, 操纵雷霆, 渐兴通明等等的天才弟子, 在玉成功也同样不缺。 这些天才, 只要没有半途陨落, 最后都成为名传大千福昆借的大能高修。 石里坡村这个农家少年, 如果真是一尊潜力无限的道体天才, 今天这一面之时, 一见之缘, 绝对可以让炼气九层圆满的自己, 以后拥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你就是德才口中的修真种子? 德政道人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蛇雨仙身前, 神清几分矜持, 几分期待, 手上出现一张灵光闪烁的侧灵符, 然后迅速掐了个硬绝, 贴在蛇雨仙稚嫩的额头上。 莫慌, 无来测一测你的修真灵根。 德政道人何须地微笑, 安抚有些惊道的蛇雨仙。 哼, 还真是期待啊, 亲手测验一个修真天才的感觉, 应该会非常不错。 身材发福的德才道人也是目光灼灼, 像看着一个发光的人形灵石。 虽然这机缘会被德政师兄分去大半, 但同为十里坡村出身, 又是发掘举荐之功, 自己能获得好处也绝对不比师兄少啊。 蛇老根也满是期待之色, 双拳紧握, 似乎在为自家天生仙种加油打气。 十里坡村都知道, 我蛇老根一生不弱于人, 雨仙妖儿, 你也一定要给力啊, 不要辜负我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蛇老根朝夕耳闻目染, 从天生会根的妖儿那里, 飘窃来不少蓝星经典语录。 这一刻, 反倒是蛇雨仙有些紧张不安, 内心忐忑得很。 她一边希望自己灵根出众, 获得玉成功看重, 一边又担心自己神秘雨滴金手指也被发现。 那样的话, 后果想想就可怕。 似乎是感应到她的心思, 就在侧灵符拍上来的那一瞬间, 体内的神秘雨滴, 墨地震荡开一阵无形的波光, 像给身体加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 什么万灵针印, 太古雨蛙, 四大天赋, 都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隔绝之力, 将从侧灵符入侵的一股竖法力量, 排斥消融了九成九。 咦? 怎么会这样? 德政道人看着手中的侧灵符, 上面泛出五道深浅不一的光泽。 金木水火土, 竟然是个五, 五灵根俱全。 这, 这就是个最低等的杂灵根啊。 虽然, 虽然五灵根的色泽中, 代表水灵根的碧蓝色, 更外耀眼, 浓郁的不像化, 但这和七代想象中的天灵根地灵根什么的, 也相差得太远了吧。 竟然是个杂灵根? 德政道人脸色瞬间变得极差, 神情阴沉, 一股危险射人的气息散发开来。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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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落差极大的德政道人, 阴郁着脸, 有些粗暴的, 又连续将三张侧灵符拍在蛇语仙身上。 一旁也有几分失望之色的德才道人, 也为师兄德政道人有些疯狂的动作, 而感到吃惊, 因为他, 甚至看到最后, 那一张侧灵符, 是高阶侧灵符, 价值五百灵石。 五行杂灵根, 不入流雨挖泪天赋之体, 虫壁, 换于这等天赋能力, 根本无异于斗法修行, 也注定是个灵职弟子, 仲田的命。 可惜了, 此子水系灵根禀赋极高, 却因为五灵根混杂不堪, 竟成了鸡肋资质。 哎, 就是少一个杂系灵根, 也前途大为不同, 现在却, 此子未来, 也顶多是有望助击罢了。 神情失落至极的德政道人, 喃喃自语, 竟有几分魔争的感觉。 手上最后那张高阶侧灵符, 隐隐浮现一头体型壮硕的羽蛙神形。 不过只是一般的妖兽羽蛙, 并非蛇羽仙万灵真印中, 那气势磅礴的太古羽蛙。 他眼神带着几分阴沉莫测, 在故作镇定的蛇羽仙身上, 定定了看了一会, 让蛇羽仙不由地感觉一种隐隐的凶险。 与天才杰分善缘, 提前抱大腿的念想落空, 还浪费了一张价值五百灵石的高阶侧灵符, 德政道人竟生出极须狠利心思。 罢了,罢了, 此乃十业命业。 好在德政道人稳住了紊乱的心神, 叹了一口气, 眼神回复清明, 摇了摇头, 带着一丝歉意说道, 此次算无唐突了, 小友若败如玉成功, 在外门遇到一些事情, 可以提一提无的名字, 想来也可以让你少些麻烦。 说完, 这德政道人似乎再不愿逗留, 身影一闪, 顿时化为一道清光瞬息顿去, 迅速消失在天际。 留下有点猛圈的当事人蛇语仙, 德才道人, 蛇老根, 及一众蛇家兄妹。 这, 这人生起伏节奏, 有点太快了吧。 一刻前, 还是众所期待的天生修真种子, 一刻后, 已从云端打落, 沦为凡土, 平平无奇, 乏善可评, 武林根俱全的杂林根, 天才的光环, 瞬间崩溃。 众人不免一阵失望。 茫然, 只有蛇语仙心知肚明, 是刚才神秘雨滴的力量干扰, 影响了德正道人测灵符的效果, 自己真实的灵根天赋, 绝对不是刚才表现的这样。 测灵符测出的是虫壁, 换雨, 光说法上, 就远没有万虫褪壁, 呼风换雨强大。 而且, 今天新出现的水系清河, 灵直催生, 德正道人, 根本就没有测出来, 蛇语仙心里暗自盘算, 也有些认同德正道人的话, 就是自己, 这天赋这太古蛙体, 似乎真的有点走歪了, 好像真的要在灵直弟子的方向, 如鱼得水地走下去了。 虽然和我憧憬的一见开苍芒, 灰秀浮万仙, 相差得有些太远, 但从蓝星众角度来看, 这不就是妥妥的种田流, 狗道地的标准模板吗? 低调种田, 然后狗道最后震惊万剑, 也非常的不错呀。 前世众多疏有有言, 狗道才是最强修炼之道, 我这天赋根本不差好吧。 何况, 神秘雨滴这么强大莫测, 现在不过, 仅获得一枚太古雨蛙的万灵真印, 就给我带来这么强大的种田能力, 说不准以后探索雨滴内虚无世界, 可以获得威力惊人的斗法神通真印呢? 开局默默种田, 积攒绝世大地的养成资粮, 不动声色暗自探索神秘雨滴, 想办法得到斗法类神通, 我的未来, 岂又是区区一个德政道人所能道尽? 蛇与仙黑亮如其的眼眸, 闪烁一丝坚定自信, 将有些瘦弱的身体占得挺拔如松。 大千浮昆剑, 现在, 我真的来了? 蛇与仙他这灵根天赋, 莫非不行? 神色难掩, 失落的蛇老根, 声音有些颤抖, 连忙询问还留下来的德才道人。 德才道人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 撵着河下长须, 略意思虑, 眉头瞬间舒展。 他后时的手掌拍了拍蛇雨仙的肩膀, 竟是一阵大笑起来。 其实我倒觉得雨仙, 不愧是我们十里泼村天生的修道种子。 虽然是五系杂灵根, 但其中雨仙的水灵根之浓度, 以我修真五十余仔的认知, 简直闻所未闻。 德才道人转身双手一拱, 笑着对蛇老根祝贺道, 恭喜老根你啊! 你们蛇家要发达了, 一尊祝基尽高修, 足以负责蛇家二百多年。 雨仙的未来, 属实是蛇夫说我高山阳指的呀。 对蛇夫也及德才道人来说, 练气九层圆满的德正道人, 或许觉得蛇雨仙前途平淡, 没多少值得期待, 借不到什么力。 但在德才道人来看, 一个未来能问鼎筑基指径的存在, 确实他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了。 蛇夫上黄亭山, 入玉成宫, 获赐道号德才, 至今修炼五十余仔, 也不过是宗门毫不起眼的练气四层弟子, 且潜力耗尽, 早早被派去玉成宫外室堂, 担任凡俗外室弟子, 为宗门在俗室做奔走牛马, 做些与修炼毫不相关的, 征收低级物资的事物。 前途一眼就已经望到头的德才道人, 宗门的筑基高修, 又有谁会多看他一眼, 根本不可能和筑基高修, 有什么接触与攀附的机会, 甚至在炼气后期弟子眼中, 也是不值一审。 而眼前的蛇雨仙, 根据德正道人的测试来看, 未来至少也有六七成机会入住激进, 这岂不是放在眼前的超级大腿吗? 雪中宋探南,锦上添花翼, 蛇雨仙此时在德才道人心中, 地位重要性得到无限拔升。 蛇雨仙静静地站着, 神情淡定, 瘦削的身材像一棵有些不经风雨的小草, 瘦弱, 爱哭, 多智等等, 是家人及村民们的一贯印象。 现在被德才道人亲口一个未来的筑基大修士, 这柔弱的少年, 顿时在大家眼中, 也变得光芒万丈起来。 德才道长, 我这是能拜入玉成宫吗? 从这里赶到玉成宫, 要走多久啊? 蛇雨仙被大家灼灼目光, 看得有些不自在, 有些腼腆地询问德才道人。 自己这资质是被肯定了, 虽然潜力没有多高, 但还是能拜入玉成宫的, 一旦拜入宗门, 凭借自己神秘雨滴, 一路开挂, 那就真的是, 谁也挡不住了。 德才道人分外热络的轻拍蛇雨仙, 故意带几分亲切的怪则说道,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生分? 真算起来, 老根叫我输, 我还是你爷爷一辈呢? 等拜入宗门, 我们爷孙俩更是同门弟子, 以后我们还要多亲近亲近呢。 感受到了德才道人有意的亲近, 蛇雨仙自然不会拒绝, 赶紧抱起酒坛, 给道人还有自家老爹道满酒。 缠了半天的二哥, 眼见德才道人亲和好说话, 也忍不住了, 赶紧递过去一个碗, 六弟, 快给二哥也来一碗七真果酒。 在德才道人的呵呵笑声中, 也在蛇老跟目光两尺紧盯之下, 蛇雨仙给二哥倒了一碗。 蛇二狗迫不及待的样子, 倒是让场面气氛一下子轻松融洽起来。 蛇二狗这一带头, 蛇家大哥蛇大友, 还有吉吉之年的四姐, 五姐等一家大小, 也赶紧起哄式地讨酒喝。 六弟这七真果酒, 味道简直绝了, 十里坡村不应该整个诸仙镇, 或许都是独一份。 可惜蛇雨仙每年只酿造一点点, 说是果子材料不好找。 每年酿出来的七真果酒, 也都被老爹藏得严严实实, 只有贵客上门, 或逢年过节, 才会拿出来一些来给大家尝一尝。 已经分家出去的大哥蛇大友, 私下里就曾不止一次 向蛇雨仙讨要酿酒方子, 说蛇家可以靠酿酒附甲一方。 蛇雨仙岂会不知道, 这七真果酒的价值, 他用蓝星的技艺和酒方, 加上大千福昆界带点灵气的果子, 药草品质极佳, 他酿出来的酒, 足以吊打大千福昆界。 但这个世界实力为尊, 没有根角, 没有实力修为, 一旦真的开售七真果酒, 根本护不住利益, 甚至很快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蛇伏大爷, 等下这七真果酒, 也带两坛回去。 蛇雨仙在一片欢乐的家庭氛围中, 特意多敬了德才道人两碗酒。 好好, 这酒着实不错, 雨仙你也非常不错。 德才道长人精一个, 岂会不知道聪明机灵的蛇雨仙, 已经接受了他的亲近示意, 这时回应也是一种无形的默契。 德才道长看重清秀又柔弱的少年, 心中欣慰, 又不免感慨。 这顿酒德才道人喝得痛快尽兴, 临走也不忘带走两坛。 明月一早, 我就开始启程, 返回玉成宫交差, 除了雨仙你, 还是周边几个村子的修真苗子, 这一路上也不会过于无聊。 夜色渐晚, 乌唐灯火亮起。 蛇雨仙, 老爹蛇老根, 娘亲蛇柳氏, 及蛇二狗, 他们一家围住而坐, 温暖黄亮的灯光下, 淳朴浓郁的农家亲情弥漫, 有欢喜, 期待, 有不舍, 惆怅。 这一世的娘亲蛇柳氏, 更是拉着蛇雨仙的手, 留下舍不得的慈母来。 要而此去长空万里, 一别不知何时再见, 那个为娘的不伤感呢。 雨仙, 去了玉成宫, 可要乖绝机灵一点, 别被人欺负了。 娘听蛇夫叔也讲过几句, 总蒙好修行, 但底层弟子却很艰难。 我去玉成宫, 是要修到成仙的, 你不用担心, 到时给你寻科回春祝颜丹, 让你像仙子一样美丽。 感受着浓浓的亲情, 尤其是母亲的是独知情, 多愁善感的蛇雨仙, 不由轻言细语地抚慰蛇柳氏。 从小到大, 蛇柳氏对妖儿蛇雨仙, 那是呵护疼爱的没话说, 打心里蛇雨仙就认可这个娘亲。 操持家务, 夏天忙碌, 照顾一家大小, 每年的劳累, 让蛇柳氏衰老得有些快。 童年记忆中那个美丽动人, 乌发飘飘, 温言软语的母亲, 现在也已经半头白发。 我蛇家终于是出了个了不得的仙种, 助击大修士, 应该非常强大吧, 连蛇腹树都要仰望的那种。 蛇老根看着小儿子, 不由也是思绪万千, 记忆一下回到了过去。 十二年前, 一个大雨磅礴的黑夜, 六儿出生, 那一夜疯狂雨昼, 大河溪河水, 瞬间暴涨。 久受干旱之苦的十里坡村, 如同得到天赐干铃, 村民们都兴奋坏了。 雨水飞溅拍打着屋檐, 蛇老根站在那个雨雾弥漫的夜空下, 狂喜地抱着刚出生的第六个孩子。 一时须发飞扬, 灵感如泉涌, 给孩子取了一个, 他认为是平生最巅峰水准的好名字, 蛇雨仙。 蛇家六儿女, 蛇大友, 蛇二狗, 蛇三鸭, 蛇四弟, 蛇五环, 蛇雨仙, 这取名水平, 不灵感巅峰爆发一下, 还真想不出雨仙二子。 在蛇老根看来, 九汉迎来天降甘铃, 就是仙人赐福。 而孩子天生异象, 伴雨而生, 不就是天生的修道种子吗? 如今, 一二也长大了, 带给蛇家太大的变化, 也带给十里坡村很大的变化。 此去黄庭山上誉成功, 无知与仙, 更将踏上修仙长生之路, 负责蛇家数百年, 蛇家也有机会成为修仙家族。 作为蛇家嫡长子, 我有话要说。 大哥蛇大友, 忍不住开口了。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老六人可以走, 气争裹酒的方子得留下。 从小老六出生, 本来才是爹娘的心头宝的蛇大友, 一下子就宠了, 从小到大, 看着蛇羽先被爹娘各种夸奖疼爱。 作为大哥的他, 早就极度难忍了。 小六脑瓜里好东西不少, 却一直抓着捂着, 要听我这当大哥的, 我们蛇家早就发达了, 我心中的娇妾峭壁梦, 也早实现了好不好。 七争裹酒的方子应该拿出来, 蛇大友一开口, 大家不由都把目光看向那个瘦削的少年。 蛇羽先坐在木椅上, 一缕垂下的长发垂遮了眼眉, 柔弱的清秀脸庞露出几分无奈, 几分决然。 这大哥有点野心, 却没什么格局, 真当修真戒的人都是好好先生吗? 对有修为在身的人来说, 为了利益杀人灭家, 也不过是小事。 世界黑暗残酷的一面, 大哥是无法体会的。 M, 七争裹酒方子, 还有其他一些想法。 现在都还不到时候, 七争裹酒, 现在也不宜多酿外寿。 那种原因大家也知道, 财博动人心, 这好处我们护不住, 反而可能给家里带来灾难。 他淡然端坐着, 还扫家人一遍, 在大哥蛇大友身上停留了一回。 瘦削而柔弱的少年, 此时身上流露出一种安定人心的沉稳与自信。 此时, 等我在玉成宫修炼有成, 会给家里一个交代。 以后, 蛇家或许不会一直留在十里坡村, 而是搬迁到更安定, 妖魔凶兽, 也难以侵入的飞仙城。 十里坡村, 毕竟只是玉成宫势力外围, 虽然有道人镇守庇护, 但这些年, 也没少受妖兽袭击, 七真裹酒, 将是蛇家立足飞仙城的依仗之一。 到了这一刻, 蛇羽仙也不再遮掩自己的想法, 对未来的期望, 以及对蛇家后路的安排。 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一修真就无情决幸之辈, 他更希望能庇护福责蛇家, 不负这一世的亲情缘分。 好好, 就听羽仙的, 大友, 不要再说了。 蛇老根制止了有些不服的大儿子。 对, 羽仙虽然年幼, 但却是最有主见的, 大友你听你六弟的。 蛇柳氏也是一边倒的支持妖。 这两位长辈都深深知道, 这个家, 以后羽仙才是主心谷, 才是蛇家的天。 蛇大友有些不愤, 更有几分怨恨, 爹娘眼里, 就没有我这嫡长子的位置了吗? 还能搬到飞仙城啊? 那咱家的小林稻田, 岂不是有些可惜? 蛇二狗扎巴下嘴, 还在想着小林稻田的一场春梦。 六弟, 二姐最疼你了, 以后住严丹, 可不能指给娘亲。 而忘了你的好姐姐。 对对, 三姐未要, 以后听不到你讲故事了, 就当是给姐的补偿了。 可惜, 大姐嫁到朱仙镇去了, 这大好事, 她没赶上趟。 次日, 一大早德才道人接上蛇与仙, 十二岁的农家少年累别了家人。 那天清晨, 十里坡村的天空, 又下了一场小雨。 德才道人这一次, 是亲自目睹了十里坡小枯神的威力。 这让修真五十余仔, 才练气四层的他, 羡慕不已。 貌似雨仙, 这与蛙之体也不俗了, 做个宗门林直夫, 也能赚不少零食。 德才道人的座驾, 适量用练气法练出来的马车, 算是低级载具法器, 相当坚固结实, 可防寻常野兽凶兽袭击。 更有两匹威风凛凛的邻居拉车, 可大路飞奔, 可翻山越岭, 日行数千里, 又稳又快。 阳光透过山阁溜了进来, 调皮地在马车轿箱里的五六个少年少女身上跳远。 换上一身干净新衣上的蛇雨仙, 褪去几分农家少年的吐气, 静静地坐在车厢一角, 微笑地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三男三女。 有着其他少年所没有的成人心智, 他更喜欢以旁观的心态, 看这些未来同门的表现, 不一会儿就将少年男女的性格脾气摸了清清楚楚。 大家年龄差不多, 最小的也有十岁, 大的也不过是十四五岁的样子, 都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大家好, 不如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朱仙镇的王云超, 今年十三岁, 三灵根, 其中火灵根纯度高一些。 少年王云超不愧是家住朱仙镇的, 相貌俊气, 带点书卷气息, 身材也比蛇语仙高出一个头, 可见从小就食文韧字, 颇有教养, 举止也有些成人的样子。 王云超是车厢里家庭环境最好, 王家在镇子里有好几个商铺, 算得上富裕大户人家。 英俊, 高大, 气质好, 一下子就获得其他伙伴的好感。 尤其三个小姑娘, 清澈水灵的大眼睛里, 更是一闪一闪的, 流露藏不住的好感。 我是蓝清月, 也是十三岁, 木轮村的金水木三菱根。 蓝清月身材苗条, 皮肤白皙, 黑发飘飘, 一身蓝裙显得格外秀丽动人。 明显对王云超有好感的他, 很快响应王云超, 介绍起来自己。 赵黑子, 十五岁, 黑龙寨, 四菱根。 这是年纪最大的少年, 壮世的巷头小黑熊。 李潘, 十四岁, 洛河村, 四菱根。 这也是个农家少年, 但比蛇羽仙结实多了, 但比较内向, 一路上画比蛇羽仙还少。 戴小云, 十一岁, 朱仙镇, 三菱根。 小姑娘非常清秀, 是个美人胚子。 何雪, 十二岁, 何家村, 四菱根。 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却对英俊的王云超, 似乎很感兴趣。 众人情绪高涨地介绍完后, 车厢里气氛明显活跃了起来。 等为一会见, 只剩蛇羽仙没有介绍, 便笑着催促起来。 蛇羽仙不由微笑道, 我叫蛇羽仙, 十里坡村里, 武林根。 看来, 我是我们中间林根资质最差的了, 以后还得靠大家多帮扶一下哦。 武林根啊, 确实差了哈, 羽仙你这是采线入门呀。 比我这三林根, 确实是差了许多。 三林根据说, 都有望突破金丹镜。 来自风云少年王云超的炫耀。 听道掌门说, 武林根最多能修炼到练气后期, 羽仙弟弟有些可惜了。 蓝青月也名嘴轻笑, 三林根的骄傲, 武林根的渣渣想象不到。 听说杂林根在每个宗门里, 都是最底层的弟子。 难啊。 何雪看起来文静, 但打击起人来, 却毫不嘴软。 这群少年男女中, 三林根的有三个, 四林根三个, 不说很好, 但也是未来有望住击以上的种子。 少年都爱攀比, 蛇羽仙的杂武林根, 顿时成为大家调侃的新话题。 这也跟蛇羽仙农家出身, 瘦小柔弱, 看起来似乎比较好拿捏有关。 蛇羽仙心里不由有些好笑, 这修真界刚踏上, 就开始内卷上了吗? 有请我的万灵真夜, 出来回怼一下这些小朋友。 倒是撞得像头小黑熊的赵黑子, 释放出更多的友善, 拍拍自己结实的胸膛, 颇为自信地说道, 羽仙弟弟不用怕, 武林根又如何, 三林根又咋样, 这修真的事也不是完全林根说了算, 未来如何谁也说不准, 以后在门内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 我在寨子内可打架猎兽的高手。 小美人戴小云似乎有点看不惯王云超, 也小嘴一撇说道, 三林根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我们这一车都是镇守之士挑剩下的, 真正的天才, 早就被各地之士道长挑走了。 听说我们朱仙镇就出了个二林根的天才, 德政道长亲自护送, 直接遇见去玉城宫了。 王云超背对得有些尴尬, 呵呵一笑掩饰过去, 微微侧头间, 眼角掠过一丝不为人觉的怒力之色。 这个年纪都是急要面子的, 大家还没正式拜入宗门, 竟已有亲疏之别, 看来不论在哪里, 圈子这东西都是存在的。 蛇语仙微笑着, 看向黛黛小云, 向她点点头, 表示谢意。 小姑娘浅笑着也点头回应, 青丝微动间, 晶莹如玉的耳间, 却悄悄地浮现一层红玉, 也许内心并不如外表这么镇定自如。 这蛇语仙气质好独特哦, 温润如玉, 长得也俊秀, 只是稍稍瘦弱了些, 少女的心思, 你别猜。 小姑娘心地不错, 气质也好, 小小年纪就似乎有一股子正气, 蛇语仙也不介意以后多走动一下。 毕竟同为诸仙镇人, 大家天然有镇营归属感, 宗门居, 大不易, 才屡法地, 人脉关系等, 什么都不能少。 德才道人坐在车厢外面的御者坐驾下, 一边稍微指挥一下邻居, 一边分神听着车厢里的少年男女交流。 脸上时不时露出过来人的笑意,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眼, 我都已经老了, 还是年轻人有锐意进取之心。 修真之路, 不进则退, 我这一生就这样了。 我揽下护送这些未来宗门弟子的任务, 其实不就是希望多条后路, 像雨仙这样有望筑机的潜力中, 结一份善缘, 以后我的后人也可以得到一份照拂。 对于车厢里少年们似懂非懂的灵根争论, 他还是不免感慨, 谁说, 不是少年单纯呢, 动不动筑机, 金丹, 可实际上呢, 三灵根不过是宗门的大众货色, 资源上完全竞争不过真正的天才们, 最后能真正能走到筑机境界, 也不过是寥寥而已。 一尊筑机修士, 已属宗门中间力量。 金丹高修, 更已是宗门排面。 原因以上, 属于镇压及核力量。 邻居力大无穷, 一日可行万里, 是低级修士常用的角力。 饶是如此, 巨德才道人估计, 也需要半个多月, 才能抵达黄亭山玉城宫宗门。 蛇宇仙在车厢里, 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戴小云, 赵黑子聊聊天。 他们三个无形的有了某种默契, 三人小圈子雏形有了。 另外一个圈子, 自然是王云超, 蓝清月他们四人, 少年星星, 悄然分成两个阵营的他们, 时不时就要争论一番高下。 蛇宇仙偶尔和两个伙伴聊两句, 更多的时间, 他心神沉静, 进入内在神秘雨滴的虚无空间。 蛇宇仙的念石, 化为一滴缩小版的青色金银雨滴。 在雨滴内世界, 一片黑暗深沉的虚无中, 如一点微光游走, 探索更多未达之地。 雨滴虚无世界中, 并非只是无印的空洞, 经常也有如流星般的诡异光团划过, 偶尔有不可名状的叹息, 低豪响起。 一旦念石锁宁的雨滴, 被诡异光团击中, 不亚于被重锤猛击, 念石被击溃也是经常的事情, 一次击溃, 就是一次心神的受窗。 但每一次念石化成雨滴探索黑暗虚无, 都能不断增长他的念石之力。 十二年来, 毫不夸张地说, 他的心念之力, 甚至堪比练弃后期的修饰。 所以, 必要的冒险, 蛇与仙也丝毫不虚。 这也让他的念石, 再一次次地躲避, 飞掠中, 磨练得非常灵动与坚韧。 如果有剑修大能发现, 他的念石如此强大, 甚至会抢着收徒。 因为这样的念石, 最容易念与剑合, 能游刃有于操纵飞剑, 千变万化中, 一剑突出, 灭杀强敌, 不过瞬息之间。 万灵真硬太古与蛙带给他的天赋能力, 虽然可以随着他不断使用而提升的, 只是由于他没有修炼功法, 身上没有灵力驱动, 所以施展, 呼风唤雨, 消耗的是他心神力量, 属于心神中的某种悲悯, 仇怨的情绪。 今年累月下去, 这对他心神也序号极大, 如果不是, 可以在雨滴世界里得到滋补, 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也是他看上去, 显得柔弱苍白的原因所在。 而且, 新得到的天赋灵直催生, 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足够精力, 就需要消耗心神。 所以, 他的念石虽然灵性十足, 韧性超强, 但魂厚度并不算太出色。 但不管怎么样, 他也相当于磨练了十二年的念石之力, 远超马车上的其他小伙伴。 蛇雨仙也颇感压力, 稍有空暇, 就会沉浸神秘雨滴虚无世界。 宁炼心神, 想着怎么去捕捉到第二枚万灵真硬, 给自己带来更强大的能力。 不得不说, 万灵真硬实在太Bug, 所带来的天赋技能能让他直接上手, 驾驭自如, 仿佛天生就会一般。 而且与万灵真硬的契合度越高, 具现的天赋能力等皆就越高, 威力也随着水涨船高。 除了途中休憩, 方便之外, 大家都待在马车上。 哇, 大家快看, 天下有道人欲见如虹, 一见划过天界, 太潇洒了吧。 可怕, 高修大能之间的交手, 竟然这么凶险可怕, 动辄就扰动天象。 德才道长, 有头恶蟒在后面追过来了, 一路上, 这群又耸又好奇的心嫩们, 倒是大开眼界, 离黄亭山脉越近, 精神头就越好, 唧唧喳喳地向群小麻雀。 当然, 路途上遭遇一些凶兽恶忙也是寻常, 浮昆界灵气充沛, 普通野兽只要熬下去, 都有可能蜕变成凶兽、 妖兽。 只是德才道人选择的路线, 是玉成功道人专门开辟的, 周边强大一点的凶兽妖魔, 基本被巡逻弟子绞杀一空, 些许漏网之余, 德才道人也能游刃有余拿下。 一枚青色飞剑, 一个土灵盾, 加上大把火焰雷电灵符, 至今修炼五十余载的德才道人, 很是在一群心嫩面前露一首。 十五天的跋涉, 翻山越岭, 过五城八镇, 磅礴绵延, 耸入云天, 掀气霞光, 笼罩的黄亭山脉, 终于完整地舒展地在眼前。 天上, 遇见者身影随处可见, 灵晴仙鸾在长空翱翔丝鸣。 地面, 一座无比雄伟壮阔的仙城, 环带状匍匐在黄亭山脚下, 百米高的城墙闪烁着护城大镇的灵力光芒。 这是玉成功在仙樊之间筑起的第一座仙城, 取名林霄城, 无数宗门弟子, 家属仆役, 各地散修与商谷等, 皆云聚于此, 几约数百万人口, 福昆界人间繁华极致, 不外如是。 这就是林霄城了, 到了林霄城, 就等于到了玉成功。 德才道人看着一群目瞪口袋的修真心嫩, 不无炫耀与骄傲的介绍。 林霄城人中, 六七城都是修为在身的, 剩下三四城, 才是真正的凡俗之流。 城中势力复杂, 宗门高修大能的家族血脉, 也在这里开花结果, 代代传承, 所以, 而等窃记, 以后败入宗门, 即便修为有城, 下山到城中办事, 也要小心谨慎, 不能随便得罪人, 谁知道你得罪的, 是不是某个大佬的后裔。 说起来, 德才道人也算舍与仙, 王云超, 蓝清月, 带小云他们这群心嫩的入门带路人了。 这一份善缘, 不管诸人, 以后如何修为有城, 都不能无事。 如果德才道人有事求上门, 只要能顺手解决的, 也不会另惜处理。 所以, 德才道人也抓紧时间, 尽量将自己所能知道的情况, 告诉心嫩们, 这可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 林霄城果然气派, 数百万人生活井然有序, 安宁富足, 气象欣欣向荣, 以后有机会, 也要将家人带到这里生活。 以后再不用担心, 凶兽妖魔的袭击。 舍雨仙探出头,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由感慨出声。 哼哼, 果然无知者无畏啊。 雨仙, 你可知这林霄城生活几何, 普通凡人一家, 在城中一月开销, 也不下十块低级零食。 不是超狗打击你, 就你这全砸零根, 恐怕在宗门一个月, 也攒不到几块零食。 王云超文言之下, 不由吃笑一声嘲讽道。 对于以戴小云为首, 舍雨仙, 赵黑子为从的这个小圈子, 这一路上王云超, 可是恨得咬牙不已。 所谓以戴小云为首, 也是王云超自我判断, 因为三零根的戴小云在他眼里, 才算有点威胁。 实际上, 舍雨仙虽然少言寡语, 但时不时一两句话, 却偏偏能戳中王云超他们言辞中的逻辑漏洞, 给了戴小云反唇相机的思路灵感。 无他, 戴小云聪明伶俐, 天生善变, 樱桃小嘴对起来, 可是让王云超, 蓝清月几个多次下不了台。 连带的, 舍雨仙, 赵黑子也被王云超等人怨恨起来。 雨仙别管他, 你虽然是杂铃根, 但其中水铃根很强, 学个小云语术, 做灵直夫, 也赚零食。 戴小云不满地看了一眼王云超, 看向舍雨仙时, 却是浅浅微笑, 白皙如玉的瓜子脸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从路上交谈中, 舍雨仙已经得知, 戴小云有个叔叔, 也在玉成功, 虽然只是个练气中气的外门弟子, 但他知晓的宗门情况, 却超出了其他性能。 嗯, 雨仙其实不错的, 德财道人也插了一句, 然后让大家坐好, 两个时辰后, 就能到宗门山门了, 你们到时会被统一安排在楚秀峰, 也就是外门弟子生活的地方。 这次据说将招收两千多名新弟子, 竞争很激烈, 你们都是诸仙震出来的, 互相帮助很重要。 要知道, 新弟子如果三个月内, 不能步入踏入练气期, 将被直接赶出宗门。 五年之内, 不能晋升练气三层, 则直接化为杂役弟子, 德财道人颇有些语重心长, 这群诸仙震的老乡, 心嫩队伍有点不好带啊, 各个棱角阵容脾气不小, 不知宗门修行之不易。 团结一点, 可能在外门还能好过一点, 否则, 三个月后, 甚至就有人得从哪来回哪去, 又不是没有三菱根黯然离去的例子。 得到德财道人的提醒, 一群心嫩们, 才渐渐安静下来, 神色各异。 黄庭山, 玉晨宫, 楚秀峰, 已是正午, 一派云征侠卫, 恍如仙境。 德财道人不是第一次干着带新人的活, 麻溜得很, 与负责招新的外门只是登记了一下, 就带着众人来到楚秀峰的山门之前。 我就只能带你们到山门这里了, 进入山门, 不要打架闹事, 听从直视弟子安排即可。 你们会被安排到不同宿舍, 也有可能, 有的人安排到同一间竹舍, 彼此间可以多保持联系。 匆匆交代了一番, 德财道人便离开了, 要去外室殿交差。 楚秀峰山门气势极大, 三券巨大拱门处立, 云气飘渺。 在道门, 三个门洞代表三界, 集天、地、人。 在佛门, 则是玉、 色、 无色三界。 而跨进山门, 就意味着跳出三界, 暗和修真, 以求无上大道, 逍遥超脱天地束缚的追求。 来自各地的修真种子们, 被引进山门, 停在一个极为宽阔的广场上。 人头拥挤, 嗡嗡低声细语不断。 身穿青色道袍的玉成功弟子, 则分布四周, 维持秩序, 引导新人们列队战列。 在队列最前方, 玉成功外室弟子, 负责登记造册, 发放外门弟子腰牌, 分配住宿地方。 此时林根已经不用再册了, 负责各地管理, 镇守, 征收物资等事项的弟子, 本身就具有为宗门领选修真种子的权利, 就像德政道人测试蛇语仙一样。 现在已经进入楚秀风山门的新人, 都是已经测试过林根的。 而且资质情况, 也由隔引路人递交上去了。 当然, 资质抄群脱俗的那一批, 早早就被德政道人等亲自带回宗门, 被玉成功长老, 三十六丰丰主等高层抢分一空, 入门就是内门弟子, 甚至清传弟子。 与蛇语仙, 王云超这些在广场等待分配的新人相比, 那是地位天差地别, 修炼资源倾向也是一百倍千倍之差距。 修真界的现实残酷, 也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孙承泽, 三灵根甲中, 南路以自防一百零三,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十块, 采灵单二瓶。 刘浩然, 四灵根柄上, 西路柄自防五百三十二,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六块, 采灵单一瓶。 王云超, 三灵根甲下, 南路以自防三百一十一,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八块, 采灵单二瓶。 蓝青月, 三灵根甲下, 南路以自防三百七十三,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八块, 采灵单二瓶。 戴晓云, 三灵根甲上, 东路甲自防八十六,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十二块, 采灵单三瓶。 舍雨仙, 五灵根丁上, 北路丁自防一千八百九十八, 每月补给低级零食四块, 采灵单一瓶。 玉成功直视弟子, 给新人登记造册后, 根据每人零根资质, 分配相应档次的月薪, 以及住宿区域。 楚秀峰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大致被分散在山脚下的四个区域, 山路东南西北, 除了三灵根甲上的弟子, 享有东路单间竹舍, 其他弟子, 都是多人一间大通铺。 东路竹舍仅一百间, 也就说像戴晓云, 这样的佼佼者, 也就一百位左右, 甚至不满百。 而且所有未度过前三个月考验期的心嫩, 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被赐予盗号, 只有三个月后踏入炼气期, 才算正是外门弟子, 同时赐予盗号, 才算玉成功正是门人。 如果到时能顺利踏入炼气一层, 那蛇与仙, 他们这批心嫩, 应该算是玉成功到自备。 太清玄境, 西威广尘, 得到照明, 玉成功这几千年的辈分序列, 具体怎么计算或划分时间, 则看高层的意愿了, 近几百年来, 备份换得快一些。 随着外门直视的唱名, 广场上新人们兴奋大叫的有之, 沮丧羞愧的, 羡慕极度的, 情绪反应各不相同。 没想到, 但小云资质竟然还高出我一筹, 起进来前一百名。 你我都是三菱根, 看来是你有某种体质优势。 本来王云超听到自己, 分配到南路甲字房, 已经高兴得喜不自惊。 在这群诸仙镇小伙伴面前, 满是炫耀嘚瑟之意, 特别有意无意地看向蛇羽仙, 神色中的轻视, 已经忍不住地流露出来了。 结果戴小云的论评一出, 瞬间盖过了王云超的风头, 这让他很是不爽。 赵黑子, 和雪, 都是西路丙字房, 唯独一路各种奉承王云超的礼盘, 却和蛇羽仙一样, 分到了北路丁字房。 四菱根钉下, 五菱根钉上, 大家都是渣渣。 我就有点疑惑了, 德政道人虽然侧出我是杂五菱根, 但我水菱根纯度也极高呀。 而且, 与蛙类灵体的幻语, 虫壁, 这可是灵直夫弟子的顶配天赋。 结果这论评, 和我预料地差了一个档次, 看来, 这德政道人递交上去的论评, 有点刻意打压了我。 蛇羽仙有些郁闷, 资质决定起点, 自己这刚起跑, 就似乎落后得有点远了, 基本是同批入门的吊车尾了。 他想到, 当时德政道人拍出的高阶测灵符, 那不是宗门统一测灵符标配, 而是德政道人自己的私藏品, 五百滴级零十一张, 结果测了空气, 也许德政道人到现在还心痛地在滴血。 给他的论评, 也就故意往低一屏, 新人福利待遇, 直接掉了一个档次。 德政道人当初还故意说, 在外门御市, 可以报他的名字, 我看是故意给我挖坑, 此人道貌岸然, 舍雨仙内心小小地鄙视了一下德政道人, 也深感修真世界变幻莫测。 看人, 交友, 做事等等都得分外低调谨慎才是。 苟之一字, 果然是道出修真界生存之道的真谛。 雨仙, 黑熊儿, 以后我会去找你们的, 我先离开了。 被轻衣杂衣弟子带走时, 带小云有一丝不舍, 忠实挥挥小手, 先走一步了。 他向舍雨仙, 召黑子告别, 甚至也给蓝清月, 和雪, 李潘他们点头示意, 却没理会王云超, 这让王云超感觉到十分没面子。 哼,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资质就高了我一点点, 带小云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王云超不爽了, 自然也不会给舍雨仙好脸色看。 在被杂衣弟子引导离开时, 冷着张面指着舍雨仙, 不忘嘲讽一下。 舍雨仙, 三个月后, 我等着看你的好戏, 看你怎么灰溜溜地滚回石里泊村那嘎啦。 舍雨仙被挑衅, 不由微微一笑, 根本不放心上, 略意抬抬手, 说道, 有劳云超兄惦记了, 但三个月后, 我会留下来。 他也没有想到, 就一路上小孩子们一般的争论吵闹, 竟然会让王云超心里扭曲成这样, 现在已经是带小云和他如同仇敌。 不过, 大道争渡, 云超之辈, 不过而而, 算是长生路上的一只愤青小虫子罢了。 我舍雨仙, 万虫, 蜕壁天赋在手, 专知各种跳虫毒虫愤青虫。 要不是想低调狗成大能, 光一个太古语挖的万灵真硬, 就能获得和那些天才一样的待遇, 植入内门也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哪个宗门不需要灵直夫, 还有气、 丹、 福、 瘦, 这些专长人才, 这可都是一个强大宗门的根基所在。 北路钉字号房的信任, 跟我们来。 几名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的执事弟子, 过来带走舍雨仙, 李潘, 以及其他同批资质最低档次的新人。 一名执事负责五十名, 共有八名执事, 前来做新手引导。 算一算, 竟有四百多名同事, 天涯沦落人。 三个月后, 也不知道四百多丁字号新人, 还能留着几人。 所以, 负责北路丁字号的执事弟子, 也没什么好脾气。 更别提还有耐心, 仔细跟新人们介绍。 草草交代了一下外门注意事项, 以及吃喝拉撒的各堂口所在, 就把众人丢在一排排的北路竹舍, 迅速离去了。 外门新人注意事项, 交代得很是简明概要, 一不允许闹事出人命, 二不得干扰彼此修行, 三不得出入一些殿堂楼隔禁地等等, 围者一律废除修为竹出宗门, 严重者直接击杀。 然后, 直接将每人的首月修炼补给发下来了, 北路丁字号的都和蛇语仙一样, 一个布袋里撞了四块零食, 一瓶采灵丹, 一本薄薄几页的入门新法, 欲须采气绝。 一间竹舍约50平方, 住六个人, 说是大通铺, 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床位, 只不过都在一个没格挡的空间, 彼此做什么, 基本都看得一目了然而已。 童一竹舍的其他五个人, 都在展开交际手腕, 互相介绍, 拉近关系。 蛇语仙此时的心思, 却全在一本五页纸的《欲须采气绝》上面, 内心激动雀跃, 血气涌动, 虚白柔弱的脸庞都变得红润起来。 这就是功法呀, 踏入长生大道的基石, 即便是最粗浅的采气绝, 也能让我迅速修出灵力。 以灵力驱动呼风唤雨, 灵直催生, 效果或能数倍提升, 我也不用耗损心神。 实力颇哭神之名, 今天起, 可休也。 蛇语仙心里乐得冒泡, 没有灵力催动呼风唤雨, 十二年来让他心神序好许多, 念时也一直无法得以真正的壮大。 一本《欲成功》入门基础心法, 对别的心人来说, 也许就那么回事, 但对蛇语仙, 却是意义极为重大。 只要养一养心神, 让念时魂厚几分, 他就有信心, 突破神秘雨滴第二层金币, 或许新的虚无空间里, 他能找到第二枚万灵真意。 第一层金币空间, 他基本已经探索完了, 只收获一枚太古雨蛙的万灵真意。 只要在第一层金币空间, 持续往一个方向掠空向前, 在他念时濒临枯竭崩溃之际, 能看到虚无世界中, 前方矗立着一层苍青色的水波状金币。 根据念时在冥冥中得到的反馈, 这面苍青色水波金币, 就是虚无世界的空间屏障。 如果念时足够强大, 就能刺破金币, 进入第二层新的虚无空间。 但目前, 蛇雨仙无法做到这一点, 念时刚看到水波金币时, 就已经念力枯竭, 每当他奋力最后一搏, 冲向金币时, 瞬间就被反弹之力崩为积粉, 陷入一片无尽黑暗, 然后头痛欲裂地退出神秘雨滴的那世界。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呢? 之前唱明时听到, 你叫蛇雨仙, 对不对? 设有钱后来, 一个唇红脸白, 大大咧咧的小胖子, 十三岁的年纪, 却有着和德才道人差不多的圆滚身材, 这是竹舍里最有交际手腕的人才。 这不赶紧看一下采气爵吗? 我是蛇雨仙, 和胖哥你一样, 都是杂武林根。 蛇雨仙放下小侧子, 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这可真是难兄难弟赢了。 六个杂武林根, 队伍难带啊。 胖子前后来闻言之下, 不由拍腿大乐。 可不是吗? 一个靠谱的都没有。 小帅我还想着抱条大腿来着。 一个确实有点小帅的少年, 接着说道。 哼哼哼, 挺好的, 大家都差不多。 一个看上很土很憨的少年, 有点傻乎乎的咧嘴笑道。 胖虎, 小帅, 土憨, 库比, 木头, 再加一条兽鱼, 胖哥我宣布, 北路丁字号六节就此诞生。 前后来巴唧巴唧, 每个人都被他取了外号, 并冠以北路六节美誉。 据胖虎刚才的自我介绍, 他家就在黄庭山下的林霄城, 名副其实的成二代, 其父算是城中富商, 虽然是个武林根的凡人, 但由于和玉成功某位金丹长老, 拉上一点关系, 在林霄城, 也算靠山强大的那一种。 其父最希望的, 就是将钱家从凡商, 打造成修真家族。 然钱家久资个不同, 却唯有钱后来身居最废财一档的杂武林根, 其父狂喜, 视若掌上珠宝, 从小到大呵护被制, 借金丹长老的关系, 将钱后来送进了玉成功。 胖虎是逐射六人中最重量级的了, 不只是体重, 还有背景, 身价, 尤其林霄城城二代的身份, 让其他人可是羡慕崇拜得很。 胖虎钱后来, 小帅钟小伟, 土憨王大山, 库比向少聪, 木头林木生, 加上兽鱼蛇与仙, 大家性格挺互补的, 倒是一下子玩到一起去了。 兽鱼, 我去, 胖子这取名水平, 蛇羽仙有些哭笑不得, 却不得不接受。 想不到自己刚要摘下十里坡哭神的头衔, 就被胖虎刺了一个兽鱼。 我真要感谢了, 谢谢你大爷。 都是武林根废柴, 但大家都不要慌, 胖虎我既然身为1898房的带头大哥, 就绝不会看着大家一个月后, 卷铺盖滚蛋。 重量级的前后来, 被大家推举为1898号房的带头大哥, 兴奋地跳上木床发表感言, 手舞足蹈, 唾沫横飞。 作为大哥,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见面礼, 每人两瓶彩铃丹。 胖虎果然身价不菲, 眉飞色舞中, 从腰间的储物袋中, 真的掏出五瓶彩铃丹, 分发给蛇羽仙等人。 这个储物袋, 是六人中, 蝎子拉屎独一份, 成二代实力果然不俗。 在来的路上, 蛇羽仙就问过德才道人, 知道即便最低等的储物袋, 也得一百多零食。 当然, 三个月后, 只要通过练器七一层门槛, 正是外门弟子, 每人都会发一个。 胖哥威武, 胖哥霸道, 有胖哥的鼎力支持, 到时我们一定能留在宗门。 钟小伟, 王大山等顿时欢呼起来, 对胖虎这个带头大哥, 也由衷地拜扶了。 连总是冷着一张脸的酷笔像绍聪, 都笑成了一朵花, 跟着大喊胖哥威武。 蛇与仙也有些被前后来这大手笔给惊到了, 散菜胖虎, 毫无人性, 我喜欢。 如果有足够的彩灵丹, 凭我水法清和天赋, 以及水灵根的纯度, 这练器七突破, 应该不用多少时间。 谁不想有个这样的好摄友呢? 胖虎这是一粒将同宿舍的兄弟, 给抬到了东路甲字房的高水水准了, 这岂不就是起飞啊。 有了前后来额外支持的两瓶彩灵丹, 在场每个人手里就共有三瓶, 这已经是戴小云那东路丁字号层次的资源了。 采灵丹, 炼器初期灵丹, 配合欲须采气绝, 可让新人迅速修出气感, 然后积累灵力。 当灵力足够完成采气绝中的一个大循环后, 就能破开腹部丹田, 灵力汇入丹田, 形成灵力种子, 由此成功晋升炼器七亿层。 蛇与仙刚才迅速翻了一下小册子, 发现这册子虽然短小无力, 但内容却真的含金量十足, 五页纸分别记载了金木水火图五系灵力的修炼心法。 它的水系清河, 满蓝水灵根, 绝对拥有用武之地。 不, 应该是大放一彩的机会。 至于这入门采气绝, 为什么没有封, 雷, 兵等变异灵根的心法记载? 这也还好理解, 因为变异灵根的, 都是强盗变态的天才, 入门就是内部甚至清传弟子, 自会获得更高深的对应功法, 和普通五系灵根弟子, 不在一个层面。 我们新人刚入门的前三个月, 宗门没有强制要求做任务, 但有需要, 也可自行去外食堂, 完成宗门内任务, 赚取零食。 我建议大家, 专心修炼就好。 三个月后, 我要1898全员进阶, 兄弟们能不能做到? 前后来胖脸通红, 霸气挥动手臂, 激昂喊话。 我们一定能留下来。 这下, 是全员声音比较统一大喊。 好样的。 前后来第一次收小弟当带头大哥, 干净十足, 他翻开基础心法册子, 唾液飞舞。 来来来, 雨仙还有大家都过来, 哥给你讲讲, 这入门采气决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东西我在家的时候, 父亲就找人郁成功道长, 给我讲解过了。 据道长们所说, 我们郁成功的采气功法, 可谓是大千福昆界最好的基础心法之一, 采炼武器, 转化灵力, 打下后世的修真根基。 当然, 具体怎么修炼, 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我们都是杂武灵根, 可根据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灵根, 挑选采气法门。 比如, 我金灵根稍微突出一点, 可以主修金灵力, 西方围巾, 下午向西方吐纳采气, 事半功倍。 雨仙是水灵根为主, 晚上对应时辰效果修炼更好, 而且找水气充沛的地方, 比如我们竹射旁边的灵坛, 这样灵力提升更快, 以此类推, 前后来不愧是富二代, 入门前就找修士辅导过功课, 起码这入门采气诀, 讲解得头头是道, 让北路F6兄弟们连连点头, 大家一边翻开册子, 一边让胖虎前后来, 指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北方为水, 夜晚水气浓郁, 的确是晚上对应时辰修炼更好, 但, 那是其他人, 舍与先翻开第四页, 水灵根的采气诀, 要字字清晰明了, 并无卡顿晦色之处。 以他的悟性, 加上呼风唤雨, 水法清禾两大天赋, 本就等于天生通法, 修炼功法对他来说, 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开启的钥匙, 有了钥匙, 大门一开, 前方就是豁然开朗, 大道之路从迷雾中隐隐显现。 M。 他边看边调整坐向, 控制呼吸, 心中默念绝要。 刚一运转, 顿时感觉浑身从里到外的毛孔都打开了一般, 瞬息间就感应到了虚空中弥漫的灵气因子, 尤其是水灵力。 心念微微牵引, 仿佛听到无声的水流声, 他的身体发出一种莫大的漩涡犀利, 周边空中的水灵力气机猛地四面涌冲而来。 咕咚一声, 蛇语仙舌底上饿, 喉咙一动, 一股凭空凝聚的清零柔和的灵力, 就被他一口炼花吞下。 我这还算是杂武灵肝? 这, 有点太强啊。 当然这也跟楚秀峰及黄庭山灵力非常充沛有关。 一口灵力炼花入体, 蛇语仙感觉如同吞了一口仙灵肝露, 身心都瞬间通透了, 飘飘然如坠云端, 舒爽至极。 咦? 蛇语仙深舟的灵气无形波动, 这动静一下子把胖虎前浩莱给震惊到了。 前浩莱肥脸猛烈跳动几下, 赶紧大吸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震惊。 欲须采气绝有这么强大吗? 我们修的还是同一门功法吗? 现在不是上午吗? 难道授予六地竟是具有某种水类法体的隐藏大天才? 我就知道, 我天生福运身后, 连分道最差的丁字盈都能遇到低调的大天才, 瘦于不, 请让我敬称一生与仙贤弟, 前浩莱在败入玉成功之前, 就已经开始修炼, 这玉须采气绝。 而且差不多已经摸到突破炼气一层的关爱了。 所以前浩莱对灵气波动很是敏感, 蛇语仙这动静, 其他人或许没什么反应, 最多不过觉得一阵清凉的微风突然吹过而已, 但前浩莱却能感应到水灵里的浓郁气息, 而且和她自己修炼效果一对比, 真的是震惊到了。 但, 蛇语仙这深藏不露的事情, 胖虎可不会告诉其他摄友, 相反稍后胖虎还会提醒贤弟一声, 得注意影响, 别吓到宝宝了。 前浩莱会把事情埋在心里, 同时对雨仙贤弟格外看重。 看到蛇语仙闭目调息, 沉浸在修炼之中, 小帅钟小伟, 土寒王大山, 库比向少聪, 木头林木生顿时感觉到了压力。 当即一个个各自盘坐紫玉竹床之上, 静心凝神, 吐纳调息, 去感应灵气。 与蛇语仙相比, 其他人修炼起来可是一点波澜也没有, 表现符合杂舞林根本色, 没有感觉呗。 胖虎前后来不由感慨轻叹, 诸位贤弟, 既无感觉, 则当吞浮彩灵丹辅助修行, 以炼化彩灵丹中药力为主, 土寒, 木头等人文言恍然大悟。 对啊, 我等杂舞林根还跟空气死磕个毛线, 这可不是情能捕捉的, 磕药才是杂舞林根修炼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众人纷纷吞浮彩灵丹, 一粒灵丹入我肚, 灵气滋生乱窜, 依照彩气诀条理归顺, 不由倍感惬意畅快。 真香, 似乎修炼没那么难呀, 吞丹吃药, 谁还不会呢? 来自一众杂舞林根渣渣的觉悟, 除了我羽仙贤弟, 果然一个稍微能打的都没有。 胖虎前浩来看在眼里, 蛇羽仙在屋内盘坐调戏了一会, 也感觉自己动静似乎有点大了, 容易暴露自己, 这一点不符合狗盗中人的低调。 他干脆起身, 向睁眼看来的前浩来点头示意。 指了指外面, 前浩来一副了然神态, 也点点头表示收到与理解。 前浩来心中乐道, 看, 这和隐藏天才的默契不就有了吗? 北路1898竹舍, 即便在楚秀峰北路, 也属于比较偏僻的位置。 一排排竹舍井然有序, 沿着一条不宽不窄的灵溪建立, 彼此相隔个二三十米, 保持彼此竹舍之间, 彼此修炼不打扰的恰好距离。 顺着灵溪往北, 两岸郁郁葱葱, 紫玉竹林非常茂盛, 其是一花丛生。 深入紫竹林约三百多米, 是一个丝丝寒气弥漫的水潭, 环境静命宜人, 是个修炼的好去处。 舌宇先边走边修炼彩气, 现在的玉须彩气爵, 对他来说, 基本没有难度。 图纳彩气, 就像喝水一般轻松。 他走到寒水潭, 环目一扫, 看到水气弥漫的潭边周围大石或平地上, 已经大约有十几名少年男女盘坐骑上, 雾气缭绕, 一个个都在采集水气灵机。 这资质水平, 看来都在同社兄弟之上哦, 应该基本是一些外门老鸟。 舌宇先的到来, 为一些弟子察觉, 有人略微不喜地多看了两眼, 多数人还是淡然自若, 物自修炼。 轻手轻脚在潭边坐下, 舌宇先心神异脸, 浑弱周遭聚空禁忌, 一念存知, 身心打开, 立刻感觉到了寒水潭浓郁活泼的充沛水灵气息。 果然是个好地方, 用以前蓝星的话来说, 就是在这里修炼, 等于多加持了一个小buff。 为了不再弄出像竹舍里那样的大动静, 舌宇先这一次, 尝试着运用内在心石之力, 将心石覆盖在力所能及的二十米范围的寒水潭, 将水灵气息, 先缓缓聚在这个范围的水面上, 然后再凝成一股灵气水绳, 悄悄从脚下牵引到自己身上。 如此, 动静就没有那么大了, 即便有人也念识比较敏感, 也只会以为是潭水本身的灵力变化。 一丝丝水灵力炼化入体, 舌宇先慢慢清晰地感受到, 炼化的水灵力并没有完全凝成气流运行, 而是大概分成了三分。 一部分被自己原本瘦弱的身体吸收掉了, 约占了四分之一, 在不断地改善肉身, 补充根基。 这具身体现在实在有点太弱, 身为渡海之乏, 修炼根本, 必须先强其身, 才能畅游大盗之海。 而约四分之三的灵力, 则被体内的万灵针硬吸引掉了, 这让他非常诧异。 每次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到的灵力, 在缓缓凝聚成一缕微蓝色气流, 按照彩气绝的路线运转, 在体内形成一个似有环无的微弱小循环。 要是胖虎在此, 知道了定要高呼, 杂舞灵根不攻, 同为废柴, 比之羽先贤地者, 怎么刚修炼第一天, 就能运转小周天了? 自己当初, 可是整整花了半年多呀。 舌羽先心神微微一动, 念时查看之下, 却是发现天赋中的水法清河冒着浓郁的蓝光, 在强力吸收着水灵力, 有种汉田缝甘铃, 要喝个饱的贪婪感觉。 隐隐的, 舌羽先也发现水法清河天赋, 似乎在一点点增强。 心念一动, 停止水灵力的输入, 天赋条上的蓝光闪烁, 立刻散去。 放开水灵力的控制, 则水法清河天赋又马上使劲吸收, 一圈圈浓郁蓝光不停闪烁。 竟然吸收水灵力, 就可以提升水法清河的等阶, 有足够水灵力提供。 水法清河似乎就能从初级提升到中等, 高级, 圆满等。 舌羽先感应到水法清河传递出来的反馈波动, 心中顿时了然, 也有个对比。 在水法清河, 初, 天赋加持下, 他的灵力修为提升速度, 大概能比其他杂武灵根弟子高出50%, 但加上他武系中水灵根, 近乎顶格满蓝, 一加一效果远大于二。 他修炼速度, 是其他杂武灵根的四五倍。 不知道和四灵根, 三灵根比, 这超速能有多少? 不过如果和二灵根, 天灵根, 及变异灵根相比, 却肯定还是大大不如。 舌羽先心中大概有了模糊的对比, 直到现在的自己, 修炼速度甚至超过了三灵根弟子, 但和二灵根以上真正的天交相比, 却有肯定差得远。 现在暂时无法突破雨滴世界的第一层金币, 第二枚万灵真印, 还是个缥缈的梦想。 要提升修为, 看来目前得从水法清和天赋, 这里突破, 先让水法清和天赋进阶, 获得更强大的根基底蕴, 采气炼化速度到时, 无疑将得到惊人的增幅, 这样也能不断拉平, 与那些真正天交的差距, 修炼意图, 岁月漫漫, 争议是毫无意义, 低调地苟着, 潜心发展, 自会有一天一鸣惊人震惊天下。 舍雨仙心中有了决断, 决定还是按照目前体内灵力的分配修炼, 首先提升水法清和天赋等阶。 即便如此, 我用来提升修为的速度, 也应该与四灵根弟子差不多。 当然, 这并不保险, 根据胖虎所说, 历届杂五灵根90%多, 过不了三个月后的考验, 四灵根也仅仅50%左右的通过率。 想到这里, 舍雨仙不由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彩灵丹, 微微摇了摇头, 暗自苦笑, 浮丹克药, 果真是扎五灵根的正确修炼方式。 有水法清和着漏斗, 灵力修为提升, 当然大打折扣。 那就试试采灵丹的效果吧。 舍雨仙吞下一粒淡淡药香的采灵丹, 很快感觉到丹力迅速化开, 体内多出一股温热的灵气流, 它赶紧按照采气绝水系功法, 调动已有的淡蓝色水灵力将气流包容中和。 不过数个呼吸, 体内那一缕水灵力就微微壮大了一些。 这不由让它精神一阵, 负担果然快, 一直负担一直快。 这采灵丹效果很好, 得想办法多搞点采灵丹。 它估计, 如果有足够采灵丹的话, 或许两个月就能将水法清和天赋提升到中阶。 当然如果没有, 最后一个月, 它也酌情考虑停止水法清和的灵力吸收, 全力冲击电气七一层。 寒水潭边上, 一位青涩道袍, 外门弟子打扮, 剑眉凤木迈向极佳的少年, 感觉采气速度似乎变慢了不少。 它疑惑地查看一番, 由朝不远处的蛇雨仙多看了两眼。 奇怪, 怎么感觉附近灵气浓度下降了不少? 莫非是这菜鸟新人的缘故? 菜才子观察了一会蛇雨仙这个貌不起眼的瘦弱新人, 心里诧异, 不由越发浓郁, 我没记错的话, 这次招新, 应该是刚结束的吧? 北路丁自营, 作为最差的废柴营, 怎么会出现一个刚入门就能轻易采气的人物? 莫非是家底不菲? 早早就负担练气, 菜才子陈英一会, 不由暗自留意, 将蛇雨仙相貌记住, 觉得必须认识一下, 多一个潜在客户。 他入门成为外门弟子已经四年, 练气二层的修为一直停滞不前, 为了冲击练气三层保住外门弟子身份, 他甚至放弃了许多宗门任务, 今年半年多都待在北路小灵坛修行, 而之所以可以不用做宗门任务还混得下去, 自然是有两把刷子, 这从他深周二三十米内没有外门老鸟愿意靠近也看得出, 应该是个颇有手段的角色。 天色渐晚, 紫竹林小灵坛光影变得暗淡, 更加幽深迷离起来。 小灵坛四周端坐彩气的外门弟子开始停止修炼, 陆续起身离开, 肚子还真有点饿了。 去善堂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没? 希望能有点灵瘦肉打打牙剂, 补充下元气。 唉, 又是看不到希望的一天, 哭作一日, 修为毫无进展, 轻衣弟子们轻声嘀咕着, 或结伴或独行, 身影纷纷消失在紫竹林。 咕咕。 蛇语仙也听到自己肚皮叫了, 一阵饥饿疲乏感袭来。 他也赶紧起身, 打算先回竹舍, 和废柴者联盟六节一起去擅堂用餐。 忽然, 一个剑梅凤木的轻衣少年从旁边快速走出, 微笑着向他打招呼, 其人风度翩翩, 笑容和煦。 这位师弟, 你应该是刚入门的新人吧? 现在是饭点时间, 要不我们一起去擅堂。 菜才子尽量保持风度, 一派恰好顺路的样子。 蛇语仙微微一愣, 连忙回了个礼。 语仙见过师兄, 我的确是刚刚入门。 不过, 我打算先回下宿舍, 就不劳烦师兄了。 如此也好, 我就先走一步了。 哦, 相见及有缘, 我叫菜才子, 好道光, 也是常年待在小灵坛这里修炼的。 道光也及菜才子被拒绝, 也丝毫不在意。 反而友好地点了点头, 快步转身离去。 第一次算是认识一下, 只要在小灵坛这边, 以后就有的是机会增进同门友谊。 我道光小灵坛坑王之称, 又岂是浪得虚名。 舍宇仙之所以拒绝这位道光师兄, 是觉得其人即便装作巧合遇见, 也有点装过了。 而且, 作为修为再生的外门师兄, 对新人是不是也太友好了一点? 君不见, 小灵坛其他外门老鸟, 都一个二个鼻孔朝天, 根本不带看舍宇仙一眼的傲娇神态。 作为涉事不深的修真心嫩, 我谨慎小心一点, 没毛病。 舍宇仙一边想着事情, 一边快步离开紫竹林, 得赶紧去擅堂就餐, 去晚了好东西就剩不下了。 而且得快点吃完, 继续回到小灵坛站位置, 毕竟晚上才是采集水灵契机的最好时辰。 白天人都稍微有点多, 晚上一点更加拥挤。 真是我了个去, 内卷无处不在啊。 竹舍六劫其他人早就等得舍宇仙了, 这入门第一餐, 还是一起去, 更有仪式感。 宇仙贤爹, 哥哥们可就等你了, 修炼虽然重要, 但也注意身体。 胖虎前后来呵呵一笑, 打去的同时, 又不着痕迹地表达出自己的关心。 不愧是富二代, 一千八百九十八带头大哥这交际手腕, 带人出世, 硬是滴水不漏。 走走走, 早饿得不行了。 听说外门扇堂时不时也有灵兽肉, 我还没吃过呢。 今日开修大吉, 在胖哥采灵丹的强力支持下, 我第一天就有了点气感。 按这速度, 最多不过十日, 小帅我必然宁练出第一缕自己的灵力。 作为一千八百九十八竹舍兄弟的结拜餐, 今天我请客, 灵肉必须得有。 在一气风发毫无人性的前号来带头下, 众人迫不及待地去外门扇堂救食。 北路外门扇堂, 人流涌动, 食物的香气弥漫。 每个餐桌上基本都做了人, 有正式外门弟子, 一身青色道袍, 在大部分杂乱衣着的入门新人中, 分外显慕。 这也让北路外门弟子分为骄傲。 圣者为王, 废柴亦有别。 历来能在北路甲字房淘汰营留下来的, 都是四灵根下, 及杂五灵根中的佼佼者, 不过十分之一, 确实值得骄傲。 外门扇堂对入门新人, 无疑是友好的。 除了零售肉, 要用零食买, 其他香噴噴的小零道米饭, 和普通肉食都不要钱, 每人定量供应, 而是饿不着的。 玉琛宫这么大个宗门, 怎么能饿着弟子们呢? 大家尝尝这蟒熊肉, 这可是大补之物, 经常是能增强体质, 让人气力大增。 大家排队取餐, 找了人少的饭桌坐下, 然后胖虎前后来, 花了十块低级零食, 买了五斤蟒熊零售肉。 胖虎这大手笔, 甚至让不少外门清衣弟子, 都择舌不已, 同时也有点羡慕蛇语仙他们。 就问你, 谁不想, 有个毫无人性的同门兄弟? 不远处的蔡才子, 更是不留痕迹地, 多看了这边几眼。 这位外貌气质都比较出色的清衣弟子, 似乎和其他北路外门弟子, 关系不是很好的样子, 没有人愿意跟他坐一起, 反倒很是热情地, 和身边的新人师弟搭起话来。 还真好吃, 吃下肉, 身体都暖洋洋的。 大家好不客气, 如鳄虎扑时, 蛇语仙也赶紧加了一坨滚烫红亮的铃肉。 虽然肉质口感略有点粗糙, 但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吃到肚子里, 立刻感觉有明显的热力涌现, 在滋补着身体。 朱仙镇老乡李潘, 在人群中看到蛇语仙跟摄友关系这么融洽, 还有个前后来这样财大气粗的摄友, 也有些羡慕。 不过, 李潘是比较沉默少语的性子, 在来玉成宫的路途上, 就比蛇语仙还话少。 他隔着桌子, 向蛇语仙打了招呼, 也没有特别过去说话。 入玉成宫之前, 是期待雀跃, 入门之后, 却是压力山大。 李潘性格不善交流, 属于乐于享受孤独的那种, 所以到现在, 和他的摄友, 也是比较疏远, 关系很一般。 在当初王云超, 带小云为首的两个小圈子中, 李潘因为认识和雪, 便站在王云超小圈子, 但基本是个中立姿态, 没有对过人。 以他四灵根下的资质, 不出意外的话, 或许三个月后, 就得再回去了。 蛇语仙也看到了这个一同分配到北路的老乡, 也微笑点头示意, 心中却是轻轻一叹。 玉成功是大千福昆界赫赫有名的修真门派, 资质, 福元不够的弟子, 必然会很快被淘汰, 但即使过不了三月之期, 但得到了采气绝, 有以后, 也可以另则先路, 做个散修, 或者去其他小门派试试, 还是可以的。 大家用膳速度都很快, 吃完就匆匆离去了, 都要争分夺秒修炼。 蔡才子看着蛇语仙, 前后来等一行人离开, 神色若有所思, 也带着在善堂刚认识的几个新人, 大家有说有笑地走出善堂。 诸位师弟, 新人入门手上的零食、 彩灵丹等资源, 一定要利用好, 毕竟你们每月都只有四块零食, 和一小瓶彩灵丹。 按照师兄我的经验, 彩灵丹留着自己修炼,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几块零食, 却需要好好算计一下。 我认识一位练气七九层的那门师兄, 精通炼丹术, 他手上有个很好的炼丹项目, 在收集一些比较稀有的零食材料, 大家也知道, 品项好的丹药非常抢手。 内门师兄只是手头运转没那么方便, 所以在筹资炼丹。 这项目月回报率很高, 基本有一半的高额返现, 也就说, 投入四块零食, 一个月就能获得高达两块零食的回报, 菜材子风度翩翩, 侃侃而谈, 看上去一副新人救星的姿态, 把几个新人说得一愣愣的, 有的眼中直冒金光, 有的半信半疑。 倒是善堂中那些外门轻衣弟子, 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鄙夷之色, 但也没人去惹菜材子。 也许菜材子真的有一位内门师兄撑腰, 这些外门弟子, 没必要为几个新人出头。 嘿, 被盗光这坑王蒙骗的新人还少吗? 我等其实曾经也是受害者。 这位内门师兄, 一般是不会接受, 向你们这些新人的投资的, 但我可以当个中间人, 有好处大家一起拿。 你们也不用担心打水漂, 或者上当受骗, 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我基本都待在紫竹林小灵坛那边修炼。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 三个月后, 你们手中的零食, 将比其他同门多出一半, 六块零食, 可以买一瓶彩链丹。 你们相当于比同期竞争者, 多出一瓶彩链丹的优势, 留在宗门的机会, 自然大大增加。 师兄, 请务必帮我们投资一下内部师兄的链丹项目。 现在四块零食, 根本买不到一瓶小链丹, 用来投资获得高额回报, 反倒是将零食作用发挥到最大。 四五位新人心动了, 又第一个人痛快掏出了零食, 其他有点犹豫的, 也就纷纷加入。 蔡才子神情淡然, 不动声色, 将零食一一收下, 然后微微一笑。 诸位师弟且放心, 道光师兄, 我做生意最功报。 回到竹舍, 蛇语先跟其他六节说了一声, 也没有逗留, 就去小灵坛了。 六弟真是太勤奋了, 简直是我被楷磨。 前后来, 钟小伟, 向绍聪等摄友, 不由感叹, 颇感压力的同时, 也有了勤奋的动力。 草根逆袭很励志, 草根需要先感动自己。 月圆如盘, 皎洁如玉。 月色眼映之下, 夜晚的紫竹林竹影婆娑, 小灵坛水气阴晕, 如飘逸的鲜雾, 一般在竹林间流动, 美轮美奂。 蛇语先本想在原来位置上, 继续采气修炼, 来了才发现, 自己还是晚了, 而且还是一位轻力脱俗的双马尾师姐。 而且, 除了自己的位置被占了, 小灵坛四周, 好像也被挤爆了。 怎么一到晚上, 这小灵坛人气, 直接飙升了十倍。 蛇语先看到那位轻衣小师姐, 似乎也一下悟了, 前世今生, 眼狗党无处不在啊。 嗯, 看到这位小师姐, 我的心跳也好像快了一些。 这位双马尾小师姐, 大约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宝石一般的双眸极为灵动, 翘脸白皙粉嫩, 仿佛吹弹可破, 而且似乎提前发育了, 一席修身青涩道袍, 勾勒出极为窈窍动人的身姿线条, 整个人飘渺出尘仿如仙女入凡。 而且, 这位小师姐, 还带着修炼界明星一般的光环, 气场强大, 深周二十多米内, 没有其他弟子敢待在那里。 反而再不远处, 那些自残行贿的外门男弟子, 一脸仰慕, 欣赏的诸葛神态, 目光时不时地飘向青丽小师姐身上。 晕, 这是修炼还是追星? 这种浮躁心态, 能有什么效率? 纯粹抢位不作为? 蛇语仙心里吐槽着, 只得找个离小灵坛有点远的地方, 盘坐修炼起来。 哦, 同时扶下一粒彩灵丹, 现在还是有点渣, 任命客药, 有什么不好? 双管齐下, 效果强大, 体内水灵力一缕缕地迅速凝练出来。 水法清和天赋条蓝光直冒, 瘦弱的体质微不可查地一点点增强, 留在体内进行小周天循环的灵气, 也慢慢凝练了起来。 在蛇语仙沉浸修炼的同时, 前来小灵坛的轻衣男弟子越来越多, 隐隐约约的也能听到, 他们小心又激动的碎语声。 玉成宫外门第一美少女, 宁仙轩果然每个月中的夜晚, 都会来北路小灵坛采气修行。 果然容颜与身材俱佳, 气质更是飘逸如仙。 哎, 也不知今后会便宜了哪位道友, 也不知道宁仙轩为何要从外门弟子开始做起, 听内门师兄们说, 他背景可是极为强大, 有可能涉及到宗门元英道人前辈。 听说了吗, 仙轩炼气气修炼的功法, 就是我们玉成功根本法, 黄庭经, 需要将武器凝练到圆容觐见, 一旦攻城, 助击挥手即可突破。 闭嘴, 谁让你张口闭口, 仙轩仙轩呢? 你这是在亵渎我的女神? 宁仙轩? 蛇语仙? 怎么感觉有点乖乖的, 后名字有点像啊。 修炼中的蛇语仙心中嘀咕道, 由于他念识足够强大, 可轻松做到一心两用, 听到绝美小世界有关话题, 也忍不住旁听了起来。 唉, 都是少年啊。 今夜的北路小灵坛, 是一群青春骚动的修道少年, 和一位美丽少女之间的美好故事。 直到午夜过后, 随着宁仙轩款款离去, 小灵坛才热闹散尽, 留下一地淡淡的忧丧。 蛇语仙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 回到竹舍, 直接呼呼大睡起来。 身体还是有点太弱, 修炼采气有点过猛, 经脉隐隐有些胀痛。 以肉身为乏, 心念为灯, 方能在修真大道上畅游渡海。 所以这灵力改造身体的消耗, 还是缺少不得的。 竹舍, 小灵坛, 善堂, 如此三点一线, 转眼十来天过去。 蛇语仙沉浸在修炼的快乐中, 那灵气流已经凝聚成一缕清晰的淡蓝色细线, 身体也在无形中变得强壮不少, 终于有些挺拔之姿。 这种每天都在不断变强的感觉, 让它沉醉, 怪不得修饰一修炼起来, 可以不知日月轮转, 沧海桑田。 按照我这种速度, 三个月后不但能够突破炼气一层, 水法清和天赋也能蜕变境阶。 只不过, 这有太费丹药了, 两瓶多的彩灵丹已经被我磕完了。 今天一早醒来, 蛇语仙没有急着去小灵坛了, 他躺在竹床上, 思索着怎么赚点修炼的灵石丹药之类。 经过有心的打听, 他从胖虎前后来那里, 也大概了解清楚了玉成宫外门的一些事项。 楚秀峰南路, 是外门堂口方式主要聚集地, 外饰店, 外门单方, 福堂, 契阁等等都有, 外门弟子日常修炼所需的一切, 基本都能从那里获得, 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灵石。 我可以去南路方式看看, 甚至去外饰店接接力所能及的任务, 比如看护灵田, 呵护灵职等, 我一身种田天赋, 可以利用起来。 甚至, 如果材料能搜集到, 酿一些加强版的七真果酒, 来去方式兜售, 也应该会受欢迎, 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蛇语仙便再也坐不住, 赶紧起床就要外出。 前后来开口叫住了, 一副本少早已料到的神色, 六爹, 你这是要去南路小方式? 我陪你一起去吧, 要不你被人卖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到南路方式, 小帅, 库比, 土憨, 木头等其余四节, 不由神情一阵纷纷翻身起床, 嚷着, 也想去见识见识。 前后来不由一番白眼, 说道, 如果你们有老六这样的修为进度, 一起去逛逛, 倒也无妨。 方式是吞钱巨兽, 去了看花了眼又买不起, 反而扰乱你们的道心。 前后来这样一说, 四节顿时脸色羞红, 不好意思说去南路方式炸街了。 蛇语仙被胖虎拉来礼数典型, 倒是有点不适应, 只好略带歉意地朝舍友们笑笑。 他的修为提升肉眼可见, 比宿舍其他五人可是强出一劫, 前后来他们都不由感叹, 老六是外门遗珠。 看着蛇语仙, 前后来携手说笑着快步走远, 逐舍四节不由各自轻叹。 俺这算看明白了, 老大对待六弟, 确实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啊。 土寒王大山都看出这一点, 雨仙应该有没被测出来的特殊体制, 所以修炼比我们快了许多。 小帅钟小伟略有所思。 诸位舍友, 在按照目前这种修为进度, 三个月后我们都得滚蛋, 还是得狠近修炼啊。 酷比向少聪, 面色沉重。 资质不行, 机缘来凑。 木头我觉得, 要抱井老大和六弟的大腿, 一个家里有矿, 一个是钱力鼓, 平时化比较少的木头林木生, 导出了修真界的残酷现实。 林木生的话, 让大家都静静思考起来。 踏上了修炼之徒, 就没有回头路, 大家都不愿意, 做回那庸庸碌碌, 百年之后的种中枯骨。 修真修的是财屡法地, 财法地虽缺, 但大家, 却契合了一个屡字。 难得有缘, 同一宿舍有两个貌似钱力不凡的人物, 这就是慢慢到途中的一线机缘。 南路小方式, 楼阁零次至比, 来往人流如之, 很是热闹繁华。 之所以叫小方式, 是因为玉成功真正的大型方式, 在天交风, 那里才是真正的琳琅满目, 高修大能也频繁出没。 楚秀峰这里的小方式, 这里主要是为外门弟子服务的, 此地买卖交易的担服器件等, 也主要是练器器档次。 当然内门弟子也经常来这里, 因为这里, 也能逃到不少好东西。 毕竟每个宗门外门弟子, 都是最多的, 流动频繁, 外出游历任务, 也带回大量灵财, 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价格比较清明, 手头不宽裕的内门弟子, 也大把人在。 他们有空, 都会来小方式逃逃金。 目光所及, 几乎全是身着宗门青色道袍的弟子身影, 像蛇羽仙。 钱浩来这样, 新人杂衣打扮得甚是罕见, 心嫩根底一览无疑。 新人不好好修行, 竟有心情来逛方式, 兜里, 能有几块零食。 各种或比语讽刺, 或好奇好笑的眼神投射过来, 让蛇羽仙与钱浩来, 脸色有些皂红。 羽仙, 你这次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要不是为了陪你, 我才不来小方式, 被这些师兄师姐及前辈这样看着, 体验可够糟糕的。 钱浩来勉强保持镇定, 顺便在六弟那里刷下人情分。 蛇羽仙也觉得有些尴尬, 心到还好胖虎跟着来了, 否则今天说不定要一无所获, 新人就是没地位, 在这里买卖交易, 不被吃干抹尽才怪。 好, 这次幸好有胖哥陪同, 羽仙记住了, 以后有需要我一定尽力。 嘿嘿, 验出六弟你应该有些本事, 如果有好想法好点子, 我这里还是能注资个几十块零食的。 得到蛇羽仙一个的小承诺, 钱浩来心情大好, 马上又摆出了我有钱的派头。 说到注资时, 钱浩来顿了一顿, 犹豫了下才继续说道, 六弟, 你有没有被那个道光师兄纠缠过? 我看他好像跟你说过几次话。 我跟你说, 这人在北路外门弟子中, 可是臭名昭著, 专门诈骗涉事不深的新人, 他如果叫你投资什么项目, 你可千万别信, 蛇羽仙笑了笑, 说道, 小灵坑坑王嘛, 倒是和他有过几次巧合的邂逅。 此人确实可恶, 也跟我说过, 投资什么那门师兄炼丹项目, 被我一口拒绝了。 提到道光师兄蔡才子, 蛇羽仙也是醉了, 这种不入流的骗钱手段, 岂能逃得过他这双眼睛, 钱是蓝星类似手段太多了。 他没有上当, 但却亲眼看到一些新人, 被蔡才子一番天花乱坠, 乖乖地掏出了零食。 不过他知道, 蔡才子敢这么做, 一定有靠山, 所以也不好曝光得罪其人。 万一被蔡才子一个小火球, 或水剑啥的秒杀了, 那就是, 没有后悔要了。 蔡才子入狱成功, 成为正式弟子近四年, 手上岂会没修炼一两杀伐术法, 对付新人绰绰有余。 在来小方氏的路上, 蛇语先就跟钱浩来说了, 想找下七真果酒的酿造材料。 按照他的想法, 如果用蕴含灵气的灵才, 酿出来的修真加强版灵酒, 品质一定会更加出众。 当初在十里坡村, 他不过用山林香野里的一些材料, 就能酿出让德正, 德才道人, 赞不绝口的七真果酒。 现在南路小方氏, 各种低级灵才灵满目, 肯定能找其可以替代升级的灵草灵果等。 他终究决定, 暂时还是走酿酒, 赚钱的路。 因为路上钱浩来说, 看护灵田, 有时候会遭遇灵寿袭击, 这也太危险了。 而且呼风换雨费灵力, 用来提升修为还不够呢。 总的来说, 看护灵田的任务, 对他来说, 还是不够低调, 不服狗盗。 至于利用灵植催生天赋, 去接培育呵护灵植的外门任务, 钱浩来更是呵呵了。 哪个师兄, 长老会信一个刚入门才十几天的菜鸟, 有能力把他们的珍贵灵花起草给打理好呢。 作为富二代, 钱浩来揣摩人心, 琢磨生意, 还是有一套的, 让蛇语先觉得靠谱。 如果七真果酒, 真有六地, 你说得那么好, 那肯定能赚钱。 而且能大赚特赚, 因为很有可能会是能辅助修炼的灵酒, 口感还这么好, 外门弟子, 绝对屈之若物。 真那样的话, 也能拉小帅, 吐憨他们一把, 毕竟他们可不是, 雨仙你这样的变态, 没有足够采灵丹, 到时, 基本没有留在宗门的可能, 前后来琢磨之下, 越发觉得, 七真果酒可以做, 必须做, 还可以带动一千八百九十八竹舍, 一起富起来。 其余竹舍四节资质不行, 真酿酒打下手, 方是兜售等出苦力的活, 还是能干的吧。 这位师兄, 这来历没怎么骂。 一个小摊位上, 舍雨仙看中了一种叫蓝灵煤的低级灵果, 试探着问价。 摊主是位二十多岁的炼气七师兄, 摆摊卖的都是一些低级灵质, 灵果, 还有几块色泽斑斓的矿石。 这位摊主师兄比较随性, 扫了舍雨仙两人一眼, 笑了笑说道, 看你们也是没什么钱的新人, 咱也没什么油水, 一块零食两斤, 买得多还可以便宜一点。 舍雨仙与钱后来对视一眼, 觉得这位摊主还是比较实在点, 不像之前问价的那些摊主, 狮子大开口摆明了欺负青嫩。 可以。 另外, 师兄这摊位上的蛇果, 灵性等这些, 我都想买。 师兄都给实在价, 以后还有的机会合作。 舍雨仙在摊位上发现好几种都可以用来替代升级的七真果酒材料, 心中不由暗喜。 这位随性师兄懒洋洋看了一下蛇雨仙药的灵果之类, 洒脱地挥了挥手, 这些也都是不太值钱的玩意, 黄亭山脉到处都是, 就是口感鲜甜蟹。 这样吧, 没满十斤就便宜一块零食, 你们能打包买走, 我也省得在这里摆摊浪费时间。 师兄高业, 舍雨仙与钱浩来闻言大喜, 当下将这位师兄摊位上的五种灵果全卖了, 这支出也是让舍雨仙有些吃惊, 竟然一下子花了四十多块零食。 还好, 随身携带胖虎一枚。 对七真果酒市场极为看好的钱浩来, 以零酒生意合伙人的身份, 聚资注入皆大欢喜。 摊主师兄将摊位一收, 潇洒离去, 看样子是要去单方购买修炼丹药了。 当然临走也没忘了递给舍雨仙一枚通讯玉符, 我是道合, 自己在宗门租了块零田, 也经常外出采集一些零果零草, 在小方式摆摊, 以后有需要, 用通讯玉符扣我。 这位道合师兄显然是轻种田加采集流, 也算较为安全的修炼路线, 缺点是来前漫还少, 而且由于斗法对阵经验较少, 实战能力也不会多高。 道合师兄倒是个妙人, 这没通讯玉符也得四五块零食吧, 眼也不眨下, 就给了我们。 舍雨仙在南路小方式这里逛了一圈, 眼界大开, 起码一些低级修饰经常用的东西, 如通讯玉符等等, 也知道一个大概的价格。 用脑海里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来说, 就是做了个初步的市场调研。 以此对比, 也可以给即将诞生的七真果零酒定个市场价格。 说实话, 虽然生意时间上缺少经验, 但市场格局于远见上, 却是远超过了胖虎前后来。 接下来, 两人又花了时间, 将另外两种零果买了回来。 至此, 七真果零酒酿造材料被齐。 舍雨仙还和前后来算了一番账, 零果, 酿酒器具, 酒坛等材料, 共花费六十多枚零食, 主要是零果材料贵, 器具酒坛之类都是繁俗用具, 不止两块零食。 这意味着, 首批七真果零酒至少得赚回一倍, 也就一百二十枚零食, 这生意才有搞头。 当然, 在舍雨仙看来, 翻个背不算什么, 只要到食处品好, 再翻一翻卖出去, 也不是难事。 胖哥, 还有零食吗? 看能不能先设个账, 我想买本水剑术。 买完酿酒材料后, 舍雨仙还看上了一本水系法术, 水剑术。 水剑术, 凝聚水灵力, 如飞剑一般射向敌人, 属于水灵根修士, 在炼器竟出漆, 比较大众得攻击施法御敌手段。 前后来肥脸颤抖了几下, 肉疼得捂住储物袋, 连声说道, 真没几块了, 得留一点应急。 水剑术, 下次零酒赚钱再买吧。 其实, 如果可以等到三个月后, 正式败入宗门, 去藏经阁, 可以免费选两门炼器七道法的。 这一次消费六十多枚零食, 地主家也没有鱼粮了哇。 那就只能这样了。 蛇语仙有点惋惜, 她灵力凝炼如现, 感觉可以驾驭一些, 耗灵较少的炼器初期法术。 作为蓝星人, 她深知在赚钱的同时, 要有一些自保手段。 哎, 这该死的抢破安全感, 护持手段, 只能等首批零酒资金回笼后, 再说了。 嗨够完毕, 两人一溜烟小跑回了北路 一千八百九十八注射。 虽然两人有点紧张兮兮, 但路上没有遇到方施路财, 在半路杀人夺宝之类事情。 这里是玉成功, 大千福昆界九大支柱级的修真宗门, 道统传承超过了万年之久。 高层大佬们, 不可能也不允许这种事情, 随便发生在门派内部。 当然, 再严密的宗门, 也会有一些意外。 小帅, 土汉, 库比, 木头, 你们都过来, 六弟这次要带我们一起发财。 都机灵点, 快来谢谢雨仙贤弟。 钱后来一进竹舍, 就高兴地喊了起来。 四姐也停下修炼, 嘻嘻哈哈地围了上来, 听蛇雨仙一番酿酒说叫。 这第一批零酒, 我希望至少赚个三百块零食。 嗡。 蛇雨仙刚说出个预期, 包括钱后来在内的五节, 不由齐齐气血上涌, 激动得满脸战红, 脑瓜子嗡嗡直响。 我去, 原来你是这样有野心的老六, 不过胖哥我喜欢。 我的天, 能赚回三百多零食, 这零酒, 有这么好卖吗? 被蛇雨仙一番大饼攻击下, 北路1898竹舍 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与动力。 信六弟, 必发财。 六弟所指, 我等必不折不扣做到极致。 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在蛇雨仙的指挥下, 将五十多平方的竹舍空间, 进行了一番大改造。 整个竹舍将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酿酒发酵的空间, 一个是大家日常睡觉修行的地方。 这就得下番功夫改造调整了。 不过, 以后大家就要与灵酒相气为伴了。 如果酒香会影响专注力, 那大家也会去竹舍外面修炼, 看在灵石的面子上, 没什么不可以变通的。 取小灵潭泉水, 化七果于一缸, 容六结希望于一酒。 酿造费时两天, 发酵七天。 在忙碌于等待之中, 月笛悄然道来, 首批七真果灵酒, 唇香开合。 诱人的酒香弥漫, 在大家眼巴巴的期待注视下, 舌宇仙举杯品尝第一口。 舌宇仙浅细品, 只觉甘烈净爽, 口感炸裂。 酒入肚肠, 便有一股热气, 如被点燃的火焰, 瞬间蒸腾, 虚余后, 又转为丝丝灵力气息, 来回激荡, 运转采气绝, 便能快速融入自身的灵力循环。 这灵酒, 成了。 他睁眼开双眼, 举杯胜利事宜, 开心的笑意如陈阳升起, 振奋人心。 太好了。 我们成功了。 就等这句话的前后来, 钟小伟, 王大山等人瞬间用力嘶吼起来, 又跳又抱的, 激动的眼神, 分明跳跃着青春希望的光芒。 接下来把七真果灵酒, 分别用白玉坛装起来, 包装高级点更豪卖。 蛇与仙也笑了起来, 虽然要分出一部分利益给他们, 但能照顾一下伙伴, 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用修真的话来说, 就是念头很通透, 心神才无漏。 也有另一宗念头通透法, 就是绝情绝性, 将一颗心炼的冷漠如冰, 自然不为他误忌绊了。 每个人都品了几口, 就没有不赞不绝口。 王大山甚至憨憨的提议, 要不灵酒别卖了, 大家分一分, 用灵酒修炼, 比采灵丹效果还好太多。 但要磕多了, 就要抗药性, 需要时间来缓食。 但灵酒不一样, 抗性非常微弱, 一直喝一直爽, 醉意逍遥中, 还能修为提升, 试问哪个修饰能抵抗他的魅力。 蛇与仙之前就问过钱号来, 知道灵酒这特性, 所以对定价非常有野心。 仙琼号灵酒, 一谈卖十五零十, 大家觉得怎么样? 蛇与仙心中估算了一下, 然后定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黑心价。 仙琼号就是灵酒品牌名称, 是大家商议后, 决定用蛇与仙名字中的仙字冠名, 以示尊重这款新灵酒的创始人。 首批灵酒大概能装个二十坛, 可能会多一两坛, 蛇与仙信心很足, 就卖个三百块零十, 这要求不高吧。 钱号来等人听到这个高价, 都有些不可思议, 老六你也太敢开价了, 这一坛灵酒, 就能买两瓶多彩铃丹了呀。 这, 是不是有点高了? 胖虎都有点犹豫没信心了, 代表大家弱弱的发问。 蛇与仙知道大家的心思, 但市场格局这东西, 也不好解释, 只得尽量拉升大家的想象力。 大家不要用新人的世界观, 去想象真正修饰的价值观, 放心吧, 零九值这个价, 玉成功新人, 以及炼器初期弟子, 或许兜里没几块零食, 但炼器竟后期 哪个没有几百上千零食揣着, 内门弟子拥有各种产业, 更是大多富的流油。 零食常在, 而零九不常有, 能快速提升修为的, 才是真正的稀缺品。 行, 六地的方子和点子, 零九的定价, 你说了算。 前后来他们也不纠结, 卖糕点, 大家也能多挣一点是不。 我们先用五坛零九, 到小方市投食问路, 同时, 胖哥带零九样品去踏云阁, 看着号称大千福昆界第一伤盟收不收。 蛇语仙很快分配好任务, 他带土酣, 小帅去小方市摆摊卖酒, 让胖虎, 库比, 木头, 去踏云阁。 之所以, 让钱后来去踏云阁, 也是胖虎自己提议的, 说, 一旦是成, 练器器修炼资源, 就根本不用愁了。 新人是没资格踏入天交锋的, 而胖虎有点金丹大能的背景, 能找到该金丹前辈的一名内门弟子, 以内部弟子仆役的身份混进去了。 至于蛇语仙带上土酣和小帅, 那是因为好用。 王大山别看酣酣的, 但皮操弱厚力气大, 人高高大大的, 站在边上也能振振场子。 小帅钟小伟擅长交际, 买卖吆喝少不了。 至于号称大千福昆界商界第一巨头的踏云阁, 那是设在天交风最显眼的几个建筑之一, 它不是玉成宫自己开的, 而是由福昆界几大修真巨拨创建, 分阁遍不介于, 生意无所不作, 没多少人敢不给面子, 在很多势力, 强大的宗门内都设有分阁。 据说, 玉成宫某位已引记三百多年的太上长老, 就是踏云阁的股东之一。 踏云阁卖货也收货, 但品质要求极高, 不是极品不卖, 不是好东西不收。 如果先穷后, 零九能被踏云阁采纳, 那这名气可是瞬间就能打开, 前四朝来, 就怕你货不够多。 当然, 七真果零九级别还是低了一点, 踏云阁未必看得上眼。 毕竟这零九对炼气镜修饰, 是效果很好, 但助击以上, 可能零力转化效果上, 就会很微弱了。 一是因为助击镜以上修饰, 零力精纯深厚, 本质已与炼气镜截然不同。 二是七真果零九用的材料, 不过是最便宜的那些零果等, 效果再好, 也有其上限。 又是南路小方市, 外门轻衣云集, 热闹依旧, 熙熙攘攘。 舍雨仙带着钟小伟, 王大山, 在小方市摆摊一条街中找了个位置, 摊开一张红绸布, 将五坛仙琼号, 零九摆了上去。 他还特地制作了一个大树牌, 让有些脸薄羞耻的王大山, 举着左右晃动。 牌上两行大字, 简单明了, 深得蓝星广告噱头精髓, 一坛九底半月功, 仙琼号你值得拥有。 心嫩开市, 红布金字, 壮少摇旗, 小帅吆喝。 好家伙, 这广告架势一打出来, 顿时成为小方市, 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人来人往地摆摊一条街, 顿时有股小人刘聚停在零九摊前, 二十多个外门弟子, 围着瞅来瞅去, 有点好奇, 十分新鲜。 真是一群可耐的师兄们啊。 三位小师弟, 这摊摆得不错, 很是让我等耳目一新啊。 哟, 喝一坛酒, 酒能相当于我苦修半个月, 能不能再夸张点? 你们几个新人, 也能倒不出零九来。 如果是骗人, 后果多严重, 你们知道吗? 仙琼号, 仙界穷将, 口气这么大。 零九摊位前, 越积越多的青衣弟子, 开始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蛇语仙仪看人挺多的, 微微一笑, 便直接将一坛零九开封。 顿时, 一股浓郁又轻烈的诱人零九香气 飘散开来, 让人食指大动。 几个中年道人, 竟然忍不住地吸流口水起来。 竟然这么香, 以我几十年的品酒经验, 这零九假不了, 起码味道, 应该很不错。 一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黑须轻袍道人, 闻着酒香, 眼中金光四射, 酒瘾发作, 忍不住就靠近使劲闻了闻, 然后频频点头。 黑须道人有些迫不及待地, 向蛇语仙问道, 小师弟, 你这酒怎么卖? 蛇语仙剑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价了, 心中大喜, 当下失礼回话, 师兄, 我们这仙琼号零九一谈, 只卖十五块零食。 摊味四周看热闹的弟子们, 顿时吸了一口冷气, 这瘦瘦弱弱的新人, 修为不堪入眼, 口气倒是大得很啊。 十五零, 说贵也不贵, 如果你这零九, 真能提升修为的, 而且口感不差的话。 中年黑须道人, 虽然有点惊讶, 但似乎还算预期之中, 说道, 小师弟, 能否品尝一下? 当然可以。 蛇语仙连忙回答, 然后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玉杯, 让钟小伟, 抱坛倒了一杯。 是酒? 蛇语仙, 钟小伟, 王大山三人, 可是丝毫不担心, 零九品质, 逐摄六节, 早已信心十足。 中年黑须道人接过小玉杯, 有些急切的一口闷下, 然后马上闭眼, 沉浸酒香之中, 神情几分震惊, 几分陶醉。 好酒, 果然是顶好的零九, 口感极佳, 转化凌厉的效果也很不错。 在围观吃瓜中的好奇注视下, 中年黑须道人睁开眼睛, 惊喜地直接掏出零食, 这是十五零, 给我来一谈。 蛇语仙三人闻言, 顿时喜不自惊, 脸上露出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新人标志性傻笑, 让围观轻衣弟子们一阵打去嬉笑。 蛇语仙笑呵呵地, 将一坛仙琼号零酒递给中年黑须道人, 然后退回两枚零食, 师兄是我们开业第一位贵宾, 优惠酬兵, 只收您十三块零食。 中年黑须道人不由哈哈一笑, 也不矫情, 将零食和酒坛都收入储物袋中。 你这娃娃, 人小鬼大, 摆个摊也能整出这么多门道, 怪不得能倒不出这好酒。 黑须道人买完酒, 急着回去好好品味一番, 迅疾匆匆离去。 这酒还真行, 刚才那人不会是拖吧? 听你这话, 我就要笑了, 刚才那位可是恋气八层的倒醉师兄, 好酒是有名的。 倒醉师兄都说可以, 那这酒应该就是真可以。 感情中年非须道人, 还是个小名人, 这可是活生生的广告代言啊。 一名年轻道人也要了一杯试喝, 然后略有些肉疼的, 掏零食买了一坛。 五坛酒一下, 就只剩下三坛。 蛇语仙微微一笑, 又刺激了一下, 有点犹豫的为观众。 我们这些穷好零酒, 总共就没多少。 今天只卖这五坛, 各位师兄心动就赶紧行动, 手快有手慢无啊。 听到只卖五坛, 人群中几个好久的轻衣弟子, 便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出手, 剩下三坛零酒, 转眼一寿而空。 哎, 慢了一步, 我刚想掏零食来着。 现在的新人真是可怕, 这五坛酒, 就挣了七十多块零食, 比抢钱还快吧。 各位师兄, 明天还是这里, 还是五坛仙穷厚, 我们不见不散。 酒卖完了, 热闹也看完了, 一众围观弟子感叹, 羡慕, 眼红者皆有之, 纷纷化作鸟受散。 雨仙, 六弟, 我们这是成功了。 钟小伟犹如梦中, 惊喜到不可置信。 嘿嘿, 六弟就是厉害, 我们足足挣了七十多块零食, 一只举牌, 甚是招摇惹眼的王大石, 赶紧丢下牌子, 土憨憨的脸庞, 一派狂喜。 舍雨仙也很高兴, 定价这么高, 本来还要点忐忑的, 没想到手劈就卖爆了, 这摆摊才一会儿的功夫。 我先去买本, 水剑术, 剩下的, 等回去, 大家再分一下。 怀揣七十三枚零食, 舍雨仙心头火热, 终于可以入手人生首个法术, 水剑术了, 风风火火地跑到上次那个贩卖低级法术的小摊子, 摊主是位有点懒散的女弟子, 舍雨仙讨价还价几次, 这女弟子就有点不耐烦, 以十五块零食, 将刻印水剑术的玉符卖给了她, 相当于舍雨仙用一坛零酒, 就换取了这水系大众法术, 水剑术。 上次来问价, 这位家里可能有点矿的懒散女弟子, 还一脸不耐烦, 报价二十块零食来着。 三人在小方市找了个稍微安静的地角落, 舍雨仙让钟小伟两人一旁等候下, 便迫不及待地将术法玉符排在额头。 一蓬淡淡的白光闪过, 玉符化为星星点点散落消失, 同时一段关于水剑术的, 施法绝要清晰地留在了舍雨仙的脑海。 这是传法玉符使用的方法, 如果是高档点的玉符之类, 则需要念识探入。 一般高深复杂点的功法都会踏硬在玉符中, 保存时效更长久。 清和天赋瞬间生效, 水剑术给他一种能轻松学会的清晰预感。 舍雨仙按照水剑术灵力运转路线尝试了三次, 果然就觉得已经初步掌握了。 吸收了十几天灵力的水法清和天赋, 虽然还只是初级, 但显然潜力巨大。 他口中默念, 右手迅速掐了个硬诀。 嗡! 身前半空中, 顿时淡蓝色水光一闪, 空气中的水灵因子与体内水灵力同频共鸣, 一根二十厘米左右的金银水剑就惊喜地凝现出来。 去! 舍雨仙顺着感觉, 手一挥, 淡蓝色水剑就嗖的一声, 真的快若飞剑射了出去。 啪的一声, 水剑撞击在前面一面石墙之上, 碎石乱飞, 水花飞剑轰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坑洞来。 这威力还算可以。 舍雨仙心满意足, 这可是第一次用水灵力施展出来的法术, 与靠枯呼风唤雨, 完全是两码事, 不需损耗心神之力, 轻松无负担。 他略微估算了一下, 以他现在这点灵力, 也就够施展三四次左右的水剑术而已。 哇, 老六你有点变态哦, 刚到手没多久, 就能成功施展水剑术。 钟小帅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羡慕震惊中。 这水剑, 如果朝着我来一下, 我根本就躲不过, 老六以后施法课得瞄准了。 土寒王大山有点小怕的看着舍雨仙, 恼怒清奇。 好了, 现在也算有点防身之力了, 我们回北路吧。 舍雨仙笑着拍了拍两个摄友, 领着他们七绕八绕, 在小方式转了一大圈, 才朝北路方向小跑去。 才博动人心, 几十块零十岁不多, 但零九方子却容易惹来贪婪济鱼, 小心点总没错。 掌握水剑术, 才离开小方式, 也有那么一点防身的意思。 明天卖完五坛零九, 他还想再买份防御类的谁家树呢? 三人回到竹舍, 发现前后来, 他们还没有回来。 舍雨仙有些不好的预兆。 胖虎他们踏云阁之行, 恐怕并不顺利。 不过即便踏云阁, 看不起低级零九的生意, 现在我也根本不用担心销路。 今天看得出练气气修士, 对可以辅助修行的零九, 还是很有兴趣的。 在竹舍遗留下的淡淡酒香中, 舍雨仙一边不断熟悉水剑术的施法, 一边暗自盘算。 今天开业大吉, 一下子就赚了七十多块零食, 零九这生意, 肯定是要做下去的。 如果想长久做下去, 还是得找一下靠山, 比如前后来认识那门师兄, 就可以扯其借识一下, 否则有点护不住。 但找那门弟子做靠山, 零九利润就要分出去三成到一半, 狠一点的, 甚至直接拿去大半, 这却是舍雨仙内心难以接受的。 不找靠山, 今天开始, 先穷号零九, 名声会很快传开, 必然有外门老鸟, 甚至其他那门弟子, 前来直接讨要方子。 这可真是没钱筹, 赚钱了也发愁。 实在不行, 就只有先用手批酒, 积累些老客户, 以后专门做熟人的生意送货上门, 只要控制零九的流出量, 赚钱虽会慢一点, 但肯定更安全, 舍雨仙私来想去, 打定主意不愿找靠山, 交出那么多利润, 那就只有做熟人老客生意, 送货上门, 这样短期内绝对是安全可行的。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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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不断凝水剑的形状, 但在彻底成型前, 就瞬间化为光点散开。 这种练习熟悉度的方法, 是舍雨仙刚才尝试中发现的, 只要在水剑彻底成型前主动散掉, 施法对自己灵力的消耗, 就大大减少了。 他在通过这种技巧方法, 并在水法清河的天赋加持下, 快速深入了解并掌握水剑术。 水剑术的施法速度, 在窜窜窜的飞速提升。 斗法对敌中, 谁的施法速度越快, 谁就越容易站在上风, 当你达到顺发的极致境界时, 就成了对手们的噩梦。 似乎心神念试的强大, 可以让水剑更加灵活释放, 射速也更快, 而且可以解锁弧形, 转弯, 从对手当下冒出等等各种角度姿势, 一琢磨研究起来, 蛇语仙不由得越发振奋激动, 大脑灵感频频涌出。 对法术沉浸式的探索, 道法世界的知识海洋, 让他有点痴迷, 甚至有想找为师兄切磋一下的冲动。 不过, 冲动是魔鬼, 咋又不低调了, 我得稳住。 狗住! 蛇语仙赶紧自我熄火, 平息一下, 想找人过招的冲动。 他也能感觉到, 自己拥有灵动坚韧的念识之力, 并在神秘羽帝万灵真硬的强大加持下, 一般法术, 功法修炼起来, 真的远比大多数弟子要更快掌握, 威力也更强大。 在他沉浸式修炼中, 钟小伟, 王大山远远的围观, 早已经被六帝的操作给彻底秀翻了。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与仙贤帝, 简直就是个变态。 刚好一个月了, 钟小伟他们到现在才修炼出一丝灵气来, 离灵气运行小周天, 还有不小差距, 三瓶彩灵丹却都快磕完了。 就在这时, 竹舍外忽然传来一个几分熟悉的声音。 前后来, 蛇雨仙以及其他几位师弟可在。 我是你们的道光师兄, 有事找各位相商。 竹舍外, 菜才子长袍飘飘, 见眉心目, 颇为英俊的脸庞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让人一见之下, 就容易心生好感。 菜才子长身而立, 风度偏然, 看向竹舍的眼中, 却偶尔有一丝贪婪的冷光掠过。 不过几个杂舞灵灯的废柴新人, 竟然滑溜四游不上手, 数次拒绝了我拉投资的好意。 这几天我更是注意到, 这几个新人, 竟然真酿出什么灵酒。 这可是大把的灵石, 必须微得病师, 将它们控制在手掌心, 为我道徒添心加柴。 只要有足够灵石, 我在五年之期到来前, 一定能突破晋升炼气三层。 之前, 菜才子就留心上了蛇雨仙, 随后又惦记上了腰包后世的钱号来, 只不过他数次有意接触, 试探拉投资, 骗钱都被两人婉约拒绝。 一只不死心的菜才子, 心里竟有些恨上了。 你们两个菜鸟咋就不上套呢? 浪费我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还有口水? 他格外留心1898号竹舍的动向, 因为酿酒的动静还是不小的, 还是被他发现了。 甚至今天一早, 在蛇雨仙, 前后来他们前后, 两批人离开竹舍后, 菜才子还潜入过竹舍, 想将仙琼号灵酒, 直接笑纳偷走的。 当然, 他注定扑了个空, 蛇雨仙在灵酒酿造出来后, 除了带五坛酒去小方式, 其他的都让钱号来装到除袋了。 所谓贼不走空, 不甘心的菜才子, 今天基本就在周围转悠, 留心蛇雨仙他们的踪迹。 现在发现竹舍回来人了, 就急切地找上门来了。 小灵坛坑王, 毕竟是坑王成名已久, 即便是要空手套白狼, 施展狠辣手段, 在撕破脸之前, 还是尽量保持翩翩师兄风度的。 北路这边也有巡查直视弟子, 虽然菜才子有内门弟子撑腰, 但也不敢太过放肆。 若是愿意为我所用也就罢了。 若是还如之前一般软硬不吃, 就别怪师兄, 我施展雷霆手段, 杜尔等一度。 菜才子内心略过一些阴狠的想法。 屋里, 蛇雨仙顿时中断水剑术探索试验, 先示意中小伟, 王大山不要慌乱, 脸色有点冷淡的他起身走出了竹舍。 他双手一拱, 淡然轻笑, 原来是道光师兄, 不知找我们又有何事? 如果还是那炼丹项目投资的话, 恕我实在不感兴趣, 也没有多于零食。 不识台卷。 菜才子心里骂了一声, 表面却风度依然, 雨仙师弟, 这次师兄我找你们, 倒不是, 为炼起圆满的道子师兄, 那炼丹筹资项目而来。 菜才子故意顿了顿, 眼神却漠然锐利如剑, 浑身威慑气息散开。 紧紧盯住舌雨仙, 缓缓地说道, 师兄我做生意, 向来是最公道的。 实不相瞒, 我已获悉, 你们酿造出了某种灵酒, 师兄我非常看好, 在此诚心要求入伙, 大家一起发财致富, 何乐而不为。 不知雨仙师弟, 你们意下如何? 图穷匕首线, 菜才子身上气势压迫而出, 手上更是棚地蓝色水光榨线, 浮现出一枚淡蓝色的水剑, 有意无意地描向舌雨仙。 师弟, 此乃我前行修炼数年的水剑术, 威力惊人, 一击之下, 可穿石猎铁, 低级凶兽, 也可杀过不少。 至此, 已经是赤果果的威胁恐吓了。 小灵坛坑王菜才子的耐心, 在之前的几次接触中, 已经基本丧失殆尽, 现在, 便要祭出霹雳手段, 直接恐吓威胁。 只不过, 原来他修炼的, 也是水剑术。 在舌雨仙眼中, 菜才子这水剑术, 感觉正规正矩, 说得不好听一点, 就是呆板僵硬, 貌似对水剑术的掌握了解很普通嘛。 水剑凝形的速度, 也比我差了两丢丢, 也不够灵动, 就是灵力, 比我浑厚许多。 不过如果, 就凭这个水平, 想来威胁我, 却是不太够啊。 舌雨仙细细一看之下, 已经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他保持警惕, 右手暗自掐绝, 随时准备也一发入魂, 嘴上淡然说道, 道光师兄, 想来你也留意, 我们许久, 灵酒妈也不满你, 酿造出几坛, 但成本有点太高, 今天卖出去了, 折算下, 也就赚了十几块零食, 还不够我们逐舍兄弟们分的。 菜才子阴阴地看着舌雨仙, 明显不相信, 是吗? 灵酒怎么可能卖这么一点零食? 师弟莫非想详我? 灵酒成本, 又究竟几何? 舌雨仙冷淡地回道, 酿造这零酒, 我们用了二十来种零果之草, 成本怎么可能? 一坛酒成本, 大概就要十块零食, 百摊才卖十五零食一坛, 只能勉强赚点修炼所需而已。 道光师兄如果不信, 可以去小方式打听打听, 看是不是卖这个价。 菜才子略微一致, 冷笑道, 真实售价我自然会去打听, 不过这成本二十来种零果零草, 我确实有点不信。 这样吧, 你把零酒方子给我看一下, 如果真没什么转头, 我自然也不会为难你们。 这是直接要方子了, 真给他看一下, 以修饰的念实力, 一眼就能整个方子牢牢记住, 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索要吗? 不过, 舌雨仙似乎有点懵懂的样子, 真的从怀里掏出一纸零酒方子, 要递给菜才子。 菜才子眼中, 顿时冒出热烈的贪婪金光, 急切地就想去拿。 这时, 气愤填膺的钟小伟, 王大山反而按捺不住地冲了出来, 紧张又激动地粗众喘气着, 挡在舌雨仙身前, 拦住舌雨仙交方子的动作。 雨仙, 方子不能交。 是啊, 这可是我们唯一能赚点零食的途径了, 交出去了, 我们根本没办法, 获得更多资源, 以我们的资质, 就无法突破练气境, 到时就只有等着被逐出宗门。 两人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 愤怒又有些畏惧地看向菜才子。 滚开。 菜才子以为自己恐吓之下, 舌雨仙服软就要拿出方子了, 没想到另外两个根本没放在眼里的废物, 也敢走出来挡他的财路。 菜才子做事要射出水箭, 凶向毕露地说道, 不让开, 就将你们射成串葫芦。 小帅, 土罕, 你们先让开, 方子就给道光师兄看一眼, 也好让他死心。 舌雨仙拉开挡路的两人, 看到他们敢于站出来挡在自己前面, 那一刻他还真有点感慨和感动。 钟小伟, 王大石可是不知道他早就准备, 做出这种举动完全是友情和热血所致。 你自己看吧。 舌雨仙有些嘲讽地将方子一丢, 任由飘落地上。 狠狠地刺了舌雨仙一眼, 菜才子顾不得风度, 连忙蹲下去捡了起来。 菜才子迅速看了一下手中的灵酒方子, 将二十多种灵果材料配方瞬间牢牢记住, 脸上浮现出得逞的畅快喜悦, 还是雨仙失地十大局, 这不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吗? 行了, 方子这人请我记下了, 走了。 小灵坛坑王的意图已经达到, 根本不想继续逗留, 急匆匆地闪身离去, 要去实验一下灵酒方子。 雨仙, 你怎么真的把方子交了? 这位印度的师兄拿着方子, 凭他的实力, 肯定能酿出大量的灵酒, 到时我们的仙穷号, 就很难卖出去了。 钟小伟, 王大师, 愤愤地看着蔡才子离开的方向, 胸膛起伏, 实在是一难平。 别急,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方子是真, 不过成本嘛, 我怕他会倾家荡产。 蛇雨仙一点也没在意, 反而神秘地笑道。 作为深谙狗盗的蓝星穿越者, 他在酿造出七真果灵酒时, 就已经准备好了两张方子。 一个是真实的仙穷号方子, 一个则是家料版的方子, 就是为了应付刚才这种强拿强要的状况。 给蔡才子的, 就是家料版的灵酒方子, 他将灵果灵彩种类添加到25种, 而且, 有几种是价格昂贵的灵果, 算起来, 光材料成本, 就是仙穷号方子好几倍。 他这家料版方子, 还真的能酿出灵酒, 只是效果比仙穷号弱了许多, 但却可以让蔡才子暂时深信不疑, 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来打扰。 这是给蔡才子准备的一个深刻教训, 让他自动跌入酿造灵酒的成本陷阱, 而不可自拔, 最后转步回本, 将自己赔个底朝天, 岂不妙哉。 坑骗了这么多新人, 就让你也尝尝一下, 血本无归的痛苦。 至于后期蔡才子发现不对, 那也两三个月后了, 到时候, 他蛇语仙也已突破炼气一层, 必然会掌握多门法术, 那时候的蔡才子再也成不了危险。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我之前灵力优先倾向水法清和天赋这路线, 还是要灵活变动一下了, 暂时以冲击炼气一层为头等大势, 只要突破晋升炼气镜, 自保能力就会得到大大提升。 蔡才子明目张胆地抢夺索要, 给了蛇语仙一个警示, 原以为宗门严厉规矩, 会约束这等事情的发生, 现在看来, 玉成功却似乎并不在意新人, 也可能主要是对北路砸武林跟武感。 入门以来, 北路这边的巡察监管, 直视弟子, 对丁自营很少干涉, 管理相当松散, 跟放养没什么区别。 似乎真的, 只要不出人命, 不闹出大事, 直视们就不予理会。 也许在玉成功上下, 都没有将北路丁自营放心上, 历来丁自营淘汰太多了, 不值得投入关注。 甚至舍宇仙从前后来那里, 还听过一个传闻, 据说玉成功之所以还让杂武林跟败入门, 是因为很久以前, 丁自营曾出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大人物, 此大人物正是杂武林跟。 为了给那位大人物留点念想, 玉成功才一直保留着杂武林跟之入门最低门槛。 直到天色渐渐昏暗, 前后来三人才赶了回来, 神情明显抑郁失落。 前后来近来, 就对舍宇仙叹气说道, 贤弟啊, 今天白跑了一趟, 太云阁的事没办成。 见舍宇仙并没有流露失望之色, 才继续道, 通过内门道红师兄, 找到太云阁一位管事。 不料这管事太过贪婪, 竟只愿意武林一谈的价格, 以他的名义私下收, 这岂不是要我们白给这管事打工吗? 所以, 谈了半天最后, 我还是拒绝了。 舍宇仙听到太云阁管事这么贪婪, 也是出乎意料。 他安慰地说道, 没事, 我们今天在小方市反而卖爆了, 十五块零食有的是人要。 踏云阁就当没去过。 听到林九在小方市大受欢迎, 前后来, 向少聪, 林牧生三人才精神振作起来, 连忙细细询问打听。 在叙述过程中, 舍宇仙也把坑王菜材子来抢方子, 然后他把家料板林九方子交了出来, 以及以后打算专做熟客生意的计划, 给大家说了。 可恶。 林九生意才开张, 没想到就被这专门剥削新人的垃圾给盯上了, 要不要直接找道洪师兄去警告对方一下。 前后来气得胖脸通红, 恨不得找那那门道洪师兄打压吓唬一下菜材子。 还是不用了, 依我看, 你那个道洪师兄也不是个善茬, 只是碍于金丹前辈的颜面, 不好直接向你索要利益而已, 说不定和那踏云阁管事, 联手想吞掉我们林九的利益。 修真路漫漫, 短短一个月, 舍宇仙已经见识到, 修真界貌似美好底下真是残酷的一面, 不敢再随便相信人。 前后来回想一下, 胖脸也有点暗沉下来, 拍了拍大腿, 叹道, 哎, 之前接触过几次这个道洪师兄, 以为纯粮宽厚, 没想到, 众人低声讨论了一会, 最后都赞同舍宇仙的熟客精英路线。 舍宇仙也将今天的零食分了一分, 总计73块零食, 他和胖虎前后来独占50块, 两人平分各得25块零食, 当然, 除去买水剑术的15零, 舍宇仙最后到手10块零食。 钟小伟, 王大山和向少聪他们, 每人分到5块零食。 剩下的3块, 暂时先纳入第二批酿酒材料采购资金中。 这分配皆大欢喜, 钟小伟他们也知道自己算是被带着躺赢赚钱, 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一夜无话, 各自修行。 被蔡才子及踏云阁事件刺激到的逐射六节, 修炼起来格外专注认真, 都憋着竟要努力变强。 舍宇仙调整了修炼思路, 暂停了对水法清和天赋的海量注入, 一心冲击炼气一层。 这一调整, 效果显著,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灵力修为在一颗感知的速度在增长。 体内水灵力气流比月初明显粗大了数倍, 如同一条淡蓝色小蛇在进行着小周天的循环, 每一次循环, 灵力都变得更精纯凝练一点。 只要彩灵丹足够, 再有个四五天, 应该就能打通大周天循环, 踏入炼气一层。 舌宇仙暗自估算了一下, 盘坐黑暗中, 双眸掠过一丝雨雾般的灵光。 第二天上午, 舌宇仙, 钱号来一行人六人, 全部去了南路小方市。 经过昨晚的仔细盘算, 舌宇仙与钱号来商量后, 决定还是分成两组, 在小方市不同地点各摆一个摊位。 每个摊位卖五坛零酒, 加速零酒出售速度, 好快点回笼资金, 购买资源快速提升修为。 首批仙琼号零酒, 供酿成二十五坛, 这样两天之内就能全部售清。 预料之中, 零酒依然火爆, 甚至经过昨天的广告效应, 今天吸引了更多轻衣弟子围观。 那五个买过的师兄喝过之后, 都很兴奋, 效果有点太好。 于是早早就守在了小方市, 又各自买了一坛。 这一次, 舌宇仙把盗罪, 盗庆等人的通讯玉符都留下了, 并跟他们说了, 以后, 零酒不再公开摆摊售卖了, 可以送货上门。 而且第二批零酒得再过五六天后, 才有供应。 盗庆等人自然欣然接受, 这零酒效果很好, 数量供应又极少, 以后如果真要跟人抢, 还真难抢到。 而他们身为高级客户, 以后可以享受送货上门, 根本不用守在小方市等候。 这待遇, 这虚荣满足感, 还真别说让他们挺受用的。 盗庆也是感叹, 今年的这群杂武林根, 怎么就出了这样的大聪明, 一套一套, 整的他都看不懂了, 只能说, 后生厉害。 尤其这些穷好零酒, 即便自己喝不完, 也完全可以当作珍贵礼物送给朋友, 或赐给家族中有林根的后备, 也就是蛇与仙这边出货有限, 否则到醉, 甚至都有想做二手道爷了。 话说这贵宾待遇, 还真挺有用。 第二天供卖了150块零食, 大家都很欢乐。 众人直接分钱, 直接购物, 颇有大乘分金的济世感。 蛇与仙, 前后来各得50块零食, 钟小伟等人每人到手6块零食, 剩下的寄入邻国采购资金。 揣着60多块零食, 蛇与仙逛小方式的心都有些小膨胀了。 还是昨天那位女师兄的摊位, 20块零食一份水甲树, 到手。 水甲树名字平淡无奇, 却是主修水系功法的炼气竞修士, 用的最顺手的防御法门。 顾名思义, 运转水灵力在体表形成一层淡蓝色的灵光护甲, 可抵御外来攻击。 身上套的水灵甲,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任由壮汉挥刀斩击也能毫发不损, 更可防御低级灵符与法术, 攻有水剑术, 防有水甲树, 攻守兼备的蛇与仙, 顿时有点觉得自己可以了。 等我将水甲树修炼到纯熟境界, 像坑王蔡才子这样的对手, 应该不怎么虚了。 将余下的40多块零食, 全部买了彩灵丹, 一共7平。 在这么雄厚的资本加持下, 蛇与仙觉得, 第二个月的月中左右, 加上之前的三瓶彩灵丹, 共有十瓶丹药。 这资源甚至远超过了 东路钉子号戴晓云这样的 优异外门弟子。 念到戴晓云, 蛇与仙不免又想到赵黑子, 李潘, 王云超, 蓝清月, 和学等朱仙镇小伙伴, 不知道他们现在又修炼得怎么样了。 接下来的十来天, 1898号竹舍将剩下的石坛仙琼号09, 直接给各位尊贵的贵宾客户送货上门, 继续入账150块零食。 这一次, 蛇与仙, 钱号来干脆玩一把大的, 将收入全部投入收购零果零财, 结果就是第二批零酒酿造出整整55坛, 保持一个稳步出货速度, 每隔几天出个十二三坛的样子, 零食滚滚来, 大家踩零单竟然磕都磕不完。 仙琼号09贵宾客户, 也在缓慢地增加, 每一批零酒卖出去, 就会多出一两位新增的客户, 都是老客户推荐的。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何况是能增进灵力修为的零酒。 七人的修为进度, 自然也就迅速飙升, 每个人都内心振奋, 对突破炼器一层, 信心十足。 也就蛇与仙他们, 这几个新人, 能倒不出零酒售卖, 赚取这么多零食资源来修炼, 绝大多数和他们同期入门的新人, 现在都处于苦无零单零食供应修为的无奈境地。 这么多彩零单, 就是猪也能飞上天, 何况我们, 用小帅钟小伟的话来说,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也就在第二个月的月中这一天, 蛇与仙选择在逐射内突破炼器一层。 体内零力气流已经如小指斑粗, 在体内经脉灵动油翼, 发出溪流哗花花流淌的声音。 蛇与仙舌底上饿, 念识引导零气流不断运转小周天, 冲击大周天, 零力气流流动越来越快, 刷刷冲击经脉翘穴, 一股叙事待发的力量在积累, 回冲,等待关键那一刻。 资粮充足, 根基稳固, 念识饱满, 此时不突破, 更待何时。 心面一动, 感觉有了, 它轻斥一声, 头顶百慧之上, 冲出三寸淡蓝色清光, 浑身凌厉漩涡刹那间翁的一声, 似乎与外在天地产生某种共鸣。 然后凌厉冲破腹部弃海关翘, 犹如河流般突破堤坝, 一马平川浩荡冲刷而去, 沿途滋润新的经脉, 密翘, 如干陵沐浴土地, 身心不断变得通透清明起来。 上冲下旋, 凌厉冲流很快首尾相接, 最后汇流汽海下丹田, 化成一个凌厉小漩涡, 古荡不休。 蛇与仙只觉无感仿佛轰鸣一阵, 那一刻有失明失聪之感, 随即更清晰立体的无感, 如凌朝重回。 它起身玉立, 筋骨也随之舒展, 发出一阵密集的清零暴鸣, 身高竟然抖得长了约有三寸。 少年黑发飘动, 神采异议, 目光飘过竹窗, 外面心液飘渺, 紫竹淋云雾缭绕, 清澈的无感念石延伸远处, 零下溪流蜿蜒, 在星光云雾间泛起金光点点。 它意气风发, 若有所悟, 不由一生轻盈, 初日入月呼吸存, 采集五华玉林根, 真气凝流冲炉间, 一马平川入丹田。 农家少年郎, 朝耕田野间, 目灯仙门台, 入门日夜修炼, 不敢丝毫懈怠, 道徒困阻, 也唯有锐意进取, 凭仙琼好酒, 一力破开云雾, 一路念头纯粹奋勇, 终获道徒出国。 突破炼气一层, 代表一只脚终于踏上长生大道, 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诸多精力, 感慨, 体悟等, 这一刻都化作了底蕴与资粮, 在今后的修为道路上, 会不断回馈与反补。 他身影一闪, 掠出竹舍, 在站定时, 已在静幽咬咬的紫竹临身处。 来不及接受前后来他们惊喜的道贺, 突破炼气一层后那一刻, 他感觉到神秘雨滴, 似乎有了某种悬疑的变化。 未免有些泄露神秘雨滴的存在, 他只能迅速离开竹舍, 找个无人之处查看一番。 身法之快, 远非之前所能比, 脚下一点, 人已如御风而行, 念石所到之处, 前路历历在目, 毫无撞击或停滞的担心。 体质, 气力, 修为在突破晋升炼气劲后, 都得到了一个极为可观的提升增强。 这一步, 也是横在凡人与修士之间的巨大沟壑。 神秘雨滴有变化, 赶紧看看怎么回事。 蛇与仙更加通透清明的念石, 微微移动, 新神已经进入神秘雨滴世界。 一粒椭圆形, 如同巨大金玉般的神秘雨滴, 更悬在莫测的石海虚无之间, 此时正散发着一圈震荡的淡蓝色水光, 这是新的异象变化, 是之前所没有的。 它心有所感, 将念石往神秘雨滴上一探, 雨滴金玉一般的表面, 便缓缓浮现出几行波状字迹。 修为, 炼气一层, 万灵真硬, 一, 太古雨蛙, 驾狱, 天赋,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避, 出,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出, 变化确实不小, 而细细一看, 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首先是多了一个修为境界的信息, 这个不须多说, 以前没有修为, 自然没有显示, 现在突破了, 多一行信息也正常。 真正的惊喜, 却是水法清河天赋, 竟然从之前的初级, 一下子跳到了中级。 念石在水法清河中, 上轻轻一触, 天赋条亲切地冒出一圈淡蓝色光芒, 给了他要给反馈。 水法清河中级, 水系类, 道法清河的被动天赋, 能大大增强对水系类法术, 功法的领悟力, 增加水法正道破境的成功几率, 水法清河, 中, 的描述信息, 也多了不少。 尤其多出一个增加水法正道破境成功几率的近乎逆天属性。 要知道, 在大千福昆界, 所有涉及到能提升破境几率的灵丹, 功法及法宝, 都会让修士们疯狂争夺, 不惜血流成河, 踏山灭踪等。 蛇语仙也万万没有想到, 原本烧绝平平无奇的水法清河天赋, 突破到终极后, 进一丝神级天赋的气象。 这天赋突破到终极, 有我第一个月灌输灵力的积累, 加上晋升炼气一层十天地之力的共鸣所致。 就是不知道, 增加破境几率, 这几率到底能增加多少? 这还得以后摸索一下。 想到这里, 他念石又往神秘雨滴内在, 虚无世界掠取。 他想试试自己突破炼气境后, 变得更加灵动, 强大的念石之力, 能不能刺破第二层虚无空间的金币隔膜? 哇! 心神之力投射贯注, 念石化成的青色雨滴, 顿时水光微微一震, 以比之前迅及灵活三四分的速度, 只见一道微光如电, 顿入茫茫虚无之中。 虚无黑暗之中, 不时有莫名光团如流星急速轰落, 某种诡异无声, 却能让念石感应到的气豪突兀响起。 这些蛇与仙都早已习以为常, 他念石不为所动, 从容不迫, 时而在流星光团的轰炸中, 险像还生, 却逃得一线生机。 时而诡异气豪, 大响在念石表面, 震得光点涣散, 却疏地又凝练如常, 继续穿行。 这次的念石穿梭, 比以往快了两三倍。 没过多久, 蛇与仙就犹如自身清零, 来到了巨大的金币隔膜之前。 万刃金币就像亘古就横立在那里, 森然而宏大, 神秘而诡异。 我心如剑, 一念穿之。 蛇与仙毫不迟疑, 鼓荡念石之力猛地一炸, 念石与笛瞬间化为一柄小剑形状, 朝着面前的巨大金币, 就是那么一次。 破防了。 这一次念石, 没有被金币直接弹开, 而是刺进几分。 但随即一股浑然距离, 四面挤压而来, 蛇与仙念石都没有坚持住千分之一秒, 便眼前一按, 念石崩散, 天旋地转之间, 直接退出到神秘语笛虚无世界。 竟然还是不行。 这金币还不知道有多厚, 一探入, 念石就如陷入混沌距离的挤压之中, 瞬间就被震得粉碎了。 蛇与仙有些无奈, 第二层虚无空间还是无法进入, 想收获第二枚万灵真印, 现在是没有可能啊。 不知道一个多月后, 成为正式外门弟子, 能不能去宗门藏经阁, 找一下关于念石心神之力的修炼运用功法, 他感受着身体内外焕然一新的变化, 也深感前路苍茫, 尚需继续努力, 希望成为正式外门弟子后, 自己能够接触到更高深的道法。 随即, 他又演练了一下水剑术, 水甲术, 两门法术威力都强大了树筹。 而且由于突破炼气一层, 浑身灵力暴增树倍, 下丹田气海也形成了灵力漩涡, 他现在施展水剑术, 也可以轻松地施展三四十次。 而且, 气海漩涡, 让灵力恢复速度快了许多, 不会陷入彻底枯竭的状态。 灵力运转, 瞬息之间, 空中就浮现三只蓝色水剑,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微微挥手, 念石欲剑, 三只水剑就如燕雀纷飞, 缤纷三路闪电一般, 从三个方向飞去, 绕过前方的树根子竹, 然后崩的一声, 同时撞击在后面一块灵循大石头上。 约有一两米厚的坚硬石壁, 竟然被水剑直接洞穿, 出现三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水剑洞穿石壁, 速度陡降, 撞进一层茂密紫竹, 这才彻底消散。 水剑可穿石裂铁, 菜才子口中提及过的威力, 我也可以轻松做到了。 也许是试验法术的动静, 惊动了什么人。 只觉眼前窈窕身影一晃, 淡淡清香飘逸, 再定眼看去, 只见紫竹密林之中, 已经多了一道亭亭玉立的绝力身影。 怎么是他? 蛇雨仙看着面前轻衣少女的身影, 有点惊艳到了, 心跳似乎都快了一些。 青丝如铺, 柳梅凤木, 唇如点鹰, 双眸清澈灵动, 肌肤如冰雪, 绰约如仙子, 竹影月光摇曳之中, 那位被称作 如今外门第一美少女的宁仙轩, 就如同乘风一般, 飘然站立面前。 我认识你, 这一期的新人, 小灵潭见过。 吐气如蓝, 清风柔云, 宁仙轩的轻音在竹林间响起。 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刚才你是在施展水剑术吧? 区区新人, 竟能分神同时驾驭三道水剑, 以不同角度发动攻击。 你这样的新人,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看着轻力动人的美女, 水波般的眼光, 朝自己一闪一闪地打量, 舍雨仙竟然有些小紧张了。 这算什么? 难道是蓝星的说法? 这是少年心动, 还是自残行晦? 舍雨仙心念电闪, 似乎想起前世的自己, 好像真的不曾有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他微微摇头, 平复内心的一丝波澜, 像一身轻袍秀出绝好身姿的宁仙轩行了个礼。 见过师姐, 我确实在修炼水剑术, 偶有所悟, 就尝试着以不同方式施展。 没想到, 竟也成功了。 舍雨仙画里半真半假, 防备之心俨然。 看到他这有点惊慌的样子, 宁仙轩如白玉一般的脸庞, 不由露出淡淡的去笑, 双眸波光玲玲, 柔声说道, 你有什么好惊慌的? 这一念三件, 内门弟子哪个不能轻松做到, 说到底不过是念时的灵活运用罢了, 算不得什么小秘密。 舍雨仙听到, 不由神情一松, 哼, 原来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了。 在这外门第一美少女面前, 这一念三分欲法技巧, 就算不得什么。 但他随即, 又被宁仙轩吓了一下。 宁仙轩似乎故意要捉弄面前这个新人一样, 秃地又悠悠地说出一句话, 与这小手法相比, 反倒是你上次在小灵坛, 能够凭借念时之力, 将二十多米范围内的水灵器, 牵引凝聚的表现, 更让师姐我刮目相看。 他故意朝舍雨仙走进一步, 轻丝吹拂, 少女芳香吐放, 似乎要聊一聊这个瘦弱胆小, 颇为有趣的少年。 厨子芳香聊人, 舍雨仙脸色微微一红, 不自觉地就后退了两步, 但随即觉得反应过了, 如此惊人, 竟如此动威逐忧, 这也被你早早发现了。 舍雨仙屏息宁神, 维持几分淡然, 瞬间之间, 决定用前世耳熟能详的经典, 来说一个有来头故事。 不错, 我幼时曾遇见一位老道长, 道长见我体弱神衰, 传了一段专门润养念时心灵的口诀, 从小修炼, 现在算有了点小小的成就。 前世有言, 我走过最远的路, 就是你的套路。 在无法解释的情况, 舍雨仙决定借用一下老爷爷的故事, 将不能解释地推给老爷爷, 准没错。 道是那位并不存在的老道长, 还请多多担待。 宁仙宣珠唇微微一鸣, 嘴角显出一个动人的弧线, 似乎半信半疑地说道, 是吗? 这老道长的故事, 好像有点耳熟哦, 想想, 原来我小时候也用过。 舍雨仙顿时身形一晃, 有点站立不稳。 这小师姐玲珑心翘, 智慧过人, 我这有点稳不住了。 说老爷爷的故事也过不了关, 小师姐这段位级别有点太高啊。 正当舍雨仙赶紧想办法原话之际, 绝立小师姐却轻轻一笑, 让她如释重负。 谁都有个小秘密哦。 小师弟, 你不必用一个谎话, 去圆上一个谎。 我也不逗你了, 我先走了, 以后那门相见吧。 宁仙宣轻笑着, 向舍雨仙挥了挥手, 随即娇躯一闪, 轻衣立影虚与隐没在竹林云雾之间, 竟是镜子离去。 只鱼轻香摇摇, 一袭在夜风中飘逸。 望着宁仙宣消失的方向, 舍雨仙不由有些正正出神。 这小师姐玲珑心窍, 古灵精怪, 不愧是宗门名声, 极大的外门天才弟子。 我自负智谋见识过人, 没想到还是小瞧了 大千福昆界的修士, 以后更得低调苟住才是。 他回味了一下宁仙宣 最后那句以后内门相见, 知道他看出几分 自己隐藏的能力, 以后肯定能溢立内门弟子之列。 当然, 他感觉也有另外一重意思, 就是宁仙宣或许以后 不会再出现外门小灵坛了。 今天可能是他采集水灵器的最后一天, 或许已经武器圆满, 根基浑厚无瑕, 即将入内门并准备冲击铸镜。 在玉成宫, 铸镜必然是内门或真传弟子以上待遇, 另外39岁前达到炼气境圆满的弟子, 亦可名列内门。 当然, 宗门长教, 各大封主及长老等亲自招收的清传弟子, 必然也是内门或清传待遇, 不管是否已经驻姬, 即便刚入门新人也是如此。 比如蛇语仙他们, 这一批弟子中, 那些二灵根, 天灵根, 便衣灵根, 或某种强大道体的弟子, 就先他们一步, 早就被长老封主们分抢一空, 成为那些金丹, 元英, 甚至化神经大佬的清传弟子。 宁仙宣据说他某个祖爷爷, 是一位修为极高的宗门元英老祖, 凭这层关系, 直接成为某个大佬的清传弟子, 也不在话下。 他为何在外门逗留了一两年, 却是有蛇语仙所不了解的某种隐秘? 好吧, 那门相见。 蛇语仙心里轻轻掠过一句话, 再回到竹舍, 钱浩来, 钟小伟他们围了上来。 祝贺道喜的, 羡慕请教的等等, 皆有。 蛇语仙入门一个半月左右, 就顺利突破炼气一层, 从此先返有别, 让钱浩来等人感叹不已。 虽然第一个月开始, 就陆续传出东路甲自营新人突破晋升炼气净一层, 但南路, 西路还真没听说过有新人突破, 北路这边蛇语仙更绝对是突破第一人。 六地这资质, 还算是杂武林根吗? 还是说, 我等杂武林根其实也有可以深挖的潜力。 不管如何, 彭竹舍的兄弟突破炼气净, 对胖虎他们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与激励。 仙琼号09源源不断生产, 零食丹药充足供应, 给了这群垫底杂武林根逆袭的强大底气。 宇仙贤帝这一入境, 不但人更俊更高大, 而且这气质也越发不凡啊。 六地快给我们讲讲突破,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现在搬运小周天也很顺利的, 就是对如何打通大周天循环还毫无头绪。 好, 我就给大家讲些个人破镜的一些感悟。 舍羽仙也丝毫不隐瞒, 将突破炼气净一层的体悟, 以及自己觉得比较关键的地方, 一一巍巍到来, 让室友小伙伴们觉得毛色顿开, 祸益匪浅。 有舍羽仙这仙打者之路, 众人的修为进度, 自然变得更轻松了。 时间一会儿过, 到了第三个月的月中这一天, 就在月中的前后几天, 前后来, 钟小伟、 王大山、 向少聪四人先后突破, 晋升炼气净。 最后剩下的木头灵木生, 可能脑瓜子确实不太灵光, 落在后面尚未突破。 至此, 北路1898竹舍六节, 已有五人突破炼气一层, 可谓震惊了整个外门。 虽然到了第三个月, 东南西路弟子迎来迫近的爆发期, 纷纷有人晋升炼气净一层, 但北路丁自营, 却只有1898号竹舍五人突破, 其余北路新人, 再没人能够创造奇迹。 这一届的北路新人, 非常猛啊。 据说竟然有五人顺利破镜。 听说那五人全是杂武灵灯废柴资质,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一射出了五个牛人, 说了都不敢相信。 那是你们不知道, 据我了解, 那个竹舍藏了一个厉害角色。 那叫前后来的新人, 其实有着金丹老祖的背景。 这前后来也够大方, 竟然舍得花费这么多零食丹药, 帮几个废柴修炼晋级。 难路的我, 求一个前后来同款的土豪摄友。 西路同上。 北路1898竹社, 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六节的励志故事, 在外门竟然越传越广。 在流传中, 颇有背景的胖虎前后来, 是外门弟子议论的焦点, 成为北路1898竹社最耀眼的仔。 这胖虎有些无语, 他很想向众人解释, 真的不是我啊。 如果没有雨仙贤弟, 即便小有身家的我, 也绝对带不动其他四个废柴舍友啊。 只有舍雨仙, 前后来他们才知道, 杂武灵根修炼到底有多慢, 突破晋级到底有多难。 这两个多月来, 他们消耗的灵丹零食资源, 相比其他行人, 绝对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超高数字。 没有仙穷号099的出现, 恐怕也就舍雨仙和前后来能出现。 前后来等四人突破了, 这段时间, 舍雨仙的修为进度, 自然也没停止。 恰恰相反的是, 水法清河, 中, 天赋给他带来很大的变化, 采气凝零速度, 飙升数倍。 气海丹田灵力漩涡, 才过十来天的功夫, 明显又变大了一圈, 水灵力咆哮, 竟有几分澎湃气象。 按照这种惊人速度, 还有十几天, 也就这个月底, 修为突破之炼气进二层, 是妥妥的。 舍雨仙估计, 水法清河, 中, 天赋加上他近乎, 满蓝的顶格水灵根资质, 已经基本可以无视杂武灵根的干扰, 甚至在天赋资质上, 或许已经可以追平二灵根的天才。 现在的他, 已经成小灵坛真正的霸主, 强大许多的念石, 足够笼罩大半的坛面, 将范围内灵坛增腾慢溢的水灵气息, 全部牵引住。 在这个范围, 其他外门弟子, 想采气凝零, 就得问问雨仙师弟, 同意不同意了, 否则难以采集一丝水灵气息。 这种变化被很多坑主视作, 是小灵坛内部有些突变, 导致灵力增腾大大减少了, 让不少外门弟子渐渐不再来了, 而是选择其他灵坛水脉。 类似小灵坛这样的水灵力充一只地, 光楚秀风就有数十个之多, 倒也不怕没有地方凝炼水灵力, 大不了换个地方站位而已。 现在还留在小灵坛的, 除了蛇雨仙雷打不动, 也就剩下寥寥数人还在坚持。 蛇雨仙自然毫不客气, 念石散开, 承包了这座小灵坛, 尽情修炼。 一边灵酒加采灵丹助兴, 一边狂老号灵坛水灵气息, 修为进度可不要太爽。 离宗门三月最后期限, 还有八九天, 北路依然没有新增突破弟子。 这一天, 蛇雨仙也没有想到, 一同来自朱仙镇的老乡, 也分到北路的李潘, 会来小灵坛找自己。 神情沮丧失落的李潘, 在没有来的路上那种意气风发, 被焦虑, 无助与茫然, 深深困扰着。 李潘开口第一句就是, 雨仙, 你能帮帮我? 蛇雨仙查看了这个朱仙镇 小伙伴身上的灵力气息, 很薄弱, 看来停滞在小周天, 而且积累距离大周天, 还有很大的距离。 他深深看了李潘一眼, 轻声说道, 你想我怎么帮你? 李潘痛苦地抓了抓头发, 茫然地说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你怎么帮我, 我修为停滞有一段时间了, 却没有彩灵丹可以辅助进度。 这三个月的月里灵石, 都被那个道光师兄给诈骗走了。 除了我, 还有北路很多新人都跟我一样, 临时都被道光那个骗子骗光了。 他说了, 三月中回报肯定到位, 结果现在人都找不到, 我们去找北路只是师兄要个公道, 师兄们, 无凭无正, 也不好处理。 唉, 当初的确被贪婪蒙骗了, 连个借条都没打。 向来寡言少语的李潘, 现在却在苦恼地大倒苦水。 他接着说道, 我也去找个王云超, 蓝清岳他们, 但他们说也帮不到我。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到了月底, 要灰溜溜地回到朱仙镇, 做回庸庸碌碌的凡人吗? 如果这样, 当初又何必让我见识到, 这修真的波澜壮阔, 听到李潘也被菜才子给骗了。 舍雨仙不由眼中掠过一丝冷力。 舍雨仙看得出来, 李潘的情况, 其实和所有的北路丁自营新人一样, 主要缺少足够的彩灵丹, 每个月一瓶远远不够。 如果能像他们1898竹射一样, 海量彩灵丹砸下, 猪也能飞上天。 可惜, 玉成功注定不会给资质不佳的新人更多资源, 因为那是一笔没有底的投入, 而且回报远远不及投入。 一个砸五菱根或四菱根柄下, 即便能突破至炼气竞初期, 也绝对很难很难, 晋升到炼气后期, 筑机更是难如登天。 舍雨仙深知小老乡的困境关键, 轻轻叹道, 你还想在修真意图上走下去吗? 其实我们资质这么差。 即便如我有幸踏上炼气竞, 也许最后的命运, 也如同德才道长及蛇服一样, 成为宗门杂役弟子, 多数时间为牛马奔走世俗之中, 顶多一百五十载后, 就化为一泡泥土而已。 礼潘神情, 涌现几分强烈的不甘, 即便如此, 我也要修真, 并无怨无悔。 好吧, 我这里还有三瓶彩灵弹, 可以帮你在最后, 这几天冲击一下炼气竞。 蛇宇仙颇有些感触, 在腰间的储物袋上, 掏出三瓶彩灵弹, 放在李潘激动颤抖的双手上。 这段时间临时不缺, 蛇宇仙也买了一个储物袋, 低级储物袋空间也不大, 就一个小房间大小。 你好自为之吧。 即便, 罢了, 我等你一同留在宗门。 蛇宇仙没有说出即便, 这时送上祝福就好。 他拍拍李潘的肩膀, 嘱咐道, 藏好这些丹药, 最后几天, 我怕那些突破无望的弟子, 会抓狂发疯。 看到你的丹药, 可能不顾一切抢夺。 李潘感动得捶泪, 连连点头。 你放心, 我一定藏好, 如果有人要抢, 我就和他拼命。 这位朱仙镇小老乡没有想到, 在蛇宇仙这里, 能获得这样的馈赠, 原本只是茫然无助下意识地过来, 找熟悉的人倾诉一下的。 李潘将丹瓶藏在怀里, 激动地行了一礼, 便急匆匆离去。 没什么时间了, 他要抓紧机会最后一搏。 朱仙镇一同来到玉成宫的几个人, 其中, 蛇宇仙、 戴小云、 王云超、 蓝青月、 赵黑子据说都已经成功突破, 戴小云和王云超更是在第一个月就突破练弃一层。 现在, 就只有李潘, 何雪没有突破。 但据李潘了解, 王云超决定留住何雪这个最懂拍他马屁的少女跟班, 打算让何雪做他的随从仆役, 以后帮他打理日常杂事。 因为他听其内门表哥说, 修炼很费资源, 并不是谁都有那么多机遇, 还是要有靠得住的清随仆役去经营生意, 种植林田, 修炼百亿等, 积攒零食资源等等, 才能走得更远。 王云超有个从小关系很好的表哥, 天赋很好, 前几年败入玉成功, 现在已经是内门弟子, 手底下就收了一批帮其经营赚钱的义从。 三月底, 舍雨仙最后一批零酒, 共武士坛寿庆。 他的修为也顺利突破练弃二层, 在这批新人中也算佼佼者了。 而玉成功新人最后的终极考验, 也在众人兴奋期待, 亦获沮丧不堪的情绪中到来。 北路1898传奇竹舍, 全员六人, 五人正式成为外门弟子。 木头林木生终究有点扶不起来, 无法突破, 只能被淘汰。 舍雨仙和钱浩来等人商议, 看是谁用一个一丛名额, 把林木生留下来, 林木生自己也同意。 钱浩来甚至说了, 如果林木生不愿留在宗门了, 也可以去山下林霄城, 去钱家商行做事, 最起码不用重返穷乡僻壤, 夭寿出没的村野之地。 楚秀峰南路, 外市店, 雄广威鹅, 洋溢着些许喜庆的气息。 这一批入门新人, 共2300多人, 除了山下五大仙城里, 宗门高修家族后裔弟子, 其他绝大多数, 都来自黄亭山脉周边, 所有凡人城镇。 玉成功到危所及之处, 城镇村落不计其数, 数千万计的庞大人口基数, 每三年才筛选这2000多人有林登的修真种子。 而现在这2300人, 三个月考验期结束, 最后有资格位列这座雄伟宽广外市店的, 就只有560多人。 愚者, 皆被淘汰。 如没有其他意外或转机, 即日起就要收拾行囊, 离开玉成功, 各回各家。 蛇宇仙一身崭新的青涩道袍, 身姿修长挺拔, 静静矗立在异常列弟子之中, 听着店内一位须发花白的外市店长老, 讲述宗门规条, 外门弟子的权利与义务等等。 前后来, 钟小伟, 王大山,向绍聪四人聚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 依次站在蛇宇仙身后, 眼中有光芒闪烁。 李潘没有看到, 看来还是时间不够, 即便有了彩灵丹, 也太晚了点。 在整整齐齐的石渝猎青衣弟子中, 戴小云, 王云超, 蓝清月, 赵黑子等人, 俨然在列, 换上玉成功正式外门弟子道袍的他们, 都格外的精神。 戴小云和赵黑子, 也特意向蛇宇仙微笑点头示意, 大家都很欣慰。 三个月后, 小圈子还在, 友情还在, 其中戴小云首月就突破炼气一层, 显然在三菱根中也算天赋出众。 赵黑子是最后这个月, 在戴小云支援了一瓶彩灵丹后, 才勉力突破的。 唯有王云超, 蓝清月, 见到蛇宇仙竟和他们一样位列店内, 表现得有点吃惊, 甚至还有些不屑。 不过走了狗屎运, 刚好同竹社有一个前号来而已, 抱上了大腿, 也算不得真本事。 以后, 走着瞧吧, 你会明白, 废柴就废柴, 是永远翻不出什么浪花的。 王云超冷冷扫了蛇宇仙一眼, 内心小情绪还挺丰富。 诚如外门沸沸扬扬所传那样, 北路1898逐射出了个五节, 却为前号来值得关注, 因其有钱有背景, 为人豪气大方。 好友, 值得结交。 而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蛇宇仙, 并不为外人知晓, 这是蛇宇仙和前号来他们交代过的, 他只想低调狗吼, 出风头这种事情, 还是让胖虎他们去吧。 玉成功外事店长老之一, 驻姬后期的陈吉道人, 面带鼓励与欣慰的微笑, 看着下方五百多位新晋外门弟子, 宣读条律, 颁发奖励。 一是新晋外门弟子, 皆可搬入楚秀峰山腰中部, 每人分配环境清幽的小院一座, 可协议为随从入住。 小院每月, 仅收十块零食的使用费用, 不舍得花零食的, 可继续选择, 住在南西北路竹舍。 正是外门弟子, 可拥有自己独门独户的清幽小庭院, 蛇宇仙早已知晓。 仙琼号09, 给老客户送货上门, 就很多客户, 是住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小别野。 但小庭院每个月租金十块零食, 对于不少弟子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所以很多人也会选择不住, 继续留在山脚南北西路, 就像坑王蔡才子, 还有蹭小林坛的一些外门弟子。 二十二等既正式列入宗门, 外事店外门弟子任务正式开放, 可根据自身实力与特长完成任务, 并获得奖励与门派贡献。 但外门弟子每月至少必须完成一项任务, 累计三次不执行, 既大过一次, 扣三百门派贡献值。 三是新弟子可去天交封的藏金阁, 免费选修三门练器进攻法。 以后再选攻法, 则需扣除相应的门派贡献。 四是我玉成功三宫六殿三十六封, 不少封主。 长老, 近期可能临选一些清传弟子, 等而等表现优异, 且都对自己有信心者, 也可自行前去拜见, 试一试机缘。 五是外门弟子, 每年年底一小笔, 五年一大笔, 道法修为精进者, 斗法无往不胜者, 将获外门石秀荣誉, 奖励丰富, 且可一试试。 六是从今天起, 五年外门弟子修为考验期, 亦正式开始计时, 满五年修为达不到练器三层者, 将为杂役弟子, 收回宗门分配庭院, 将分配宗门各大分贯, 资源点及城镇村镇首等。 七则有官等切实修行利益。 而等天赋一般, 要想走得更远, 长生九世, 切记专精一两门修真百亿, 反补修行。 宗门三十六封, 皆有不少林田, 可以买卖或租重。 修真意图, 唯有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方有机会设步高深境界。 而等警记, 比较重要的点, 陈吉长老都挑出来讲了一遍, 其他门派细致绿条, 则印记在一枚玉符中, 随同储物袋, 一起分发给新晋弟子们。 陈吉长老担任外事殿长老数十年, 是一个对外门弟子颇为关爱呵护的前辈, 所以格外说了一些相当接地气的要点, 让众心敬弟子获益匪浅。 因为当年, 他也是从外门弟子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高度。 这长老人还真不错。 舍宇仙暗自点头, 从陈吉长老口中, 他也获得了自己要想要知道的东西。 身为一个励志低调苟住的修真界小鲜肉, 他在听到外门弟子也可以买卖或租重宗门林田时, 就精神大振。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现唯一万灵真印太古与蛙四大天赋中, 就有三个天赋呼风唤雨, 万虫蜕壁, 灵直催生, 是非常适合仲天流的。 只有走上修真仲田路, 才能最大发挥现有的优势, 然后姬雄魂根基, 力万世不灭传奇。 而且从水法清和天赋升级为终极的经验中, 他也猜测这三大仲田天赋, 可能真要在实践中, 才能获得快速蜕变进化的养分。 陈吉长老宣读完后, 就让一干外事店指示道人登记造册, 并将身份腰牌, 清幽小院号牌, 通讯玉符以及储物袋等一一分发下来。 很快, 五百五十多名新晋外门弟子, 都兴高采烈地领到了丰厚福利。 蛇雨仙也领到了, 他看着手中的身份腰牌, 三指宽的白玉令牌, 散发丝丝清凉气息, 白玉牌上用某种符印手法, 刻录了两个字, 道红。 这就是以后我在玉成功的道号了, 道红, 道之红大, 滔滔不绝, 不错。 蛇雨仙细品道红二字, 竟绝妙不可言, 天然亲切, 冥冥之中, 似乎早已有着, 某种不可测的牵连。 所有被赐予道号的弟子, 都会登记在玉成功门派预测之上, 也在这刻起, 弟子的命运, 气数等, 已经和宗门气域隐秘密, 而深刻地羁绊一起, 若是内门弟子以上, 更是有资格在宗门留下浑灯, 生死存灭, 宗门一观浑灯极之, 如在外被人斩杀, 更可由此牵引追踪而去, 高修出手替弟子报仇。 钱号来道号道金, 豪气依然, 比金子还金。 钟小伟号道鸭, 估计让他有点郁闷。 王大山号道月, 这个气势十足。 向少聪号道鱼, 少聪急鱼, 宗门次号还是颇为来源的。 在陈姬长老离开后, 外事店更是变得热闹非常, 有相熟的就互相道贺, 有自来熟的就不断攀交同门, 上演一场修真剑名利场。 在这三月考核期中, 表现尤其出色的十来个少年男女, 更是被人簇拥, 追着认识, 互换通讯玉符。 各位同门, 难得大家有缘, 同期踏入宗门, 何不加深联系, 以后互相帮助。 上官师兄, 这是师弟, 我的通讯玉符, 请务必收下, 以后带有差钱。 无必招之则来。 王云超师兄, 不知能否赏脸, 仪式结束后, 请您去陈丰楼一续。 前后来师兄, 久仰大名, 能否交换下玉符? 我有个大转临时的点子, 想跟你探讨探讨。 尤其被评为本批新人第一人的上官耀, 更是被围了一层又一层, 面容英俊的他, 倒是来者不惧, 保持微笑, 和众仰慕崇拜者, 一一互换通讯玉符。 上官耀是之前东路新人中, 天赋最好的, 在这次考核期中, 修为突飞猛进, 据说已经练气近二层圆满, 半只脚迈进练气三层了。 更因为是玉成功内门长老上官红的曾孙子, 身份背景强大, 谁都想抱一抱大腿。 王云超也如此受欢迎, 被于此如潮包围, 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他偶尔扫向舌宇仙位置, 见到这个自己不喜的废柴孤身近畜, 没有几个人去交谈结时, 不由笑得更开心得意了。 但恰好这时, 一身青色道袍的戴小云, 却和赵黑子来到舌宇仙身边, 三人言笑艳艳, 越见亲切。 王云超不由脸色微微一轻, 低声骂了一句什么。 气质变得更出众的道云戴小云, 看着身高大涨, 更加清秀白皙的舌宇仙。 眸中闪烁光泽, 轻笑着打趣道, 宇仙, 你倒真是是别三月, 让我刮目相看啊。 个头长了这么多, 人也更帅气了。 壮士魁梧的赵黑子, 哈哈大笑。 宇仙这次跟着那个前号来, 也算出了一回风头啊。 你们那个一千八百九十八竹舍, 现在已经被不少人当作风水宝地, 都等你一班离, 就赶紧抢住进去, 想沾沾你们的运气呢。 舌宇仙温声笑道, 权杖道经师兄鼎力支持, 才侥幸突破。 到时以后, 我们三人有空在宗门, 可以多走动走动。 倒是可惜了李潘, 还是没有突破。 赵黑子突然提到了李潘, 有些惋惜。 舌宇仙神情微微一动, 说道, 我可以用一个义从名额, 把李潘留下来。 要找一个随从仆役, 帮自己打理一些日常杂事, 不如找至根底有渊源的熟人, 李潘、 林木生都可以。 而林木生, 虽然土憨土憨的, 脑子不太灵光, 但老实巴交的, 是可以信任的。 前后来, 钟小伟他们都说, 可以用他们的义从名额, 所以, 舌宇仙也就随这些兄弟决定。 实际上, 舌宇仙也大概猜到了李潘的结局。 他空着一从名额, 也有为其考量的缘故。 既然打算走仲天狗倒流, 以后事情肯定会越来越多, 手下没有人手, 辅助达里可不行, 赵黑子高兴地说道。 那可是太好了。 我还想, 要不要用我的名额呢? 可我现在自己修炼的资源都还没着落, 也不敢耽误他。 戴小云也很开心, 这批朱仙镇的小伙伴都能留下来, 心里也就没什么遗憾。 他虽然有个叔叔在育成功, 有能力招一个义从, 但作为一个女修, 要找义从的话, 自然也是找女的, 否则诸多不便。 三人热聊了一会, 然后互换了通讯玉符, 即分配到手的庭院门牌号, 也就分手掀个忙个的去了。 戴戴小云两人离开后, 舌宇仙也无心逗留, 眼前新生济明场面, 也欣赏不来。 前后来倒是挺享受别人拍马屁的, 在心境弟子中笑容满脸, 每个人都能整几句, 混得如鱼得水。 钟小伟、 王大山、 向少聪也抓紧机会, 多结识一些同门,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前后来, 更不是舌宇仙, 以后的路得自己走, 不可能一直靠兄弟资助救济, 多结识同门好友拓宽人脉, 今后也能走得更顺一点。 看着眼前有些闹哄哄的情景, 似乎和前世一些画面重叠了, 舌宇仙摇头笑了笑。 随即, 他一拢宽大袍袖, 悠悠然飘出了外室殿。 炼器二层, 体内灵力已被驯服得如臂食指。 他心念一动, 灵力运转, 身形便如同一阵清风扬长而去, 甚是逍遥自在。 北路一间竹舍, 全屋六人包括李潘, 无一人突破之炼器镜。 其他五人已黯然离去, 离开玉城宫宗门, 只有李潘还这一丝侥幸和期盼待在屋里, 等最后期限时刻的到来。 他不甘心, 就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如果再有两天时间, 我必然就能突破呀。 怀里还剩下半瓶彩灵丹, 但他却没有时间了。 坑王蔡才子不但骗光了他的零食, 还浪费了他的时间。 此时的李潘对蔡才子可谓恨到了极点。 不断念叨蔡才子, 嘴唇都被咬破流泻了。 王云超, 蓝青月都有名额让我留下来, 但他们会来吗? 还是, 雨仙胡思乱想, 焦虑茫然, 李潘在等待一个渺茫的可能, 却等得几乎绝望。 当初同一个小圈子的王云超没来, 蓝青月也没来。 戴小云, 赵黑子, 舍雨仙, 他们又怎么可能来? 不, 雨仙, 雨仙心地温软善良。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那熟悉的声音, 犹如仙音。 李潘还在吗? 我有一个义从名额,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舍雨仙面容沉静, 一袭青袍飘然而立。 此时正当午后, 竹林疏影, 金黄色阳光沐浴而下, 洒在他背后, 恍若少年仙人。 是的, 此刻出现这里的舍雨仙, 在李潘的眼中, 就是光芒万丈, 犹如仙人下凡, 为拯救他而来。 刹那间, 李潘经不住的热泪横流, 用颤抖且嘶哑的声音, 竭力大声喊道, 我愿意。 我不嫌弃。 我实在, 实在太高兴了。 他跨着早已收拾好的包裹, 由于太急切, 而有些亮亮呛呛, 他用力地跑出竹舍, 向着面前那道鲜光奔去。 多少年以后, 许多高修大能, 一直无法明白, 为什么洪道天尊身边, 一直有个如此忠诚的追随者, 历经无数劫难, 沧海横流, 始终对天尊生死相随不离不弃, 其忠诚, 竟无人能撼动, 挑拨和利用丝毫。 既然你也愿意, 那就一起走吧。 蛇羽先微笑招手, 转身朝往楚秀峰中不走去, 道袍随风烈烈。 李潘跨着包袱, 紧紧地跟在后面, 迎着阳光, 追逐前方那个身影, 一步一驱, 慢慢地脸上露出属于少年的明朗笑容。 楚秀峰, 掩月谷, 外门弟子修炼帝之一。 峡谷古墓参天, 奇花遍野, 宁静清幽, 风景绝美。 两百多座清雅庭院, 疏落有致, 沿着山谷盆第四面分布。 掩月谷, 是楚秀峰几大风景, 极好的景点之一。 外门弟子能在这里长久住下去, 本身就有一种身份的优越感。 蛇羽先带着李潘一路而上, 途中遇到几批巡查弟子, 有身份腰排, 自然畅通无阻。 在进入掩月谷之前, 蛇羽先已经在外事店, 将自己那个的一丛名额登记为李潘。 李潘还领了两身专门标志一层身份的黑色衣袍。 李潘以后在玉成宫行走, 就得穿着这身一层黑衣。 两人便赏沿途风景, 且走且停, 有说有笑, 对掩月谷环境那是十分满意。 在一个寻查弟子的指引下, 蛇羽先最后停在一栋清静庭院面前。 两层半楼阁, 半母徐小院, 周边古松, 紫竹三面环绕, 环境清幽, 空中弥漫着浓浓的灵气因子。 院门上有三个古桌大字, 月西院。 整座楼阁庭院被一层圆弧形的微光笼罩, 那是布置的小型防御法阵, 让蛇羽先生出几分安全感。 不错。 蛇羽先很是满意, 他取出庭院玉牌, 按照外事店弟子的介绍, 念时渗入玉牌, 玉牌顿时散发一阵微光波动, 与防御法阵连接沟通。 瞬息之间, 蛇羽先已获悉这座法阵的开启关闭等功能用法, 也没想象的那么复杂。 念时轻松操作, 将自己与里潘设为可自由进出的权限者。 闪身入院, 只见院中花, 石, 甲山俱全, 石中石树尾井里, 土株兮兮。 立身院内, 更觉清风徐徐, 心境都安宁了不少, 说明庭院风水布局极佳。 每月十块零食租金, 却也值得了。 蛇羽先笑着对李潘说, 一路上他有意交谈, 早已将李潘心情疏解到位。 是啊, 这院子也太美了, 住在这样的地方, 才叫修饰的日常生活呢。 李潘也连连点头, 也屋内院外到处查看打量, 有点立刻进入一层状态的兴奋感。 蛇羽先看在眼里, 说道, 你大概熟悉一下, 自己挑间房间, 然后先去周围看看, 找一下附近的清泉灵潭之类。 好的, 我刚也大致看了一下, 里外都非常干净清爽, 应该之前有人维护, 施展过清洁术。 李潘在心里, 已经决定追随蛇羽先, 放开心怀, 也就不扭捏拘谨, 风风火火地动了起来。 他将东西放到一楼的一个房间后, 就出去找干净清澈的泉水灵潭了, 也不去问蛇羽先是用来干什么, 很知本分。 李潘知道, 两人以前是地位仿若的朱仙镇老乡, 现在却是仙凡有别, 如果不摆正自己的心态, 主从不分, 终究会连一从也做不下去。 蛇羽先镜子走进楼阁, 随意走了一遍, 住进二楼最大气敞亮的主人房。 他盘坐房中的一个蒲团之上, 面色沉静, 心里已在开始盘算接下来的修炼发展计划。 仙琼后, 零九的酿造, 肯定要继续下去, 这生意现在很稳, 每月可回流一千多块零食, 暂时支持几个人目前的修炼, 是没问题的。 不过, 随着修为的慢慢提升, 消耗的各种资源, 肯定会不断增加, 光期真果零九一项产业肯定不够。 这零九生意, 就当竹舍兄弟的一个合作纪念吧。 接下来, 我要开展自己的种田计划, 明天就去宗门内饰台, 了解下林田租众的具体事项, 在蛇羽先原有的计划中, 他从来就没有只考量自己, 竹舍兄弟们如此, 礼攀如此, 远在诸仙镇十里坡村的家人亦如此。 都说大道独行, 越到最后越是孤独, 可我却不愿做个雇佣者啊。 有兄弟, 有朋友, 有家人, 以后或许还有更多的知己, 甚至道理。 我想要的是有人情味, 有人视为的修真。 修炼时闭关独处, 逍遥自在, 闲暇时兄弟相聚, 拔酒言欢。 小院抬痕绿, 云引入连间, 谈笑有知己, 往来无凡忧, 一纵万里外, 弹指扶妖魔, 这, 才是我舍与仙向往的修真界生活。 要友情, 要亲情, 要逍遥, 要长生, 就要从今天的种田做起。 寻常弟子耕种一亩上好灵田, 即便种植纯正的灵道, 一年收入也有两千多块灵石, 何况是我。 如果种植炼丹的各种灵草奇花, 收入更是极为可观, 可以轻松翻上几番, 以它灵值催生的天赋, 甚至可以种植一些连普通灵植夫都培育不了的珍惜灵财, 那才是真正的高额收益, 天赋利用最大化。 盘思良久, 心里也渐渐清晰通透起来, 自己的道路, 就按自己的方式走吧。 喜欢斗法冲杀, 冒险扶妖, 探寻古迹境地的且去, 我自种田万物足, 道红尸地可在。 无视旁边庭院的道林师兄, 院外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 竟是邻居来访。 蛇语仙神色微微一动, 身影一个闪烁, 人已在院中。 抬眼看去, 只见庭院小型法阵圆湖微光外面, 站着一位看上去二十来岁的轻衣道人, 正朝他点头示意。 道林师兄请进。 我这刚搬进小院, 无甚准备, 就委屈师兄, 就在院中一序如何。 蛇语仙腰间玉牌微光一闪, 法阵洞开, 请进了道林道人。 道林哈哈一笑, 也不客气, 大大方方走了进来。 道红师弟, 恕我冒昧造访啊。 实在是师弟你这院子许久无主, 我平时修炼鱼侠, 也没个邻居聊聊天什么的。 看你来了, 实在忍不住镜子前来。 要说你这院子倒是顶好, 就是有些不太吉利, 道林道人看来也是好交友的自来熟性子, 近来就一通滔滔不休, 最后说到不太吉利, 才似乎觉得不妥, 连忙停了下来。 师兄, 请。 蛇语仙请道林, 就在院中的凉亭坐下, 袍袖一抚, 面前的石桌上就多出两个杯子, 一壶仙穷好灵酒。 一番真酒, 敬酒, 蛇语仙才好奇地问道, 师兄不妨直说, 小院如何个不吉利, 我不忌讳这个。 道林一杯酒下肚, 顿时精神微微一震, 有点高兴地说道, 好酒, 莫非是最近外门颇多议论的仙穷好灵酒? 蛇语仙微笑点头, 心道, 不仅是仙穷好灵酒, 还有灵酒酿造者在你面前呢? 师弟竟然不忌讳, 那我就给你说上一说, 以免以后遇到一些事情, 也不明缘由。 道林微醺地说道, 院子的上个主人好盗爵, 炼器七层修为, 在外门也是风云人物, 半年前接宗门任务外出, 不料意外陨落, 道林停顿一下, 看了蛇语仙一眼, 我猜你肯定觉得这没什么吧? 我被修饰。 大道争风厮杀斗法, 岂非寻常? 不过, 你若是知晓道爵之前的几任院子主人, 都无一善终, 君在这院子住个几年, 就会遭遇意外深陨, 就不会刚才这表情了哈。 一听这庭院, 一连十五六任主人都陆续陨落, 蛇语仙不由真有些吃惊, 到底是巧合, 还是他们与这院子八字不合? 在修饰眼中, 就没有不可理解的诡异妖魔, 痴魅亡俩, 真有, 也是一粒灭之。 要知道修饰本身, 就是这天地间最顶端那一级的存在, 才是不可解的bug。 所以, 这些院子前人们的陆续陨落, 似乎真的只能说巧合了。 道林接连几杯, 竟喝得半醉, 还不忍试杯, 嘟嘟囔囔, 可真是又菜又爱喝呀。 他神秘兮兮地指指天, 低声说道, 这院子其实大有来头, 师弟你是杂武林根突破晋升的, 一千五百多年前, 这个院子的主人, 可是我们玉成功宗门一位大人物, 他也是杂武林根问道, 据说五百年前, 已至渡劫境, 道威盖世, 镇压天下。 然而几百前, 这位宗门前辈游历界外, 留在祖师殿的魂灯, 却突然暗淡, 濒临熄灭。 然后, 这院子怪事就来了, 连续十几任主人接连陨落。 所以, 宗门私下有长老, 甚至弟子议论, 也许这些同门, 是被那杂劫前辈的霉运结像给剥裂了。 也是巧了, 这些年都没有开放这座院子, 刚好你们这一届新晋弟子众多, 庭院几乎住满, 就又重新开放, 蛇雨仙给道林又争了一杯, 对方顿时没开眼笑。 蛇雨仙好奇地问道, 师兄你说了半天, 却为何迟迟不肯说出, 这位杂劫期超级大佬的名字与道号? 说实话, 这个道林师兄说起来, 故事来还蛮有启程转合的, 把蛇雨仙这个十里坡村孩童眼中的故事小王子, 都给听得津津有味起来。 尤其这位超级大佬, 竟然还是杂劫林根出身, 能一路修炼到杜劫期, 离飞天成仙警察最后一步, 这样的绝对传奇人物, 蛇雨仙是非常想了解一下的。 莫非, 那也是一个挂臂前辈? 不, 不过, 不可说啊。 道林舌头有点大了, 但显然非常忌惮到出那个杜劫前辈的名号, 据说那位大人物正在杜梅劫, 可谓梅运盖天, 谁敢沾染上, 说不定我说出名号, 转眼就如你小院的前人们, 突然就意外深陨了。 杜劫期, 杜梅运劫, 这飞生到底还要杜什么劫? 这蛇雨仙的前生看得杂书所说不太一致啊。 道林面色最红, 却颇为满足, 起身有点摇晃, 白手说道, 不能再说了, 这位前辈大能沾惹不起。 我劝师弟, 去找负责外门内务的指示王师兄说一下, 趁早换个院子。 道林脚步虚浮, 就往院外走去, 离开还不忘埋怨一声, 师弟今日有点呆客不周啊, 但凡准备点花生米, 师兄我也不会醉成这样。 看着摇晃离开的道林, 听到埋怨的蛇雨仙不由服额, 哭笑不得。 感情你酒量差, 还有道理了。 又菜又贪杯, 我这一大壶零酒, 可被干掉大半瓶, 这一下就喝掉了十几块零食, 还代客不周。 当然, 对于道林所说的杜杰前辈大佬梅韵一说, 蛇雨仙还是基本性了, 但却不太想换院子。 他第一眼看到这院子, 就感觉很顺眼。 再听到道林所说, 那位前辈大佬也是为杂武林根出身时, 更有一种亲切之感。 也许无形的天意, 早已通过某种方式, 将两个异类杂武林根牵连在了一起。 不过蛇雨仙觉得, 那么多新弟子分配院子, 为什么就自己分到这里? 这似乎又闻到了某些故意针对的阴谋味道。 大佬也换不换是一回事, 被人故意针对, 却要弄得明白。 我自问也没得罪什么人吧? 除了那个据说酿酒陪得当裤子的倒光菜才子, 舍雨仙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 脑海中浮现几个可疑人物, 却有些不敢相信。 如果真是他, 那就别怪我也不讲同乡情义了。 挨打不吭声不还手, 不是我的风格, 低调修行不代表低调挨揍。 想起来, 他觉得实在是可笑, 什么仇什么怨, 他可从头到尾没骂过一句或表现的敌对, 只能归结于人心莫测, 或对方实在有些脑残。 只是, 莫非就觉得吃定自己了? 在他沉思事件背后的阴谋主时, 李潘也兴冲冲地回来了。 根据李潘所说, 他匆匆在周围走了一圈, 就发现五六个小灵坛, 也没几个外门弟子, 在这些小灵坛采气凝凌, 更像是纯粹的景点。 蛇与仙便拿出通讯玉符, 分别给钱浩来, 钟小伟他们说了一下, 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参与灵酒生意, 以后酿造地点可能就要放到他这里来了。 仙琼号气真果灵酒大致酿造流程, 以及灵酒的方子, 虽然钱浩来都知道, 但一些关键的小诀窍, 蛇与仙却并没有和他们细说。 通讯玉符中, 钱浩来, 钟小伟都觉得可以, 还是以蛇与仙为主导。 木头林木生最后没有留在玉成宫, 虽然钱浩来, 他们都愿意给出一丛名额, 但自知悟性太差的林木生, 还是选择去林萧城, 在钱家商号里做事。 向少聪和王大山, 却有点支支吾吾, 有些不好意思, 却也表达明白了。 就是借口说, 大家都有庭院了, 没必要固定一个地方酿酒, 大家平日里抓紧时间修炼, 来来去去, 耽搁不少时间, 不如大家自行酿酒, 采购, 销售都各做各的, 这样对大家都好。 听到这里, 蛇雨仙终于还是长叹了一口气, 出入宗门的新人情谊, 终于比较虚浅了。 兄弟友情在大家正式晋升外门弟子的那一刻开始, 就免不了产生缝隙了。 他心里其实已经有所感觉, 刚才也只是来明确而已。 三个月来一个竹舍, 废材暴团的热血, 还在滚烫。 然而也避免不了一个前世的定律, 毕业季, 就是分手季。 也许这才是修真界的真实生态。 对于王大山, 像绍聪来说, 自己酿酒出售, 岂不是能多赚几倍十几倍? 但你们却忘了, 这终究是我的方子哦。 你们短期内可以很赚一笔, 却从根子上断送了仙琼浩的未来, 对于零酒生意。 蛇雨仙本有着慢慢做大做强的谋划, 他打算随着自己的修为实力提升, 来逐步调整零酒对市场的渗透影响力。 并且他脑海中, 还有好几种更好的酿酒方子。 完全可以将仙琼浩打造成大千伏昆借响当当的招牌。 嘱咐李潘一番后, 蛇雨仙独自来到外事殿。 外事殿占地级阔, 气势雄伟, 大部分外门相关机构都设在这里, 号称总览外门一切事务。 其中跟外门弟子林田有关的, 可在里面的田基部咨询与办理。 上次林李潘来这里办理宗门一同时, 蛇雨仙已经对里面的道部机构林立的庞杂度有过体会, 多问几个同门, 也顺利找到了田基部。 负责接待她的是田基部德远直视, 相貌气息有些苍老, 眼神有些浑浊, 看起来至少应该超过一百多岁了。 其助击初期修为, 不过气息却不如一般助击凝练, 想来是岁数太大, 实力下降的厉害。 事实上, 玉成功很多类似德远直视的门人, 到了一定岁数, 前进突破无望, 便会在宗门寻个直视之类坐下去, 不再以修炼为主。 同时, 也会在山下的灵霄城或其他几座仙城, 取上几方妻妾, 生儿育女开之散叶, 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他们在宗门赚到的灵石资源, 大部分都给子孙后代了。 师伯, 弟子想做些灵田耕作, 最好连在一起五母左右的灵田, 不知道可有好一些的灵田推荐。 蛇与仙问话的同时, 也借锈袍的这样不着痕迹地将十块灵石递给德远直视。 手上不差这点灵石, 但前世经历和此事所见所闻告诉他, 该花的灵石还是得花。 嗯, 让我给你翻找一下。 德远直视异常灵活地将灵石收入囊中, 浑浊的眼神微微一亮, 提了几分精神, 有些用心地翻开手中的预测。 诺, 我大概查看了一下, 比较符合师职你要求的, 现在有三个, 都是不错的低级灵田, 分别是云炉峰, 雷鸣峰及温道峰。 不过要我说的话,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温道峰的灵田, 五亩低级灵田年租金只要两千块灵石, 而雷鸣峰及云炉峰年租金要两千五百块灵石。 德远直视撵着花白胡须, 颇为耐心地介绍, 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这就是刚才送出十块灵石的回馈。 好家伙, 一下子能省下五百块灵石。 蛇羽仙心里都激动地小跳了一下, 当然也有疑惑。 当下问道, 据我所知, 宗门五亩低级灵田租金大概都在两千五百块灵石左右。 问道峰却低了这么多,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门道, 还望师伯再指点一二。 惊喜归惊喜, 蛇羽仙也知道不能抱着白捡大落的想法, 否则最终吃大亏的总是自己。 德远道人的眼皮子细微地抖了几抖, 有些轻描淡写地说道, 师职看来也了解过灵田租让行情, 我也不坑你。 这问道峰灵田之所以便宜, 是因为现在没有人敢去捡这个便宜。 这涉及到宗门顶层大人物的隐秘。 你刚才说出在掩月谷的那座月西院, 应该或许也听说过了。 那曾经院子的主人, 现在宗门半部飞仙的杜杰七老祖, 以前就执掌过问道峰, 现在峰主陈景真人, 就是其嫡系传承弟子。 这位老祖, 据说正在杜梅运大捷, 问道峰也受到影响, 连峰中灵田都连年收成不佳, 所以出租价格才这么低, 德远道人说得倒也清楚, 不过他没说出来的, 却是他也是问道峰弟子门人啊。 自家灵峰的灵田, 当然要优先推荐了。 陈景师伯可是隔三差五就亲自过问一下, 催着我优先推荐问道峰的灵田, 赶紧给租出去, 要不就肉就要烂在自家锅里了。 德远道人用眼角余光, 留意着面前这位冤大头失职, 觉得自家灵峰的灵田还是可以拯救一下的吗? 别人不行, 你舍语先失职, 说不定就行, 因为问道峰的老祖和你真的很有缘啊。 刚好砸五灵根, 刚好住月西月那座院子, 刚好你一个新晋弟子, 没多少家底又要租灵田, 这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 失职, 我在旺七树上有几分造诣, 关你气色略暗, 应该是最近遇小人, 然中间有一缕极为纯正的红色, 这是匹吉泰来, 巨富有望的征兆, 如此气象, 刚好符合你眼下租众灵田的大忌, 问道峰这乌亩低级灵田, 也许正是你大发契机之所在, 机会难得, 我被修饰, 何不一搏? 为了不再被沉井师伯隔三差五嘴碎掏扰, 我德远也是够拼的了。 不过, 德远道人却是有些诧异, 他望气数造诣很深, 刚才所言真没有说谎, 仅是略微添加渲染了一下而已, 蛇语先目前运输还是真的不错的。 气成红色好啊, 应该扛得住一点点的霉运波及吧。 虽然出乎意料的, 再次与那位杜杰大能扯上点关联, 但蛇语先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心灵预感或危机提醒, 反而觉得冥冥中有跟现在牵引着他, 似乎真与那位前辈有着某种缘分。 蛇语先心里认真斟酌了一下, 表面故意显得犹豫纠结, 说道, 杜杰老前辈的霉运大结, 我可是听人说, 非常可怕啊, 租金再便宜, 也可能让我打水飘血本无归啊。 不如, 不如这样, 师伯你能否联系下问道风? 看能不能让我失重两个月, 先只交两个月的租金, 如此, 我还敢试一试。 啪! 得远道人有些小心奋的一拍大腿, 然后又觉得过了, 连忙假装咳嗽掩盖过去, 稳了稳心态再说道。 问道风说过了, 只要有人敢租种, 一切都好说, 你这个提议应该没问题的。 然后得远道人拿出一个通讯玉符, 眯眼分念和问道风某风主联系, 手中玉符灵光激烈闪烁。 数息后, 得远道人睁开眼, 有点如释重负地笑了, 失职, 可以了, 就按你的提议, 先试重两个月, 先给前两个月三百二十块零食即可。 为了达成失职你这一单生意, 我可算是拼了劳力了, 真重田致富了, 可不要忘了, 今日利剑之功哈。 舍宇仙按耐住心中的喜悦, 感激地说道, 如有所得, 必当再来谢过师伯。 那, 我就先把两个月租金交下, 麻烦师伯你办理一下租种事业。 神情大好的得远道人, 满脸笑意地, 给舍宇仙办好了问道风灵田租种协议, 并将一份灵田位置及问道风路线, 用念石灌注到一枚玉牌中。 玉牌上刻有问道风字样, 凭着玉牌, 就可以去接受租种那五亩低级灵田了。 从外事店出来, 舍宇仙没有急着去问道风, 看那五亩灵田。 他还要去藏金阁, 把免费的三门道法给学了。 而且刚才两个月的租金, 也把他积累的灵石几乎掏空了。 储物袋里还存有二十多坛七真果零酒, 给先卖出去后, 才有灵石去购买灵脂种子。 藏金阁设立在天交风, 而天交风离楚秀风中间, 还隔着一个云炉风。 所以,舍宇仙在路上还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沿途很多, 身穿刺金青袍的内门弟子, 或御剑, 或驾驭飞行法器, 或乘坐骑灵兽, 在群风之间飞略闪烁, 速度极快, 让舍宇仙羡慕不已。 等下一定要选, 一门顿走藤罗的功法。 他心里决定。 这双脚赶路不仅太慢, 而且也太没修真人的风度了, 沿途除了一些零散心境弟子, 和他一样, 吭哧吭哧靠双腿埋头赶路。 其他外门老鸟及内门弟子, 基本都是高来高去, 临风飘逸, 潇洒至极。 天骄风是内门弟子, 及高修大能主要出没区, 随手都能碰到一个筑机, 甚至看起来貌不起眼的, 很可能是金丹前辈。 不但御成功最大的大型高等方式, 群星方就开在山脚下。 这里灵光宝气抖射, 在方式上空, 宁换成大片, 有如实质的云彩光纹, 尽显人气繁华。 不仅御成功弟子聚集在此, 而且天下修士及商骨, 都会来这里交流贸易。 南路外门小方式, 和这里一比, 简直就是小打小闹。 而且像藏经阁, 药王殿, 飞仙殿等都设在这里, 御成功三宫六殿, 就有二殿威然屹立在天骄峰, 药王殿在山脚, 飞仙殿在峰顶上。 藏经阁在药王殿上方的山腰位置, 是宗门重要建筑之一, 号称内藏三万余修真功法, 而且都是御成功认为值得收藏的, 御成功自己门派的基础及中低层次的功法, 也会放在这里。 真正核心, 传承的道法, 却不在藏经阁, 而是分散在三宫及三十六封, 最顶级的道经孤本之类, 则真存于内景小世界, 那才是御成功最神秘的所在。 宗门那些没有败入三十六封, 而是直属三宫六殿的内门弟子, 他们的私人洞府, 也主要开辟在藏经阁的周边, 这样他们挑选, 参严道法等, 是非常便利的。 从这安排也看得出, 御成功对外门弟子, 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放养, 而对内门弟子, 却是各种量身打造的考量, 宗门资源, 也主要倾向内门弟子, 真传弟子等。 蛇羽先跟着人流, 来到天交风山脚下, 前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指引招牌, 往左是群心方, 往右上去方向是藏经阁, 大部分修士弟子, 都是去群心方的, 去藏经阁的, 主要是和蛇羽先一样的 新晋外门弟子, 只有新晋弟子, 才这么迫切需要选修功法。 我这点零时, 一或零九, 在南路小方市, 还可以转转, 在这群心方, 却是不够看的了, 且等以后, 有钱了, 再来逛一逛。 蛇羽先略微停顿一下, 然后朝向藏经阁方向, 拾接而上。 藏经阁是一座八棱式九层塔楼, 高约三十余帐, 即功法收藏, 悟道, 宣讲等功能为一体。 据说整座楼阁, 就是一个防御极为强大的法阵, 风雨难尽, 水火不清, 飞剑难伤。 玉成功弟子在这里挑选, 参悟功法等, 完全不必要担心, 外在侵入打扰。 藏经阁大门, 有六七个气息雄浑的苍老道人守护, 全部都是助机修, 据说里面, 更有金丹甚至原因真人镇守。 只有靠腰牌或其他宗门信物才能进入, 并且, 会用神识查看, 飞玉成功门人根本没可能闯入。 心静弟子, 前来挑选道法。 蛇语仙恭敬地行了一礼, 向护阁道人亮出自己的弟子腰牌。 进去吧。 心静弟子, 可挑选三门练弃境道法, 接在藏经阁一层。 其中一个道人汉手示意, 同时几股无形的念石, 在蛇语仙身上扫了一遍。 蛇语仙走进藏经阁, 顿时眼前一亮。 放眼望去, 只见阁内空间极为宽阔敞量, 一排排书架井然有序, 多如繁星的功法玉符, 特殊纸质的书籍等琳琅满目, 让他有种, 置身修道功法海洋的感觉。 书架阁子前, 许多轻衣弟子盘坐蒲团之上, 观月玉符或书籍, 人虽多, 却出气安静, 仅有少数低声自言自语的参悟声。 蛇语仙走到一长排书架前, 这一排, 著名是五行法术。 他微微沉吟, 三门免费道法, 我要一门顿法, 一门临时修行功法, 再加一门隐藏修为的脸西术好了。 顿法是他现在的大短板, 是必须要选的。 无论赶路还是对敌, 都非常实用。 临时修行法门, 更是他早就, 想要得到的, 要想闯过神秘雨滴的金碧阁膜, 现在的念识强度还远远不够。 他想通过临时类修行法门, 来壮达念识心神, 并学会一些念识运用窍门。 至于脸西术, 这个貌似也少不了, 水法清和天赋, 终, 让他修炼速度, 获得极高的加成, 只要临时丹药充足, 他估摸着, 突破炼器三层, 也就两个多月的样子。 修为一下长得这么快,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作为, 只想低调发展的狗盗中人, 舍雨仙也必须选修一门, 这样隐藏修为的功法。 他看的这排书架, 放置了很多五行类功法, 有威力不俗的功法法术, 有护持自身的灵甲法术, 也有金木水火土, 各种盾法身法。 火球术, 暴炎术, 掌心雷, 五雷法, 水龙银, 冰热术, 土盾, 水盾, 五行盾, 大略一扫。 舍雨仙已经有些眼花缭乱, 恨不得可以随便修炼。 看得越多星越乱, 炼器镜也没啥好多想的, 专精几门术法, 自己没有严重的短板缺陷即可。 舍雨仙吸了一口气, 平缓下躁动的心情, 然后拿起一枚玉符, 念石覆盖其上, 就是一门水盾术。 水盾术, 玉水即可盾走, 修为越强大, 盾术仙物越深, 盾走的距离就越远。 可惜, 这还是不太符合我的预想, 水盾更适合长距离挪移, 赶路, 逃跑好用, 但斗法交手中, 没什么注意。 走了几步, 又拿起来一枚玉符, 却是门铃波布。 铃波布, 施展开来, 犹如踏波而行, 姿态优美, 纵向丝滑, 无论远行赶路, 还是对敌腾挪闪避, 都可满足需求。 这铃波布可以, 我差点就读成铃波微布了。 舍雨仙眼神一亮, 行想, 没有更好的, 就选修它了。 他正要拿下铃波布玉符参物, 眼角余光, 却恰好扫到书架角落里的一本有些破旧的道法书籍, 心里突然有种好奇, 或是某种直觉冲动。 咦? 莫非我这也是如传闻中的那样, 触动机缘了? 他赶紧走了过去, 将有些破旧的道本拿在手里, 封面几个字, 小五行藤魔术。 书籍材料非纸非目, 入手有点沉, 像是某种灵兽皮制成。 他翻了两页, 心头就是一阵惊喜。 相比灵波布, 这小五行藤魔术, 无疑更全面且强大。 小五行藤魔术, 开篇就提到, 该功法修炼到精深境界, 则藤飞如闪电, 身法虚幻迷离, 难困, 难锁, 难副, 难杀, 简直小母牛做火箭, 那个牛叉轰轰了。 修炼到至高圆满境界, 甚至直接就通了五行顿法了。 哈哈, 此功法与我有缘? 蛇语仙心里大笑几声, 这小五行藤魔术太厉害了, 比灵波布强大高深了太多。 唯一缺点就是修炼小五行藤魔术, 必须身具五种灵根。 这就怪不得这么强大的功法, 摆在这里, 基本没人看了。 身具五种灵根, 不就是渣渣杂武灵根吗? 玉成功杂武灵根弟子, 可谓极其携手。 虽然每届招纳新人, 都会将杂武灵根列入其中, 但能熬过三个月考核期, 突破炼器一层的, 从来不过一掌之数, 一两个通过才是常态。 这一届新进弟子中, 也就蛇语仙, 前后来他们1898竹设五个杂武灵根, 成功晋级了, 其他一两百多人全部淘汰。 而且, 杂武灵根真的非常渣, 不但修为提升慢, 法术修炼也慢得一匹, 真要搞懂并成功修炼小五行藤魔术, 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哪个时候了。 不是所有的杂武灵根, 都是蛇语仙版本, 身怀神秘雨滴, 万灵真硬加持, 水系灵根满蓝顶格, 水法清河, 中, 有点逆天, 看到小五行藤魔术修炼前置条件, 蛇语仙真的是要乐出炮来了。 这么强大的功法, 竟然需要武灵根资质, 竟然会出现在藏金阁一层, 这不就是跟我有缘吗? 也许, 这是玉成功高层的某种安排, 或者是大佬们设计的隐藏彩蛋, 给砸武灵根废柴们, 一个逆袭的福利, 不知怎么的, 我又隐隐觉得, 这功法摆放在一层, 似乎又跟那位杜杰七大佬, 有着某种关系, 蛇语仙心里嘀咕, 杜杰七大能, 半步飞仙, 扛过九种结象, 就能踏破虚空, 破解飞升成仙。 这样牛逼的大佬, 任性也一点, 谁也不敢说, 不是吗? 如果硬要将这本小五行藤魔术丢在藏金阁一层, 玉成功上下, 也无人敢说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蛇语仙胡乱联想了一番, 然后如获珍宝, 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 他翻了三四页, 有些沉浸在这门功法的变化莫测中, 然后跑到藏金阁只是弟子那里登记了一下, 确定用去一个免费资格, 选修小五行藤魔术。 所有的功法试看, 都只能看前面几页, 后面内容都是一片空白, 必须去登记解禁。 与此同时, 一股无形的强大念识如清风掠过, 在蛇语仙身上停留了一刻。 盘坐在藏金阁顶层的一位须发洁白的道人, 神色微微移动, 自言自语说道。 想不到, 几百年后, 还真来了一位有点看不透的武林根弟子, 看上去能看懂这门小五行藤魔术。 那位老祖, 七, 吴又念叨他了, 有点不妙。 这位原音真人念叨那位老祖时, 顿时脸色一变, 身影疏地一闪, 人已飞出藏金阁, 须于破空而去, 消失在茫茫天际。 然后, 远方天际响起一阵雷鸣电闪。 这是有人挨雷劈了, 够倒霉的。 白须道人这一动静, 顿时引动了玉成功各处隐秘之地的大能, 几时到强大的念时, 瞬间盘旬, 游易在宗门上空。 嗯, 陈伯师弟, 这是又那集了。 什么陈伯, 误要误我试听, 你们几个老不休的, 一个个都是好几百岁的人了。 陈彦师姐莫脑, 陈伯师兄应该又念到那位前辈了, 跑到宗门外面去挨下雷劈。 当年那位宗门前辈, 被陈伯师弟挺照顾的, 陈伯师弟挨点雷劈, 想必也是心甘情愿。 这些强大的念时, 在空中无形打去一番, 才意犹未尽地缓缓散去。 身在藏经阁一层的蛇语仙, 对这些动静, 可丝毫不知。 他一夜夜翻看之下, 将小五行藤伯术功法内容, 牢牢地记在了石海。 直接在藏经阁参务也是可以了, 一层有专门的独立参务室, 但他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停留在这里。 除了自行参务, 藏经阁内还有传法弟子或传法长老, 说是传法, 实际就是对某类道法研究更深刻, 可以给初学者传授经验而已, 但都是要收费的。 传法人费心费力, 收费也正常, 何况长生知识, 岂非无价。 藏经阁就有很多弟子, 考取了传法资格, 守在里面等于上钩, 哦, 等人来求真解惑。 蛇语仙确认自己完整无误全部记住了, 便放下了书籍, 转身去了另外的书架区。 费了一点时间, 最后将另外两门功法也选好了。 一门脸弃绝, 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修为, 装笔者必备。 一门三眼观想法, 观想额头位置上心, 硬膛, 鱼腰三处密翘, 幻想为多出来的三只眼睛, 替代真正的双眼, 去观看外在天地万物。 这三眼观想法的修炼方法, 有点要让人精神分裂的感觉, 不过蛇语仙觉得挺有用, 也就选了。 事实上, 念石修行功法, 在藏经阁一层, 就只有寥寥几本, 三眼观想法, 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念石锤炼修行, 一般弟子在炼气后期才会开始, 是为突破筑击而打基础。 一般而言, 普通外门弟子, 就不会刻意去修炼念石, 因为暂时用不上, 而且修炼起来晦色缓慢。 蛇语仙选好三门功法, 去一层直视弟子那里注明一下, 表示已经选完功法, 就离开了。 在藏经阁想作弊投机多修功法, 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所有的功法御服, 道本, 都只能试看前面几页, 想再看就要去登记, 除了免费选修的, 其他人都要支付宗门贡献值。 这杜绝了蛇语仙以及所有宗门弟子们想白嫖的小心思。 从藏经阁出来, 蛇语仙直接返回楚秀峰, 在南路小方氏与李潘碰头。 李潘也按照之前的吩咐, 将七真果灵酒的酿造灵彩等都采购好了, 就是花的灵食比蛇语仙之前想象的要高了不少。 李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小方氏可用来酿酒的灵果灵草等, 价格一下涨了好多, 要不是道合师兄仗义, 恐怕还收不起。 一问价格, 才知道这批灵酒材料采购价, 较之以前上涨了近三成。 蛇语仙心里一转, 就大概猜到什么原因了。 不过他还是特意点亮通讯玉符, 跟灵果供应商之一的道合询问了一下。 道合师兄, 你这批灵果之草, 价格长得有些猛啊, 有什么突发原因吗? 那边的道合带点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主要是因为小方氏这里突然多出好几批人, 都在使劲扫货你们仙穷号, 灵酒地酿造灵财, 所以灵果等一下涨了起来, 要不是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我这点货都给你留不住, 在道合叙述中, 蛇语仙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南路1898号逐舍六节, 在晋升为正式外门弟子后, 算是人心彻底散了, 七真果灵酒方子六个人手上都有。 在向少聪, 王大山他们首先提出, 各自酿酒售卖时,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小方氏扫货了。 尤其是向少聪背后, 站着王云超、 许耀天、 财力雄厚, 在小方氏扫货最猛, 大部分灵财都被他们收走了。 后面前后来, 钟小伟他们不得不跟进, 否则收不到材料, 就无法酿出灵酒, 一步被动将步步被动, 最后市场将被向少聪, 王云超他们全部占领。 王云超, 徐耀天这是有点要彻底霸占七真果灵酒市场啊。 可惜, 虽然你们有方子, 但一些酿制手法和技巧, 你们却未必能掌握。 口感及灵力转化效果, 还是我亲手酿造的更正宗。 蛇语仙有些寒心, 也提高了警惕。 商战最怕的就是巨头下水, 依靠强大资本及人脉势力, 彻底搅混市场, 让小鱼小虾纷纷破产退场, 最后巨头垄断市场, 获得该行业的绝对话语权, 然后就可以随便玩了。 看来, 王云超那个表兄许耀天, 还是有点头脑的, 野心也大。 可惜, 我现在最大的底气在仲田天赋, 刚做了五亩灵田, 完全可以做到, 灵酒材料自给自足, 更可以开发出更高端的灵酒系列。 来回通盘分析了一番, 蛇语仙心里渐渐安定, 充满了自信。 他招呼李潘回去, 收完这批灵财, 我们暂时停一波, 明天带你去问道风, 我刚做了五亩灵田。 李潘有些震惊, 五亩灵田, 这也太多了吧, 我们能种好吗? 千万不要血本乌龟啊。 放心吧, 我自有安排。 以后, 我打算在灵田那边搭的小屋子, 大部分时间留在那里, 小院那里主要用来储藏和酿酒等等。 两人低声交谈, 慢慢穿过人流, 走出小方式。 远处, 一栋酒楼上面, 几个身影望着蛇语先离开, 有说有笑。 练气九层圆满的许耀天, 英俊自信, 挺拔不凡, 一身内门弟子的刺巾献袍, 衬托的他月份气度超然。 在他身后, 是一脸快意的王云超, 以及有点愧疚, 有点期待的矛盾, 结合体相少聪。 许耀天轻摇手中, 一柄洁白与扇, 但笑道, 这蛇语先倒是有点本事, 要不是得罪了云超你, 我还想把他也收入麾下, 替我经营生意呢。 王云超眼中闪过一丝极度, 带着明显贬低的语气说, 表哥你也太高看他了。 蛇语先就是十里坡村, 一个普通农家小子, 还试个杂武林根的废柴, 可谓是一无是处, 可能家里传下一张酿酒方子, 被他胡弄改造了一下, 碰巧酿成了零酒而已。 许耀天哈哈一笑, 杂武林根, 的确是个废柴, 不是看他这不堪入眼的资质, 我也不愿随便踩他。 不过一个废物嘛, 那就随便玩咯。 从明天开始, 我要你们把小方式的 七种零酒果子材料 全部买空垄断。 既然要玩, 就彻底把他猜死, 不得翻身。 说完, 许耀天还特意地瞥了一眼 沉默的向少聪, 眼角掠过一丝嘲讽和鄙夷。 既然你跟了本少, 就替我认真办事, 以后你或许就是金丹, 甚至原因真人门下。 有本少的照拂, 将来你未必不能开辟 一个自己的家族, 这一句轻飘飘的随意承诺, 却让向少聪文言大喜, 他弯腰一一道地, 卑微谄媚地说道, 道于岂敢不孝权力。 往后定以师兄马首是瞻。 在谄媚讨好的那一瞬间, 向少聪心中的歉疚, 似乎彻底放下了。 诚如许耀天所说, 杂武林根就是修炼废柴, 能修到炼气境后期, 都寥寥无几。 不如早早地抱好许耀天这样的绝对天才的大腿, 为其门下奔走, 以后前途一片光明。 以许耀天二灵根, 而且据王云超私下炫耀的跟向少聪透露, 许耀天二灵根中, 其中一条, 还是极为罕见的变一封灵根。 道敖师兄资质逆天, 以后金丹元英不过寻常, 更高境界也是努努力即可突破。 雨仙, 你也不要怪我, 这零九方子, 是我仅有的利用价值, 只能对你说一声, 真的抱歉了。 行里头都几乎垂到地上的向少聪, 脸上净是坚决, 很利, 阴沉。 大道无情, 他选择了认命, 选择了背叛, 选择一个看上去更光明万丈的道路。 两人回到掩月谷的大别眼, 蛇雨仙边交边动手, 和李潘一起将这批收到的灵果之草处理起来。 大潘, 七真果灵酒的酿造, 一共有八道流程, 首先要这些材料处理一下, 在蛇雨仙的指导下, 李潘手上很快, 他也是看起来木讷实际上足够聪明的人, 一通流程走下来, 已经学得七七八八。 蛇雨仙也很欣慰, 一个聪明的义从, 无疑能帮他做很多事情。 而且李潘的忠诚, 他也感受到了, 去逐射招揽的时候, 李潘那赤诚感激之心, 完全溢于言表, 少年的心很纯粹, 很淳朴, 至少现在李潘是不可能背叛他的。 至于未来, 只要他蛇雨仙一路修为潘生, 也有信心让追随者不会急不敢叛离。 这一批酒, 大概能酿出五十滩左右, 材料, 收得有点晚。 酿出来, 还得赶紧卖出去, 否则等向绍聪, 王大山他们的零酒出来, 短时期内, 零酒价格会下滑得很厉害, 蛇雨仙预想到了后续零酒市场变化, 所以一回来就没耽搁时间, 赶紧酿成零酒。 他修为接近炼气三层了, 酿起酒来, 动作犹如行云流水, 比之前何止快了一倍。 三天发酵足矣。 这三天, 我就去把零天处理一下, 看看仙种些什么好。 处理完零酒后, 蛇雨仙又递给李潘两瓶采灵丹, 让他抓紧时间突破一下炼气境。 回到宽敞安静的大房间里, 蛇雨仙开始参悟修炼刚到手的三门功法。 至此, 他已经修炼六门功法, 玉须采气绝, 水剑术, 水甲术, 小五行藤魔术, 三眼观想法, 脸气绝。 太古羽蛙万灵, 针印天赋佑,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壁, 出,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出。 他优先选择参悟三眼观想法, 毕竟突破神秘雨滴第二层金币的执念已久, 对能否获得第二枚万灵针印也充满了期待。 只要得到第二枚万灵针印, 他的根基底气无疑将猛涨一大减。 太古羽蛙针印已经让他这么出色, 不是使劲装着压着, 差点都低调不起来了。 再来一枚万灵针印, 他是不是也可以喊一声, 还有谁? 暗下心中的些许浮躁, 舍雨仙按照三眼观想法所说的那样, 将自己的一份面识慢慢分裂为三缕, 然后分别投入在上心, 印堂, 于腰三处密桥。 M 分裂过程中, 舍雨仙只觉得稍微头晕了一下, 并没有如功法所提的那样, 头痛欲裂, 痛苦不堪。 所有的念识修炼功法, 在修为不够的境界, 强行修炼, 很可能反而对念识心神起到打击摧毁的浮面效果。 所以, 玉成功也藏经隔一层, 也仅摆放了寥寥几门入门级的念识修行法, 只是为低级弟子中的天才或念识天生强大特意准备的。 由此可见, 念识修行功法的困难程度, 三眼观想法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舍雨仙天生念识强大, 而且在神秘雨滴内在虚无世界锤炼了十二年, 刚正念识一分为三, 就有可能让他知道, 什么叫智弊分离, 人格分裂等等。 念识一分为三, 然后缓缓将心神稳定在三个密桥, 再根据功法说明, 徐徐注入心念之力, 三点微光, 顿时慢慢地变量起来。 三个念识刚分开时, 有些虚弱暗淡, 仅如黄豆大小。 但随着心念之力的投注, 三点微光便不断成长, 壮大。 开! 念识微光亮到一定程度后, 舍雨仙顿觉破开了某种实杖, 真的犹如多了三只无形之眼, 以所谓的上帝视角腐查外界。 即便真实的双眼没有睁开, 外面的一切, 他也犹如历历在目, 而且更全面, 更清晰。 一阵阵微妙的感悟, 如轻波荡漾, 在他实海泛起涟漪。 不愧是大宗门收藏的功法, 果然很有用。 成功开启三眼, 舍雨仙已经算是将功法修炼成功, 而且觉得自己念识迅速地强大了一些。 三眼观想法, 念识化三眼, 相当于三个自我在汲取虚空中的神秘因子, 补权充实心神根基。 该观想法在具体运用技巧上, 则比较简单, 就两个优势。 第一个叫一心三用, 就是做事情可以做到一心三用, 同时进行彼此不受干扰, 对敌斗法上则, 可以同时操控三样飞剑等法器, 进行攻击或防御。 有点三头六臂的意思了。 当然和大能们一念分化万物, 那还差得远。 第二个叫金念珍, 是舍雨仙觉得对自己帮助更大的, 可以再将一缕念力高度压缩细小如针, 瞬间爆发如闪电刺出, 直接攻击对方石海。 根据三眼观想法所述, 炼气静修士能修成一心三用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越阶炼成金念珍这种无形攻击秘法, 则是几乎不可能。 念石攻击秘法, 只有助击七以后, 修士念石比炼气静强大了数倍不止, 才能驾驭。 当然, 舍雨仙是不以为然, 他尝试了一番, 觉得金念珍也并没那么难, 只是的确在短时间可能难以炼成而已。 什么时间修成金念珍, 什么时候就可以试试破开神秘羽地内世界的第二金币? 金念珍给了他强大的信心。 两久, 他徐徐收回三只眼, 三分念石融归为一, 竟有一股念石膨胀了许多的感觉。 念石的量增加了, 壮大了,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神器充足。 念石之力大约强大了一分多。 精神特别充沛, 身心自然丝毫不绝地, 反而跃跃欲试。 舍雨仙顺水推舟, 接着参悟小五行腾挪术起来。 小五行腾挪术, 需要身具五行灵根者才能修炼成功, 因为运行施展中, 设计了金木水火土五种灵力运转。 让五色灵力在体内形成一个不断循环运转的气环, 将该五灵气环构建成功后, 还要足够浑厚的灵力来维持高速转动, 维持高速状态才能做到一瞬间五力齐发, 腾挪速度快如闪电, 变幻莫测。 一般身法, 顿法, 一种灵力驱动即可。 而小五行腾挪术是五力齐放, 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五倍爆发, 超级涡轮增压, 岂能不快栽。 砰! 舍雨仙身体猛地往前一窜, 一下子掠过十米空间, 重重地撞在前方墙壁上, 疼得它浑身颤抖。 原来, 它在尝试了十来次后, 在体内成功地将五种灵力搅合在一起, 初步构建了一个五色气环。 只不过气环刚构建成功, 它控制不好转速。 气环猛地转动, 施展藤魔术, 没想到身体发动起来这么迅猛, 念时都差点没反应过来, 就撞墙上了。 还是大别野的建筑质量是杠杠的, 绝对适用的上好材料, 墙壁没有丝毫变化。 如果这功法的创始人, 知道, 有练气劲的修士, 用了几个时辰就修炼上手了, 肯定也会惊掉下巴, 这可是小五行藤魔术。 只能说能者万能, 谁让蛇语仙天生念时强大, 悟性过人, 甚至这小五行藤魔术, 就像是给它量身定制的呢。 彼此适配度, 直接拉到了最满, 看来还得去院子里练这小五行。 小五行藤魔术效果惊人, 一旦练成, 身法真的快到不可思议, 一下控制不住就快过头了, 房间里是不适合新手尝试了。 院子占地几百平, 足够蛇语仙尽情藤魔闪顿了。 折腾了一晚上, 总算将小五行藤魔术初步掌握了, 一百米范围内能够做到念叨深道, 来去如风, 藤魔自如。 连带着, 它体内水灵力之外的金木火木四系灵力, 都有了一些增长。 当然, 身具五灵根, 并不意味着要将每种灵根的功法都修炼一遍, 每种灵力都要采气凝化一番。 而是可以将主修灵力, 比如它的水灵力, 转化为其他灵根属性的灵力, 只不过转化后要损耗很多以上。 一个修饰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 转化其他属性灵力也没什么意义, 白白损耗修为。 所以, 修饰只要修炼主灵根对应的功法, 奋力提升修为即可, 分心辅修其他灵根纯属浪费寿命。 毕竟主灵根提升修为又快又稳, 突破境界也更容易。 等你把其他半生灵根的功法灵力提升起来了, 人家早就一气绝尘, 高出你一两个大境界。 大境界碾压之下, 即便你俯修了多细术法, 又有何用, 还不是被一掌拍死。 在大千福昆界修士看来, 境界必然摆在第一位, 主灵力, 雄魂度为第二位, 主修功法掌握度第三, 其他都是浮云。 这也是为什么, 小五行藤魔术这么玄妙无穷, 玉琛弓却不怎么在意, 直接丢在藏经阁一层的另一大原因。 无他, 过于鸡肋而已。 在陈阳出生之际, 蛇羽仙又修炼了一遍三眼观想法, 精神状态重新充好电, 顺便把脸气绝参悟掌握了。 相比小五行藤魔术的复杂, 三眼观想法的高门剑, 脸气绝就简单许多了, 完整看完功法, 尝试一两次就已经修成。 心念一动, 蛇羽仙身上的气息就慢慢虚弱下去, 从表面气息上看, 已经从炼气二层降到炼气一层。 初步掌握脸气绝, 目前只能压下一层修为, 以后修炼圆满, 或可多压几层修为。 但再怎么演示, 这门粗浅的脸气绝, 也只能在一个大境界下调, 无法跨越大境界隐藏修为。 即如果是助激进, 怎么也不可能压到炼气进去。 脸气绝, 目前是够用的, 不会让人轻易看穿我的真实修为。 蛇羽仙对着出生续日土那一会, 然后结束这一夜的修行。 等他洗漱完毕后, 李潘也收拾利落, 准备好跟他一起去问道风看看灵田。 既然选择做蛇羽仙的一从, 李潘就摆正了自己的心态, 处处以蛇羽仙为主, 也完全把自己的利益虔诚 跟蛇羽仙羁绊捆绑一起了。 在李潘看来, 蛇羽仙的灵田 就要当作他自己的产业去认真打理, 不能有只是打工的心态。 看你的样子, 再过两三天, 就能突破到炼气一层了。 两人一起离开庭院时, 蛇羽仙用念石观察了一下 李潘身上的气息波动。 是的, 全靠羽仙你的彩灵丹。 李潘也很高兴, 突破炼气一层, 就是先返有别, 自己也算真正的修真者了。 李潘是四灵根, 比杂五灵根又要强不守, 以后有足够资源, 稳定住基镜也不在话下, 但金丹镜的希望, 就微乎其微了, 仅有那么一丝丝。 五十多坛新量的灵酒, 因为还要发酵, 蛇羽仙没有收进储物袋, 因为庭院足够安全。 这里是限制进出, 防守森严的掩月谷, 不是北路新人营, 连坑王蔡才子都能随便潜入。 一想到道光蔡才子, 蛇羽仙心里微冷的同时, 也有点好奇, 这阴笔坑王到底把灵酒整出来没有。 今时不同往日, 蔡才子赶在来找我生事, 就是送上门来, 把脸递过来丢打。 蛇羽仙现在已经不怎么把坑王放在眼里, 只是要忌惮一下其背后的靠山而已。 怎么会这样? 这是第三次失败了。 天交风移出内门洞府, 一个有颇为凌乱, 酒水乱洒的小院, 响起一声嘶哑的怒吼。 小院子, 蔡才子双眼无神, 失魂落魄, 一袍脏兮兮的都懒得管了, 平日里的翩翩风度, 已经消失殆尽。 这里是蔡才子依附的内门师兄的洞府, 完全是一个小型宫殿, 休憩室, 炼工厂, 训兽洞, 炼丹炼气房, 一丛房等等, 一应俱全。 他的靠山, 是一名炼气九层圆满境界的内门师兄道真, 不过并非许奥天那种真正的天才, 而是几乎摸着50岁门槛, 才突破到炼气七九层圆满的, 资质也仅是三菱根, 在内门弟子, 也只是属于中下梯次。 所以道真, 当时听到蔡才子搞到一份零酒, 酿造方子时, 是无比高兴的, 还狠狠地夸赞了蔡才子, 并给了上百块零食的奖励。 但当道真豪志上千零食, 去支持蔡才子, 收购灵果汁草酿酒后, 他又后悔了。 因为, 蔡才子这废物, 白白浪费了他上千零食, 却只酿造出品质低劣的酒, 这酒零力转化极差, 尤其实在难喝, 其口感一言难尽, 熟都不想喝吧? 你这废物, 怎么如此无用? 道真愤怒之下, 不止一次把蔡才子骂得狗血喷头,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成。 蔡才子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坚持一下, 还有成功希望。 不坚持那之前所有投入可都打水漂了, 道真师兄不把我弄死才怪。 虽然这些零食, 大都是蔡才子从新人那里诈骗来的, 但道真早已经当成自己的了。 直到第三次又失败了, 失魂落魄的蔡才子, 才彻底明白, 自己被那个可恶新人小崽子给坑了。 妈的, 终日打鸟, 竟然被鸟拙。 蛇语仙, 你害得我这么惨, 看我怎么整死你。 我道光, 小灵坛坑王的名声, 可不是光靠一张嘴。 蔡才子咬牙切齿地念叨着, 也许是愤怒给了她重新振作的力量, 她恢复几分精神, 收拾一下酿酒惨案现场, 再把自己捯饬回那个风度翩翩, 笑容和煦, 人畜无害的道光师兄, 便出门直奔小方氏, 去打听蛇语仙消息去了。 想到马上就要道真师兄扫地出门了, 蔡才子就有一种危机感。 去小方氏, 不仅要打听一下始作俑者的最近动向, 更要精心筹划一下, 怎么讨好自己, 打算投奔的下一家, 那一位师姐。 哎, 问道风离楚秀风还是有点远, 用凡人的视野, 就只能望到远处云雾环绕中的半截山峰。 望风刨死马, 何况还带着李潘这个脱油瓶, 本来还想在路上用小五行腾挪术, 也展现下逍遥自在风度的。 这小子, 还得快点修炼到炼气一层, 要不处处拉后腿。 但李潘还是必须一起去熟悉下林田的位置等情况, 以后很多产业都会慢慢交给他打理。 蛇语仙没办法, 只能在灵兽院租了两匹邻居, 一路狂奔而去。 饶氏邻居角力出色, 但毕竟只是低级灵兽, 比不上修士驾驭飞行法器或飞剑之类, 足足花了蛇语仙他们两个时辰左右, 才感到问道风。 问道风高耸入云, 通体气势巍峨, 常年云雾霞光环绕, 其间灵晴走兽出没, 隐约轻衣弟子, 虚空纵趣自如, 灵气充沛, 却是一极好的修炼福地。 整个黄亭山脉, 就是一个巨大的洞天福地。 据说有灵风108座, 大千福昆界宗门巨头之一玉晨宫, 独占36风。 其他灵风, 则被另外两个强大宗门万剑宗, 姚仙宫瓜分占据。 其中, 万剑宗实力最强, 独占52风, 姚仙宫则守着余下的20座灵风。 三大宗门都一样, 一风代表, 一位在元阴七同境界近乎无敌的极尽元阴真人, 每一位极尽元阴真人都是宗门的实力底蕴代表, 是未来都机会晋升华神镜的绝对高手。 玉晨宫, 万剑宗, 姚仙宫三大宗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妖斗一次, 主要是对各风主的挑战, 门派某座灵风风主被击败, 甚至恶意斩杀, 该灵风就要为胜利者所有。 一座灵风伏地对宗门太重要了, 据说灵风底下都有一个个灵力全眼, 而且, 每年各种资源产出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可以说一座灵风甚至都堪比一些中小宗门的底蕴, 三大宗门巨头没有谁会轻易放弃。 门道风自从千余年前那位正度梅运大节的前辈大能崛起后, 其地位在三宗门在整座黄庭山脉就一直飘然独立, 万剑宗, 姚仙宫一直不敢去挑战门道风风主改变灵风的归属, 一切只因惹不起, 那位杜杰七大能的虎须谁敢捋。 所以, 问道风弟子门人平常在宗门以及在大千福昆界行走, 那都是抬头挺凶的。 敢问道友, 你在哪个宗门高修? 我是黄庭山的, 黄庭山上玉成功的, 玉成功里问道风的, 一句话下来, 往往别的修饰就油然起劲, 打心里觉得惹不起。 玉成功问道风弟子, 其实也好认, 不论外门还是内门弟子, 轻衣道袍上袖口上都绣有一枚无锦云纹。 问道风弟子的牛逼气派, 蛇语仙两人就真实地感受了一番。 在山脚下, 就被几个问道风轻衣外门弟子拦住, 一番神情轻傲地细细刁难盘问, 让蛇语仙这个性子温软不喜争斗的人都有了几分恼怒。 就你们两个小屁孩, 看来都刚入门没多久吧。 哪来的零食, 租得起我们家的灵田? 这张租约依我看, 必然你们伪造的。 就是就是, 我就没过我们临风的, 灵田会这样租出去, 还是租两个月, 租金才三百多块零食, 还可随时退院。 你可够大胆的, 这是给我们问道风一个霸王租约。 我们问道风岂会缺你们这点零食? 宁愿慌着也不租, 且自去。 蛇语仙被几个问道风守门弟子一番嘲讽讥笑, 解释人家不听, 就在那里居高临下, 噼里啪啦一通打击。 他和李潘实际年龄一个十二岁, 一个十四岁, 看起来确实好捏拿的样子。 蛇语仙虽然突破炼气劲后, 身体受灵力滋养, 长高长壮了不少, 但身形比起面前几个二十多岁的问道风弟子, 还是显得气势不足。 蛇语仙面色冷了下去, 瞅着一个骂得最难听的轻衣弟子说道, 你们确定拦着我不让我上去? 我这可是和田几部只是德远世伯签的租约, 里面可写着, 如果你们问道风毁约在先, 可是要双倍赔偿我的租金的。 蛇语仙都想直接转身走了, 如果不是德远跟他欠的租约, 实在太优惠了, 他都想回去从德远那里拿七百块零食毁约金得了。 就那么一天功夫, 一来一去就赚这么多, 我根本就不吃亏。 那个高大的问道风弟子一听到德远的名字, 顿时有些慌了, 几个人眼神互相交流了一下, 也停下了嘲讽。 高大轻衣弟子脸上马上挤出一丝笑容, 这位道红师弟, 你干嘛不早说是德远世伯介绍来的, 都是自家人, 快请请请。 然后又带点命令口吻, 对另外一个轻衣弟子说, 道义, 还不快招待这位师弟去林田那边。 这个道义十八九岁的样子, 面容生硬, 一看就不善交流, 跟其他问道风弟子, 难以混到一起去的样子, 刚才一直待在几个人后面, 也没有跟着出口嘲讽。 道义被高大轻衣弟子喝来换去也不恼, 脸上挤出一点声音的笑容, 像蛇语仙略微失礼, 这位师弟, 请跟我来, 以后林田租众的有关事项都可以找我。 蛇语仙有点被其声音挤出来的笑容给吓到了, 心到你不笑, 还好看一点。 他回了一礼, 麻烦道义师兄了。 说完, 蛇语仙两人就跟着前面带路的道义, 走入了问道风。 在他们远走后, 那高大轻衣弟子几人面面相去, 低声议论道, 德远师伯也太随意了, 这么便宜把林田租出去。 虽然老祖没运威力惊人, 连林田收成也被波及, 但租给那个小娃娃, 岂不是又等同月儿戏? 还是别多说了, 这几年都没人敢来接盘, 德远师伯这好不容易忽悠来一个不知深浅的, 刚才还差点被我们赶走了。 就是啊, 他要真走了, 转头德远师伯就会来把我们骂的狗血喷头, 甚至罚去撕过崖面壁几个月, 也不是不可能, 那可就真得惨了。 因为来一个就亏一个, 赔得想捡漏的弟子欲哭无泪, 这几年, 已经没有宗门弟子赶来接盘了, 真当杜劫老祖的媒介不存在吗? 问道风低级林田区, 枝草土翠, 梁林起伏。 望眼望去, 大片林田层层叠叠叠, 彼此又被高大林木隔开, 斑斓灵色与天光辉映, 加上灵气云雾如带状环绕流淌, 如雨如烟, 可谓美不胜收。 然美则美矣, 大部分林田都没有人在耕种, 只有寥寥一些问道风自己的门人, 还有一些, 一从在试花弄草, 也是做做样子, 更多是给蛇雨仙这样的外来租客看看的。 蛇雨仙的五亩林田, 虽然也不少, 但在这一大片林田中, 还真不算多起言。 杂草长满了林田, 格外的茂盛, 林田土壤太好, 但在那渡劫大能的霉运波及之下, 就是用心思种植的灵果之草等长不好。 当然, 这里都是低级林田, 问道风的中级林田, 高级林园, 可都是栽种着真正价值极高的奇花异草。 数百年, 几千年的珍贵林药, 想来不在少数, 肯定不允许这么荒废, 任由杂草丛生。 玉成功三十六丰, 每座林丰都只会外租低级林田, 更好的林田, 都是各自林丰弟子达理。 雨仙师弟, 你也看到了, 林田慌着有些时日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 这些林田种植林道, 炼器禁丹药林才等, 收成都还可以。 现在嘛, 就看师弟你的运气了。 道一也没什么好演示的, 略显尴尬地介绍林田情况。 他特意给蛇雨仙指明了, 林田布置法阵的关键点, 通过移动, 改变相应节点, 可以把这五亩林田笼罩在内, 这样可以防御一些, 不怎么厉害的飞禽虫兽来祸害。 寻常外人也看着法阵笼罩, 也不敢随便侵入, 否则触动警报, 寻风弟子及林田主人都能感应到。 这样林田作物基本保障还是有了, 这是蛇雨仙比较满意的地方。 启动及维持简易法阵的灵石, 是要蛇雨仙自己掏腰包的, 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开支。 道一师兄, 我在林田边盖坐两层小楼没问题吧? 蛇雨仙问道, 没问题。 以前租户也很多就地盖房子, 看守林田的。 当然我们问道风也有院设可以出租, 就看师弟你的喜欢了。 道义也很干脆, 可以盖小房子, 但砍伐问道风的树木, 采挖石块等材料, 却要收钱, 蛇雨仙也不纠结, 十几块零食就能搞定的事情, 也就不和道义废口舌了。 等道义离开后, 蛇雨仙, 李潘两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布置林田小法阵, 砍树盖房屋等, 等到一切完成, 天都黑了。 两人相视会心一笑, 都有回到家乡干农活的那种熟悉感觉。 好在蛇雨仙接近炼气三层的修为, 干起活来一个, 可叮几十个普通人, 做这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 很是轻松。 一晚无话, 有点疲惫的两人, 心怀期待与憧憬, 在新修的房子里, 憨然入睡。 谁说修事就是高洁风雅, 参风引路, 整天无所事事, 招游北海木苍无的。 真实的底层修事日常, 还不都是像蛇雨仙一样, 忙忙碌碌, 一刻不得闲。 这才是朴实无华, 且枯燥的修炼生活。 凡人种田, 那是又累又慢。 修事翻地, 那是又快又好。 第二天上午, 蛇雨仙带着李潘, 就把五亩灵田土地翻了一遍。 为了快点做完, 蛇雨仙灵机一动, 竟然把三眼观想法应用到翻地上, 念识一分为三, 同时操控三把大铁爬, 泥土翻滚, 颇为壮观。 连李潘看在眼里, 都不由暗自点头。 雨仙在老家, 肯定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蛇雨仙站在林田上, 闻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默默发动万虫退避天赋。 林田里的蜘蛛虫移等, 都被驱散得干干净净。 走, 先回楚秀风, 明天再开始播种。 蛇雨仙找到已说了一声, 就和李潘仙离开问道风了。 骑上邻居, 一路飞奔, 直接赶回楚秀风, 把邻居交还回给灵兽院分租点。 蛇雨仙去南路小方市, 打算买些灵果之草种子, 如有幼苗卖的, 那是更好。 李潘则直接回月西院, 赶紧抓紧时间修炼。 蛇雨仙数了数楚无带的零食, 只有二十来块了, 兜里没钱, 心里有点慌。 还好, 还有二十多坛零酒存货, 暂时还属于能快速变现的硬通货。 道罪师兄, 道无师兄, 德勒师伯, 最正宗的仙穷号零酒, 现在还有一点。 你们看需不需要我送货上门? 他连忙御服, 联系道罪等几个零酒客户。 还特意点出, 是最正宗的仙穷号零酒。 当然这一点毛病没有。 虽然前后来, 向少聪, 王大山他们都有方子, 都能酿出来零酒, 但效果口感, 和他亲自酿造的, 还是有差别的。 蛇雨仙知道接下来的几天, 原设有的自酿零酒也马上会出来, 特别是有内门天才弟子许傲天支持的向少聪那里, 肯定会酿出一大批零酒。 道是小方氏零酒数量暴增, 或一多, 这价格自然就要下降, 劣币驱逐良币, 到时将是一场硬仗。 与仙师弟啊。 你们几兄弟的这仙穷号怎么回事啊? 我可是听到小方氏现在流传几个地方, 打着仙穷号的招牌, 都在预售招揽客户呢。 道最爱酒, 也是公道人, 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不免为蛇语仙他们兄弟友情分裂, 而感到可惜。 师弟你这酒的价格, 能不能降点? 内门道傲师兄可放出话来了, 过两天, 他零酒出来后, 只卖十块零食一坛。 道屋等客户在要求降价了, 毕竟十五块和十块, 这价格可是几乎要腰斩了, 关系归关系, 谁又能不缺零食, 能省就省。 蛇语仙也没想到, 许傲天, 王云超, 向少聪他们这么狠, 这十块零食一坛的价格出来, 抢占市场的野心, 那是昭然若揭了。 他也只好向老客户一番解释, 只有我手中的零酒, 才能算真正的仙穷号, 效果和口感, 你们都知道的。 现在我们虽然分家, 各自酿酒, 但他们酿出来的零酒, 到底好不好? 这可没有保证。 这样吧, 十一块零食一坛, 我这批也就剩一点货了, 以后你们想喝正宗的仙穷号, 都得等一段时间了, 人不狠站不稳, 舍宇仙也是狠心大降价, 能多卖一块零食也是赚, 过两天十块都不一定卖得出去。 他这一降价, 老客户们自然高兴得很, 将二十多坛零酒瞬间分抢一空, 一个个赶紧跑到小方市来拿货, 生怕被别人抢光了。 正宗仙穷号零酒的品质, 倒醉等老客户们可是深感满意的, 毕竟向少聪他们的出品, 现在还没有得到证明。 舍宇仙将零酒一寿而空, 除贷多出两百三十块零食, 买种子是绰绰有余了。 先逛一下, 先找下炼气后期, 主服丹药真元丹的灵财种子。 腰包鼓了一点, 舍宇仙心里也安定了几分。 他已经做过市场功课了, 在小方市的丹方, 以及修饰散摊上, 卖得最火的炼气净丹药, 大概就三种。 炼气一层到三层的采灵丹, 炼制容易, 灵财培育成熟也快, 加上今年多了五百多名新进外门弟子。 可以说, 采灵丹现在的需求很充足, 只是价钱也更便宜, 一瓶才卖六瓶。 炼气四层到六层, 修饰主要服用的丹药是被灵丹, 丹利是采灵丹的数倍, 市场需求也很旺盛。 被园丹现在市场价是二十块零食一瓶。 炼气境界后期, 当属真元丹最受欢迎, 是消耗量极大的丹药。 因为修饰, 到了炼气后期, 就卯足了净, 要冲刺注击净, 为了注击, 就会花费大笔零食去购买增进修为的丹药。 据说, 只有将灵力完全转化为真元, 才能本质升华, 拥有突破质注击净的可能。 所以, 在炼气境后期, 除了能增加突破几率的珍贵的注击单, 就是这真元丹大受欢迎和追捧了。 市场上的真元丹, 一瓶就要五十块零食, 而且基本刚摆上架没多久, 就会被炼气境后期修饰疯抢一空。 玉成功炼气后期修饰, 恶感明显, 有可为。 采灵丹, 被灵丹都是市场供货充足, 炼丹灵财自然也就卖不起高价。 只有这真元丹灵财不但培育更困难, 成熟周期也是前两种灵丹灵财的两倍。 这, 才是我想要的市场蓝海。 没错, 蛇与仙已经打算好, 其中四亩灵田用来培育真元丹的炼丹所需主灵财枫灵花。 另外一亩灵田, 他打算种植最仙果, 幻梦花等比较珍贵些的灵酒植物。 这一次, 他打算创制出更好, 更香, 更仿冒不了的第二种灵酒。 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最八仙。 新灵酒定位高端客户, 炼气后期, 尤其是炼气九层及圆满进的修饰, 并且绝不靠谅, 而是每批就出那么一些继续推行尊贵定制的客户路线。 至于七真果灵酒, 闲酒呵呵了。 等市场被许耀天, 向少聪, 王大山, 前后来他们玩烂了, 他再来收拾江山。 仙穷号招牌我扛起来的, 我就不会让他随便倒下, 以后仙穷号可是要做成修真界千年老字号的。 蛇与仙直接找到道合的摊子, 看看这位修炼路线同是种田风格的师兄, 有没有真元丹和最八仙灵酒的灵彩种子。 道合还以为蛇与仙是来采购七真果酒灵彩的, 见面就抱歉地说道, 师弟, 这次真抱歉了, 今天来临没, 蛇果等一摆出来, 就被人直接瞄走了。 蛇与仙挥挥手笑道, 无妨, 仙穷号灵酒我暂时不酿了。 道合文言惊讶地问道, 即便你们兄弟分家, 也没必要完全让出灵酒利益啊。 你也知道, 你们这灵酒在小方式可是卖得非常火的, 随便转手一下, 都能赚不少。 蛇与仙淡然说道, 暂时不想跟他们争了。 嗯, 师兄你这里有没有风铃花, 醉鲜果, 幻梦花等灵彩的种子? 说话的同时, 他也在查看道合的摊子, 倒是看到两三株成熟的风铃花, 装在玉盒中售卖。 道合文言精神一震, 大声音又上门了, 这可都是些比较珍贵的灵财。 他马上回道, 风铃花种子, 我有门路, 醉鲜果, 幻梦花, 比较少见点, 师弟丢了两天时间, 给个数, 我准给你备齐。 蛇与仙沉吟了一会, 觉得两天也能接受。 就点头说道, 我给你张单子吧, 除了风铃花种子, 今天我就要, 其他灵彩种子两天后给我也行。 道合高兴地说道, 没问题, 我通知一位师兄, 把风铃花种子直接送过来, 师弟你在这稍等片刻即可。 在等待的时间里, 蛇与仙询问了摊位上风铃花的价格, 道合回答他, 这里一株只卖五块零食, 一株风铃花就可以炼制一炉真元丹, 炼制成功的花, 每炉可承担十粒左右, 也就是一瓶标准装的数量。 一瓶真元丹能卖五十块零食, 所以风铃花的价格不也算多贵。 而且, 在蛇与仙的试探询问下, 道合也说出他自己也种了一亩风铃花, 但这风铃花成活率低, 成熟期慢, 至少要三四个月才算成熟。 蛇与仙只是租了两个月, 但随时可以续约。 而且他对自己的灵值催生天赋, 还是很有信心的。 道合还提到, 以他出级灵值夫的能力, 一亩风铃花最后也只能收获五十来株成熟品。 一亩灵田虽然面积大, 却只能收获寥寥五十株, 主要是因为风铃花很费地利, 只能疏朗着种植, 再加上感人的成活率, 最后也那么几时成熟梯了。 雨仙师弟, 你真要走灵值夫种田路线, 师兄作为过来人劝你两句, 一开始风铃花尝试种了一点就行, 就当积累经验, 千万别种多了, 新人很容易血本无归的。 其实灵值夫也不容易, 要俯修好多小法术, 比如小云雨绝, 蛆虫树, 捕灵树, 玉种树等, 尤其每当灵才成熟时, 就是重受灵情肆虐偷食的高危时刻。 那时就得没日没夜地守在灵田, 在道合絮絮叨叨的讲述中, 舌与仙道也颇有受益, 有不少点都是他之前没想到的。 没过多久, 一名炼器六层的中年道人就赶了过来, 足底还粘着些许泥土, 道合的信息, 就急忙忙从灵田就赶了过来。 这是两斤枫灵花种子, 承蒙师弟会顾, 就八十块零食吧。 道合把装好袋的灵花种子递给蛇雨仙, 干脆了抵出价格, 抹掉了零头。 蛇雨仙奋出一缕念时, 在种子布袋里大致感应了一下, 能察觉到里面灵花种子的勃勃生机, 也就点点头, 把零食也付了。 两天后我再来拿醉鲜果等种子, 道合师兄可别忘了。 主夫道合两句, 蛇雨仙就离开了。 他又在小方市稍微逛了一圈, 购买了一些耕种的工具之类, 然后就独自返回问道风。 这一次没有脱油瓶礼盘, 蛇雨仙终于可以尽情施展小五行藤挪术, 这功法果然够犀利, 赶起来也是风驰电掣, 比邻居都快了一倍。 蛇雨仙甚至特意在半路的一片小树林里, 逗留了一段时间, 环绕着小树林来回穿梭, 磨练自己在高速状态中的变化反应能力。 直冲, 闪避, 转弯, 变向, 加速, 各种藤挪变化, 逐渐得心应手。 他心里也更有期待, 初级的小五行藤挪术就有如此威力, 要是精通, 圆满境界又将何等惊人。 玩到后面感悟很多, 干脆停下身来, 回味整理小五行藤挪术的施展灵感。 这一沉浸其中, 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 对这门功法的领悟也到了一个较深刻的地步, 再从初步掌握一点点, 往精通过渡。 不好! 他突然心生紧照, 身影移动, 迅速往左边一躲。 咔嚓一声, 他原来站立位置前面一点的高大松木, 轰然倒地, 断折之处, 淡蓝色水箭一闪, 然后暴散为一盆光点。 熟悉了水箭术, 熟悉的配方, 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抬眼望去, 只见一脸阴郁狠利的菜菜子, 从一个大树背后走了出来, 手中刚好又有一枚淡蓝色水箭凝聚成形。 臭小子, 竟然还修炼了身法! 刚才算你运气好, 但修为的差距, 可不是运气就能抹平的。 菜菜子有些吃惊, 刚才那一只水箭算是精心计算过的, 要蛇羽仙一条腿的, 施展也翘无声息, 角度刁钻不易躲避, 至少在他看来时如此。 但蛇羽仙刚才明显在发呆, 这样竟然都没中, 菜菜子只能归结为其运气好了。 Soul! Soul! 菜菜子出手毫不留情, 两只水箭一前一后朝着蛇羽仙射去, 看得出他在水箭树上确实有点水平。 我练齐二层接近三层, 对付一个刚进生练齐一层的菜鸟, 没有理由失手。 菜菜子一想到自己被假的零酒方子 坑得囊中如洗, 在道真师兄面前彻底失宠, 就经不住的面容扭曲起来。 蛇羽仙也没想到, 这菜菜子敢公然下杀手, 这可是, 发在玉城宫门内的攻击同门事件, 有很大几率被寻山弟子发现, 而且无故袭击同门, 这可是大忌。 还好, 刚才他感应到背后灵力如见急速冲来, 参悟磨练的还算熟练的小五行腾挪术, 下意识地就施展开来, 轻松地避开了菜菜子的水箭偷袭。 刚一接触实战, 小五行腾挪术的厉害就显现出来了。 以菜菜子的施法水平, 连瞄准都难, 想击中小五行腾挪术中的蛇羽仙, 简直是痴心妄想。 太慢了, 太慢了。 道光, 你这水箭术有点不太行啊。 蛇羽仙身形展开, 化为一道青色旋风, 在树林间到处飞掠, 或左或右, 或前或后, 绕着手忙脚乱的菜菜子随意闪现, 犹如闲庭杏布, 游刃有余。 你, 你别以为掌握了一门厉害点的身法, 就了不起。 真有本事的话, 可敢吃我一剑。 菜菜子偷袭不成变强弓, 强弓不成, 顿时心生退意。 他万万没想到, 区区一个新人竟然这么厉害, 这么快掌握了一门如此厉害的身法, 自己简直连对方衣袍的边都站不上。 原本, 只是想追上来, 偷偷发一记水箭术, 废掉蛇羽仙的一条腿的。 这一点误伤, 菜菜子还是有手段搞定的。 以前坑蒙拐骗, 遇到硬茬子, 也是经常杀鸡儆猴的, 这是菜菜子就没少干。 他之所以敢动手制造物伤, 依仗的正是内门弟子道真, 道真担任门派巡查队队长之一。 而且, 道真的师尊, 还是戒律堂主是人。 披着虎皮在门规边缘跳舞, 菜菜子自认为尺度及平衡感掌握得很好, 以前都没事就是正名。 至于杀人, 菜菜子还真不敢, 玉成功的门规不是用来看的, 一旦发现, 内门师兄也保不住他。 不就是身法吗? 我也会, 玉伯伯, 菜菜子脚下墨地加速, 朝小树林外面逃走。 蛇羽仙淡淡一笑, 身影一闪, 瞬息之间就飞掠到菜菜子前面, 拦住其去路。 在蛇羽仙眼里, 菜菜子即便施展了玉伯伯, 速度也是慢腾腾的, 小五行腾挪术明显轻松吊打菜菜子的玉伯伯。 挡在菜菜子前面, 蛇羽仙冷笑道, 道光师兄, 偷袭不成就想跑,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菜菜子见施展玉伯伯也逃不了, 心里一阵焦躁慌乱, 表面上却假装镇定, 狐假虎卫地威胁道, 反正没有伤着你, 不如看在内门道真师兄的面子上, 今天这事就当算了, 别在这里纠缠不休。 你身法再厉害, 道真师兄还不是弹指即可灭你。 菜菜子说着话, 又突然发力往左突, 不出意外, 又被拦住了。 蛇羽仙不想跟坑王浪费时间, 试过小五行腾挪术的实战威力后, 身前瞬间凝聚出三枚淡蓝色水剑。 他挥袖说道, 师兄打了我这么久, 师弟我还下手, 应该谁也没话说吧? 话音刚落, 三枚水剑就化为三道剑芒,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急速射出。 一吸三剑, 没想到你竟将水剑术掌握到这等程度, 算我小觑你了。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伤我吗? 菜菜子震惊之下, 自知躲避不过, 大喝一声, 祭出了一面土黄色小盾, 小盾化为三面不断旋转的光盾, 将它守护其中。 低级法器土圆盾, 炼器竟修饰常被护身法器, 灵力灌注, 激发出三面环绕护体的土黄色光盾, 价值五百块低级零食。 不出意外, 蛇与仙三枚水剑都被土圆盾挡住了。 哈哈, 我土圆盾护体, 你能奈我喝? 菜菜子兴奋地顶着土圆盾, 直接往外冲, 心道, 只要跑出小树林, 宗门巡察弟子肯定马上就发现这里的打斗, 那我就能脱身了。 蛇与仙眉头微微一皱, 倒是有点被土圆盾挡住了。 这防御法器有点乌龟壳的感觉, 相当结实, 炼器初期的术法攻击, 基本打不破光盾防御。 但他相信, 就没有攻不破的防御, 如果有, 那就是攻击强度不够。 毫不迟疑, 他几乎精通级的水剑术呼吸之间, 就连续凝炼出七八枚水剑, 脸色也瞬间变得有些苍白。 念识细微操控之下, 所有水剑几乎同时瞄准其中一面土黄色光盾, 攻击在同一个点上。 蹦! 八剂水剑同时击中光盾, 攻击叠加, 发出截然不同的闷响声。 那面光盾瞬间暗淡, 然后微微一亮, 又想凝聚成形, 却被蛇与仙后面接上的一剂水剑术 给彻底击溃了。 怎么可能? 你水剑术竟能连发九剑? 而且不过是炼气一层修为, 又哪来这么浑厚的灵力? 蔡才子见一面光盾崩溃, 自己也有点崩溃了。 这个新晋弟子, 怎么就这么逆天? 倒也有苦苦修炼四年有余, 还有法器在手, 竟然要被一个新鸟给虐了。 蛇与仙也不答话, 趁着一面光盾崩溃, 剩下两面光盾的防御, 就漏洞大开了, 抬手就是三枚水剑, 从空缺中一闪而入。 哦! 痛煞我也! 小树林上空, 顿时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杀猪般嘶吼声。 蔡才子扑倒在地, 双腿和左手都咯中了一记水剑, 被贯穿出一个个血洞, 鲜血直流。 他痛苦地倒在草地上, 哪里还有一丝的翩翩风度, 道貌黯然。 蛇与仙身形一定, 停了下来, 亲手击溃对手, 不由心情大好, 似乎念头都更通透了。 道光, 看来你今天小命难保啊! 我在被偷袭之下, 正当防守反击, 将敌人击毙, 这在宗门绿条里, 可是合情合理的, 蛇与仙诞声说着, 一挥袖, 又是三枚蓝色水剑, 悬空浮现。 对方土圆盾已破, 漏洞大开, 以蛇与仙对水剑术的精妙操控, 对面就是完全不设防。 其实, 若非他刚才心念操控, 只伤坑王手脚, 现在坑王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但正如坑王蔡才子, 既会杀害同门一样, 蛇与仙也不敢去试探这条底线。 毕竟这是野外袭击, 不是宗门合法解决争端的阎武场, 生死擂台。 蛇与仙表现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就是要给坑王一个深刻的教训, 让他刻骨铭心, 以后不敢再来惹他。 毕竟, 哪有中日防贼的道理? 坑王刚才还蛮嘴硬, 土圆盾一碎, 心里防线也瞬间崩溃了。 蔡才子不顾流血痛苦, 勉力翻身, 直接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 向着蛇与仙磕头如捣蒜, 失地饶命, 饶命啊!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就当放了个屁一样, 把我给放了吧。 看着对方又耸又崩溃的样子, 蛇与仙有点嫌弃, 也有些没意思, 打击这样的对手, 成就感少那么一丢丢啊。 当然他不可能轻易放过对方, 冷冷说道, 把身上的零食, 还有这土圆盾拿出来, 就当敌你一命。 蔡才子文言大喜, 赶紧掏出几十块零食, 并将一面土黄色的小盾拿了出来, 不过土圆盾刚才被水剑迭力给破防了, 有点残破, 才这么点零食啊? 之前北路几百个新人, 被你骗得下场凄惨的可不在少数, 我现在的一从里判, 就被你害得无法晋级。 蛇与仙一看才三十来块零食, 这和自己预计的有点差就。 前世看小说, 可是杀人夺宝, 一夜暴富的, 自己现在这收获差距有点大。 真没骗您, 要不您自己看吧。 姨酿零酒物中生, 师弟你的零酒方子耗费太高, 我家底都掏空了, 蔡才子心想, 现在只要保住小命就好, 已经完全放弃抵抗了, 直接解下储物袋, 主动散去禁止, 再抛给蛇与仙, 表示自己现在都比脸还干净。 接过储物袋, 蛇与仙愤出一丝念时, 往里面一看, 却不由有些乐了。 里面确实空空荡荡的, 可见几次采购加强版零酒材料, 坑王已经山穷水尽。 但蛇与仙在里面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念石一动, 几瓶疗伤单彩灵丹, 以及十几件花花绿绿的女士内衣杜兜之类的, 就哗啦啦落在地上。 蛇与仙呵呵一笑, 不免嘲讽地说道, 想不到你看起来道貌岸然, 竟还有这种特殊嗜好。 蔡才子有些湿血过多的脸上, 竟然一片通红, 羞灶之下, 还是嘴硬解释道, 是是不是湿地你看到的这样的? 这些, 都是我刚刚在小方市采购的, 打算做礼物送人的。 蔡才子虽然打心底坏得冒油, 但有些矛盾的是, 他这个人又非常要面子, 平常打扮也是风度翩翩, 人五人六的。 他可不敢让蛇与仙 把他这点癖好给抖落出去, 否则以后在外门还怎么混? 一时失利无妨, 可要是师姐名声一传出去, 那可就真成宗门上下的闲鱼谈资了。 就宗门那些师兄师伯们, 平日里修炼有多枯燥, 他们就有多八卦, 我道光可不想靠这个出名啊。 道红师弟, 我是在道真师兄那里混不下去了, 打算去投奔之前, 对我有点一丝的道朱师姐。 这位师姐特别爱美, 酷爱打扮, 所以买了点女修用的衣服之类, 蔡才子勉力解释, 但是,精神却有点恍惚起来, 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看来血有点过多。 你且好自为之吧。 以后再敢算计我, 我们就生死为台上见。 舍雨仙也不想出人命, 将储物带丢回菜柴子, 便飘然离开。 在她眼里, 坑王只是修真途中 一朵无关紧要的浪花, 犯不着冒险人到毁灭, 实际上, 自己没有那种狠利心性。 还是改不了自己这心软的性子, 那就做个温良功俭让的好人吧。 舍雨仙知道自己性子偏软, 在修真世界, 或许是一个明显的弱点, 但她却想守护这一点纯真的良善。 前世如此, 今生亦然, 我自修我自己的道。 冷漠无情, 肃杀万物是道。 春风话雨, 润泽万物也是道。 菜柴子大松一口气, 赶紧掏出疗伤丹药, 外服内用, 同时运转灵力疗伤, 才把伤势慢慢恢复过来。 望着那像风一般急速远去的身影, 菜柴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之前谁又能料到这位小师弟, 竟是个厉害如丝的低调王者。 算了, 道真师兄那里是混不下去了, 只能去师姐那里靠这张脸吃饭了。 唉, 我这何苦来在,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一直要端着, 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 道珠师姐我来了, 还望连西, 菜柴子迷惘的眼神中, 仿佛浮现师姐那虎辈熊妖的萨爽英姿。 再次来到问道风, 那些寻山弟子再没有刁难阻挡。 蛇语仙跟道义打了个招呼, 就直接回到自己的五亩灵田区域。 看着偌大一片灵田, 他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 念石一动, 风铃花种子就从橱袋里飘了出来。 在他念力的细微操控下, 种子就身前排成三列, 灰灰洒洒, 同时播种。 身形略去, 一片片灵田完成种植, 一会儿功夫就播放两亩余地。 就在这时, 山林天空忽然传来灵情们的鸣叫声, 叽叽喳喳, 貌似有些小心奋。 十几头白羽诸惠的灵情, 在灵田上空稍微盘旋了一下, 看到下方蛇语仙这个修饰的身影, 似乎有点犹豫, 但很快吃货欲望战胜了, 害怕犹豫, 化为十几道白影, 直接俯冲下来。 落地看清了, 白羽诸惠, 体型优美, 形貌高傲, 倒有点像传说中的白凤凰。 他们也不怕蛇语仙, 有两只甚至就停在他身前几步, 然后兴奋地着实刚拨下的枫林花种子。 我去, 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吧。 问道风的大鸟们, 也这么目中无人吗? 蛇语仙有些目瞪口呆, 看着肆虐的灵情们, 下意识地大声呵斥, 驱赶他们。 他不认识这是什么灵情, 也不清楚是不是问道风自己驯养的, 甚至也有点忧虑, 莫非那位杜劫大佬的霉运, 终于开始来霍霍我了。 可这些枫林花种子价值不菲, 花了自己八十块零食, 不管这些大白鸟是不是有主人的, 他都要一律横扫出去。 我也是有些大意了, 播种前应该先把灵天法阵先开起来的。 他想了想, 还是散去刚凝聚的水剑术, 而是捡起一根木棍, 扫向这些白语灵情。 立! 大白鸟们似乎不曾想到, 这修为不堪入眼的小修士竟敢反抗, 其中一头高大点的灵情清冷的眸子, 浮现人性化的锋利之色, 身子一个俯冲, 就朝蛇羽仙啄刺而去。 嗨, 是霸王餐的主, 还敢伤人? 蛇羽仙轻笑一声, 体内五色气环转动, 腰微微一沉, 足底略一发力, 就嗡得一声空气暴鸣, 身影原地消失, 瞬间出现在大白鸟的身后。 也不客气, 一棍麾下, 顿时空中一片白语凌乱飞散, 大白鸟吃腾丝鸣一声, 让其他灵情纷纷停止啄时, 有些畏惧起来。 砰砰砰, 竟然动手了。 蛇羽仙就不纠结, 小五行藤魔树下身法如风, 不愿离开的大白鸟们, 都吃了他老鱼一磅。 灵情们愤怒又害怕, 自己平日里, 可是风尚有名的白环大爷。 这问道风尚大部分弟子, 见他们都得让着, 不看僧面看佛面, 咱们背后的主子可一般, 厉害着脸。 历来低级灵天里的灵财什么的, 都是想吃就吃, 也没遭过今天这样的罪啊。 蛇羽仙的强横, 让骄傲的他们遭遇重重的打击。 大白鸟们怒鸣中盘旋而起, 竟然在空中施展风刃树, 十几道风刃朝地上的小修士覆盖室社区, 气势凌厉, 蛮厉害的样子。 谁假说? 蛇羽仙也不敢大意, 直接给自己套了层护甲, 同时运转小五行藤挪树, 化为一道风的影子, 在风刃间隙中闪来闪去。 人情大战几回合后, 他就觉得不妥了。 这可是在自己灵田战斗, 灵田和种子被破坏了, 那可都是损失。 他便也不再留守, 一发发水剑术射向空中, 打乱大白鸟们阵型节奏的同时, 也不断腾挪到不知在灵田四周的法阵节点, 有些肉疼地掏出灵石安置上去。 哇! 一层淡淡的法阵护照扩散开来, 虚欲之间就将五亩灵田笼罩其中。 大白鸟们都是见多识广的, 知道防御法阵开启, 自己再不走就要被困在里面, 被递上那个小修士瓮中捉鸟了。 当即嘶鸣着赶紧飞上法阵上空, 泄愤地啄了一通法阵护照, 啄得蛇语仙肉疼不已, 这可都是消耗灵石灵力的。 总算把这些恶鸟给赶走了。 不行, 得找道义过来算算账。 我这一下又损耗了好几块灵石。 再说了, 如果不是我, 而是李潘在这里, 那还不被这些大白鸟欺负的遍体灵伤的, 甚至小命不保。 蛇语仙点亮通讯玉符, 恼火地让道义赶紧过来一趟。 你们问道风, 不但没运笼罩, 营伤环境还如此不堪, 怪不得没人敢来租你们的灵田。 道义是问道风, 专门负责对接低级灵田租售事宜的。 灵风上师叔师伯们, 可都私下让他好好招待租户, 要把租户当成贵宾一样对待。 但当道义听到蛇语仙投诉后, 却双眼望天, 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天, 我倒想好好招待小师弟, 这唯一租户来着。 可是那位, 无论是以前的大师姐, 还是现在的德皇师伯, 我都根本得罪不起啊。 那群风铃鸟, 可是师姐的心头宝贝。 愁出了一会, 道义才磨磨蹭蹭地赶往蛇语仙灵田那边。 一见到恼怒中的蛇语仙, 道义就先生制人, 带着几分哭声地喊道, 羽仙师弟, 你这可是害惨师兄我牢啊。 这可把蛇羽仙整得一愣, 随即也反应过来, 委屈地说道, 道义师兄, 我可是受害者, 损失了几十块零食呢。 损失的网残里说, 谁知道以后那些大白恶鸟, 还会不会来, 先记上。 道义也有些发呆, 小师弟, 你的损失姑且可以算在以后的租金上, 可那些风铃鸟, 可是我们问道风一位姑奶奶的爱宠, 你竟把他们给狠揍了一顿。 虽然我心里也是挺爽的, 感觉挺解气, 但问题是, 那位女师叔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 这可如何是好。 在道义两难解释下, 蛇羽仙越听越不对劲。 你们问道风的师叔又怎么样? 纵鸟伤人, 我刚才要不是伸打快一点, 恐怕都不能完完整整站在这里, 跟师兄你说话。 在道义的描述中, 蛇羽仙对他口中那位地位极高的武师叔, 有了个大概印象。 问道风风主陈景真人的清传弟子, 二十三岁就晋升铸鸡后期的天骄之女德皇, 的确了不起, 也的确惹不起。 但, 我就只能白白被欺凌。 蛇羽仙暗自恼怒, 却对其殿大欺客的感到有些无奈。 这位德皇师伯, 之前还是道自辈, 跟道义同妻, 败入玉成宫, 但奈何太过耀眼, 天赋惊人, 被陈景真人直接收为清传弟子, 辈分直接跳了一击。 道义以前, 喊得道皇师姐, 现在见面就得乖乖喊声德皇师叔。 细微广臣, 得到诏明, 玉成宫虽然辈分森严, 但大能修士寿命悠长, 经常隔一带, 隔几带收徒, 所以也经常混淆了辈分。 道义在蛇羽仙这里, 长叹短欲了一阵, 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只得转身上山, 去找能解决的人去。 得找大师伯说一下, 以他的威望, 应该能说一下武师叔。 不过大师伯好像也外出未回, 道义口中的大师伯, 当初也曾是问道风道自卑的大师兄, 至于现在变成了大师伯, 原因和天骄的皇一样。 哎, 好好的同期入门, 现在一个个都称我的师叔, 师伯了。 我道义, 混得真是一日, 不如一日。 蛇羽仙从道义这么大反应上, 也看得出, 这问道风的女助级师伯, 肯定是极其不好相遇的人物。 不过, 他相信对方也不敢乱来, 我就不信了, 玉成宫就没法讲理了。 不行, 就找德远师伯退租, 两倍零食赔偿, 我怎么都不亏的。 按那下一丝不安的情绪, 蛇羽仙继续播种风铃花种子。 念识微操之下, 熟能生巧, 播种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四亩林田全部种上, 剩下一亩地, 打算留着种植最鲜果, 换梦花等。 等等, 我似乎忘记了胶水。 蛇羽仙走到林田中央, 抬眼望向碧蓝色的纯净天空, 没有一丝下雨的迹象。 今天无雨, 但我有呼风唤雨。 算起来, 有一段时间没有施展呼风唤雨了, 不知道成为修士后, 用灵力驱动天赋, 会不会效果更好。 他心神沉静, 开始引动天赋, 顿时头顶上空, 开始凝聚灰云, 四面树木烈烈风动。 念识散开, 久违的畅快感再次涌现, 这掌控天地气候, 仿佛无所不能的感觉。 让他沉浸其中的同时, 还有那种莫名的熟悉的悲伤感觉。 不过, 这一次, 我不想再哭了。 我不是从前那个少年, 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我现在, 是一直更强大的修士。 蛇羽仙强忍眼角的湿润感, 睁眼望向天上越来越浓的乌云, 双手腹背, 凌风身姿挺拔, 对着苍鸣虚空, 就是一声轻鹤, 风来。 雨来, 剑来, 这一句, 是在心里默默喊的。 顿时, 只见五母灵田的上空, 风声大作, 乌云翻滚, 宝溪灵气的雨水, 即将倾泻而下。 咦, 这小朋友是在施展小鱼玉树? 完全不对啊, 小鱼玉树, 哪有这么大的动静? 这时虚空中, 一股强大的无形念识, 不知不觉, 已经悄然来到蛇雨仙的灵田上空, 自言自语。 听得远说, 这个小朋友有魄力得很, 租了风尚五母灵田。 刚才弟子议论纷纷, 好像这位小朋友, 刚来就得罪了我那黄飞图。 我心里好奇, 特来围观看下热闹, 没想到竟发现, 这位还是一个好苗子。 嗯, 再看看, 这股强大念识停伏在云雨的上空, 没有去打扰下方蛇雨仙呼风唤雨, 而是饶有兴趣地看着。 哗啦, 噼里啪啦。 随着蛇雨仙擦拭眼角的泪水, 上空的宝溪灵气的乌云, 也开始化为漫天雨丝, 纷纷落下。 雨不大, 却绵绵不断, 恰到好处温和地洒在灵田上, 温润着泥土里的风铃花种子。 灵力驱动呼风唤雨, 不但更加轻松, 掌控细微, 效果更好地出奇。 唯一不能改变的, 还是那一股无法言说的莫名悲伤, 虽然我能大致控制忍住, 但无法完全避免这股无名悲伤, 以及在雨滴虚无世界听到的怨念丝毫, 他一直都觉得, 应该是跟万灵真硬太古与蛙有关, 但真相如何? 目前一无所知, 只能寄望不断往深处探索, 最终会有答案。 灵雨如丝如雾, 纷纷扬扬, 在蛇雨仙的深周, 却形成一处真空, 没有雨水落在身上。 念识可以做到如此微妙的操控, 显然也是他修炼了三眼观想法的功劳, 如此在心神念试修行上有了可观的进步。 则则, 这小子不错, 本真人惜财之心似乎又在蠢蠢欲动, 奈何之前我酒后不小心在掌门面前发了个事, 赵黄飞是我最后一个关门弟子, 游荡上空的那股强大意念, 在那里见烈欣喜, 又不好迫视, 纠结得快向团打结的毛线球了。 也就是这时, 高耸入云天的临风顶, 响起来几声风铃鸟的叫声。 一道白衣飘飘, 高挑修长的角色身影, 凌空轻踩在一头庞大的风铃鸟背上, 纷云破雾, 朝低级林田区飞掠而来。 她肌肤娇嫩如玉, 容色极美, 然双眸如一红冷冽清泉, 白皙如雪的脸庞, 也竟是巨人千里的冰冷寒意, 像是一个可远观欣赏, 却无法清静, 高不可攀的冰山女神。 大白, 就是党, 看见了下方那个, 显得分外渺小的身影, 声音清冷, 如空谷幽蓝。 烈! 被狱卒青彩的白语风铃鸟, 嘶鸣着回答, 一副委屈巴巴的神态。 吃她一点灵肿, 是看得起她, 敢打你们, 那就是欠揍。 我赵皇妃的灵宠, 只有我才能随便教训。 这位绝美女修, 就是道义口中的武师叔了, 名赵皇妃, 玉成功道号德皇, 是问道风男弟子心目中的女神, 也是玉成功弟子中, 盛传的玉成功七仙女之一, 如冰雪一般的美丽, 也冰雪一般的清冷, 性格是强势之极, 广大爱慕者私底下, 都叫她女皇。 天骄之姿, 名字带皇, 顶级天灵根, 又身具凤凰圣体, 是位女皇。 二十三岁就轻松踏入筑基近七层, 在大千福昆界不说唯一, 但也算是最顶尖那层次的绝世天才, 说声天骄女皇, 似乎也不为过。 要不是陈景真人, 格外爱惜保护这个关门弟子, 让赵皇妃不到金丹, 不得轻易离开宗门游炼, 以她的修为与容貌, 恐怕早已名传天下, 引来无数狂风浪蝶。 虚余之间, 赵皇妃已经来到低级灵天区上空, 她双眸微冷, 御守一招, 虚空中便出现一个枝炎熊熊的硕大熔岩火球, 宛如一颗陨星般就要砸象, 打我大白, 就烧你铺, 不, 烧你灵天。 不过, 在熔岩火球凝聚的那一刻, 控制一下我的真黄烈焰, 别把那小修士给烧成灰烬了。 华儿, 你这是作甚? 真黄烈焰都放出来了, 岂不是要把灵天都彻底烧废了? 就在这时, 那股悄然藏在云空的强大意念动了, 虚空漠然停滞, 赵皇妃, 凤铃鸟及真黄烈焰 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封尽住了。 赵皇妃白皙如冰玉的绝美脸庞上, 不由露出几分诧异, 又几分小女生的称意。 他不太高兴地意念传音, 师尊, 原来你早已经鬼鬼祟祟地躲在这里。 你这是要护着那个可恶的小修士? 什么叫鬼鬼祟祟? 你这孩子, 静说些什么大实话, 哦静说些不着调的话, 为师是怕你把灵天都烧穿了, 况且那小修士, 可是这几个月来, 唯一赶来诸重灵天的客户, 要珍惜, 隐藏在虚空中的强大意念。 此时身份依然昭然若揭, 正是问道风当今凌风之主的陈锦真人, 极尽原因修为。 不论其修为实力, 还是背后超级靠山, 其都是黄亭山脉, 甚至大千福昆界, 极不好惹的存在。 赵黄飞可不管, 可是他欺负我的大白了, 打成这样, 我都不舍揍他们。 陈锦真人悠悠轻声说道, 小黄飞, 你可知这小修士, 和你太太师祖一样的杂舞灵根, 此子似乎和我问道风有缘啊, 再说, 你这些呆鸟也该被揍。 被宠坏了, 凌风上的各种真果凌草, 可没少被他们糟蹋。 赵黄飞微微一惊, 但随即非常不屑冷哼, 杂舞灵根。 那不就是渣渣吗? 就凭他一个不知那里冒出来的小修士, 哪里有资格跟太太师祖扯上一丁点关联。 太太师祖以杂舞灵根登顶一界巅峰, 万余年来也就仅此一位罢了。 小修士又何德何能? 他鼓荡灵力真圆, 浑身缓缓冒出犹如实质的暗红火焰, 白衣红火, 冷若冰霜, 又烈焰环绕, 有一种看似矛盾, 实则非常具有魅力的超级美感。 他想挣脱师尊陈景真人的意念封镜, 实则也是有小心机, 顺便耍耍得宠徒弟该有的脾气。 行了, 别在师尊面前演戏了, 回去师尊的梅蒂炎珠就给你。 不过, 以后你可别再来打扰这个小修士, 我还蛮期待, 他到底能不能再师祖没蕴盖天下, 种出点什么来, 也好打破问道风临田外族产业, 无人问津的窘境, 陈景真人有些无奈, 又似乎有些享受爱徒的撒娇, 以一颗极品地盐珠, 最终还是把赵皇妃给红走了。 但临走前, 赵皇妃偏向下方那个小小身影的眼神, 却是耐人寻味。 女皇, 可是个很记仇的人哦。 天上云霄雨散, 他反倒是有些奇怪, 道理说他的武士伯那么可怕, 似乎也有点加戏了吧, 我看人家就很和善, 理性, 温柔, 大方, 白担心了这么久, 我雨都下完了, 他不也没来取闹吗? 五母灵田都被丝雾般的雨水, 温和地彻底滋润了一遍, 土壤灵气十足。 舌宇先估算下, 有灵力修为的呼风唤雨, 雨水汲取的虚空灵气因子浓度, 是之前无休为时的三四倍, 而且呼来唤去, 更得心应手, 掌握自如。 根据道合的叙述, 对比宗门灵直夫的小云语术, 他这呼风唤雨天赋, 似乎高明了不止一两筹, 并且雨水灵力足够的话, 我的呼风唤雨, 或许也不仅是仲天道法, 也可以琢磨一下, 把它运用到灵阵斗法之上。 舌宇先想象中, 是觉得, 可以把呼风唤雨, 演变成斗法手段, 意念一动, 狂风暴雨, 亿万雨点倾覆而下, 敌人无所遁形。 如果这连绵不断的漫天雨点, 都是一粒粒可以炸裂的灵力小炸弹, 或者如同微型飞剑一般的灵力化形, 这呼风唤雨, 天赋, 岂不就是一招大范围的恐怖法术? 他微微扎拔一下嘴唇, 理想很唯美, 现实却很残酷。 要达到那种威力, 恐怕远不是自己一个练气竞初期, 所能玩得开的了。 一句话, 还是得加油提升修为境界, 再试试灵直催生天赋吧。 之前没有机会接触鲜活的灵直, 一直不知道这天赋的效果。 在十里坡村, 就获得灵直催生天赋了, 他也曾暗暗尝试, 但接触的, 也许都是些普通花草树木, 不是灵直灵才, 所以没有什么变化。 风灵花, 作为炼气后期真元丹的炼丹主才, 本身自然是价值不菲的灵直, 属于灵直催生天赋所能影响的范畴。 蛇与仙念是一动, 灵力略微无形蒸发一截, 然后以它身体为中心, 一圈外人难以察觉的无形波动, 就缓缓超四周扩散, 延伸, 一直覆盖了四亩风灵花灵田, 蛇与仙才停止继续外扩。 目前灵直催生天赋, 极限范围应该超过五亩灵田面积, 可以将我的灵田全部覆盖。 在灵直催生天赋波波动影响下, 蛇与仙感应到了所有风灵花种子的微弱生机。 灵重在呼吸, 在响应灵直催生的无形力量, 释放一种要破壳发芽, 钻破泥土的情绪波动。 甚至, 在念石的感应中, 泥土中的风灵花种子正发出某种震动, 那是生命的力量要冲破束缚, 想要立刻展现在大地与阳光下。 这, 似乎有点牛啊。 才刚刚播下种, 刚浇了点雨水, 正常是没有这么大生长反应的。 而灵直催生天赋, 大大加速了种子的生长速度。 蛇与仙有心试试这种田天赋的真实效率, 干脆就盘坐灵田中, 念石三分, 一边服用彩灵丹运转玉须彩气绝, 一边修炼三眼观想法, 最后, 还有余力维持灵直催生的持续波动。 灵直催生对他灵力, 心神的消耗都很少, 以他目前修为, 保持打开光环状态, 至少轻松能维持个四五天。 何况, 他同时还能分心增进修为, 即便此长比消, 综合起来也相当于无损施展天赋。 时间悄然流逝, 暮色不知绝间降临, 黄昏夕阳在他肩膀上, 洒下细碎的光芒, 映照十二岁少年, 稚嫩又认真的沉浸脸庞。 蛇与仙从储物袋取出, 还保持温度的小林道米饭, 还有一点肉食, 快速简单地用过晚膳后, 继续沉浸在忘我的修炼中。 自从有了储物袋, 他已经不想每天去外门擅堂用餐, 而是一次性买上十天半个月的吃时, 饿了直接取出食用即可。 更多的时间, 花在了修炼, 灵酒生意, 还有正在进行的种田等事情上来。 这是一个修饰的自觉, 过程中不断将一颗少年的心, 打磨得坚韧, 充实, 慢慢可以直面未知的一切。 热闹欢乐是偶尔, 寂寞孤独是常态。 长期下来, 修饰情感变得生硬, 冷屁, 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 每当从长时间的修炼中醒过来, 蛇与仙都会刻意让自己忙碌一下, 种田酿酒, 生意买卖, 亦或有事没事和钱后来, 钟小伟, 戴小云, 赵黑子他们随便聊聊天。 他, 想保持自己的某种赤诚, 或者换句话说, 不想让自己慢慢变得像大部分修饰一样, 冷漠无情。 我自修我道。 天地进入深邃的黑暗, 温道风也开始变得沉浸如水。 今夜没有月色可赏, 只有风领各处。 星星点点的灵光闪烁, 那是灵风上弟子在修行, 以及各种宝物法器, 还有法阵的光芒在闪烁。 一夜无画, 修为在持之以恒的修炼下, 不断提升。 炼器二层, 向三层冲击, 在满蓝水灵根与水法清河中, 的buff加持下, 也就是, 还有个两三日的功夫。 旭日东升, 朝辉渐渐染红了远处的层灵, 白雾之上的风顶, 天地之间, 变成一片色彩瑰丽的梦幻世界。 蛇羽先睁开双眼, 对着陈阳出路的方向, 图纳调戏一会, 然后起身活动有些僵硬的肢体。 咦? 一起身, 眼睛扫过的地方, 灵田竟然冒出一大片尖尖绿点, 青色出芽, 沾着晶莹的沉露, 仿佛一群刚睁开眼, 看世界的绿色小精灵。 风铃花一夜之间, 竟然全部发芽, 吐出小嫩叶, 让它惊喜不已。 道和师兄说, 这风铃花播种下去, 一般要三天左右, 才会吐出芽。 我开了灵芝催生, 却一夜之间就做到了。 对比之下, 灵芝催生, 可以让灵芝生长速度, 提升近乎六倍。 而且, 蛇羽先看到播种的地方, 全部都冒出了微微的尖绿点点, 所有的风铃花种子都成活了。 这和道和说的出活率, 不过七八成, 也远远超出。 意味着最后的成活率, 也绝对很高, 要远超道和所说的三四成左右的成猪数。 M。 道和一亩最后只能收获五十猪左右, 我有灵芝催生, 不但加快风铃花的生长速度。 而且似乎也让它们长得更茁壮, 说不定一亩能有九成以上成猪, 大概就是一百五十猪风铃花, 灵芝催生, 大概能将风铃花的成熟周期, 将四个月左右, 缩短到一月一熟。 一个月后, 一亩风铃花能赚七百五十块零食, 四亩灵田就是赚回约三千块零食。 也就是说, 它一个月就能把一年的租金给赚回来, 还多赚一千零食。 一通账算下来, 蛇羽先只觉浑身通透, 喜悦弥漫, 就一个字, 爽。 如果对比之前酿造七真果零酒, 大概一个月能出四批零酒, 按每批五十谈算, 总计也是能赚三千块零食。 但那是在完全独占市场, 每坛卖十五零的情况下。 现在小方是零酒, 即将迎来一个严重竞争挤压期, 过几天, 可能一坛七真果零酒要降到八九块, 然后五六块零食, 甚至更低, 恐怕那时候, 连本都赚不回来。 相比之下, 真元丹市场一片大蓝海, 自己这点风铃花产量, 砸进去, 根本就犯不起什么浪花。 甚至真到了那一天, 他蛇羽先的种田产业版图, 越做越大, 海量产出, 玉成功吃饱了, 也可以往其他仙城, 其他宗门和方式投放, 零食根本赚不完。 何况, 我的零食催生天赋, 现在仅是初级, 只要日夜开着, 也会像水法清河一样, 蜕变升阶, 让零食生长得越来越好。 周期越来越短, 少年一番浮想连篇, 只觉前途一片光明, 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呢。 种田热情爆发, 蛇羽先连续两天, 待在自己的林田区域。 两天后, 风铃花已经一寸余高。 日夜沉浸修行的蛇羽先, 也灵力充盈, 自然而然地突破到炼气三层, 比之炼气二层, 体内灵力暴涨了可观的三层左右。 炼气三层修为, 意味着他以前提前完成, 宗门五年炼气三层的任务。 这才多少天, 简直要让菜才子这些, 真废才, 惭愧到无言苟活于世。 要不是囊中羞涩, 彩灵丹已经全部用完, 他甚至都想一直这样疯狂下去, 修为提升与种田赚钱两不误。 沉浸修炼, 想不到这么烧钱。 修士闭关修炼一次, 动辄数月, 几年, 甚至几十年, 大能闭关, 更是一念数百年, 那又将消耗多少资源? 蛇宇仙感慨着起身, 拍干净到袍上的尘土, 身心有一种充盈的满足感。 他鼻子吸动, 闻出身上有点酸臭味, 不由感到有些尴尬。 还是法术学少了, 修士日常必备法术, 他还没有极有完全。 这时候正确的打开方式, 应该是来一个清洁术, 一发入魂, 里里外外都会瞬间变得干干净净。 他刚想到, 要搞钱去小方市进进货, 补充一下彩铃丹, 腰间通讯, 玉符就一阵波纹震动。 雨仙, 我突破了, 我突破练气一层了。 确实留在月系院的李潘, 一大早发来的喜讯, 突破的惊喜, 让李潘兴奋的有些语无伦次。 蛇雨仙不由为气感到开心, 也有些好笑, 但想想自己当初突破时, 表现得好像也没比李潘好多少。 恭喜你, 以后也是真正的修士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们的零食及彩铃丹储备都已经告庆, 你收拾一下心情, 把院子里酿好的零酒带上, 等下到南路小方市碰头。 蛇雨仙吩咐李潘, 把发酵好的零酒带上, 等会他也去小方市, 看看零酒市场具体情况。 如果零酒价格实在太低, 他也只会卖十几坛, 勉强过度一下, 全部贱卖不是他的风格, 也不是仙琼号的风格。 楚秀峰, 南路小方市, 热闹依旧, 底层弟子的天堂, 陶货者的宝地, 修饰创业的起点。 这两天, 小方市最火爆的一件事, 莫过于在小方市中心开的那家天云号酒楼, 搅动了原本低调的零酒市场。 天云号背后的金主, 就是那门天才弟子许奥天。 天云号卖的低级零酒, 也正是之前流行于炼气镜弟子中的仙琼号零酒。 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材料, 一样的零酒, 我们只卖最低价。 道欧师兄亲自站台, 为天云号开张剪彩。 仙琼号零酒创始人之一, 道欧师弟亲手参与打造天云号, 为你打造纯正零酒口感。 买零酒, 以后只认天云号。 天云号开业火爆, 张云超, 向少聪请了几十个外门弟子, 高举大大的广告牌, 在小方市到处宣传吆喝, 让天云号的名头, 一下子传遍了楚秀风。 不得不说, 这一招有点狠。 许奥天, 张云超, 向少聪他们, 是直接把之前仙琼号的宣传手法, 给抄袭过来了。 那些广告口号和宣传手法等等, 也是舍雨仙还在北路竹社的时候, 跟前后来, 向少聪他们, 商讨仙琼号以后推广思路时, 陆陆续续都说过的。 这些新颖的点子, 当时让其他五人, 可是耳目一新, 犹如醍醐灌顶, 觉得生意, 原来还能这么做。 向少聪早将这些牢牢记在心里, 现在兄弟拆火, 投奔天才门下, 要奔一个光明前程, 自然毫不犹豫地, 直接拿来用了。 道于师弟做得不错, 你这脑瓜子, 还挺机灵的。 嗯, 好好给我做事, 师兄我不会亏待你的。 新开的天云号酒楼顶层, 身穿金线道袍, 守灰白雨扇的许奥天, 看到天云号, 开业声势这么浩大, 酒楼客人络绎不绝, 不由感到十分高兴, 也不吝啬对向少聪的称赞包上。 是啊, 之前真没看出来, 道于师弟竟如此大财, 这一套套的商业打法, 如此心盈管用, 简直让整个小方氏都轰动震惊了。 张云超也笑得合不拢嘴, 拍拍向少聪的肩膀大声夸赞。 他也是天云号股东之一, 酒楼生意越好, 他也就越赚钱, 想到大把零食即将滚滚而来, 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向少聪有点矜持地谦让着, 天云号生意这么好, 师兄又如此夸赞, 他也是肘蜂滞滞, 信心十足。 心里隐藏那一丝愧疚, 羞耻感, 在天云号火爆氛围中, 也终于彻底消散了。 这些点子, 虽然是雨仙说过的, 但他也只是探讨。 讨论毕竟是讨论, 他也没付诸实践。 我成功推行, 火变小方氏, 这才是创举, 这才是重点。 天云号09开售火爆, 一谈, 只卖9块低级零食, 大肆扑货, 完全颠覆之前蛇雨仙制定的, 物以稀为贵的高利润路线。 甚至为了独霸小方氏09市场, 许奥天还会看情况, 以后还会不断降价, 直到把其他人扫出09市场。 前些天, 许奥天、 张云超、 向少聪他们几乎把小方氏的七真果09材料扫荡一空, 并酿造出一大批09, 这也是他们定价的底气。 蛇雨仙从温道峰赶过来, 就听到小方氏这里议论纷纷, 在这里的外门弟子, 好像都在讨论天云号的事情。 当他亲眼看到, 一行高举着天云号招牌的轻衣弟子走过, 并高喊买09之后, 指认天云号后, 脸色不由彻底冷了下来。 向少聪, 你这辈子有点过分啊。 点子你可以用, 但有必要狠狠踩一脚仙穷号吗? 仙穷号当初创立时, 可是饱含了蛇雨仙的浓浓期待, 那是他在修真界启航入海的第一艘小船啊。 蛇雨仙心中百味掺杂, 但更多的是冷意, 恨意。 恨的不是灵酒生意被打压, 而是几乎被被刺得不留余地。 他顺着人流, 走到五层楼高的天云号酒楼, 看到酒楼修饰弟子不断进去, 又兴高采烈地提着灵酒摊子出来。 之前这里主要是做灵肉食材生意的十四, 被许耀天直接买下来, 改成了天云号酒楼。 许耀天接手后, 以后会主要卖天云号灵酒, 但也兼赢之前的灵肉餐饮生意, 好吃好喝, 人气自然更旺了。 观察了一会, 蛇语仙也走进天云号, 花了九块零食买了谭冒牌七真果灵酒。 喝了一口后, 他不由笑了, 无论口感, 还是灵力转化效果, 都差了仙琼号一两筹。 他不轻轻摇了摇头, 学了点皮毛, 也就这样了, 且让你们蹦跆一段时间。 这可是修真界, 商业不是靠吹就可以的, 没有拿得出来的品质, 在实用主义的修饰眼里, 就不会值钱。 仙琼号零九的品质, 得到了众多修饰的高度认可, 口感, 灵力转化难以超越, 绝非冒牌货所能替代。 现在天云号看似火爆, 却只是一时热闹而已, 等修饰们前后对比细细品味后, 自然还会转头, 去买仙琼号零九。 天云号, 替代不了仙琼号。 蛇语仙品过之后, 非常自信, 但他现在遇到的难题, 已经不是仙琼号零九能不能卖出去, 而是酿酒零财被财大气粗的许奥天他们垄断了。 像道合等零之夫, 又岂敢得罪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那门天才许奥天。 许奥天要禁收他们的灵果之草酿酒, 他们又怎么敢随便拒绝? 即便可能会看在之前的往来情面上, 给蛇语仙留一点货, 也是非常少了。 酿不出足够的仙琼号零九, 去跟天云号打擂台, 就是一个笑话了, 因为人家的货铺天盖地, 市场占有率太高。 蛇语仙心里琢磨着, 顺便又把小方式给逛了一圈。 最后发现, 除了许奥天的天云号零九, 市面上还多出了好几个牌子的七真果零九, 什么龙月号, 逍遥号等。 龙月号, 蛇语仙猜测是王大山一伙在座, 虽然没在小方式看到七本人, 有的连他都猜不出, 是哪个兄弟在背后整出来的。 最大的可能是, 零九方子都被其中某人卖出去了, 所以冒出很多离鬼离魁。 但他估计, 应该不是钱浩来和钟小伟, 最有可能应该是王大山。 王大山看起来憨粗笨拙, 实则小心思不少, 蛇语仙当初在北路逐射时, 就有所认知。 只能说, 人不可貌相。 刚好这是钱浩来用通讯御符来通知他, 带着诉苦的无奈与感叹。 语仙, 现在小方式冒出大概七八种零九, 都是用我们仙穷浩的方子酿出来的。 我在这里跟贤弟说一声。 我和钟小伟, 可没有乱来。 虽然我们也打算卖零九, 但现在还没有开卖, 即便卖, 也想沿用回我们的仙穷号招牌。 我不想跟雨仙你, 就因为这点批示, 以后兄弟都做不成, 在钱浩来的叙述中, 蛇语仙也感受到一股还存在的兄弟情谊。 这让他有点寒冷的心, 暖和了几分。 胖虎, 小帅之前, 就和蛇语仙走得更近一些, 彼此兄弟感情更深一点。 尤其是胖虎钱浩来, 可是很看好蛇语仙这个潜力股的, 要不当初也会舍得投资一起酿酒。 如果说几兄弟中, 有谁最不想搞砸仙穷号的招牌, 其中肯定就有钱浩来。 当初一起创建仙穷号, 由于创业之初, 钱浩来是主要投资人, 所以, 蛇语仙也愿意和钱浩来一起分享零九的大部分利润。 或许也是如此, 因为蛇语仙, 钱浩来拿了大头, 王大山, 像邵聪等其他人, 就只能平分剩下的收益, 这让他们起了小心思。 晋升外门弟子后, 各种修炼开销越来越大, 那点分成已经满足不了大家。 对此, 蛇语仙也只能说他们人心不足, 且目光短浅。 他的零九方子, 钱浩来的初始投资, 其他几个人只是出点力气打打下手, 带上他们只是因为逐涉兄弟情。 本来他计划中, 会在几年内将仙穷号慢慢做大, 规模一大, 到时候, 即便一两成的分成, 也足以让王大山, 向少聪他们付的流油, 满足他们以后修炼所需, 根本不成问题的。 后来, 小伟, 我尝过向少聪那天云号的零九, 品质差了许多。 你们酿出来的, 可能也跟他差不多。 不如这样, 暂时你们, 还是自己酿造自己出售, 先不要用仙穷号的招牌, 蛇语仙向前号来, 两人说明自己的打算。 他俩现在想卖自酿的零九也随便, 但不要瞎套仙穷号的招牌, 那样反而搞砸了。 等当家修为慢慢上来后, 才能把仙穷号逐步做大, 否则再面对今天这样事情, 依然只能看着, 改变不了什么。 许耀天一个内门天才弟子, 就足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我现在暂停零九生意了, 做了几亩林田, 打算从零植夫做起, 攒点修炼资源。 你们也可以修炼一两门修真百亿, 练单,练气, 训授什么的, 都可以的。 蛇雨仙也耐心地说了下自己的计划, 劝他们也暂时避开小方式零九市场的混乱, 搞点其他景象。 你还别说, 我跟小帅也是这样想的。 我打算走练气路线, 比较符合我的金主林根, 小伟打算走训养零售路线。 顺便跟雨仙你说一下, 你既然对培育零植有点心得, 不如去外事店, 这些跟零植有关的任务, 即可以赚试门贡献值, 也顺便可以把每月的宗门任务给做了。 M。 钱浩来不愧是富二代, 人脉广, 思路活, 提到了做宗门任务, 即赚取试门贡献值, 给蛇雨仙来了点启发。 想了想, 蛇雨仙干脆就去了外事店。 既然不打算廉价出手先穷号零九, 就得另寻他图, 赚取零食。 钱浩来说, 外事店宗门任务, 挂着不少关于零植的, 那就去看情况, 全部了, 刷刷贡献值, 赚点零食过渡一下。 呼风唤雨, 万虫退避, 零食催生三大仲天天赋, 至少可以解决六七以上的零食作物问题。 利用好三个天赋, 宗门零食委托任务, 就是给我刷贡献值的。 蛇雨仙知道门派贡献值的重要性, 他现在一点贡献值也没有, 想再去藏金阁选学功法, 都没有资格, 只能去花林时购买常见的低级功法。 外事店, 任务大堂, 这里也是外门最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 许多外门弟子, 没有过硬的背景或特长, 就只能靠坐外门任务来, 糊糊口匠子。 现在大堂中也站满了人, 围着中间一个巨大的光幕类法宝, 或在接任务, 或找人组队, 或低声议论。 这个有点像前世显示屏一般的巨大光幕, 名子府云平, 价值不菲。 云平通体紫气盈盈, 上面滚动着一行行密集的光点任务讯息, 用念石一触, 即可选择感兴趣的任务浏览, 接受。 蛇与仙爷走上前, 奋出一缕念石, 投入子府云平密密麻麻的光点任务之上。 一行光点, 就是一条委托任务, 念石触动, 即可详细了解任务内容, 想接任务, 只要跟子府云平默念接下任务即可。 炼器五层队长招人, 宗门东部百里外, 剿灭血压狼的十人任务, 线还缺三人。 外门单方, 即招八名灵石工单徒, 要求至少能炼制一门低级丹药。 外门器方, 即招十名灵石工, 要求体质好, 力气大, 懂点炼器者优先。 宗门巡查大队云卢峰之队, 招边外队员二十名, 境界续在炼器近四层以上。 问道峰百药员, 重赏精通驱虫师, 药员百年灵药, 突遭无名虫害, 十万火急。 云卢峰千年大药乌头灵姑, 遭遇枯萎怪症, 急请灵植高手。 住, 任务也挂一下外事店只为病急求医, 建议非灵植夫高手误扰。 陈燕真人, 天交封外招灵植夫二十人, 要求精通小云与树, 负责培育紫玉柜, 枫灵花等灵草。 外门灵寿院, 需三名长期清洁工, 负责每日打扫卫生, 投食, 安抚等, 蛇语先一通, 翻阅下来, 还真的筛选出几十条跟灵植有关的任务, 其中, 灵食及贡献值奖励足够丰厚的, 就有三个。 问道峰百药员遭诡异虫害, 云卢峰千年乌头灵姑莫名枯萎, 雷鸣峰一株运雷金竹, 不断掉夜。 这三个任务, 都是跟高阶吉林药灵才有关, 之所以挂在外事店, 也是正如云卢峰的陈燕真人所说, 只是病急头医碰碰运气罢了, 也许外门弟子中真的藏龙卧虎。 有人能解决呢? 而且, 任务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挂在外事店, 都是首先找熟悉的灵植夫高人, 应该也解决不了, 才又挂到外事店来。 优秀的灵植夫, 往往只会诞生在外门弟子中, 其实没有往往, 而是必然。 内门, 清传, 真传弟子, 一个个都是修炼狂人, 谁去浪费时间琢磨灵植生长, 有这时间多学一门功法, 多提升一些修为, 不是更香吗? 在他们眼里, 境界, 修为才是一切。 君不见, 再厉害的灵植夫等, 都化作了尘土, 只有高修大能屹立千年万年, 长生不朽。 也只有极少数的真人大佬, 因为兴趣爱好, 会将灵植夫等修真百意坚持下去。 而且修为越高, 就越能发现一些普通灵植夫, 也发现不了的疑难杂症。 但这样不务正业的大佬, 整个玉成功也没几个, 要不闭关, 要不虚空探秘, 要不云游天下, 现在待在宗门一个也没有。 所以, 百药园遭虫, 千年乌头灵姑, 运雷金竹, 三个治病救灵植的任务, 貌似也只能让外门弟子中 优秀的灵植夫试一试了。 这三个任务奖励太丰厚了, 放胆试一试, 海量贡献值, 报复的机会就在面前, 又岂能错过。 蛇语仙也不客气, 用念石直接在三个任务上 依次点了确认。 不过这三个任务等级太高, 任务发布还是挂在子府云屏上, 属于可以不断揭取, 直到有人完成才会取消。 也就是说, 竞争对手不少, 等下说不定要同场竞技, 看谁才能拿下巨额任务奖励。 问道峰百药园诡异虫害, 五千门派贡献值, 一千块低级零食。 求真峰运雷金竹枯黄掉夜, 六千门派贡献值, 同样一千块低级零食。 云炉峰千年乌头灵姑, 莫名枯萎,一万二千贡献值, 直接五百块终极零食。 好家伙, 相当五万块低级零食。 陈彦真人不愧是一风之主, 出手就是大气。 蛇语仙在心里给陈彦真人点了个赞, 这样阔气的大佬, 请给我多来几打, 我受得住。 当然, 奖励越高, 说明难度越高, 蛇语仙决定, 还是从貌似容易解决的上手。 今天先去我熟悉的问道峰, 百药园遭诡异虫害。 我这万虫退避天赋, 应该能轻松拿下吧? 有万虫退避天赋, 蛇语仙也无需去翻经月点, 通晓万千灵虫病虫, 只要默默激发天赋就好。 如果那也不行, 大不了白走一趟而已。 反正今晚也打算在灵天小木屋过夜的。 他用通讯预付让李潘不用来找他了, 且自回月系院稳固修为, 并嘱咐李潘仙琼号09暂时不卖。 如果有老客户要买, 就恢复15块零食的价格。 出了南路小方式, 蛇语仙体内五色气环一阵, 轻车熟路地运起了小五行藤螺术。 足下清点, 身影就化为一道狂风呼啸而去。 晋升炼气三层修为后, 这身法显然又快了一些。 问道风百药元, 位于凌风中部位置, 灵气充沛, 药香弥漫。 为了减少层层盘问, 蛇语仙一道问道风山脚, 就叫上了道义。 有道义这个人行令牌, 基本一路畅通无阻, 就来到百药园。 不过, 蛇语仙来到百药园外后, 才发现, 还是有比他先来的, 三位浑身散发泥土花草气息, 一看就很专业的灵直夫师兄。 两位应该有三四十岁的中年师兄, 面容有黑。 另一位看起来比蛇语仙大两三岁的年轻道人, 皮肤白皙, 双眼尤其灵动。 大家都在等, 先来后道, 就看已经进入百药园的那位道兄, 有没有本事, 直接拿走任务奖励了。 三位师兄请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几人面面相去, 彼此顾忌, 还是蛇语仙首先开口, 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哎, 三位师兄是沉迷仲田已久不善交际, 还是不想交谈, 以免被套出话来。 见蛇语仙彬彬有礼问候, 两位中年灵直夫, 也只是点点头示意, 只有另外那个皮肤白皙的年轻道人回话了, 总算来了个愿意开口的, 可闷死我了。 我是黄爵, 叫我道爵也可以。 年轻道人黄爵眼睛转动, 高兴地和蛇语仙交谈起来。 蛇语仙也主动介绍道, 师兄好, 我是道红, 俗名蛇语仙。 黄爵呵呵笑道, 语仙, 这名字可是够厉害, 看来你爹是位博学之士。 嗯, 前面进去的是德农师伯, 外门有名的资深灵直夫, 拥有几十年的灵直培育经验, 进去都好两个多时辰了, 不知道解决问题了没有。 道爵提到德农道人, 另外两位中年灵直夫, 也是神情, 变得有些民众紧张。 人的名术的影, 树叶有专攻, 行刑出人才, 德农道人就属于灵直夫中的高手, 在场几人都自认不如。 万一百要元诡异虫害, 真被德农道人解决了, 那就白来一趟了, 关键的, 更是那五千门派, 贡献值, 一千块零十的高额奖励。 赶接任务, 在场几人自然都是有点压相抵本事的, 德农道人是厉害, 但万一, 刚好就是自己熟悉的虫害呢。 盗爵反而显得很轻松, 刀刀不断, 其实我们没必要彼此防得这么严骂, 十万八千虫, 谁敢说自己都懂, 百要元虫害人物, 就是来碰个运气。 我做灵直夫才两三年, 但雏虫的本事, 还是有一手。 大家看到, 我腰间的灵虫袋没有。 盗爵明显是个画牢, 闲不住, 蛇语仙的到来, 打开了他的语言开关。 他有点炫耀, 指着自己, 腰间一个灰色灵虫袋, 袋子半个巴掌大小, 不停地一鼓一线, 显然有灵虫在里面呼吸。 我的除虫本事, 全靠这头运气得来的金蚊式灵虫, 普通灵直虫害, 我只需放它出来, 基本上就可以将那些有害的灵虫给吃掉, 或者吓跑, 盗爵有些洋洋得意。 看得出来, 也是把这头式灵虫, 当作了心头宝贝。 两位中年灵直夫, 听到金蚊式灵虫, 却是颇为震惊, 终于无法保持沉默, 忍不住羡慕开口说话。 你运气竟然这么好, 能捕获到一头金蚊式灵虫, 这可是二阶灵虫。 而且完全成熟体, 必是二阶灵虫的霸主虫。 有一头二阶灵虫, 即便助激镜, 也不敢太过小觑你。 至少再练气镜, 它能帮你挡住很多意外。 金蚊式灵虫以其他小型, 微细形灵虫为实, 自有胸威, 寻常害虫还真会被它吓跑。 说不定, 这次百药源虫害任务, 真要被你解决了。 这两位中年灵直夫, 对黄爵的金蚊式灵虫, 羡慕得不得了, 忍不住和黄爵交换了通讯御服。 大家都靠种田混混生活这样子, 多个能人朋友, 就是多出很多机会。 万一哪天自家的灵田遭害虫祸祸了, 自己又解决不了。 有一头金蚊式灵虫的黄爵, 无疑就是救火英雄。 他们对黄爵很热情, 但对蛇羽仙却不太理睬, 太年轻了, 能有什么灵直夫经验? 而且, 修为也才炼气二层, 没必要认识。 蛇羽仙因为修炼的炼气诀, 炼气三层的修为, 演示成二层, 够低调了。 他当然也不在意, 难道三大仲田天赋, 能轻松碾压大部分灵直夫的小秘密, 需要跟你们讲吗? 甚至, 他心里在想, 初级的万虫退避天赋激发出来, 会不会把黄爵的金纹式灵虫给吓跑? 几人开聊中, 时间不知不觉, 又过去半个时辰。 百药园护原法阵光芒一闪, 园门口闪现出两个, 修饰身影。 一个气息强盛的中年道人, 宽大袖口, 有问道风无锦云文标志, 观其气势, 应该筑击境界修饰。 另一个青瘦有黑, 脸色充满遗憾和不甘心, 身上散发着花草泥土气息, 正是之前进去的资深灵植夫德农道人。 德农师弟, 我也颇为你感到遗憾。 你的推断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气息强大的中年道人, 正是问道风得自备助击修饰, 道号德业, 灵风百药园平时主要就是他在管理。 德业师兄刘伯, 且在等我几日,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对付这些寄生虫。 德农道人虽有些沮丧, 但依然很自信, 他不懈扫了一眼在场的蛇与仙, 黄爵及另外两位中年灵植夫。 我德农都解决不了的灵植问题, 一群小辈又能如之奈何。 且等我三日后再来。 德农道人看着众人冷哼一声, 一幅袍袖, 自顾自地扬长而去。 被德农道人如此蔑视, 两位中年灵植夫有些恼怒, 却底气不足, 只能生生受着。 黄爵倒是笑嘻嘻地魂不在意, 有点魂不吝的样子。 至于蛇与仙, 就更不放在心上了, 甚至感到挺有趣, 仲田灵植夫, 也这么傲气的吗? 助击后期的德业道人, 倒是神态温和, 向在场的四人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 德农师弟是外门灵植夫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 连他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你们没有特别手段, 还是不要耽搁彼此的时间。 他顿了一顿, 留意四人的神态反应。 不瞒你们, 刚才德农师弟基本已经确定, 我百药员现在遭受的虫害, 就是寄生虫中的可怕角色, 黑线虫。 黑线虫? 两位中年灵植夫, 还有原本一身轻松的黄绝, 听到黑线虫三个字, 都不由大惊失色。 灵植的恐怖噩梦, 大药的黑暗镰刀, 怎么会是黑线虫? 黑线虫虽然只是二阶灵植寄生虫, 但一旦, 入侵灵植内部, 就如复古之躯, 根本难以驱除, 除非与灵植一起用高阶, 真火分灭。 两位中年灵植夫惊慌之下, 已经完全没有之前的底气, 脸上充满了颓败的神色。 他们向德叶道人拱手行礼后, 惭愧地提出退出任务。 德叶道人让弟子将两人送下灵风, 然后有些好奇地看着蛇语仙, 黄绝两人。 知道是黑线虫, 两位小狮植, 还有勇气留下来, 莫非真有特别手段。 在助基修士面前, 黄绝也不怯场, 轻轻笑道, 师叔且, 让我一世又何妨, 看我这头经文是灵虫, 有没有办法。 蛇语仙也微笑说道, 弟子也可一世。 好, 两位师侄有点意思, 干脆一起进去吧。 德叶道人扶掌而笑, 然后伸手一挥, 一股雄魂灵力包裹蛇语仙和黄绝, 三人疏地消失原地。 下一刻, 三人已经进入百药园内部, 整个百药园薄物弥漫, 灵气药香充沛。 齐花一草, 仙藤灵树遍地, 百年至数百年, 灵药比比皆是, 暗香浮动, 争其痘炎。 然美则眉也, 里面近乎有大半圆的灵质貌似光鲜亮丽, 实则隐隐笼罩着一层淡淡黑灰色的气息, 甚至弥散出灵质淡淡的绝望气息, 一看就知道不正常。 两位师侄也看到了, 我问道风百药园, 大约有一半多的灵药都被黑献虫给入侵污染了, 如再不想办法遏制, 再过两三天, 恐怕整个园子都要遭殃。 现在, 就看两位的了。 得业道人看着被黑献虫污染的百年灵质灵药, 满心的痛惜, 还是带着希望, 看蛇雨仙和黄爵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能创造点奇迹出来。 蛇雨仙也感觉颇为棘手, 眼前大片珍贵百年灵药蒙罩罩着黑灰不及气象, 是有点触目惊心。 旁边神情同样变得凝重的黄爵, 也不再嬉皮笑脸, 口中发出一连串唧唧的虫鸣声音, 然后松开灵虫带的口子。 一只拇指大小, 金蚊黑背, 气息凶悍的四翅一虫, 就发出嗡鸣声, 一下子飞了出来。 黄爵, 金蚊视灵虫之间用虫鸣声交流了片刻, 视灵虫往外拖的复眼, 就闪烁着淡淡的红光, 四翅一阵, 飞落在沾染黑色气息的灵植丛中。 就靠我小金的表现了, 要是他也不行, 我也没其他办法。 黄爵有些紧张地, 盯着金蚊视灵虫在灵植间到处乱窜。 德烨道人看着一虫动作, 略微遗憾地说道, 可惜金蚊视灵虫位阶还是低了一点, 如果有更高阶的一虫, 或许更有可能。 鸡鸡! 金蚊视灵虫或许是感应到什么, 落在一株百年灵药的叶片上, 突然发出尖锐的丝鸣声, 浑身冒出一团暗红色的光运。 红光与那株灵药上面的黑灰色气息, 似乎在做某种层面的交流或较量, 一会儿红光亮一点, 一会儿黑灰色气息浓一些。 鸡! 拉锯战士的较量树兮。 金蚊视灵虫高声丝鸣中, 暗红色光运刚徐徐发力, 将那株灵药的黑灰色气息, 逼压到稀薄了许多。 不料, 那股黑灰色气息, 撞气息瞬间膨胀, 直接将金蚊视灵虫都包裹了进去。 不好! 我的小鸡! 黄爵心疼惊叫, 就看到金蚊视灵虫在黑雾, 气鸣着剧烈挣扎, 最后猛一发力, 才破开黑色雾光, 逃跑一般地飞上了半空。 黄爵赶紧打开灵虫带, 让气息衰弱的艾虫钻进去, 同时打了几记灵虫瘟养的法术, 丢了几块灵石进去。 我失败了, 这黑线虫种群太诡异了, 连我的小鸡都中招了。 黄爵神色沮丧, 心痛爱虫元气大伤。 德烨道人也面露惋惜, 不过也没说什么。 前面失败的灵直夫多了, 也有灵直夫利用异虫驱使这一招, 但都失败了。 雨仙失职, 不知你可需要做什么准备? 德烨道人转头看向脸色淡然不变的舍雨仙, 倒是觉得这小修士如此镇定从容, 莫非还有比金蚊视灵虫还厉害的招, 心里又泛起一丝丝的希望。 蛇雨仙当然淡定了, 刚才在金蚊视灵虫与黑色雾光争斗时, 她就暗暗稍微激发了一下蜿虫退避, 并控制在视灵虫那一边的范围。 正因为她启动了天赋, 所以刚才金蚊视灵虫身上冒出的暗红色光运, 才把黑色雾光给压制了一下。 表面上看起来, 大家都以为刚才金蚊视灵虫大发神威呢。 随着她收敛蜿虫退避, 金蚊视灵虫一下子就被黑蜿虫给反噬了, 伤了元气。 心里有了底的蛇雨仙, 自然信心十足, 向得业道人提了一个要求, 师叔, 我有八成把握对付这黑蜿虫灾, 但有个要求, 就是只能我一个人待在百药园, 一个时辰后你们才能进来。 嗯嗯, 还有再给我一个比盗绝那个大一点的灵虫袋, 这不用收钱吧? 这? 德业道人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要求的, 不由多看了蛇雨仙两眼, 有些犹豫, 免费给灵虫袋不算什么, 就是几十块零食而已, 但这无人监管的话, 就怕有个万一。 黄爵哈哈一笑说道, 看来师弟有点小秘密哈, 本来还想看一下你的本事的, 算了, 我先出去了。 犹豫一会的德业道人也决定道, 可以, 但师侄你必须保证, 即便能消灭或驱散黑蜿虫, 百药园的损伤也不可以超过一成。 说完德业道人直接拿出一个大的灵虫袋, 他大概也猜到用途, 黑蜿虫肉眼几乎难以发现, 只有念识才能看清, 师侄你, 如果是用收虫的方法, 切记收完后, 口子一定要封厚, 每个修士都有点自己的秘密, 德业道人允许蛇语仙, 独自留在百药园, 同时也提出要求, 限制蛇语仙任性发挥, 即便是一成, 对百药园净千株灵药来说, 也是很大的损失了, 至少价值几十万灵石, 但德业道人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 黑蜿虫让灵植肤闻风色变, 每次出现, 都是灵植灵药的大型灾难, 再耽搁一段时间, 恐怕整座百药园灵药, 都所剩无几了, 德业道人不敢赌, 要知道问道风, 还有一处更重要的千年灵药小洞天, 要是以后被百药园的黑蜿虫也波及了, 那他可就是整个问道风的罪人, 舍雨仙没想到自己一个要求, 就探到了德业道人的心理底线, 不由心中一喜, 同时赶紧点头答应, 可以, 如果损耗超过一成, 就都算在我头上好了, 大不了卖身给你们问道风重几十年灵田, 见他如此说话, 德业道人也不再说什么, 带着黄诀身影一闪, 就顿出了百药园, 只剩自己一人了, 舍雨仙看着满园灵气缭绕的百年灵药,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成损耗, 似乎可以操作一下, 要不试试, 不过, 还是先把黑蜿虫栽给处理一下吧, 他念是一动, 万虫蜕壁天赋激活, 身体一股无形的波动, 如连一般圈圈震荡散开, 迈开脚步, 直接走进那片黑灰色气息笼罩的灵植丛中, 就像在自家的灵田散步, 神情放松, 毫无压力, 万虫蜕壁无形波动所过之处, 黑灰色气息如欲恐怖天敌, 纷纷从寄生附体的灵植灵药上逃了出来, 像一丝丝黑色雾光, 畏惧地逃离蛇羽仙虫壁光环范围, 万虫蜕壁面前, 虫制一律平等, 看到所谓的二阶黑蜿虫裙, 灵植妇的噩梦, 在万虫蜕壁天赋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蛇羽仙不由身心舒畅, 兴奋得很, 尤其, 他在释放天赋波动, 驱赶黑蜿虫裙中, 发现万虫蜕壁天赋条也在闪烁光芒, 就像水法清河当初冒蓝光一样, 不过虫壁天赋条冒的是红光, 这也是在汲取天赋蜕变养分的表现, 他现在也总结了一下天赋条升级的规律, 或者说尿性, 就是得多运用, 在符合条件的环境及对象中运用, 才能获得更有效率的充能提升, 至此, 他也总算思维清晰了, 就是找对应难度, 甚至更高难度的灵植, 虫制等, 来给灵植催生, 万虫, 蜕壁天赋刷经验, 以更快的速度升级提接, 黑线虫是二阶虫灾, 百药园这里密密麻麻的, 种群数量庞大, 所以, 万虫蜕壁天赋作用发挥到了最大, 相当在极限吃惊艳, 要是还待在十里泼村, 恐吓那些普通虫蚁, 天赋恐怕几十年也难胜一几, 按着天赋汲取能量的速度, 一个时辰, 天赋应该能刷到中阶了, 蛇语仙维持天赋波动毫无压力, 便琢磨着, 怎么利用得业道人口中一成损耗的漏洞, 来为自己捣点好处, 园子里有尽千株灵植灵药, 折点枝条, 挖点根须什么的, 回去千叉培育, 或者采集多百年灵花灵果, 这些应该在合理损耗中吧, 不过, 蛇语仙也心知修士神通广大, 道数法门千遍万化, 这百药园对问道风如此重要, 里面不可能没有防备或监视手段, 算了, 就挖点根须好了, 百年诸果, 不老花, 紫魂草, 就这三样好了, 它走到一株比自己还高的诸果树前, 看了看树上挂着的两颗半红诸果, 蹲下去在泥土里结一小段树根, 然后, 又分别走到不老花, 紫魂草的面前, 装作查看的样子, 各摸了一段根须, 诸果可以增强修士肉身, 微弱提升物性, 不老花是炼制回春祝颜丹的主要, 祝颜丹多受女修欢迎, 就不用多说了, 紫魂草, 炼成紫魂丹, 甚至直接服用, 可修复灵魂创伤, 壮大念识修为, 取这三种灵药的根须, 是蛇语仙心里想好的, 三者价值高, 用处大, 很稀缺, 取了点根须而已, 料想问道风也不会这么吝啬, 我可是拯救了他们上千株的百年灵药, 将三种灵药根须, 放入储物袋, 蛇语仙感应了下万虫退避天赋, 决定开始收网了, 万虫退避天赋条上闪烁的红光, 已经很饱满浓烈了, 感觉蜕变在即, 蛇语仙便念识一动, 万虫退避天赋的无形波动, 猛地膨胀开, 将整座百药园覆盖在内, 只在边缘一个小角, 给黑线虫群雾光留了点空间, 黑色雾光顿时恐慌地涌向那, 仅有的留白, 一缕缕黑色气息翻滚着, 瞬间将那一点空间给挤满了, 密密麻麻的黑线虫, 慢慢地凝聚成一颗黑色球体, 整个球体隐隐地浮现出一头诡异黑虫的虚影, 体型如放大版的蚯蚓, 却长着猙獰的锯齿四方口, 四方口, 嘴角周边长着漫长的发光虚条, 这是黑线虫肿群高度凝聚后出现的肿群印记, 有印记则代表其实有来历的, 血统往上追溯, 可能涉及位阶很高的一种虫膜, 一运小五形藤螺术, 蛇语仙藤地出现在黑色球体面前, 张开得夜道人给的灵虫带, 虫壁光环波动瞬间压缩, 同时灵力虚空搬运, 将整群二阶黑线虫收了进去, 然后手捏硬绝, 在记好的袋口打了几个灵力封印, 还真成功了, 竟收了一群二阶黑线虫, 他念识在灵虫带里转悠了一下, 大致估算有八九万只, 拎在手里毫无重量, 但实际威胁不亚于一颗恐怖的核弹, 要是逃一出去, 不知道要祸害多少灵药灵财, 灵直腹的噩梦, 暂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 是让德叶师伯一把真火烧了, 还是留着当作手段, 算了, 先去领完任务奖励再说, 这时, 蛇羽仙突然心念一动, 意识进入石海神秘雨滴, 果然发现有新的变化, 万灵真印, 一, 太古雨蛙, 驾狱, 真印天赋,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避, 中,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出, 万虫退避天赋, 果然一举成功提阶, 从初级晋升为中级, 万虫退避, 中, 太古雨蛙为太古易寿, 万虫都是它的食物点心, 中级天赋对三阶及三阶以下重置的威慑能力大大增强, 对于二阶以下重置可直接意念碾压必杀, 获得免疫二阶以下重毒的体质抗性, 中级的万虫退避天赋, 不但增强了威慑力, 而且可以碾杀重置了, 初级只能驱散, 而且蛇雨仙还获得了免疫二阶以下重毒的抗性, 大千福昆界零虫亿万, 有毒的至少一大半, 外出探险游历, 让人防不胜防, 不小心被一口毒死的修士, 不在少数, 福昆界还有不少擅长御虫的修真门派, 挥手就是漫天盖地的毒虫, 或者释放阴人于无形的鬼秘异虫, 这些门派的修士弟子, 以后如果遇上了, 蛇雨仙挥挥手, 即可不诈屈人之兵, 看来多做些高质量的宗门任务, 对我修行非常有帮助啊, 蛇雨仙收获很大, 不但升级了一门天赋, 还将获得大量宗门贡献值, 和临时奖励, 简直不要太爽, 当然, 他现在也是幻想一下, 实际上不可能总有这样的奖励高, 有刚好他天赋, 能解决的临职任, 他挑选的这三个含金量极高的任务, 都是积压了一段时间, 因为没有人能解决, 才刚好遇上了, 蛇雨仙最后羡慕地还扫了一遍百药园, 便走到园门处, 踏上一圈灵光波纹, 这是出入百药园的传送法阵, 园门反而并不能实际进出, 身影一闪, 下一刻, 他已经来到了百药园外, 与等待已久的德叶道人, 四目相对, 失职如何了, 黑献虫是否已解决, 德叶道人立刻急切地问道, 蛇雨仙举起手中的灵虫带摇了摇, 笑着点点头说道, 黑献虫已全在带中矣, 他刚说完, 德叶道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闪进了百药园, 片刻后, 又畅怀大笑中闪了出来, 德叶道人满脸狂喜, 也带着一些难以置信, 他用力地拍拍蛇雨仙肩膀, 爽声说道, 失职果然了不起, 众多滋身灵直夫, 都束手无策的黑献虫灾, 竟然被你轻松解决了, 师伯我今天也是大开眼界了, 我现在就确认任务完成, 这一千块零食现场给你, 五千宗门贡献值, 也已转到你的弟子身份预排, 你念时查阅一下极之, 蛇雨仙也不客气, 将一千块低级零食, 收入储物袋, 同时分出一丝念时, 看了自己的身份预排, 宗门贡献值, 果然已经从零直接飙升到五千点, 这么多贡献点, 一般的练气进攻法, 可以任性去选去学了, 所以学个二三十门, 当然如果是更精妙的练气进攻法, 也就学个八九门而已, 多谢师伯, 弟子就先告退了, 蛇雨仙按捺住激情的小心情, 但眼神和神情都深深地出卖了他, 喜不自禁这种状态, 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 得业道人看着会心的笑道, 失职慢走, 以后有空可多来百药园做做, 不过, 你那黑献虫可切记小心, 不要疏忽让他们又跑出来了, 最后的办法是一把火烧了, 当然失职也可以去单方看看, 也可以卖给单修炼制一些助击器的特殊弹药, 蛇雨仙表示自己会小心处理, 拱拱手随即飘身而去, 反正也不远, 就是从问道风中部到山脚而已, 折腾了这么久, 一天又过得差不多了, 今晚还是守在灵田, 打坐修炼, 顺便激发灵直催生天赋, 让风铃花快快成长, 遇到刚好天赋能解决的任务是来钱快, 但真正长久之道, 还是用天赋来种田, 种田是自求自足, 任务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运气成分更大, 尤其去捕杀妖兽, 通缉妖魔邪道等, 更是有重伤或陨落的危险, 待在灵田一夜无话, 默默修炼, 持之以恒而已, 但外事店任务唐子府, 云屏上显示问道风柏药员重灾任务已完成, 却在外门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灵直夫弟子间更是猜测, 议论纷纷, 众多资深灵直夫, 无法解决的黑线虫噩梦, 被一个新晋弟子给轻松解决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据说德农道人知道后, 更是差点凸显, 他距离成功, 可能也就差那么几天而已, 就眼睁睁看着高额贡献值和临时奖励, 百药员他都不屑一顾的少年狼, 灵田一夜过去, 风铃花又长高了一寸许, 按着催生速度, 一个月成熟完全不成问题, 昨天夜里, 蛇与仙也悄悄地把从温道风顺手烧来的诸果, 不老花, 紫魂草的根埋到另一亩还空着的灵田地里, 这三段根须也在灵直催生的波动范围, 一夜过去却没有什么动静, 倒是灵直催生天赋调貌的光更浓郁了许多, 可能仅仅是一节根, 加上三种灵药都是很珍贵的三阶灵财, 低级灵田肥力不够, 灵直催生能起到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 但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对比之下, 他的修炼速度, 虽然在水法清河中的加持下, 速度已经够快了, 足以媲美二灵根天才弟子, 但他还是觉得有点慢了, 二灵根以上的天才弟子, 都是宗门重点培养的, 灵丹, 功法等基本不缺, 真实修为提升速度还在蛇与仙之上, 蛇与仙仅靠水法清河中, 拉平天赋差距, 但在丹药灵石, 高深功法等方面, 却差了一大截, 欲须采气绝, 只是入门功法, 我突破到炼气三层后, 已经感觉采气绝有点跟不上了, 同样的, 采气丹也是如此, 要力此时显得淡薄了一点, 看来也得开始磕贝灵丹了, 贝灵丹一瓶十粒, 售价二十块灵石, 以蛇与仙的修炼效率, 这将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主修功法上, 入门的欲须采气绝之上, 也去藏金阁看看, 有没有适合的高深功法, 最好能一路修到筑基, 甚至更高境界, 也省得总是换功法, 道红师弟, 你要的种子都准备好了, 来小方式老地方拿吧, 这时, 道和在通讯玉附中, 催他去拿醉鲜果, 换梦花等灵植种子, 先去拿种子, 再去雷鸣峰看看, 运雷金竹的任务, 好不好完成, 舍宇仙捋好头绪, 便启程赶到小方式, 小方式热闹依旧, 许耀天, 王云超与向少聪的天云号09, 卖得很火, 为了打击其他几种同类09, 现在又把价格降了降, 直接卖8块零时一谈, 这价格让钱号来, 王大山等人, 叫苦不已, 由于天云号价格实在太优惠, 这几天, 连舍宇仙仙穷号的老客户, 都不问他要09了, 舍宇仙大致了解了下, 然后在稻河那里, 取到醉8仙09的种子, 在我的预估中, 醉8仙应该是助击镜都有效的, 无论灵力转化, 口感等, 都将全面超过七真果09, 是我打算进入天交风群星方式的重要仪仗, 醉8仙09采用一阶巅峰醉仙果, 幻梦花等灵果之草酿造, 本来就是冲着助击镜市场去的, 一阶巅峰灵直的种子也很贵, 舍宇仙花了近500块零食, 才从稻河那里买齐, 完成百药元任务刚到手的1000块零食, 转眼就只剩下一半了, 但舍的投入, 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他也没有过于心疼, 剩下的500块零食, 舍宇仙食品贝灵丹花了200零食, 然后又去老熟人那位佛系摆摊师姐的书摊上, 买了一本初级炼丹术, 以及采灵丹, 贝灵丹, 真元丹三种丹方, 最后买了一本修饰日杂术法大全, 将兜里的零食全部花完了, 修饰日杂术法大全, 将清洁术, 驱虫术, 采集术, 净水法, 燃火法等都包括其中, 算是必修杂像术法, 佛系摆摊师姐这里的功法, 不要宗门贡献值, 就是价格比藏金格至少贵了一倍, 而且大多不是玉符制成, 多是纸质, 皮质书籍, 还需要自己字字句句去细读, 还有反复尝试, 礼盘杂五菱根种, 以火菱根为主, 把他培养一下, 做个炼丹师刚好, 跟我种田互相补充, 蛇宇先买了炼丹术与丹方, 主要给李潘准备的, 当然他如果有空的话, 也会学两手, 毕竟技多不压身嘛, 而零食是永远不够用的, 只能优先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他现在甚至连一件低级法器都买不起, 储物袋倒是还有一件破损的土圆盾, 来自于坑王菜材子的贡献, 走了, 去雷鸣峰看看, 不下亏空, 如果能把运雷金竹的任务完成了, 那就又有六千门派贡献值, 到时可以去藏金阁, 尽情地挑弓法, 看看储物袋寥寥几块零食, 几乎一瓶如洗的蛇语仙, 激发了无比积极地赚钱欲望, 振奋精神, 风驰电掣向雷鸣峰掠取, 玉成功之东, 雷鸣峰, 一封独秀, 整座庞大零峰, 时不时传出有电光雷闪, 上空常年雷云激荡, 让人望而却步, 据说雷鸣峰山体内部到处都是雷矿石, 对一般修士这里是凶险之地, 对修雷法以及风雷变异零根的修士来说, 这里却是天堂, 燃峰, 雷变异零根何等稀少, 所以雷鸣峰弟子门人历来不多, 最多时候也不超过两百之数, 但各个战力惊人, 实力在玉成功三十六峰中长期霸占前三位, 乍看上去, 雷鸣峰反倒像被炮轰过的凌乱战场, 不像是修真伏地, 蛇语仙站在雷鸣峰山脚, 向雷云缭绕的高高峰顶望去, 只见整座庞大山脉荒芜瓶级, 没有什么植被, 只有寥寥几种雷腾和树干焦黑的不知名树木, 师弟来给运雷金竹看病的, 那快点把这件避雷衣穿上, 否则你遭天雷劈的, 一名守风弟子笑嘻嘻的, 递给蛇语仙一件终极法器避雷袍, 这年轻弟子人蛮好的, 就是这大嘴巴子不太会说话, 什么遭天雷劈的, 搞得我是个罪人似的, 蛇语仙暗自吐糟两句, 我也是搞风搞雨的好不好, 风雷雨自古不分家, 表面上他却赶紧道谢, 把避雷袍套在外面, 跟着带路的雷鸣峰弟子, 小心翼翼的上山, 连这个带路的雷鸣峰弟子, 都是练气进八层, 路途上跟其闲聊套话中, 知道其不过是去年, 才败入玉成宫, 便亦雷灵根, 二灵根天才, 蛇语仙颇为震惊, 对雷鸣峰的整体实力, 顿时有些高山仰指之感, 我这也不算什么, 今年我们雷鸣峰来了个新人, 嗯, 就跟师弟你同一期入门, 雷系天零根, 还天赋一柄, 是个雷霆战体, 你知他现在修为如何? 带路的雷鸣峰弟子, 自称道成, 去年败入雷鸣峰, 年方十四, 言谈中对蛇语仙的震惊仰慕, 那是十分的享受, 年轻星星, 彼此又都年纪差不多, 倒也挺聊得来, 聊天中, 道成甚至提到了, 今年和蛇语仙同期入门的雷鸣峰新人, 雷系天零根, 雷霆战体的李听雷, 据说李听雷是, 今年玉成功收到的最出色的三个新人之一, 天赋极高, 宗门高层寄予众望, 特赐法号道前, 道之无限, 前也, 这法号实在太大了, 所谓运数无定, 却法号有灵, 法号是什么, 明明中自有玄傲莫测的某种响应, 如果天赋根骨, 运气浮原承受不住, 反而会因此遭受反噬, 玉成功雷鸣风感给李听雷道前法号, 自然是希望, 其道徒在天, 将来可登顶无限, 以李听雷的资质, 很快就会被玉成功层次极高的存在, 亲自收入门下, 指导修行, 这辈分肯定不用多久就要变动了, 但作为初始道号, 这却是最初的修道印记, 影响无形又深远, 玄之又玄, 那道前师兄, 现在修为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蛇语仙看到道成一副你赶紧来问啊的矜持模样, 也就微笑配合着问了一句, 道成果然开心地回答道, 据封上最新消息, 道前师弟昨夜瓶颈已破, 直入筑基静一层, 唉, 以后见面, 说不定都要行大脸, 竟称一句, 师叔或师祖了, 这就筑基静嘛, 此子天赋底蕴, 竟如此深厚, 和我同期入门, 说明, 也就修炼了四个月的样子, 四个月内, 就已经是筑基静, 果然不愧是整个宗门都极为看好的绝世天才, 厉害, 蛇语仙这下, 也无法量好的管理表情了, 一脸的震惊, 感到不可思议, 玉成功像李听雷, 这样的绝世天骄, 绝对不止一两个, 道成也刚说了, 这一期就还有两个可与李听雷相媲美的顶尖修真灵种, 玉成功如此, 那姚仙功, 甚至实力更强大的万剑宗, 以及整个大千福昆界那些巨头宗门, 岂不是也有类似真正的绝世天骄, 看来, 之前我还是有些浮躁了, 有一点点的自大, 这个世界真正的天才, 天赋绝对碾压同辈, 能让其他修士感到绝望, 蛇语仙心里, 泛起一层层复杂莫名的情绪涟漪, 我虽然有神秘雨滴, 作为存身立命依仗, 拥有几大天赋, 但目前也远无法和这些绝世天骄相提并论, 还是得努力种田, 低调发展, 积攒足够修炼资粮, 最后才有可能逐步接近这些天骄存在, 他默默地把道前李听雷的名字记在心里, 以后不时拿出来魔力一下, 自己偶尔有点小飘的心态, 道红师弟, 咱雷鸣风那朱运雷金竹, 可是了不得的宝贝, 随便砍一劫下来, 炼成飞剑, 那就自带有剑修梦寐以求的剑气雷音, 剑出如雷, 速如电闪, 瞬息斩敌, 抵挡妖魔, 我还想着, 等我住机后, 也去求一节炼成互道法剑呢, 在道成的序道中, 蛇宇仙得知, 在他来之前, 已有不下二三十匹资深灵直夫来, 看过运雷金竹, 但全部杀鱼而归, 蛇宇仙也有些忐忑, 并不确定能就搞定运雷金竹的问题, 如果是虫害的话, 他还蛮有信心, 毕竟万虫退避已经是终极天赋, 初级时可对付二阶黑线虫, 终极至少可制服三阶害虫, 但根据道成所述, 运雷金竹主要是不断掉液, 这可能跟营养不足, 生长欲望不强有关, 灵直催生, 是能对付这种状况, 但该天赋目前还是初级, 能否有效激活运雷金竹, 尚未可知, 咔嚓, 行走中, 时不时一两道雷电划过长空, 轰落在蛇宇仙两人身旁不远处, 惊心动魄, 蛇宇仙有些胆战心惊, 还好身上的避雷袍给了他一点安全感, 道成却细为常, 不太在意, 甚至有时候特意冲过去, 硬生生去挨一下雷劈, 劈完后还一脸享受的样子, 用道成的话来说, 咱天生就是遭雷劈的, 一般的雷电, 对我们雷灵根弟子来说, 就是大补灵药, 如果挨一雷, 就能长一节修为, 换我我也愿意, 蛇宇仙心里默默念叨, 怪不得雷鸣峰弟子这么强大, 整体实力在玉成功稳稳屹立前三名, 你们LAP的天赋, 还有这地理条件, 实在太优秀了, 两人一路急行, 不多时来到了目的地, 运雷金竹长在一堆漆黑的雷矿石上, 通体金黄, 上面隐隐有蓝色的电光流动,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不凡的天地灵才, 然而这株金竹, 现在有点病奄奄的, 但金色竹叶低垂, 每过十树溪就掉一片叶子, 现在都快要变突竹了, 三个须发有些花白的年老道人, 围着运雷金竹不断观察, 探测, 时而探讨, 时而深思, 满脸愁容, 神情颇为沮丧, 弟子道成, 见过三位师伯, 这位是道红师弟, 接了任务来看运雷金竹, 看到三位须发花白的道人, 道成精神一震, 赶紧上去行礼, 同时介绍蛇雨仙, 蛇雨仙也跟着行礼, 他能感觉到, 这三位气息无比深沉, 身上无意散发的一丝威压, 已是足够惊人, 比之前见过的德远, 德业等人都要强大太多, 显然至少是金丹静高修, 说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金丹修士, 心中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原来是小橙子, 嗯, 这位师子也太年轻了吧, 能行吗? 三位年老道人点点头, 情绪不高, 目光神光一闪, 已将蛇雨仙看了得底朝天, 灵根, 年龄, 修为什么的, 在金丹面前统统隐藏不住, 脸气绝毫无作用, 只有神秘与地的秘密, 他们丝毫未决, 几位金丹知道, 蛇雨仙来给运雷金竹看病的, 但身形丝毫未动, 隐隐把蛇雨仙挡住了, 并不想让开的神情, 前面来了那么多资深灵直夫都解决不了, 他们显然不相信, 一个如此稚嫩的小失职就能解决, 蛇雨仙见几位金丹高修, 有点小瞧自己, 对方是太把运雷金竹当宝贝了, 似乎还不太想让自己上手尝试的样子, 不由有些心急, 自己可是想用这株运雷金竹来刷经验呢, 光靠风铃花来刷灵直催生天赋, 还是慢了点, 他低吸一口气, 上前一步朗声说道, 三位师博可知, 我刚知好问道风百药员的黑线虫灾, 既然大家都找不到运雷金竹的病因, 何不让试之我大胆一试, 这时候就必须要亮战姐, 夸实力了, 还好来之前, 把问道风百药员任务给做了, 否则今天说不定就要竹叶, 都摸不到, 就要打到回府了, 哦, 看来还是小瞧了师侄, 能把陈景师叔愁了两个多月的百药员重灾解决, 看来是师侄真有两把刷子, 师侄, 赶紧过来, 快看看这竹宝贝, 究竟是何问题, 三位金丹师博, 听到蛇语仙亮出战迹, 不由精神一震, 赶紧让开身形, 让蛇语仙上前观察运雷金竹, 师侄, 只要你把竹宝贝的病看好, 以后助击后, 可来折一劫炼成飞剑, 这可是那些万剑宗弟子, 都垂涎三尺的好东西, 刚刚还不理不睬, 转眼热情洋溢, 大饼砸下, 要美晕小失职的节奏, 诸位士伯莫及, 让我仔细看看, 蛇语仙上前, 绕着运雷金竹, 细细查看了一遍, 摸摸雷矿石上面的根须, 既然,来给灵才看病, 做做样子是必要的, 好让几位紧张兮兮的金丹师伯放心, 咱还是有点专业的, 不知不觉间, 他却接连激活了灵芝催生, 万虫退避两个天赋, 一事之下, 发现运雷金竹并非虫病, 因为万虫退避波动, 并没感应到灵虫迹象, 反而灵芝催生激发后, 运雷金竹开始有了反应, 叶子都上翘了一点, 精神了一些, 为了掩饰天赋作用, 蛇宇仙故意将双手放到灵竹发达的根系上, 同时他还特意转头, 对几位虎视眈眈的金丹师伯说道, 几位师伯, 金竹的基本病因我心里已经有了些底, 不过, 我这自己琢磨出来的治疗方法, 有点特殊, 也费时间, 至少需要一夜时间, 期间保持灵力治疗不间断, 应该明天才可见出效, 金丹面前装模作样, 真的压力山大, 虽然蛇宇仙的修饰手法, 一目了然, 乏善可陈, 也不见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奈何就是有用, 在几位金丹感应中, 岂会不知运雷金竹已经发生了惊喜的变化, 看了半天也看不懂, 几位须发花白的金丹道人面面相去之下, 只得仰天打得哈哈, 抚须微笑, 尸职果然不错, 灵直记忆精湛, 连我等也难懂其中精妙之处, 三位道人打着哈哈, 避免自我尴尬, 然后身影一闪, 干脆走人了, 他们修为强大, 分一丝念事留在这里, 足以照看周全, 外人修想破坏运雷金竹嘶吼, 小娃娃既然说还要一个晚上, 那就明早再来, 否则亲自就地为官, 还看不出, 学不到什么, 那可有点修煞频道了, 终于走了, 刚才可紧张死了, 看到金丹师伯们离开, 蛇羽仙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的狂喜, 也不用忍得那么辛苦了, 原来, 他刚才激发灵植催生天赋, 由于运雷金竹位阶够高, 至少是三四阶以上灵才, 让灵植催生天赋, 收获巨大惊喜, 熟练度蹭蹭飙升, 才一会儿功夫, 灵植催生给他的感觉, 就快要升级了,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惊喜, 蛇羽仙刚才最怕被几位金丹发觉的是, 运雷金竹在给他反馈, 一丝丝纯粹至极的不灭雷翼, 带着微微的感激善意, 通过人竹接触的地方, 传递到他身体, 淬炼他的肉身, 筋骨, 皮肉, 筋脉, 血液等, 都在雷翼洗练下, 变得饱满充盈, 雷纹引现其中, 颇为神异, 这株运雷金竹, 也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头, 本就是雷鸣风上下, 当祖宗宝贝一样供着, 好不断履羊毛, 他的不灭雷翼底蕴, 极为雄浑身后, 可以不费什么力, 就将蛇羽仙, 这不过炼气劲的肉身, 完全淬炼一遍, 蛇羽仙浑身雷翼充盈, 电力十足, 甚至都不敢轻易张口了, 生怕张口就霹雳啪啦冒出电花来, 感觉自己的肉身根骨, 一直在缓缓变强, 资质在蜕变, 甚至, 一丝不灭雷翼, 还慢慢延伸到他的石海空间, 将他本已远超铜镜修饰的精纯念石, 又彻底递雷醒, 升华了一遍, 顿时历历念头变得晶莹剔透, 纯阳纯刚, 还带了一点不灭雷翼的邪法难清一语, 过程中, 石海里的神秘雨滴, 悄然隐秘虚无, 不灭雷翼浑然未觉, 根本未曾觉察, 等到运雷金竹将他肉身, 念石都淬炼过一遍后, 才缓缓退去, 传递给蛇语仙一个模糊的友好波动, 这是一份回赠的小礼物, 肉身, 念石都强大了大约三倍, 这一缕不灭雷翼, 把我原本肉身诸多缺陷, 不足都补全了, 让我以后的修行之路更宽广, 顺畅, 浑身被淬炼过后, 许多杂质污垢被洗出来, 让他身上发出一股浓浓的酸臭味, 清洁术, 他赶紧给自己来了几发刚入手的清洁术, 才将体表杂质污垢净化彻底, 意味一扫而空, 原来清秀的面容, 现在更加俊秀地几乎发光, 双眸灿灿如星, 肌肤白皙如玉, 筋骨强劲有力, 整个人相貌与气质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心神变得无比通透起来, 不出意外, 他这身体又长高了一截, 和成年修士身高差不多了, 清洁术不愧是必修的日杂神迹, 有了这束法, 洗澡都可以省了, 运雷金竹给了他送了大礼, 他自然更不遗余力地施展灵直催生, 天赋条在飞快上升, 冒出嫩绿之光, 如果有数据的话, 熟练度一定是加十加十加十, 不断狂跳, 运雷金竹的精气神在不断恢复, 金色叶子慢慢地不再掉落, 这株四阶灵竹存在的年头太久远了, 久远的似乎对自身存在, 都有些厌倦了, 在运雷金竹传递的模糊波动中, 他告诉舍宇仙自己已经六千多岁了, 拥有模糊的自我意识智慧, 大约是在两千多年前, 他生长在雷鸣峰, 开始雷鸣峰是在姚先公的掌控下, 后来万剑宗强势崛起, 从姚先公手里夺了过来, 之后玉成功一代雷法天骄横空出世, 硬生生又从灵力强大的万剑宗手里抢了过来, 之后, 玉成功执掌了雷鸣峰两千余年, 期间万剑宗对雷鸣峰发起十余刺锋竹挑战, 皆被玉成功极限雷法真人一一击退, 并由此彻底顶定雷鸣峰的超然地位。 从雷鸣峰出去的杰出弟子, 不少人都曾获得运雷金竹的一节竹枝, 炼成沙伐无双的雷鸣法剑, 持之纵横介玉, 孝傲强者之灵。 现在, 它是得了厌世症, 这是蛇羽先诊断后给的症状。 想长却已不能更高更大, 就没有了继续生长的动力, 就想象一个人知道自己只能长这么高了, 就熄灭了大长腿, 大高个的美好幻想。 运雷金竹, 这是感受到了所有灵职灵才都会遇到的等阶天花板。 本质上是运雷金竹生长, 进入一个瓶颈期, 就像修士突破境界遇到瓶颈一样。 它只要再往上走一步, 就是五阶宝才, 那时候模糊的灵石也会蜕变, 拥有真正的自我智慧, 那就是真正举世, 少有的天才地宝了。 这种物种天花板, 就极难突破的。 运雷金竹, 要从四阶蜕变为五阶灵才, 难度不亚于一个如胖虎前后来, 这样的杂舞灵根, 要成就金丹镜一样, 够绝望吧。 突破不能, 就难免绝望验生。 之前那么多资深灵直夫来看过, 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直到蛇羽先来了, 带着灵直催生这不讲理的天赋来了。 灵直催生, 竟然对一燕生的运雷金竹, 起到了重新激活的作用。 虽然不能帮运雷金竹, 突破等阶天花板, 却可以一次次重新唤起它, 无限的生机与斗志。 可以消除破镜失败的心理灰影, 及淡化它的心结。 一旦运雷金竹完全走出心结, 就能从中汲取更强大的能量, 再次发起对等阶天花板的挑战。 正因如此, 逐渐回血复活的运雷金竹, 才会对帮助到它的蛇羽先如此感激, 不惜用自己的底蕴不灭雷翼来给它洗水一惊, 断骨换血, 纯化念石。 这真是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收获满满的蛇羽先心生感慨, 更用心地激发灵直催生, 要帮竹兄彻底走出困境。 半夜时分, 灵直催生不出意料地升级了。 灵直催生, 中, 大幅提升灵直生长速度, 终极天赋能对三阶及三阶以下的灵直起到加速生长作用, 并让天赋者拥有感知高阶灵直进阶条件及情绪波动的能力, 从而更好地帮助灵直成熟。 沉浸在喜悦中的蛇羽先, 感觉自己突然灵感迸发, 浑然开悟入定了一般。 念石仿佛处于一种旋之又旋的空灵状态。 自然而然地, 他起身在运雷金竹所在的园子修炼其法术来。 身影如电。 闪烁不定, 小五行腾挪术领悟程度火速飙升, 渐渐迈入精通境界。 水剑术, 水甲术, 小五行腾挪术, 修饰日杂术法等等, 也纷纷如从初步掌握, 进入精深境界。 三眼观想法不适合此时心态, 他并没有趁着这波顿悟势头修炼, 倒还是老样子。 半夜演练不休, 直到顿悟状态彻底消散, 蛇羽仙才慢慢停了下来。 心里有种若有所失, 又有收获的饱满。 顿悟状态消失后, 有点自我矛盾的错觉。 晨曦吐露, 灵气活力滋生。 雷鸣风在电闪雷鸣的特色背景中, 迎来了新的一天。 蛇羽仙站定身形, 神采奕奕, 浑身散发微微的玉石之光, 气息更是好闻, 有股雷雨天气之后的清新爽朗味道。 他缓缓收敛灵直催生的天赋波动, 清秀俊美的脸上浮现一丝星月的微笑。 举目看向运雷金竹, 只见他通体雷纹电光闪烁, 生机旺盛, 一夜之间颓废厌世情绪进去。 他, 又变回雷鸣风最亮, 最受欢迎的灵才之一。 狮子果然好本事。 竹宝贝恢复生机, 实乃雷鸣风一大喜事。 三位苍老金丹道人飘然而至, 满脸笑容, 对功臣蛇雨仙不吝赞赏。 其实昨天夜里, 他们已经觉察到运雷金竹以及蛇雨仙的变化, 只不过不想打扰顿物中的蛇雨仙并没有出现而已。 对于蛇雨仙获得运雷金竹的馈赠, 几位金丹也不好阻止, 甚至说什么, 只能心里道一声小失职浮员不浅了。 自家运雷金竹都是靠小失职才救活, 还能说什么? 运雷金竹的不灭雷役, 对于还没助击的修饰来说, 就是极好的洗炼资质, 提升根基的特殊能量。 经过不灭雷役吸体后, 该修饰修真根基大幅提升, 修为自然一日千里。 而且, 一旦突破助击, 无论真元雄浑度, 还是纯粹凝炼度, 都要超出同境界修饰两三愁。 而且, 肉身还拥有一丝阴邪难清的纯阳之力。 小失职这运气属实不错, 这千百年来, 雷鸣峰上下能得到主宝贝主动用雷役洗水的弟子, 总共也不超过双手之数。 三位金丹道人, 看着肌肤如玉石发光, 神采意义的蛇雨仙, 心里不住感叹。 蛇雨仙被几位金丹镜, 看得有些发毛, 突然心里冒出一句, 你愁傻。 他轻轻摇了摇头, 身心已是一片宁静。 朝几位前辈道人功声说道, 小子信不辱命, 任务即完成, 这就向几位前辈告辞。 一位苍老道人, 顺手递给蛇雨仙一个储物袋, 呵呵笑道, 劳烦失职了, 贡献值已打到你的身份令牌, 这些零食且收好。 蛇雨仙颇为欣喜地收下储物袋, 刚想取出零食, 将储物袋还给道人, 对方却笑着挥了挥手, 事宜不须如此。 金丹师伯就是大方。 这储物袋, 还值五百零食呢, 任务奖励一千块零食, 还顺手送的储物, 于是他再次行了一礼, 便躬身退出运雷金竹所在的园子。 早就后在外面的道成, 更是满脸羡慕地迎了上来, 低声祝贺几句, 带着他下山去了。 师弟, 你这手艺来钱可真快, 六千贡献值, 可以换不少好东西了呀。 尤其你还获得了那主祖宗的好处, 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 甚至比还我帅了几分。 我的乖乖, 据说雷鸣峰上下都没几人有这机遇, 如果不是, 昨天我亲自带你上山, 都要不太认得出了。 下山途中, 道成对蛇宇仙可是羡慕嫉妒恨。 据其所言, 他至今还没攒到一千宗门贡献值。 他在雷鸣峰领了个寻山家接待的差事, 一个月也就一百贡献值左右, 难怪对蛇宇仙的一夜暴富颇为眼红了。 通过道成的唠道, 蛇宇仙道也对宗门贡献值的用法有了更多了解和启发。 玉成功宗门贡献值绝对是硬通货, 只要拥有足够贡献值, 宗门高深功法, 高阶灵财, 灵器法宝, 各种担负等, 皆可换取。 甚至, 也可以在宗门发布悬赏任务, 让宗门弟子替你跑腿做事, 情杀仇敌等, 这就真的做着, 让人把事完成, 代价就是付出贡献值。 贡献值足够, 助击净, 金丹净也会心动, 接下任务, 为你奔走。 在玉成功, 一点贡献值相当于五块低级零食, 但几乎没有弟子, 会将贡献值兑换成零食。 因为贡献值太珍贵, 即便金丹净也不会嫌多, 宗门许多宝物灵财的兑换都有贡献值要求。 所以, 蛇宇仙完成百药元重灾, 以及运雷金竹任务, 看似总共才得到两千块零食, 还不如他卖几匹零酒的。 但真正的好处, 却远远超过了六万块低级零食。 这是贡献值在手, 金丹也俯首啊。 看来手里贡献值, 也不能随便浪费了。 蛇宇仙暗暗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骤然暴富, 就不把宗门贡献值给轻易挥霍光了。 宇仙失跌, 以后常来找我娃啊。 在道成一一息别的喊声中, 蛇宇仙离开了雷鸣风。 道成这位兄台什么都好, 就是嘴巴有点碎碎, 话太多。 雷鸣风运雷金竹任务成功拿下, 加上问道风百药元重灾任务, 蛇宇仙现在怀揣一万一千贡献值, 在普通弟子眼里, 绝对是一笔巨资。 腰长万贯下扬州, 身怀万贡藏金阁。 蛇宇仙底气十足, 直奔宗门藏金阁, 今天就去照顾照顾藏金阁的生意。 在护格道人的注视下, 他晾了晾自己的身份令牌, 走了进去。 巨大宽敞的空间, 一排排书架, 磊成修饰之势的海洋, 一枚枚功法玉符, 宛如群星拱猎。 我一万多宗门贡献值, 在藏金阁一层, 应该几乎没对手了吧。 蛇宇仙环顾一便买手穷金, 如鸡四可的轻衣道人们, 不由生出几分豪情。 有钱的感觉就是好, 无当凶纳万法, 以万法为轰炉, 正德最强法。 一层只有炼气境功法, 以及修真日杂术法。 我贡献值在手, 当然要去第二层。 心情舒畅的蛇宇仙, 潇洒的直登藏金阁第二层。 第二层收藏着 可知达助激进的功法绝要, 已经属于玉笙功重要点击要地。 历来基本只有炼气境后期, 以及内门弟子以上级别, 才是第二层的常客。 蛇宇仙一席肃清道袍, 身上气息经过不灭雷一席炼, 虽然散发着纯阳智刚, 凝炼如意的真韵, 但境界外显, 却是实实在在地炼气境二层。 脸气觉遮掩了一层小境界, 金丹静眼里一览无余, 助激进却大多看不破。 这位诗指, 二层为我宗门重点, 闲杂人等一律退避。 你可知, 旋转式的宽大灯梯口, 蛇宇仙被一位中年助激进道人给拦住了。 中年道人脸色不太好看, 语气不善, 带着几分积逢冷声说道, 你区区炼气二层, 何必好高无远, 欲须采气觉可通熟了? 蛇宇仙脚步一顿, 大好的心情被这中年道人破坏了, 也有点不舒服。 这位师伯, 我御一官可知修道助激进的功法, 又有何不可? 宗门条规之中, 并无明确禁止炼气境弟子, 不可入二层骂。 他不卑不亢回道, 中年道人贤凭爱护的势力眼神, 让蛇宇仙有点反感。 你是有你的职责, 但也不必动辄咄咄咄逼人, 出口就伤人吧, 还闲杂人等, 莫非我就不是宗门弟子? 岂有此脸! 你区区炼气二层, 静目无尊长, 胆敢如此对无说话。 中年只是道人, 也没想到, 面前这个小小修士, 竟然还强硬如斯, 一点不须他这助激进长辈, 一番反问让他有些尴尬, 愤怒, 激得脸都红了起来。 两人在登梯口的争执, 就像在安静的湖面丢了块石头, 惊动了附近一些查阅功法的外门弟子。 不少外门轻衣弟子, 纷纷转身看了过来, 对蛇语仙一个炼气二层感, 直对筑基进尸薄, 不由好奇的同时, 也大敢佩服之志。 围观众中的不少人, 以前基本都被这中年只是道人给训斥过, 因为他们也曾像蛇语仙一样, 来到藏经阁, 就像乡下孩子进了大观园, 兴奋热烈, 恨不得逛一个遍, 尤其去找到一部无上修行道经, 来个修真破镜如喝水。 没有例外, 大家当然都被这中年只是道人赤鹤拦下, 丢了脸, 伤了点小自尊。 这都是师兄们血淋淋的教训啊, 小诗子你今天需要经历这一遭, 再纵门的生涯才算完整呢。 呵呵。 几位外门弟子甚至低声轻笑起来, 吃瓜群众的快乐不分世界时空, 而等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这里是藏经阁吗? 就在这时, 一道身穿内门刺金线道袍的骄傲身影走了过来, 冷声喝则一众为观众。 手持领雨扇, 顾盼有神, 俊挺不凡, 正是内门天才弟子许奥天。 在他身后, 还紧跟着一位轻衣外门弟子, 王云超。 内门道敖师兄威严如斯, 众为观外门弟子敬位之下, 赶紧悄然散去, 不敢再吃瓜看戏。 道敖师兄背景强大, 财大气粗, 出手伶俐, 在场不少外门弟子, 可都是领教过的。 哼, 不知所谓。 徐耀天也不看散去的众人, 却如目光如电, 直接盯着蛇雨仙, 发出不屑的冷哼。 骂的是谁, 也就一目了然了。 王云超眼神有点冷漠, 也跟着对蛇雨仙说道, 雨仙, 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知道敬位前辈, 藏经阁二层也是你能去的。 人啊, 贵有自知之明啊。 徐耀天, 王云超也没有料到, 今天来藏经阁会这要巧遇到了蛇雨仙, 而且, 对方还偏偏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采人理由。 王云超小肚鸡肠, 平常化身小跟班, 在徐耀天跟前, 没少说蛇雨仙的坏话。 加上他们直接拉拢了向少聪, 现在天云号零九大卖, 这零九元主的存在, 就有点阻挡他们的发财路了。 小方是那么差不多一样的零九在卖, 不就是面前这个小子搞的鬼吗? 要不是蛇雨仙把方子都给了当初的摄友? 现在我们想垄断小方是零九市场, 又怎么会这么不顺? 徐耀天, 王云超现在把天云号做开了, 每天临时滚滚入账, 数钱数到手抽金。 然而, 还不能横扫小方是零九市场, 因为王大山, 前后来等人的五六种杂牌零九, 扰乱天云号的生意, 这让徐耀天几人颇为恼怒。 这就是典型的强盗心理语做派了, 把别人的宝贝抢过来后, 反而则宝贝的原主人, 为什么原来不好好珍惜宝贝, 以致有些瑕疵? 是不? 何须与一个杂武林根的废材浪费口舌, 直接赶出藏金阁就是。 许耀天卖不上钱, 随意向中年直视道人行了一礼, 看得出对中年筑基修饰, 也没几分敬意。 但中年直视道人, 似乎并不在意许耀天的随意, 反而挤出一丝微笑点头回应。 中年道人守在二层登踢口多年, 眼力近还是可以的, 逢高踩低也是惯常。 毕竟一个只是潜力透支的差不多的筑基二层, 一个却是如日中天的那门天才, 这个道敖失职, 还是不能得罪的。 徐耀天虽还是炼气近九层, 但气息近乎圆满, 已经筑基再旺了。 当然, 当中年直视道人, 听到面前的蛇语仙, 竟是一个杂舞林根废材后,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气得火气更旺了。 下重不可语兵, 你一个杂舞林根, 终其一生, 也无法问鼎筑基。 好好去一层, 学些修真百意就是。 二层深奥功法, 又岂是你能妄想的? 中年直视冲蛇语仙愤怒的低贺, 原来是一个真正鱼不可及,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废渣。 刚才与之争论引来围观, 简直是丢了我的脸面。 如果不是怕把事情闹大, 只是道人还真想一袖扶之, 将蛇语仙直接扫出藏经阁。 王云超更是上下细细打量蛇语仙一番, 看到这个昔日的铜香变得如此神采俊秀, 眼中的惊讶, 极度之意是越来越浓烈。 他忍不住恶毒地说道, 蛇语仙你怎么变得又白又帅了, 就跟个小白脸一样。 你一个杂舞林根, 莫非是棒上喜欢帅哥的道珠师姐, 被包养了? 眼前蛇语仙经过运雷金竹, 不灭雷一喜恋, 整个人白皙修长, 犹如玉石般发着豪光, 面容棱角分明, 也长开了。 原本就清秀的面容, 现在更是俊美的不像话。 加上眼眸清澈如水, 气质沉浸出尘, 颇有几分折先之意滋, 让王云超极度到有点失去理智。 一句被道珠师姐包养更是珠心之言。 内门女弟子道珠, 背景财力惊人, 气力可搬山, 为虎背雄妖, 容貌一言难尽更, 却偏喜好高颜值难修, 看重的男弟子, 向来直接用零食, 砸倒在他石榴裙下。 道珠师姐的风流艳史, 众弟子平日津津乐道, 早已成为一个传说。 可以说, 谁想误会对手的名声, 把其说成道珠师姐的包养对象, 绝对够侮辱。 王云超, 你可敢与我阎武场擂台相见。 末弟一声利和, 惊得王云超身形一抖, 以为自己听错了。 中年只是道人, 见事情越来越有点不可控制, 也赶紧在蛇语仙利和同时, 试了一个隔绝消音的屏蔽法术, 让藏经阁一层的其他弟子听不到, 不受打扰。 蛇语仙看到许耀天, 王云超跑出来搞事, 还冷眼嘲讽, 羞辱自己杂舞林根废材, 心中一股怒意, 已是难以忍耐。 后面王云超把他跟盗珠宠男面手上乱扯, 已是再也按捺不住, 直接做了一个阎武场妖斗的决定。 蛇语仙大步跨前, 双眼如冷电, 死死盯住王云超, 接着说道, 上类台了结仇怨, 你敢吗? 他毫不给王云超插话的机会, 又逼前一步。 你们口中的杂舞林根, 再相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的你发起挑战, 可敢一战。 我当你是同乡, 你是我为仇寇, 今日, 你我同乡之情了也, 让我们兄弟决裂, 骗走灵九方子, 误我名声轻欲, 断我修道之路, 大仇也。 王云超, 你既自命不凡, 又可敢与我一战。 站在几人中央的蛇语仙, 轻衣飘飘, 乌发无风自动, 宛如一柄潜藏许久的利剑突然出窍, 锋芒竟如此锐利逼人。 他双眸火星闪烁, 胸中怒意翻腾, 念时却一片冷肃镇静。 王云超此辈, 心胸狭隘, 阴险恶劣, 不如趁早了结, 否则以后还不知道背后要耍什么卑劣手段。 你敢吗? 你敢一战吗? 你敢和自己口中的杂武林跟废物一战吗? 如果不敢, 那自己岂不是比杂武林跟废物还不如? 蛇语仙的妖斗, 没有给王云超丝毫退路, 直接, 强硬, 翩翩堂堂正正, 让人无话可说。 道义上, 蛇语仙站得住, 完全是被欺压的弱者一方。 当然在修士看来, 实力才是根本, 所谓道义不过是一脸皮, 需要的时候扯来用一下, 不需要石直接丢了, 谁也不会在意。 实力才能决定一切, 一箭飞出, 极箭生死。 何须多言。 王云超, 许耀天, 中年只是道人, 都被蛇语仙一番激烈举动, 给震惊道了。 你, 你竟敢和我上位抬一炸? 谁给你的勇气? 王云超被刺激得有些语无伦次, 见自己一直看不起的蛇语仙, 敢妖斗言无常。 他怒了, 真的怒了。 你岂敢, 我乃三菱根, 你一废砸五菱根, 跟我妖斗, 就是找死。 王云超咬牙骂道, 你的妖斗, 我王云超接下了, 谁退缩, 谁就以后道徒中断, 再无寸进。 好。 徐耀天府长轻笑, 对自己表弟的表现很满意。 我被修饰当勇往直前, 道徒漫长, 路上遇到的重制蝼蚁, 一脚踩死就是。 徐耀天像看一个将死之人一样, 看下蛇语仙。 在他心里, 蛇语仙一个杂五菱根, 还真就是一介蝼蚁。 蝼蚁的情绪与意见, 是不需要在意的。 所以, 徐耀天随手抢走蛇语仙的零九方子与市场, 根本毫无愧疚之意, 反而觉得理所应当。 蝼蚁, 岂有资格拥想好东西, 强者才该拥有一切。 何况, 就一个练弃二层的废物, 恐怕功法的术法, 可能都没有掌握, 飞剑法器之类, 更不可能买得起。 云超杀他, 一息足矣。 见到神情愿毒的王云超应下了, 蛇语仙不由淡淡一笑, 这就是修真剑。 蛇语仙冷声对王云超说道, 既然你以道徒启示, 那就月底言无常上见。 随后, 他转向自以为是的许奥天, 说出一句让众人都为之震惊的话。 所谓那门天才不过如此, 三年之后, 我必斩你。 许奥天, 中年直逝, 王云超文言感到难以置信。 许奥天甚至挖了我耳朵, 以为听错了。 面前的杂武林根废材, 莫非是疯了吧? 许奥天迟疑了一下, 确认自己没听错, 就蔑视之急地笑道, 好, 够胆, 我都有些喜欢你了。 可惜, 连这个月底都活不过去, 我许奥天说的。 如果你能活过月底, 那我就等你, 三年之后来斩我。 哈哈, 既然如此, 那就好狗不挡路。 事已至此, 蛇语仙也懒得浪费表情, 取出身份令牌, 给那中年直视晃了晃。 宗门不但赋予我上楼的资格, 我也有观看更高升功法的资本。 中年直视神情瞬间震住了, 念识查看之下, 就完全被蛇语仙身份令牌上, 堪称巨量的宗门贡献值给震住了。 他心里狂乎, 这怎么可能, 一个炼器进二层, 怎么会拥有一万一千多宗门贡献值? 莫非, 此人背后有家族长辈, 或者老祖撑腰, 否则新晋弟子靠自己, 岂能赚取这么多。 想到这里, 中年直视经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还是大意了, 没想拿捏到一尊低调的潜力大神。 他哪里还敢拦阻, 赶紧让开, 露出一丝无奈又讨好的笑容。 玉成功本就没有明文规定, 底层弟子就不可上二层。 中年直视如此做, 一是为了维护秩序, 二也是为了彰显自己藏经阁直视威严, 三就是有点私心了, 拿捏弟子的快感, 让他有些沉醉。 蛇语仙虽仅锦炼器二层, 但奈何人家宗门贡献之多呀, 多到亮瞎太惊狗眼的那种, 二层基本所有功法都看得起, 也挑选得起。 是不, 你就这么让他上楼了? 一个杂武林根的炼器二层废物而已。 王云超面容扭曲, 指着缓步登楼的蛇语仙, 怨恨得朝中年直视喊道, 闭嘴! 藏经阁乃弟子参悟功法的安静场所, 修得过躁。 中年直视道人颇为不快的挥秀, 筑姬尽威丫一出一缕, 直接将王云超震慑的站立不稳, 话都说不出来。 徐耀天微微一愣, 随即冷亨上前, 身上也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替王云超挡住筑姬威丫。 是不, 何必如此? 我也不懂。 你为何让那个废物上楼? 徐耀天面容阴沉, 气息却雄魂凝练, 竟将中年直视的筑姬威丫给抗住了。 练气竟九层将近圆满, 竟能与中年直视筑姬二层相抗衡, 也许这就是天才的实力。 中年直视也是微微一惊, 随即收敛威丫, 淡淡地说道, 我已查看过了, 他有资格上楼。 徐耀天, 王云超齐齐一惊, 随即相视一眼, 仿佛觉得那个原本一眼就能看透的废物少年 突然有些神秘了起来了。 表哥, 我忽然有些心慌。 王云超无忧一阵心计, 传音给徐耀天, 砸武林格尔也, 能有什么本事? 走, 我们先回去, 我给你找几样合适的护身法器, 绝对可以碾压那个废物。 徐耀天想了想, 还是带着王云超暂时先离开藏经阁, 打算准备些低级法器, 将其武装到牙齿, 月底擂台上直接轰杀蛇宇仙。 且说蛇宇仙来到藏经阁二层, 心神已缓缓平复下来。 他缓扫二层宽广空间, 发现笔之一层, 功法点击明显少了一些。 而待在二层的, 基本是刺金线道袍的内门弟子, 炼气静后期的外门弟子, 寥寥几个。 不少内门弟子, 看到蛇宇仙一个炼气二层上来, 都有些诧异, 有些甚至觉得荒谬可笑, 但还好没有人直接上来挑衅嘲讽。 蛇宇仙也不管他人怎么想, 抓紧时间翻阅起一排排的功法来。 我主灵根是水, 加上天赋水法清河, 所以只需要找水系相关即可, 或者可兼容五行属性的功法。 念识散开, 找到水系功法摆放的书架, 便静止走了过去。 一枚枚玉符扫过去, 各类水系功法点击, 便浮现脑海。 大千浮昆界, 修士修炼知识, 统称道法, 道法分功法与术法。 功法为凝炼灵气真元, 提升修为的主修心法, 术法及法术, 是运用于战斗, 辅助等之类的手段。 当然也有玄傲高深的道经法经, 包容功法与术法神通, 功法与术法根源一致, 术法威力惊人, 远超寻常功法术法。 当蛇宇仙念时掠过面前, 一排的水系功法, 观阅前几页免费内容时, 就发现有这样玄傲精妙的道经级别存在。 他顿时精神大震, 眼睛都要冒出光来了。 没想到, 二层就有这种高深的道经。 看来, 二层真的来对了。 天河怒涛功, 上, 修炼有成, 一身灵力雄厚浑然, 术法特点, 功势如天河咆哮, 滔滔不绝, 以雄魂灵力, 即长时间爆发, 直接碾压轰杀对手。 祝, 此为上步, 包含炼气, 筑击两大境界, 完整功法, 可直修至原音境。 大海无量经, 上, 一旦修炼, 法力力无边, 犹如汪洋大海般深邃广厚, 足足是其他同级别功法的三倍之多, 术法威力, 横卷虚空, 排山倒海, 催枯拉朽, 且绵绵不断。 祝, 尚不可修炼至筑击境, 全本可植入化神境以上。 五百年, 我欲成功踏灭九龙殿, 绝其数千年传承, 其镇宗功法, 大海无量经, 成为我宗收藏之一。 洪荒十章经, 残, 异化洪荒, 观照八级, 一章一神通, 威力盖世, 一章一境界, 十章有成, 可入非先境。 祝, 此为宗门前辈, 探索天外所得残卷, 仅可修炼至金丹境, 后续功法毫无头绪, 且修炼难度极高, 法不合人, 寸境一难。 看到洪荒十章经这里, 蛇宇仙已经蠢蠢欲动, 这功法气象极大, 绝对是最顶级的修真道法, 他都忍不住要选了。 但道法不全的缺陷, 最后还是, 浇灭了他的冲动。 可惜了, 金丹境对大部分修士来说, 已经遥不可及, 可是我一求长生, 怎会满足于金丹?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 心想看了这么功法, 看来也就大海无量经最强大了。 大海无量经的三倍法力, 实在太诱人了, 排山倒海, 直接碾压, 岂不酣畅淋漓? 自己砸五灵根中水灵根品质极高, 一旦修炼大海无量经, 修为提升速度可想而知, 必然堪比作火箭。 但, 当他随意又往后翻了翻后, 却看到了玉成功的根本功法。 黄庭经, 上, 第一代祖师官黄庭山脉, 而悟出的无上功法, 此为我玉成功根本法, 亦是宗门屹立大千福昆界万年之依仗, 利益极高, 开悟, 武器, 三丹, 八井, 每一个境界可修炼到近乎极致, 层层地净, 累功至最后。 可谓至大至深, 近乎无懈可击, 这也是宗门极限真人竟可辟逆天下万千门派的奥秘所在。 历来宗门主修黄庭经者, 万年来已有三位祖师, 成功度节飞升。 祝, 宗门入门功法欲须采弃绝, 乃是黄庭经前面关于开悟的简略绝要。 建议我宗弟子, 主修此功法, 各系灵根, 皆可从中得法, 且历代前辈经验心得, 细致入微, 考量俱全。 玉成功不愧是大千福昆界顶尖宗门之一, 霸气十足, 连这等可作为一个宗门核心传承的顶级功法, 都放在了二层, 也不怕流传出去。 舍宇仙忍不住心生感慨, 看着自己面前挑选出来的两部顶级功法, 一部大海无量经, 上, 一部黄庭经, 上, 从中庞佛感受到了玉成功无比自信与强横的胸襟意志。 自己一个炼气三层就能接触到这等功法, 也表明玉成功根本不怕功法流传到外面。 如有, 不过扫而灭之而已。 这是在大千福昆界传承了上万年的宗门的无上底气。 但当舍宇仙翻阅到封镜内容时, 他才有了另一番觉悟。 大海无量经, 上, 须宗门贡献值七千。 黄庭经, 上, 须宗门贡献值九千五百, 并须藏经阁传宫长老确认。 莫非我眼花了? 怎么要这么多贡献值? 舍宇仙下意识要揉揉眼睛, 却想起自己是在意念观月功法玉符, 不可能看错的。 他赶紧拿起一本普通的水系功法寒冰蒸气, 可修炼到筑基镜, 仅需贡献值四百。 天和怒涛功, 上, 也只需要一千两百贡献值。 天下果然没有白票的午餐, 价值越高的东西, 代价也越是惊人。 倒是可惜, 我刚到手的这些贡献值了。 嘴上虽然喊贵, 他身体却很诚实, 仅仅拿着黄亭金, 上部, 眼中灼灼金光, 哪里还肯去修其他功法? 现在他也知道了。 为什么玉成功敢把这两部顶级功法放在这里了? 因为功法虽好, 但兑换得起的弟子, 绝对没有几个。 像雷鸣风的道成, 每日寻山间接待, 勤勤恳恳地打着两份功, 一个月也才一百左右贡献值。 就算一点也浪费全部攒着, 要攒到九千贡献值, 也整整需要九年。 外事店的外门任务, 也大多一百贡献值以下, 想做刷子党也绝非一事。 费时少, 容易搞的任务, 一出来就有无数弟子争抢, 瞬间秒光, 哪里容得你来挑? 也就是问道风百药园黑线重灾, 雷鸣风运雷金竹这两个任务, 由于其时间紧, 灵财宝贵等的特殊性, 而且连宗门长老, 真传, 内门弟子们都无法解决, 才会挂到外事店重金悬赏, 资深灵直夫。 蛇语仙算是刚好捡了大漏, 一波, 就以肥的流油。 刚才在二层登梯口, 当他把身份令牌, 特意亮给中年直视看, 中年直视正式看到了海量宗门贡献值, 才一下子被彻底震惊到了, 不再敢阻拦丝毫。 拥有这么多宗门贡献值的, 唯有清传, 真传及长老们, 大部分内门弟子都没有, 因为除了功法, 各种珍贵的修炼资源都要贡献值兑换, 但9500贡献值花的值不值? 蛇语仙肯定会说, 值? 要知道, 这等顶级正宗功法, 都是功法, 数法一体的, 修炼到相应境界, 就有对应的衍生数法, 威力绝对牛逼普拉斯。 蛇语仙拿着黄庭金玉符, 快步走向二层图书馆的后面空间, 找到负责功法事项的, 直视长老。 这位师侄, 你确定要兑换黄庭金? 这可是一大笔贡献值, 连老夫也拿不出来。 近日在二层主示的是, 筑基后期的德木道人, 虚发皆白, 双眼却炯炯有神。 见蛇语仙要兑换黄庭金, 饶是其见多识广多年来心静如水, 也忍不住一再确认。 德木道人旁边的其他几个执事弟子, 文言也吃惊地走了过来。 看到俊秀如玉, 沉静如水的蛇语仙, 首先就是心道一声, 好个气质不俗的少年, 再看到少年要兑换黄庭金, 却是内心不由大喊真大佬。 我等在二层, 也算见识过不少天才弟子了, 却从见过如此, 极帅气与才气于一体的完美少年。 莫非是宗门哪位丰主或长老的嫡系后裔? 如此光芒耀眼, 俊秀不凡, 以前竟没有听说过。 只是弟子们眼中的蛇语仙, 变得金光闪闪光芒耀眼起来。 蛇语仙肯定地说道, 弟子确定要兑换这部功法, 这是我的身份令牌。 另外, 弟子还想请一位传工人, 讲解修炼要点及注意事项。 德木道人半信半疑, 结果身份令牌, 念识一扫之下, 也是免不了震惊。 但他不亏是主是藏经阁二层多年的老人, 确认后点头, 失职这等手笔, 这几年还是头回见。 同时德木道人意念传音, 向二层后面各个传工士发出任务。 虚一名精通黄庭经上部的传工人, 贡献报酬, 可与侍主面谈。 顿时, 二层个传工士的修士都沸腾了, 这时来的牛人啊, 绝对大胆。 能在藏经阁兑换得起黄庭经的弟子, 没多少吧? 这等解读黄庭经的任务, 一年都难遇到一次, 绝对能赚好几百贡献值。 不过一会儿, 传工修士们又反应过来了, 麻蛋, 这是黄庭经啊。 我等普通传工讲法人, 实在接不起, 因为自己都没还攒够兑换黄庭经的贡献值。 无极功和穷手可在, 快接大单了。 飞仙殿专注传工十余年的李酸甫可在。 召唤纯阳公任狂人。 何穷手、 李酸甫、 任狂人等, 都是混迹二层传工士的资深传工讲法人, 每一位都出身不凡, 皆来自玉成公三宫六殿三十六封的宫, 殿一脉, 显然都是主修宗门黄庭经的。 在玉成宫, 三宫六殿三十六封中, 三宫六殿属于正统核心传承, 弟子必然主修黄庭经, 而且只要是三宫六殿弟子, 开局起步就是黄庭经。 只不过, 三宫六殿则图极严, 历来宫殿正式传承的弟子也数量稀少。 他们每一位都是宫, 殿中的原音真人亲自测验根谷天赋, 需要满足有开启三丹田的潜力, 才能获得入宫殿资格。 三丹田潜力是必备条件, 据说事关金丹镜以后境界, 影响深渊。 与三丹田潜力相比, 便易灵根, 天灵根也好, 特殊法体也好, 都是次样。 而三十六封不同, 每座陵峰都有自己的功法传承, 这个就百花齐放了, 有像雷鸣峰一样, 只修雷法的, 有像问道峰在原音进层次特别厉害的, 还有像剑楼峰, 甚至主要玩非剑流的, 那是跟万剑宗都能斗来斗去的剑修狠人。 所以很多没有所谓三丹田潜力的爵士天才, 都跑到三十六封去了。 而三宫六殿也似乎并不在意, 可见玉成功正统传承中对三丹田执念有多深。 传宫室内一阵自乱阵脚后, 一众依靠传宫赚贡献的传宫将法人, 发现当下传宫室内能将黄庭经任务接下的还真没有。 宫殿真传弟子何穷手, 李酸甫, 人狂人等都不在。 而且, 今年这几位好像就没在传宫室出现过。 众人才想起来, 三宫六殿好像在挖掘一座数万年前的仙府古迹, 修为厉害一点的弟子都跑去了。 一时间, 传宫室几十位传宫讲法人, 竟无一人敢接舍宇仙的讲法任务。 外面的德木道人不由苦笑一笑, 略带歉意对舍宇仙说道, 失职, 黄庭经为我宗门根本大法, 过于高深与特殊, 寻常传宫讲法人也不敢贸然说教, 现在竟无人应下任务。 舍宇仙也是一愣, 这黄庭经这么厉害的嘛, 竟然都没多少人懂。 不会要我自己研读吧? 那走火入魔怎么办? 德木道人看到舍宇仙表情笑道, 失职你可能不知道, 历来兑换黄庭经的弟子, 都会同时兑换一份宗门前辈心得, 内容详细全面, 有了这份心得, 不用传宫人讲法也毫无问题。 风来路转, 原来如此, 舍宇仙不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笑得像老狐狸一样的德木道人, 有些不太好的预感, 连忙问道, 不知兑换一份黄庭经功法心得, 又要多少贡献值? 德木道人微微一笑, 五根手指晃了晃, 让舍宇仙紧张得不行, 才不疾不虚地说, 失职资本雄厚, 定是可以兑换德, 不过仅仅五百贡献值而已。 舍宇仙有些无语了, 想修一下宗门核心功法这么难的吗? 能不能体验一下底层弟子? 人间不差啊! 一部黄庭经上部, 加一份修炼心得, 不就是刚好一万贡献值吗? 这也太费贡献值了, 怪不得没几个人兑换得起。 不过, 这黄庭经我修订了。 舍宇仙肉腾地再次交出身份令牌, 又让德木道人画走五百贡献, 就像画走了道成师兄辛苦打工半年的所得。 恭喜师职, 从此道徒远大, 左往飞仙。 德木道人笑眯眯地将另外一枚玉符递了过去, 正是以往主修黄庭经的前辈大能留下的经验心得。 一下子画走舍宇仙上万宗门贡献值的感觉, 让德木道人心情格外顺畅。 小朋友要那么贡献值干什么? 不知道太眨眼了吗? 现在只留下一千点, 老夫心里也平衡了点是不。 接过两枚功法玉符, 舍宇仙心喜, 又失落。 喜的是, 自己竟然把玉成功核心功法黄庭经给上手了, 试问外门弟子, 能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失落的是, 从身怀巨腕缩水到小一千, 感觉自己仿佛失去了一个亿的小目标, 人生大起大落, 实在有些太快。 换得黄庭经与功法心得后, 舍宇仙接着用五点贡献值, 在二层开了兼参务进士。 大钱都花了, 也就不吝啬这一点小钱了。 进士的好处就是足够清净, 强大阵法防护, 还备有清水及避谷单。 在进士参务功法, 绝对不用担心被外人侵入打扰。 黄庭经事关重大, 舍宇仙一点也不敢疏忽大意。 尤其他已经和王云超, 徐耀天彻底撕破了脸, 对方随时可能耍阴招, 在月席院, 问道风林田木屋参务, 都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当初坑王蔡才子半路追杀的事情, 可还历历在目。 徐耀天为了表弟王云超足够安全, 选择暗中亲自出手, 或请人动手, 弄残弄伤舍宇仙这个对手, 来确保擂台战万无一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下一刻, 舍宇仙已经盘坐近视之中。 一颗硕大光洁的灵珠, 悬挂近视顶部, 洒下柔和光芒, 照在舍宇仙已悄然入定的身上。 他的念石, 已经打开了《黄庭经》上部, 沉浸在玉成功这部惊艳绝伦, 镇压天下的核心传承功法上, 被其中所提及的各种深奥修炼知识, 彻底吸引。 上卿紫霞虚皇前, 太上大道玉成君, 贤居蕊朱作七言, 散化五行, 变万神。 视为黄庭那篇, 印鸣出肖间, 神盖童子生子焉, 通篇洋洋洒洒, 字字诸击欲婴, 彻解修炼体系, 直指大道之巅。 好在这时玉浮功法流影, 内容皆可清晰映照脑海, 以念石记忆, 自可清晰无误全部记下。 但这部《黄庭经》实在太过浩瀚精深, 且由于该功法并非纯粹水系所属, 水法清和, 中, 对参悟功法起到的作用, 微乎其微, 其中理解领悟, 全靠蛇语仙个人。 花费了两个时辰, 他确定自己已经悉数牢记, 并有所获, 其中有些阐述, 甚至和前世知识有些相关, 可以彼此映照。 他闭目良久, 整理头绪, 半刻钟后, 收起《黄庭经》功法玉符, 然后念石打开另一份 玉成功宗门前辈经验心得的玉符。 两枚玉符都只能分别开启十次, 然后就会自动崩散。 如果帽式频繁打开, 就是浪费次数, 很可能最后学了一知半解, 白白浪费巨量贡献值。 相比《黄庭经》的深奥晦涩, 前辈们的经验心得就直白明了许多。 蛇语仙一看之下, 就彻底地入了谜。 这太详细了, 甚至把自己在修炼常识上的缺陷都补完整了, 从如何采集武器, 凝炼武器朝圆圆满筑机, 皆巨细无疑。 甚至稍微提到了后面开三丹田, 成就三金丹。 并傲娇地提到, 一位玉成功三金丹的金丹大修士, 即可应对寻常数位金丹的围攻, 而战而胜之。 虽然上部提及金丹内容不多, 但寥寥几句, 无不彰显出这些宗门前辈的自豪与骄傲。 同位金丹静, 修炼黄庭经得到的修士, 可轻松碾压寻常宗门的金丹, 这是何等抵御? 或许, 这也是玉成功核心传承力量三宫六殿, 为什么则图如此严苛的原因? 天生三丹田密窍疏通者, 将有80%以上概率凝炼三丹田, 成就金丹静无敌之姿。 舍雨仙在前辈豪迈的自豫中, 也用联想力跟着驰骋纵横了一番, 最后勉强收敛心情, 专注在道法助解上, 首先要彻底掌握炼气静部分。 炼气静, 采集武器, 日夜打磨纯化, 真挚武器朝圆, 方为炼气圆满, 助就上乘道基。 武器者, 是金木水火土, 一心肝脾肺肾武器, 心藏神, 肝藏魂, 脾藏意, 肺藏魄, 肾藏精, 黄亭精对于武器与武灵根的论述, 让舍雨仙大开眼界。 在其炼气静体系中, 采集金木水火土武器, 并不要求修炼者, 具备杂武灵根, 而是提出了心, 肝, 脾, 肺, 肾武器之藏。 道经上提出, 武器者, 因而在母腹中已天生俱有, 只是少数人浓郁, 绝大多数人稀薄而已。 出生后受天地规则影响, 武器不再平衡, 有掌有退, 极致者形成了天灵根, 武器魂容者形成了变异灵根, 其他二灵根, 三灵根等等都是如此。 而杂武灵根, 之所以被称为修真废材, 积累之姿, 是大千伏昆戒, 这方戒于天地, 对其武器干扰太少。 换种说法就是, 天运对你不太理睬, 不青睐, 只略微浮动了一下, 所以还是武灵根。 而且这方世界不适合武灵根修行, 吸收灵气极慢, 施展术法灵机混乱, 彼此干扰。 无论修为境界提升, 还是斗法运用等等, 杂武灵根都堪称修事中的弱姬之罪, 所以才有杂武灵根等于废材一说。 黄庭经炼气境, 是要后天转先天, 创造出强大法门, 独辟西境, 以心肝脾肺胜为武器之督藏, 可宁华五种本源灵机, 最后武器圆融, 成就武器朝圆, 自然而然铸造上城一等道机, 也即铸机, 黄庭经为蛇与仙彻底打开了这方世界的修炼奥秘世界, 隐隐涉及了某种天地本质, 为他填补了很多修炼上的无知空白。 武器绝就太简单了, 犹如经典大步对上小儿学语, 蛇与仙对上面炼气境法绝, 最看重就是武器转化绝要, 绝要提到, 以主灵根为杠杆, 先采满仪器, 再以绝要方法转化, 融合其他四种灵器, 自然水到渠成。 用黄庭经法绝转化武器, 竟可以做到90%以上的成功转化效率, 而其他功法在武器转换中, 至少要损失浪至八九成。 想到这里, 他就心思涌现, 灵感来了。 细细想来, 我似乎拥有这方世界其他修饰都没有的优势。 首先, 天生杂武灵根却水灵根近乎顶格, 这就有天生采集武器上的优势。 其次, 水法清河, 中, 加上定格水灵根, 我彻底解决了杂武灵根吸收灵气缓慢, 这个最大的缺陷痛点, 还有术法运用上干扰无力的问题。 再者, 我穿越而来, 灵魂心神天生就强出许多人, 加上神秘与地虚无空间锤炼念石, 以及运雷金竹不灭雷翼的淬炼, 无论念石强度与纯粹度, 都堪称, 超越一切炼气境, 这些足以解决关于观想与凝聚心肝脾肺甚至五大都藏的诸多难点, 蛇与仙不由哈哈一笑, 浑身冒出如玉石般清光, 这岂不又是, 黄庭经也与我有缘。 以黄庭经修炼到炼气境大成, 则灵力无比雄浑, 武器通融, 妙不可言。 武器朝元驻击之后, 更开始显露神威, 但凡施展术法, 威力必比铜镜修炼高出许多, 优势逐步累积, 到了金丹镜, 三丹田修炼, 竟可轻松碾压铜镜金丹对手, 力敌寻常金丹三四人, 也能战而胜之。 据说, 后面元英镜, 化神镜等, 优势只会越来越加倍显现, 直至最后, 踏入近乎无敌的巅峰。 这里免不了又要提一下问道锋那位杜杰七大楼, 其人就是近两千余年来最强大的黄庭金大成者。 一样的杂武林根, 铸就一界巅峰修为与战力, 可见杂武林根与黄庭金必有一些不可觉察的关联。 舍宇仙细续捋清思路, 心中已然大定。 他掏出一瓶贝灵丹, 直接吞服武力, 一股强劲丹气散开, 冲一体内撬穴经脉。 黄庭金凝炼武器绝功法开始运转, 飞快将单力提纯, 宁华转为自身灵力, 壮大修为上限。 效率之高, 速度之快, 让舍宇仙惊喜连连。 果然不愧是玉成功正宗根本功法, 这速度简直是欲须采气绝的十倍之上。 当然, 因为要筑满武器之督藏, 即便相比之前十倍之速, 想要武器通融也需要比较漫长的修炼过程。 初步掌握宁炼灵气的独特运行路线, 现在我需要先观想, 即一点点构造武器兜藏, 首先, 当然是从肾水兜藏开始, 可以发挥我水灵根与水法清河双重加持的最大优势。 先构建水器督藏, 以之为中心, 再观想构建其他四大兜藏, 自然会更容易。 观想, 构建水器督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因为黄庭经已经给他指出了督藏具体位置, 就是肾之所在。 蛇羽仙小心鼓动念时, 引导水灵力流转, 慢慢精行交汇在肾脏位置, 按照黄庭经的肾字诀, 让水灵力以实体的肾为雏形, 以经脉, 翘学为灵力运行通路。 渐渐地, 在外面构建出一个灵力循环的虚体都藏。 但凡涉水, 必然一呼百应, 心道念道都藏到。 顶格满蓝的水灵根与水法清河的双双加持下, 蛇羽仙构建宁华第一个水气都藏, 也就不过花了两个时辰。 水气都藏一成形, 蛇羽仙感觉自己瞬间有种晶圆满意, 无比充盈之感。 浑身精力充沛, 神充气足, 打坐修炼这么久, 也没有一点疲惫的感觉。 这可是那些坐拥三宫六院, 万千后宫的帝王, 无比羡慕想拥有的能力。 水气都藏一成, 肾源自然源源源不断, 水灵力可随时补充。 如果以此游走花丛, 自然是犹如战神附体, 圣斗士不畏群殴。 不过, 修士在于追求长生, 追求自我超凡强大。 凡人的这点欲望爱好, 对修士来说, 就不值一提了。 苏日安修士也会有道理, 双修等等这些, 但几乎没有修士, 会长时间沉迷其中。 到了一定修为境界, 灵魂念事上的交流, 碰撞, 互相反馈, 达到修为的提升, 反而才是双修的追求。 蛇宇仙还发现, 水气都藏构建成型后, 他采气凝炼的速度, 又加快了不少。 而且, 浑身水灵力似乎有了个总枢纽, 变得运行更加顺畅快速。 这明显加强斗法上的优势, 灵力不断, 施法更快, 实力明显提升了一小节。 尤其, 他还感应到自己, 又要突破了。 越来越雄浑的水灵力, 会留在水之都藏, 又从这里散发全身, 将身体各处翘穴滋润, 激活, 充盈, 一身灵力气息, 也跟着水涨船高。 还差一点, 他干脆又将一瓶被灵丹吞下, 丹力瞬间迸发。 犹如炸弹引爆, 在体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灵气补充。 然而, 即便如此汹涌的丹力, 在黄庭经功法的轻浮, 疏导与转化下, 也是转眼被蛇宇先凝炼为一股新的强大水灵力。 眨眼之间, 水灵力已膨胀到一个灵界点。 拖! 蛇宇先忍不住轻贺一声, 一口宛如石质蓝光的水灵气息, 像气剑一样喷出, 直接在静视墙壁打出一个波浪状的小坑, 但小坑转眼被阵法修复。 水气都藏同时, 水灵力蓝光大震, 次量肺腑虚空。 体内, 更似乎传出一声, 只能念识感应到的水龙咆哮。 虚语于, 一股更加强大凝炼的气息, 在蛇宇先身上散发出来。 炼气近四层, 弹指而破。 炼气三层到四层, 算是一个境界小突破, 从炼气初期, 晋升为炼气中期。 蛇宇先虚虚起身, 浑身清新的水灵气息, 骨荡不休, 星眸光芒闪烁, 然后右手掐了得硬绝。 水龙衣? 竟是顿时灵力挣腾, 水光星点闪烁, 很快凝聚出一条淡蓝色水灵力蛟龙, 头须身为肘, 大致雏形都有。 虽有些模糊, 但谁都看得出, 是一条龙形。 体形有些小, 成人大腿粗细, 一丈长短。 蛇宇先心念一动, 水气蛟龙便迅速游动起来, 绕着它深周盘旋飞舞。 这黄亭经炼气境中期自带的术法之一, 水龙营。 因为它首先开启的水气都藏, 所以是施展出来是水龙。 如果是其他都藏, 比如火气都藏, 那放出来的, 就是一条火龙。 顾名思义, 灵力凝聚成蛟龙, 可轰击对手, 可绕体防御。 弓则雷霆一击, 威力惊人, 欲则绕体如法盾。 等它将水龙营术法, 掌握至精通之后, 更可足踩水龙, 欲空飞行。 当然, 前提是, 自身的灵力足够雄厚, 消耗得起。 从之前水剑术, 水甲术等修炼经验来看, 灵力化形是难度极高的。 而且灵力化形的法术, 形体越大, 所消耗灵力就越多, 维持也越难。 黄庭经前辈心得柱节也提了一下, 越是复杂的形体, 越是传说中的灵兽, 如青龙、 白虎、 玄龟、 朱雀等, 越是难以凝行成功。 但黄庭经毕竟是顶尖传承, 炼气劲也能凝行出一条大致的龙形。 武器朝圆后, 模糊的龙形将变得越发凝炼, 栩栩如生。 以我炼气四层的灵力修为, 这水龙银也就只能释放三次而已, 灵力就差不多见底了。 蛇语仙操控水龙上下翻飞, 以熟悉并提升法术的掌控度。 他估计, 一道水龙银威力, 恐怕随便就是水剑术的十数倍以上。 如果在队上坑王蔡才子, 即便对方土圆盾完吼, 他也可以一招水龙银, 就直接将其完全击溃。 从今天起, 我也算是龙骨召唤师了。 他打算暂时将水龙银作为自己的底牌之一, 三机之力不可妄动。 刚才看王云超修为气息, 不过是练其二层, 我随手一记水龙银即可轰杀制。 花费巨量宗门贡献值, 才兑换到黄亭金上部。 如今再上一个小境界, 同时将水龙银掌握成功, 与王云超的擂台之战, 已不用太过放在心上。 说实话, 要不是对方咄咄逼人, 越来越过分, 他甚至都不想理会。 奈何其也有个名字中带奥天的厉害表哥。 凡是一遇奥天之流, 必然变数增多, 前世网友成不起我。 如果放任其稿事, 以后只会流毒无穷, 不如早早了结, 换来念头通透。 距离月底还有十三四天, 时间充裕, 足够舍语仙把水龙银掌握得更纯熟。 到时候, 即便许奥天给王云超诸多法器护身, 也绝对抵挡不了几下水龙银。 王云超不过练气二层, 顶多能驾驭低级法器, 然后可能带上大把低级灵符, 武装到牙齿也就那样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出去找练气师, 把从坑王那里拿来的土圆盾给修补一下。 到时, 土圆盾, 水甲双重护体, 加上小五行藤挪术的速度, 足够稳了。 想到这里, 蛇语仙也不想再待在二层近视了。 虽然这里有贡献值, 干啥都无往不利, 但也什么都贵, 五点贡献值也就能待五个时辰。 一不小心超时, 可能就会阁中弟子像王管一样跑出来, 大喊还得加钱续费。 他从近视出来, 像同时注意到他的德木道人打了个招呼, 便下楼离开藏经阁。 这位羽仙诗值有点厉害啊, 三四个时辰就入门黄庭经了。 而且, 关其气息又强大了一点, 现在应该是练起三层了。 德木道人看着蛇羽仙离开, 心里也默默记住了这个外门弟子, 又一个被脸气爵给骗过去的前辈。 德木心中念叨, 或许此子, 以后也会成为宗门了不起的人物。 出了藏经阁, 蛇羽仙在群星方外面犹豫了一回, 轻叹一声, 还是没进去。 还是难度小方式, 暂时更适合自己这身家, 修复一面土圆盾, 至少也得上百块零食吧。 驱动小五行藤挪书, 身影如清风掠过, 速度是越来越快。 如今精通及境界的小五行藤挪书, 百米之内几乎念动人道, 逐渐展现其变态的急速与变化。 不一会, 蛇羽仙人已在南路小方式。 小方式他来的次数很多了, 就这么一点地方, 熟悉得几乎了如指掌。 顺着人流, 他直接往小方式中心的炼气坊走去, 经过生意火爆的天云号酒楼时, 免不了查看一番。 天云号09依然卖的火爆, 八块零食一弹, 这价格让许多外门弟子趋之若鹜, 可谓日进斗金。 蛇羽仙估计, 徐傲天, 王云超, 向少聪他们一天至少能卖一百多坛以上。 销售额有点惊人, 但实际利润未必。 在天云号的强势宣传与挤压下, 王大山他们的龙月号之流, 只有不断降价, 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把零酒卖出去。 那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了, 最后必然要被天云号碾压出局。 人心不古, 修士瓜了, 我做好自己就好了。 蛇羽仙在心里念了一下王大山, 向少聪两人, 昔日设有同伴的影子, 在心里越发淡薄了。 他微微皱眉, 随即淡然一笑, 洒脱直行。 须于来到小方市炼器方。 这座主要服务外门弟子的炼器方, 经营低级法器生意, 卖法器, 回收法器, 修补法器, 还收购各类炼器的矿石灵才。 方内部温度比外面明显高出不少。 店里生意也极好, 至少十几位修士, 在挑选法器。 蛇羽仙在店里站了一会, 才有一位炼器五层, 肌肉发达的中年道人接待他。 我这面土圆盾, 斗法中受损了。 不知道修复好要多长时间, 多少零食? 蛇羽仙拿出土圆盾, 给中年道人看, 巴掌大的土黄色盾牌, 中间破了一个坑洞, 那是被蛇羽仙七八级水剑术叠加爆发, 给直接破防洞穿的。 肌肉发达, 面容粗狂的中年道人, 接过土圆盾一看之下, 却不由黑黑一笑, 湿地莫怪。 看到这玩意儿, 我就觉得有趣, 有缘分。 这面土圆盾, 正是当初我亲自炼制的。 你看, 边角这里我特意闻了个锤子暗戒, 代表, 是我许大锤的作品。 蛇羽仙细细一看, 还真有个不起眼的锤子印记。 心道莫飞炼器的, 都有类似癖号不成, 自己炼制的法器, 都要做暗号。 许大锤法号到锤, 他随手翻看几下, 说道, 修补也快, 五天后, 你再来取吧。 嗯, 费用吗? 一百二十块零食。 还特意强调道, 师弟你放心, 我绝对是良心价。 我许大锤做生意, 讲的就是一个直爽, 一口唾沫一个钉, 从不狂人。 要不是蛇羽仙刹那间, 捕捉着许大锤一闪而过的狡诈眼神, 还真会以为, 这是内外如衣, 粗憨实在的老实人。 在这一刻, 他甚至突然想起了远在十里坡寸的二哥十二狗, 也是貌似粗憨, 实在内心奸华, 小心思多得很。 离开家乡这么久, 也不知道家人生活怎么样, 一时间竟有些淡淡的相愁, 萦绕心头。 他故意看了许大锤一会, 才还嫁说道, 师兄莫非宽我。 我来之前, 可是找过一位练技师兄看过。 他说, 最多就一百零食即可修复好。 我还嫌贵, 没给他修补。 哎。 徐大锤脸色微微一变, 随即又翻看了一下土圆盾, 装作才发现, 朗生笑道, 刚没看仔细, 价没开好。 嗯, 那就一百块零食吧, 你五天后来娶。 我徐大锤说话, 一口唾沫一个钉, 这绝对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不能再低了。 已经摸透徐大锤本性的舌雨仙, 听其又在自夸实在优惠, 就知道还有空间余地, 当然不会马上答应, 又找说辞砍价起来。 一顿狠侃, 气得许大锤都有些面色发白, 眼神凶狠起来了, 舌雨仙就知道到位了。 土圆盾修复费用, 八十九块零食, 省下三十一块零食, 说多不多, 但关键是, 没有做冤大头, 没被许大锤瞎忽悠, 心情很舒畅。 我就知道, 越是像狮之泥, 长得俊的, 就越是鬼精鬼精的。 这次师兄我可是一点都没赚, 算是成本价给你修理了。 在许大锤幽怨的小眼神中, 舌雨仙微笑中走出了大门。 今天, 这天气可真好。 舌雨仙回了一趟楚秀风月西院, 把初级炼丹手册, 和几个丹方给了李潘, 顺便把早已酿好的零酒, 装入储物袋。 他主灵根是水系, 加上种田天赋, 重点放在种田上, 才能发挥最大优势。 主人都在靠修真百亿挣钱养家, 作为一丛的李潘, 必然得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舌雨仙心中最惦记的, 还有怎么处理, 装着二阶黑线虫的灵虫袋。 他暂时没想到怎么处理, 直接卖给炼丹方, 或者灵兽院, 又不舍得。 为了心中一个大概的想法, 只好先小心翼翼地留着, 暂时把灵虫袋放在月夕院了。 为安全起见, 他还搬来院中的一个小顶, 将灵虫袋放进小顶中, 然后打了十几道灵力封印, 将其封得严严实实。 反正黑线虫生命力极强, 这样也死不了, 即便没吃没喝, 作为灵植大药之黑暗镰刀的他们, 也能苟存几十年上百年。 他们会自动进入类似冬眠状态, 直到感应到灵植大药的呼唤。 舌雨仙嘱咐李潘, 这个月就不要随便出去了, 安心待在月夕院稳固修为, 顺便尝试一下炼制彩灵丹。 因为舌雨仙怕王云超与雪傲天玩阴招, 李潘刚突破炼气一层, 连个护身法气都没有, 护身法术也还没学, 真有人要动手, 他一点抵抗力也没有。 李潘连连点头硬下, 捧着炼丹术如获至宝, 眼中都发光了。 雨仙你放心, 我突破后, 就想着, 先学一两样修真技艺, 首先想到的, 就是炼丹, 否则靠你供养, 我实在待不住。 李潘在舌雨仙面前, 基本有什么说什么, 不藏小心思, 这也是舌雨仙越来越满意的地方。 嗯, 我给你说清楚一下, 我已经约战王云超, 月底言五场生死擂台绝恩院, 你近段时间都小心一点。 舌雨仙也不满李潘, 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初, 朱仙镇一伙人, 舌雨仙, 王云超, 李潘, 戴小云, 赵黑子, 蓝青月, 何雪, 现在都一起留在玉成宫, 算起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 但王云超小度机长, 仿佛生来与舌雨仙不对付, 来玉成宫的路上, 就对舌雨仙明朝暗讽, 后面更肆无忌惮地打压, 不但使手段把舌雨仙分到月西院来, 还拉拢向少聪被刺他, 整出一个天云后, 更是要绝舌雨仙的零九财路。 在藏经阁, 更是故意硬把舌雨仙往到诸师姐身上靠, 这更是在污名。 道明有惠, 就如心灵蒙尘, 和坏一个修士的道心, 没什么区别。 才旅法帝, 乃修士修行根基, 王云超如此作为, 已经不属于小打小闹了。 而是在破坏舌雨仙的道徒了。 尤其之前通过许奥天的人脉关系, 把宗门那位正在杜梅运结向前辈住过的月西院, 故意分给舌雨仙, 这是直接要害舌雨仙性命。 君不见, 月西院前面那么多主人, 都各种陨落横死。 只要住过的, 不管你住了多久, 是第几位前任, 都难逃霉运的诅咒。 彼之娘也。 舌雨仙如果不是命令, 有神秘语低金手指, 说不定还真的命不久矣。 与其坐等王云超不断耍手断英人, 不如斩断同乡情义, 擂台一决了仇怨。 听到舌雨仙大致讲了下前因后果, 李潘感慨同时, 不由也心里发麻。 一句何至于此寒在嘴里, 终是没有说出来。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王云超这样针对李潘, 或许他李潘早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好了, 你安心修炼吧。 如果想帮我, 就努力把修为提升上来。 舌雨仙拍拍李潘的肩膀, 随即走出了月西院。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 舌雨仙想了想, 还是去了一趟不远处 道林师兄的独栋院子。 他取出两坛仙穷号灵酒, 直接提在手里, 不急不徐, 一路晃悠着去串门。 道林闻着酒香, 高兴开门迎兵, 眼睛看着酒坛在冒光。 其嘴上假装怪则舌雨仙这么久, 才登门回访。 莫非是怪他上次酒醉后, 说错话了。 两人把酒坛笑间, 舌雨仙见道林又和嗨了, 就提了一句, 让其多照看一下月西院, 尤其是里面的一丛李潘。 又采又爱喝的道林, 面红耳赤, 酒气熏天, 唾沫乱飞, 自然是拍着胸脯一口答应。 舌雨仙离开时, 道林已经醉倒了。 但道林表示, 这次喝得很到位, 以后多来走动, 当然要记得带酒。 这一次, 道林自己倒是整了些花生米, 还有香喷喷的零瘦肉。 但是燃病卵, 他还是把自己喝倒了。 这位道林师兄倒是难得的真性情, 以后可多打交道。 再去问道风的路上, 舌雨仙兴许纷飞。 踏入宗门, 岂不修炼, 短短数月来已是饱经冷暖。 案件被刺食友, 无良小人出没。 但也并不是没有感动于暖心时刻。 起码向前后来, 戴小云, 李潘, 赵黑子, 还有道林师兄等等, 还是让他感觉到修真界温暖的一面。 修真百味, 冷暖自知。 我一心追求, 有温情, 有欢乐, 有烟火的修行, 也许只是个人的理想主义。 但能守住内心一点温暖, 也足够了, 舌雨仙回到问道风林田, 顺便把空着的一亩林田, 全部剥下醉鲜果, 幻梦花等种子。 趁着夜色, 他怀着莫名的心情, 又下了一场淋雨。 风声, 雨声, 灵直生长的声音, 在这寂静又几分寂寞的长夜, 像在为一个孤独的灵魂奏响。 他静静站立林田之中, 宛如一个荒野之中的游荡者。 这一夜的呼风唤雨, 他有些忘记了控制, 是用心神情绪, 还是灵力施法。 反正, 在这个捉摸不定的深邃黑夜, 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思想的交织生化中。 没有委屈与软弱, 只有莫名的感慨, 和淡淡的前世今生的相仇, 以及忧伤。 不再泪流, 也是对过去的某些东西告别。 他知道, 那个多愁善感的自己, 那个温和内敛的自己, 那个凡事不爱争的自己, 似乎有了某种变化。 我的心, 也许变得更冷硬了些。 一夜淋雨绵绵, 恰到好处地将所有灵苗滋润到位。 第二天一看, 风铃花长饰非常旺盛, 醉鲜果, 幻梦花等也冒出了尖牙。 三阶的布老花, 珠果, 紫魂草, 在终极的灵质催生下, 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根须开始生长了一点。 要不是低级灵甜的肥力拖了后腿, 这几株从百药园顺手牵羊而来的三阶灵质, 绝对会表现得更好。 灵质催生, 中, 天赋对灵苗的催涨效果, 显然翻了一番。 蛇羽先蹲下身。 波动已经有小腿高, 生机勃勃的风铃花苗子, 脸上浮现出开心的笑容。 原来估计风铃花要一个月左右成熟, 现在看来, 半月即可收获。 灵质催生天赋升级后, 种田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不过, 半月就成熟, 他还是有点担心太过耸人听闻, 可能会被别人留意上。 他还故意找到和闲聊扯皮, 从其口中了解到, 外门资深灵质腹中, 有过一个月就收获成熟风铃花的历史记录。 但半个月成熟, 宗门好像还没有这么厉害的灵质腹。 天赋太过突出也不好, 不够低调, 看来还是得稍微控制一下灵质催生的时间。 江峰灵花成熟控制在二十天左右, 稍微破一下宗门记录就好, 不用太过惊人。 蛇羽先收拾心情, 就这么盘坐于自己的灵质之中, 继续修炼博大精深的黄亭精。 水气兜藏已经凝聚成形, 下一步他打算构建木气都藏。 五行之中, 水生木, 以水气都藏来带动木气兜藏, 无疑会更容易许多。 但他又有个问题了, 他砸五菱根中, 除了水菱根饱满外, 其他如木菱根等, 都是纯度平平。 之前修炼小五行藤挪树, 他将水菱力转化为木菱力过程中, 可是耗损浪费许多, 这说明, 木气都藏的构建,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首先要解决的, 是找到高品质的木气浓郁的浮地之类, 就像之前采集水菱器去小灵坛一样, 这样能加快初始运气的过程。 问道风的百药园, 就非常不错, 里面草木灵气浓郁, 黑腺虫栽解决了, 那上千株百年到几百年的灵药之草, 肯定生长更为旺盛。 要不, 寻个由头, 去找德叶师伯闲聊一下, 木气都藏, 以及剩下的几大都藏, 肯定都要逐渐凝聚构建的, 黄亭经炼气经最重要的就是, 这五气都藏。 五气都藏全部宁华成形, 就已经拥有了筑基的资本, 五大都藏都圆满, 即是五气朝圆, 这时候踏入筑基成功率极高。 当然同时来一粒珍贵的筑基丹, 那就更是拿久稳了。 之前去问道风百药园做任务, 奈何当时还没上手黄亭经呢? 否则现在何须纠结这个? 不过, 若不是两个高额回报的任务, 他也没资格和能力, 去兑换核心功法黄亭经。 所谓一饮一浊, 皆是原法, 正是这个道理。 陈寅半想, 他决定还是去一趟百药园, 就打着客户回访的幌子吧。 在灵职任务上, 我可是最敬业与专业的。 他只需要采集一点高质量的精纯木灵芝器做影子, 找个由头, 在百药园待上半个一个时辰即可。 想到这里, 他脸上不由浮现出笑意。 这一下又要麻烦得业师伯了。 道义师兄, 我打算回访一下百药园, 看一下灵职生长情况, 以免会有一些黑线虫遗留没发。 你看, 是否先跟德业师叔沟通一下, 我去做个任务回访。 直接上门还是不太妥, 让凡是喜欢较真的道义, 当个沟通的中间桥梁才刚刚好, 自己的意图也就不会那么轻易暴露。 道义在通讯玉符中果然有些慌, 与先失地, 不带你这样吓人的。 那百药园可是我们问道风的命根子。 你应该更仔细才是, 一只黑线虫也不可遗留下来。 行, 我赶紧跟德业师叔说一下。 百药园为问道风重要的中高阶灵药基地之一, 是不容有失的, 道义被蛇雨仙一番诈呼, 岂能不心惊肉跳。 没过一会, 道义应该是收到了德业道人的回复, 急冲冲地催蛇雨仙赶紧动身去百药园。 蛇雨仙洒然一笑, 其有拒绝之礼, 当即化为一阵清风轻笑而去。 问道风百药园, 刚过数天, 蛇雨仙又来到了这里。 呵呵, 真是有缘。 雨仙贤之快请, 就直接随我入园吧。 你这回访还挺兴起别致的, 但却是很有必要, 可一定要看仔细了, 千万不要有丝毫黑线虫的遗漏。 德业道人见到蛇雨仙又是高兴, 又有些忧虑, 他可是被诡异的黑线虫灾给吓出心里阴影了。 师叔放心, 我也是本着服务到底的初心, 来做这个回访的。 即便上次或许遗漏, 这次也必然彻底扫尽余念。 蛇雨仙窃窃欣喜, 表面丝毫不动声色。 好了, 你的本事我还是放心的, 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 光芒一闪, 德业道人直接将蛇雨仙带入了百药园中。 问道风的百药园已经恢复一片生机盎然。 空气中充溢着精纯的木铃气息, 蛇雨仙呼吸一下, 心里已是雀跃不已。 这里的木铃之气, 质量够高了, 绝对可以作为木气独藏的灵源影子。 师叔且放心, 我对黑献虫气息已经了如指掌, 带我细细查看一遍。 蛇雨仙一副自信的神态, 让德业道人心里也是一松。 那师侄, 你且自便吧。 德业道人也不催促, 或者监督, 颇为识趣地主动退出了百药园。 上次接触中, 德业道人自以为已经了解蛇雨仙的, 的脾性了。 后道, 老实, 有本事。 德业道人的评价, 真的还是蛮高的。 上次任务结束之后, 德业道人可是在百药园仔细地巡视了一遍, 但并发现蛇雨仙什么偷藏夹带之类。 小师侄竟然不愿别人看到他的独家灵直秘法。 我这座师叔的, 岂能厚着脸皮留下来。 蛇雨仙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由为德业道人点了的赞。 师叔, 大气。 接下来, 他也不敢耽搁时间, 漫步小森林一般的灵直花木中, 一副细细寻查的样子。 暗地里却运转起黄亭晶, 关于构建木器都藏的那一部分甘自觉。 在满园上千株灵直丛中走了一遍, 他感应到木灵之气最浓郁精纯的, 还是那株五百多年的猪果树。 猪果树近两丈高, 枝叶繁茂, 上面还长着两三颗半红的猪果, 整棵树缭绕着浓郁的木灵气息, 有若实质的嫩绿光点, 漂浮在灵雾之中。 蛇与仙走进猪果树, 都能感觉体内运行中的灵气, 生出一股渴望, 比待在其他灵直旁边更强烈。 就采猪果树散移出来的木灵之气好了。 心里已然做出了选择。 虽然说整座百药园浑融的木灵气息都可以, 但如果可以更精纯一些, 自然是更有好处。 当初小灵潭的水灵气息, 实际上并不算上等, 但那是没条件的办法。 而且那时也基本啥也不懂事部。 现在整座百药园静在眼前, 他肯定要好好精益求精, 千里挑一的。 站定在猪果树前, 蛇与仙身手摸向树干, 做茶看状。 同时运转木气绝药, 念时轻轻照住体内肝部位置, 一股精纯浓郁的猪果木灵气息, 带着一种特别舒爽的清凉感, 被他吐纳入体, 并很快转化为自己的木灵之力。 那时之中, 没过多久, 干部位置就有一点充满生机的绿色木气, 慢慢凝聚出一个灵力小漩涡。 成了! 木气引自到手! 蛇与仙心里振奋。 诸果木灵气息的品质, 比他预想的还好很多。 这对后续宁华木气都藏,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水魔功夫。 你照诸果的木灵气息, 将水灵力不断转化为木灵力, 量够了, 就能着手构建木气都藏。 木地达到, 蛇与仙便收敛情绪, 顺便激发万虫退避天赋, 给百药元来个彻底清查。 结果自然是没有意外, 没有一丝黑线虫的残留气息。 可见, 人力或许不太靠谱, 但天赋却足够脱以信任。 最后, 羡慕地看了一眼高大的诸果树, 想到自己那一节根须, 又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长成这等。 他便走到百药元门口的传送阵法上, 身影闪烁, 下一刻就到了园外。 出来他才发觉, 园外多了一个人, 得夜道人正一脸殷勤的搭话。 一位白衣飘飘, 慢力高挑, 容颜极美, 却又庞佛冰山一般冷清的绝美女修。 冰雪容颜, 气场强大, 她一来这里, 似乎就是一切的中心焦点。 就是你单给我静缘采药。 冰雪容颜的绝美女修, 略微不快地, 瞥了蛇与仙一眼。 相风飘动, 刚要走过去, 却又狱足止步。 她稍微仔细地, 又看了蛇与仙一眼, 欲唇微动, 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 看到这绝美女修, 蛇与仙也是感觉对方冷傲的有些耀眼。 而且, 分明是一位修为强大的助激进后期, 辈分肯定不低。 她也没回答, 默默走过去, 等得夜道人打招呼, 就想赶紧离开。 直觉告诉她, 不宜逗留, 尽管对方美得不可方物。 没想到女修一句你有些眼熟, 让她又不得不停步。 这女修国色天香, 高冷高傲得很, 却也就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一身助激进后期的强大气息, 让她暗自心惊。 比之前见过的几位助激进长老直视等, 都更具威慑气息。 玉成功天才遍地, 但她亲眼见过的最杰出的, 目前也就两位。 面前的冰冷绝美女修, 还有之前南路小灵潭见过的, 那位智慧与美貌双双惊艳的宁仙宣。 与具有天骄气象的两女相比, 什么内门天才雪傲天, 都要大视颜色。 舍雨仙绝对不认识面前的冰雪女神, 但她心里突然一动, 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不由有些心虚。 她看向德叶道人, 沉吟着, 该怎么回答。 德叶道人会议, 对她有些羡慕地说道, 这是我们问道风的德皇师妹, 是来百药园采药的。 你果真以前接触过德皇师妹, 德叶道人在绝美女修面前, 平日的沉稳淡然都要消失了。 对她一边有所矜持, 一边又忍不住殷勤讨好, 仰慕的小眼神早已暴露无遗。 不过有这样美绝人寰的师妹, 想来也没几个师兄把持得住。 道宏见过德皇师叔? 我们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舍雨仙被德皇冰雪一般的容颜, 晃得有些眼花, 微微低头回道。 惹不起, 我还是赶紧撤了。 绝美女修德皇道人, 冷淡地又看了她两眼, 觉得应该是看错了, 便随意说道道, 上次那个小修是黑黑瘦瘦的, 怎么可能一下变得这么俊秀? 罢了, 你且自去吧。 德皇白衣飘飘, 幽香浮动, 窈窍身影一闪, 已进去百药园了。 舍雨仙莫名感觉心头一松, 就像躲过了一难似的。 上次黑黑瘦瘦, 一下变得俊秀, 这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有请雷鸣峰的韵雷金竹, 请竹兄引个雷字证一下。 刚才她已经想起来了, 为什么这位大美女, 会觉得自己眼熟, 德皇师叔, 可不就是道义口中敬畏的不行的那位? 之前林田播种枫林花, 一群嚣张的枫林鸟, 肆无忌惮地着实, 破坏, 被她狠揍了一顿才赶走。 道义提到枫林鸟的主人, 就是这位冰山女神德皇道人啊。 还好还好, 韵雷金竹以不灭雷意, 给我洗水换骨了一遍, 变化比较大, 没让她直接认出来。 蛇语仙心有余悸, 道义口中说道皇师姐, 德皇师叔多么不好惹, 原本她还不以为然。 知道今日真人在前, 她才感觉的确得罪不起, 肤白貌美大长腿, 冷艳高傲尽不得。 她跟德业道人打个招呼, 赶紧闪人。 这问道峰的百药员, 是不能多来了, 再多碰见几次, 说不定就被认出来了。 蹭到高质量的诸果木林之气, 蛇语仙回到山脚下的林田。 为以防冰雪女修德皇 从林田上空飞过, 不小心给认出来, 她干脆在道袍外面套了一件缩衣, 然后再带了一顶林直夫 常用的遮阳斗笠。 如此掩饰到位。 她相信, 即便德皇那位冰山美女经过, 也应该认不出林田里的这个自己, 就是百药员那个 有点眼熟的小修士。 要不是等着赚钱, 我都有点想立刻回约西院了。 但躲避掩藏也不是个事, 得找个机会把德皇师叔这一关过一下, 否则这林田还怎么租重。 想到自己可是是租了两个月, 现在一个月都还没过, 以后总不能天天担心被德皇找上门来吧。 不过转念一想, 她又稍微镇定了些, 对方真想找自己麻烦, 恐怕早就来了, 自己躲到哪里也没用。 算了, 我好歹是正当防卫, 还是问道风现在唯一的尊贵的林田租户, 他总不可能乱来。 平复一丝焦虑心情, 蛇与仙盘坐木屋之中, 默默运转起黄庭经中的木器甘自觉。 木器都藏灵园影子有了, 就得抓紧时间, 把都藏构建起来。 一旦成功宁华构建, 自己灵力修为, 必定又要长一大截, 说不定又要破镜了。 按这个速度下去, 和宗门天骄如道前, 德皇之类相比, 自然还远远不如, 但比之雪傲天之流, 他还是颇有自信的。 为了月底的擂台斗法, 他选择了埋头修炼, 开始过上了不问外事, 闭门前修的低调狗道生涯。 每天的时间也安排好了, 一部分时间运行黄庭经, 提升灵力修为, 一部分时间练习小五行藤魔术, 水龙银, 水剑术, 水甲术等术法。 三眼观想法暂时不修炼, 主要提升修为和斗法能力, 为擂台一战做准备。 至于接下的第三个任务, 云如风千年屋头灵宫莫名枯萎, 还是搞定王云超之后再说吧。 暂时他贡献值没有大的需求, 临时他去小方市也全部购买了贝灵丹, 勉强也够这十几天的修炼。 数日匆匆而过, 天交风, 一处内部弟子的华丽洞府。 徐耀天拿出三件灵光淡淡的法器, 递给眼睛冒光的王云超, 得意地炫耀道, 这可是三件终极极品法器, 火云剑, 后土盾, 战灵甲, 其中, 火云剑是我练气中期时候用过的, 非常灵力, 后土盾与战灵甲, 则是这几天我给搜罗的, 也是比较适合你的。 徐耀天分别给王云超, 讲述每件法器的要点, 火云剑, 后土盾与战灵甲, 都是终极法器中佼佼者, 也是王云超现在勉强能驱动的最好法器了。 练气二层驱动终极法器, 还是很勉强, 但终极法器本身就足够强大, 只要能驱动就可以了。 终极法器对比练气中期, 以蛇语仙那个废材的练气二层, 绝对扛不住火云剑的灵力一剑, 而且, 你穿上战灵甲, 无论气力, 速度还是防御都大大增加, 后土盾一记出, 更是像乌龟壳一样。 那废材, 连你一个毫毛都上不到。 徐耀天搜集的这三件终极法器, 真的很强大。 王云超接过来练花一番后, 也是信心百倍。 敢约我上了一台, 他蛇语仙不是自找死路吗? 王云超操控三件法器, 极为兴奋, 但没过一会就有点脸色发虚, 灵力太薄弱, 驱动终极法器消耗太大。 徐耀天看出表弟的一丝担忧, 半生说道, 你根本不用担心耗灵力的问题, 上场就是绝杀, 一吸即可斩杀那废材, 哪里需要打消耗战? 当然, 如果你不想要他的命, 就打残他, 设服他。 向少聪昨天还跟我说, 那小子生意头脑不错, 可以留他一命以后为我所用。 王云超有点迟疑, 我在道朱师姐的心香好道光那里打听过了。 那个废材, 好像修炼一门颇为厉害的身法, 闪避速度有点强。 徐耀天哈哈一笑, 又掏出几张符纸, 塞给王云超。 你这些我都考虑到了, 这是三张定身符, 有所拿定身之能效。 即便我这样的练气后期也难以躲避, 只能施法硬扛。 而且, 我还等道红师兄说过了, 到时, 他会负责主持你们的斗法。 以道红师兄助击出气的修为, 即便有万分之一的意外, 也能轻松保你性命, 云如风, 千年灵孤洞。 一位玉璇色长袍, 气息超然的中年美妇修饰, 功绩高婉, 长身玉力, 站在一朵巨大如云带的千年灵孤前, 看着十几位灵职夫在忙碌研究, 神情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怎么样? 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让本作的魔云灵孤停止生机流失? 中年美妇一席玉璇色长袍, 正是玉陈公封主的标志性尊贵服饰, 他正是云如风封主, 极尽原音尽的陈燕真人。 真人发怒, 威严激荡, 整个空间似乎都凝固了, 磅佛承受不住一位极尽原音真人的怒火。 陈燕真人发怒, 也是真的急了。 眼前的魔云灵孤, 可是云如风的底蕴之一, 年份几千年的五阶灵职, 即便在整个玉陈公, 也没有多少。 这几个月来, 魔云孤枯萎得越来越厉害, 生机越来越暗淡, 这是要哭死的节奏。 陈燕真人一怒, 威丫自然而然散发, 在场的十几位资深灵职夫, 更是连站直都困难, 全被无形的灵压压地抬不起头, 一个个胆颤心惊, 惊慌不已。 人群中, 俨然一位蛇语仙熟悉的灵职夫, 德农道人。 作为这群灵职夫中经验最丰富的德农道人, 只得硬着头皮, 勉强开口说道, 风主息怒。 我等研究后, 总结了六个救治方法, 但现在看来, 都无法阻止魔云孤的自我枯萎。 可能, 或许, 其枯萎的真正原因, 我们都没有找到, 还需要进一步细细研究, 陈燕真人面容韵怒, 道袍无风自动, 冷冷地, 看着德农道人说道, 几个月了, 宗门厉害一点的灵职夫, 应该都来试过了。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 到现在还找不出病因? 再等下去, 这五阶大药都死了, 你们还有时间细细研究。 到这个月底, 要是还解决不了, 你们所有人都去石峰洞紧闭三年, 到时也别怪本座无情, 赏金我开得足够高了吧。 你们既然为悬赏而来, 阶下又完不成, 就得承受忘记任务的后果。 陈燕真人后面一番话, 瞬间把德农道人等十几位灵职夫打入了地狱, 让他们有些感到绝望。 怎么还要伐进石峰洞? 云炉风竹也太残忍了吧? 石峰洞, 宗门刑法重地之地, 洞里九幽之风, 十股削魂, 让人痛不欲生。 入洞者, 能挨一个月, 也要行销鼓励, 伤损元气。 挨一年修为倒退, 元气大伤, 人寿如柴。 挨三年还能出来的, 都要敬他一生真汉子。 不过这千年灵孤的任务, 悬赏之高, 的确十年难得一遇。 德农道人等灵职夫, 贪图重赏而来, 却对摩云菇枯萎束手无策, 被处罚也属于正常。 当然陈燕真人这丢尽石峰洞的刑法, 也是太过严酷, 实际上是为了施加压力的成分多一点。 数千年的五阶灵才, 绝对是让修士大能也强迫头的好东西。 一小块摩云菇, 即能增进高修大能的修为, 还是不少高阶丹药的必备灵才, 非常珍贵。 而且摩云菇恢复能力超强, 就像一盆割不完的大韭菜, 年年割年年长。 云庐峰这朵超级奇葩, 不知道让多少宗门真人老怪, 垂涎三尺。 甚至万剑宗, 姚仙公也不时对云庐峰, 发起灵风挑战。 他们看中的, 就有这朵摩云菇。 要不是陈燕真人, 也是极尽园音中的佼佼者。 尤其一身法力无比浑厚, 更手上有几样极品高阶法宝, 恐怕也早被人挑落, 凌风一主。 除了祖师风, 天骄风, 飞仙风为三宫六殿核心传承一脉, 其他三十三封风主, 都是由宗门同经最强的一批园音真人担任, 如此守得住江山。 至于化神镜, 极更强大的存在, 已经不会插手凌风挑战。 这是许多宗门默认的潜规则, 因为化神镜修为太过恐怖, 破坏力太强。 每一座凌风之主, 生死斗法已是常态, 已经看淡生死, 各个星星磨练的坚韧灵力之极, 绝对没有一个是善茶。 所以如陈燕真人这般雷厉风行, 赏伐俱众的风主比比皆是。 虽然陈燕真人说, 观石风洞有施压的意思, 但如果摩云菇真完蛋了, 或许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把接过这任务的灵直夫都丢进石风洞去松松筋骨。 一众灵直夫被吓得心颤不已, 不得不更加卖力去刮土, 取样, 切片等, 再次仔细重复, 以图找到摩云菇病因。 陈燕真人看着众灵直夫颇有些恨气不争, 忽然想到什么? 诞生说道, 我怎么听说, 问道风的百药源重灾, 还有雷鸣风的运雷金竹任务, 前几天都被人完成了? 那位灵直夫, 可是你们其中哪位? 听到真人提及这两个任务, 众灵直夫不由精神一振, 他们面面相去互相打量, 但在场的人平日都比较熟悉, 资深灵直夫圈子也就那么一点大, 谁还不知道谁本事? 对啊, 高手赶紧出手, 不要藏着噎着了, 我们不脱师就是, 那位高手应该不在这里。 德农师叔上次, 你不是说, 差点就可以完成 问道风百药源重灾任务吗? 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最后齐齐看向德农道人, 希望齐能把那位神秘高手信息说出来, 再把人叫来, 把脉磨云菇。 德农道人神色有些难堪。 娜娜地说道, 那位高手是位非常年轻的小修士, 当初我还以为他也是去凑热闹的, 没想到是我眼浅了。 后来我打听了过了, 他叫蛇雨仙, 法号道红, 是今年新晋外门弟子, 想来天生具有强大的灵直夫天赋, 否则刚入门, 怎么可能连黑线重灾也能解决? 一位中年灵直夫也说道, 我也听说了, 雷鸣风运雷金竹任务也是这位师弟出手完成的, 实在太厉害了。 那运雷金竹我也去看过, 太难了。 众灵直夫七嘴八舌, 竟有些热闹地谈论起蛇雨仙来。 一位刚入门几个月的新晋外门弟子, 一出手就解决了众灵直夫束手无策的两大任务, 蛇雨仙自己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成为灵直夫圈子里崛起的新偶像。 陈彦真人见高手并没有来, 不由有些失望, 道红这位弟子, 把另外两个困难的任务都完成了, 却进不来我雲鸣风。 莫非, 看不起本作的赏金吗? 想到这里, 雲鸣风风主心一狠, 取出风主令牌, 反手就是又砸下一笔奖励。 他直接将千年灵孤任务的悬赏额度, 提高了两万贡献值, 一千中品零食。 远在外事店的子府云瓶上, 顿时陈彦真人的大手笔加赏给震动了, 直接爆出一团灿烂的烟火。 一瞬间, 就吸引了无数街任务弟子的注意。 近百年外事店第一句上, 陈彦真人实在扩起。 千年磨云菇无故枯萎, 谁能拿下, 谁就一夜暴富。 大家看, 陈彦真人的任务流言变更了, 点名道红舍雨仙, 这是哪位大神? 我知道舍雨仙是谁, 就是小芳是仙琼后, 零九的创始人之一, 她的零九也是顶好的。 可惜, 现在好像不卖了。 最新绝密消息, 舍雨仙延无常约战外门弟子王云超, 月底有好戏看。 道红师弟灵芝夫, 天赋如此出众, 可惜耐不住兴气, 进去上生死擂台, 这岂是灵芝夫之所能。 陈彦真人一番豪阔知己的操作, 直接把舍雨仙送上了宗门热点人物榜。 原来, 她刚才直接把千年灵固的任务奖励, 提高了二万贡献值, 一千中品零食。 一千中品零食, 相当于十万块低级零食。 而且陈彦真人还在任务说明上, 特别点名舍雨仙, 弟子舍雨仙。 你能完成百药园及运雷金竹任务, 为何不来我云颅峰? 莫非是看上其本作, 还是看不上奖励? 现将奖励提高, 你若真有本事就来拿。 令, 别逼本作上门, 直接抓人。 阔气, 大气, 霸气, 一代临风之主的风范, 净显无遗。 云炉风主陈彦真人的真性情, 也由此让无数外门弟子, 敬仰不已。 连带的, 外门新晋弟子舍雨仙的不少事迹, 都被有心者挖掘出来。 创制出一款全新零九仙穷号, 带动南路竹舍兄弟一同晋级, 被分到兄宅乐习院, 兄弟生戏方子流出, 生意被打压, 和昔日朱仙镇同乡王云超, 月底要上擂台了恩怨等等。 不少宗门弟子, 对舍雨仙的遭遇颇为同情, 虽然类似事情, 宗门也屡见不鲜, 但奈何舍雨仙被大佬陈彦真人亲自点名, 人气正热, 自然有点人心所向的意思。 外事店的热闹, 身在问道风临天中的舍雨仙, 却浑然不知。 这几天沉浸修炼之中, 对黄庭经的领悟越来越深, 修为提升很快。 如果不是要构建木器兜藏, 想来炼器武藏都快了。 但黄庭经练器竟对武器兜藏重点标注, 一定要宁华构建, 此乃后续晋升, 不断累积变强的根基所在。 舍雨仙以百药元朱果木灵气息为影子, 加上自己念识心神上的优势, 已经大致构建出了木器督藏的轮廓, 再多些时间, 必能攻城。 他的通讯玉符亮个不停, 显示很多人找他。 心里也是感到奇怪, 平日自己也没什么人找啊,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心神缓缓从黄庭经意境中退出, 然后点开通讯玉符一下。 哟! 一大片讯息直冒, 认识的不认识都有, 他首先点开了熟人的留言。 戴小云、 钱浩来、 钟小伟、 赵黑子、 道林、 道合、 道罪、 黄爵等, 都在关注他和王云超的斗法之战, 顺便也祝贺他, 喜提两个任务的巨额奖励, 以及恭喜他被地位超然的云卢峰主给亲自点名了。 这些同门, 基本算是他现在在玉成宫的人脉关系了。 雨仙, 你怎么和王云超上擂台了? 他背后有许耀天称药, 你千万要小心。 戴小云、 赵黑子言语中充满诧异及担忧。 同是朱仙震出来的, 戴小云他们也想不到, 蛇雨仙与王云超会闹到这等地步, 已经到了要绝生死的地步。 对此, 蛇雨仙只简单地回了一下, 说了被故意分到凶宅月西院, 以及零酒市场的闹剧。 前后来, 钟小伟则是更关心他的斗法能力, 尤其前后来在外门也混得不错, 打听到关于王云超的斗法准备情况。 甚至都给蛇雨仙点出了几件法器。 王云超已经拥有火云剑、 厚土盾与战灵甲等情况。 胖子这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 给蛇雨仙提了个醒。 许耀天, 王云超自以为胜券在握, 可随便拿捏我。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 我已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炼气二层。 改修黄亭经后, 一身灵力之精纯浑厚, 即便面对炼气中期, 出手我也有底气。 三件终极法器, 的确可以给我造成麻烦, 但也仅是麻烦而已。 许耀天这次下了血本, 把王云超装备的威胁十足, 蛇雨仙耀, 还是炼气二层, 说不定真要隐恨擂台, 任由拿捏, 生死竞操他手。 可是炼气中期的修为, 以黄亭经凝炼转化的灵力无比精纯, 水气都藏, 极大增强了他灵力徐航, 再加上精通级的法术威力, 已经可以抹平对方终极法器的优势。 以王云超不过二层的修为, 又能驾驭三件终极法器多久? 北道林, 道罪, 黄爵等也简单回复了一下, 有人关心的感觉还是挺温暖, 不管个人出于什么目的。 但修真界就是这样, 有利用价值, 有发展潜力, 才会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 无利用价值, 才代表自己是个彻彻底底的无用废物。 至于云卢丰主陈燕真人亲自点名, 这个还是得推后一下, 等与王云超斗法之后再说。 暂时, 就只能在心里说一声, 丰主得罪了。 蛇羽先被陈燕真人关注上了, 这也出乎他的意料。 一个是极限原因真人, 堂堂三十六丰丰主之一, 一个是心境外门弟子, 修为不堪一提。 按正常发展, 两人要互相对上眼, 走到彼此面前, 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呢? 尤其, 陈燕真人豪气万丈的加重悬赏, 摆明是本作不差钱, 你有本事就来拿。 这丰厚之极的任务奖励, 真让他怦然心动。 通过此事也看得出, 灵职催生, 万虫退避等这些种田天赋, 也是影响深远。 隐隐地, 让他现在就有走到原音大能面前的资格与底气。 还有不到十天, 争取把木器都藏宁华成行, 到时生死斗法, 更是胜券在握。 排除杂念思绪, 蛇羽先掏出一瓶贝灵丹, 半瓶灵丹入腹, 浑身灵力再次挣腾起来。 意念笼罩干部区域, 上面绿色灵力光纹已经大致显出了轮廓。 剩下的就是加大灵力注入, 直到完全构建成形, 木器都藏, 就算成功了。 黄庭经炼器近五大都藏, 强则强矣, 但实在太过烧钱和费时间。 没有足够资源支撑, 即便天赋过人, 修为进度也快不了。 一般炼器中期修炼, 都是一颗一颗服用贝灵丹, 在蛇羽先这里, 却是动辄一口半瓶的量。 就这样, 在蛇羽先前行修炼重, 八九天一画过, 转眼月底一致。 就在擂台斗法约定时间的前一天, 但要已消耗一空的蛇羽先, 终于将木器都藏凝滑成功。 只见念识内识之下, 在蓝色光球般的水器都藏旁边, 一颗充满嫩绿生机的木器都藏彻底凝滑成形。 成形的瞬间, 蛇羽先就感觉自己, 犹如吃了传说中的人生果一般。 浑身充盈生命契机, 无比通透惬意。 吐一口气, 都带着清新的雨后花木的味道。 甚至, 他隐隐有种觉悟。 我的寿命好像也增加了。 肉身耐力更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木器都藏极大增加的甘动力。 现在, 叫一声刻甘之王也是名副其实。 前世那些刻甘的兄弟, 木器都藏了解一下。 在《黄庭经》注解中, 甘还主魂, 刻甘相当于增强神魂。 魂强大了, 念识心神自然也跟着增强。 精神更好更持久, 长期专注做一件事情, 自然就不会觉得累。 换句话说, 木器都藏, 其实是通过壮大魂来增加生命力。 刻甘有点就是刻命的意思。 耐力超强, 熬得住, 还熬得久, 看谁能熬到最后。 与此同时, 蛇羽仙身上的灵力气息, 嗡得一声无形震荡, 修为肉眼可见得上长了一减。 炼气五层, 水到渠成。 随着木器都藏成形成功晋升, 过程纵向丝滑, 毫无持质, 这是最完美的突破提升。 炼气五层, 灵力再次增强两层。 与玉须采气绝, 以及普通功法晋升的炼气五层相比。 蛇羽仙一身灵力, 无论精纯度, 还是雄魂程度, 都要超出四层左右。 从水器都藏, 木器都藏, 宁滑后修为的提升程度来看。 黄庭经五大都藏, 应该是每多构建一个, 灵力气息就比铜镜要强大两层左右。 以此类推, 五大都藏全部宁滑, 成功的话。 我足足可以比铜镜修饰, 强大一倍之多, 他从没过膝盖的茂盛风铃花丛中缓缓起身, 抬头望了望问道风的云天, 只觉气清景明, 万物可耐。 若有所思, 心面一动, 硬绝捏出。 啊! 啊! 深周虚空中, 顿时淡蓝色, 木绿色灵力鼓荡, 转瞬间, 一条淡蓝色水龙, 和一条青绿色木龙昂首摆尾, 飞快地在他身边游动起来。 想不到, 黄庭经练气经自带术法, 竟不是一条龙, 而是五龙银, 一兜藏一条龙, 五龙齐出, 铜镜术法威力, 已然无出其右。 蛇语仙念时操控之下, 灵力双龙上下腾飞, 或雷霆之势轰击, 或双龙绕体守护, 越来越灵活自如。 他哈哈一笑, 纵身往虚空一跃, 身影已化为一道青光疏地消失, 转眼已在百米之外。 擂台之战, 我来了。 炼气五层, 双龙轰击, 威力惊人, 王云超之辈, 不过一招二, 这一战, 已经必然没有悬念。 修为提升, 身法速度也跟着提升了不少。 小五行腾挪术起落如垫, 纵横如风, 可以把什么灵波不支流彻底碾压。 先去小方市, 把土圆盾取回来, 再买几颗恢复灵力的回灵丹, 准备还是做一下的, 不能大意。 蛇语仙身法极快, 起纵之间, 轻袍飘飘, 乌发飞扬, 何等逍遥姿态。 入门不过五个月左右, 他已经一跃而成练气五层, 这修为进度, 甚至超过了不少二灵根修饰。 虽然修饰, 到了练气后期, 修为进度会变慢不少, 但在练气中期的提升速度, 蛇语仙甚至已经超过了曾经的许奥天。 王云超三灵根资质, 更是已经拍马都追不上。 天才与废才之间, 身份已悄然发生逆转。 在别的修饰眼中, 他还是练气四层, 因为练气觉掩饰了一层修为。 练气五层, 术法精通, 黄亭晶两大都藏宁华成功。 甘王, 慎斗士, 两大光环悠悠者。 就问云超之流, 怕不怕? 南路小方是, 练气房。 徐大锤对蛇语仙耽搁这么久, 才来取土圆盾, 本来还有点不太高兴。 但随口问起蛇语仙名字, 发现他就是现在外门风头正经的 外事电铃直聚赏任务终结者。 而且还是明天演武场生死类台主角之一后, 却是咧开大嘴, 笑得合不拢嘴。 徐大锤加油鼓劲地笑道, 道红师帝, 拿上我炼制的土圆盾, 可一定要弄死弄残那个道云小子, 不要剁了, 我道锤出品的威风。 蛇语仙接过土圆盾, 细细查看了一遍, 灵力瞬间输入, 土圆盾便打上了他的念石烙印。 灵力嗡鸣, 黄芒闪烁, 土圆盾一化为三, 围绕他体表旋转, 运行无碍, 显然已经修复好了。 道锤师兄手艺不错, 蛇语仙颇为满意, 顺手将剩下的零食款付了。 那是当然, 我徐大锤做生意, 讲的就是一口唾沫一个钉, 从不狂人。 徐大锤口头禅, 顺手拈来。 店里好几位在挑选法器的宗门弟子, 听到蛇语仙的名字, 也是满是好奇地看了过来。 你就是蛇语仙师弟? 果然清俊不凡, 我看好你。 道红师弟, 你是真的牛, 敢放云如风煮沉燕真人的鸽子, 还一放这么久? 说起你和道云的擂台斗法, 是因为灵酒事件吧? 我还真好奇, 你的仙琼号味道究竟如何? 能比天云号好喝吗? 蛇语仙看着走过来的几位同门好奇宝宝, 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出名了。 他淡然向众人作一回道, 多谢诸位师兄关心, 擂台之战我也是迫不得已。 至于仙琼号灵酒, 无论口感还是灵力转化, 自然超过天云号一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说完, 便向许大锤等人点点头, 离开了炼气坊。 土圆盾现在有点不够看, 因为前后来的情报中, 王云超会用一把厉害的终极法器火云剑。 终极飞剑砍低级灵盾, 自然如破败极, 抵挡不住。 但蛇羽先要的是一瞬间的抵抗空间, 火云剑虽然锋芒凌厉, 但碎破土圆盾, 必然也有一丝的威致。 这微微一顿, 就是他需要的反应机会, 精通级的小五行腾挪术, 便可让他轻松闪避飞剑。 术法掌握境界, 一般分入门, 掌握, 精通, 纯熟, 圆满, 入神等六个级别, 每多一个级别, 术法威力就有不小的提升。 以王云超的资质, 就这十来天的功夫, 想来不过勉强能驱动火云剑而已, 在精通级的小五行腾挪术面前, 威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蛇羽先出了炼气房, 又去丹房买了三颗回灵丹, 以备不渝之虚。 虽然水气都藏让他化身渗斗式, 灵力源源不断, 续航持久, 但双龙银很费灵力, 回灵丹配合水气都藏, 能更迅速地恢复灵力。 出了小方式, 他略微犹豫了下, 还是想回月西院。 有十来天没怎么搭理李潘了, 恐怕他以慌的一批, 得回去陷下身, 让其安心。 而且, 灵天里的幻梦花, 醉鲜果成长得很快, 再过几天, 应该就可以采集酿酒了, 回去顺便交代一下李潘。 种了一亩多的零酒花果, 短期内的醉八仙零酒材料, 已根本不愁, 别人搅乱醉鲜果等材料的市场都没用。 这一次, 他可是做足了准备。 醉八仙如果真能成就二截零酒, 就不但要把天云浩彻底打压下去, 还要进军宗门最火爆的群星方式, 那才是赚大钱的地方。 不过蛇雨仙这次想好了, 最近他在外门已经够出风头了, 不符合他心目中的低调狗道流发展。 这一次醉八仙的销售, 他必须隐身幕后。 因为醉八仙极大可能会卖得非常火, 如果他直接出面, 到时候, 他这位零酒创始人, 及生财精童, 必然会再次成为外门弟子中的热议人物。 得找个实力够强, 地位够高的宗门威望人物, 来抵挡到时各方的觊觎及打压。 这样的重量级高手, 我好像也不认识谁啊, 再回掩月谷的路上, 蛇雨仙没有为明天的擂台斗法担心, 反而为即将推出的醉八仙零酒事宜而苦恼, 还是修为实力太低, 没什么背景, 护不住自己的利益。 他一边赶路, 一边思考人选, 不由怎么的, 就想到了问道风的冰山女皇赵皇飞。 念叨宗门天骄女神赵皇飞, 他竟越来越觉得这个挡箭牌非常好。 筑基八仙修为, 实力够了。 冷傲美艳, 气场强大, 在宗门肯定有无数护花使者与追星一族, 利于打开零酒市场。 有粉丝, 有话题, 有实力。 用前世的经验来看, 这就是妥妥的最佳代言人选。 让出一部分零酒的利润, 还顺便可以化解其对自己的敌意。 拿钱手软, 想必会不好意思再来找自己麻烦吧。 唯一要想好的是, 怎么让这位冰雪女皇来为最八仙站台撑腰, 对方看不看得上, 愿不愿意, 都是未知数。 半途中, 就在她想着, 如何搭上德皇女师叔的路子时, 突然心里陡声紧照。 侧方, 有利器破空之声, 有人袭击。 她心中凛然, 瞬间清醒反应过来。 体内灵气急速运转, 身体微微一缩, 移动, 便瞬间消失在原地, 身法之快, 如风如电。 小五行藤魔术, 现在几乎成了她的本能, 念叨人道, 变幻莫测。 So, 一抹突然飞出的白色剑光, 哀势汹汹地, 穿过她原来的位置。 只要她再慢一点, 就必然会被这飞剑洞穿身体。 按着偷袭的位置, 应该又是冲着废她一条大腿来的。 彼之娘也。 我大腿和你们有仇是不是, 上次坑王偷袭, 也是瞄准我大腿。 蛇语仙化为一道幻影, 书弟出现在百米之外, 目光冷烈, 抬头朝偷袭者看去。 一位面容阴狠, 颧骨高耸的年轻轻衣弟子, 神情带着些许惊诧, 从路旁的树林中飞掠而出。 哟, 师弟对不住了, 我刚在练习操控飞剑呢。 年轻轻衣道人满脸歉意, 怪笑着说道, 庞佛刚才不过是意外, 他向蛇语仙连连拱手, 态度诚恳地表示歉意。 蛇语仙刚要开口, 却脸色微变, 足底一点, 灵力炸开, 迅速朝右侧一闪。 原来, 那一枚白亮刺眼的飞剑转了个弯, 又悄悄地在他背后闪电般射来。 好恶心的家伙, 故意用话来麻痹我, 要真信了他的话, 恐怕躲得了第一剑, 也躲不过这第二次更狡诈的袭击。 蛇语仙避开后, 心里火气疼得就起来了。 这人绝对是冲着自己来的。 实在抱歉哦, 前几天刚上手这把飞剑, 控制不住, 差点伤着你脸。 哎, 小心! 年轻轻衣道人物字大呼小叫, 喊小心的同时, 却没有发动攻击。 等蛇语仙微微一顿后, 立马又是狠狠一剑, 瞬间加速, 如白色电光刺出。 一个小五行藤挪术, 蛇语仙瞬间避开, 出现在年轻轻衣道人的身后。 他也懒得理会, 这袭击者的奸诈垃圾话, 搜搜连发三枚水剑, 凭自行发射, 隐隐封锁对方闪避的几个方向。 年轻轻衣道人怪叫一声, 愿则道, 师弟, 你怎么还跟我较真起来了? 都说了, 不是有意冲你来的。 咦, 你这水剑术, 有点东西啊? 狡诈归狡诈, 年轻轻衣道人, 一身修为的确不容小觑, 只见其身形一折一闪, 已经轻松从品字形水剑中侧穿过去。 这身法滑不溜丢, 相当娴熟老练, 显示其杀法斗法经验极为丰富, 飞剑操控及身法速度都很厉害, 是个很角色。 但, 年轻轻衣道人刚躲开, 面色有几分轻松得意时, 迎头却又是三发水剑击射而来。 施法速度这么快, 角度还这么刁钻? 师弟你可真坏啊, 隐藏得滴水不漏。 年轻轻衣道人, 这次是真有点吃惊, 对蛇羽仙有点刮目相看, 略微匆忙地躲开了蛇羽仙的这一次反击。 练气四层, 资料, 也相差太远了吧。 这活, 得加钱。 年轻轻衣道人, 脸色凝重了些许, 顺手一挥, 飞剑再次点射而出, 同时祭出一面盾牌法器, 绕体防御。 吐气胡落, 瞬间之间, 蛇羽仙与其已经交手好几个回合。 对手虽然很力狡猾, 斗法经验也十分丰富, 但给蛇羽仙的压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这让蛇羽仙, 微微松了一口气。 对方也是练气五层的修士, 同镜薄杀, 以精通级的小五行腾挪术, 就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每次几乎顺发, 连发的品字形三枚水剑, 更是让对方如灵大敌。 仅仅依仗两门竖法, 已经隐隐压过年轻轻衣道人一头。 自己刻过肝, 胜后, 战斗起来越发得心应手, 反应迅速, 始终满蓝的状态, 让一切变得游刃有余。 蛇羽仙看到偷袭者的道袍上, 有一枚小剑标识上, 也看出起年轻道人的身份, 袭击者来自宗门三十六封的剑先锋。 剑先锋弟子, 基本都是狠角色, 逞凶斗狠, 杀伐凌厉, 是玉成功对外主战力之一。 毕竟, 剑先锋弟子, 可是甚至敢跟专门练剑的万剑宗弟子叫板的。 刷! 刷! 蛇羽仙体内五色气环运转加快了, 身形如电, 顿时在场上留下一连串残影。 偷袭者来意, 以及背后指使人, 他已经基本猜测得出。 所以, 自己也根本不用客气, 正当防卫, 在哪里都说得过去。 东, 西, 南, 背, 上空, 尽是他的幻影, 变幻莫测, 虚影不定。 相应的是密密麻麻的水剑光点, 从各个方向朝见先锋年轻道人附射而去, 犹如一阵剑雨。 瞬息之间, 蛇羽仙已发出了七七四十九枚水剑, 彻底将年轻道人所有躲避空间封锁。 极快的身法, 配合极速的施法, 才能产生这堪称华丽的水剑阵。 甘王, 圣斗士, 为我加冕! 不知不觉, 他已强大如斯。 请师兄评点一番, 我这水剑术运用得如何, 千万别客气。 蛇羽仙也有意刺激对方, 也让年轻道人尝尝垃圾化的味道。 甚好! 师兄认输, 还望师弟宽宏大量, 放无一马。 年轻道人怪声叫唤中, 大喝一声, 身体冒出一层护体剑盾, 这是剑修防御法术。 又手忙脚乱, 连拍出三道符路, 瞬间形成三层土圆盾防御。 法器盾牌, 护体剑盾, 三重符路防御。 年轻道人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护甲叠加到最大。 他斗法经验丰富, 第一时间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蛇羽仙这一波凌厉攻势, 无法躲避。 年轻道人选择硬抗, 抗住了保住性命, 抗不住就要被射成刺猬。 但年轻道人嘴上怪叫服软, 神情却依然很利阴沉, 显然又是麻痹的垃圾化。 崩崩崩。 四十九枚水剑在年轻道人身上炸出了漫天水花。 重重顿碎, 血雨抛洒中, 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从水剑光点中狼狈击射而出。 冲出剑雨覆盖, 年轻道人咬牙往身上拍了一道价值不菲的高阶预风符。 身法陡然加速, 埋头就往远处狂奔逃顿。 实地好手段! 今日之败, 我道争铭记在心, 日后再报。 身上喷出八九道血剑的年轻道人, 头也不回顿走, 抛下一句狠话, 飘荡在凌乱战场的上空。 舍雨仙估算了彼此速度, 也就没有去追了。 这自称道争的剑仙风弟子, 有高级御风符加持, 速度应比他现在的小五行腾罗术还快一点。 一枚三阶御风鹿, 价值至少一千块零食, 乃是保命逃命的必备手段。 效果也很明显, 关键时刻, 救了年轻轻衣, 道人一命。 舍雨仙没有贸然追击, 一是拿不准对方还有没有拼命手段, 二是他也出了一口恶气。 至少中我九发水剑, 这道争浑身冒险, 跟一面破筛子也没什么区别了, 不死也差不多没了半条命, 即便能恢复过来也得大兵一场。 那位自称道争的剑仙风弟子, 舍雨仙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许傲天, 王云超那边请来的打手。 明天就是擂台决斗, 王云超他们心里没底, 派个人来, 试探一下舍雨仙的底细, 顺便废他一条胳膊或大腿啥的, 这样王云超就能吻操胜券了。 道争出手的第一剑, 确实是冲着舍雨仙大腿去的。 只不过, 道争也好, 许傲天及王云超也好, 都大大低估了舍雨仙的真实修为。 原本, 道争以炼气五层的修为, 狠力狡诈的斗法手段, 来不小心弄残舍雨仙一个炼气二层, 是信手拈来的。 奈何? 许傲天等人的情报实在是滞后。 他们岂能料到舍雨仙不声不响, 修炼到了炼气五层。 炼气五层, 术法精通, 霸道小五行腾挪术, 两大都藏, 舍雨仙甚至都没施展水龙银, 就将铜镜的道争给重伤了。 水气都藏, 木气都藏在战斗中, 不显山露水, 却让舍雨仙充分体会到了, 什么叫体力充沛, 灵力绵绵不断。 刚才念戏之间, 连发四十九枚水箭, 我也只是当时灵力稍微空了一下, 但马上就被水气都藏给补充满了。 而且, 交手虽短, 却迅如电火, 大部分时间在爆发状态, 实际体力消耗应该很大, 然而木气都藏增持之下, 现在却没有什么疲倦之感。 舍雨仙手掐硬绝, 凝聚出一大团水气, 将凌乱的打斗场地冲刷了一遍。 刚才两人交手极快, 从开始袭击到战斗结束对方逃顿, 也不过数息功夫。 既然没有惊动宗门寻山弟子, 或者说, 对方早已经安排了, 所以没人出现。 那就这样吧, 他也不想让人来盘问, 这盘问哪, 麻烦。 不知道我这实力暴露了一部分。 王云超明天还不敢出现在擂台上。 舍雨仙现在反而怕王云超不敢来了。 经过半路袭击, 后面路程也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他顺利地返回掩月谷月希院。 月希院, 李潘灰头土脸, 却还高兴地迎了出来。 他见面就朝舍雨仙兴奋喊道, 雨仙老大。 我把彩灵丹也炼制出来了, 现在有成功率有六成。 还献宝似的拿着一瓶彩灵丹左右摇晃。 舍雨仙微微一笑, 给了一个鼓励与欣慰的眼神。 很好啊, 看来李潘你, 还是有点炼丹天赋的。 十来天就能掌握初级炼丹术, 将彩灵丹成功炼制出来。 承担率六成, 李潘这炼丹天赋绝对可以, 甚至可以称一生炼丹小天才。 是啊, 等我彻底掌握了彩灵丹, 就会尝试被灵丹的炼制。 到时候, 也帮得上老大你了。 李潘很高兴, 觉得自己起码不再是个拖油瓶, 能帮舍雨仙做点事了。 现在李潘心态也完全适应了, 悄悄地也改了称呼, 打心里认了舍雨仙这个老大。 如果道徒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 那我愿意一直做你身后的小跟班, 小老弟。 老大不戒, 小弟不离, 即便万劫, 我也愿意做你最忠诚的兄弟。 这是李潘内心的一番暗自发誓。 舍雨仙感受到了李潘的心意, 也没有纠正他的称呼, 这样两人之间感觉也更融洽。 何况修真世界, 实力为上, 打者为尊, 自己虽然比李潘还小两岁, 但修为却已远远超过了, 才炼弃一层的李潘。 老大这称呼, 他舍雨仙受得起。 好, 以后你炼丹所需的灵财, 我包了。 将来炼制出来的丹药, 除了留好你我修炼所需, 其他的, 你都可以去方式卖掉。 收入可以拿去采购一些护身法器和道法。 舍雨仙现在也没想让李潘为自己赚多少零食, 更关注的是李潘自身的成长与安全。 目前, 属于投资增长期, 而未来可期。 经历刚才见先锋弟子道争的偷袭, 以及以前坑王蔡才子的攻击, 他也终于明白, 玉城宫内也并不安全。 虽然寻山弟子很多, 宗门绿条可畏, 但真想钻空子, 玩手段,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明天我就要和王云超上了一台斗法, 今晚我闭关养山。 你也自己忙去吧。 舍雨仙交代一下, 便走进自己宽敞奢阔的练功近视。 他回顾, 总结一下战斗过程, 除了修为, 术法更强外, 还有自己的精纯念石, 在与道争的对杀中,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几乎一两夕之间, 他布下了四十九枚水剑针, 没有强大的念石之力, 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之前他对阵蔡彩子时, 瞬间爆发九季水剑术, 就很有被掏空的感觉。 现在爆发四十九次水剑术, 却显得游刃有余, 可见这段时间, 他的念石也强大了很多。 三眼观想法, 看似战斗上用不上, 实际上却增强了他的斗法底蕴。 当然, 运雷金竹不灭雷意, 对念石的洗练也起到相当大的注意。 种种累加起来, 成就了一个崭新的蛇语仙, 一个不再是可以被随便拿捏的小修士。 我虽然只想低调种田, 苟成大能, 但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战斗。 蛇语仙盘坐蒲团之上, 一心三用, 回顾总结战斗, 运行黄亭金炼化灵力。 顺便思考, 如何去抱一下绝美冰山女师叔赵黄飞的大腿。 不, 施玉腿。 明天的斗法, 她已胸有成竹, 自己才是控场的那个。 且说道争, 从蛇语仙手下逃出升天, 回到剑仙峰自己的住所, 又是止血疗伤, 又是不停大骂。 她的确是个狠人, 身上被水剑洞穿了八九个血洞, 也咬牙撑了下来, 没有去找丹药师治疗。 许耀天, 这次我可被你害惨了, 差点连命了都丢了。 那蛇语仙根本不是炼气二层, 而是TD炼气四层。 这一趟我彻底血亏。 你得加钱, 大大的加钱, 道争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咬牙切齿地在通讯玉符上跟许耀天说道。 怎么可能, 十几天前她身上的修为气息, 还不过是炼气二层。 那一边的许耀天文言, 顿时大为震惊, 终于觉得有点棘手了。 道争不屑地哼道, 脸气觉知道吧, 这位半猪吃老虎的蛇语仙, 想也不用想是修炼了类似隐藏修为的法术。 说不定, 他早就炼气四层了, 这次你们擂台决斗, 是被他给坑了。 许耀天马上也醒悟过来, 顿时浑身都不爽了, 自己竟然被一个看不起的杂舞灵根给耍了。 可问题是, 一个杂舞灵根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快修到了炼气四层? 莫非, 他身上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机缘? 哼, 既然被我知道了, 这机缘以后就是我许耀天的了, 以杂舞灵根正常修炼进度。 如果按入门五个多月来算, 修为肯定只是炼气一层。 五年内, 绝大部分杂舞灵根也到不了炼气三层。 许耀天的猜测也会是其他人的怀疑。 当然, 蛇语仙完成两大巨额悬赏任务, 如果兑换成炼气进修炼资源, 绝对堆也能堆上炼气四五层, 但时间也有点太快了。 尤其许耀天在藏经阁与蛇语仙发生冲撞后, 后面早就打听清楚, 蛇语仙的宗门贡献值, 基本用来兑换玉成功核心传承功法, 黄庭经了。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就是这个道理。 蛇语仙如果知道许耀天这样惦记自己, 把自己算得七七八八的, 还真要冒出一身冷汗。 道红师兄, 明日生死擂台上, 请务必盯紧蛇语仙那小子, 他修为是炼器四层, 我表弟有些麻烦了。 许耀天算计半天, 还是觉得要和某人交代清楚。 放心, 我住接二层, 炼器四层在我面前如同儿童罢了。 不过, 事后天云号零九生夜, 我的股份得加一成。 行, 你背后有金单撑腰, 也值这个价。 一桩黑暗下的交易, 通过玉符传音交流, 又不为人觉得达成了。 第二天一大早, 楚秀峰, 延无常。 平日里就比较热闹的延无常。 今天气氛更是热烈, 众多外门弟子早早就赶到这里, 坐等看戏。 众人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 就插班凳子磕瓜子了, 在那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更有好事的外门弟子, 直接开起了盘口, 赌起了输赢。 我压五十块零食, 压王云超赢。 三剑终极几瓶法器, 即便练器中期, 也打得过了。 我压一百块零食, 也压王云超赢。 有那门天才师兄服强, 会输才管。 我压二十块零食, 小玩一下, 压王云超。 外门生死擂台, 没有腰战斗法, 一定会让许多弟子兴奋异常, 前来观战, 赌输赢。 宗门弟子平日里埋头修炼, 娱乐休闲活动很少, 每一次的生死斗法, 都会强烈地吸引到他们。 在场大部分弟子, 都是压王云超赢。 其装备了三件中级极瓶法器的事情, 早已传播开来。 而且像许奥天这样的那门天才, 绝对会凭借自己的人脉手腕, 去准备更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手段。 人群中, 一位遮头蒙面的剑仙丰弟子, 身上还带着颇为浓郁的血腥气息, 走到开盘口的炼气劲后期弟子那里。 这位不愿真面目是人的剑仙丰弟子, 悄悄摸出一个装满零食的橱带, 有些虚弱嘶哑的低声说道, 一千五百块零食, 全部压舌与仙淫。 主持盘口的中年道人双眼金光一闪, 不由多看了这位蒙面弟子两眼, 轻声笑道, 看来阁下是想搏一个抱负啊。 你就这么有信心, 莫非知道些什么? 神秘的剑仙丰弟子并未搭话, 沉默着拿了瓶锯就转身离开, 身上血腥气味散发, 让旁边不少看热闹的人纷纷避开。 剑仙丰, 宗门战力前五, 该封弟子全都是剑仰子, 逞凶斗狠, 极不好惹。 因为剑仙丰弟子和万剑宗弟子天生相冲, 同在黄亭山脉, 都是完剑的, 谁不想分个高下, 所以双方只要遇上, 没事都要找事干一场。 久而久之, 剑仙丰能存活下来的弟子, 基本都成了狠角色。 这位神秘剑仙丰弟子, 身上血腥味这么大, 更是让旁人忌惮不已, 猜想其是不是刚砍人回来。 嗨嗨, 直到出了演武场, 这位蒙头盖脸的弟子, 才终于忍静不住, 剧烈咳嗽一阵, 吐了几口血。 他掀开面具吐血, 真人露脸, 正是昨日袭击蛇羽仙的那位狠人道争。 可, 一群蠢财竟都压那狗屁王云超, 活该给我送零食。 昨日亏大发了, 今天不狠一把都撞回来, 岂不是对不起我以身是法。 剑附近没有人注意, 面容惨白阴沉的道争, 随手一把丢掉染血面具, 然后飞快离去。 伤财堪堪止住, 就不顾身体, 来压一把大的。 狠人? 的确是狠人。 演武场之北, 是一座占地过母的大型生死擂台。 演武场是给外门弟子演练功法, 以及互相切磋的。 生死斗法擂台, 则是给外门弟子, 一个解决纷争的途径, 修饰之间难免争斗, 即便同门, 也根本避免不了。 就在众吃瓜外门弟子的热烈讨论中, 擂台上空, 嗖嗖地飞来, 两道见光。 见光一落, 掀出三个人的面容身形。 手持羽善法器, 气宇不凡的许傲天, 一脸忐忑之色的王云超, 以及一位同样赐金县内门道袍的三十余岁中年道人。 内门天才弟子道敖师兄来了, 果然是力挺那气表弟王云超啊! 叫什么道敖, 不知道师兄更喜欢别人称呼大名许傲天吗? 师兄觉得这更霸气。 王云超几个意思, 还有点惊慌。 傲天师兄力挺, 几件终极疾病法器武装到了牙齿, 你怕个毛线? 就是, 我可是压了大半的身家, 可别出什么幺蛾子。 王云超都来了, 金铜蛇与仙怎么还不出现? 围在擂台四周的众人看到正主之一现身了, 不由更加热闹了。 看向傲力于擂台之上, 强大自信的内门天才许奥天, 以及那位内门中年道人, 很多弟子都心生敬畏。 一个是不到16岁的炼气静九层, 近乎圆满的天才许奥天, 一个是有金丹静师尊背景的内门师兄道红。 在场弟子们都知道那中年助击道红师兄, 这个月是几起生死擂台的斗法事项, 都是由道红主持的。 前后来, 钟小伟, 这时, 也悄悄来到盐武场, 还拿出压箱底的几十块零食, 来称兄弟蛇与仙淫。 此时的前后来两人, 看着擂台上与许奥天笑着交谈的道红师兄, 却是皱起眉头, 觉得不太对劲。 钱哥, 那道红师兄等一下, 不会故意偏向王云超吧? 钟小伟是精灵人, 也有点担心。 你的担心很有道理, 我跟道红师兄有点交情, 给他传音说一下。 雨仙可是我前后来的兄弟, 前后来立刻用玉符念识传音某人。 一会儿后, 前后来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带着几分怒意地望向擂台正中的道红。 麻蛋, 一点勤勉也不给。 道红覆手而立, 一袍无风自动, 在擂台之上, 净显助击修士高人风范。 他有些冷漠, 不懈地望人群中的前后来看了一眼, 随即继续与许奥天聊天。 道红方脸浓眉, 看上去颇为正派。 这个月, 有主持的十几场宗门弟子擂台斗法, 也不偏不倚, 颇有好评。 稍后, 道红缓缓扫式四周一遍, 声音凌厉鼓荡, 传遍整个演舞场。 今日是外门弟子道云, 对战道红。 道云已至, 道红何在? 声音带着淡淡的助击进威严, 一下子将全场乱糟糟的杂音给盖住了。 对啊, 道红舌雨仙, 怎么还没来? 在场吃瓜重弟子, 也是左右扫式, 想看到那个, 最近风头正进的金童少年。 道红环视两遍, 脸色已经有点不, 红声说道。 我只等三溪, 三溪不治, 则是道红失地胆怯必战, 斗法之约取消。 三溪是一会儿的事情, 普通的修士三溪, 也就三分钟左右。 道红要舌雨仙三溪出现, 在众弟子看来是不可能的。 一溪, 转眼过去。 道红与许耀天相识一眼, 微微点头, 尽在不言中。 原本有些不安的王云超, 更是面露喜色。 现在王云超已经有点怕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舌雨仙竟然是炼器四层, 而且还将一名厮杀经验丰富的 剑仙锋弟子给打败了。 二溪, 又悄然过去。 众人期待的舌雨仙, 还没有出现。 众弟子要不是忌惮道红助机威压, 恐怕又要呼和议论起来了。 道红看向台下四周, 声音变得有些冷力, 无故弃战。 细耍同门, 耽误我等时间, 按门规律条, 则需承担责罚, 去铁金矿山挖矿一个月。 铁金矿山, 在玉成宫三十六封外围, 一般是宗门一从, 杂役弟子挖矿赚生活费的地方。 罚去铁金矿岩那里采矿一个月, 基本就是浪费一个月的修行时间。 关键是, 还掉面子, 一般正是宗门弟子不到品炯极限, 也不会去那里自无名声。 那代表你在宗门实在混不动了, 只能身体力行做矿工。 来演武场之前, 徐耀天和道红就商量好了, 早点来生死擂台, 规定时间蛇羽先没出现, 就算起避战。 这样王云超就不用冒险以命搏杀了。 道争袭击失败, 让徐耀天心里也没底。 王云超更是求其想办法, 黄掉这场笔斗。 他还想在道途中逍遥长生下去呢? 万一折在一个杂武林根手里, 那可太冤枉了。 道红方脸冷肃, 不怒自威, 看向演武场大门, 嘴唇息动。 三, 息字未落, 两道身影已经划出一连串残影, 飞进了演武场。 不劳师兄叔叔了, 我蛇羽先来了。 一道清朗, 淡定的声音在演武场响起。 众赤瓜弟子扭头看去, 不由大喜。 那正是轻衣飘逸的多金童子蛇羽先。 蛇羽先的身旁, 则是不太适应大场面, 显得局促不安的礼盘。 蛇羽先轻衣飘飘, 尝试而立, 神秀俊美的风姿, 竟让众弟子有些心折。 人群中的一些外门女弟子, 更是眼波闪烁, 顾不得矜持, 紧紧地盯着那飘逸出尘的身影。 原来道红师弟, 长得这么又鲜又帅, 不少女弟子心里暗自嘀咕。 蛇羽先往位台上摇摇看去, 目光与道红, 许奥天娇撞一起。 这些装作,懒得去看一眼。 这个动作, 似乎极大的侮辱与激怒了王云超, 其瞬间满脸通红不鲜。 蛇羽先, 还不快点滚上来受死。 一个杂武林根, 你嘚瑟什么? 王云超又羞又怒地大声喊道。 说话的同时, 王云超身上接二连三亮起了色泽不一的法器灵光, 淡淡火焰缭绕的火云剑, 化为四面土黄色巨盾的厚土盾, 还有瞬间将他整个人包裹守护的占领甲。 来啊, 废物, 还敢不看我一眼, 等下戳下你的双眼, 让你想看, 都没机会看了。 王云超被刺激得血气灌脑, 甚至把之前的忐忑害怕都冲散了, 朝台下的蛇羽先怒吼。 现在的他, 只想将蛇羽先击败, 狠狠羞辱, 然后再一件击杀。 蛇羽先无视王云超的疯狂, 心中却一喜, 果是个蠢材。 蛇羽先转头看向身旁的李潘, 笑道, 听说诸位师兄在开了盘口, 我也凑个热闹, 买我自己赢, 很合理吧? 李潘点头, 沉住气朝开盘口的几位练气进后期弟子走去, 然后拿出五百零食买蛇羽先赢。 这五百块零食, 是蛇羽先今天一大早, 向可爱的邻居盗林师兄借的。 也正因为磨破嘴皮子, 才从盗林那里, 借来这五百块零食, 已知来得晚了一点。 五百块零食, 还是拿几坛仙穷号, 零酒抵押出来的。 盗林师兄这人, 那里都好, 就是过于吝啬, 是零食如命, 说什么大赌伤身, 向他借钱, 真是不容易啊。 擂台上, 许傲天面色阴沉, 盗洪方脸冷肃, 看着湿湿然而来的蛇羽先。 盗洪冷声说道, 既然来了, 就赶紧上来。 莫非, 还要我们正多人等你吗? 说话的同时, 一股注击尽微压, 有意无意地锁定蛇羽先, 要给他施加无形的心灵压力。 这时开始偏帮王云超了, 斗法还未开始, 恐怖的注击微压, 就能搅乱练气劲的心神意志, 让其稍后, 斗法发挥大师水准。 莫及, 战斗不过一瞬的功夫, 耽搁不了大家多少时间。 蛇羽先淡然一笑, 似乎根本不受注击微压影响。 不就是念石威压吗? 十二年功力的, 我当然挡得住。 哦! 空气瞬间震荡, 他身影往虚空一闪,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形, 转眼人站在生死擂台中间。 身法之快, 不仅让在场的吃瓜群众大为震惊, 台上的许耀天, 道虹与王云超更是脸色一变。 竟然是小五行腾罗朔! 蛇羽先, 你故意隐藏实力, 挑战同门弟子云超, 可谓用心险恶之极, 令人不耻。 许耀天冷喝一声, 开口直接给蛇羽先套了一个阴险不易的帽子, 想误会他的宗门名声与形象。 蛇羽先如心双眸一冷, 看向许耀天, 摇了摇头, 才又转向道虹说道, 主事人, 既然我已经来, 那站在台上的这个闲杂人等, 不是应该滚下去吗? 来而不枉非离也。 许耀天文言顿时气的脸色隐隐发青, 手指蛇羽先点了点, 抛开一句, 等着瞧, 就腾身退下擂台。 他确实不好再待在上面, 哪怕他是内门天才弟子。 但, 不带这样当众打脸的。 偏偏蛇羽先这番嘲讽, 让他无可反驳。 如此, 那就开始吧。 道虹脸色素冷, 抬手一挥, 一个圆弧形的透明光照, 就封锁了整个斗法擂台。 这时开启了擂台防护阵法, 让里外互不干扰。 他是除了两个决斗者之外, 唯一可以留在擂台上的主视人, 一般不会干扰双方斗法, 但也可根据实际变化, 来灵活控场。 道虹突然也感觉, 面前这个蛇羽先有点扎手, 不是自己之前想的那样, 可信手拿捏。 主机灵牙甚至都没有给蛇羽先造成什么干扰, 这尤其让他感到诧异。 罢了, 实在不行, 就想办法保王云超一命吧。 看在天云号股份的面子上, 道虹开启法阵后, 便迅速抽身, 退到擂台的边缘。 当然, 生死擂台这点空间, 他确信, 自己可以轻松, 掌控全场。 场上, 怒火燃烧的王云超, 与淡定飘然的蛇羽先, 摇摇相对, 战斗一触即发。 废物, 现在跪下求饶, 我还会考虑, 留你一命。 王云超刚才被蛇羽先的故意蔑视, 以激怒的不能保持冷静, 双眼血红地盯着蛇羽先。 道争的袭击失败, 蛇羽先的超快身法, 徐傲天传音让他千万小心等等, 这一切都被他抛卷脑后。 现在, 王云超只想亲手击败蛇羽先, 将羞辱百倍还之, 然后心头畅快了, 再一锦轰杀。 一个炼气二层, 喊一个炼气四层废物, 你哪来的底气? 谁废物? 还不够一目了然吗? 蛇羽先覆手而立, 诞生讽刺, 一副魂不在意对手的神情。 体内五色气环, 却悄然高速运转, 念石也牢牢锁定王云超, 对方一举一动, 气息变化, 逃不过他的念石眼睛。 他本可以率先动手, 轻松击败王云超, 但为了获取一些 面对多宝修士的战斗经验, 还是忍住了, 等对方先动手。 从道征那里误回来的斗法垃圾化, 随手就飙上了。 那我这个炼气二层, 就要逆时罚你, 马上你就知道, 使尽刻要上去的炼气四层, 终究也是个废物。 王云超吏嘶一声, 浑身三道灵光瞬间散开, 战灵甲将全身护住, 后土盾则简直犹如三面土墙, 在外面又加了一重坚实的防御。 王云超瞬间面色一白, 挥手祭出了淡淡火焰缭绕的火云飞剑。 去死吧, 拉紧。 快意的骂声中, 飞剑化为一道红色流光, 朝蛇羽仙顺展而去。 但, 就这。 蛇羽仙身形突地消失在原地, 幻影闪烁, 出现在王云超身后不远处。 太慢了。 飞剑虽利, 但持有人太废。 蛇羽仙冷淡的嘲讽声, 在王云超背后响起。 上次被剑先锋弟子道争袭击, 蛇羽仙对斗法中的垃圾化深有体会, 现在用到王云超身上。 发现效果真的非常好。 你才是砸武林根的废物。 王云超陡然失去目标, 虽然有些惊慌, 但听到蛇羽仙的讥讽, 胸中无名怒火, 又盖过了一切。 催动火云剑, 嗖的一声, 直接朝身后的蛇羽仙, 再次斩去。 蛇羽仙已经估算出飞剑的大致速度, 以他的念石反应及小五行藤挪术的犀利, 飞剑的威胁力也就那样了。 不过以防万一, 他还是给自己刷了一层水甲树, 顺便把土圆盾也激发了。 面对飞剑再次斩来, 他毅力不动, 连掐法掘, 水灵力瞬间爆发。 虚空中一连十九枚淡蓝色的水剑, 排成一字形朝着火云飞剑, 直接对攻而去。 王云超念石太弱, 堪堪驱动这终极法器飞剑而已。 动能有限, 十九枚水剑应该就能截停他。 崩崩崩, 水剑术接连被飞剑撞碎, 炸出一团团淡蓝色碎光。 但原本气势凌力的飞剑也马上变得缓慢起来了, 连碎十九枚水剑, 最后剑盲暗淡, 歪歪扭扭地差点掉地面上了。 怎么会这样? 水剑术也能抵挡我的终极法器飞剑。 王云超念石受到反噬, 面色惨白, 鼻血都流出来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几乎要坠落的火云剑。 徐耀天可是给他演示过了, 火云剑的强大, 简直是一剑即出, 所向披靡。 怎么在他王云超手里, 就变得软啪啪了? 因为你太废了。 蛇语仙的斗法垃圾化, 恰到好处地, 又轻轻飘荡而起。 再来, 我就不信了。 王云超一击之下, 不顾大脑晕眩不适, 强催念石将飞剑重新控制飞起。 蛇语仙却有点不想浪费时间了, 跟一个菜鸟斗法, 实在学不到东西。 他更不想持续战斗, 暴露自己更多的底细。 徐耀天还在, 身影一闪, 又出现在王云超身后视野的盲区。 抬手, 灵力迸发。 一连串水剑术, 仿佛不要费灵力似的, 串连成线, 然后像一柄淡蓝色大锥, 狠狠地撞向后土盾。 这一次, 是四十九枚水剑术, 连炼弃五层的道征都没有挡住。 炼弃二层的王云超, 又挡得住吗? 哼! 淡蓝色, 土黄色灵力光芒, 轰然撞成一盆碎芒, 顿破了。 嗖嗖! 剩下的七八枚水剑, 余力未消, 再次轰在王云超的战灵甲上。 不出意外, 战灵甲光芒一阵, 将水剑全部削纳, 丝毫未损。 哼! 我防御无敌, 能耐我何? 一面厚土盾墙被轰碎时, 感受到莫大恐惧的王云超, 本来有点绝望了。 但看到战灵甲如此强大, 劫后余生的感觉, 又让他疯狂地笑了起来。 小心! 快闪开! 突然, 道红念识传音, 提醒有些失去理智的王云超。 王云超漠然一惊, 只来得及微微偏头, 脸上剧痛便弥散开来。 原来, 一枚埋伏在后面的水剑, 悄然杀到, 直奔他头部而来。 他刚才本能之下偏了偏头, 刚好避开了, 但那还算帅气的脸, 给擦出一道深深血痕。 差一点, 他就脑袋开花, 身死到削了。 死亡的恐惧, 让王云超真正体验到斗法的残酷。 去死啊! 王云超掏出三张定身符, 这是最后, 也是寄王最大的翻盘依仗。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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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符路在蛇羽仙身上炸开了, 封锁空间, 似乎定住了。 王云超鼻血长流, 不顾一切地勉力驱动飞剑, 朝那定住的淡淡身影刺去。 飞剑刺中身影, 身影如泡沫般涣散。 人呢? 顿时, 王云超从狂喜云端瞬间跌落, 难以置信之后, 恐惧如潮水涌来。 连定身符都锁不住他的身法, 他的小五行藤魔术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台下的许耀天也满脸震惊, 死死看向刚才与毫厘之间脱离定身符锁定的蛇羽仙。 不知怎么的, 许耀天突然想起之前蛇羽仙那句可笑的话。 三年之后, 我避斩你。 这让他心里生出一丝丝莫名的焦虑。 助激进的道红, 脸色也慢慢变得凝重, 差异。 这定身符有点邪门, 差一点我就动不了了。 蛇羽仙有点后怕。 刚才三张定身符拍来, 蛇羽仙就觉得自己身体以及灵力运行都有瞬间一致的感觉。 虚空中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将他几乎定住, 那一刻他几乎触及了死亡的黑洞。 身不由己的感觉实在太糟糕了。 还好, 体内五色气环受到禁锢之力干扰, 立刻疯狂转动, 两大兜葬也瞬间喷发磅礴灵力。 武器瞬间融合为一, 身体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让他身心一清, 瞬间重新掌握自由。 猛的一闪, 挣脱束缚, 飞略到定身符力量影响范围之外。 他心里浮现出小五行腾挪术的彪悍描述。 功法修炼到精深境界, 则腾飞如闪电, 身法虚幻迷离。 难困, 难锁, 难副, 难杀。 他已经将小五行腾挪术掌握到精通境界, 功法施展开来, 已经有几分术法难境, 毅力难困的威能。 武器皈依, 挣脱束缚, 打破枷锁。 天地难境, 原来如此。 挣脱死亡禁锢的黑暗后, 蛇语仙心中灵光浮现, 刹那之间, 对小五行腾挪术的感悟, 升华到一个更深的境界层次。 武器皈依, 隐隐与黄庭经中的武器朝原筑机, 可七相契合。 羞的一声, 周遭空气诈鸣, 蛇语仙身影, 瞬间拉出一连串残影。 身法如电, 比刚才竟又快了几分, 而且多了一种捉摸不定的飘渺无形感。 擂台上的筑机修饰到红, 眼中不由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 此子净恐不如丝, 定身符都定不住, 还让他将小五行腾挪术推进到更惊人的层次。 这门小五行腾魔术, 放在藏经阁一层好几百年, 可除了杂武灵根, 历来就没有其他弟子能够修炼成功。 没想到一旦炼成后, 竟拥有如此惊人威力。 这蛇语仙, 以后不好惹, 一念之间, 道红突然感觉自己有些懊悔之感。 当初钱号来找自己帮忙推销仙穷号零九, 要是不见力气一心就好, 说不定早早结识了蛇语仙这个潜力非凡的小失地。 更要是没有去摊许耀天, 那两成零九利润, 现在更不会往身里得罪蛇语仙。 只是, 错误已经犯下, 唯有硬着头皮顶下去。 无头铁, 炼气劲又能奈我何? 我堂堂筑机二层, 还怕一个炼气四层吗? 他一个杂武灵根, 未来筑机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道红顺内心复杂莫名, 杂念翻腾, 一时难以平静。 此时, 王云超脸上鲜血淋漓, 瞬间把身上都染红了。 他瞬间就猛了, 惶恐, 茫然, 无助, 恐惧, 他呆了一下, 突然大叫一声, 转身就往道红那边跑去, 一边逃一边大喊。 我不打了, 我认说, 道红师兄, 救我! 这是直接崩溃了。 斗法的残酷, 超过了没什么精力的王云超的心理, 忍受极限。 他也不过是新晋外门弟子, 平日都苦苦修炼提升修为, 法术都没掌握几个, 更别说精通。 切磋, 斗法更是离他现在还远, 根本没有过。 和蛇语仙生死斗法, 就是王云超的人生处子战。 可是, 王云超是抱着碧莹的信心来的,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输。 但此刻他才真的感受到了, 一输, 就会死。 蛇语仙术法精通入微, 身法捉摸不定, 定身符都锁不住, 定不住, 这已经完全超脱了王云超的认知与想象。 他, 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他, 我根本不可能战胜。 炼气五层的道争师兄都偷袭失败, 我怎么可能赢? 我还年轻, 我道徒远大, 我也以求长生, 我不想就这么没意义地死在擂台上。 王云超心中求生欲望爆发, 朝道虹那边逃去。 生死擂台已经被法阵笼罩, 台下的许耀天救不了他, 只有台上助击进到虹才能实力, 有时间救他。 蛇羽先看着奔向道虹的王云超, 对这个曾经的诸仙镇老乡, 有一瞬间的犹豫。 对方已经崩溃, 连后土盾都彻底散了。 此时他只要一发水剑术, 就可以将其爆头。 但转瞬间, 蛇羽先眼神变得果决。 他毫不犹豫抬手, 一连三发水剑, 嗖嗖地射向王云超的后脑。 这是, 他第一次真正要杀人。 坏我道徒, 误我生育, 要我性命, 这就是修炼路上的仇敌。 对待敌人, 就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 当断不断, 日后必受其乱。 入狱成功才短短几个月, 王云超已经通过许奥天的关系, 给了他下了许多绊子。 若安排眉睫月夕院, 就是带着最恶毒的心思, 灵酒打压, 向邵聪被刺, 牵扯到猪等等, 这些都是, 在毁坏他的修行道基。 不要以为我低调种田, 就不会反抗, 就不会杀人。 蛇与仙在此刻变得强硬, 冷肃, 大到深处是无情, 真的不会放过谁哦。 我想守护那一点点可贵的美好欢乐, 现实大事, 却在推着我一步步背离。 理想的欢乐融洽, 美好自由, 与现实的残酷直接, 本来就是天生对立啊。 住手! 他已经投降认输, 台下的许奥天看到这一幕, 急怒地起身大喝。 事情的发展, 早已经超脱了这位内门天才弟子的掌握。 滑向他之前不敢去想的黑暗轨道。 道红妖剑的通讯玉符, 也在此刻, 灵光急速闪烁。 他轻叹一声, 抬手点出, 一面乌精小盾飞向王云超身后, 然后迅速化为一面坚实的巨盾, 将后面的蛇羽仙, 挤水剑, 直接挡住。 王云超已经认输, 你又何必赶尽杀绝? 道红看向神情冷淡的蛇羽仙, 悠悠地劝了一声。 而其维护王云超之意, 却是表现得很明显了。 建筑机出手, 蛇羽仙停顿了身形, 目光如冷电, 看着对面这位一开始, 屁股就偏得厉害的擂台主事人。 宗门擂台, 生死各负, 站在这里, 就是代表要直面死亡。 这位师兄, 你这么做, 越界了。 蛇羽仙冷声说道, 对道红的忍耐, 此刻也到了顶点。 这是公开的腰战, 公平的决斗。 你贸然干涉, 就是对宗门规矩最大的侮辱。 那面乌精盾牌一出, 蛇羽仙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突破盾牌防御, 因为那是筑机静修士的护身灵气, 连筑机修士的公鸡都能稳稳防住。 他心中愤怒, 却需要保持足够的冷静。 道红淡淡说道, 我之作为如何, 自有宗门论定。 但我实不忍一位刚踏入修炼道徒的潜力新人, 就这么早早陨落。 我相信, 台下许多弟子也是一般想法。 一身带写的王云超, 此时已经逃到道红身后, 躲在后面浑身站立, 不住大口喘息。 浑身无力, 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觉。 他嘴里不停念叨道道, 生死斗法太可怕了, 我以后都不想斗法了。 道红听到也微微皱眉, 真是个废物。 上的擂台把自己倒心都给完废了, 以后还能有什么作为。 不过拿人好处替人消灾, 既然做出了选择, 就得强硬下去。 道红也不看对面冷目相视的蛇与仙, 继而转向台下, 自顾自洪生宣布, 今日擂台斗法到此为止, 道云认输投降, 道红胜。 台下吃瓜重, 不由一片哗然。 道红师兄, 这有点太是公允吗? 生死斗法, 各由天命, 岂能随便干涉终止。 王云超这耸祸, 一件血都崩溃成啥样了? 可怜的多金童子, 这是遭遇潜规则了吗? 你们还纠结这个? 可怜我压了三百零石, 王云超赢的? 这个废物! 之前, 有个蒙面弟子, 偷偷摸摸压了一千五百零石在金童身上, 这一下可是赚妈了。 台上, 蛇语仙冷喝道, 我还没有结束斗法, 就得继续下去。 这是生死擂台, 可以不死不休, 直到一方彻底倒下。 话音未落, 他身影一动, 人已飞掠到道宏和王云超的头顶上空, 便如闪电般盘旋了一周。 嗖嗖嗖! 只见七七四十九枚水箭, 瞬间不满王云超周遭所有空间, 威势凛凛, 齐齐暴射而下。 狂妄! 放肆! 大胆! 道宏见状不由怒声赤和, 眼角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喜色。 他一张口, 一道乌金光泽的小剑飞出, 散发着射人的锋芒, 嗡鸣着绕着王云超周遭一圈扫去。 四十九枚水箭, 被乌金飞箭轻而易举全部扫灭, 爆散成漫天凌厉碎芒。 助击出手, 威力显而易见。 舍宇仙之前屡试不爽的水箭术高频爆发, 在助击到红面前, 威胁力大大降低。 道红! 你竟敢违背擂台主事人的判定, 继续行凶, 此乃目无宗门律条, 可谓狂妄之极。 道红伸手一招, 那枚乌金飞箭便电射向舍宇仙, 危机陡升。 作为主事人, 我有权将你拿下, 罚入石风洞, 不满一月不得出来。 道红眼角阴狠之色掠过, 大声做出自己的判法。 舍宇仙彻底怒了, 此时已经意识到, 这位助击是铁了心, 要把王云超, 甚至借机发难, 要对付自己。 他体内五色气环激荡, 在擂台上遍地游掠, 根本不敢在一个地方 做丝毫的停留, 以此躲避乌金飞箭的锁定。 你身为主事人, 主持不公, 偏袒明显, 现在竟然还攻击我。 你不服手就轻, 就还要继续行凶。 我身为主事人, 即可将你拿下。 乌金飞箭左右闪烁, 随着舍宇仙的躲避紧紧咬住, 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可是助击修饰的飞箭, 蛇宇仙毫不怀疑, 自己一箭, 也承受不起。 他现在还可跟飞箭捉迷藏, 不过是因为他念石足够强大, 比道红这柱激进二层, 甚至还强一些。 念石灵动, 可以捕捉到乌金飞箭的一些轨迹变化征兆, 让他可以提前预判闪避。 只是生死擂台被法阵封锁, 他小五行腾挪术, 即便飞箭难所难中, 但空间有限, 迟早会被道红逼到没有躲避余地。 蛇宇仙看上去显向还生, 为台下众弟子也是喧哗滔天。 此时谁都看得出, 道红偏袒袒王云超, 打压蛇宇仙的意图。 道红无道, 公然藐视宗门律条乎。 我等事后必向宗门投诉, 道红必须得到惩罚。 青铜惨了, 要被送进石风洞了。 台下群情汹涌, 台上道红却神情丝毫未变, 一心要拿下蛇宇仙。 此子能将小五行腾挪术修炼到这等地步, 日后更加不好对付。 不如现在抓住机会镇压, 然后设法一步步扰其形, 乱其心, 毁其欲, 最后自然就废了。 一气混原情哪! 末地, 道红眼神一亮。 在乌金飞剑极致压缩蛇宇仙闪避空间后, 抓住石鸡, 画出一只玄金色灵力大手, 一把按在了蛇宇仙身上。 蹦! 蛇宇仙身上灵光蹦射, 小五行腾挪术再次发威, 毫厘之间从灵力大手抓握中电射而出。 你还能逃到哪去? 道红有些气急败坏, 助击出手, 几个回合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炼器四层, 自己岂不是要成为宗门笑话? 瞬间, 乌金飞剑, 灵力大手再次闪电般扫出。 这一次, 蛇宇仙躲避空间彻底被封锁了。 但蛇宇仙并不服输, 既然选择抗争, 那就彻底释放吧。 双龙仪? 他怒吼一声, 浑身灵力鼓荡, 身体两条灵力蛟龙嘶吼着腾飞而出。 一条淡蓝色的水灵之龙, 一条青绿色的木灵之龙, 正是黄亭精炼气境经经典法术之五龙仪。 去! 蛇宇仙手指虚点, 双龙气势汹汹, 一左一右, 毫不犹豫, 分别扑向乌金飞剑与灵力大手。 因为水灵根为主, 所以水龙气息尤其强大, 而木龙威力相对就弱了很多, 所以有选择的分别应对。 轰! 轰! 木龙仰手张口, 将乌金飞剑吞了进去。 水龙横冲直撞, 直接撞向灵力大手, 两者竟同时轰然涣散。 黄亭金的五龙银, 你竟能修成了双龙? 道虹一眼就认出了蛇宇仙的双龙底细。 神情震惊, 这是震惊好多回了。 黄亭金的威能, 道虹岂能不知, 宗门三宫六殿弟子, 各个惊艳绝伦, 斗法厮杀无比强悍, 炼气劲中含有敌手。 此时此刻, 道虹心里是真的后悔了。 蛇宇仙的潜力, 远远超过了他之前的预计。 一个能修成黄亭金的杂武灵根, 那就不再是废材。 而是甚至连三宫六殿, 可能都会看中几分的良才。 但那又如何? 我道虹岂是屈颜复视之辈? 此子目中无人, 自负狂妄。 我今天就要, 采一采天才。 道虹不再保留, 不再矜持身份, 他大喝一声, 助击尽威势, 彻底释放。 乌金飞剑瞬间散出万千剑芒, 发出一声剑鸣, 威力陡然增强了数倍。 剑掠动, 一阵一脚, 木龙便化为了漫天碎雨。 叮! 叮! 飞剑如电, 瞬间连破土圆盾, 谁假数? 胜负不过一念之间。 火力全开的道虹, 以绝对助击修为, 稳稳压制住了蛇语仙。 给我开! 剑芒逼近, 带着助击, 威压锁定的冰冷杀机, 仿佛要冻结蛇语仙的灵魂。 莫大威胁之下, 蛇语仙怒吼。 小五行藤诺术极限驱动, 飞剑灵体的最后一刻, 他躲开了剑锋。 但左臂一腾, 一盆血雨洒落擂台。 一道深可剑骨的剑痕, 蛮横凌厉地滑在蛇语仙的手臂之上。 闪避再慢一点, 手臂就要断了。 一股锐精剑气, 游在伤口之上, 触目惊心, 阻止他运用灵力, 去愈合疗伤。 狂妄小辈, 再不束手, 小心生死盗销。 道红须发飞扬, 须浮半空, 空剑闪烁飞刺, 气息澎湃, 助激进威势, 净险无疑。 他已经打听过了, 蛇语仙不过就是一普通心境外门弟子, 没有什么背景。 这样的人即便有点天赋又如何, 还不是任由柔念。 没有成长起来的小天才, 那就是个屁。 道红心中杀鸡渐渐浓烈, 出剑越发灵力, 不留余地。 只要蛇语仙小五行藤诺术跟不上, 一级体内灵力消耗过大, 稍微一慢, 就是重剑时刻。 助激一心计恋的飞剑何等灵力? 蛇语仙要害重剑, 就必然一命呜呼, 神仙斗难救。 道红想要杀我? 到了这种地步, 蛇语仙岂会感觉不到道红隐含愈发的杀鸡。 他聚精会神, 念石散开, 全力捕捉道红的气机变化, 以躲避乌金飞剑与其他法术攻击。 体内木器, 水气都藏, 给了他源源不断的体力与灵力支援。 但凡事都有极限, 水气都藏不可能凭空生出无限灵力。 So! 蛇语仙危机临头, 再次腾挪闪开, 但血花飞剑, 身上又留下了一道剑痕。 道红的飞剑太厉害了, 与王云超刚才控制的火云剑相比, 简直天壤之别。 瞬息之间, 蛇语仙身上已经不下六七道伤口, 鲜血淋漓, 左之右处, 生死不过是一念之间。 擂台之下, 群情哗然, 目瞪口呆。 不少正义感的弟子, 已经看不下去了, 纷纷起身离开, 去找宗门高修来阻止这场公然凌弱的闹剧。 道红师兄, 你再不停手, 我必求见陈南老祖, 将事情由来一一禀报。 台下钱浩来与钟小伟, 也是牙子欲裂, 钱浩来忍不住跑到擂台边缘, 大声朝里面的道红幕后。 陈南老祖, 及钱浩来父亲拉上的, 一根上层关系线, 金丹后期修为, 也就是道红的师尊。 不过道红, 仅是陈南老祖的记名弟子, 不受什么重视, 连辈分道号都还没有改。 道红文言微微一致, 脸上略过一丝恐慌, 但随即又一脸大意凛然。 在场不少弟子都可见证, 王云超已经投降认输, 愿意付出相应代价。 是蛇与仙咄咄逼人, 狂妄成兄, 要斩尽杀绝, 实在杀心过重。 我道红身为斗法主示人, 自可随机灵活处置擂台变故, 从来都是公平公正。 蛇与仙只要束手就擒, 关入石峰洞。 我自不会再伤他丝毫, 道红一边攻击蛇与仙, 一边发出正气凛凛的洪亮宣告。 眼里话外, 似乎都在暗示, 这一切都是, 狂妄之徒蛇与仙自找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这仇怨可是彻底结上了, 没有退路。 道红也只能尽量让自己显得公正大意一点, 事后即便接受宗门处罚, 也能轻一点。 蛇与仙忍住浑身疼痛, 内心的怒火, 再一次被这个无耻之徒所点燃。 他忍不住大声喝道, 擂台之上, 生死各安天命, 你随便干涉, 这是失职。 我没有同意霸战, 你就直接袒护, 这是迅思。 众目睽睽之下, 你势强凌弱, 杀鸡毕露, 这是枉法。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有何脸面说自己是公平公平? 今日, 我倒在你的阴暗屠刀之下, 明天哪位师兄又敢保证不是如此? 我看你道红, 才是无视宗门铁律的狂妄之辈。 讨伐声音响彻在演武场上空, 原本被道红一番搅拭忽忽悠的许多弟子, 此时也醒悟过来。 众人, 看向道红的眼神, 鄙夷之色越来越浓, 骂声开始沸腾。 谁也不想上了生死位台, 还遇到像道红这样的偏袒裁判, 加狠辣杀手。 当然, 还有不少弟子, 因为压了王云超营, 也不想蛇羽仙活命, 否则他们血本无归。 在道义与灵石之间, 修士的选择也往往是灵石。 蛇羽仙一死, 所谓赌输营就是一笔糊涂账, 至少能要回一半。 台下的许耀天也是心中大喜, 恨不得道红速速一剑击杀蛇羽仙。 住口! 眼见台下群情沸腾, 道红眼神慌万之色一闪。 他鼓荡凌厉, 乌金飞溅光芒大阵, 翁帝瞬间加速, 化为一道惊鸿, 以雷霆之势, 轰响蛇羽仙。 这一剑, 我助击二层修为全开, 他蛇羽仙还挡得住吗? 我要他死! 且! 蛇羽仙明显感觉到, 这一剑躲不开了, 速度太快, 气机也完全锁定了自己。 但他不愿放弃最好的反抗, 水气都藏, 木气都藏灵光绽放, 两条灵力蛟龙腾飞而出, 朝飞剑撞击而去。 弹剑, 飞剑所致, 灵力蛟龙瞬间崩碎。 挡不住! 住击二层全力释放, 超越目前的蛇羽仙太多, 不是功法与技巧所能弥补的。 狂妄之徒, 受死吧! 盗红的声音, 犹如在宣告蛇羽仙的陨落。 就在这时, 虚空突变, 一股强大无比的意志, 毫无征兆的, 降临炎五场上空。 哼! 虚空一个女鹰冷哼, 莫大威压之下, 生死擂台上盗红, 蛇羽仙, 王云超三人身形莫地停滞, 灵力都运转不了, 乌金飞剑也当当坠落擂台之上。 这是有宗门绝对大佬降临! 狂妄之徒! 盗红小子, 本座看你才是胆大包天的狂妄之徒, 陈男怎么教的弟子? 女鹰自称本座, 显然是玉成功地位极为尊贵的存在。 只有三十六风风主, 三宫六殿殿主, 以及宗门长教等少数人。 敢这样自称? 炎五场上众弟子, 也是神情惶恐, 有经验的外门老鸟, 更是已经猜测到来者的尊贵身份。 是云炉风风主陈燕真人。 我就猜到, 千年灵孤几乎都要死了, 风主怎么可能会让唯一可能的救星蛇羽仙死在这里呢? 陈燕真人, 这次算是真的上门拿人了吧? 蛇羽仙运气太好了。 哼, 盗红这个阴险小人, 这次算是彻底灾了。 台上的盗红, 自然也猜出了是陈燕真人念石降临。 此刻的他, 脸色瞬间惨白无比, 浑身虚汗淋漓, 惶恐至极。 想到可能的后果, 瞬间心神涣散。 扑通一声, 盗红跪扑在地, 匍匐气声嚎叫, 盗红无能失职, 请封主责罚。 王云超也吓得跪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但王云超同时也心神大定, 他知道自己的性命保住了。 云炉风原音真人驾到, 蛇羽仙岂敢在真人面前继续行凶, 何况即便敢也动不了手。 蛇羽仙浑身是血, 此时盘坐地上, 吞丹止血疗伤, 意念一放松, 身上多处的剧痛, 就如潮水一般涌来, 痛得他满头爆汗。 不过既然有宗门风主出面, 一切自然到此为止了。 就看这位云如风主陈燕真人, 如何裁判了。 他有些侥幸, 也有些许的疑惑。 侥幸的是, 自己终究活下来了。 疑惑的是, 陈燕真人出现的时机, 似乎也太好了一点。 今天道红网顾门规, 肆意攻击自己, 也给他提了一个大型。 狗刀的真理, 就是足够低调隐忍。 这一次, 自己还是太冲动了。 稍微高调一下, 冒险一下, 就差点让自己陷入陨落危机。 但蛇语先转念一想, 人不轻狂非少年, 这一世的自己, 不过是位十二岁的青春少年。 即便前世, 自己也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已。 热血还在啊。 年轻的热血, 偶尔肆意燃烧一下, 也是非常的痛快啊。 道红, 如果是无能也就罢了, 你这是愚蠢。 既然你也提到了十丰栋, 那就自己去戒律唐领罚, 十丰栋禁闭半年。 虚空中云气缭绕, 隐隐献出一张云气凝形的威严女修身影, 那是陈燕真人念识所宁。 陈燕真人雷厉风行, 毫不留情, 直接给道红判了个关入十丰栋的刑法。 三十六丰封主, 本就是玉成功绝对的权力高层, 代表宗门的律法规矩。 陈燕真人做出判罚, 即便宗门戒律唐也得遵行照办。 弟子谨遵法旨, 道红匍匐在地, 诚惶诚恐, 刚才大意凛然, 威势宣赫之态荡然无存。 现在, 只剩下深深的懊悔, 恐惧与怨恨, 百味交杂。 她的险恶用心失败了, 真人面前不打狂语, 陈燕真人一眼就能看穿她心里所想。 只不过碍于宗门脸面, 不好直接说出来罢了。 今天起, 她道红在玉成宫可谓是颜面扫地了, 不但将会被外门弟子所唾弃, 更在宗门高层心里留下一个不堪重用的差评。 以后想翻身是真的很难了, 除非有什么大的立功。 陈燕真人意志弥空, 处置完道红后, 那道虚化身影又转向盘膝疗伤的蛇语仙。 此子倒是不凡, 不过炼器五层修为, 竟然能在道红这个助击手下撑这么久。 而且在灵芝夫造诣上, 也是非同凡响。 我云露锋一直缺一个厉害的灵芝夫, 他顿了一顿, 随即带着淡淡的威严说道, 蛇语仙, 本作说过了, 不要让本作亲自上门抓钉, 无得摩云菇已经濒临枯话, 这就随本作就去看看吧。 虚影伸手朝蛇语仙轻轻一弹, 一股精唇之极的回春元气便注入她的体内。 蛇语仙不由精神一震, 身上的伤势已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恢复。 一股强大的生机力量轻易驱散道红飞剑留下的顽固剑气, 伤口弥合, 疼痛退散。 数念之间, 他已疤痕脱落, 精神焕发, 除了一身血袍有些吓人, 人的状态已经好得不能再好。 这简直是神术。 宗门三十六封封主之中, 陈彦真人不仅法力雄魂滔滔, 力压同镜, 更有一门密法百结回春宫。 可虚余之间恢复伤势, 继续战斗, 力来让对手头疼不已。 现在, 给蛇羽仙疗伤的, 应该就是这门密法, 这可是莫大的关照了。 蛇羽仙惊喜之下, 赶紧朝陈彦真人行礼, 多谢真人。 弟子这就去云如风, 必竭尽全力让魔云姑恢复生机。 陈彦真人虚影, 却挥秀一卷, 一股浩然大力, 直接将蛇羽仙卷向天空, 然后瞬间没入虚空, 往云如风一闪而去。 你这小辈, 倒是拖拉啰嗦。 刚才对付道红的, 干脆利落尽, 哪里去了? 虚空中, 陈彦真人有些不耐烦的轻横。 魔云姑真的不能再耽搁了, 岂容蛇羽仙这小子, 慢腾腾地自己来云如风, 要是他一拖拉, 又要闭关, 或者跑走了怎么办? 耳畔风声呼啸, 眼前虚空斗转。 蛇羽仙只觉自己, 被一股醇厚的灵力包裹住, 就像藤云驾雾一般。 对原音真人的神通广大, 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 他心里的念头, 都还没转有两下, 下一刻眼前一晃, 虚空变幻, 人已经到了云如风。 人落在一个巨大的洞窟口上, 洞口几名云如风看守弟子, 还好奇地看过来。 让这小子直接进来。 陈彦真人的声音, 从洞里面传了出来, 看守弟子连忙示意, 让蛇羽仙赶紧进去。 他们看向蛇羽仙的眼神, 都有些异样, 都在想, 原来这小师弟, 就是号称多金童子, 灵直夫传奇的蛇羽仙啊。 看着也不咋的呀, 也就帅一点也。 这满身是血, 又是咋回事? 不过他们, 也只能用眼神表达心里话了。 陈彦真人, 现在就在魔云孤洞窟里。 心情相当不好, 蛇羽仙向守动弟子点点头, 也没有好担心的, 直接迈不往洞里走去, 边走边把身上染血的破烂道袍给脱了, 换上一身新的外门弟子道袍。 这次多亏了陈彦真人出手, 否则我真的惨了。 等下必须尽力, 把千年魔云孤从枯死状态中拉回来。 他一进洞, 就感觉洞里面冰凉冰凉的, 宽大的洞窟里面充溢着浓郁的冰寒灵气。 顺着曲折的洞窟往里走, 不一会儿, 眼前突然一亮, 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石厅, 一朵十来米高, 如同大树般的千年魔云孤, 就生长在厅的中央。 魔云孤通体冰玉色泽, 平常应该非常好看, 但现在巨大的散盖都枯萎收缩了, 一股枯败的死气迎绕其上。 三十多个宗门灵直夫, 愁眉苦脸地围着魔云孤, 束手无策, 茫然惶恐。 在魔云孤前面, 一位玉色长袍, 白玉冠的中年美妇, 神情有些黯然地站在那里, 玉袍将其身形衬托得修长挺拔, 妙动飘逸, 一股无形散发的雍容尊贵, 又在这份美上, 添加一种不可直视的威严。 尽管她雍容华美, 气质超然, 但蛇语仙一眼看去,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还是中年美妇胸前, 那有些不堪其重的伟大。 身旁还有几位气质出众, 玄金道袍的年轻男女弟子, 陪同在中年美妇的左右。 玄金道袍是玉成功真传弟子的标志服饰, 这两男三女显然是真传弟子, 各个身上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修为最弱的也在驻姬后期, 其中一男一女看起来还很年轻, 却流露出金丹静的玄妙契机。 他们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左右, 也有可能是服用过驻颜丹之类, 容颜相貌保持着年轻姿态。 他应该就是云炉丰丰主陈燕真人了。 蛇羽仙心中一动, 上前赶紧朝道运浑然天成的陈燕真人行礼。 功声说道, 弟子蛇羽仙见过真人, 多谢真人刚才出手相救。 他一出现说话, 洞窟里的众人不由纷纷看将过来。 那些灵直夫更是如获救星, 惊喜交加, 一直紧绷着的身心都松缓了下去。 我的天啊, 这蛇羽仙终于是来了, 再不来陈燕丰主都要把我们给一掌拍死了, 德农道人也在人群中看着蛇羽仙, 心情十分复杂, 最后只能在心里长叹一声, 无刻苦钻研灵直树十载, 终究是不如面前这位少年。 洞里那几位气质不凡的云炉丰真传弟子, 也好奇地看过来。 那位金丹静的真传男弟子, 双眸深邃, 鼻梁高挺, 首先有些打趣的轻笑道, 原来你就是蛇羽仙, 师叔念叨的最强灵直夫, 果然气质不凡。 快些过来, 看看魔云姑究竟怎么回事, 可别让师叔的宝贝真给死了。 哼, 陈燕真人却有些不喜地淡哼一声, 瞟了一眼那真传男弟子, 南宫贤, 你个乌鸦嘴, 不会说话就闭嘴吧。 被陈燕真人怪责, 这真传男弟子南宫贤却是面不改色, 依旧嘴角擒着笑意, 不以为然, 应该是极为了解陈燕真人的脾气。 当然他们平日里关系应该也十分融洽, 彼此之间才会这么随意。 南宫贤摸了摸河下并不存在的胡须, 笑着跟陈燕真人打商量说道, 等舌宇先看好了魔云姑, 师叔你, 可得让我取一块送礼。 听说问道风的赵皇妃师妹, 在搜集炼之万寿丹的灵才, 师叔你, 可得让我在女皇面前, 挣回几分面子。 一提到问道风的冰山女神赵皇妃, 另外一位身姿笔挺如剑的英俊男真传, 也神情一动, 看向魔云姑有点想法。 另外, 三明姿冒清丽的女真传却有些不悦, 尤其那位眼神不时逗留在南宫贤身上的金丹女真传。 女皇大人的魅力, 可真是无处不在, 连地位超然的宗门真传也为之沉迷。 想要割点魔云姑也可以, 叫你师尊拿点顿空草来换。 陈燕真人淡淡哼了一声, 不置可否, 现在最关心的是魔云姑能不能活过来。 如果舍雨仙也没办法, 那还谈什么去帮厚脸皮的南宫贤去取悦讨好家人。 顺便提一下顿空草, 也带点不做亏本买卖的想法, 毕竟顿空草可是比魔云姑更稀缺。 他看向舍雨仙, 眸光蕴含玄妙道运, 郁润的朱唇清起, 催道。 你这小子, 还不赶紧, 拖拖拉拉的, 像什么修饰? 记住, 你小子可是欠本尊一条命啊, 赶紧使出你全身本事来。 他虽然语气随意, 尽量轻松, 但神态言语之间, 还是把内心的担忧, 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风主但请放心, 弟子必定尽力而为。 舍雨仙抬头看了一眼风韵动人, 胸怀博大的沉雁真人, 只觉其风韵魅力, 让人过目难忘。 咦, 怎么回事, 我前世也不是美副空啊。 他应了一声, 快速走向如晴天聚散一般的魔云姑。 同时心里也暗暗记上了, 那冰山女神赵黄飞, 在寻找炼制万寿丹的珍惜灵才,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接触奇迹。 万寿丹, 听说这可是极为珍贵与稀少的宝丹, 虽然不能真正严寿万载, 但让一个修士, 多活个两三百年, 还是轻轻松松的, 舍雨仙心里一边想着, 一边走进魔云姑, 悄然地激活了灵直催生, 中, 一股无形的波动, 将枯败的魔云姑覆盖在内。 为了掩饰, 他特意蹲下身, 伸手触摸魔云姑如冰玉一般的根系。 看到舍雨仙的靠近, 德农道人等灵直夫纷纷让开, 犹如朝圣一般, 紧紧看着他的动作, 想观摩一下这位年轻的灵直夫王者, 将会采用什么秘法手段, 来救活魔云姑。 之前问道风百药园重灾, 雷鸣风运雷金竹, 两个艰难的任务, 已经让宗门灵直夫们, 充分见识到舍雨仙的本事, 虽然内心钦佩, 但还是有点不服气。 而魔云姑的枯败, 则让德农等灵直夫, 彻底潜驴祭穷了, 他们绞尽脑汁, 用变了手段, 也不能阻止魔云姑走向枯败死亡。 现在还敢来尝试的舍雨仙, 已让德农道人, 他们忠心自认不如。 他, 就像灵直夫中的王者一样, 带着绝世灵直夫神迹, 来拯救魔云姑, 拯救德农道人等, 将被关进石风洞的悲惨命运。 灵直催生淡淡的天赋波动, 笼罩着巨大的魔云姑。 灵直催生, 中, 大幅提升灵直生长速度, 终极天赋能对三阶, 及三阶以下的灵直起到加速生长作用, 并让天赋者, 拥有感知高阶灵直进阶条件及情绪波动的能力, 从而更好地帮助灵直成熟。 天赋有一个新的能力, 让他拥有, 感知高阶灵直进阶条件及情绪波动的能力。 这是舍雨仙, 赶来诊断魔云姑的底气与依仗。 依靠天赋诊断清楚病因, 感知灵直情绪自然就能对症用药。 很快, 天赋波动就给舍雨仙带来一些玄奥的回馈, 让他能清晰感受到魔云姑的一丝异样情绪。 魔云姑灵直等阶之高, 绝对是大千福昆界都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五阶灵直。 如果硬要对照修饰境界的话, 应该等同于化神境界。 很显然, 魔云姑比雷鸣峰的运雷金竹还要高一个级别。 其已经诞生了真正的自我意识, 灵直有灵, 也就对外界有了自我的认知与相应的情绪。 在波动回馈中, 舍雨先感受到了魔云姑一股求死的决然。 这让他非常震惊, 诧异, 然后又有些想笑。 这存活了数千年的魔云姑镜, 铁了心要求死。 而原因很简单, 也很无语, 就是不愿意再被云如风动辄割走一块块灵姑, 像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他伤痛, 屈辱, 开始不再汲取大地灵力生长。 命死不从, 舍雨先不由在心里轻叹一声。 有意识地灵直了不得呀, 都知道屈辱与捍卫尊严了。 他不由想到自身的遭遇。 王云超的阴谋诡计, 徐耀天的欺凌打压, 道红的蛮横打杀, 也是让自己感到了屈辱, 才愤然而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带着这股同情同理心, 舍雨先通过天赋波动, 开始慢慢深入接触这株傲娇的五阶魔云姑。 也许是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魔云姑开始一点点复活过来, 打起精神, 和他交流起来。 你们玉成功的臭牛鼻子们太过分了, 哪有毫无节制采歌的道理, 魔云姑传递出一种愤怒情绪。 开头就被一株五阶灵植的零食给臭骂了一顿。 舍雨先不由有些头大, 这是似乎不太好干啊。 劝人良善我还可以, 但劝灵植别死我可没什么经验呀。 不凶, 你的决定我都非常理解, 但能否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比如, 打消一心求死的念头。 什么? 你不是雄性? 哦, 那可对不起了, 叫你一声姑姑解克好。 你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云仙子。 嗯,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高端大气上档子。 我们修士有句话, 叫好死不如赖活, 这灵植一生啊, 其实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卡。 我来看你之前, 就差点被人蛮横欺压, 打杀在生死擂台之上, 但现在我不一样挺了过来, 在这里好好地跟你聊天, 舍雨先硬着头皮, 尬聊开局, 聊着聊着, 把自己两世的人生阅历, 也带入进去了, 慢慢越聊越有劲。 就差没有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 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了。 也许他新颖的想法与世界观, 让这朵巨大的魔云孤云仙子, 给耳目一新, 仿佛打开了另一扇世界的大门。 灵孤云仙子不知不觉, 就被舍雨仙给激活了, 临时交流中, 竟对他口中的看雪看星看月亮, 及诗词歌赋等极为向往与羡慕。 恨我不能化为人生, 行走烟火人间, 云仙子临时波动, 对人间风花雪月的向往, 已经悄然地盖过了之前求死的决然。 舍雨仙心中暗暗一乐, 好你个四千多年的魔云孤, 想不到还是个文艺女青年, 那就好办了。 所以说, 谁的人生不是一半忧伤, 一半明媚呢? 一切都得向前看, 不如忘记时间的旧雨, 就像忘记昨天伤痕累累的你。 他寻寻善幼地传念道, 从今天开始, 要做一个心怀希望与阳光的云仙子, 相信总有一天会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何况, 我听说灵直渡劫后, 是可以化形的, 到时候, 我们一起逍遥游天下, 江河湖海, 诸天万剑, 岂不快哉? 魔云灵孤云仙子, 已经沉浸在舍雨仙描绘的美好景象中, 发出憧憬的感叹,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那可太好了。 可是要等到渡劫, 那又有点太遥远了。 随着临时波动的互动, 魔云菇在缓缓恢复生气, 枯败气息肉眼可见地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充满息迹与憧憬的强烈气息。 蛇雨仙不由精神一震, 我的口才可还行, 云仙子这立刻转换心意吗? 近距离围观的德农道人等几十位资深灵直夫, 一个个目瞪口呆, 被彻底震撼到了。 尤其他们全程都在努力观察蛇雨仙的一举一动, 却根本无法理解蛇雨仙到底做了什么? 一席玉玄色长袍, 风姿野丽的沉雁真人, 秋水明眸般的美目也瞬间熠熠生辉起来。 这位云炉风风主, 看向认真模样的蛇雨仙, 眼神极为难得地流露出几分欣赏。 这小子年纪不大, 但一身灵直夫的本事却是宗门顶尖, 这样的稀缺人才, 却差点被道红那个混蛋撕心作祟给毁了。 本作以为, 蛇雨仙这样的好苗子, 在我云炉风的呵护下, 会得到更好的成长。 陈燕真人此时已经动了蛙人收徒的心思。 当然不是他亲自收徒, 只是想纳入云炉风而已。 那样的话, 以后也就不用担心摩云姑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一旁的南宫贤等几位男女真传弟子, 看到蛇雨仙出手如神, 效果立竿见影, 也是嘖嘖称其不已。 他们并非都是云炉风门下, 除了两位助击近乎圆满镜的女真传是 陈燕真人坐下弟子。 南宫贤, 那位金丹女修, 及另一位男真传, 都是来自飘渺风等其他灵风。 这些真传聚在摩云姑洞, 都是对摩云姑有灵才需求。 有需求, 自然就关心她的枯败并情。 陈燕真人, 南宫贤等, 都是修为高深的高修, 但也都看不懂蛇雨仙所谓救治灵直的方法手段, 大家都知道她在愤出念试查看什么, 但看不出是在与摩云姑交流。 灵直催生天赋的波动, 在一种外人无法察觉的隐秘方式发挥作用, 让蛇雨仙显得越发神秘。 即便陈燕真人身为极限原音镜, 意念强大无比, 也早就知道摩云姑有混沌灵食, 但却从来没有和她成功沟通过。 因为她还有其他欲成功修饰, 都被摩云姑给记恨上了。 总是来炖刀子割肉, 傲娇的摩云姑灵食, 岂会给陈燕真人等修饰好颜色。 蛇雨仙维持与摩云姑的良好交流, 知道还没有彻底卸下云仙子的求死之心。 云仙子灵志念波动, 对蛇雨仙渐渐放下了防备。 我也想, 有那么美好的一天, 可是你们玉成功的臭牛鼻子们, 我说的可不包括你哦, 时不时就来割我一刀, 让我元气不断流失, 近五六百年来我就没蓄积到什么元气能量, 要渡劫化行, 还不知道等到什么猴年马月, 我知道他们找你来, 是让你救活我的, 我也不想为难你。 你让那个漂亮的美道姑发个誓, 或者立个修饰魂约什么的, 保证一年只能搁我一次, 也不能过量, 我就不再一心求死。 云仙子终于提出了他最主要的关切, 一年只能伤我一次, 这是我身为五阶灵职, 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啊。 蛇雨仙自然先答应再说, 一年采集一次也可以了, 而且自己, 这救活摩云姑的任务, 也能顺利交差了。 云仙子你放心, 既然你把我当成好朋友, 我就一定想办法, 帮你达成这个条件, 云炉峰峰主, 晴面, 蛇雨仙大喜之下, 有些兴奋过了头, 竟然口嗨陈燕真人, 也要给他几分晴面。 要是他身后的陈燕真人知道了, 肯定要给他这小子, 几个带晴面的脑壳里凿吃。 没大没小, 蛇雨仙缓缓起身, 俊秀的脸庞微微扬起, 在洞窟的幽光中, 散发出玉意般的光泽, 内敛而挺拔的少年身姿, 自有一股自信的飘逸美感。 他谋如新妻, 带着几分敬意, 看向陈燕真人。 这一刻, 少年的风采, 竟让陈燕真人都不由地生出一丝欣赏之意来。 蛇雨仙这小子, 还真有点帅。 风主, 我已经查看过了, 也找到了摩云菇枯败的真正原因。 蛇雨仙尝尸而立, 轻声说道。 实际上, 现在大家都看得出, 摩云菇通体发出淡淡的冰玉光泽, 显然在开始恢复。 当然陈燕真人也好。 蓝宫贤, 德农道人等也好, 都很好奇, 蛇雨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陈燕真人微微点头, 示意蛇雨仙接着说下去。 诸位都看到, 摩云菇已经在恢复。 这是我独门灵直夫记忆, 就不向大家详细解释了。 但通过我特殊方式的观察与了解到, 摩云菇拥有自己的灵石, 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 不甘我为鱼肉。 蛇雨仙越说越呈现出一股自信。 她选择用一种循序渐进的说服方式, 尝试让陈燕真人接受她将提出的建议。 我现在暂时让摩云菇临时情绪稳定下来, 但要她持续生长下去, 我通过诊断, 也给真人提个建议, 就是, 每年只能采集一次灵菇, 而且不能割太多, 损伤到元气。 南宫贤一听, 却立马有些急了, 首先发出质疑, 什么, 摩云菇这么大形体, 还只能每年采一次? 你莫非是在, 筐我等? 如果真的一年只能采集一次, 那不就基本没她南宫嫌什么份了? 还谈什么, 去取悦冰山女神赵皇妃? 陈燕真人肯定会把这一次的机会, 留给自己的云炉风啊。 那位金丹静女真传弟子独孤童, 也半信半疑地问道, 以前摩云菇每年都可以采集几十次, 不也没事吗? 我还想求陈燕诗书再给点灵菇, 来宁炼纯化我的单元呢。 独孤童去年刚破镜晋升的金丹静, 境界还有些不稳, 特意来求一份摩云菇纯化单元, 稳固境界修为。 陈燕真人挥挥手, 指住几位真传继续发问, 凤木凝视蛇与仙, 缓缓说道, 其实他们的疑问, 也是本作的疑惑。 小子, 你可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绿色盗袍之下, 动人曲线引线, 但此刻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有些凝重。 陈燕真人身为一风之主, 接任云庐风主之位后, 以历经万剑宗, 姚先公的极限元英镜, 挑战五六次, 是真正经历过生死大恐怖魔力的存在。 他的自我意志极为坚定, 不可能因为蛇与仙一句话就接纳相信。 蛇与仙虽然展现出了出类拔萃的灵直夫本事, 但摩云菇事关重大, 陈燕真人只有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出决定。 何况摩云菇现在显然已经恢复生机了, 以后小心伺候一点就是了, 但五阶灵才也是灵才, 就是用来提升修为的。 岂有一下子, 从以前的随意采集, 到现在的一年一次采集。 理由? 蛇与仙皱起眉头, 仿佛陷入思考。 树溪过后, 他突然伸手朝摩云菇一指, 轻声一笑说道, 大概, 这应该算有说服力的理由了吧。 众人随他指向看去, 不由其其震惊变色。 只见刚还恢复活力生机, 通体冰玉光泽的摩云菇, 在蛇与仙的意志之下, 竟然迅速地再次枯萎暗淡下去。 熟悉的枯败死记之意, 又重新浮现在摩云菇身上。 意志枯荣, 这简直超乎众人想象, 堪比其境。 蛇与仙淡然站立, 内心却有些忐忑。 和云仙子合谋演的一出戏, 可不要露线才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德农道人等灵直夫惊呼, 这太超出他们有限的认知了。 咦, 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你小子, 究竟在搞什么鬼? 陈燕真人得而复失, 玉蓉变色, 带着称怒之意, 低声赤和道。 极限原因真人的无形威压, 笼罩在蛇与仙身上, 让他真正感受了一下, 什么叫真人面前不可狂语。 不过, 蛇与仙勉力保持镇定, 双手一摊, 面露苦笑地说道, 真人莫要欺负我这小小恋气劲了。 我刚才说的, 都是魔云孤灵时情绪所传递出来的, 一年采集一次, 可不是我自己信口雌黄。 他温声劝道, 魔云孤很久就拥有了自我灵时, 这么多年, 我们玉成功不断取其灵财, 在魔云孤灵时看来, 就是一种毫无节制的无辱式的采集, 也影响了他, 蓄积元气继续提接的可能, 所以现在, 才会一心求死。 其宁死不从的意志很强烈, 希望真人慎重考量决定才好。 陈燕真人还是有点不相信, 恋燕眸光凝视蛇与仙, 本作都无法与魔云孤灵时交流。 你是怎么做的? 蛇羽先耸耸间, 故作随意说道, 应该是一种天赋吧, 我天生就对灵质有莫名的清和感知能力, 这个我自己也无法解释。 我之所以能完成前面百药园与运雷金竹任务, 也是因为天赋使然。 他说着迈出脚步, 一副要走的模样。 真人如果不信, 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就此告辞, 请真人另讯高人诊断了。 七! 你小子还喘上了是吧? 陈燕真人轻哼一声, 叫住蛇羽先。 如果真的有其他厉害的灵质夫高人, 我还会坐等这么久。 行了, 我会立下规定, 以后就一年采集一次魔云孤, 亮, 也会看着来。 陈燕真人有些无奈, 还是同意了蛇羽先的建议。 灵质这方面的事情, 看来必须听这小子的, 一指定枯容, 还有几个人比这小子更懂灵质。 听到陈燕真人同意了, 南宫贤, 独孤童等几位, 真传, 立刻一脸苦涩。 M, 看来这次是白来了。 不, 是以后都难得到魔云孤这五界灵财了。 蛇羽先见陈燕真人同意了, 不由大喜, 停下来轻笑说道, 真人既然同意了, 那弟子自然有信心, 让魔云孤慢慢生机。 抱着要装就装到底的念头, 他伸手朝着魔云孤, 又是一指。 神奇的一指。 哭败下来的魔云孤, 再次缓缓散发, 充满生机的冰玉光泽。 鼓散撑起, 冰玉盈盈, 生气盎然。 众人是彻底服了。 在场众人已经研究与考察过魔云孤千百遍了, 之前有拿魔云孤有束手无策, 现在就有多么的震撼心灵。 莫非灵芝夫的巅峰, 都能这摇牛比。 由此本事, 大千伏昆戒, 何处不能去得? 是个修真宗门, 都会抢着要吧。 在场灵芝夫心中, 燃起了一种叫奋斗, 努力的熊熊火焰。 有这一首灵芝夫本事, 简直神乎其神, 还愁赚不到贡献纸与灵石, 得农道人等, 心中深深折服。 蛇与仙念石波动, 却在感谢魔云孤灵石, 多谢云仙子的默契配合。 这次是真的让我出境风头了。 魔云孤的灵石云仙子回道, 希希, 刚才演戏很好玩啊。 嗯, 也要好好谢谢你了蛇与仙, 等我渡劫化情后, 一定去找你玩。 蛇与仙突然想起了赵皇妃,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试探问道, 你我之间就不用谢来谢去了, 我也有个小忙, 想让你帮一下。 什么事? 就直说吧。 魔云孤灵石云仙子现在状态正好, 听到蛇与仙要她帮忙, 却是来得兴趣。 蛇与仙有些扭捏地问道, 就是我一直挺仰慕你这种高阶的天才地宝, 以前根本都接触不到, 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能不能分一点给我, 就当做个留念, 以后我可能都来不来这里看你了, 话一出口, 她不由有些脸红耳骚, 说谎的感觉可真不太好啊。 为了拉拢赵皇妃, 我这可是有点不要脸了。 欺骗一株五阶灵直, 于心何人, 她习惯性地摸摸鼻子, 也有点便说不下去了。 可以啊, 你搁一点没关系的, 但告诉那位丰主大人, 你的这份是我额外泄礼, 其他人今年就只能搁一次了, 否则, 我就再死给他看。 云仙子却是相当好说话, 对于能帮到蛇与仙, 表示很高兴, 但对其他玉尘工修士, 尤其陈燕真人, 可是还记恨着呢。 蛇与仙心中欣喜, 便对陈燕真人说道, 丰主, 我已经梳理好摩云菇的情绪, 只要丰主遵守一年采集一次的约定, 以后他一定会越长越好。 陈燕真人凤幕泛起一光涟漪, 蛇与仙意志枯荣给他也带来不小的震撼, 他更想把这样的灵芝夫高级专业人才留在云炉峰了。 这样的话, 以后云炉峰上的灵芝就不怕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毕竟面前的蛇与仙在灵芝夫上面的造诣已经近乎于道, 连他极限原音镜也看不懂, 看不透。 陈燕真人诸唇清起, 脸上不自觉地带上了微笑。 你小子干得不错, 这么多灵芝夫都束手无策, 却被你轻松解决了。 至于约定嘛, 本座向来一诺万经, 一年采集一次这事就定下来了。 说到这里, 他曼妙身姿微微一扭。 朝南宫贤等真传弟子诞生说道, 如此一来, 本座就帮不到你们了。 尤其是你南宫贤, 为了讨召黄飞的欢心, 进来打我摩云菇的主意, 以后就想也别想了。 虽然他也有心和南宫贤等宗门真传弟子结个人缘, 但现在摩云菇傲娇限量采集了, 就只能先雇着自家临风弟子了。 师叔, 不要这么绝情嘛, 明年采集的机会可以给我, 一年而已, 我等得起, 黄飞也等得起。 南宫贤有些苦瓜脸, 但想来, 脸皮早已磨练得及后, 还在死缠烂打, 竟盯上了明年的份额。 他这么一说, 陈燕真人和其他四位男女真传, 却是又气又笑。 哟, 师兄这一口一个黄飞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黄飞同意与你结成道理呢? 真是脸厚得像牛皮, 独孤同冷哼。 就是, 女皇师妹想必是不喜师兄故意应扯关系的, 她可一心追求无上大道, 即便像德贤师兄这么的添骄人物, 也早就拒绝过不少。 那位男真传王初剑也加枪带棒的讽刺, 剑先锋弟子的直刚风格很明显。 作为赵黄飞的追求者之一, 王初剑可不愿看男公贤当面胡乱口花花。 不就金丹镜吗?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再丢我王初剑五六年, 我亦必然登临金丹镜。 这位剑先锋真传来到这里, 自然也是因为打听到赵黄飞在收集炼之万寿丹的灵财的事情, 也是想靠着自己真传的身份, 以及师尊的影响力来白嫖摩云菇的。 男公贤厚颜甘笑两声, 哼, 我仰慕黄飞已久, 宗门众所皆知, 黄飞毕也知我心意。 等他登临金丹镜, 有空考虑道理之事的时候, 我肯定是最佳人选。 他突然昂首, 仰望洞窟穷顶, 身姿挺拔, 悠悠地说道, 我志在飞仙, 漫漫长生路, 唯愿携守黄飞, 成就此戒佳话。 见到男公贤如此姿态, 独孤同连声冷哼, 王初见轻声耻笑, 另外两位云卢丰女真传, 则忍不住笑了起来。 蛇语仙也有被雷道了, 想笑却不敢笑, 只能在心里呵呵。 他想不到这男公贤这么有趣, 身为金丹镜真传, 一点也不在乎自身形象, 在场可是还有德农道人等几十位灵直夫呢。 只能说, 真正的天骄足够自我, 我行我素, 个性十足, 或许这样才会拥有一颗更好的道心吧。 陈燕真人有些受不了这种肉麻, 忍惊不住地吃笑道, 失职, 反正今年的魔云菇, 你就别想, 明年后年也得到实在看, 现在就别留着这里, 耍饱了, 给本作滚蛋去吧。 他也不客气, 宽大袍袖一挥, 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男公贤卷出了洞窟。 是说,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魔云菇, 洞窟上空, 还飘荡着瞬息远去的南宫贤的诉求声。 南宫师兄, 真是够国造的。 是说, 既然如此, 我得也就告辞了。 独孤同, 王初见比较干脆, 知道, 采集魔云菇没戏了, 便也主动向陈燕真人行礼告辞。 陈燕真人开始清场了, 对德农道人等, 几十位灵直夫冷亨道。 你们还留在这里干嘛, 一个个还自称什么资深灵直夫, 倒过了这么久, 一事无成, 看蛇与仙这小子, 一来就给本座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他挥秀让灵直夫们滚蛋, 德农道人等人, 文言不经反喜, 纷纷攻身行礼后, 陆续退出洞窟。 二等可要记住了, 以后要多钻研灵直夫一道, 不要夸夸其谈, 却实干无能。 十风洞之法就此算了, 以后等如不求上进, 本座可不会再轻饶, 众人退散。 石厅里就剩下蛇与仙, 陈彦真人, 以及陈彦真人的两位清传女弟子。 凤幕一宁, 陈彦真人看向蛇与仙时, 却神情一变, 一平派春风迎面之感。 温和地说道, 小子, 本座没有看错你, 等一下我就把任务奖励结算给你。 不过, 本座对你可有一命之恩, 这恩情, 你是不是也得报答? 此时, 陈彦真人, 两位自貌出众的女真传弟子, 都齐齐盯着蛇与仙, 神色有点玩味。 蛇与仙见状, 不由心里咯噔一声。 糟了, 堂堂一封之主, 极限原因真人, 不会用救命之恩来故意拿捏我, 甚至不想给全任务的奖励吧。 虽然看起来, 我很轻松安抚了摩云姑, 但实际上, 我还是很用心的好不好。 蛇与仙有些纠结地说道, 封主真人, 任务奖励, 其实可以少给一点的。 封主出手救命的情谊, 日后我定会想办法报答。 呵呵, 你小子脸色苦瓜一样, 原来是怕本座少了你的奖励。 陈彦真人忍不住轻笑起来, 玉璇色道袍, 宛如湖面涟漪一般波动, 漫妙曲线影线。 放心, 任务奖励一点也不会少你, 本座岂是小气之人。 他故意顿了一顿, 目光飘过蛇与仙, 缓缓说道, 我云炉风门下, 一直没有特别出色的灵直夫弟子。 本座是这么想的, 你修为太弱, 背景根基全无, 即便一身灵直天赋超乎众人, 但修炼之路也会走得艰难。 今日擂台道红敢打压你, 就是一个警醒与教训。 本座现在问下, 你可怨入我云炉风下, 可拜在本座清传弟子德书的座下。 嗯, 就是拜他文香书为师, 算本座的徒孙一辈, 以后自可护你一路安稳修行。 陈彦真人指了指身旁一位玄精道袍的女真传, 文香书即这位柱姬圆满静女真传的名字, 她的招揽之意很明显了。 女真传文香书也嘴角带笑, 向蛇语仙点头示意。 看得出这位柱姬圆满, 据金丹镜也不过一步之遥的文香书, 愿意收她为徒。 蛇语仙有些愣住了, 没想到陈彦真人竟亲自开口招揽自己, 这让她有些受宠落惊。 极限原因真人失足, 柱姬圆满静为师, 自己这无疑是一步登天了。 败入云卢峰门下, 以后就是明草有主, 也是有大背景的人了, 修炼道路将变得开阔许多。 以后许耀天, 道红, 王云超之辈, 又岂敢再公然欺压自己。 她心里一激动, 就想立刻答应了, 机会难得。 但同时又有些觉得哪里不对, 陈彦真人刚才话里, 好像特别强调自己灵直夫角色。 她快速地想到, 云卢峰缺一个厉害的灵直夫, 来照料摩云菇, 还有封上的各种天才地宝。 如果真人是打算要一个劳工, 而不是一个真的一波传承, 那我即便败入文乡书门下, 肯定也不会得到多少重视, 充其量, 也不过是一个灵直夫工具人罢了。 一想到自己, 在陈彦真人心中, 只是一个厉害点的灵直夫, 舍语仙立刻就感觉不怎么美好了。 败入云卢峰, 虽然背靠大树好乘凉, 但云卢峰上下灵直, 灵田很多, 自己肯定免不了终日碌路, 忙着照料灵直, 不但被忽来换去, 相当于免费给云卢峰打工。 而且最重要的是, 自己将没有什么时间来修炼。 自己踏入修真道徒, 为的可是长生, 可是逍遥, 终日碌碌, 与心中的终极理想一点也不符。 灵直夫只是我通往至高长长生的 一项辅助能力而已, 岂能本末倒置。 既然如此, 就得向他借口, 拒绝真人的邀请了。 唉, 应该不会显得我过于矫情吧, 舍宇仙细细想到最后, 心中不免一声轻叹。 不过既然决定了, 也就不纠结了。 他弯腰朝陈燕真人, 及文香书行礼, 歉意说道, 我一求长生, 不愿百年之后, 化作天地尘埃。 灵直夫专职, 非我追求。 所以弟子暂时只能拒绝真人的好意了, 还望真人体谅我一颗向道之心。 陈燕真人等人不由微微一正, 他们没想到, 竟然会被一个小修士拒绝。 整个宗门外门弟子, 不知道多少人想败入云如风, 还投奔无门呢。 练其后期的都得排长队, 等灵峰有空余的名额才轮得到。 不过陈燕真人随即便释然一笑, 美眸中流露一丝赞赏。 你小子一个杂舞灵根, 想不到志向还如此远达。 你既然意在长生, 本座自不会耽搁, 你得求道之路。 刚才提议就此做罢。 文香书及另外, 那名女真传, 神色间却有些不以为然。 我这云如风嫡系真传, 能降尊收你为徒, 即便只是挂个名, 也已是你莫大荣幸。 你竟然还妄想长生? 文香书心里不屑地嘀咕。 一方面觉得蛇语仙太不识好歹, 另一方面更是有点嘲讽。 杂舞灵根不过是废材资质, 这是大千福昆界修士的共识。 自己答应师尊收徒, 要就挂个师徒名罢了义。 难道真靠一个杂舞灵根, 传承自己这一戏法脉? 历来即便有心智坚定, 悟心不俗的极个别杂舞灵根, 至多也就勉强助激进而已。 想长生, 想巅峰, 想成仙,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大千福昆界经万年来, 就出了一个杂舞灵根的逆天人物, 就是玉成功那位, 现在已是杜杰静的超级大能。 但, 面前的这位蛇语仙, 岂能跟本宗那位惊艳绝伦的老祖, 相提并论。 有点灵直夫天赋, 真把自己当灯菜了。 蛇语仙有点感觉到闻香书, 这位差一点成为自己师尊的宗门真传, 看向自己的眼神, 多出一丝的淡淡嘲讽与轻视。 他浑弱未觉, 轻声说道, 真人, 在告辞之前, 我想取一份魔云孤灵彩。 我已经跟他的灵事沟通过了, 这一份彩集, 算是他, 对我额外的馈赠, 不会影响一年彩集一次的约定。 陈彦真人一听, 不由有点犹豫。 魔云孤五街灵彩非常珍贵, 随便一份灵才都可是卖出巨量灵石, 而且基本有价无事。 关键是, 陈彦真人不能确定, 蛇语仙所说是否真的, 魔云孤被反复割肉都一心求死了, 怎么又会同意蛇语仙来一刀? 他刚一犹豫, 旁边那位闻香书就插话了。 师尊, 这样不好吧? 刚才你可是连南宫贤, 独孤童他们都拒绝了, 这要是给这位灵直夫采集了, 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 另一位女真传楚红秀, 也淡淡说道, 蛇语仙你这个要求, 有点过分了, 五届灵才有多珍贵, 可能你都不知道, 竟还敢贸然开口。 首当其冲的蛇语仙, 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嘲讽拒绝, 不由脸庞微红, 想辩驳, 最后还是忍住了。 被两位无论地位还是修为, 都足可碾压的真传弟子, 当面呵斥, 这感觉真的不好啊。 但这时, 一股无形的威严, 从陈彦真人身上, 末地散发开来。 文香书, 楚红秀, 不由神色微微一变, 不敢再多话。 陈彦真人深深地看了蛇语仙一眼, 轻轻一笑说道, 可以, 你自去取吧。 文香书及楚红秀, 脸色有些难看, 不敢对师尊有丝毫不尽, 但对始作俑者蛇语仙的印象, 却没那么美好了。 多谢风卓。 蛇语仙文言大喜, 赶紧谢过陈彦真人。 她也不想一直待在文香书 两位女真传嘲讽的凝视下, 还是快点采集灵孤后闪人。 蛇语仙身形一纵, 飘逸的身影从魔云孤冰玉般的巨大孤伞边缘一掠而过。 落地时, 已将一份扇状大小的魔云孤收纳入玉盒, 她拿在手上特意停留一会, 才收入储物袋中。 已是自己光明正大的采集, 而且并未夺取。 陈彦真人看到蛇语仙如此飘逸的身法后, 心中一动, 突然有种和什么失之交臂的空落感。 这让她微微皱眉, 想细细琢磨, 却又什么都没感应到。 感觉只是一晃而过, 来去都毫无征兆。 她颇为欣赏地说道, 不错, 你的小五行腾挪已得几分神髓。 怪不得擂台上能在道虹手下支撑那么久。 这么门功法颇为玄妙, 你深修下去, 如果能功法入神, 到时会给你一个惊喜。 说着, 她顺手抛出一个除物袋, 里面是一千块终极灵石, 两万点宗盟贡献值, 也一并已经画在你的身法令牌上了。 蛇语仙恭敬地接过除物袋, 念石掠过腰间的身份令牌, 心中大喜。 如此, 弟子便告辞了。 她同时, 也鼓动灵直, 催生天赋波动, 跟魔云孤灵石云仙子告别。 云仙子, 以后有机会, 我会再来看你的。 希望你早日度节化行, 看尽这江河湖海, 大千事件。 云仙子有些不舍, 也有调皮, 以后我无聊的时候, 故意生生病, 这位陈燕真人, 肯定马上会找你过来。 蛇语仙危汉, 连忙温雀, 可不要乱来, 要不然封主大人肯定会怀疑, 是不是我的搞的鬼。 起码, 这几年不要故意生病啊。 一说到故意生病, 她不由有些惭愧, 怎么突然就被云仙子带沟里去了? 我本意不是如此啊, 虽然可以让云仙子故意生病, 每过一两年就来赚笔可观的外快, 可那不是我的性格。 何况, 那也太对不起胸怀博大, 豪气爽力的陈燕真人了。 那我不管, 我自己待在这里, 也太无聊了。 你要是总不爱看我, 我就生病给你们看。 云仙子有点像淘气的小姑娘。 行, 我有机会一定来, 你可不要随便折腾了, 要知道我们修饰一闭关, 经常就是几年上几十年的。 如果我刚好闭关修炼, 即便你装病, 我也不可能来的。 嘻嘻, 我故意逗你的。 我们灵只要杜劫化形, 可是要非常非常努力的, 不像那些灵兽精怪, 只要修炼到相当于你们修饰的金丹镜, 就可以化形。 嗯, 那就好。 希望有一天, 你能像自由的风一样, 浪漫无邪地游走大地之上, 观望外面, 这片灿烂浩瀚的星空, 舍雨仙临走前, 又不要本钱似的, 给云仙子煲了一顿心灵鸡汤。 不管怎么说, 跟摩云菇打好交道, 是很大好处的, 采集一块灵菇, 就能一夜暴富。 这样的五节灵职好朋友, 我想来一打。 又深深地向陈燕真人行了一礼后, 舍雨仙纵地一跃, 身影化为一阵清风, 虚于出动远去。 陈燕真人目送他离开, 又看看恢复生机的摩云菇, 隐隐地又有种失去什么机缘的恍惚感。 奇怪了, 莫非这小子, 我还看走了眼? 他凝神思索一番, 也没想到什么, 干脆也就不想了。 大不了, 以后多关注关注这个名字中, 戴仙的少年吧。 飞仙, 长生, 那可是一条无比艰难崎岖的漫长之路, 一路飞掠如风, 恍如腾云驾舞。 舍雨仙离开云如风时, 天色暗沉, 已是黄昏。 今夜他没有去问道风灵田, 而是回到楚秀风眼月谷, 自己的独栋大别眼。 路上他也查看了自己的通讯玉符, 里面来信很多。 李潘, 钱浩来, 钟小伟, 戴小云等老朋友, 甚至不过一面之缘的碎碎嘴道成, 以及是虫, 而交的黄爵等人, 都在问他伤势如何, 急愤怒谴责道宏。 生死擂台之战, 舍雨仙也算出名了。 不仅外门弟子, 对这位敢斥骂助击, 并且还完完整整活下来的的小师弟, 相当钦佩。 就连内门弟子之中, 也不少人在议论舍雨仙与道宏的事情。 加上连续完成问道百药源重灾, 雷鸣风韵雷金竹, 及云炉风磨云菇, 三大难度, 极高的临职任务。 身家丰厚, 钱多惹人眼红, 更容易被人惦记上。 舍雨仙也感觉自己, 暴露在众人关注之下, 有点太出风头了。 不过宗门天才辈出, 奇闻意识平平, 相信要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淡忘我的存在。 还是闷声发大才好啊。 他又细细一想, 又觉得,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自己真正出名, 其实主要就是完成三大灵职任务而已, 展现出了惊人的灵职夫天赋, 尤其在摩云姑那里, 一指枯荣震惊四座。 但灵职夫天赋再强, 也不过是, 一介灵职夫, 还是一个杂武灵根的灵职夫。 在追求大千福昆界, 不是修炼天赋异常突出的天才, 又岂能获得修士们的看重。 舍雨仙自认的大出风头, 其实真的就是给宗门弟子, 带来一点弹性而已。 实际上, 他还是一个被众人看不起的杂武灵根。 在没有彻底证明自己修炼资质之前, 杂武灵根永远没有人权。 况且宗门灵职夫比较挣钱, 本就是一个共识。 灵职夫的身家可以轻松碾压不少外门弟子, 但有钱有灵食, 不代表在修炼上就能快上多少。 他们的心思和精力, 大部分都耗在看护灵职上了。 灵职夫积攒下来的身家, 多半是为了以后攒够钱, 就在山下选一个先程取妻生子, 繁衍家族, 求一个日后一事无忧的安稳生活而已。 而舍宇仙, 通过三个高难度的灵职任务, 充分展现了灵职夫天赋, 也赚到海量贡献值, 以后大家的目光, 肯定是聚焦在他灵职天赋上。 没办法, 灵职天赋太耀眼了。 就是可惜这次没有击杀王云超, 以他小人之心, 以后说不定还会给我闹点妖蛾子。 不过他要是还不长眼, 那就是真的找死了。 隐隐的, 他还有些担心远在朱仙镇十里坡村的家人。 王云超, 徐耀天, 现在应该还不会去动他的家人, 但以后穷途陌路狗急跳墙, 未必就不会对蛇老跟蛇二狗他们下手。 家人是蛇与仙的一个命门, 也是一个禁忌。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他都是一个心底柔软, 纯良如一的人, 家人亲情, 从来都在心里占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得尽快提升修为境界, 只要突破住激境, 就有能力守护这一世的家人们, 把他们安置到灵霄仙城, 享受安稳美好的一生, 蛇与仙想起家人, 还有大和稀盼的一片片小灵稻田的美好模样, 经历一天的跌宕起伏, 难免疲倦的心, 不由重新被注入了一股温暖的力量。 是啊, 都快半年了, 梦里都还不时浮现自己赤足何处, 走在盗浪里的景象哦。 也许是故乡的温暖, 暂时抚慰了少年的身心, 让他身上那股厮杀灵力, 刚染心血的沙发气息, 渐渐地平和下来, 群星闪烁, 掩月谷今夜无月, 却依然美得让人沉醉。 心里有人, 兜里有钱, 长生有梦, 今夜的蛇与仙, 感觉自己的心神, 都似乎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 或许, 今夜可以再尝试一下, 看能否破开神秘雨滴的二层金币空间。 蛇与仙走进自己的乐习院, 李潘披衣兆高采烈地出门相迎, 自然免不了对蛇与仙一番问候。 蛇与仙简单地说一下, 表示自己现在好得很。 不但伤势被陈彦真人一发百劫回春宫瞬间致吼, 连巴都没有留下一个, 死去云如风还大赚一波回家。 他也没忘记询问, 擂台斗法下注的零食, 你拿到手没有? 李潘精神一阵晃动手中的储物袋, 兴奋地说道, 一赔三, 五百块零食变成一千五, 这可是一大笔钱。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零食, 简直闪花了我的眼。 蛇与仙也没有接过来, 但笑说道, 明天你给倒灵师兄还回去五百五十块零食, 剩下的你仙自己存着, 可以多买点零材, 把炼丹树提升上来。 不会吧? 老大, 你这么多零食放我这里, 我有点不踏实啊。 李潘有些忐忑, 同时心里也一片温暖。 老大把这么多零食给我处理, 这得有多么信任。 蛇与仙看着兴奋又忐忑的李潘, 心想, 你要是知道我除袋有一千块终极零食, 还不得整夜都睡不着觉啊。 表面上他一片看淡的轻松随意, 微笑道, 这些都是小钱, 以后堆成小山的零食, 我们都赚回来。 交代李潘明天, 一起去问道风灵田, 收割风灵花, 蛇与仙独自上楼, 来到自己的修炼近视。 今天身心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他想事事冲击一下, 石海里的神秘雨滴虚无世界, 看能否穿过第二层金币, 希望进入第二层虚无空间, 能获得更给力的万灵真印。 第一层收获的万灵, 真印太古羽蛙, 四大天赋已经让他现在有了立足宗门的足够底气。 现在他的眼界有点高, 内心更希望能获得能直接增强秀为相关的天赋, 比如像水法清河这种。 擂台一战, 道红仗势灵人, 已经唤醒了他心中的男儿热血。 庇护家人的愿望, 更隐隐在催着他, 加速变强。 修真修真, 修为至上, 实力至上, 这才是真实残酷的修真剑。 他盘坐在蒲团上, 心神一静, 很快就进入身心空灵状态。 意念一动, 就来到石海中悬浮的神秘雨滴面前。 将念识往神秘雨滴上一探, 金银剔透的雨滴上面, 便缓缓浮现出一片字迹。 修为, 炼气五层, 万灵真印, 一,太古雨蛙, 驾狱, 天赋,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避, 中,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中, 功法, 黄庭经, 上, 小五行腾罗术, 三眼观想法, 水剑术, 水甲术, 脸气爵, 以及清洁术, 燃火术, 采集术, 旺气爵等修真杂相。 一枚太古雨蛙的万灵真印, 给它带来四大天赋, 三个天赋是目前看来更多是与种田相关, 唯有水法清河天赋, 赋予它强大的水系道法清河能力。 它能瞬息之间, 连续爆发数十枚水剑术, 跟水法清河天赋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水法清河天赋, 还有个堪称逆天的附加能力, 就是可以提升它破镜的成功几率。 这个破镜, 既然没有限制说明, 那就意味着, 不管是助激镜, 还有更高层次的金丹, 元英, 化神, 分神等大境界, 都可以增加破镜几率。 属于越到后期, 越是光芒耀眼的天赋。 目前来看, 水雨仙觉得自己种田天赋已经够用了, 她更希望突破第二雨滴金币后, 能够获得类似水法清河这种直接加强斗法与修为的天赋。 带着思思的期待, 她念石一动, 进入神秘雨滴内部的无尽虚无世界。 第一层虚无世界空间, 还是如末日降临般的暗沉色调, 莫名的愿增哭嚎弥漫虚空, 会心一般的怨念光团寝灭雨落。 好像对太古雨娃虚无世界的感应清晰了许多, 应该是我心神念石变得更强的缘故。 不过, 这个虚无世界太压抑, 太绝望, 太丧。 感应越清晰, 就越容易被那股无形的悲伤绝望情绪所侵染, 念石化为一柄淡蓝色小剑, 向孤帆执行在黑暗无垠的死海之上, 一路飞略如电, 往横跟在第二层虚无世界的万刃金币飞去。 这一次心神蛻变, 加上三眼观想法的精进, 给她带来的直接感受, 就是念石在雨滴的虚无世界飞略, 变得轻松了一两倍, 躲避虚空中, 毫无规律的怨念光团, 都变得十分轻松, 游刃有余。 换成前世玩游戏的说法, 就是太古雨滴这个虚无世界空间被她打穿了, 已经没有什么难度。 随着心神感应的增强, 她也隐隐地感觉虚无世界, 就像是一个崩塌陨落, 只剩死亡哀嚎的某种空间世界。 太古雨滴, 应该是代表了这个虚无世界陨落前的最后一位生灵, 也是最强大的存在。 但一切只是她模糊的直觉与猜测, 真相究竟如何, 只有不断探索更多虚无空间, 才能不断印证, 解开心底迷云。 念识小剑破空锐行, 没多久就来到了万刃金币的前方。 金币浑厚如锯墙, 上面波纹荡漾, 似轻盈, 实际上又凝滞沉重无比。 我又来了, 我欲破壁。 念识如剑, 瞬间光芒大亮, 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朝着万刃金币直刺而去。 这一次, 不再犹豫。 这一次, 热血澎湃。 这一次, 所向无前。 精力擂台上与道虹生死相搏的大恐怖, 蛇语仙的灵魂意识, 多一丝血永无味的锐气, 心气, 覆盖一部分自己原本, 那温温吞吞, 柔软和煦的, 软弱。 一丝的本质蜕变, 影响却十分明显。 他直觉自己的念识小剑, 这一次锐不可当, 这种乘风破浪, 畅快淋漓之感, 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刺入金币, 沉重粘稠的莫大阻力, 迎面推来。 但意念小剑光芒乍亮, 紧微微一致, 随即爆出锐鸣声, 然后猛地加速突破, 层层阻力。 就这么一瞬, 蛇语仙感觉自己的心神之力, 陡然消耗了一大截。 但, 他只感觉到兴奋, 激动, 轻笑一声, 飞剑穿壁而出。 前方, 是一个更加宏大与低沉的暗红色虚无空间。 仿佛自太古以来, 它就沉沦在那里。 神秘宇低第二层虚无世界空间。 念识看到的, 就是一片无穷无尽的暗红色虚空。 甚至, 还能闻到无处不在的血腥味道, 庞佛万古都未曾彻底消散。 与第一层太古与蛙世界相比, 这个新的虚无空间, 不仅是弥漫着怨憎恨的末世凋零气息, 而且还多了一股惨烈的血腥气。 给蛇羽仙的第一直觉, 就像是有无比庞大与强大的太古生灵, 被某种至高力量, 直接暴力血腥式屠杀, 以致血气这么浓烈, 万古不散。 多想无意, 先探索一番再说。 蛇羽仙稳定心神, 稍微恢复些力量, 便鼓当念识小剑, 传入漫天盖地的星红之中。 念识掠走, 遇到的阻力比上一个空间强了一倍, 幸好以我目前的心神强度, 还是可以的。 念识在这个星红世界穿梭, 感觉就是被无处不在的血气包裹得步履艰难, 粘稠, 持质, 极不爽力。 砰! 几团球形的血气光团, 突然在他念识小剑上方, 疯狂轰落。 他尽力躲避, 但由于血气的粘稠阻力, 竟被其中一团血光轰重, 砸得剑光重重下坠, 剑芒暗淡。 这里血光的轰击力, 比上一层猛烈数倍, 砸得他念识一片晕眩混沌。 不过, 对于这种突发状态, 他也早就被磨练得心静如水。 波澜不惊, 心神之力缓缓注入, 念识小剑便重新恢复光泽, 不断在血色虚空腾挪闪避, 越发深入探索。 突然, 念识小剑在血色虚空抖的拐向, 斜斜朝右下方俯冲而去。 蛇语仙发现, 新大陆了。 原来, 念识照现之下, 血色虚空的右下方, 突然出现一片巨大的残破甲铐类悬浮物。 他不由精神大振, 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莫非就是一枚万灵真印? 难怪他这么想, 之前太古与蛙世界, 空间都是虚无, 除了怨念光团, 就没出现过实体类的东西。 甚至太古与蛙的万灵真印, 也只是一团有异瘦云纹的凝石光团而已。 没想到这个血色虚空世界, 竟然会出现实体的残破碎片, 这岂不是发现新大陆? 小剑翁铭, 破开血浪, 很快来到那块巨大的残破甲片上空。 蛇语仙念时悬停在残破甲片之上, 感觉下方的甲片实在太大了, 自己就像, 一个人飞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上方, 产生一种极致的渺小感。 而下方这片, 如航空母舰一般大小的残破甲片, 通体暗红色, 上面纹路依然清晰, 应该是一片硅甲。 仅是破碎的一片, 就已经如此庞大, 这头零售本体体积又该何等惊人? 蛇语仙控制念时小剑, 仔细在破碎硅甲上来回搜寻。 直觉告诉他, 在虚无世界遇到的第一件事物, 应该会有了不得的发现。 残破的硅甲上面, 到处都是杂乱的不知名碎渣, 随便一枚碎渣都有一座木屋那么大。 顺着硅甲上面玄傲的纹路, 他逐步翻看, 在硅壳碎渣堆里穿梭, 不放过一个角落。 墨地, 他看到一堆如小山般大小的碎渣堆中, 看到一丝微弱的蓝光。 念时赶紧飞掠过去。 只见一枚海碗大小的湛蓝色灵珠, 静静地悬浮在硅壳碎渣的中央, 散发着悬傲又衰弱的气息。 竟是一枚奇特的灵珠, 不知是什么来历。 满心欢喜的蛇语仙, 调动心神之力, 投注在那枚湛蓝色灵珠之上, 就像平日用心神之力 投注在石海雨滴表面一样。 他希望神秘雨滴能给自己一点提示, 否则看到宝物也是一筹莫展。 自己一缕念时而已, 又怎么能将这颗硕大的灵珠带出去呢? 果然, 一阵无形的波纹回应了他的心神投注。 关于这枚灵珠的大致信息, 直接出现在他的石海。 龟虚珠, 太古赴海龟的本命法宝, 本身为道气急灵珠, 但随着太古赴海龟的陨落, 龟虚珠也受到重创, 在经历恒久时光的腐蚀, 力量不及原有的亿万分之一, 现仅有一丝内虚界的功能, 龟虚珠。 太古赴海龟, 称霸太古一大界玉石, 吞纳万物, 汲取未面精华孕育而成, 巅峰时期, 一株吐出, 轰碎星辰, 亦亦如反掌。 内虚界, 为龟虚珠内, 在衍生空间, 里面虚土可演化草木生林。 虚土元气越浓, 则灵殖生长速度越快, 生林繁殖速度越快。 虚土元气浓度, 可吸收灵兽血肉, 以及各种珍稀的矿藏灵脉等能量, 而获得提升, 神秘雨滴果然足够神秘玄奇, 异长段的介绍, 让蛇与仙对这枚湛蓝色灵珠的来龙去脉, 有了清晰的了解。 龟虚珠, 太古赴海龟内单演化成的稻气级宝物, 当然, 那是完整巅峰时期的状态, 现在这个样子, 顶多也就跟一件普通法宝水平差不多。 当然, 即便只是一件法宝, 对蛇与仙来说, 也是一笔巨大的收获。 大千福昆界, 修饰炼气级别, 分为法器、 灵气、 法宝、 解宝、 仙气等。 法器, 是最基础的器物, 主要适应炼气境修饰境界。 灵气, 比法器强大许多, 驾驭难度也提高很多, 主要对应助激境修饰。 法宝, 已经涉及到天地之力,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威力, 对应金丹境, 原英境修饰。 解宝, 顾名思义跟杜结有关, 以前一般指杜结境大佬亲自炼制的法宝, 蕴含着莫测的洁力, 但实际上, 杜结境大能, 基本已经用不这等法宝, 所以, 后面解宝主要指利用陨落的杜结精怪妖魔, 以及杜结陨落修饰的残骸, 炼制而成的超级法宝。 有关了, 大千福昆戒, 即便有遗留, 也不会超过双掌之术, 每一件都有名有姓, 被实力最强大的宗门把持, 是这些宗门压箱底的底牌。 据说玉成功就有一件仙器, 是挖掘一座, 曾经传承数万年之久, 却遭遇某种不测, 而传承消失的上古宗门洞府遗址而获得的。 神秘宇滴对龟虚诸的描述中, 所提及的道气级, 却是大千福昆戒所不存在的宝物等级, 也许是神秘与地论述, 与大千福昆戒并不一致。 但更大的可能是, 道气已经远远超越大千福昆戒修士的认知, 甚至仙器, 也无法相提并论。 即便原来的道气, 缩水成法宝级别, 这玫瑰虚诸也能让我底蕴大增。 舍与仙知道, 即便是道气, 也不是现在的自己所能够拥有的。 德不配位, 实力不足驾驭, 拥有太好的东西。 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毁灭之灾。 龟虚诸即便沦为法宝, 也已经是大马套小车, 自己是高攀了。 但, 如何收取龟虚诸呢? 舍与仙面对龟虚诸, 垂涎三尺, 却拿他束手无策, 这让他急得有些上火。 这样有来头渊源的宝贝, 已经超过许多普通天赋了, 他当然想即刻拥有。 还好, 神秘与地无形波动继续提示, 就是让他保持心神投注。 半信半疑的舍与仙, 没有其他办法, 只得赵作不断将心神之力投注在龟虚诸上。 每一份心神投注, 对他而言都是一份虚耗, 伤损心神意志。 要是在以前, 他绝不敢这样蛮干, 因为绝对耗不起。 但现在不一样了, 在玉成功获得的三眼观想法, 可以恢复心神之力, 这给了他尝试的底气。 他勉励维持心神投注, 感觉自己一阵阵虚弱下去, 渐渐地连念识小剑都无法保持凝行了, 直接涣散成一点点的星光。 太难了, 也太虚了。 我去, 龟虚诸不会直接把我吸干了吧? 再忍一会, 坚持住。 实在坚持不了了, 不行就只要放弃了。 真不甘心, 发现珍宝, 却发现拿不到, 终于成功了。 差一点, 就差一点, 我就完蛋了。 苦苦煎熬, 就在蛇语仙念识要维持不住, 即将崩溃, 被弹出神秘雨滴世界时, 龟虚诸突然占蓝色光芒猛的一掌, 从海碗大小膨胀为一座巨大房屋的体积。 然后, 轰的一声, 巨大形体的龟虚诸气势汹汹地, 朝蛇语仙的念识横冲而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蛇语仙只觉眼前一黑, 一种极不好受, 彻底掉陷的感觉。 他被震出了神秘雨滴那世界。 难道还没成功吗? 不应该啊。 退出神秘雨滴的蛇语仙, 盘坐蒲团上的身体, 一阵巨大的虚弱感袭来, 不由直接趴在了地板上。 面色苍白, 冷汗淋漓的他, 虚弱到眼前发黑, 连室内的场景都看不清了。 这是心神之力极度虚耗的表现, 心神衰弱, 人的五感都会迅速衰退, 甚至消失, 连面前的世界都无法感知。 他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被灵丹, 还有三颗之前没用上的回灵丹等, 直接吞浮下去, 并赶紧默运起三眼观想法。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慢慢感觉自己回来了。 那微弱到几乎消失的五感, 形、色、 纹、 畜, 逐步回归正常, 心神也逐渐恢复了一些。 太亏了, 蛇语仙咬牙低语, 很不甘心, 龟虚珠也太不给面子了, 日后降服了你, 小要把你荡球踢。 就在这时, 他腹部一股温热感呼的传来。 又是怎么回事? 他赶紧鼓起刚恢复一些的念石内石照去。 这一下, 让他瞬间喜出望外。 原来, 腹部弃海翘穴的位置, 那颗湾蓝色的龟虚珠就静静悬浮在那里。 阵阵水蓝色的温和光泽, 从龟虚珠上散发开来, 润照脏腑虚空。 哈哈, 原来如此, 龟虚珠已经被我念石初步练化, 可以轻松收入体内翘穴。 蛇语仙太开心了, 坐直身子, 细细地观察起, 这颗已经属于自己的龟虚珠。 既然神秘语地描述, 龟虚珠内藏虚土空间, 那我得进去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正需要这样一个内空间呢? 现在心神恢复一些, 蛇语仙便念石沟通龟虚珠。 心念一动, 龟虚珠光芒一闪, 他的一缕念石便进入了龟虚珠的内虚界。 内虚界一片混沌, 仅在中央有一块大概十余亩大小的虚土空间, 虚土空间四周都是呈现一种崩塌感的灰暗混沌, 念石都渗透不进去。 竟然就这么一点大小, 这可和神秘语地描述的内虚界, 差别有点太大啊。 我原想还是一个小事件呢。 可能也是和龟虚珠被重创, 而结尾掉落有关。 虚土成暗红色, 上面自然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蛇语仙念石翻土, 仔细对比了一下, 发现这虚土中, 蕴含的是一种与灵气相异的能量, 也就是神秘语地提及的元气能量。 元气比灵气似乎要高级得很, 即便现在虚土中, 仅剩一丝虚弱的元气,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品质, 也远远超过了灵田的土力。 问道风百药元的灵土肥力, 也无法与虚土相提并论。 不过, 一切还得先试上一试, 蛇语仙念愤出一缕意识, 从储物带取出一小把醉仙果的种子, 念石一动, 归虚珠兰光一闪, 醉仙果种子就吸入了内虚界。 将种子撒进虚土, 然后细细感应。 没一会, 醉仙果种子就发芽了, 而且发的芽, 自带一丝元气能量, 生机勃勃。 这比问道风那五亩灵田, 可是强太多了。 不知道我的灵植催生天赋, 能不能对内虚界产生作用? 蛇语仙惊喜之下, 也赶紧激活灵植催生天赋, 试验一下效果。 有效! 灵植催生天赋波波动, 出现在龟絮珠的内虚界空间, 波动扫过, 醉仙果种子就有点抽风的感觉, 疯狂生长。 眨眼间, 就钻破虚土, 长成一株株嫩绿的小苗。 蛇语仙控制住内心的狂喜, 灵植催生持续波动。 虚土元气叠叫我的灵植催生? 我倒看看, 多久能够完全成熟, 开花结果。 虚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在灵植催生天赋加持下, 爆发出不可思议的生长威能。 仅仅两个时辰, 醉仙果就在蛇语仙的注视下, 茁壮成长, 开花结果。 一颗颗酒红色的成熟果实, 挂在枝叶间。 发达了? 这一下真的发达了。 随身携带超级生长空间的爽爆感, 果然只有其本人, 才能切实体会。 有了虚土这种逆天土壤, 何愁没有百年千年灵植灵财, 即便是万年珍宝, 大药我也能轻松拥有, 再问道风低级灵田, 有灵植催生终极天赋加速, 最鲜果, 风铃花等一阶巅峰灵植的成熟期, 甚至可以缩短在15天左右。 但在内需界的虚土里, 最鲜果的成熟期只要两个时辰, 是低级灵田生长速度的180倍左右。 关键是, 虚土只有自己才能进去, 安全和隐秘得很。 够低调, 够安全, 闷声发大财, 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狗盗流宝物啊。 虽然在第二层血色虚空中, 还没有获得第二枚万灵真印, 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这枚龟虚株的重要性, 对目前的蛇羽仙来说, 已经远远超过了呼风唤雨, 万虫蜕壁天赋。 更不用说, 其本质曾经是一键听都没听过的道气急, 未来说不定还有恢复的可能。 这等存在, 已经盖过无数小天赋。 可惜, 我身体现在进不了内需界, 否则可开发的东西就多了。 蛇羽仙还尝试着把自己丢进去, 却被排斥了。 他想了想, 把装着二阶黑线虫的大顶丢了进去, 没想到, 却一下就成功了。 雀跃之下, 又把近视的蒲团、 桌子、 盆栽什么的丢进去又取出来, 玩得不亦乐乎。 玩了一会, 他取出成熟的醉鲜果后, 却发现进不去了。 虚力不足, 剩余虚力十点, 归虚珠传递的波动, 提示着他进出内需界, 需要消耗内需界的虚力。 男人至死方少年, 刚才喜提随身空间, 少年玩心大起, 有点把龟虚珠丸脱陷了。 虚力, 是什么东西? 莫非是神秘雨滴刚才提示的灵兽血肉, 矿藏灵脉之类, 转化的虚土元气能量。 蛇羽仙抱着适时的心态, 将两块终极灵石丢了进去, 看是否属于矿藏灵脉属类。 从陈燕真人手里, 赚了一千枚终极灵石, 都还没午热呢。 终极灵石被吸进内需界, 舍与仙念石沟通龟虚珠, 让其分解吸收。 只见两块灵石瞬间分解, 化为虚无。 虚力不足, 剩余虚力三十点。 灵石果然属于矿藏灵脉类, 可以被内需界汲取, 不过一枚终极灵石相当于一百块低级灵石, 也就才恢复十点虚力, 这内需界也太费灵石了。 不划算, 得通过其他资源来补充灵力, 这个以后慢慢想办法。 舍与仙有些肉疼, 舍不得再投入灵石去补充虚力了。 但没有虚力的话, 就不能进出内需界, 连虚途里的灵石都几乎停止了生长。 可见, 虚力才是内需界一切的根本。 亏死了, 刚才丢了一把醉鲜果种子, 也不知道消耗了多少虚力。 早知如此, 我怎么也得忍住, 只把灵田里的布老花、 猪果和紫魂草 这些三阶灵石放进去。 通过对龟虚猪一番操控试验, 舍与仙也摸索出了一些性价比更高的用法。 就是在目前虚力有限的情况下, 虚途只种植稀有的中高阶灵石, 现在手上的布老花、 猪果和紫魂草, 才是比较理想的移植对象。 醉鲜果、 幻梦花、 枫林花等一阶巅峰灵石, 移植内虚界的花, 对消耗的虚力来说, 有点过于暴殿天物了。 何况, 低级林植在外面灵天的生长速度已经够快了, 快到轻松打破育成功历史最快记录。 不知道林植父的噩梦黑线虫丢在里面, 会不会持续消耗虚力? 先观察一下, 如果消耗不起, 还是得取出来。 这黑线虫留在手上, 有点像颗炸弹, 能放在里面还是放里面, 更安全, 舍与仙不舍地毁灭二阶黑线虫, 心里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这玩意儿, 对林植灵才来说, 就是一种毁灭级的天灾。 如此庞大的黑线虫群极为罕见, 握在手里, 绝对可以算得上一件大杀器。 嘿嘿, 看哪个林植父不爽, 往他林田里一放, 绝对让对方赔个底朝天。 甚至等虫群繁衍衍庞大数倍十数倍, 带出去足可以横扫许多宗门, 将他们的林植, 全部霍霍光, 直接毁掉其宗门根基。 二阶黑线虫, 属于病毒类似性质, 一旦放纵任其生长, 整个大千浮昆界修士, 根本都要被其动摇。 所以, 一旦发现黑线虫灾, 每个宗门都是极为重视, 必定是扑灭的。 之前问道风百药园黑线虫灾, 如果不是蛇语先出手及时解决, 后面发展下去, 问道风也不得不壮士断壁, 要将整个百药园都用真火焚烧一空, 近千株的百年灵植, 随同黑线虫, 一同人道毁灭。 龟虚株是个极为珍惜的小世界类法宝, 但要真正开发它, 就需要无数的灵兽血肉, 矿藏灵脉等去填充。 唉, 只能等我突破助激境, 有安全保障, 再想法外出去搜集这些资源吧, 蛇语先想好龟虚株的用法, 也就暂时把它先搁置了。 他盘坐土纳, 运行三眼观想法, 一心多用, 同时继续修炼黄亭金。 黄亭金是他目前修炼体系的核心, 必然得勤奋修持, 争取早日构建宁华五大兜藏, 武器朝圆后即可冲击助激境。 根据黄亭金论述, 水生木, 木生火, 下一步应该构建宁华火器兜藏, 心脏对应火器兜藏。 黄亭金提到, 宁华心脏火器兜藏后, 心火会洗涤身心, 剔除体内杂质, 可以提升修饰的寿命上限。 这个增寿, 就有点厉害了。 至于继续探索神秘雨滴第二层血色虚空世界, 那得先把自己的心神虚好给完全补充回来, 缓一缓, 至少要半个月后才敢再去冒险闯荡。 第二枚万灵真印, 暂时只能想想了。 当然, 蛇羽仙一点也急, 当初在十里坡村, 他探索到第一枚万灵真印太古雨蛙时, 可是花了几年的时间。 修炼黄亭金, 探索第二枚万灵真印, 收割枫灵花、 醉仙果、 幻梦花等, 酿造二阶零酒醉八仙, 再去拉一下赵黄飞的关系。 哎, 要做的事, 可真不少。 他将自己将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事宜, 梳理规划好。 每隔一段时间梳理, 规划,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沉浸修炼, 不知不觉, 竟已过去两天两夜。 楼下的李潘, 几次都想提醒老大, 不是说好去收割枫灵花的吗? 但都忍住了, 怕打扰到蛇羽仙的修炼。 直到第三天, 蛇羽仙神充气足, 心神感受顺畅轻松多了, 才自主退出修炼状态。 难怪修士一修炼起来, 就不知岁月。 这两天两夜, 我竟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 还以为就一晚上吗? 蛇羽仙给自己施了一个清洁树, 浑身神清气爽, 走了修炼近视。 叫上李潘, 两人朝问道风奔去。 蛇羽仙嫌李潘速度太慢, 抓起他一起飞掠。 现在小五行腾挪术的精通境界, 带个把人兜兜风,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哇呀! 老大小心点, 要撞上树了! 好! 这也太爽了吧! 老大, 简直是风一般的少年。 李潘这丝从开始不适应, 被高速飞掠, 吓得魂都要飞了, 慢慢到最后, 却是兴奋地吼叫不已。 可见每个闷骚的少年, 心里都住着一个狂放不羁的梦想。 不到一个时辰, 蛇羽仙两人已经感到问道风租众的灵田。 五亩灵田, 花果飘香, 景象喜人。 风铃花, 醉仙果, 幻梦花, 金灵子等一阶巅峰灵植全部成熟, 在灿烂的阳光下, 泛着金黄色的光泽。 老大, 你灵植夫天赋也太变态了, 一个月都不到就能收获。 而且, 成活率也太高了。 李潘后面都没有来灵田, 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初一片荒芜上, 现在一看大片郁郁葱葱, 叉子烟红的灵植, 那兴奋精半天都停不下来。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里面闪烁的都是一块块灵石的符号。 采集收割, 显然比播种要麻烦得很, 无论花朵还是灵果, 都要小心存放。 如果要保存的酒, 更需要用玉盒来盛放。 蛇羽仙当然不想这么麻烦, 除了醉鲜果和精灵子, 让李潘小心采摘外, 其他枫灵花, 幻梦花等打算, 都装在储物袋两室。 枫灵花单独用一个储物袋装, 到时直接卖到宗门单方去。 他首先来到三阶珠果, 布老花与紫魂草的埋根处, 不留痕迹的, 将根连土都挖到龟须珠的内须借去了。 虚力不足, 剩余虚力21点, 这次算是有个比较鲜明的比照了, 一样三阶灵植纳入龟须珠, 耗费三点虚力, 差不多相当于直接花费了一块中阶灵石。 不过光心藤也没用, 更需要的是找到补充虚力的好方法, 最好物美价廉又实在的那种。 蛇羽仙一心三用, 三眼观想法在种田上竟也发挥了奇效, 身形从一行行风灵花中穿过, 剪花、装袋、麻溜得很。 一圈下来, 他心里已经有底了。 一亩灵田收获风灵花170多左右, 比道河师兄的50多水平高出太多了。 一朵风灵花市场价大概是5块零食, 四母带给我的收益就是3400块零食左右, 从播种到收获, 20天不到, 这灵植成熟速度在玉成功首屈一指。 整个周期也没花费什么精力, 就是前期翻土播种, 以及现在采集收割劳累一点, 平日就就是盘坐在灵田里打坐修炼, 下下雨, 顺便灵植催生而已。 这赚钱速度, 已经十分可观了。 蛇雨仙强大的念识修为, 一心三用之下, 已经采集完四亩枫灵花, 而李潘四分之一亩的醉仙果, 精灵子等都还没搞定。 他正要过去帮忙, 眼界余光突然一扫, 却发现自家灵田边上, 不知何时来了一位不一道袍, 相当朴素的老头子。 这位老人家看上去须发花白, 雌眉善目, 面容红润, 脚踩布鞋, 身穿布袍, 正笑眯眯地站在灵田外, 看着里面忙碌的蛇雨仙两人, 还不住地点头, 看向蛇雨仙的眼神, 流露着不佳掩饰的赞赏。 这位老道人怎么突然出现, 我虽然忙于采集, 但一心三用, 时刻在流域周边, 刚才也没发现有人啊。 莫非, 老道人也是附近灵田的灵直夫? 蛇雨仙心想, 这位老道人年纪不小, 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灵直夫, 彼得农道人之流, 说不定都高出好几个层次。 就冲着老道人这资历这层次, 就不能随便怠慢。 于是, 蛇雨仙挥手向老道人示意, 远远地笑着打招呼道, 前辈, 我这灵直长得还可以吧? 你灵田收益怎么样? 鹤发童颜的老道人文言, 却是微微一愣, 然后乐得满脸笑容, 眼角掠过一丝斜去, 拱拱手回道, 你小子这灵直何止是可以啊? 简直惊人的大丰收啊。 不错不错, 以前租这些灵田的菜鸟们, 如果有你万分之一的本事, 又岂会颗粒无收, 赔个兜底朝天? 哈哈。 老道人哈哈笑着, 朝灵田法阵光照走了几步。 蛇雨仙以为前辈要进来, 便意念一动, 将法阵撤了, 尊重老人家吗? 他没有看到的是, 刚才老道长其实半只脚 已经踩进了灵田法阵里面。 灵田守护法阵对老道长而言, 如同不存在, 毫无阻拦作用。 好好, 老夫就是好奇, 进来瞅一瞅而已。 你别担心, 绝不给你搞破坏。 其实算起来, 老夫还曾经帮过你脸, 把想破坏你灵田的某丫头给赶走了。 老道长见蛇雨仙这么周到游里, 红润的脸上, 笑意又多了一些。 背负双手, 不斜沾着泥巴, 像个种田老农一样, 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蛇雨仙一瞅, 心中更是笃定, 看这把事, 相当的到位, 前辈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灵职夫资历。 嘴上他却轻笑道, 想不到前辈这么热心, 还帮我看护过灵田, 挡过坏人, 感谢感谢啊。 小事儿, 老道长笑眯眯地随意摆摆手, 走进被采集过的枫林花, 饶有兴致地查看起来。 你的枫林花长得又快又好, 连根筋苗干都要结实一点, 但灵田肥力, 也是正常低级灵田水平啊, 有点不懂, 有点意思。 蛇雨仙见老道长, 也是个挺有趣的人, 也就越发随意起来, 打趣道, 灵职也是看人的, 心底善良的人, 灵职也就长得更好。 就像我以前在老家种小林道, 就是比其他村民厉害。 你小子, 本来看你挺害羞内敛的一个人。 想不到嘴平起来也是不得了, 老夫也是看错眼了哈。 老道长笑骂两声, 然后走进蛇雨仙, 跟他闲聊起来。 两人聊得挺来劲的, 蛇雨仙也不好一口一个前辈, 顺口就问了句, 不知道您老怎么称呼。 以后大家都再问道风租众林田,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如果灵职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来找我。 老道长微微停了一下, 眼中金光一闪, 却显得随意地说道, 老夫陈颖, 租众的林田吗? 那边, 在那那边, 应该都是老夫的, 不过有些慌了。 陈颖, 发音听上去有点模糊, 原来陈自辈的大前辈啊。 蛇雨仙一下子有些梦了, 想不到老道长竟然是宗门陈自辈, 这妥妥地跟云如风陈燕真人一个辈分啊。 老人家不会是某个大佬吧? 难道再搞微服私行? 看样子又不太像, 陈颖道人嘴里关于种田的事情, 也是一套一套的, 没干过几十上百年的林植夫, 岂能有这么多深刻又丰富的经验理解。 蛇雨仙有些琢磨不定, 在看向陈颖道人时, 却见他一走到一株醉鲜果林植面前, 徒手抓了一枚饱满的酒红色果子, 在自己步袍上擦了一擦后, 然后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 张口咔嚓一声, 直接啃了起来。 爆裂的醉鲜果, 果汁非箭, 自了陈颖道人一脸, 也没影响他津津有味的大口啃吃。 此情此景, 蛇雨仙突然想起了家里的老爹, 想起蛇老根, 也总是喜欢捧着大碗蹲在门口吃饭, 似乎家里有邓尼, 也没有这一顿舒坦。 面前陈颖道人与蛇老根, 在某种气质上, 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 有一种神似, 叫做刻在骨子里, 前辈一个滋身林植夫, 是跑不了了。 前辈的陈自辈, 也只是因为入门早而已吧。 想到这里, 蛇雨仙一丝疑虑, 也荡然无存。 他呵呵一笑, 也摘了得最鲜果, 蹲在陈颖道人旁边, 也吭吃吭吃造起来。 入口鲜甜饱满, 四蛋还浓的酒香, 沁人心脾, 让人食欲大开。 蛇雨仙惬意地咀嚼着, 还不忘向陈颖道人, 扬一扬手中半个果子, 有点得意地炫耀。 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看什么时候方便, 也去品尝一下你老虫的灵果。 陈颖道人两三口吃完手上剩下的果子, 随手用衣袖擦了擦沾着汁水的嘴脸, 笑眯眯地回道, 我种的果子当然也不差, 等有空再邀你品尝一番, 只叫只叫。 那感情好。 蛇雨仙清静随意地拍了拍老道的肩膀, 顺手把手上的醉鲜果汁抹在对方的布袍上。 这小子也太随意了吧, 有点意思。 老道略微一正, 看了看自己脏了的布袍, 随即呵呵一笑, 空气弥漫着一种轻松融洽的气息。 我跟你讲, 我不但种田种得又快又好, 而且在酿酒上也颇有研究与心得。 等过几天, 这批灵果会酿成灵酒, 我预计对助激进修饰的修为都能起到帮助, 到时候给你送两坛, 保管你, 喝了还想喝。 哟, 你还会酿酒? 那老道到时肯定要讨一杯喝了。 嗨。 蛇雨仙拉着老道的袍子, 两人, 干脆坐在导服的灵植苗干上, 一边摘来灵果啃, 一边砍起大山。 阳光暖暖, 风鸾如画, 一老一少轻松惬意, 温馨自然。 一派修真界的岁月静好, 不时的蛇雨仙还吆喝一声, 让频频朝这边观望的李潘, 专心干活。 李潘埋头采集, 有些羡慕蛇雨仙与老道田间唠嗑的友好氛围。 其实我也很想加入的呀。 他心里发出无声的呐喊。 不过老大把四母帝都造完了, 自己怎么也得干完这一母帝, 要不也太没面子了。 想当初, 我在老家也是一顶好的庄稼把神。 李潘抓起一颗果子, 埋头干活的同时也享受起来。 对上眼了, 蛇雨仙与陈颖道人天南地北都敢聊, 嘴里时不时蹦出一些我也是醉了, 百烂是种田等词汇, 把老道砍得一棱棱的, 追问获得解释后, 却笑得满脸红光, 活学活用起来。 还别说, 老道还蛮时尚新潮的。 蛇雨仙心里给陈颖道人默默点了赞, 这思想接受度与开放度相当的扩意哦。 等李潘满头大汉, 收完一亩灵酒果子后, 已是烈日当空的中午了。 老道笑呵呵地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也打算告辞闪人了。 时候不早, 老道人为要回家去督促一下家里调皮的小子丫头们, 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做功课。 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 你小子脑瓜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真不少。 蛇雨仙摘了一大堆果子, 硬塞给老道, 笑道, 看不出老道你, 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 这些果子都带回来, 给小子丫头们尝尝。 陈颖道人越发觉得有趣, 呵呵笑着接了过来, 拍拍蛇雨仙的肩膀后, 顺手把汁水报复式抹上, 就转身走出林田。 等走出林田后, 陈颖道人突然回头, 貌似随意地悠悠问了一声, 雨仙小子, 你觉得温道风怎么样? 蛇雨仙看着老道朴素无华, 挟去随和的样子, 对温道风的好感, 不由增加了不少, 便哈哈笑道, 有你老的温道风自然挺好的, 不过你们林峰, 陈颖道人微微皱了皱眉, 但笑说道, 是啊, 宗门每座传承上千年的分脉林峰, 最后都难免眼高于顶, 浮躁了, 温道风也是该整顿一下了。 老道说完, 背负双手, 慢悠悠往外走。 不知怎么的, 蛇雨仙看着老道的身影, 突然感觉, 他身影似乎比刚才勾楼了一些。 蛇雨仙心里微微一酸, 有点怪自己没好好说话, 可能伤到老道敏感的心灵了。 老道肯定是温道风的死忠, 几十上百年都生活在温道风。 对林峰的感情之深, 是自己无法体会的。 不过, 你们负责灵田事务的道义师兄, 还有百药员的德业道人, 人都还不错的, 非常热心, 是好人。 蛇雨仙想了想, 好像自己也就对温道风的道义, 德业两位比较熟悉, 只好拿他们出来安慰安慰一下老道脆弱的心灵。 陈颖道人闻言, 身影略微一顿, 又停下倾笑着说道, 如果有可能让你小子败入温道风门下, 你是否愿意呢? 老道的话有点试探, 又似乎有点期待。 蛇雨仙闻言, 不由一正,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前几天云炉风尘艳真人的招揽, 还历历在目, 怎么问道风也招揽起自己来? 自己竟然变得这么抢手? 但云炉风一世在前, 蛇雨仙对败入三十六座灵风, 已经没那么满怀期待了。 也许, 老道也是看中自己在灵直夫上的造诣, 说不定同样为问道风招个干活的灵直夫而已。 毕竟问道风这偌大的灵田都空闲荒废着, 自己这么好用的灵直夫, 问道风能不动心? 蛇雨仙有些不以为然, 但不想伤老道有点敏感又脆弱的心。 他淡淡笑道, 败如问道风, 能和老道你一起串门聊天还是极好的。 但是, 我只在问道长生, 灵直夫这活不想干一辈子。 陈颖道人微微点头, 我看你修的核心功法是宗门的黄庭经, 小五行腾挪术也颇得神髓, 是个修真好苗子。 如果加入问道风, 自然是把你当好苗子培养。 灵直夫这活, 不过是辅助修行的手段而已, 老夫我都懂。 老道仰手看向无荫苍穹, 有些怅然的悠悠一叹。 罢了, 我问道风招人, 向来讲究随缘。 不过想当初, 老夫也是灵直夫出身啊。 还在保持叹息动作, 但老道的身影却忽然原地涣散, 无影无踪。 蛇语仙竟没有发觉, 老道究竟是怎么消失的。 陈颖道人最后这一秀, 不由让蛇语仙瞬间头皮发麻起来。 不会吧? 老道竟然深藏不露, 莫非真是宗门前辈大佬? 陈自辈, 至少也是助击以上修为。 蛇语仙对助击以上的境界及手段 认知很少, 确实难以理解老道这莫测的身法神通。 不过转念一想, 如果有个像老道这样, 和善接地气的师尊, 那也非常不错哦。 老大, 老道怎么就走了? 我还想跟他唠唠嗑呢。 刚才忙着干活, 都没空。 李潘采集完一亩醉仙果, 换梦花, 大汗淋漓, 脸上还沾花草碎线, 屁颠屁颠跑过来。 看他的语气, 还真想跟陈颖道人聊天的样子。 也是哦, 李潘成为蛇语仙的一从后, 忙着修炼, 忙着学习炼丹等, 基本没有什么个人娱乐休闲时间。 修真修真, 可不要真把这孩子修成了个宅男。 好不容易有个这么健谈的老道长, 李潘自然也想认识一下, 以后串门也有去处。 蛇语仙看了看脸色, 有些遗憾的李潘, 心里有点想笑。 你还想跟那位修为, 恐怕至少是金丹镜以上的老道老客。 说不定人家亮出真是修为来, 吓得你个闷葫芦, 恐怕连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当然, 嘴上他还是轻松地笑道, 老道就住在问道风的, 以后我们在这里种田, 有的是机会打交道。 他抬头看着依然茂盛挺拔的醉鲜果, 幻梦花, 金灵子等酿酒类灵质。 这类灵质暂时是不需要重复播种, 培育即等待成熟的, 只需保持不时的淋雨浇灌, 等待下一轮花果成熟就好。 只有风鲜花作为真元丹的炼丹主材料, 消耗这么大, 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正是因为它是一轮生的灵质。 成熟后采集完花朵, 剩下的苗子留着也没用了, 虽然也有继续开花, 但品质下降十分厉害, 所以只能拆除残苗, 重新播种培育。 忘记去向道合师兄, 请教一下风鲜花的育种方法了。 刚才采集兴起, 一下都采完了, 没留下育种的花朵, 蛇语仙心里盘算一阵, 是有不少灵质上的技术需要学的。 天赋归天赋, 石操归石操, 牛逼的天赋也无法完全取代实际的技术操作。 想到这里, 他就通过育服向道合诱定了四亩风鲜花种子, 顺便询问一下了风鲜花的育种方法。 生意上门, 道合十分高兴, 一口答应, 风鲜花种子随时都有。 只是在风鲜花育种方法上, 道合稍微犹豫了一下, 把方法告诉蛇语仙, 以后这卖种子的生意就没了。 但想想蛇语仙之前擂台之威, 道合还是把育种方法告诉了蛇语仙, 就当结个善缘了。 道合最后也开起玩笑, 语仙失地, 你摸云固任务完成后, 都一夜暴富了, 成为我们外门弟子中数一数二的句号, 名副其实的金铜啊, 怎么还对种田这么感兴趣? 蛇语仙谦虚地回了一句, 修仙是一场持久战, 必须坚持种田几百年不动摇, 师兄你懂的, 约定好时间去取风鲜花灵众后, 蛇语仙和李潘又继续干活, 两人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四母风鲜花苗杆拔掉清除, 把地重新翻了一遍, 收拾好一切, 蛇语仙又提起李潘这个脱油瓶, 施展小五行藤魔术飞纵而去, 赶回掩月谷的月西院, 醉仙谷等酿酒材料都到位了, 就得抓紧时间酿造出升级版的最八仙零酒, 月西院足够私密和安全, 在这里酿酒也不怕泄露方子, 蛇语仙不想自己倾注希望的最八仙零酒, 也重蹈仙穷号的覆辙, 这一次方子只有自己知道, 具体酿制原理过程什么的, 也只有他心里清楚, 即便是李潘暂时也没告诉, 只是让李潘打打下手, 虽然李潘已经获得蛇语仙的心理认肯, 但最八仙零酒关系重大, 以李潘目前的修为, 自保都堪忧, 知道了方子对其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 月西院中, 蛇语仙忙碌起来, 将醉鲜果, 幻梦花, 金磷子等八九种零酒材料洗净, 切好, 按照特定比例, 倒入院中一排放置的几个大顶中, 又将附近灵潭的泉水适量注入等等, 忙碌至深夜, 才将六个大顶的果酒全部搞好, 当然, 这只是第一批零酒, 一亩零甜收获的零彩很充裕, 还可以继续酿造一大批, 剩下是等待发酵, 发酵好再过滤果渣, 最后盛酒装潭, 正常发酵预计需要十天左右, 不过蛇语仙暗地里试了是自己的水汽都藏, 灵动饱满的水灵力对果酒发酵, 还是能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最后算出, 一批醉八仙零酒酿制过程, 大概需要九天左右, 希望醉八仙的最终出品, 能够达到二届零酒的水准, 帮我闯一闯天交风群星方的大市场, 蛇语仙做完一切收尾工作, 看着院子中阴凉处的六个大顶, 心中充满成就感和期待感, 根据七真果酒的酿制经验, 蛇语仙预想中的最八仙零酒, 应该是二阶水准, 因为所用的醉仙果, 幻梦化, 金磷子等, 都是一阶巅峰层次的零值零才, 通过精心搭配比较, 这八九种一阶巅峰零值之草等发酵生化后, 应该是可以冲破瓶颈限制, 跃升为二阶零酒的, 一阶零酒仙穷号七真果酒, 当初定价是15块低级零食一谈, 最八仙零酒出品, 如果达到了二阶零酒, 那其价格绝对要远远超出仙穷号零酒, 因为其对应的主要客户, 将是筑基净修士, 宗门筑基净修士, 各个身家不菲, 随便都能掏出几万十几万块零食, 对能提升修为的零酒, 绝对会趋之若鹜, 修为筑基了, 寿命大增, 达到筑基后期理论, 享有500年的寿数, 可以说就已经拥有一定的资本, 可以适度挥霍与享受一下, 很多修士筑基之后, 大多会开始找道理, 没有合适的铜镜道理, 就会降低标准, 找一些普修炼器境界, 甚至收一些凡间俱男美女, 来开枝散叶, 繁衍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修真家族, 所以说, 筑基净修士, 这是一个体现了修真欢乐与享受的境界, 道理法地, 酒色才气, 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些相通的, 喝喝酒, 就能轻松增长筑基法力修为, 何乐而不为, 根据前后来的调查, 群星方目前在售的二阶灵酒就两种, 冰灵酒与火精酒, 主要面对水系, 火系两大灵根客户群体, 覆盖范围十分有限, 而且因为炼制的主材, 是很珍贵的二阶材料冰灵精髓, 火精灵液, 所以定价也相当高, 一谈冰灵酒, 就要120块零食左右, 想到这里, 蛇羽仙对即将诞生的醉八仙二阶灵酒的售价, 也就心里有数了, 一谈醉八仙, 可以卖150块零食, 甚至更高, 这一刻, 蛇羽仙赚钱的野望, 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蛇羽仙对醉八仙的预期定价, 甚至高出群星方, 已有冰灵酒与火精酒30块零食, 李潘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大呼, 老大你这是, 要抢钱吗? 醉八仙二阶灵酒, 适合全系灵根修饰, 我可以主打生态, 有机, 纯灵植无添加等的品牌口号, 让助机修饰们, 提高消费品味与眼光, 冰灵精髓, 火精灵液, 都是地底稀缺矿石, 用灵矿石为主材酿酒, 在蛇羽仙看来, 这有点科技很活了, 这又怎么能和纯灵植无添加的 醉八仙灵果酒相比? 最关键的是, 如果我能拉来宗门那位冰山女神赵黄飞, 来为醉八仙代言, 区区150块零食, 又算得了什么? 每一谈醉八仙, 都是品味与身份的象征, 你平饮的每一口, 都在让你像女皇仙子的品味更靠近一步, 一想到醉八仙的推广扑货, 蛇羽仙就灵感如泉涌, 前世宝经各种品牌广告轰炸, 其中无数经典可谓信手拈来, 我不是在生产二阶零酒, 我只是高品质灵果灵财的大自然搬运工, 今年过节不送礼啊, 送礼只送醉八仙, 飞仙横久远, 一坛永流传, 饮不尽的豪爽, 醉八仙, 永远的女神, 永远的醉八仙, 蛇羽仙在自己的近视里, 辉豪书写了近百条经典广告语, 痛痛快快地过了把文案断子手的饮, 他兴奋之下, 忍不住开了几坛仙穷号零酒, 赤足批发, 少年疗发酒仙狂, 把自己喝嗨了, 最后心满意足地酣睡过去, M, 一夜无话, 梦里都是醉八仙, 还有一位白衣飘飘的绝美身影, 醉酒的后遗症, 就是日上三干, 人还不想起床, 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子, 碎金一般洒在床上的某人身上, 讨厌的阳光, 一只手扯过雨被, 蒙头蒙脑裹了起来, 这就是少年, 前世二世纪, 今生十二岁, 偷得浮生半日闲, 赖床的蛇雨仙, 十分享受此时此刻的气氛与心情, 突然, 她感觉裤子好像有点湿, 心中一慌之下, 连忙掀开被子查看, 昨夜好像梦到了一个绝美丽影, 不会梦一大事来光顾了吧, 虽然已经是个渗斗士, 一亿亿毫无压力, 但终究太糗了一点, 还好, 还好, 虚惊一场, 看过之后, 蛇雨仙才悠悠地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坛子偏翻, 打湿了部分被子和衣裤, 就在她磨磨蹭蹭不想起床时, 院外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虞仙兄弟, 可在, 你的道乙师兄前来拜访啊, 一声洪亮的吼叫, 让蛇雨仙彻底地清醒过来了, 叫魂啊, 她挪到窗户边, 往院外看去, 顿时不由打了个机灵, 真是梦到谁念叨谁, 真的就来谁, 道乙这个二愣子也就算了, 他怎么也来了, 有点大事不妙, 蛇雨仙心中有些慌乱, 想到昨夜梦中的轻度荒唐, 就有点英雄气短起来, 月戏院外, 被蛇雨仙冠以二愣子外号的道乙, 正陪同一个白衣飘飘, 还姿绝艳的高挑身影, 她伸着脖子, 往院内一顿乱丑呢, 能不能正经点, 有点师兄的形象, 那一戏白衣, 兵姬玉妇的绝美女修, 有点恨其不争地淡扫了道乙一眼, 冷声轻斥, 道乙顿时收敛几分兴奋的小情绪, 双手交错摆在身前, 故作正经地回道, 师姐教训的是道乙以后会注意的, 哼哼, 绝美女修有点恨其不争地哼道, 私下里叫我师姐无所谓, 等下见那个小骗子蛇雨仙, 你可不要说漏嘴, 得称呼我武师伯, 放心吧, 师姐, 雨仙师弟好说话, 心软善良, 我心里门清, 年轻女修容颜极美, 眉如翠雨, 激如白雪, 腰如树素, 身上散发出淡淡冰晶圣洁的韵味, 但一醋眉, 一沉怒, 仿佛又有火焰的灼热, 有种矛盾又和谐的独特器语, 她当然就是问道风真传弟子, 玉成功冰山女神, 宗门追求者无数, 有女皇之称的赵皇妃了, 至于她堂堂宗门真传, 众多宗门高羞心中的女神, 为何居尊主动来拜访蛇雨仙, 答案自然很明显了, 就是为了蛇雨仙手中的那块五阶灵, 才摩云菇嘛, 现在云露峰已经对外宣称风洞, 摩云菇一年, 只能采集一次, 以后绝对是一孤难求, 连金丹靖的真传弟子南宫贤, 独孤同等天骄, 都求之不得, 赵皇妃现在, 自然也是欲求无门, 好在, 赵皇妃通过忠实舔狗一号南宫贤口中得知, 今年唯一一块流出来的摩云菇, 就在面前, 这座月戏院的主人, 小骗子蛇雨仙手上, 可恶, 原来欺负大白, 把药云外炸我的,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这个小骗子蛇雨仙, 现在手上, 还有我急需的万寿单主灵财之一, 真是让我想骂又不敢骂, 等下还得求他, 仇人, 赵皇妃美眸如秋水, 仿佛穿过了院落防御法阵, 往二楼上面, 某扇半开的窗户看去, 这女神一瞥, 惊得微微探头的某个少年, 连忙缩了回去, 然后二楼响起一阵手忙脚乱打翻东西的声响, 和匆匆下楼的脚步声, 哼哼, 小骗子还是有点眼力尽的, 我一个助击进师叔来访, 已经让他诚惶诚恐了吧, 欲唇一鸣, 嘴角划出一个美妙的弧线, 赵皇妃心里有些小得意, 李潘, 快打开法阵, 随我迎接贵客, 蛇雨仙长发有些凌乱, 身上酒味味散, 急忙下楼的同时, 大喊李潘开门迎客, 下楼后他才想起, 赶紧给自己来了一发清洁术, 嘿嘿, 清爽洁净, 咱又是那个阳光清新的修士少年, 哦, 老大你这里, 竟然也有贵客来访, 李潘揉着眼睛, 有点迷糊地走到院子中, 随即, 李潘眼神瞬间如灯泡一般刺量, 有点诸葛上身了, 我的天啊, 也太美了吧, 老大, 快来看仙女, 蛇雨仙有些恨其出丑, 谈了谈李潘的后脑勺, 暗地传音道, 你可要给我警醒点, 外面那位助激进德皇师叔, 可宗门出了名的不好惹, 收起你瑟瑟的眼神, 还有藏好心里的小激动, 他说完也没空去理, 这位被冰山女神随手杀伤到的小弟了, 换上一脸微笑的蛇雨仙, 轻衣飘动, 快步来到院门口, 朝飘然玉立的赵皇妃, 以及郑庄的一本正经的二愣子, 倒已行了一礼, 师叔御驾光临, 不胜荣幸, 两位, 快快请进, 嗯, 赵皇妃不着痕迹地, 细细看了蛇雨仙一眼, 然后脉动又长又直的一双大长腿, 相风浮动, 静自走进了月西院, 他刚才亲眼验证, 确实是上次在问道风百药员, 骗了自己的那个少年, 可恶, 他如玉被齿, 轻咬红润的阴唇, 心里暗暗念叨了一声, 长得挺俊, 貌似纯凉, 但实则滑头得很, 等下找他要磨云菇, 也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 还是南宫师兄, 王师兄他们好人啊, 一副热心肠, 知道, 我要炼之万寿丹, 主动帮我搜集了很多珍惜的灵才, 赵皇妃秋水炼的美眸中, 闪过一丝淡淡的忧愁, 此时此刻的南宫贤, 王初见一定不知道, 身为舔狗的他们, 不知不觉地, 被女神派发了两张好人卡, 万寿丹, 是大千福昆界少数几种, 可以较大幅度延长寿命的高阶灵丹, 炼之非常不易, 不但要找到经验丰富的高阶炼丹大师, 而且最主要的是, 搜集万寿丹的灵才, 极为困难, 万寿丹属于四阶巅峰灵丹, 但其炼制材料之复杂, 在四阶灵丹中, 堪称首屈一指, 零零总总近两百多种, 而且全是一些罕见, 甚至偏门的稀缺灵才, 当然, 一旦炼成, 此丹便价值连成, 买都买不到, 福一丹可增寿近一两百年, 哪个修士不为之疯狂, 要知道, 助激进理想寿命极限才五百年, 一般助激进也享受不到完整的五百年, 修炼, 斗法, 受伤等各种因素影响下, 大多助激进修士能活个三四百年, 已经是很可以了, 义福当初为了救我, 身负重伤, 元气损耗过度, 拖到现在, 几乎已经游进灯库, 万寿丹, 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最好法子, 让义父开开心心地, 再活一两百年, 一股淡淡的忧郁, 萦绕金润的玉额, 让赵皇妃身上的冷傲气息, 都消散了一些, 没那么冰冷刺人, 心有所思, 赵皇妃顿住玉布, 白衣飘飘, 站立在院中的锦里池边, 看着淡淡水雾下悠然自在的鸡尾鱼, 似乎有些恍惚出神, 他这一仙子, 灵水长力, 物资出神, 院子角落那位内心骚动的少年李潘, 也在偷飘中神魂恍惚起来, 陪随在赵皇妃身边, 稍微落一个身位的蛇语仙, 只好也跟着停了下来, 他看了看, 那道冰雪出尘般的绝美身影, 被姿线条, 竟也美得让人心魂摇曳, 昨夜梦里的躁动, 似乎有些复发的迹象, 他连忙收回目光, 收敛心神, 轻轻碰了碰身边的二愣子道义, 给其一个你懂的眼神, 传念问道, 二愣子, 你这位平日里不识念叨的武师伯, 怎么突然来我这了, 不会还是以前打那个大白鸟的事情吧? 蛇语仙虽然有点猜测道, 但为了确定, 还是暗中传音, 找到以这个敌军中的友军, 来刺探一下军情,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吗? 什么二愣子? 我告你小语仙, 你这是回我宗门生育之道不? 以后有外人在, 你嘴巴给师兄, 我谨识点, 二愣子这称呼, 虽然有点接地气, 但也太难听了, 撕下叫叫就算了, 别以为你是我问道风的大租户, 就可以为所欲为, 污我轻欲, 道义的反应一如既往, 对二愣子这个私人称呼, 表示了一番严肃的谴责, 蛇语仙与道义在林田租种相关事物中, 平时接触不少, 相处熟悉了, 对道义的性格也就摸得七七八八, 道义看起来一本正经, 做事规矩, 但太过倔强板证, 有时候缺个心眼, 蛇语仙给他取了个二愣子的绰号, 其实道义觉得, 还是有几分贴切的, 用道义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道义我只是爱任死理而已, 但谁敢说, 坚持本色, 不是男子汉所应为, M, 现在的道义, 因为和蛇语仙熟悉, 被曾经的武师姐, 现在的武师舒拉壮丁, 当然也知道自己又精又微的师姐赵黄飞, 究竟是冲着蛇语仙什么来的, 道义传音道, 语仙师弟, 你就爽快点, 给师兄我偷个底, 那份魔云灵姑到底愿不愿意出手, 哈, 真是冲魔云姑来的, 蛇语仙闻言心中一喜, 瞬间就踏实自信了, 自己当初从陈燕真人那里, 求了一份魔云姑, 就是抱着拉拢赵黄飞关系的心思, 昨夜灵感永生, 对最八仙的市场推广, 已经有了全盘清晰的思路, 玉成功内门超高人气王, 冰山女神的赵黄飞, 已是他认定的最佳灵酒代言人, 但自己去上门, 与赵黄飞主动找上门,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心理优势, 这是稳了, 冰山女神, 你就是我梦中清点的, 哦不, 就是我理性分析后, 最完美的代言人, 压制住心头的喜悦, 蛇语仙不嫌不淡的传音回道, 二愣子师兄, 你我那么熟了, 我也就不给你打哈, 摩云谷我现在其实用不上, 如果德皇师叔需要的话, 看在师兄你的方正大脸盘子上, 我还是愿意出让的, 真的, 道以大喜, 真的, 前面助力于锦里池中的白衣身影, 竟同时郊区转动, 惊喜开口, 他一双秋水般的美眸, 泛着欣喜光泽, 落在蛇语仙的身上, 蛇语仙与道以不由的齐其一正, 然后看向那位冰雪如玉的身影, 五师姐, 你怎么可以偷听我们的传音? 二愣子道以, 颇为不满地喊出了自己与蛇语仙的心声, 感情刚才赵黄飞静静停在水池边, 看似在想什么东西, 有点出神的样子, 实际上一直在宁神, 截听蛇语仙与道以的传音交流呢? 赵黄飞这一首, 秀得蛇语仙有些汗毛竖利, 念识传音也能被偷听? 还好还好, 刚才与道以说话中, 并没有说他什么不好的话, 蛇语仙有些迷糊了, 念识传音在他心里, 可以一直认为是非常隐秘的, 但现实给了他一个教训, 就是不要把前世的自以为, 当成是大千福昆介的必然, 哈哈, 你被师叔给吓倒了吧, 看你个嫩瓜娃子迷茫的样子, 就知道眼窝子浅得很, 只要心神念识足够强大, 偷听念识波动也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道以指着蛇语仙哈哈一笑, 有打击嘲笑蛇语仙的机会, 他可不愿放过, 嘿嘿, 叫我二愣子, 我就是叫你嫩瓜娃子, 咱就是不吃亏的人, 蛇语仙白了二愣子一眼, 随即伸手往院子亭子一迎, 正色对赵皇妃说道, 师叔既然为磨云孤而来, 那不妨坐下好好一续, 说完, 他竟自走进凉亭, 顺手默默发了一记清洁术, 把里面的灰尘给清洁了一遍, 还是亭子里谈试好, 屋里就比较乱了, 毕竟一个单身汪的整理能力高估不得, 他轻轻一挥秀, 石桌上多了一潭仙琼号灵酒, 还有三只小玉杯, 德皇师说, 道以师兄, 请坐, 相风略动, 有些急切的赵皇妃脉动大长腿, 走入亭中款款坐下, 道以也赶紧走过去, 主动地给赵皇妃针酒, 嘴里还鸡歪道, 师姐, 他这灵酒不错, 你可以尝尝, 说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猴头耸动, 忍不住先喝了一杯, 好酒, 我要自罚三杯, 道以端端端地直接干完三杯, 才有点满足地, 测坐在赵皇妃旁边, 蛇雨仙此时也早看出来了, 二愣子跟这位冰山女神, 好像关系很好, 应该叫师叔的她, 非要叫师姐, 说话语气与动作神态等, 也是比较随意, 于是蛇雨仙也不端着了, 嬉戏一笑调侃道, 师兄想骗酒喝就直说, 你这自罚三杯又是什么说法, 道以哈哈一笑, 自然是怪我与师弟你认识这么久, 你又是我们问道风的灵田大租户, 师兄却现在才正式登门拜访, 岂不是要自罚三杯, 不, 自罚三十杯, 三百杯, 都是应该的, 蛇雨仙好笑地说道, 那师兄, 你可千万别自罚了, 我不怪你不就得了, 要不我可没有那么多零酒来让罚的, 师姐你瞧瞧, 雨仙师弟, 这是不是格局小了, 不就是一点零酒吗, 道以方脸微红, 顺手把话题扯回赵黄飞这里, 蛇雨仙深深地看了赵黄飞一眼, 说道, 师叔不妨一品雌酒, 这跟我们能不能谈成魔云姑转手, 有那么一点关系, 赵黄飞略作成瘾, 便也伸出气霜赛雪, 极为修长好看的纤细玉手, 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随即眼神微微一亮, 雌酒却是不错, 就是灵力过于淡薄些, 他淡然看向蛇雨仙, 你可以挂我的名义, 做这零酒生意, 我也听说过了, 那门弟子许耀天, 似乎在打压你的零酒生意, 你挂我的名义, 许耀天的打压自然就不值一提, 冰山女神虽然画手, 但人家心里头可清楚得很, 而且还做过一些功课的, 所以直接挑明了话题, 赵黄飞晋升筑机静后, 和很多筑机修士一样, 都会遇到这种别人递钱送产业求脱币的事情, 尤其一些依附在玉成功势力下, 那些大大小小的家族与势力, 主机修士为什么可以自意地享受起生活, 也跟这个有莫大关系, 有的是人来, 送钱送股份, 又岂会真的差钱? 适当时候, 替这些家族势力出一下头, 立立威, 就可以了, 偶尔遇到一些硬茬子, 自然是死到有不死平到了,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大不了放弃这部分利益, 也没到真的为这些生意与股份拼命的程度, 修士是一个自私的群体, 自家的修为性命才是第一位, 至于许耀天, 在内门弟子中或许有些名声, 但在赵皇妃眼里, 却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赵皇妃可以让蛇语仙解释, 在他看来, 也就一件小事罢了, 许耀天知道后, 肯定声都不敢坑一坑, 实书够爽快, 蛇语仙轻轻一笑, 然后指向院子中墙根阴凉处的六个大底, 不过我需要诗书出面的, 是我即将全新面试的仙穹号092, 灵版, 我给二阶09取了新名字, 就叫做最八仙, 二阶09, 这次赵皇妃微微动容了, 他看向阴凉中的六个大顶, 眼眸泛起一样光彩, 雨仙, 我们这么熟了, 你就别吹牛了, 你才练气境四五层吧, 自己都还不是助激境, 怎么酿得助激修士的二阶09, 道义不以为然, 觉得蛇语仙在吹牛, 蛇语仙呵呵笑道, 没谁规定, 不是助激, 就炼制不出二阶丹药, 造不出二阶灵气, 酿不出二阶098, 当初我酿造仙穹号09时, 可是炼气境都还不是, 不也成功了, 09, 让炼气后期的修士, 都赞于不已, 道义张口想争辩, 却发现, 事实还是如此, 于是娜娜的不再说话, 倒是赵皇妃轻轻发话了, 想不到师子你在修真百意上, 已有如此造诣见见, 二阶灵酒生意, 我也可以给你担下, 只要在玉成宫, 在黄亭山脉, 我大抵还是能护得住的, 说着他又淡然地看了蛇语仙一眼, 吐气如蓝, 但, 我要拿三成, 三成, 已经够少了, 看在摩云菇的份子上, 这一次, 赵皇妃显然动心了, 一阶灵酒他, 看不上眼, 但二阶灵酒的庞大市场与利润, 却是连他坐不住了, 群星方的冰灵酒, 火精酒卖得那么火爆, 一坛, 卖一百二十块零食, 利润惊人, 赵皇妃又岂会不知, 平时, 宗门真传弟子小圈子交际时, 冰灵酒, 火精酒也是频频出现, 品质口感为众人称赞, 属于圈层应酬必备佳品, 谁请客拿不出几坛上好的零酒, 那是丢分了, 特没面子, 蛇语仙心里一动, 三成, 看来赵皇妃内心还是蛮善良的, 对待脱臂其名下生意的人, 并不算太苛刻, 要知道蛇语仙自己打听, 以及从前后来那里得知, 助激进修士, 对于主动上门求脱臂的小家族产业等, 一般直接拿走六七成, 冷酷一点的, 甚至要八九成, 山下灵霄城, 无数中小家族, 帮派势力等, 都是这样给修士打工, 但没有强大修士的脱臂, 威慑, 他们连仅剩的一两成都可能保不住, 必然会被别人吃干抹尽, 性命都难保, 不不不, 师叔你, 还是没明白, 弟子不仅是要挂您的名头, 还想请您做最八仙零九的品牌代言人, 蛇语仙也不纠结了, 目光炯炯, 有些热烈与期待地看着赵皇妃, 师叔形象气质太好了, 弟子只需用您的画像, 用在最八仙的宣传上, 零九生意收益, 可以给您四成, 代言人, 赵皇妃神情一致, 有些好奇, 又有些不解, 你又是在搞什么名堂, 道姨也呵呵笑道, 这小子平日里就鬼点子多, 舍得让出四成收益, 莫非还要师姐你, 亲自出面邀和卖酒不成, 师姐你堂堂冰雪仙子, 岂能为几块灵石屈尊, 去做啥子酒娘, 也就这小子敢想, 师叔, 二愣子, 请听我解释, 蛇语仙被道义一损, 也是有点休脑了, 直接喊上二愣子了, 道义瞬间方脸战红, 搂起袖子, 就要找蛇语仙干架, 你个嫩瓜娃子, 说好不要当着师姐行我外号的吗, 什么人间不拆, 不是你尝挂嘴上的吗, 砂锅大的拳头, 你小子见过没有, 好了, 先听他讲讲看, 赵黄飞淡淡一个眼神, 就瞬间镇压下道义的躁怒, 对于赵黄飞, 这位师姐兼师叔, 二愣子道义, 看上去相当服的样子, 蛇语仙赶紧笑脸解释, 所谓代言人, 即是请师叔为最八仙零九定一个高规格的形象基调, 将师叔超然出尘的形象气质与零九产生某种牵连, 引发大家对零九的好奇等, 体现品牌与众不同的高级感与圈层感, 把脑袋里关于前世相关的知识, 临时组织一下威威道来, 希望赵黄飞能听懂, 但他显然小瞧了修士的智慧, 赵黄飞一听, 就基本明白了, 他点了点头, 带着一点新奇感, 随口就同意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都怪我的名号了, 这所谓代言人, 其实也就换个说法而已, 看在四成收益的份上, 我答应了, 赵黄飞的爽快, 让蛇语仙瞬间喜笑颜开, 他没想到赵黄飞接受力这么强, 还没有什么女神形象包袱, 这合作对象选得太棒了, 之所以开出四成的高价, 就是想让赵黄飞以后没有反悔余地, 毕竟修士都是要面子的, 何况是宗门女神级的赵黄飞, 而且, 这生意是长久生意, 代言也是长久代言, 以后如果开发出更高级的灵酒, 都可以拿赵黄飞来代言, 以赵黄飞的资质潜力, 想想其金丹镜, 原音镜, 以后肯定都不会有多大的瓶颈, 在蛇语仙看来, 这四成必须出, 也出得超值, 赵黄飞的魅力, 可以影响许多助击, 甚至金丹镜修士, 何况在玉成宫, 就有一大批痴迷男弟子粉丝, 君不见, 连南宫贤, 王初剑这等金丹真传弟子, 都是赵黄飞的忠实粉丝, 加狂热舔狗, 撬动一个赵黄飞, 就是在撬动一群, 秀为实力超级彪悍的男修士, 以后生意上真遇到事情, 说不定南宫贤, 王初剑这些舔狗, 就悄悄主动给我解决了, 貌似付出四成厚利, 但在蛇语仙估算中, 自己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冰山女神赵黄飞的美眸, 波光一闪, 接着说道, 我都牺牲到这个地步了, 试指你的魔云菇, 是不是可以同意给我了? 得, 女皇心里真正惦记的, 还是魔云菇, 没多要几成收益, 大概也是为了万寿丹一事, 据说她这几年, 心思都在收集万寿丹灵财上面, 蛇语仙目的达到, 也就大大方方从储物袋中取出了魔云菇, 请诗书收, 话没说完, 手上凉风一掠, 装着魔云菇的玉盒, 便落在了赵黄飞的手上, 随即只见白衣飘然, 一道绝美身影偏然而去, 失职的魔云菇我就收下了, 以后零九生意有事, 再来找我, 平时无事, 谢绝打扰, 女神曼妙的身影摇摇, 空中飘荡着一声淡冷风格未变的鱼音, 蛇语仙有些发呆, 赵黄飞你也太现实了吧, 不见兔子不撒鹰, 你这是抓了兔子就变脸了啊, 她心里轻叹, 哎, 怎么就觉得冰山女神 这有点像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呢, 算了, 我也没吃亏, 等罪巴仙在群星方开卖时, 直接整一句幅广告, 把冰山女神冷傲的绝美身姿画上去, 那效果绝对燃爆, 那些男弟子还不熬熬叫的抢购灵酒啊, 道师可别怪我没说清楚, 谁让你不听完的呢? 嘿嘿, 师弟, 那我也走了, 道义也不含糊, 拎起石桌上还剩大半坛的仙穷号灵酒, 转身告辞, 师弟你就别送了, 等罪巴仙上市, 师兄我去给你捧个场, 道义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也飘悠悠的玉气飞上云空走了, 我就知道, 修士就没有一个是擅茶, 一个个精明狡猾得很, 连二愣子顺手牵羊都这么娴熟自然, 蛇羽先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走到还一脸痴迷黯然的李潘面前, 用力将其拍醒, 李潘啊, 德皇师叔那等人物, 想想就好了呀, 努力, 奋斗, 接二个, 李潘这小子, 可是给乐习院丢脸了, 就像个木头一样出在这里, 傻战了半天, 还好, 赵皇妃根本就没有在意李潘的存在, 或许是给蛇羽先几分面子, 也或许类似的场面, 他见得太多了, 李潘有些苦瓜脸说道, 仙子一样的人物, 平日里高不可攀, 哪里能接触得到, 我当然就过过眼影而已, 算了, 我还是去炼丹吧, 骚年闷头闷脑地, 走进了他的专属炼丹房, 开始努力, 奋斗起来, 哎, 我啥时候, 才能练七二层啊, 李潘似乎对提升修为, 有种强烈的追求, 蛇羽先回到亭子了, 再还萦绕着女神淡淡清新的香气中, 开始谋划最八仙上市的后续事项, 他想了想, 觉得还是照顾一下以前的好兄弟, 钱浩莱和钟小伟, 当初的北路逐舍六节, 也就剩下这两位, 和他始终保持着兄弟情谊, 后面很多事情, 也是站在他这一边, 尤其生死擂台斗法时, 钱浩莱在台下怒吼, 不讲武德的道红, 一派兄弟真情流露, 让他还挺触动的, 胖哥儿, 有笔赚钱的生意做不做, 通讯玉符直接喊话, 金童宋才, 岂能不做, 快说说, 是不是又导不出什么新动作, 钱浩莱接到蛇羽先的传讯, 也是又惊又喜, 顺便调侃一下多金童子, 我琢磨了一种心灵酒出来, 寻思着, 弄得越高级越好, 你家不是也在做冰玉生意吗, 给我先做一批高大上的冰玉瓶, 对, 用来装灵酒的, 就要那种肚大, 嘴小, 脖子细的冷艳造型, 嗯, 每个冰玉瓶上, 都要把问道风的德皇师叔, 给金雕上去, 一定要把那种还资绝艳, 冷傲如雪的气质给表达出来, 蛇羽先细细想过之后, 觉得还是得更高调一点, 前世品牌的名人效应有多强大, 他可是一清二楚, 嘴巴仙, 逼格必须拉满, 售价嘛, 还得在网上调一调, 一百五十不好听, 就一八零吧, 一百八十块零十一瓶, 这是冰玉女神, 这位完美代言人的附加值所在, 哇, 贤弟你这是整大发了呀, 连宗门冰玉女神的关系, 你也扯得上, 那, 这冰玉瓶打算要多少个呢, 前后来做事细心的优点, 就体现出来了, 蛇羽先估算了下, 六个大顶, 预计能装久六十瓶, 于是便回到, 先赶六十个冰玉瓶出来, 可以继续制作不要停, 几百个随随便便都要, 这是可以长久做的生意, 蛇羽先还特意强调了一下, 同时他快速算了一下, 六十瓶冰山女神代言的罪八仙, 一瓶卖一百八十块零十, 第一批就能赚一万零八十块零十, 这下, 真的要发达了, 除开冰玉瓶, 林田租众等支出, 预计也能净赚八九千块零十, 赵黄飞分走四成, 蛇羽先也能赢余五千块零十左右, 如果不是考虑到发酵时间, 卖货时间的成本, 他都觉得, 可以专门酿酒卖了, 有了赵黄飞站台撑腰, 也算有了大步豪迈的一些底气, 至少生意做大点也没事, 与种植风铃花相比, 零九的利润是高出很多, 但零植基本同步成熟, 风铃花可以直接卖, 最八仙则要酿造、 发酵及推广销售这一系列流程, 整个周期长了不少, 真要把零九做大做强, 稳定的种田零财供应, 成熟完善的销售链条等, 是必不可缺少的, 暂时来说, 还不具备权力压住在零九生意上的条件, 搞定赵黄飞这个理想的完美代言人, 蛇羽先心事落定, 只觉前面一片明朗, 去一趟小方市, 把风铃花卖了, 趁着兴奋进, 蛇羽先雷厉风行, 直奔小方市而去, 小方市, 单房, 作为玉成宫外门重要的官办单方, 这里不仅收买各种炼气劲的单药, 还收购各种炼单零财, 向来是小方市最热闹的店铺之一, 680朵风铃花, 每朵五块零食, 一共是3400块零食, 接待蛇羽先的, 一位中年药师, 非常热情, 价也没有故意压低, 直接市场价收购, 中年药师常年待在单方, 形形色色的人可见的太多了, 老辣的眼神, 灵电的心窍, 早就磨练出来了, 蛇羽先能一次性售卖这么多风铃花, 在中年药师看来, 在灵职服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必须是潜在的大客户, 不讨价还价, 直接豪爽交易, 就是为了给大客户留下好印象, 以后好细水长流, 可以, 多谢师兄, 蛇羽先能感受中年药师的变相讨好, 高兴地把风铃花全清空了, 既然店家这么爽快, 那以后风铃花就都卖到这里来了, 走出单方, 蛇羽先浑身舒爽, 种田稳定的变现能力, 让他感到无比踏实, 魔云孤任务后, 还剩下近一千块中阶零食, 加上现在的三千四百多, 我这身家在外门绝对可以排在前十, 也就可能比不上那些, 修真大家族的子弟, 兜里有钱, 底气十足, 蛇羽先开始盘算怎么消费了, 首先, 飞剑必须配上, 顺便把全身法器给补充到位, 修饰配飞剑, 潇洒四飞仙, 要犀烈, 要潇洒, 要风度, 首选必须是飞剑, 对于纵剑天下, 长空万里的风姿, 蛇羽先心里向往已久, 风来, 雨来, 剑来, 至少, 这剑来是可以到位了, 在蛇羽先的构想中, 狂风呼啸, 滂沱大雨, 铺天盖地, 自己隐匿雨幕之中, 五龙咆哮, 一剑飞出, 伏敌于无形中, 是最潇洒霸气不过, 小爷我不仅要做法爷, 还要做剑仙, 当然, 现在风不够狂, 雨不够炸, 只有飞剑可以吸力, 腰缠十万罐, 方式自风流, 蛇羽先悠哉悠哉地走进一个个店铺, 光临一个个地摊, 挑肥减兽, 难得奢侈了一把, 花了一千八百块零食, 给李潘买了三件不错的法器, 套式土圆盾, 踏风靴, 火灵甲, 加上一些金刚服, 飞盾服等等, 都是修饰保命逃命的良品, 反倒是他自己, 腰包鼓了, 也炼气五层了, 眼界, 好像变得高了不少, 逛了一圈小方式, 硬是没有能看上眼的法器, 不过, 顺便在道河那里, 把下一批风铃花的种子给备好了, 道河非常热情, 带着明显的讨好, 说什么时候, 去蛇羽仙的林田那里取取经什么的, 师弟, 你风铃花成熟得也太快了, 不愧是我们灵直夫圈子中的顶尖天赋流, 外门弟子中的最强金铜, 道河把蛇羽仙又吹了一把, 正是有百药元, 运雷金竹和摩云姑三大任务中震撼级的表现, 蛇羽仙现在才敢徐徐展露一下自己种田上的恐怖天赋, 在道河面前, 也没有隐瞒风铃花的成熟周期, 二十天, 一个打破宗门林直夫历史的新记录, 他也想借道河等人的口舌, 把自己种田天才的名声广为传播, 让大家慢慢形成一种惯性认知, 如此, 以后越来越变态的天赋展现, 才不会有太大的耸人听闻之感, 为越来越强, 越来越逆天的自己, 打打铺垫是必要的, 当然, 蛇羽仙还是演示了一下自己风铃花的最终成猪率, 说一亩成猪, 堪堪过百而已, 饶氏如此, 也是把道河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直说要去林田实地考察, 取经, 现在道河心目中, 蛇羽仙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客户了, 而是一根闪着耀眼金光的大粗腿, 大腿上拔下一根毛, 嘴上蹦一句话, 说不定都能让他道河仲田收入翻几倍, 对此, 蛇羽仙也不好解释, 自己对仲田细节技术之类, 其实真的一般般, 全靠天赋开局, 要取经,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悟到什么东西了, 逛小方式期间, 也经过几趟天云号酒楼, 蛇羽仙只是淡然一笑, 跳梁小丑, 蹦跋不了多久,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小方式就会立起一座新的高逼格酒馆会所, 仙琼号, 在小方式炼器房里, 虽然做生意最公道实在的道锤师兄, 唾沫飞舞, 极力推销向他推销飞剑法器, 但蛇羽仙确实没有相中任何飞剑, 没眼缘, 没感觉, 没气质, 三无言辞评价, 让道锤黑脸通红, 哑口无言, 道锤最后只能呐呐一声, 师弟不愧是金铜, 这眼界也太高了, 要找真正的好东西, 你还得去群星方, 群星方, 看来还是得跑一趟, 想了想, 他便飞略如电, 去向往已久的宗门群星方, 天交风, 群星方, 灵光宝气抖射虚空, 修士强大气机弥漫期间, 人流交织又井然有序, 繁华喧闹又逼格满满, 曾经的蛇羽仙, 没有底气走进这里, 如今的金铜, 腰缠万贯密小尸, 财屡法帝, 难怪财排在第一位, 有钱了, 这修士高雅不群, 又灰金如土的潇洒气质, 自然是拿捏得死死的, 群星方楼阁店铺零次致比, 与南路小方式相比, 明显要华丽气派太多, 来来去去的修士, 也气息强大, 各个或羽扇观精, 或玉观锦袍, 或战甲睁睁, 隐隐散发出射人的波动, 恋气静后期多如狗, 助击修士遍地走, 金丹静以上等修士, 也时而可见, 各个从容不迫, 神态沉稳, 这是对自身修为实力, 相当自信的表现, 与小方式外门弟子混杂的环境相比, 群星方才更像是仙人的方式, 群星方的自由摆滩区, 专门设置在西方, 除此之外, 基本都是气派华丽的楼阁店铺, 整齐有序, 让人赏心悦目, 蛇雨仙一个练气静五层的外门弟子, 出现在这里, 还是有点格格不入的, 一路上, 少不了遭遇众多异样的眼神, 被许多助击, 金丹静眼神念时不断扫来扫去, 蛇雨仙心理压力还是不小的, 这是他以前路过群星方而不入的原因, 一头小绵羊, 跑到老虎大象群中, 能舒服自在才管, 好在兜里有钱, 心中不慌, 蛇雨仙粗略逛了一圈, 已对整个群星方功能分区等有所了解, 整个群星方分东西南北方区, 中央最显眼的是三座威俄气派的大楼阁, 玉成功自家的万宝阁, 丹顶阁, 以及早有耳闻的踏云阁, 看到踏云阁, 蛇雨仙就难免想起当初, 刚酿制出仙琼号零九时, 前后来曾拖道宏的关系, 想与踏云阁达成长期供货的关系, 期间, 很大可能是道宏建立眼红, 勾连踏云阁的直视, 想一口吞下零九利益, 最后供货一事不了了之, 但后面道宏又跟许耀天走在一起, 入股天云号, 说到底, 还是眼红零九生意, 踏云阁的门槛, 呵呵, 今生我是不太可能迈进去, 蛇雨仙无视踏云阁门口, 几位气质超好的漂亮女修士的招呼, 转身直接走进万宝阁, 万宝阁, 看名字就知道, 主要出售各种灵气法宝, 以及琳琅满目的珍惜宝物, 丹顶阁, 则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灵丹, 还有独丹, 气, 丹, 是修真界需求最大的两大类产品, 大部分方式的利润巨头, 都是集中在这两类, 福禄与气丹相比, 人气还是差了不少, 撑不起这么大的豪华卖场, 师弟好年轻哦, 有什么采购需求, 师姐可以为你提供福哦, 蛇羽仙刚走进万宝阁, 就被里面堂皇华丽的装饰, 灵气宝光的璀璨有所震道, 很快就有一位姿貌出众的轻衣师姐, 微笑着上来交流, 在这位轻衣师姐的后面一排, 另外七八位漂亮的女修导购, 对轻衣女修的热情, 却有点不以为然, 看不出蛇羽仙深深隐藏的金铜气息, 普通外门轻衣打扮, 身上没有灵光宝气, 看不出一点少年豪客的痕迹, 在这里, 帅可没有用处, 得有钱, 蛇羽仙当然不会在意这些, 在伤言伤, 看人下菜, 历来如此, 这位师姐, 我想看看你们灵气飞剑, 不知道有没有好推荐的, 蛇羽仙淡淡一笑, 直接说明来意, 轻衣师姐顿时眼神一亮, 脸上的笑容更热情了些, 引导蛇羽仙往飞剑去走去, 灵气, 价值不低了, 助激进修士的标配, 当然练气静后气的修士, 为了增强战力, 也不少人会重金购买, 或打造一两件灵气, 看不出来, 小师弟竟然是个大客户, 他们都看走眼了, 倒是让我简陋了, 师弟如何称呼, 我叫灵气, 也可以叫我道起师姐, 嘻嘻, 轻衣女修道起, 一边带路, 一边恰到好处的说笑, 无形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万宝阁飞剑区, 一枚枚崭新的飞剑, 闪烁着锐芒, 剑气弥漫, 锋利割人, 飞剑按照法器, 灵气, 法宝三个级别, 陈放在不同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三三两两的修士, 在挑选飞剑, 灵气分区这边, 显然人最多, 七八个助击镜, 在仔细寻找, 契合自己的灵气飞剑, 这些助击镜, 不少是玉成功内门弟子, 但更多的, 还是来自其他宗门的修士, 修真世家的高手, 以及一些散修, 群星方是对外开放的, 只要修士持有玉成功广为派送的入方令, 即可进入群星方买卖交易, 外面的修士, 对玉成功的群星方, 可是非常向往的, 只要有钱, 这里几乎能买到, 从炼气镜到金丹镜的全套单, 气, 俘虏等, 这些都是崭新的飞剑, 五系列别都有, 但彼此之间, 因为炼制材料的不同, 价格也有不小的差别, 但如果小师弟, 你预算在五千灵石以上的话, 看中的基本就可以拿下了, 道起带着走到一排水属性的飞剑前面, 十几枚闪烁着淡淡水蓝光的飞剑灵器, 顿时让蛇语仙眼神一亮, 刚才交谈中, 他已经透露自己, 主要寻找一枚水属性的飞剑灵器, 每一枚飞剑, 看上去都只有八掌大小, 不是寻常的长剑尺寸, 但只要灵力激发, 瞬间就会化为修士想要的大小, 变换自如, 之所以大部分修士放出的飞剑都是八掌大小, 这是无数斗法经验积累形成的一致共识, 一掌之长, 最是灵动技巧, 有力念识的细微操控, 将飞剑的速度, 杀伤力等都发挥到最佳水准, 而且隐蔽性也十足, 飞剑造诣强大的修士, 更可轻松激发出, 譬如剑气雷音, 分光化影, 剑气领域等等不可思议的境界, 真实威力与飞剑的大小根本毫无关联, 我主属性是水灵根, 水系飞剑, 无疑可以将我优势发挥到最大, 但同时, 我又好像在走上武系发展的道路, 武器兜藏, 小武型藤魔术等, 貌似武系类飞剑, 也可以看看, 蛇与仙一枚枚水系飞剑看去, 有些挑花了眼的感觉, 每一枚飞剑, 旁边都有简略概要的文字介绍, 同时, 到其也会补充说明, 寒破剑, 取深海寒铁淬炼而成, 刻印六道微型剑阵, 分别为冰冻, 急速, 锐利, 爆发, 静音, 坚固, 秋水剑, 主材为地底水系铁金, 刻印六道微型剑阵, 分别为幻黎, 耀光, 锐利, 坚固, 破甲, 夹伤, 血沙剑, 主材为二阶巅峰是血沙最锋利的牙齿, 刻印七道微型剑阵, 水雾剑, 每一枚灵器及飞剑, 主材都是二阶以上的灵材, 大概刻印四至七枚微型阵法, 让飞剑变得威力惊人, 法器及飞剑, 则基本是一阶灵材, 刻印一至三个微型阵法, 威力明显降了一大个级别, 但飞剑与修饰是否契合, 除了剑与修饰灵根属性要基本一致, 更要看修饰的念石能否轻松自如地渗透, 操控这柄飞剑, 材质不一样, 炼器师水准不一样, 刻印阵法多寡等, 都会让飞剑的品质, 即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有比较明显的高低之分, 杀伐斗法, 差之毫厘, 则生死盗销, 修饰挑选飞剑, 自然是要挑最有演员, 最为契合的那一枚, 选好飞剑后, 还需要自己日夜以心神及灵力温养, 等达到念起剑洞, 如必食指的契合状态后, 才算真正掌握了飞剑, 可以用来斗法护身了, 麻烦, 把这枚血杀剑, 去给我看一下, 蛇语仙有点挑花眼, 干脆让稻齐血杀剑取出来, 谁让血杀剑的介绍材料貌似最好, 刻印的微型阵法, 也达到了灵气飞剑的极限, 尤其, 价格也是最贵, 五千九百九十九枚零食, 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选C, 他心中冒出一个前世的经典语录, 呵呵, 就选最贵的, 肯定无大错, 师弟果然好眼光, 血杀剑, 无疑是其中用材最好, 炼制也最具降薪的, 稻齐心中一喜, 赶紧拍了一记年轻小师弟的马屁, 然后取剑递给蛇语仙把玩欣赏, 肢体接触的那一刹间, 稻齐甚至故意先先御手, 疗服了一下蛇语仙的掌心, 师姐我奖给你的福利, 真是一个够豪气的小师弟, 他心里暗道, 悬血杀剑好啊, 血杀剑卖出, 奖励更多啊, 蛇语仙也感应到师姐的温柔华逆, 不过他心思不在这方面, 当然就没有多想, 反而津津有味地, 把玩其手中的血杀剑起来, 血杀剑如一抹刺眼的暗红, 静静地躺在他的手掌, 剑身散发的寸许锋芒, 更是割得蛇语仙肌肤隐隐刺痛, 他心神一动, 念识瞬间渗透到暗红色的飞剑内部, 一股轻松流畅的操控感传来, 微微输入一点灵力, 血杀剑瞬间剑芒发亮, 细微剑鸣中, 一连七道光芒陆续绽放, 这是七道微型加持法阵被全部激活了, 唯一有些不足的缺陷, 就是念识细微操控之下, 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制, 连他水法清和天赋加持, 都还会感觉到, 这枚水系飞剑的一丝凝制, 说明这隐藏的瑕疵确实不小, 好一枚血杀剑, 不愧是二阶巅峰飞剑, 蛇语仙脸上, 却忍不住流露出激赏之色, 低声称赞, 那是自然, 很多助击修士都没有二阶巅峰的飞剑, 师弟, 你今天是运气好, 这枚血杀剑不九千才练之后, 今天刚上架, 可千万别错过, 道琪也是低声提醒他, 尽快拿下, 尤其在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助击修士 朝血杀剑这里走过来时, 二阶巅峰飞剑是抢手货, 能将助击净修士斗法实力极限发挥, 慢着, 这枚血杀剑, 我看上了, 一个傲慢的声音响起, 道琪瞬间脸色有点不好看, 只见一位刺金线道袍的年轻内门弟子, 在一位相貌身材都不俗的万宝阁轻衣女修陪同下, 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 他是金金锋内门天才弟子水泰良, 宗门一位元英老祖的嫡长孙, 出了名的嚣张跋扈不好惹, 师弟, 你还是换一枚飞剑吧, 道琪看到那内门弟子, 急忙暗中传音舍雨仙, 嗯? 舍雨仙淡淡看向那内门弟子水泰良, 心里有些不喜, 他心想, 此情此景, 是不是有点像前世反派出场的经典场景啊? 不过, 他也知道内门弟子不好惹, 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仲田流来日方长吗? 这位师兄, 血沙剑可是我先看上的哦? 舍雨仙捏住血沙剑, 平静地看着神态张狂的水泰良, 他没有非要血沙剑不可的意愿, 非见那一丝难以觉察的念石操控凝质感, 在真正关键时刻, 还是很致命的, 但这不代表, 这位随便插队的内门弟子, 就可以蛮横硬抢, 让对方出出血沙, 还是很乐意的。 前一个许耀天, 献一个水泰良, 内门弟子傲慢嚣张的作风, 已让舍雨仙相当反感。 哈哈, 这等极品灵气飞剑, 可不是你个恋气静小别三认为的, 先到先得哦。 水泰良嚣张地笑了两声, 偏头对身边那位万宝哥轻衣女修说道, 按照你们万宝哥的规矩, 我们同时看上了解杀剑, 那就竞价吧。 水泰良嘚瑟地向蛇雨仙大声炫耀, 宗门内门弟子中, 谁不知道我水泰良有名的前多人率修为高, 你区区一个外门练气静弟子, 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筑基静三层修为, 身上隐隐散发着至少三件灵气, 一件法宝的威力波动, 水泰良倒是没有夸张, 起码身家极为丰厚。 他身边的万宝哥轻衣女修轻轻一笑, 上前有些不屑地瞥了道琪一眼, 继尔对蛇雨仙说道, 诚如德良师叔所说, 我们万宝哥规矩, 就是客人同时看上一件宝物时, 可以进入竞价环减。 不知道这位外门师弟, 是否要继续竞争血杀剑。 蛇雨仙嗷了一声, 看他脸色不太好的道琪。 道琪向他点点头, 表示, 万宝哥确实有这个说法, 反而没有谁先看上, 就是谁的规定。 生意归生意, 以财利论归属, 也是一种公平。 对于万宝哥来说, 更是可以大赚。 那行, 我出一百块中阶零食。 蛇雨仙直接抛出一个惊人的高价, 真的水太凉, 道琪及那位女修都有些变色。 这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吧。 一百块中阶零食, 就是一万块低级零食, 几乎将解杀剑的价格翻了一倍。 水太凉神色不渝地看着蛇雨仙, 雄声说道, 我怀疑, 你小子故意竞价, 其实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零食。 小子你可要搞清楚, 恶意竞价,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蛇雨仙故意也面露不屑, 说道, 我敢出价, 自然就买得起, 这个就不用你考虑了。 哼, 刚才还听到谁在喊自己钱多的, 这脸面都要掉地上了吧。 放屁! 我会出不起, 半座金金锋都姓水, 我水家岂会差零食? 水太凉嚣张惯了, 直接高傲炫富, 言语间将宗门金金锋 是为家族私产, 可谓狂妄之极。 不过道启及另外, 那位万宝阁女修, 似乎还颇为认同水太凉的狂言狂语, 倒是让蛇雨仙, 有些好奇与疑惑。 道启也看出来, 蛇雨仙对宗门很多事情不怎么了解, 便暗中传念解释道, 金金锋是三十六封中, 非常特殊的矿藏类林锋, 蕴藏着极为难踩的金金石, 水家, 拥有几头穿山金兽, 是宗门开采金金石的绝对主力, 所以, 水太凉, 也不算随便乱说, 金金锋是矿藏类林锋, 但寻常矿工一从, 以及炼器镜弟子, 要开发金金石, 非常耗费体力, 即便筑基镜开采起来, 也灵力耗费太大, 极不划算。 水家运气好, 驯服了几头三阶穿山金兽, 反而成为宗门开发金金石的依仗。 久而久之, 一座金金锋, 半座属水家的说法, 就流传开了。 但金金锋的地位, 在三十六峰, 属于最低的那几个, 金金石价值一般, 开采又难, 即便是万剑宗与摇仙公, 也不太看得上眼, 遭遇挑战夺风的次数, 也是最少的。 矿藏类林锋, 半座都是水家的。 嘿嘿, 我怎么突然, 又有了某些灵感? 蛇语仙心思跳动, 他对矿藏林脉, 可是极为敏感, 龟虚珠的虚力补充, 主要就是靠矿藏林脉, 既然半座都成了你家的, 那我也不客气了。 作为玉成功弟子, 我去自己宗门的矿藏里, 挖点金金石, 非常的合情合理是不是? 心中记下这件事情, 他打算抽空去一趟金金锋, 看看龟虚珠怎么摄取矿藏林脉, 搬空半座金金锋要多长时间, 这么多金金石, 又能给龟虚珠冲上多少虚力? 半座属水家? 嘿嘿, 要不要多久, 就还你半座挖空的矿藏? 一万一千零石? 血沙剑, 我要定了! 我有的是钱, 你一个外门垃圾, 凭什么跟我争? 水太良非常硬气, 直接加了一千块低级零石。 他身边的那位万宝阁女修导购, 倒是一脸的欣喜, 今天这单奖励很可观, 关键还是从自己不对眼的道琪手上抢走的, 舒坦。 得, 水家, 敌长孙的确钱多人率修为高, 血沙剑归你了。 蛇羽仙轻轻一笑, 毫不留恋地放下手上的血沙剑。 转身朝另一个飞剑展示区走去, 倒起有点小遗憾, 不过服务意识不错, 还是赶紧跟了上去。 哼, 算你识相, 我就没碰到几个敢跟我拼钱竞价的修士。 水太良在后面嚣张得意地狂笑, 让旁边不少在挑选飞剑的修士为之侧目, 但看到援主后, 他们又纷纷释然。 水太良在万宝阁, 可是经常干这些夺人所好, 生儿子没僻眼的恶事。 水家, 在玉成功是出了名的后期土豪世家, 挤头相当于金丹镜的三街穿山兽, 就让水家彻底支棱了起来。 蛇羽仙自然不再理会这个土豪哥, 对方虽然拿下飞剑, 但也算大出血了, 自己心里也好受许多。 一万一千零十, 已经远远高出血杀剑的实际价值了。 血杀剑在他感应里, 有一丝缺陷的, 或许这点缺陷在厮杀中, 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并非理想之选。 水系飞剑灵器专区, 最好的应该是血杀剑了。 既然还是没看上, 蛇羽仙就打算看看其他属性的飞剑。 片刻后, 他已站在多细飞剑专区。 多细飞剑, 顾名思义, 就是两种以上五行属性为主的飞剑。 这类多细飞剑, 非常的极端, 要么威力极其惊人, 要么就是鸡肋。 灵器级别的多细飞剑,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本身材质的关系, 天生多情, 只适合有缘人。 对它们来说, 与其说是修饰选剑, 倒不如, 说剑选修饰。 每一把多细飞剑, 都是独一无二的, 注定只有对应多细灵根的修饰, 才能驾驭。 它们需要主人拥有相对饱满的多灵根, 体内多细灵力真源, 都足够雄厚。 如此建筑体内温养时, 才能让多细飞剑, 汲取足够力量, 不断蜕变, 充分发挥多属性的独特威力。 正因此, 多细飞剑, 也被不少修饰称作鸡肋, 仅有少数二细飞剑, 才会被一些二灵根修饰收藏。 万宝阁的多细灵箭专区, 明显人气冷清, 就蛇语先饶有兴趣地一一查看。 这里飞剑数量好少, 就十三四枚, 不过还好, 好像有枚五细飞剑, 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仔细查看, 这些多细飞剑的介绍, 水火, 金火, 风雷水, 金水火等。 看到最后一枚飞剑, 却是一枚杂五细飞剑。 这枚五细飞剑, 静静地躺在剑侠里, 庞佛是被人遗忘的孤折, 五色剑芒暗淡, 剑侠有些陈旧, 也不知道搁置在这里多久了。 如果不是万宝阁, 为了体现自己高、 大、 全的大殿风格, 这枚五细飞剑, 说不定早就被下架丢弃, 甚至回炉重造了。 蛇语先看到这枚五细飞剑, 不知怎么的, 竟新生一种同病相连, 惺惺相惜之感。 估计百年, 只等待唯一的主人, 拿起它, 舞动它, 一剑光耀苍穹, 宝物蒙尘啊! 还好, 你等到了我, 我找到了你, 隔着剑侠, 蛇语先都旁佛能赶到这枚光芒暗淡的五细飞剑, 其波动似乎都在硬核着自己。 这是飞剑与剑主无比契合的雌性吸引, 用修真戒的话来说, 就是宝物与有缘人的相遇。 他忍住内心微蓝, 仔细将这枚飞剑的相关介绍, 浏览了一遍。 轮回剑, 一块大能者从界外虚空顺手收集的罕剑武系宝矿, 两百年前, 宗门炼器宗师好奇之下, 将其铸造为剑, 名其轮回, 抑制, 此剑如玉理想中的剑主, 甚至可以逐步提升飞剑等阶, 威力之大, 或难以估量, 一剑即出, 便送敌人步入轮回。 而如果没有一位武系灵根修士遇到它, 则飞剑最终难免被收回重铸, 作为其他用途, 也是轮回之命运。 叙述中还提到, 轮回剑只有一个微型阵法, 叫五行轮回阵, 主要增强五系剑气, 融合为一, 一剑出等于五剑合力, 自带五行融合变异属性, 如风的急速, 火的猛烈, 金的锐利, 木的回气, 水的连绵等。 看介绍就知道了, 轮回剑材质罕见, 乃天外五系宝矿炼制而成, 本身也是炼器宗师的匠星之作, 飞剑本身相当不凡。 五系宝矿, 即一块矿石上蕴含了五系原荣属性, 这是极其罕有的, 大千伏昆戒就没有这样的矿材。 想必之前那位游走天外虚空的宗门大能, 也是好奇之下, 本着收藏的心理, 才顺手采集带回大千伏昆戒。 但五系灵根要求, 注定他自诞生, 就要蒙尘, 甚至直接等待回炉重铸的命运。 两百年间, 轮回剑在玉成宫长老, 风竹手中流转了很多次, 但他们在满足了短暂的猎奇之心后, 又纷纷丢回宗门宝库。 辗转流离, 这枚具备自我成长潜力, 极珍贵又极无用的轮回剑, 最后摆上了万宝阁的飞剑区。 几十年来, 从没有人将其带走。 无他, 修饰用不上。 而且因为法宝级别的材质, 加上名家炼制, 价格也绝不便宜。 轮回剑的标价, 赫然是一万五千块零食。 就他了。 蛇羽仙紧紧看着这枚光芒暗淡的轮回剑, 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请把这枚轮回剑取给我。 可能也就我这杂舞系灵根能走到你的面前。 你我既然有缘, 那就相伴今后慢慢长生路吧。 师弟你可想好了, 这轮回剑, 在万宝阁上架几十年都没卖出去。 道琪有些担忧, 倒挺为蛇羽仙着想的。 但看到蛇羽仙坚定地点头, 也就将轮回剑取出地给他。 轮回剑一上手, 蛇羽仙就有一种生气相通, 心剑相合的莫名亲切感。 自己的武系灵根, 似乎都在发出对飞剑的召唤。 他一缕意念延伸入飞剑, 就有如鱼得水, 无比丝滑顺畅的窃意与愉悦。 体内武器都藏中的水气, 木气两大都藏, 都生出一股欢悦的嗡名。 太契合了, 仿佛就是为量身打造。 这就是杂舞灵根的春天吗? 他暗暗输入一丝水木双系灵力, 轮回剑暗淡的光芒瞬间就刺亮了起来, 回馈迅速, 疯狂吸收, 就像沙漠上渴了许久的旅客, 终欲甘铃。 咦? 想不到师弟, 你真与轮回剑有缘啊? 竟然这么契合? 旁边的盗企都忍不住惊叹起来, 这是万宝阁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的场景。 他传音叫来一位驻基靖直士, 人见相合, 这生意自然是要成了, 他不过是导购, 无权决定灵气的买卖交易, 但这笔生意成了, 他自然有一份可观的提成。 恭喜师侄, 快五十年了吧? 我们万宝阁总算为轮回剑找到了主人。 这位万宝阁中年执事颇为感慨唏嘘, 也有一种终于将积存冗余资产卖出去的舒畅感。 蛇宇先付了一万五千块零食, 将轮回剑买到手。 他也不用顾忌什么, 掌口一吸, 轮回剑顿时化为一道流光飞入他的体内。 心念一动, 五色光泽闪烁的轮回剑就到了气海, 在充沛灵力交汇的俏学中, 呼吸, 酝养。 选剑, 养剑, 初剑, 养剑是至关紧要。 剑养的好不好? 决定修士能不能将飞剑威力最大化发挥出来? 这是一个水魔功夫的过程, 修士必须日夜念时洗炼飞剑, 灵力酝养剑体, 等到心剑如衣, 如臂食指。 飞剑相当于修士延伸出去的一部分时, 就算大功告成, 至少可发挥八九成的威力。 要极限发挥, 则必须达到剑兴通明的极高深境界, 那时, 人心即剑兴, 剑兴即我兴。 一剑飞出, 自然所向披靡。 一万五千块零食, 这价格绝对不低, 足足消耗了蛇语仙十分之一的身家, 都可以买三四剑灵器飞剑了。 但从天外稀缺材质以及名家炼制上看, 这价格又显得非常清名价。 不管如何, 从今以后, 轮回剑就属于蛇语仙的了, 注定要陪他纵情闯荡以后的慢慢修到生涯。 蛇语仙忍住心头的畅快喜悦, 表面上镇定淡然, 走出了万宝阁。 那小子真是个大怨种, 脑子被门家坏了应该, 竟然选了那柄无人问津的杂武戏飞剑。 我这血沙剑虽然花了一万一千零食, 但比起大怨种来, 却无疑是赚大了。 背后, 传来内门弟子水泰凉肆意畅快的嘲笑声。 蛇语仙心里淡淡地回道, 大怨种, 我看你全家才是大怨种, 金金峰, 我有空就走一趟。 水家承包了金金峰一半以上的矿藏开采, 和宗门属于合作开发, 直接拿分成的肥的流油。 蛇语仙惦记上水加得那一半金金式矿藏, 如有可能必须搬空。 不过暂时, 他的重心是让二阶零酒最八仙上市, 争取在群星方一炮而红。 所以从万宝阁出来后, 他在群星方认真地转悠了几圈。 最后, 看中了两三个适合开酒馆的黄金地段。 这几个地方都是临街楼阁, 人流大, 招式性好, 关键楼阁本身就很高档气派, 和最八仙高端零酒的定位很匹配。 他找到负责方式店铺租售的宗门管理机构, 分别就租于买两个方向, 进行了咨询。 一问之下, 才知道自己之前多少有点坐井观天, 过于乐观了。 群星方店铺价格太高了。 租的话, 一栋三层左右的楼阁, 一年要两万四千块零食, 相当于月租金两千零。 如果直接买的话, 这样的一栋, 竟然要十万块零食, 这实在是太贵了。 如果是买的话, 相当于直接把它从腰缠十万罐, 撸成一毛不剩。 当然, 只是零食转成了不动产, 以群星方的繁华, 长期来看, 店铺买了也是长期稳定升值。 舍不得兔子套不着狼。 修真界巨伤之路, 就从群星方一栋酒馆开始吧。 舍宇先狠狠心, 还是掏空了所有, 全部零食换回一张沉甸店的房契。 前世做房奴, 相比下, 感觉都要更轻松。 在修真界完高端地产, 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 十万零食买下群星方东方中心, 一栋三层半高, 建筑面积约两千平米的气派酒楼, 也是他在大千福坤界做出的第一笔大生意, 大决策。 但这十万块零食买到的地契, 也是有到期时间的, 就是二十年拥有权。 二十年之内是舍宇先的, 二十年后, 宗门有权收回, 舍宇先也可以优先续签。 所以说, 宗门也是算得死死的, 瞬间赚到一大笔零食, 盘活了宗门经济, 也没有永久出让门下的不动产。 店铺最终还是宗门的, 怎么都稳赚。 看起来挣钱快, 实际上花钱更快。 希望最八仙, 还有代言人赵黄飞能足够给力, 让我一夜伤海扁舟, 换成大宝船, 以储物带坐掩饰, 他将房契尖甚至放进了龟虚珠。 内虚界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别人偷不了也抢不了。 一纸房契, 自然也不用消耗虚力, 虚力还是剩余二十三点。 九楼一手, 宗门方式管理处速度也快, 迅速抽离正在经营的生意, 然后打扫干净, 等待新主人的到来。 这么大一个酒楼, 人手不足可不行, 得摇人。 舌宇仙第一时间想到钱号来, 其次是钟小伟、 戴小云、 赵黑子、 甚至道义、 道陵、 道成和黄爵等人。 胖子, 叫上小帅, 群星方东方酒楼这里来一趟, 我刚在这里买下一整栋楼, 小云、 黑子, 想打工赚钱吗? 就打打杂, 卖卖酒, 月入三百零食, 干不干? 道成师兄, 寻山任务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月赚一百点贡献值, 有什么用? 来我的酒楼看厂子, 一个月四百块零食, 还有年底分红。 黄爵, 你天生就是一个跑大堂的好料子。 来吧, 在宗门最繁华的群星方工作, 月入三百零食, 以后, 每年都会适当涨心。 道林师兄, 免费的零酒喝不喝? 要付出什么? 不, 啥都不用你付出, 每天有空就来我的酒楼大堂 喝喝酒, 多找客人胡砍嗨聊就好。 对于你的胡扯本事, 师弟一直敬佩在心的。 这时候, 人脉广的好处就出来了, 否则光靠蛇宇仙一个人, 真的撑不起这么一整栋酒馆的生意。 蛇宇仙这一通轰炸式的摇人, 顿时炸翻了自己的修真界朋友圈。 十万零食大手笔, 买下群星方一栋酒楼。 自己的朋友圈竟然有如此金光闪闪的大佬。 前后来, 钟小伟, 赵黑子等人都在大呼牛逼后, 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情, 直接往这边赶来了。 戴小云则带着歉意婉拒了, 说他在闭关冲击炼气进三层, 关键时刻不想分心。 之前蛇宇仙在生死擂台, 爆发出炼气五层的惊人修为, 对内心有点要强的戴小云来说, 就是一种催促的压力。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自己才是三人小圈子的核心, 资质天赋最好, 修为进度最快, 蛇宇仙才是拉后腿的, 以后是需要他照拂的。 却没想到, 蛇宇仙闷声不响, 接连完成三个堪称巨赏的临职夫任务, 凭借海量奖励, 很快就冲击到炼气五层。 对比之下, 戴小云就觉得自己, 有点坐不住大姐大的位置了, 便决定奋力直追, 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拿来修炼了。 他在宗门有个炼气精六层的叔叔, 这位叔叔现在全力支持他修行。 他叔叔也颇立志, 硬是靠着四灵根资质, 冲击到现在的炼气六层修为, 但自觉潜力已尽, 便将心血都倾注在三灵根上等的戴小云身上。 齐叔自己转为钻研修真百艺, 炼服, 炼气都有点造诣, 把戴小云供到助激进之前, 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至于道成, 在犹豫了半课后, 也毅然找到诗书, 辞掉了雷鸣风寻山, 兼接带弟子的职务。 道友与仙师弟需要我, 可不是道友我需要他。 道成决定负起为与仙师弟保驾护航的重担。 实际上, 碎碎嘴道成也不过是十四岁的少年, 玩心比较大, 对于在群星方坐镇一方, 还是极感兴趣的。 让他触动最大的是, 舍与仙当初轻轻松松搞定运雷金竹, 挣下他好几年都挣不到的贡献值。 跟着能人跑, 你好我也好, 好不容易金铜来拉自己一把, 这机会当然要把握住了。 舍与仙看中道成的潜力天赋, 其用不了多久就是一尊助激净, 好用得很。 当然最主要的是, 舍与仙现在根本请不起助激净, 一个字, 穷。 而且, 宗门三十六封, 实力常年称霸前三的雷鸣风的威名, 够不够唬人。 碎碎嘴遇到震不住的场面, 大可以摇来雷鸣风的师兄师叔吗? 谁敢不给雷鸣风的面子? 道林师兄, 就更不用提了, 又菜又爱喝, 关键是, 瞎扯的造诣足够深厚, 几次喝酒, 舍与仙都被其一套套的各种八卦故事, 扯得一愣一愣的, 故事小王子都甘拜下风。 这, 不就是最好的酒托吗? 灵直夫黄爵, 自来熟家画牢的功夫, 在百药园时, 舍与仙就深有领会。 奇人很会来世, 不来跑大堂, 都是对人才的一种罪恶浪费。 前后来和钟小伟, 舍与仙打算任命为仙琼后酒楼的大掌柜, 二掌柜。 前后来八面来风的天赋本领, 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心灵活跃, 又思维缜密, 大局观还相当不错, 绝对是酒楼的大掌柜最佳人选。 钟小伟也很灵醒, 关键难得, 对舍与仙一直保持着兄弟情义, 顺手拉一把兄弟, 也是必须的。 南路小方是09市场, 现在已经被许奥天的天云号低价09给垄断了, 前后来, 钟小伟现在处境相当尴尬, 会酿09, 但就是赚不了几块零食。 和舍与仙接任务赚大钱的本事一比, 前后来, 钟小伟这两兄弟都要惭愧到渺小到尘埃里了。 至于道义, 舍与仙是想给赵黄飞这边安排个人手, 这样省得有事也不好沟通, 毕竟冰山女神可是至今没有给她交换通讯御服。 摩云姑那么大的人情, 冰山女神也是提裤子, 就变脸不认人地跑了。 零九生意肯定会越做越大, 女神代言人这张好牌也会各种介绍, 为了以后不声举语, 还是得主动给女神安插个眼线的机会。 二愣子, 以后就好好做好眼线, 以及传话筒的角色吧, 就问你服不服, 她平时在问道风与道义打交道最多, 两人有成为彼此损友的趋势。 半个时辰后, 前后来, 钟小伟赶到了群星方酒楼这里。 雨仙, 你这动作搞得也太大了吧? 还好呢。 怎么样, 让你们做这栋酒楼的大掌柜二掌柜, 有没有信心? 哈哈, 当然, 没了, 不过给我们半个月适应期, 一定给雨仙你打理得如丝般顺滑。 他们登上华丽气派的酒楼三层, 和舍雨仙并肩站在高处, 不由永生出一股少年豪情。 杂舞林根又怎么样了, 依然是炼气一层又怎么样, 哥现在就站在宗门流金烫银之地的中心, 要携手兄弟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 舍雨仙和两位兄弟亲切地拥抱了一下, 彼此打量下, 不由都满脸感慨。 短短五六个月, 大家都成长, 成熟了不少, 两位少年的脸上多了些许的沧桑感。 宗门不是那么好混的, 杂舞林根更是艰难。 修为突破艰难, 只能接一点最简单的任务过过攒攒贡献, 唯一能赚钱的零九路子, 又被许傲天王云超他们挤出局了。 对于舍雨仙的招揽, 前后来与钟小伟是内心感激的, 知道兄弟又来拉一把了。 他们暗地里也发狠下决心, 一定要酒楼生意做起来, 不负兄弟的期待与厚望。 作为大掌柜二掌柜, 我暂时给你们的月薪是三百块零食, 但年底我会给你们一点分红。 舍雨仙揽着胖子两人的肩膀, 给他们开了工资。 只谈兄弟之情不谈钱, 那就是在耍流氓。 舍雨仙可干不出那种事。 多了多了。 前后来, 钟小伟惊喜的同时, 又有点担心舍雨仙是不是步子卖大了。 放心吧。 我决定, 扩大最八仙零九果材的种植规模。 有群星方这栋酒楼, 加上德皇师叔的超级魅力加持, 日进斗金, 完全不在话下。 舍雨仙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 六天后, 第一批最八仙酒能开售, 已经想好的开业推广计划, 需要钱后来两人去落实执行。 钱后来, 钟小伟对舍雨仙的推广风格深有体会, 一点就通, 便各自忙碌去了。 而且钱后来还带来一个盛放最八仙的冰玉瓶样品, 造型极为优美, 做工非常精细, 欲光盈盈, 一看就有种高级感。 尤其, 冰玉瓶表面浮雕的赵皇妃形象, 更是栩栩如生, 冰山女神冷傲绝美之姿, 让人一看就有点挪不开眼。 据钱后来所说, 这是其父找得最顶尖凡间凡间大师雕刻出来的, 审美绝对一流。 舍雨仙甚至有点担心, 是不是太精致逼真了, 冰山女神看到后, 会不会有意见? 转念一想, 她又释然了, 或许赵皇妃压根就不在乎呢, 先把生意做起来再说。 不一会, 道成也一脸兴奋激动地赶来了, 在酒楼里到处转来转去, 看得出骚年对自己要镇看的场子相当的满意。 雨仙失殿, 看不出你生意做这么大, 我就知道, 跟着你这位金童做事, 肯定错不了。 道成哈哈一笑, 转悠完后就盘坐在三楼闭目调息起来。 人家这事直接开始干活了? 你且自去, 由我镇厂, 必保酒楼无忧。 看看, 碎碎嘴, 甚至直接赶人了, 让蛇语先有些无语。 这责任心是不是太强了一点? 我可是你的老板。 镇厂子, 就需要一个背景比较强大的人, 自身真实修为, 反而可以稍稍低一些。 毕竟这里宗门非常重视的群星方, 宗门不可能让人破坏自家聚宝盆的声誉, 真遇到恶客打砸胡闹, 直接让宗门寻方修饰镇压就是。 但能化解这些刁难于无形之中, 无疑是更好的。 道成所在的雷鸣风, 出了名的护短, 用前世的话来说, 就是非常抱团。 拳风上下, 现在满打满算不到两百名门人弟子, 凝聚力那是一等一的, 对外绝对彪悍。 道成一个炼气镜, 就能拉来护短的雷鸣风筑基镜师兄, 筑基镜的师兄一出面, 就能拉出金丹镜的师叔。 稍后, 黄爵, 道乙, 赵黑子也来了, 都表示对于蛇羽仙提供的打工机会, 非常满意。 这可是群星方, 目光所致, 十人中可能就有个五六个住基镜, 其中还可能有一两位金丹。 平日里, 他们哪里敢来群星方逛街, 没实力也没底气。 在这座新开的仙琼号酒楼做事, 以后就是往来无凡俗, 交谈接人物了。 关键群星方也是全天候开市, 晚上就是必方的。 在仙琼号酒楼白天打工做事赚钱, 晚上各回各家修炼, 劳逸结合, 松弛有度, 反而道心稳固, 多少有力修行。 像黄爵负责跑堂, 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多。 前后来, 钟小伟, 赵黑子他们都能顺手做这活。 如果黄爵一时遇到种田上的事情, 或者接到林职夫邀请, 去驱虫撞外快, 其他人也可以顶上。 蛇羽仙这次叫上黄爵, 不但是上次在百药园交谈, 觉得此人干脆实在可以结交, 而且看上黄爵在训养林虫上的天赋能力, 以后发展潜力不会低。 朱仙镇的老乡赵黑子, 倒是第一次参与蛇羽仙的生意, 而且一加入, 就是震惊到他的大手笔。 都是朱仙镇村寨出来的, 怎么就俺越混越差了? 望着气派的仙琼号酒楼, 赵黑子心头感慨得很, 只觉原本眼中瘦小软弱的蛇羽仙, 不知不觉就变得无比高大起来。 成功留在玉成功后, 赵黑子才知修行之不义, 才屡法地, 自己一个不沾。 他四灵根看上去, 虽然比蛇羽仙的杂五灵根更优秀,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至今不过是炼气进一层, 二层的边都没摸到。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 五年晋升炼气进三层, 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他也学了一门修真百意, 就是训兽。 鸣风彪汉村寨出身, 经常和野兽打交道, 勉强也算半个训兽夫与屠夫, 每个月也就混个二十来块零食, 就购买三瓶采灵丹的。 对于蛇羽仙能拉自己一把, 赵黑子是内心充满感激的。 蛇羽仙打算让赵黑子当后厨, 酒馆生意开张, 不可能只卖酒。 酒肉不分家, 零酒配烧烤, 仙人都要倒。 没错, 蛇羽仙打算开发一下, 前世让人食指大动的烧烤生意, 肯定也能成为仙琼号酒楼的一大亮点。 大千福昆界的修饰, 对于口腹之欲没太高追求, 修为越高, 越是远离人间烟火, 参风引路, 福气而生。 但蛇羽仙认为, 助鸡镜及炼气镜修饰的美食潜力, 还是可以挖掘一下的。 因为, 我前世就重度烧肉爱好者啊, 特意研究过腌制酱料及烧烤手法的。 而且, 此界金鲤木和烤肉是绝配, 烤出来的灵肉香气富裕, 相当诱人, 肥而不腻, 在打算做灵酒生意时, 蛇羽仙就想到过烤肉, 平时在方式转悠, 也在暗自流星酱料来源与适合的烤肉木炭等。 群星方仙琼号酒楼, 不过是他又一次打开前世技能包的实践场而已。 蛇羽仙给赵黑子交代了关于烤肉要准备的事项, 然后给了他一些仅剩的零食, 让其去买其烧肉配料及金鲤木。 然后自觉人手安排都差不多到位, 他才匆匆离开群星方, 赶回月席院。 摊子一扑开, 压力自然来, 现在他觉得暂时一段时间都没有精力去修炼了。 回到月席院, 叫上李潘, 忙活了起来。 他一心三用, 敢紧酿制起第二批, 第三批最八仙零酒, 三眼观想法被他安排得妥妥得。 直到整个院子都摆满了果酒香气飘逸的大顶, 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应付开业那几天的, 是没问题了, 接下来注意不要断档的就好, 对于李潘的安排, 主要是帮他做好酒楼的后勤工作, 以后零酒供应, 即与钱号来对接, 就会慢慢都交给李潘。 当然, 李潘作为他的总裁助理, 以后再酒楼, 就相当于一个监督人, 也能帮他看着点。 蛇雨仙将整套土圆盾, 踏风靴, 火灵甲, 加上一些金刚服, 飞盾服等保命逃命手段, 都交给李潘了。 作为蛇雨仙的总助, 未来的大管家, 武装到牙齿也不过分。 这, 这也太奢侈了, 倒是李潘装备上整套法器, 手捏一大把符露, 幸福的有些云里雾里, 老大你自己都没几件法器呢。 行了, 特意给你装备的, 以后啊, 见到一丝不对, 就赶紧捏动符露, 第一时间飞盾逃走。 不得已时刻, 该放弃的东西就放弃, 小命要紧。 临时是赚不完的, 性命却只有一条。 蛇雨仙拍拍李潘的肩膀, 轻笑着嘱咐一番, 心里却道, 你全套夹起来, 也没花多少零食, 我弃海中蕴养的轮回剑, 可才是真的值钱货。 李潘感动得有点眼圈发红, 也说不出什么,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有这样的老大, 还有什么好说的, 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 在越西越忙活完, 时间已是深夜, 但蛇雨仙整个人还是兴奋状态, 没有休息的心思。 趁着夜色, 她又独自去了问道风林田一趟, 将三亩枫菱花翻土, 播种, 重新种上了。 原本四亩枫菱花, 现在她酌情捡了一亩, 这样就有两亩菱田, 用来专门种植最八仙的菱果菱才。 以后零酒公材上,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出现像被许奥天垄断菱才市场之类的事。 关于仙琼号酒楼开业的准备事项, 基本都安排下去了。 后勤供应这一块, 自己也准备计划好了。 前后来, 钟小伟, 李潘他们, 做事都很上心。 蛇羽先交代好要准备的开业重头戏后, 也暂时有了一点修炼的时间。 开业重头戏, 自然是关于女神代言人的事情。 蛇羽先交代前后来, 开业前两天, 就把一块留影赵黄飞的巨浮玉碧式的海报, 先安置到酒楼表层。 上面女神白衣飘飘, 气质飘渺, 冷傲厌绝, 一幅栩栩如生的巨浮海报, 绝对足够震撼吸引。 上面广告语也很直白, 却充满悬念感。 写上, 两天之后, 冰山女神与你不见不散。 这算是前世营销上, 悬念愈热的普通手法, 但在大千福昆界, 在玉成功群星方, 却应该就是头一遭。 前世商家玩得很溜, 还没看产品, 他却已经覆盖的漫天盖地, 家喻户晓。 至此, 蛇羽先已经颇有一种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豪迈感。 现在只等醉八仙零酒完全发酵好, 就可以隆重开业了。 所以接下来的两天, 蛇羽先就待在灵天小木屋这边, 淬炼轮回剑。 同时, 灵植催生波动始终维持, 让第二波风菱花种子发芽生长。 醉仙果等酿酒灵植, 也开始酝酿下一轮的成熟周期。 他平静心情, 心神进入体内气海撬穴。 一颗湛蓝色的龟须珠, 与一枚五色光芒的小剑, 一上一下, 分别占据了气海撬穴空间。 不过, 龟须珠不愧是曾经的盗气级别, 即便已经沦落到法宝的地步, 也气象宏大, 威严十足, 把轮回剑的空间压缩得死死的。 轮回剑只能憋屈地待在气海空间的最底部, 那一小片区域, 还是他勉力绽放五色光芒, 拼力争出来的。 气海在修炼体系, 是全身灵力, 真元气息交汇处, 也叫下丹田, 是非常重要的俏学。 寻常金丹镜, 结出的金丹, 基本也是下丹田气海金丹。 当然, 玉成功黄庭经除外, 黄庭经属于难度要求极高, 但越修也越发强得变态的那种。 在晋升金丹镜时, 黄庭经要求结成三大金丹, 尼丸、将功、气海分别结出金丹, 精气神凝练一体。 这样的金丹镜自然修为恐怖如斯。 同镜对手, 我要一打三, 甚至一打五。 也是玉成功核心传承主脉, 金丹镜修士的一贯豪言。 作为黄庭经武器交汇处, 气海无疑是最适合轮回剑蕴养的地方。 但奈何归须珠逼格太高了, 把现在的轮回剑压制得死死的, 让蛇与仙都于心不忍。 算了, 你还是先到水汽都藏里运养一段时间吧。 蛇与仙心念一动, 把小剑腾挪到水汽都藏。 这一下, 轮回剑就开心了, 在水灵力充益的都藏空间欣然游动, 吞吐水灵气息, 身上淡蓝色光泽, 很快就盖过了其他四系光芒。 和我想的差不多。 气海翘学, 既然一山不容二虎, 那就只有让轮回剑, 依次在武器都藏中运养, 也能充分运养到位。 不过, 就是我的修为, 劲度得跟上。 第三个火器都藏, 也应该准备宁华构建了, 一心多用, 运转黄亭晶, 三眼观想法, 维持灵直催生波动, 修为在慢慢地增长。 他其实很想再次进入神秘雨滴, 去第二层血色虚空世界, 寻找第二枚万灵真印。 但又清晰感觉到, 心神尚未恢复全胜状态, 为了不留疑患, 还是忍住了冲动。 他这边沉浸修炼, 群星方仙琼号九楼那里, 却彻底炸开了。 钱浩来做事果然靠谱, 把舍雨仙的想法领会得淋漓尽致。 在三层酒楼正对街面的这一侧, 一面巨大的流影玉璧安装上了。 流影玉璧之上, 冰山女神赵黄飞那冷艳傲绝, 白衣如仙的绰约风姿, 衣裳飘动, 美眸有神, 栩栩如生的立体感。 女神举步欲迈, 庞佛要从上面走出来一样, 视觉可谓震撼, 惊艳之极。 上面还有一行大字, 两天之后, 冰山女神与你不见不散。 这特效直接拉满, 超然超诈, 瞬间在群星方掀起一波热议关注。 尤其是南修士, 看到赵黄飞那飘渺如仙的绝美身影, 路过酒楼时, 都有点挪不动脚步了, 痴痴地在那里沉醉欣赏之中。 平日里, 他们只听说过宗门七大女神的名号, 实际上, 却哪里有机会接触看上眼。 现在仙琼号酒楼这里, 这么大一块玉壁, 放大版巨浮女神更为触动心灵, 让众多男修士蜂拥而来。 恋气静后期, 筑姬静男弟子赶来围观, 最后连一些金丹静真传或长老都闻风悄然而至。 像南宫贤, 王初见两大死忠粉, 闻讯更是第一时间结束闭关, 赶到群星方, 尽情欣赏起心中女神的风采。 平时接触交流, 南宫贤他们还要保持风度, 不敢放肆欣赏师妹绝世容貌。 现在吗? 尽情欣赏。 他们更是好奇, 这仙琼号酒楼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请得洞黄飞师妹如此女神站台背书, 莫非, 这就是黄飞师妹自己开的酒楼? 永远不要低估死忠粉家舔狗们的联想力, 即便金丹静的南宫贤也不能免俗。 在南宫贤, 王初见等身份赫赫的真传弟子心中, 已经自行认定, 仙琼号酒楼就是赵黄飞开的。 舍宇仙隐身幕后的预想, 实际效果也达到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赵黄飞代言的原因。 这是大千福坤界没见识过的营销手段, 修士们只会认为这是赵黄飞手下的产业。 师妹的产业, 自然是多多照顾的。 那个什么道经师值, 你们的醉八仙零九, 先给师叔我来个百八来谈。 南宫贤像站在酒楼门口接受咨询的胖虎前号来招招手, 真传弟子风度俨然, 更是豪气甘云, 开口就要定百八十谈。 一旁的剑仙风真传王初见, 自然不愿让南宫贤独占凹头, 也朗声说道, 也给我来两百谈。 黄飞师妹人好, 酒自然好, 大家都可以来品尝一下, 就当是给我王初见几分面子。 门口的钱号来, 钟小伟, 道义等人, 被修饰中的狂热给吓到了。 尤其这些狂热粉丝, 大部分都是助击。 金丹, 很多人甚至在宗门身份地位极高。 就像南宫贤这种天骄存在, 平日里, 那只是传说中的大人物。 还没正式开宴, 就已经火爆到这种程度了, 与仙师弟快来救场。 钱号来等人心中大呼, 狂喜的同时, 又深感压力山大。 不过, 胖虎毕竟是胖虎, 八面玲珑的他, 稳定心神, 满脸笑容一一解释, 还是撑住场子。 各位师叔师祖, 我们仙琼号酒楼两天后正式开业, 现在还无法满足诸位预定需求。 两天后, 更多惊喜带给大家, 两天后, 再吸引了一大波关注后, 仙琼号酒楼, 终于正式开业。 最八仙发酵完毕, 纷纷装入冰玉瓶, 没有辜负舍雨仙的期望, 达到了二接零酒的水准。 他特意仔细品味了一下, 虽然口感极佳, 但蕴含灵力因子, 颇为醇厚爆裂。 他喝下炼化, 竟让经脉有些细微的刺痛感。 这是有点超过他经脉承受的体现, 不愧是主要针对注基镜以上修饰的二接零酒。 目前, 最八仙还不太适合用来辅助他修行, 有点超赞。 而且酿出来的量实在不多, 还是卖零食, 再买来零丹修炼更实惠。 装瓶后, 他又顺手将空下来的大顶给装满了。 新一批零酒继续发酵中, 以保持有序流通, 稳定供货。 舍雨仙也提前一天, 来到仙琼号酒楼统筹指挥。 他还亲自手把手, 教会了赵黑子如何烤肉。 但秘制配料的方子他, 抓在自己手上, 只将成品配料提供给赵黑子。 试吃烤肉关节, 前后来, 钟小伟, 赵黑子, 道成, 道义等各个化身饕餐, 吃得满嘴流油, 大呼人间爵味。 他们为烤肉疯狂点赞, 说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烤肉。 道成吃得最多, 甚至说, 只要天天让我吃个过瘾, 都可以不要工钱。 不过, 话一出口, 他就反悔了, 连忙辩解是口误。 对比前世, 在堪称美式荒漠的修真界, 舍雨仙用前世的秘制烤肉, 又一次征服了眼光挑剔的修士们。 所以, 正是开业这一天, 酒楼毫无意外地被挤爆了。 众多炼气后期, 驻机蜂拥而至, 个别金丹竟碍于面子, 也施法变换形貌, 悄然混迹其中。 当然, 像南宫贤这位金丹真传, 却是巴布得越高调越好, 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赵皇妃的好感。 甚至, 南宫贤还拉了好几位真传弟子, 一起来捧场。 王初见那边, 自然不遑多让, 带上几十位见先锋那门弟子, 几乎包下了一层酒楼。 每一位, 走到仙穷号酒楼的修士, 都无一例外地, 被赵皇妃那巨幅画像给深深惊艳到了。 自然而然, 他们都转化成了仙穷号第一批忠实粉丝。 冰山女神赵皇妃的号召力, 恐怖如斯。 小二, 上酒! 上食谈, 什么一人仅限一谈? 烤肉太好吃了! 你们厨子怎么回事? 点的烤全羊还没上? 最巴仙, 果然是仙人都要迷醉, 不但口感富裕, 果香诱人。 而且连我助肌修为都长了一丝丝。 道林师侄, 你段子讲得不错, 就是酒量太差, 把舌头捋顺了继续讲。 什么? 才一会功夫, 最巴仙就剩最后一谈了。 快快, 给我送上来。 那位胖子师侄, 你身为掌柜的, 怎么能祸不备齐? 这是给女皇做事的态度吗? 无奈难功贤, 诸位给个面子, 最后一谈零酒留给我。 凭什么留给你? 知不知道尊重长辈, 我是你陈月师叔, 在酒香。 果香的诱人香气中, 酒楼三层都坐满了, 不过首批六十坛最巴仙, 实在是太少了。 抢酒很快就演变成了抢装酒的冰玉瓶。 无他, 冰玉瓶上赵黄飞的浮雕形象太美了, 值得好好收藏, 闲暇就拿出来细细欣赏。 人多酒少, 完全不够卖。 舍与仙, 钱浩来等人, 被一众助基金单给喷惨了。 别以为高阶修士, 就要保持风度翩翩, 真骂起人来。 那个个都是能舍战八方的老喷子。 关键是, 这些修士大多是舍与仙他们的诗书, 诗书组级别, 惹不起, 只能笑脸承受。 最后看在众人酒性正高的镜头, 舍与仙 只得试着把原先积存的仙穷号七真果酒, 也拿出来给气氛热烈的重修士。 没想到, 大家也喝得颇为满意。 七真果酒配秘制烤肉, 一绝。 这个现象也激发了舍与仙的灵感, 自己的这一阶, 二阶零酒完全可以搭配一起卖。 甚至, 趁着这波气氛, 他让钱后来, 钟小伟的存货也拿出来一起卖了, 将两人积压已久的两百多坛零酒全卖光了。 而且, 还是十五块零食一坛的价格卖出去的。 钱后来, 钟小伟乐得心花怒放, 笑得眼睛缝都要看不见了。 一下子, 他们就各自挣了上千零食, 彻底翻身了。 雨仙失职, 黄飞既然将酒楼交给你们打理, 你们可得全力经营。 话说, 这醉八仙虽然口感极好, 但你们准备的也太少了吧。 酒楼三层, 南宫贤有些微醺地揽着舍雨仙的肩膀, 那里, 还讲究什么傲暗风度, 说到后面, 甚至压低生意。 你们今天酒是没了, 但有没有空余的冰玉瓶子, 师兄看那些冰玉瓶的做工非常不错, 很是欣赏, 想多搜集一些, 回去研究研究, 能不能讲究点, 矜持点, 你金丹镜真传的风度哪里去了, 不就是瓶子吗? 师叔放心, 等下给您带十几个瓶子, 回去欣赏。 舍雨仙心里鄙夷了一下舔狗, 面上却微笑回应, 明天, 会有一百多瓶醉八仙, 师叔必然可以多带一些回去珍藏。 那就好, 师子你不错, 很不错。 最后, 南宫贤不着痕迹地, 将十几个冰玉瓶扫入了储物界中,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至于他要了这么多瓶子, 回去又怎么研究观摩? 那就不得而知了。 本来预备开业一天, 结果半天一过, 酒楼就不得不暂时歇业了。 所有灵酒一寿而空, 秘制烤肉连骨头都啃光了。 身为修士, 牙口好有什么出奇的, 只要愿意, 坚硬的石头都能几口嚼碎了吞下去。 诸位修士将空的冰玉瓶一律打包带走, 油都和南宫贤一样, 做工精美, 有收藏观摩价值。 太疯狂了。 我就没见过, 哪家酒楼开业这么燃爆的? 李潘, 钱浩来, 钟小伟, 赵黑子等人泪瘫了, 但各个神情兴奋, 关门歇业后, 纷纷摊在座椅上, 享受胜利成果。 泪也不是身体的泪, 而是心灵上的泪, 应付这么多助击, 精丹修饰, 推不容易了。 至于段子手道林师兄, 已经醉倒趴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了。 舍雨仙笑眯眯地看着大家, 心情也欣喜异常。 冰山女神赵黄飞的魅力太强大了, 她承认自己之前, 还是有点低估了此届修士的追星之心。 转念一想, 她又似乎有所理解, 修士大多沉浸修炼, 难免多少带点宅男特制的吗? 四成收益出让得太值了, 赵黄飞这个代言人, 表现得堪称完美。 心里忍不住调侃了一下赵黄飞。 不过下一刻, 二愣子道义就悄悄凑了过来, 装得汹汹的低声说道, 雨仙师弟, 你完蛋了, 你真的完蛋了, 我说的, 舍雨仙瞥了他一眼, 我完蛋跟你完蛋, 有什么区别? 直说吧, 是不是德皇师叔发话了? 道义黑黑一笑, 说道, 师弟你果然聪明如我, 一猜极重。 不错, 刚才师姐传讯说, 你这次玩得有点过头哦, 弄那么一大幅画像, 还栩栩如生。 内门弟子, 真传弟子, 现在都在讨论, 把师姐的通讯玉符都要喊崩了。 不过, 师姐只是骂了你两句, 看那意思也没多在意。 他现在忙着筹集万寿丹的炼丹事宜呢, 暂时应该没空管你了。 舍雨仙心神一定, 按到这一关暂时算是过了。 我说, 胖虎兄弟, 你就别在那傻乐都不停了。 作为掌柜的, 是不是该统计一下今天的进账收益啊? 碎碎嘴的道成, 率先忍不住发言, 代表了众人的心声。 今天道成也是心累的不行, 阵场是不存在的, 这么多宗门前辈大佬, 阵他还差不多。 他今天主要是跟黄爵一样, 承担起跑堂的活计。 用舍雨仙的话来说, 这叫人尽所能, 敢为灵活调配, 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道成说不过舍雨仙, 所以也客串了跑堂的活, 这也让碎碎嘴, 心里有点怀疑, 舍雨仙是不是早就想好的, 让自己一人承担了两个工作岗位。 但今天开业生意太好了, 火爆的众人难以置信, 道成也就心甘情愿, 暂时一人二职了。 说到开业进账, 包括舍雨仙在内的众人, 就瞬间疲惫静扫, 全都直起身子, 目光灼灼地, 盯着胖虎前后来这个大掌柜。 大家莫及, 我已经大带清算一遍了, 我们发达了。 前后来也是小眼睛金光闪烁, 拿起一副金算盘, 噼里啪啦的一顿操作猛如虎。 然后得意的哈哈大笑, 先算主要的, 最八仙六十坛, 进账一万零四百零食, 秘制烤肉, 今天全部售庆, 进账两千零食, 一接零九仙穷号, 入账七百五十零食, 今日主业进账, 总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块零食。 说到这里, 众人已经兴奋狂呼起来了。 一天就赚这么多, 日进斗金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 前后来和钟小伟对视了一眼, 然后继续说道, 另外, 承蒙雨仙照顾, 今天我和小帅寄存零九两百坛, 进账三千块零食。 钟小伟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话道, 真是借雨仙的光了, 这批酒差点砸在手上。 我和胖虎决定, 这个月, 我俩的薪水就不能要了。 胖虎, 小帅两人还是相当自觉的, 自然知道怎么做。 兄弟情义是兄弟情义, 但在钱上面, 还是不能含糊。 你们啊, 多大一点事。 舍雨仙心中欣喜, 拍了拍两兄弟的肩膀, 说道, 大家放心, 酒楼生意会越来越好, 年底表现好的兄弟, 都会享受到酒楼分红的福利。 太棒了, 这下我也发财了。 雨仙老大牛逼。 李潘, 道成等人, 听到大家都有年底分红, 感到新奇的同时, 更是一阵狂喜。 年底分红, 也是舍雨仙引进前世, 创新企业的运营模式, 以增加员工的凝聚力, 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让企业越走越好。 这对前后来等众人来说, 却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 平时每个月拿三四百块零食的薪酬, 众人本已经相当满足的了, 这年底分红计划一杂出, 却是杂的众人只觉脑门金光泵射。 舍雨仙看到欢呼的众人, 继续微笑说道, 创业不易, 前妻大家暂时多辛苦一下, 等走上正轨, 我们可以招一些同门师兄弟, 或者杂役弟子, 逐步从杂活中抽离出来, 专心自己的主要职责即可。 他转向钟小伟说道, 尤其是小帅你, 跟后来多学学, 在小方市也开一家仙琼号酒楼, 规模小一点的, 到时那边你就是店长, 总管大小事务, 钟小伟文言顿时喜不自胜, 连连点头表决心。 其他人对钟小伟不由有些羡慕, 分店店长, 这年中分红应该不少吧。 接下来, 钱后来又将支出给大家算了一下, 巨幅留影玉璧, 冰玉瓶, 零瘦肉, 酿酒瓶财等花费支出, 竟也高达三千块多块零食。 一天下来, 仙琼号酒楼纯收入约一万块零食, 这里没将月底薪水算进去, 毕竟只是开业第一天。 蛇宇先算了算, 除开冰山女神赵黄飞的四成, 自己一天也相当于大赚六千零食。 基本跟抢钱差不多了。 这还是在最八仙或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怪不得群星方的租金这么高, 房价更是炒上天了。 现在看来, 这酒楼买下来是超值了。 尽管开业火爆, 日进斗金, 但蛇宇先深深知道, 生意这么好, 除了是最八仙二届零酒口感, 密质烤肉的星旗外, 关键点还是赵黄飞。 最佳品牌代言人这个奖项, 必须颁给冰山女神。 女神此次挂名代言, 貌似牺牲的有点多啊。 等月底收入一出, 就赶紧送过去, 希望她看在零食的份上, 不要计较这些无关紧要的推广手段哈, 又鼓励了众人一遍。 蛇宇先就让大家各回各家, 该休息休息, 该修炼就修炼去。 但她好像忘记了, 店里还有一位段子手加醉仙。 喂, 宇先失店, 来给师兄我搭一把手, 看我这头还晕晕的。 众人散去, 只剩蛇宇先, 礼盘时, 只见圆还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盗铃师兄,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哟, 差点忘记我们的气氛组选手了。 蛇宇先赶紧过去, 扶住一身酒气的盗铃, 感觉气恢复, 几分清醒了, 才松了一口气。 她有些好笑地说道盗铃师兄, 不是跟你说了吗? 控制一下酒量, 搞好气氛就好。 这话, 又菜又爱喝的盗铃就不爱听了, 眼珠子一股, 吹胡子瞪眼地骂道。 你小子的意思, 是说, 我酒量差咯? 你去跟今天的那些客户打听打听。 哪个不对, 我佩服的五体投递, 我酒量会差。 行行行, 师兄九中仙, 三杯土然诺, 五月道为清, 蛇宇先指得顺着死要面子的盗铃, 不轻不重地捧了几句。 这还差不多, 你后面这几句诗, 就把我酒场风姿, 形容得非常到位吗? 再说一遍, 我记一下, 蛇宇先, 李潘左右辅助盗铃, 三人不疾不徐地出了群星方, 返回掩月谷的大别野, 把盗铃送回去, 蛇宇先两人, 回到月西院。 李潘, 你看仔细了, 仙琼号七真果酒, 这几个步骤, 一定要做到位。 这就是我亲手酿出的仙琼号口感, 为什么比别人好上许多的原因所在, 没有急着休息。 蛇宇先拉过李潘, 亲手把一接零酒的酿制过程, 给李潘示范了一遍。 现在摊子越扑越大, 他知道自己, 也要慢慢放手, 让李潘, 让钱浩来等人, 慢慢地, 都来独当一面。 仙琼号七真果酒的酿制秘诀, 这一次是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李潘。 以后一接零酒, 他就不分心掺和了, 由李潘负责酿造, 这样他才能留出修炼的时间。 忙完一切, 夜色已深。 蛇宇先回到自己的修炼近视, 一边修炼黄亭经, 一边分念筹划未来发展。 等忙完开业这段时间, 酒楼走上正轨之后, 首先要做的, 就是宁华构建第三个都藏火器都藏。 火器都藏的陵园, 也需要寻找火器浓郁的地方采集。 根据他搜集的宗门信息, 目前他可以接触到的火器浓郁之地, 有三处。 一处是宗门的丹顶峰。 玉成功炼丹, 炼丹的大本营种地, 临峰地底炎火汹涌, 采集金唇火器不成问题。 一处是金金峰, 也就是顽固子弟水太良他家的临峰, 金金石的形成, 跟地火有很大关系。 所以, 这边也能满足采集火器的需求。 丹顶峰, 金金峰两峰相邻, 地火自然有些连通, 火系灵气, 自然也很充沛。 最后一处是熟悉的雷明峰, 雷火不分家, 从黄庭经五行论来看, 雷就是水火的变异衍生, 采集雷火, 无疑也是可以的。 但三处一对比, 蛇与仙天然就倾向于金金峰。 谁让水太良, 有点太嚣张了呢? 去金金峰, 顺便还能把龟须珠的虚力补充一下。 去金金峰的计划, 就这么定下了。 水太良如果知道, 是自己一力促成蛇与仙的想法, 导致日后水家元气大伤, 肯定会后悔莫及。 此外, 还有不到十来天, 就要过年了。 家里的亲人, 有点想念, 年底还有宗门惯例的外门弟子大比, 以及内门弟子论道等重要大事, 现在宗门已经开始张罗起来了。 年度外门弟子大比, 历来奖励可观, 外门高手基本都会参加, 只要拿下前十, 下一年的修炼资源都差不多有了。 舍雨仙现在当然不会在意前十奖励, 现在日进斗金, 还手握一大笔宗门贡献值, 修炼资源上暂时是根本不缺的。 从种田到零酒加工, 再到开酒楼, 这是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 产生的效益惊人, 只要维持住基本盘, 修炼上的资源就会源源不断。 更在为未来更高境界, 更大的修炼消耗打好坚实的基础。 宗门大笔顶多去观摩一下, 了解一下外门高手的斗法手段, 开拓及丰富一下眼界。 反倒是一念起家人, 他心里淡淡的相仇, 就有点挥之不散了。 不仅是十里坡村的那个家, 还有前世的亲人, 一身两世人, 本性纯如故。 温良, 柔软, 念旧和重感情, 是他的优点, 也是修炼道徒上的所谓弱点。 前世, 他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穿越而来, 并非就能改变本质, 变成另一个人。 但经历过许奥天, 王云超等人的对抗后, 他也在慢慢成长, 温软在慢慢减少, 坚定果决开始渐渐养成。 要欢乐, 要温情, 要长生, 这是他自己的道。 所以, 安置好此事的家人, 是他的愿想, 也是升华一颗道心的必经之路。 再等一等, 等一等, 明年应该就差不多了, 他轻轻一叹, 心神重新入定, 陷入修炼的万我之中。 群星方, 仙琼号酒楼, 开业的火爆, 就像一个点燃的火种。 在最八仙灵酒, 秘制烤肉的吸引下, 在冰山女神赵黄飞的影响下, 接下来的几天, 生意红红火火, 每天都是满座, 每天都是寿庆。 虽然加大了灵酒, 烤肉的供应, 但依然无法完全满足高阶修士们的强劲需求。 在宗门弟子中, 甚至开始流行起收藏冰玉瓶的风气, 市面上几乎一瓶难求。 舍宇仙特意嘱咐钱浩来, 让钱家把好出品, 只按灵酒数量来生产冰玉瓶。 仙琼号新奇的经营手法, 火爆的生意场面, 在群星方掀起一股风潮。 你喝的每一口醉八仙, 都在让向女神的品味靠近一步。 永远的女皇, 永远的醉八仙。 我们不生产灵酒, 我们只是纯天然灵果的大自然搬运工, 等一系列醉八仙广告词, 也迅速在修士群体蔓延, 掀起热议。 在修士口口相传之下, 仙琼号酒楼甚至成为外来修士商人必有之地。 外来修士商人, 一是来观摩, 看能否学到一点经营的精髓, 二是仙琼号酒楼高修出没, 无疑是一个结交大佬, 扩大人脉圈的绝好场所。 当然不出意外的是, 仙琼号酒楼的风格, 很快就被群星芳, 南路小芳是一些商家给抄袭了。 零酒家烤肉的生意方式, 出现在很多餐饮类的店铺酒楼。 其中, 就有南路小芳市的天云号, 即已经成了蛇羽仙死对头的许奥天, 道宏, 王云超, 及向少聪他们。 不过道宏现在还关在宗门石风洞, 日夜阴风尸骨削魂, 痛苦不堪, 暂时是看不到蛇羽仙的风光了。 天云号酒楼顶层密室。 许奥天, 王云超, 有些汹汹地盯着向少聪, 神情不耐, 且争鸣流露。 这最八仙的方子, 还有秘制烤肉。 你之前竟没有提过, 到底怎么回事? 许奥天面色阴沉地责问。 向少聪一脸委屈, 不安和困惑, 带着一点茫然的回忆说道, 两位师兄, 最八仙和秘制烤肉的制作方子, 蛇羽仙以前确实没有提过, 他也只是随口一句, 说灵兽肉生意, 其实可以做一做, 但真的没有给我们说过, 具体怎么做。 你也是废物, 就不会动动脑子吗? 你们之前不是号称逐射六节吗? 兄弟情深赶天动地, 你完全可以想想办法, 从前后来, 钟小伟身上下手, 套一套方子吗? 王云超面目有点猙獰, 毫不客气地骂道。 自从上次擂台之战后, 王云超心气就一蹶不振, 梦里, 都经常梦见蛇雨仙水溅漫天, 要将他射成一片血雨的景象, 这导致他现在, 修为毫无寸境, 徐奥天告诉他, 这是道心受阻了, 有了心魔。 蛇雨仙就是他王云超的心魔, 心魔不去, 他就很难提升修为, 这使得王云超又怕又恨, 怕的是, 不敢再面对蛇雨仙, 恨的是道徒受阻, 恨不得蛇雨仙意外身死陨落。 原本小方是零九市场, 已经被王云超, 徐奥天他们垄断了, 蛇雨仙等人的零九都卖不出去, 以为可以断去蛇雨仙的修炼资源渠道, 却没想, 一转身的功夫, 蛇雨仙竟然跑到群星方去了。 搞出个火爆不得了的仙穷号九楼, 这不是咸鱼大翻身吗? 徐奥天, 王云超他们, 可是羡慕极度的不得了, 无比眼红的他们, 自然第一时间就开始抄袭模仿起来。 天云号在前, 现在再次抄袭创意与生意模式, 徐奥天表示毫无负就感。 原本徐奥天他们以为, 烤零瘦肉那还不简单吗? 多加点五花八门的调料而已。 但事实是, 天云号的烤肉就是不行, 客户品尝过后, 直言插仙穷号秘制烤肉太远了。 这一点, 徐奥天与王云超倒也承认。 因为, 徐奥天为了抄袭模仿, 也易容去仙穷号酒楼消费过, 无论最八仙零九, 还是秘制烤肉, 都让他不得不服。 甚至, 天云号酒楼外面, 也拉了一块巨幅海报。 上面, 也留影了一位相貌气质都不错的女修。 据说是徐奥天精心找来的一位宗门漂亮女修。 而且, 徐奥天也来了灵感, 门口都加了一排美貌的年轻女子做噱头。 效果嘛多少有一点, 开始生意也小火了一下, 让徐奥天他们开心得不行, 直言要超近蛇语仙的老路, 让对方无路可走。 但没两天, 天云号生意, 就回归以前的老样子了。 这让徐奥天他们十分难解, 甚至迷茫。 他们当然不懂, 冰山女神赵黄飞的璀璨星光, 又岂是随便一个漂亮女修所能比拟的。 所以, 两人又逼着向少聪想办法。 去偷去骗都好, 找以前的兄弟钱号来, 钟小伟他们, 把方子给弄回来。 向少聪在徐奥天, 王云超的强硬逼迫下, 心中是叫苦不已。 他能不知道自己的事吗? 哪里还能从蛇语仙他们骗到方子? 但他现在开工没有回头见, 即便心中已经有些一丝懊悔, 也不得不继续下去。 就在许奥天威压注视下, 向少聪无奈地用通讯玉符找人了。 他是没胆, 也没脸, 去找蛇语仙要方子了。 细想了想, 便想从前后来那边寻找突破口。 在向少聪看来, 前后来一个富二代, 商人重力, 只要利益足够, 所谓道义, 兄弟之情, 在商人眼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胖哥, 我阿聪啊, 好久不见, 向少聪刚联系上前后来, 还想一起追忆兄弟情来着, 下一刻便脸色通红, 羞怒不已, 原来前后来直接挂断了。 嘚瑟什么, 高贵什么, 胖子你还不是在抱舌宇仙的大腿, 你我又有何区别? 他咬咬牙, 忍住憋屈, 继续传音蛊惑, 胖子你也别装了。 在商言商, 我就直说吧, 最八仙方子一万零食, 烤肉方子五千零食, 这个价格是许耀天同意给的, 最八仙零九, 一百八十块零食一瓶, 利益太大了, 许耀天不是傻子, 舍得掏钱买方子。 但向少聪还没有说完, 就又被挂断了。 羞怒的双手颤抖的向少聪, 眼射怒火, 开始上头的他, 马上又点开玉符。 不过这一次彻底联系不上了, 前后来那边, 已经把他向少聪拉黑, 扇好友了。 妈的, 有钱不赚, 胖子你替, 真是的大傻比。 向少聪愤怒的想, 捏碎通讯玉符了, 但许耀天冷冷的眼神, 让他又赶紧冷静下来。 胖子不干, 我就不信钟小伟那小子, 对零食还不动心。 向少聪转而向钟小伟进攻, 在他看来, 钟小伟也是边缘村寨出身, 一万五千块零食, 足够让这穷酸乐的找不到边了。 小帅, 我是你二哥啊, 话还没说完, 向少聪已经恨得喷了一口老血, 清金毕露的大手, 直接将玉符都捏碎了。 原来, 钟小伟一听是向少聪, 二话不说, 也把他拉黑了。 你可真是个废物, 这点事都做不好。 一旁虎视眈眈的许耀天, 王云超也是脸色铁青, 忍不住对向少聪破口大骂起来。 向少聪脸色如灰, 神情颓败, 任由两人唾骂, 仿佛有些麻木了。 或许这一刻, 他心里真的后悔了。 被刺兄弟, 投奔许耀天, 好像也没换来一个更好的结果。 而曾经毫不犹豫出卖掉的蛇语仙, 却在宗门混得越来越好, 不但修为已经是炼气五层, 更是被称为外门金铜, 日进斗金, 早非荡日无下阿蒙。 如果没有当初, 现在跟着蛇语仙一起干, 那场面该有多好。 但他只有心里想一想了, 背叛得太彻底, 不可能获得原谅。 问道风, 五亩灵田, 蛇语仙盘作土纳。 他刚收到胖虎, 小帅地主动告知, 对向少聪的厚颜无耻, 也是感到好笑不已。 向少聪, 你这道鱼之名, 可真是没叫错啊。 还道我不设防的吗? 最八仙零九方子, 我可谁也没告诉。 烤肉的配料那些, 也是我统一配置好后, 给黑子直接烧烤的。 但许耀天, 王云超与向少聪这一手, 确实把他恶心到了。 来而不飞离眼, 争取外门年度大笔钱, 在南路小方市开个分店。 嗯, 就开在天云号的对面。 这些天赚妈了, 仙穷号的火爆, 让蛇语仙也有底气开分店。 他想好了, 仙穷号分店, 就开在许耀天酒楼的对面, 直接打擂台, 非得把气干肺了, 才能出一口恶气。 这些天仙穷号酒楼, 已经走上正轨了, 每天收益在一万块零食上下, 虽不及开业当天, 但却差不了多少, 而且非常的稳。 生意火爆之下, 唯一要担心的, 就是灵酒的供应。 之前, 收获的那批灵酒果材, 已经被他全部酿成醉八仙, 大顶将月西院院里院外都堆满了。 所以蛇语仙现在也不去酒楼了, 主要待在灵田这边, 激发灵质催生波动, 让醉仙果等, 灵质快速生长, 进入下一个开花结果期。 每天下一场滋养到位的淋雨, 加上天赋波动, 醉仙果, 幻梦花等, 又开始陆续开花了。 现在道仪主要待在仙穷号酒楼, 问道风在灵田的对接上, 特地换成一位名叫道梦的女弟子。 道梦长得很漂亮, 身材气质俱佳, 也很热情好说话, 每两天就和蛇语仙混熟了。 她修为练气静九层, 按道理这个时候, 应该努力修行, 冲击助激进啊。 也不知道问道风怎么想的, 其实派谁来都可以的, 莫非问道风想用美人来获得, 我对问道风的好感? 不知怎么的, 蛇语仙突然想起了, 陈颖道人那老道。 不会跟陈颖道人有关吧? 蛇语仙想起陈颖道人, 那一副慈眉善目, 朴素接地气的模样, 又感觉不像。 虽然修为有点看不透, 但那分明是一个老实淳朴的前辈啊。 她甚至特意向道义打听, 陈颖道人在问道风是什么地位角色, 但道义这二愣子含糊不清, 只说就一个普通的臣字辈前辈而已。 想我拜如问道风就直说嘛, 何必辛苦道梦师姐这样的天才弟子, 陪我种田浪费时间? 拜如问道风也不是不可以, 但别想着把我当灵直夫使欢, 看到问道风那成片成片荒芜的灵田, 蛇语仙就有些心里发麻。 我种田天赋虽然强大, 但这么多荒田我真挽不转啊。 道梦师姐, 我要出去一趟, 这边就麻烦你留心一下了。 这一天, 蛇语仙在已经齐腰高的风铃花丛中起身, 向着灵田法阵外面, 一名轻衣飘飘, 气质轻力的女修招呼了一声。 道梦身姿窑窍, 身材比例极好, 即便盘膝练气, 也有动人曲线之美, 散发青春洋溢的气息。 她闻言睁开美目, 笑着点头应下, 师弟你放心去吧, 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声音柔柔脆脆, 十分悦耳动听。 不过蛇语仙的身影, 却不由顿了一顿。 这到梦师姐熟了之后, 也这么会问暧昧的吗? 什么叫在这里等我? 听起来就怪怪的, 有点像妻子在等丈夫回来的感觉。 看到梦这一副犹如蹲守BOSS般的场景, 蛇语仙表示, 实在销售不起。 尽管对比二愣子道义, 问道风对待自己这位唯一灵田租户, 现在量身定制的专人服务, 已经算提升了几个级别。 蛇语仙苦笑一声, 身影一略, 便腾飞而去。 看着蛇语仙离去的身影, 道梦重新闭眼调息练气, 嘴角却流露出一丝顽去的笑意。 语仙师弟, 就是年轻啊。 师祖说得不错, 心软耳根子也软, 吃软不吃硬。 嘻嘻, 我可是在师祖面前立下军令状的, 非把你拉到问道风来。 什么不愿意一直做灵直夫, 也不看看你每天这么投入的仲田样子。 对于自家那位师祖, 道梦是非常尊敬且敬畏的。 师祖慈眉善目, 老儿迷奸, 续滑脸方, 老辣至极, 高深莫测, 滑不溜丢。 宗门上下, 谁不敬畏师祖三分? 此时, 正向金金峰腾飞而去的蛇语仙, 是不会知道背后道梦师姐所想的。 没错, 他此去目标正是宗门三十六封之一的金金峰。 采集精纯火气灵源, 宁华出火气都藏以迫在眉睫。 他有种预感, 一旦宁炼火气都藏, 自己必然再次突破, 炼气精六层, 甚至七层也不在话下。 按照黄庭精武器都藏之说, 每宁华一个灵气都藏, 都会让修为同时突破。 五大都藏全部宁华后, 就是炼气圆满之镜, 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冲击住击镜。 金金峰下, 杂役弟子, 一从打扮的修饰, 进进出出, 络绎不绝。 他们大多满身尘土, 都是来金金峰, 开采金金石的。 在这里开采的金金石, 可以在各个矿洞进出口, 直接卖给金金峰的收矿弟子, 或者水家的修饰弟子。 不错, 水家在矿藏上面的话语权很大, 因为他们的三街穿山寿, 才是开矿主力。 整个矿藏区, 隐约分成两个部分, 一半是宗门开采, 另一半则是以水家为主。 当然, 在名义上, 水家也是育成功的一部分。 用前世的说话, 就是水家把一半的金金石矿藏给承包了。 只要保证给足宗门定下的额度, 多采集的部分就都算是水家的。 因此, 当蛇羽先在山下要进入矿洞采津实实时, 他有两个通道选择, 往左是宗门, 往右是水家。 宗门守护上山通道的弟子, 招呼比较随意, 看一下来者身份、 令牌及挥手放行。 水家则更加热情, 凡是来采矿的宗门弟子或一丛等, 都会受到水家修饰的热情招揽, 并且隐约暗示, 他们这边的收矿价格会比宗门高那么一些。 所以, 这种商业外包式的运作, 还是比教条式的宗门运营更灵活油滑。 在蛇羽先看来, 水家这是有点前世奸商的意思了。 几位兄弟, 来开采金金石的吧, 来我们这边, 保证高价回收。 水家通道关口, 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修士, 带着几个练器进年轻修士, 热情地向蛇羽先及其他来采矿的弟子打招呼。 蛇羽先旁边几位黑袍打扮的宗门一丛, 根本就没有犹豫, 直接走向水家把持的矿洞通道。 看得出, 这几位显示炼器二三层的黑袍一丛, 平时主要工作就是来津津风挖矿的, 为他们的主人赚取修炼的资源。 作为黑袍一丛, 他们自然是哪里可以多赚一点, 就往哪里钻, 主人的收益是第一考量, 至于宗门归属感或荣誉什么的, 他们可不在乎。 这几位黑袍一丛, 炼器二三层的修为, 甚至超过了很多外门心境弟子, 显然修炼了不少年头, 其主人修为应该更为不凡。 而没有修为想挖尖硬异常的金金石, 那是妄想。 左边不远处的宗门守山弟子, 看到这一幕幕, 也只是无奈地撇撇嘴, 虽然有点不甘, 但也早就有点麻木了。 蛇语仙略做观察, 就对金金峰矿藏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他故作犹豫, 在宗门守山弟子期待的眼神中往左走了几步, 然后又在其失望的眼光中, 走向了水家的通道关口。 既然来偷矿, 蛇语仙自然在来之前, 就已经易容乔装了一下。 现在身上穿的是李潘的一层黑袍, 身份令牌也是借用李潘的。 为了逼真一点, 他还通过易容, 让自己面貌变得近似李潘。 大潘子对不住了哦, 借用一下身份, 咱俩还谁跟谁? 蛇语仙亮亮李潘的一层身份令牌, 就要走进水家矿藏通道。 那位微胖身材的中年修士, 却笑呵呵叫住他, 递给他一个小包裹, 和一个有点沉重的矿稿。 兄弟第一次来挖金金石吧, 以前应该没见过。 来, 拿着, 这是水家给各位新人兄弟的小礼物。 蛇语仙有点惊讶, 接过了矿稿和瘦皮包裹。 他没想到, 水家把握人心也这么高明, 一份清水, 小林倒饭, 及熟肉的食物包裹, 无疑会获得众多矿工的好感。 谢了。 蛇语仙接过放入储物袋, 然后走进了通道。 他心里却在想, 别以为这样, 就可以打消我偷矿的念头。 怪就怪你家大少爷太猖狂。 新来的兄弟, 第一次来, 就在表层熟悉一下环境吧。 别太往下了, 矿洞深处有个岩浆池, 你炼气似曾修为, 可能都受不住。 背后的微胖中年修士, 甚至还在背后提醒了他一句。 通道后面不远处, 就是一个十几米高的巨大矿洞。 黑乎乎的, 一股闷热的噪风, 不断从里面吹出来。 一靠近矿洞口, 蛇语仙就感觉有些热浪逼人, 这让他对金金风地下掩火, 充满了期待。 他身影一闪, 便钻进了巨大矿洞。 里面黑乎乎的, 弯弯绕绕, 崎岖不平, 还不时有分洞口岔路, 显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矿藏。 每隔一段距离, 洞窟墙壁都有高挂的寿油灯, 驱散黑暗, 照亮周遭空间。 零零散散的黑袍一丛们, 就像黑暗中引现出没的影子, 时不时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叮叮当当! 矿稿用力落在坚硬石壁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与矿工们粗重的呼吸声交织一起。 蛇语仙感应着从黑暗深处蔓延出来的浓烈火气, 钻进一个岔道时, 遭遇了一群矿霸。 七八个肌肉棒子大汗, 挥舞矿稿, 身上的汗水蒸腾, 不断化为一团团白色雾气。 碎石飞溅中, 偶有一两块金金石被顺利挖出, 他们发出欣喜的呼叫声。 这里的岩石貌似更松软一点。 嘿,兄弟, 这个分洞给我们几个包了, 你换个地方吧。 见到蛇语仙的突然到来, 一个肌肉棒子语气不善地低吼了一声。 蛇语仙不由愣了一下, 修真剑内卷果然无处不在, 连挖个矿竞争都这么激烈。 作为宗门的最底层, 黑袍一丛门的日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混, 各种内卷考验着艰难的人生。 我就路过, 几位大哥继续就好。 他笑了一笑, 疼得一闪, 瞬间消失在几位肌肉棒子大哥眼前。 那威胁发话的肌肉大汗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这速度这身法, 点子非常扎手啊, 还好刚才没莽撞冲动。 不过这个矿工大哥随即呸了一口, 嘀咕道, 装什么装, 身法牛逼, 还不是像我等一样, 得来挖矿卖苦力。 其实, 矿洞里不是会有水家修饰巡逻的, 维护秩序, 也监视矿工们会不会有搞破坏的动作。 看到前方黑暗中有两位水家修饰巡动, 蛇语仙便暂时停下来, 挥舞矿稿, 往一旁坚硬的岩石壁, 用力挖去。 蹦! 岩石虽然非常坚硬, 但蛇语仙也有点低估了自己的肉身蛮力。 一搞下去, 矿稿近半没入岩壁, 大力之下出奇迹, 一大片岩石都被崩散。 尘土碎石中, 随着炼气修为的提升, 肉身在灵力的滋养下, 不断变得强大。 而且, 它更被运雷金竹的不灭雷翼淬炼过, 洗水换血, 一经断骨, 强悍的体质, 远超铜镜修饰。 即使以后不酿酒不种田, 这挖矿的硬实力也是杠杠的。 当然要蛇语仙天天来大力出奇迹, 埋头挖矿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埋头挖矿。 瞧我这手气, 开宝箱绝对是小红手。 蛇语仙有些小惊喜。 又挖了两下, 把那块西瓜大小, 金黄色半透明的金金石给刨了出来。 兄弟运气不错呀, 这么大一块, 回收挣个五块零石也不在话下。 那两个水家修饰巡逻过来, 看到蛇语仙挖出这么大一块金金石, 也是有点羡慕眼红。 一会儿功夫就赚到五块零石, 对巡逻修饰来说, 已经非常不少了。 他们巡逻一天也就赚三块零石。 那就是运气好, 今天至少不用空手而归了。 蛇语仙回应, 心里有些警惕。 前世看的小说里, 眼前这一幕好像应该发生点什么。 不过, 他有点遗憾, 并没有俗套清洁中的强况事件发生。 水家在约束管理上还是很到位的。 两个水家修饰低声讨论着蛇语仙的好运, 转眼没入洞窟的黑暗中去往下一个巡逻点。 蛇语仙念试中感应他们的离去, 随即将刚开采到的金金石丢进储物袋, 手提矿稿, 朝矿洞深处掠去。 越往里面走, 矿工的身影也发洗手, 连水家巡逻修饰都不愿意往深钻。 黑暗深处冒出来的滚滚热浪, 让人难以忍受。 蛇语仙运转水灵力, 在自己体表形成一圈淡蓝色的气罩, 隔绝他都已经有点受不了的热浪。 地势缓缓往下, 洞窟变得更狭窄了些, 但相比蛇语仙的体型, 容纳度还是绰绰有余。 一刻过后, 蛇语仙已经顺着低落的地势, 来到了目的地。 他走进一个貌似穿山兽打出来的洞口, 须与眼前火光一亮, 蒸腾的火气扑面而来。 即便有水灵力气照护体, 他也只觉自己皮肤瞬间灼热, 虚发都微微稍卷起来。 前面是一个半亩大小的洞中之洞, 天然形成的岩浆火塘。 地势凹陷的火塘中, 通红的岩浆翻涌, 极为吓人, 而洞顶有石块落下, 瞬间就被融化。 整个火塘空间, 弥漫着无比浓郁纯粹的地火气息。 就这里, 如此纯粹凝面的地火, 足以作为火气都藏的灵源, 蛇羽仙扫视一遍岩浆翻滚的火塘四周, 找够了比较掩蔽的石堆, 盘膝坐下。 黄庭经运转, 念石内饰, 笼罩体内心脏位置, 开始牵引一缕缕精纯的火气入体, 改造心脏空间。 心藏神, 心神之所在, 火气都藏, 一旦构建宁华, 可增强蛇羽仙心神之力。 以后修炼破镜, 受到什么邪魔抑制, 或其他力量干扰的几率, 也会降低不少。 心神之力的提高, 更有利于, 他探索神秘雨滴第二层血色事件。 黄庭经武器都藏根基, 可谓真正为一个修饰打好无比坚实的根基, 全面又深刻。 采集火气凌园并不费什么功夫, 难得主要是寻找适合的凌园。 石树吸过后, 蛇羽仙胸口一热, 火气凌园已然稳稳落定, 此行目标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 才是蛇羽仙期待的重头戏。 来吧, 龟虚猪, 你要的矿藏虚立, 这里应有尽有。 蛇羽仙也不犹豫, 心念一动, 气海翘穴中的龟虚猪便散放出无量湛蓝光芒。 以龟虚猪为核心, 一股无形的领域力量悄然蔓延开来。 十米, 五十米, 百米, 千米, 无形的神秘领域, 带着隐隐渴望, 兴奋的情绪波动, 瞬间覆盖了偌大的地下矿藏空间。 隐隐的, 整座津津风的地下形貌, 都模糊地浮现在蛇羽仙的念识中。 他清晰地感应道, 龟虚猪这是在锁定汲取范围。 行了, 够了。 龟虚猪的野心有点过分, 领域覆盖甚至要超过水家的矿藏区了, 往另外宗门所属的矿区蔓延过去。 蛇羽仙不得不发出停止的意念指令, 让龟虚猪只锁定水家矿藏。 当然, 为了给自己留下从容撤退的时间, 他还是留了一圈矿藏表层, 给水家留了一点残羹圣渣。 这次偷矿还算顺利, 蛇羽仙借龟虚猪的领域视野, 并没有看到水家三头金丹镜穿山兽的存在。 否则, 这一栋肯定会惊动穿山兽, 继而惊动整个水家。 可以了, 好好吃一顿吧。 蛇羽仙念识一栋, 顿时, 他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为一个食量巨大的神兽滔天。 气海中的龟虚猪就变成了一个无底黑洞。 吃吃吃, 龟虚猪传出模糊的反馈波动, 仿佛饿了亿万年一样, 以一种蛇羽仙无法理解的方式, 聚精溪水般将领域锁定中的金金石矿藏, 还有半生的一些杂矿, 全部吸收进珠子中。 这些矿藏, 迅速被强行炼化为一股股元气能量。 蛇羽仙心中震撼与惊喜交加, 龟虚猪太恐怖了。 他看到半座金金风的矿藏, 在迅速消失, 而弃海中的龟虚猪栈蓝色光芒越来越亮, 珠子发出大海汪洋咆哮一般的嗡鸣。 虚历的数值在疯狂跳动。 原本二十一点, 犹如坐火箭一般, 急速高冲。 一百点, 一千点, 一万点, 十万点, 五十万点, 直到水家半座矿藏被彻底逃空, 龟虚猪的虚历值已经攀升到一个, 让蛇与仙都有点头晕目眩的恐怖数字。 足足五十万点虚历。 不过, 如果和被搬空的半座金金石矿藏来相比, 这又似乎太少了点。 蛇与仙通过龟虚猪的覆盖视野, 看着本来堪称矿藏雄厚的金金风都被自己逃空, 还真有点心虚。 虽然这是水家的龟属开采部分, 但总的来说, 还是棕门损失。 将心神投注在汽海之中, 那颗现如今精神抖擞的龟虚猪, 看着上面一长串数字, 它又自我释然了。 五十万虚历了, 多少算有点挥霍的资本了吧? 看看, 将一株三阶猪果树, 迅速培育成成熟体, 需要多少虚历。 心念一动, 龟虚猪的虚历力便开始缓缓下降。 与此同时, 内虚界埋在虚土里的猪果树根, 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 根上茂芽, 芽叶迅速生长, 嫩苗顶破虚土, 肉眼可见的迅速长高, 半个时辰后, 猪果树真的已经长成一棵半人高的小树了。 蛇语仙看了一下消耗的虚历, 一千五百点没了, 顿时一种肉疼与痛快的双重快乐拍打心房。 继续! 他这次铁了心, 要试试内虚界的虚实, 探探他的尿性。 前世在傲叫的猫猫狗狗, 都会被我撸顺, 内虚界也得给道爷我唱一唱征服。 虚历继续消耗, 猪果树疯狂生长。 一人高, 两人高, 最后长成一株枝叶繁茂, 生机盎然的茁壮大树, 体现三颗青色的果子。 五个时辰过去, 等长到两丈于高时, 猪果大树继续长高的势头已经缓慢下来, 虚历的消耗, 主要体现在三颗猪果果实的变化上。 蛇语仙一扫虚历值, 心里又隐隐一疼, 我去, 就消耗了五千虚历。 这来得快, 去得也得快啊, 我都还没怎么捂热啊。 继续! 他有点牙痒痒了。 虚历继续投入, 三颗猪果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色泽油轻转红。 虚历之后, 三颗拳头大小, 铜红饱满的猪果, 散发出充裕的灵性气息, 在枝叶中光芒夺目, 让蛇语仙有点口水, 分泌过多的感觉。 看了一下虚历值, 蛇语仙便毫不犹豫地, 采摘了一颗红彤彤的成熟猪果, 拿出来没来得及细细多看, 就一口啃了上去。 香甜富裕, 口感饱满, 充沛的灵力因子, 随着果汁滑入腹中, 一路点燃沿途各个翘穴, 精纯的不可思议的元气, 迅速提升着它的肉身体质, 胶筑修到根基。 肉身为法, 神魂为灯, 肉身体质越强, 浑身3600余翘穴, 就越凝练坚韧, 翘穴空间越庞大, 自然的, 一身可容纳的灵气上限, 就会不断到达新高度, 越发雄魂归奇, 澎湃浩瀚。 这是能够感觉到的, 再变强的感觉。 狼吞虎咽, 几口吃完后, 盘坐在火堂暗处的蛇语仙, 浑身暮气灵光泵射, 千丝万缕的嫩绿灵气光线, 从它浑身毛孔透逸而出。 肉身一时吸收不了全部的诸果灵力因子, 过剩的灵力因子, 便通过翘穴毛孔溢散出来, 顺带将它肉身杂志, 又给洗练了一遍。 肉身力量, 也足足强强了, 有一倍多。 蛇语仙精气神充足, 浑身充满着力量, 它一握拳头, 修长五指挤压之间, 竟有捏爆空气的嗡鸣声。 尤其它的脑瓜子, 多了一丝空灵清澈的感觉, 更灵醒了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诸果功效中提到的, 能些许提升修饰的悟性。 悟性当然是个好东西, 在参悟深奥道法, 体悟天地规则等等中, 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M。 悟性最直接的提现, 就是让功法术法修炼速度加快。 而越到后面, 设计的大道智力也发飘渺无定, 难以捉摸, 悟性不够, 修饰极限就会很快体现出来。 悟性不够, 无法应凑, 天花板上线就是纹丝不动。 太远的就不想了, 如果实现了诸果临时自由, 把悟性提升起来, 我朱般道法, 就可以很快进入精通之上的境界。 这时他再去看诸果树最终消耗的虚力值, 心里也是好受多了。 从一节根续到大树诸果熟透, 足足消耗了六千虚力。 心疼? 啥也不说了。 虚力有价, 聪明无价, 能不断提升自己根骨, 悟性的宝贝, 岂能不舍得投入。 一颗三阶成熟诸果, 也是群星方基本有价无市的爆款零果, 价值数万块零食不等。 往往群星方市面上亦有诸果流出, 必然被瞬间秒空, 价都不再还一下的。 蛇羽仙起身, 鼓动体内五系轮回剑, 让他快速吸收多余的木系灵力因子。 现在的轮回剑, 来者不拒, 就是一个嗷嗷待哺成长中的孩子。 树西后, 不再浑身冒光的蛇羽仙, 立刻收拾案发现场, 念识牵引火堂里的岩浆, 将自己来过的痕迹彻底焚练几遍。 感觉能做的都做了, 也就拍拍屁股闪人。 身影如电, 闪烁在纵横交错的黑暗矿洞之间, 速度比吃猪果之前, 貌似快了一丢丢。 不能逗留下去了, 只要那几头堪比金丹镜的穿山兽钻一下地底深处, 就会发现被我偷家的情况。 水家, 应该会气疯吧? 矿洞各处, 黑暗中的寿邮灯下, 几百个光榜子的杂役弟子, 黑袍一丛们, 还在挥汗如雨, 奋力激稿, 喂几块零食而埋头苦干。 魂不知, 某个人已经把他们可以挖上几百上千年的金金石, 都给偷光了。 抱歉了兄弟们, 以后去宗门那边挖吧。 蛇与仙沿途看着那些苦力矿工, 心里带着点调侃的说声抱歉。 出了庞大的矿洞群, 重新沐浴在金金风的阳光之下, 他拖着手上那颗西瓜大小的金金石, 镜子走向水家那位中年微胖修士。 兄弟, 你这可以啊, 第一次来就挖到这么大一块金金石。 水家中年修士一记马屁, 随手就拍上, 笑呵呵地接过金金石, 然后转给蛇与仙五块零食。 还行, 就是有点费力费身体, 下次再来了。 蛇与仙接过零食, 随口回了一句, 就走出了水家通道关卡。 心里却悠悠地飘了一句, 下次当然不可能再来了。 你我就后会无期吧。 我是个温良公解让的好人, 暂时报复, 一次就满意了。 钱多人帅修为高的, 某位内门弟子, 就知足吧。 离开金金峰, 再返回问道峰的路上, 他恢复自己的身形面容, 与平日打扮, 一副浑然无视状。 不过, 还是没有大意, 特意玉服传音, 给李潘交代了一下, 让他认下去了一趟金金峰的事实。 以防后续追溯, 那么大规模的矿藏不翼而非, 水家必定暴跳如雷, 玉成功也不会答应, 启动诸班手段, 也要找个说法。 调查近期出入过矿洞的一丛矿工们, 也在情理之中。 但这力度重点, 蛇与仙也能肯定, 不会在普通的一丛弟子身上, 顶多也就问询一番。 能不动声色, 在原因真人眼皮底下, 做到半空半座金金峰矿藏, 这已经堪称大神通, 网话神经以上疏离找线索, 才是正确的调查思路。 李潘没有多想, 自然答应下来, 这副没做亏心事坦然, 也不惧问询。 回到自己的吴姆林田, 蛇与仙一眼就看到, 在附近盘坐土纳的窈窕身影。 你回来了? 看你眉目带着喜色, 莫非又发财了? 盗梦睁眼看来, 笑意艳艳地打量他几眼, 随口一句, 却几乎击中蛇与仙的要害。 发财? 我这一趟, 当然是大发横财了, 不过这天大喜事, 也不好跟你讲哈。 蛇与仙面色不动, 随意回道, 还好, 就是回去, 看了一眼酒楼的生意, 还是挺火爆的, 所以心情也就好起来了。 心面一动, 林田法阵洞开, 他就要举步走进去。 喂? 你能不能多租一点林田吗? 盗梦一句带点娇春的话, 让他顿住了脚步。 林峰高层说了, 我们这边三四百亩低级林田, 都可以低价出租给你哦。 看你酒楼生意那么好, 平日林果之草消耗得很大吧, 多租点好。 盗梦是个好推销员。 蛇与仙笑了笑, 婉拒, 这点林田我都有点忙不过来, 暂时还是种不了那么多田。 其实, 自己的林植催生波动, 已经可以覆盖方圆十亩地, 但现在诸事缠身, 他还真没什么心思多租林田。 目前五亩地, 供养一座仙穷号酒楼, 绰绰有余, 还能余力再供小方式地带开分店。 目前轮值风铃花的收益, 他都有点看不上了。 在种完这一波, 他打算全部改种酿酒的林植类, 做七真果酒, 醉八仙酒, 两大零酒的供应基地。 低级林田租再多, 也没什么意义了。 能种出一阶巅峰的醉仙果等林植, 已经是低级林田地利的极限。 二阶林植, 只有在中级林田上, 才能获得足够的生长所需养分。 而一阶林植的价值, 已经跟不上蛇与仙大步直趟的种田步伐。 道爷我, 也不是只能租地级林田的, 现在嘛, 眼光有点高了。 他看向玉莲有些遗憾的道梦师姐, 开玩笑说道, 怎么? 你们问道风, 都有我五母林田的大丰收打板了, 还找不到新租户吗? 道梦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师弟你前些日子大丰收, 我们问道风, 自然好好宣传了一波, 还带了十几批好奇的林植夫来你这边实地看了一下, 但目前都还在犹豫中, 舍与仙相信, 自己这一波足以亮瞎林植夫的高产丰收, 问道风肯定会顺势大肆宣传。 我租金虽然是没花多少, 但我给问道风打破了租重林田必颗粒无收的困局啊。 这也算回馈完恩情啊。 当初在田几步, 他仅怀揣三百多块零食, 就敢去租林田, 现在想想也是够无知无味了。 创业之初, 起点艰难, 还好得远只是推荐了优惠给力的问道风, 这才慢慢有了现在打的一拳开, 临时如潮来的大好局面。 门星自问, 对问道风他是有一份感激之情的, 尽管也是自己命应。 想到这里, 舍与仙有些心软地说道, 其实, 多租一点也不是不可能。 道梦顿时眼眸一亮, 急忙追问, 师弟你想多租多少, 肯定给你最优惠。 舍与仙微笑道, 低级林田, 我不会多租, 不过可以租重一点你们的中级林田。 就看你们问道风, 舍不舍得了。 他这是开始为以后发展提前准备了, 产业越做越大, 也是要往高端上游链升级的吗? 如果能够租到中级林田, 那就可以尝试种植真正的二阶灵植灵药, 他也就可以研究开发出更多的高端灵酒系列。 零食, 谁会先多啊? 别看我, 日如六七块千灵, 日后还指不定有什么修炼大窟窿, 在前方等着我呢? 居安思维, 必须稳住, 绝不能挑。 舍雨仙没有忘记, 一部黄亭金, 上, 就差点彻底逃空自己的事情, 一柄五系轮回剑, 也一次性大出血等等。 甚至, 他好奇之下, 都打听了一下助鸡丹的价格。 乖乖, 那才叫一个赚得很。 他现在一年的酒楼收益都买不起。 助鸡丹很少外流, 基本给玉成功那门天才弟子给消耗掉了。 万宝阁每年拿出来拍卖的助鸡丹也不会超过十例。 每一例都在万宝阁拍出不可思议的天价。 与助鸡丹收益相比, 我的格局还得再打开。 想到那堪称天文数字的助鸡丹价格, 舍雨仙有些飘的心, 就又狗地闻闻了。 助鸡丹如此, 以后金丹静, 原因静了, 一时俱付, 但到底钱总是不够花的。 何况, 我还想将我舍家也逐步培养成修真世家, 到梦见舍雨仙不想多租低级灵田, 反而描上了问道风的终极灵田, 他就做不了主了。 悠悠地叹了一声, 师弟你也心不小啊。 每一块终极灵田都是宗门重要资源, 虽然我们问道风的终极灵田现在, 嗯, 我帮师弟你问问。 嗯, 你可以多提一句, 终极灵田, 我愿意高价租金。 舍雨仙笑了笑, 信步走进了自家的灵田。 鱼儿抛下了, 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 盘西坐在灵田中央, 周边都是好闻的花木灵气影子, 舍雨仙很快入定, 投入到火气都藏的构建宁华中。 一口就吞下一瓶贝灵丹, 丹丽在黄庭经功法的驯服, 转化下, 先化作一缕缕水灵力。 然后通过水气都藏, 过渡到木气都藏。 最后, 在新自觉的运转条理下, 一缕缕木灵力, 凭空燃烧, 化作岩浆一般灼热的火系灵力。 丝丝缕缕的火气, 在念石的牵引下, 如渔夫边网, 慢慢在心脏翘穴空间, 凝滑出火气都藏的雏形。 是不过三日, 事发了。 当天, 金金峰山体内部, 响起一声愤怒又惊慌的灵兽嘶吼。 那是三街穿山兽的吼声, 水家这头穿山兽, 今日姗姗来迟上班打卡, 不出意料地发现了金金峰矿藏, 被神秘力量倒踩一空的事实。 一时间, 金金峰上兵荒马乱, 人心惶惶。 凌峰上空见光身影不断落下, 高修大能强大的气息, 遮蔽了整座金金峰, 杀机引线。 毫无疑问, 水家那位原音真人出面了。 水家不少驻击, 金丹靖修士更是纷纷赶到, 将金金峰里里外外封锁个彻底。 而且, 金金峰峰主陈旭真人也惊动了。 到底是谁, 把矿藏都倒踩一空? 水家家主, 一位金丹靖后期的中年修士, 身穿玉成功长老服饰, 在十几位驻击修士的簇拥下, 冲入矿藏深处, 然后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地底深处, 几头三街穿山兽, 硬生生在坚硬的岩石层中, 打出几个深不可测的大洞。 水家修士放出护身法宝及灵器, 跳进地洞深处, 都被里面的场景给彻底镇梦了。 只见岩层泥土之间, 到处都是空出的巨大窟窿, 而上面的金金石, 及半生矿石之类, 全都凭空消失不见。 道财者这番匪夷所思的手段, 简直让他们又惊又恐, 如此手段, 岂是寻常修士所能为, 原因竟都做不到这么精准, 且毫无遗漏。 关键是, 这一切动作, 都是在金金锋众多高手眼皮底下, 一两天的功夫就完成了。 只有化神镜老怪, 才有这等强大手段。 我水家, 到底得罪了哪方大神? 如此断我水家根基? 水家原英静陈亨真人, 俗名水目冲, 面容衰老, 须发皆白, 一脸阴沉的虚立于金金风云空之中, 眼神闪烁不定的, 望下方慌乱的水家修士。 他修为强大, 念石早已深入矿藏深处, 将真实情形看了清清楚楚。 只是, 越是如此, 他也是越是惊疑不定。 莫非是无年轻时结下的一些仇人, 现在有人突破化神境, 开始来清算水家。 陈亨真人疑神疑鬼, 忍不住脑洞大开, 细细追忆往日恩仇情愿, 将可能的敌人, 甚至那些几乎都遗忘的踏脚石, 对手等, 都从脑海深处掉了出来。 这一追忆不得了, 陈亨真人发现自己一生也是罪孽深重, 杀人夺宝, 灭人满足, 伐山破庙等, 干下的缺德是实在有点多。 尤其有些让七百多岁的他, 还尴尬难以再次直视的过往。 比如十八岁恋气圆满, 偷窥过师姐洗澡, 也珍藏过不少宗门女修的肚兜内衣。 二十多岁住击后, 生生拆散的道履不下三十多对, 自己玩弄感情过后, 又随手厌弃, 有纠缠不休的女修, 还被他悄悄悔消道横。 一百多岁成就金丹, 更加横行无际。 暗中下手, 弄死弄残的天才弟子近百人, 因为极度眼红, 因为害怕被超越。 期间看中一些中小门派的正宗宝物, 便诸般算计并痛下杀手, 伐山破庙, 将宝物占为己有。 五百来岁时, 依仗之前作恶所得的雄厚积累, 侥幸踏入原音境, 从此列为宗门老祖。 之后, 蒙老有死前托付, 去照抚其生前创建的御寿宗, 小小门派, 竟有三头幼年穿山寿, 何得何能? 无量天尊! 最恶心意起, 灭杀全宗, 鸡犬不留, 得三头穿山寿, 偏然而归。 之后自觉前力已尽, 便各种罢蛮修饰美人, 水家开之散叶,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穿山寿成年, 极堪比金丹镜, 为水家壮大发展, 建立赫赫功勋。 之后, 开辟一座金金峰, 半座属水家的家族巅峰传奇, 杀人放火金腰带, 亦将功成万古枯。 然以上种种, 不过修真戒寻常。 无水目冲道心坚定, 不过晒然一笑耳。 不过, 这个当初没弄死, 还有这个重伤逃亡, 算算时间, 当年天资就比我还高的他们, 现在都有突破化神经的可能, 或许就是他们前来算计报复我。 作为一个有超级自省力的原因真人, 水目冲瞬息间, 已将自己底细, 先扒了得七七八八。 水家老祖都如此横行无忌, 也难怪子孙后代们各个嚣张跋扈。 什么君子之责, 武士而战的话, 水家从来都是嗤之以鼻。 只要老祖水目冲还在, 水家就是三英世家, 在玉成功地位稳固, 可传百年千年。 也因此, 有了终日将钱多人率修为高挂在嘴上, 炫富炫得肆无忌惮的水太凉。 不知道陈亨真人水目冲, 如果知道这一切, 其实与他无关, 都是自己宝贝的嫡长孙, 一时炫富造下的后果。 不知道水家老祖会否狠心意起, 将水太凉也弄死弄残。 无量天尊! 既有可能是昔日大仇报复, 无字当上柄长教, 请宗门为无作主, 水家老祖琢磨许久, 自觉大概, 也许, 便是如此, 也就懒得再看, 他身影瞬间原地消失, 在虚空划出一道弹痕, 只往玉成公祖失丰而去。 天塌下来, 自有个高的顶着, 无虽血腥染透, 但为宗门征战厮杀, 又岂会少了? 我为宗门流过血, 我有功于宗门! 化神尽寻仇又如何? 我玉成公雄历大千福昆界万年之久, 高修大能, 又岂会少了? 乱糟糟的矿洞中, 水家修士进进出出, 神情惶恐, 有点末日临头的感觉。 慌什么? 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一身刺金线内门弟子道袍的水太良, 怨怒地朝那些眼神飘忽的水家修士大吼。 恨众人, 其丢了水家的威风。 我就知道, 大部分投奔依附水家的外姓修士不靠谱, 就这么一点小事, 怕成个球样。 即便矿藏被偷控, 以之前一两百年的累积, 水家不过换个产业玩玩而已, 水太良可不觉得事情有多大, 敌人厉害, 自然有原因禁的爷爷出手, 金金石矿, 没了, 也自然有其他矿藏, 或者其他产业可以霸占发展。 怕, 怕个球啊, 一群没卵蛋的玩意儿。 玩库修三代, 表示没什么压力, 以后照样可以拿临时砸人。 不管如何, 我前多人率修为高的派头, 是不可能丢的。 水太良神情并无多少紧张, 反而有点吊锒, 魂不在意。 没有了金金石矿, 还有宗门外围的铁金石矿, 冰林石矿等大小矿藏上百座。 我水家有三头堪比金丹镜的穿山兽, 注定是矿业界的霸主, 踩什么矿, 不都信手拈来。 不管水家这边, 人心患乱纷纷, 玉成功宗门高层, 也被深深震惊。 金金锋矿藏不翼而非一事, 悄然被宗门列为绝密。 在后续十几天的调查中, 凡是近一年内, 进出过金金石矿洞的异从, 杂役弟子, 都被宗门问话了一番。 李潘也不例外, 他坦然的很, 本来就不是我做的嘛。 即便是老大, 也怎么可能, 干出化神静老怪, 才能做下的大案。 我与老大两人, 皆是坦坦荡荡真君子, 经得起一切质疑与考验。 在年底外门弟子大笔来临之际, 闹出金金锋这等惊天大案, 也算是为大笔添加了诸多话题。 甚至, 宗门将年底大笔的奖励提升了一倍, 说是鼓励外门弟子奋进修行。 这也是蛇语仙没想到的变数, 他也算是为外门弟子, 间接地谋了一番福利。 一边催熟灵职, 酿造灵酒, 一边潜心修炼, 构建火器都藏。 十几天闹轰轰的局面中, 他的心态也越来越稳。 金金锋一半矿藏不翼而飞, 水家及宗门高层的调查方向, 一开始就错了, 被水家老祖带沟里去了。 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化神镜大盗, 这不南辕北辙吗? 不过, 据说水家老祖当年心狠手辣, 造孽太多, 说不定也真有隐藏的化神镜仇人被挖出了。 眼看事件发展, 沿着远离自己而去的方向而去, 蛇语仙也慢慢放心了。 从金金锋采集完火器灵园后, 他就不断在构建宁华第三大兜藏, 火器都藏。 在足量的灵丹辅助下, 体内水灵力源源不断转化为火灵力, 十几天来已经火器充溢, 水到渠成。 今日, 就是突破的凉晨即日, 火器都藏, 宁! 盘坐在灵天植丛里的蛇语仙, 面容沉静, 念石笼罩心脏火器都藏位置。 赤红色的火灵力以火器灵源漩涡为中心, 不断高速运行, 最后在心脏降弓, 宁华成一颗火光蒸腾, 心脏形状的火器都藏。 火器都藏一凝滑成功, 身体就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力量, 不但心脏被淬炼了一遍, 就肉身力量, 比如爆发力等, 都增强了不少。 火器流经之处, 将力所能及的脏腑杂质都焚烧一尽, 最后雨水, 木灵力融会, 徐徐注入气海。 气海中悬浮的龟须珠, 也湛蓝光芒闪烁, 又将以水灵力为主的三系力量, 洗炼一遍。 每一个灵力循环, 都能让蛇羽仙的灵力变得更为精纯, 气息也在不断壮大。 哼! 灵力气息达到一个瓶颈时, 蛇羽仙念时用力一震, 就没多大阻力地, 破开了一层无形的阻隔, 浑身气息顿时疼地上涨一减。 炼气六层,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突破了。 它缓缓起身, 乌发无风自动, 双眸火光一闪而逝, 一股郁佳精纯浑凝的气息便从身上散发出来, 妥妥地炼气进六层。 随着脸气觉气息一动, 外显气息就不动声色地回落到炼气五层。 拜入宗门半年不到, 我已炼气六层。 至今, 肾, 肝, 心都被对应属性, 灵力重重地刻了一遍, 身心里外通透无比, 心神隐满。 火系督藏宁华成功, 不但修为顺利突破六层, 可释放三条灵力之龙, 就连心神之力强大了一倍许, 寿源也似乎增长了一些。 心脏意识低级修饰的命门要害, 被重创即可能生死到消, 但如今它凝练出火器兜藏, 以后厮杀斗法, 即便心脏受创, 只要没有被完全摧毁, 就能通过火器督藏你化再造。 狗命能力, 多多一善。 之前探索神秘雨滴二层血色世界的心神伤损, 也在火器督藏宁华后, 彻底修复, 而且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下一步, 稍微准备一番, 即可再次探索第二层傅海龟的血色世界。 第二枚万灵真硬, 毫无疑问, 必然是跟太古傅海龟有关。 但宗门外门弟子大笔在即, 他也无法置身室外, 以时抽不身。 因为宗门有令, 明日的外门弟子大笔, 就在楚秀丰严无常举行。 凡是外门弟子皆可参加, 而新晋弟子, 则必须全部参加。 无疑例外。 据说, 这是宗门有意让新晋弟子开拓眼界, 磨练斗法技巧, 更主要的是, 让新晋弟子渐渐血。 修真不是请客吃饭, 温温吞吞, 而是充满残酷, 大到争渡, 不想被淘汰, 就得敢于面对斗法厮杀。 就像王云超之流, 上了擂台, 一受伤流血, 就迅速崩溃, 到心都破了。 这样的弟子门人, 注定会被宗门慢慢抛弃。 宗门的外门大笔, 今年五百多位新晋弟子, 必然大部分会留下他们的第一滴出血。 就友情参与一下吧, 随便弄个名次就行。 什么宗门前时之类, 是不会去想的。 前时所谓的丰厚奖励, 还是留给别人吧。 无知眼界与胸襟, 真的是越发宽广博大了。 顺手采摘了一批再次成熟的醉鲜果, 幻梦花等。 打算回到岳西院酿酒。 明后五天, 都是宗门大笔赛城, 外门大笔, 内门论道, 锦罗密鼓, 道爷们都很忙。 不但蛇语仙必须参加, 就连练气一层的前号来, 钟小伟和赵黑子, 不要去演武场献丑一番, 就更别说道成。 道林, 这几位练气后期的高手了, 这两位肯定是带着目标去的。 所以, 之后五天, 仙琼号酒楼是暂时半营业状态, 蛇语仙感觉损失有点大。 还好酒楼已经买下来了, 不营业, 也不用交房租, 没有什么压力。 对于打算在大笔中躺平的蛇语仙来说, 这几天, 反而是难得休闲放松时间。 还别说, 每天赚点零食, 其实还蛮累的。 来自一个杂武林根的凡尔赛事炫耀。 蛇语仙悠悠然地走出林田, 看了一眼道梦经常盘坐的地方, 难得没人。 她望着湛蓝色的广袤天空, 心情宁静, 轻松淡然, 体内五色气环一动, 就要飞顿而去。 语仙试电, 请等一下。 刚说某女子不在, 某女子的苗条身影就从远处飞掠而来, 道梦远远地叫住了她。 你的要求, 上面同意了, 可以租给你半亩, 终极林田。 道梦瞬息间停落在蛇语仙面前, 急速赶路, 让她欲脸微红, 略有娇喘, 胸脯起伏, 曲线动人。 蛇语仙都不太好意思盯着看了, 咱单纯。 道梦美眸略过一丝自得, 有些傲然地挺了挺胸, 笑道, 师弟你这次可得好好谢我, 不是我在上面大力推荐, 对师弟你推崇备至, 这终极林田你还租不到呢? 果真。 蛇语仙心中大喜, 鱼儿终于上钩了, 终极林田即将到手。 虽说自己气海还悬浮着一颗龟虚猪, 内有十几亩逆天虚土, 在花费了近两万虚力后, 已经拥有三猪三阶珍稀灵植, 猪果、布老花和紫魂草, 以后猪果都可以当零食吃, 但是, 一二阶的灵植药材, 放进内需界种植, 还是太浪费了, 好不容易冒着惊动原因, 化神的巨大风险, 偷了个矿, 弄了五十万虚力, 自然要掰着手指细细的花。 终极林田是他盼望已久的, 只有租上终极林田, 后续才好逐步铺展开, 更雄心壮志的产业计划。 不是听说, 炼制那个筑基丹的灵才主要地龙身, 非常稀有, 极难培育, 堪比灵植界的国宝大熊猫吗? 我也想试上一试哦。 有几大仲田天赋, 自然是不能虚致, 随着眼界的提高, 灵植目标自然也是越来越高。 对于盗梦带来的好消息, 蛇与仙感到内心振奋, 但欣喜归欣喜, 适当的演技, 还是必要的。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只要演得好, 临时赚到宝。 蛇与仙故意纠结一下, 说道, 师姐, 你们问道风也太小气了吧, 才给半母帝, 我又不是出不起价钱, 就是卖给我也能拿下。 盗梦扑斥一乐, 续掩小嘴笑道, 看把这个外门金铜给狂的, 都快没编了。 看你这么骄傲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仙穷号酒楼, 就是你一个人的产业呢? 盗梦作为问道风有些地位的弟子, 女神狗腿道义的接班人, 自然对仙穷号酒楼有所了解, 在他看来, 就是封上武师叔赵黄飞的私人产业。 而蛇与仙, 不过是脱臂门下, 为赵黄飞打工的可怜人而已, 有些股份, 也是看在零酒方子的份上。 仙穷号酒楼日静斗金, 那些蜂拥而来的修士, 不都是冲着, 师叔那无双风采而去的? 任谁也不会想到, 蛇与仙一个小小的炼器静, 才是大股东, 真老板。 宗门那些筑基进真传弟子, 接受别人的主动托付, 哪个不是顺手笑纳, 自己掌控大部分产业收益? 道梦损完接着说道, 半亩地也不少了, 问道风上下终极林田, 也就八十来亩, 以往都是绝不外租的。 不信, 你去问问其他林峰, 看有人租给你布。 行吧, 半亩就半亩, 说说看, 要多少租金? 蛇与仙微微一笑, 低调了下来, 刚才的小小膨胀, 其实何尝不是一个试探。 如果终极林田能买下来, 他绝对不惜重金。 至于道梦对于 仙琼号九楼归属权的自行脑补, 他是不会去更正的, 我就是给冰山女神打工的, 行不行? 道梦的以为, 也会是宗门其他修士的以为。 如此, 他藏身幕后的计划, 也是基本成功了。 这年头, 不会扯大旗, 不学会借船出海, 不学会杠杆撬动, 哪里能轻易致富? 半亩林田, 一年租金二十万零食。 道梦也收敛笑声, 一本正经地说出个惊人的数字。 一年二十万零食。 这一下, 连有外门金铜之称的蛇宇仙 都有些梦了, 已经远远超出心理预期了, 我没听错吧。 他马上还价道, 不可能, 这么高的租金, 已经是低级林田的二十倍价格了, 谁敢租? 道梦这次却丝毫不退让, 正色说道, 中级林田值这个价的, 筑基修士的丹药多贵你也知道, 以师弟你的灵植夫天赋, 能赚多少, 你心里也有数。 我心里当然有数, 只是也被你们问道风算得死死的。 五亩低级林田, 我捡了大漏, 问道风这是要通过中级林田这边, 加倍赚回来了。 也行, 只要种植出地龙身, 二十万临时租金, 也根本不算什么。 见到梦不退让, 蛇语先知道这是问道风的底线了, 只好故作委屈地答应, 还以为你们问道风实在, 没想到也这么霸王条款, 加个条件, 看行不行。 我可以租五年起步, 一次性, 先交其一年租金。 道梦犹豫了下, 腰间通讯玉符, 迅速闪烁了几下, 然后抬头有些爱莫能助地说道, 师姐经历了, 上面不同意。 这半亩灵田, 向外逝租一年, 倒是在看具体情况。 就这据说, 还是风主作主征来的, 其他几位师祖, 其实都挺反对的, 真就只能这样了。 看真的占不便宜了, 蛇语先就只能同意了。 问道风终极灵田, 租重一年, 二十万临时, 一切最终解释, 全归问道风所有。 若不是整个宗门, 三十六风, 真的几乎不会将终极灵田, 高级灵田, 极品灵田外租, 都是灵风自行种植, 培育高阶灵植大药, 它也不会这么大方出血。 中高级灵田, 不比低级灵田, 数量, 呈阶梯状迅速缩减。 问道风低级灵田数百亩, 但中级灵田只有八十亩, 可想而知, 高级灵田, 就更少的可怜了。 问道风的高级灵田, 可能不到二十亩, 像百药元, 可能就是问道风的高级灵田之一, 但却是朝着培养成小洞天方向去的, 蛇羽先去过两次, 其面积大小, 也不过是五六亩地的样子。 至于极品灵田, 应该就更稀少了, 基本是天然环境形成的极为特殊的风水宝地, 宗门因势利导, 适当改造而成, 大部分所谓的极品灵田, 都是带有独特属性的, 只能适合对应的少数高阶灵植, 就像四阶运雷金竹, 直接盘踞在一条雷矿石的矿脉上, 而且, 周围根本没有其他灵植能生存, 其实也相当于一种极品灵田了。 在极品之上, 还有一种更胜一筹的小洞天, 灵田? 五阶摩云菇, 那个冰凉灵气无比充沛的巨大石窟, 就类似小洞天的独立环境。 问道风百药元, 这样的小洞天, 无疑少之又少, 物以稀为贵, 高品质的灵田也是如此。 好在它有一颗龟虚珠, 只有虚力足够, 虚土堪称神级灵田。 越到后期, 它的优势会越大, 但现在, 还是得租灵田过渡一下。 所以, 蛇与仙能租到问道风的终级灵田, 只是特殊个例, 甚至是趁火打劫。 如果不是可能也有那位霉运大劫的杜劫大佬, 在背后助攻, 问道风终级灵田也遭殃, 他几乎没有机会染指宗门终级灵田。 道梦刚才隐隐提到了, 问道风其他原因真人, 并不同意外租终级以上的灵田, 很有可能这些资源, 都被高层知卖力量分别掌控着。 灵田虽好, 把我难倒。 这些天, 即便日进斗金, 也具二十万零时现款有点差距, 得缓一下。 蛇与仙便对道梦说道, 师姐, 伴母终级灵田先给我留着, 外门大笔后, 再签租中协议吧。 二十万零时, 我还得东介, 西凑才行。 顺口不着痕迹地帮道梦, 把他的自以为给补原了, 自己的确只是九楼小股东, 赚得不多。 提到外门大笔, 他心里又一动, 有点开玩笑说道, 师姐练气竟近乎圆满, 莫非也会参加外门弟子大笔。 提到宗门大笔, 平日看起来轻轻柔柔的一姑娘, 瞬间美眸泛金光。 参加? 当然必须参加。 这次外门大笔前三明明, 奖励竟然都是一箭灵器, 第一名还可以挑五行属性。 我作为问道风外门弟子, 岂能不为风上争光? 蛇语仙还真没看出来, 面前的道梦也是个斗法狂人。 师姐贵更啊。 他本来就想顺口问一句, 但直觉的警示让他孩儿未发。 道梦恋气静九层近乎圆满, 如果真如外表二十多岁的样子, 这可是内门之姿。 而内门弟子岂会陪自己在这里扯皮? 那道梦姑娘的年龄肯定就是个忌讳了。 差点就大意来啊。 又跟道梦闲扯了几句, 蛇语仙便离开, 回楚秀峰阅习院去了。 明日宗门大笔就在楚秀峰演舞场, 住阅习院更方便点。 回到院子, 李潘也早早打卡下班了, 说今天生意人少, 大部分弟子都在准备外门大笔。 内门论道, 连烤肉都没卖完, 不过醉八仙灵酒照样是一谈不上。 很多修士都在屯灵酒, 为年底各种聚会交际而准备。 道义, 道林, 道成这几个对大笔有点想法的, 也都早早找借口敲班。 得扣钱! 李潘稍微汇报今日生意后, 就埋头钻进自己的小房子, 烟熏火辽地钻研起炼丹来。 冰山女神赵黄飞来过院子后, 这小子努力, 奋斗之心就特别强烈, 每天两点一线, 酒楼, 院子炼丹房, 炼丹房也是她的炼工地。 这是被刺激到了, 没修为, 没本事, 没银子, 所有美好事物都与你无关, 那不就得奋斗吗? 蛇语仙悠哉灯楼, 心情很宁静放松, 根本不为外门大笔发愁。 本着一轮游的良好心态, 她淡定的盘坐进食, 虚余入定。 火气都藏宁华成功, 心神之力暴增约有四五成。 蛇语仙此时状态正好, 又没有大笔斗法征名次的压力, 酒楼生意也不用操心, 便淡淡定定的进入神秘雨滴世界。 石海中的神秘雨滴, 将她突破小境界后的情况, 也更新了。 修为, 炼器六层, 万灵真硬, 一, 太古雨蛙, 驾狱, 天赋,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避, 中,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中, 宝物, 龟虚珠, 笋, 轮回剑, 若, 弓法, 黄庭经, 上, 小五行腾挪术, 三眼观想法, 水剑术, 水甲术, 脸器绝, 以及清洁术, 燃火术, 采集术, 等修真杂项。 上面明显多了一行信息, 就是宝物, 龟虚珠上架显示意料之中, 但没想到刚入手不久的轮回剑, 也被神秘雨滴列为宝物, 这可是一大惊喜。 稀有的天外五系宝矿, 飞剑本身底子就非凡, 能列为宝物, 也算合理。 蛇语仙对神秘雨滴尿性摸得差不多了, 既然显示是宝物, 那应该就是法宝等级以上的存在。 像之前的土原盾之流, 神秘雨滴可是根本就没显示, 就是轮回剑目前挂了一个弱的标签。 也不知道在神秘雨滴眼里, 多弱才算弱机。 起码这些天, 蛇语仙也常躲起来操控一番轮回剑, 感觉得心应手, 威力也是挺满意的呀。 心念一动, 念识模拟成轮回剑的样子。 模拟有形之物, 小剑画形变得更为凝实。 一剑破空, 出现在第二层血色虚空事件。 实感之中, 星红弥空, 竟是浓烈的心血气息, 崩塌, 惨烈, 沉沦, 堕落。 这次, 星红气息给蛇语仙念识小剑的组织之力, 明显轻了不少, 心神的强大, 让蛇语仙更为轻松地探索这方惨烈虚空。 哦! 念识小剑闪烁起淡淡的蓝绿赤三色, 仿佛呼应了他三大都藏的灵力气息。 剑身三色光芒一阵, 破开星红血色, 如鱼百尾, 迅速游向虚无深处。 左躲右闪, 一路可以较为轻松地避开十字般的血色光团轰击, 很快穿过了上次探索的那块航空母舰一半的破碎硅甲上空, 往更深处飞跃而去。 也许, 今天有可能找到万灵真硬, 蛇语仙的直觉告诉他, 今天或许也会有惊喜。 沿途探索中, 念识小剑又发现了几块破碎的硅甲, 比前面那块甚至还大, 不过念识仔细探索过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珍宝。 他也没有失望, 得到了一颗龟虚珠, 岂能指望又获得类似珍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心神之力都损耗颇大。 就在他想着, 是否要退出血色虚空时, 前方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漂浮物, 比之前所有碎甲加起来还大的一个巨物, 远远望去, 一片触目惊心的暗沉新红色。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蛇语仙也是心头漠然一惊。 怎么看起来, 像是半边残破的灵规手疾, 龙首长须, 历齿刺天, 虚空悬浮, 气象依然无比庞大, 望而不累大千浮昆界任何传说生物。 虽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岁月, 还弥散着无比浓烈的心血气息。 它不由得有些惊悚的浮想, 这里是关于太古赴海归的事件, 莫非就是其陨落后的头颅? 带着一种莫名的悸动与惊悚, 念识小剑加速飞掠而去。 还好, 太古赴海归陨落得太久了, 那半边巨大头颅上, 只残留极其微弱的一点点威压, 让念识小剑可以勉强靠近。 饶是如此, 在这一丝几乎不存在的威压中, 蛇与仙也如被某种至高的存在凝视一般, 连灵魂都有些涣散之感, 心神之力在飞速消耗。 还好, 火气都藏宁华后, 快速消耗的心神可以得到一些补充。 应该能支持我, 飞进头颅巨库中探索一下。 略微感应了一下此消笔掌, 蛇与仙心头紧迫感一下就来了, 马上念识震动, 加速来到争鸣惨烈的巨手面前。 嗖的一下, 小剑一闪, 从头颅上那空洞的龟眼巨库中飞了进去。 头颅内部深邃广大, 但几乎已经挖空了, 里面空荡荡的, 就像一个巨大无比, 争鸣森然的崩塌空间。 进入里面后, 蛇与仙看着内部处处碎裂崩塌之处, 感受到一股霸道无比的摧毁力量。 这个头颅似乎是被一只遮天大手, 直接一手抓爆了傅海龟的半边头颅。 恐怖至极的力量余震之下, 令剩下这一半也是处处崩塌, 生机不存。 而且他发现, 进入龟手炉内, 心神之力正在一种疯狂的速度, 急速消耗。 火气都藏回补, 也根本无法追平, 自己仅能维持树戏。 蛇与仙心中一紧, 操控念石小剑, 飞快探索里面各处。 但里面太大了。 就在他支持不住, 念石涣散的时候, 转机陡然出现。 一团巨大的硬形光团, 就在头颅的深处, 形如一头太古神龟, 通体散发着淡淡血红色的光芒。 万灵真叶。 那绝对是我一直要找的第二枚万灵真叶。 蛇与仙内心狂喜, 波澜万丈, 给平陵崩溃的念石小剑, 添加了最后一点心神之力。 嗡! 小剑如电射去! 触到了! 一股无比雄厚广袤的太古气息, 瞬间翻天覆地般, 席卷而来。 蛇与仙依旧是眼前一暗, 被震出了神秘雨滴空间。 但这一次, 心神陷入黑暗掉线, 他却极有把握, 那枚万灵真硬到手了。 因为, 他瞬间感觉到了自己身体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肉身与灵魂都似乎被一个无形的造化大手, 在捏泥人一半, 揉碎, 重塑, 心生。 某种无形的神秘力量在改造自己, 这是有新的天赋, 加持附体的熟悉感觉。 必然成了。 蛇与仙狂喜之中, 再无平日的镇定沉静。 他脸色惨白, 跌坐在房间地板之上, 却哈哈大笑, 掏出好几种如回灵丹, 被灵丹, 凝神丹等狼吞虎咽下去。 运行黄亭经, 鼓动火气都藏, 丝丝力量弥散身心, 迅速恢复心神的消耗, 损伤。 半课之后, 自觉心神恢复了一些, 他迫不及待地, 再次进入石海的神秘雨滴。 当! 苍青色的神秘雨滴表面, 轻轻震荡一声, 多了一丝血红之色。 他将念石投注, 有所变化的神秘雨滴表面, 便水波荡漾, 浮现出一大行, 明显多了不少的字迹信息。 万灵真印 一, 太古雨蛙, 驾驭 二, 富海血归, 基础 天赋一, 呼风唤雨, 出, 万虫退避, 中, 水法清河, 中, 灵直催生, 中, 天赋二, 海量法力, 出, 一口混沌器, 出, 灵物变数, 出, 果然成了, 第二枚万灵真印到手。 又多了三大天赋, 内心的喜悦, 如潮水一般来回冲刷。 他心心念念的第二枚万灵真印, 终于到手。 他勉励稳住内心波澜, 将念石投注在心得的三个天赋上面, 神秘雨滴的提示就来了。 海量法力, 出, 法力如海, 深邃广大, 无边无际, 天赋初级, 可增强三倍法力。 住, 太古赋海归, 一身法力澎湃虚空, 红大雄旗, 鸡无穷尽也。 一口混沌器, 出, 万气熔炼归为一气, 散开则蒙蔽天机, 晦涩天地, 必塞敌人五时, 颠倒意念感应, 乱其方向认知, 宁则化为一团挥物, 营绕身体树齿之地, 隐匿身际契机并具护持之力。 住, 太古赋海归正道所得, 一口混沌器, 可吞炼灵气法宝, 营阳, 万毒, 钢煞, 仙魔等猪斑力量熔炼提升, 积累越深微能越发玄傲莫测。 灵物变数, 出, 为灵值, 灵兽等提供变异提接的可能, 三成几率破阶成功, 七成几率掉落阶位。 住, 太古赋海归曾经打破命运的枷锁, 突破物种等接天花板, 成就一方心欲霸主, 方有此天赋。 强, 超级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首先海量法力天赋, 初级即可提升自己三倍灵力, 若是天赋提升到终极, 高级甚至更高呢, 是不是尽可期待? 看到这个天赋, 蛇语仙甚至又想起, 自己在藏经阁二层看到的道经极功法, 大海无量经。 当时他可是非常心动, 如果不是后面又看到了, 黄庭经, 他绝对会选择大海无量经。 该功法特效, 就是法力无比雄浑, 是寻常同静修饰的三倍。 现在一个海量法力天赋初级, 就已经让他拥有类似能力, 除了不带大海无量经其他功法属性, 几乎已经相当于兼修大半部大海无量经。 而且, 天赋一旦跃升终极, 绝对会多加几倍。 有了海量法力的天赋, 以后请喊我一声, 炮台法言。 他想到, 以后可以不用顾忌法力, 随便施展大威力术法, 以施压人将对手摧枯拉朽轰杀时, 就有点心持神网。 不过, 这一口混沌气, 貌似有点更厉害啊。 散开可遮蔽天机, 或敌困敌, 这不是类似阵法或法御的力量吗? 而且, 还可收缩护体, 隐身脸膝。 可群可单, 进退自如, 一口混沌气天赋的出现, 绝对将他的斗法及生存能力提升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即便打不过, 先散开困住敌人, 再收缩隐秘身迹, 悄然而去, 可进可退。 最主要的是, 自己想不为人觉得去做点隐秘的事情, 就容易多了。 不过这个天赋看上去, 应该也是饕餐天赋, 靠熔炼成长。 不就是看自己投尾的多不多吗? 好家伙, 连仙魔也能吞炼, 不愧是太古霸主及异兽的能力。 一口混沌气天赋, 无疑太古傅海归身上最有价值的天赋。 正道所得, 四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显然和龟虚猪类似, 都是超级耗粮大户, 一般人根本养不起。 而一旦养到后期, 必然强大无比。 第三个天赋, 灵物变数, 毫无疑问是一个种田类的天赋。 但范围扩大了一下, 不只是让灵值变异, 还可以让灵兽提接。 这个天赋看似平淡无奇, 而且成功变异几率太低, 全靠运气。 如果是非求, 铁定欲哭无泪, 废了。 但细想一下, 却是非常逆天的种田天赋。 不求欧皇附体, 但凡正常情况下, 也有三成变异提接的几率。 想想吧, 一阶灵值或灵兽, 可变异为二阶, 三阶变异为四阶, 四五阶以上的灵值大药, 有多稀有。 从陈燕真人多在以摩云菇, 雷鸣凤多宝贝运雷金竹, 就知道四五阶以上大药, 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随便一株五阶大药, 高修大能都稳不住, 会不顾地位身份, 亲自出手抢夺。 此乃机缘业。 灵物变异, 与龟虚诸虚土空间结合, 就是一个无双组合的种田神迹。 将低级灵值逐步变异为高阶大药, 然后移植到虚土世界, 快速催生成长。 这画面不要太美。 新的三大天赋中, 只有一个灵物变数, 是放大版的种田天赋。 其他两个基本都是增强, 他修行斗法底蕴的强力天赋。 第二枚万灵真印, 已经如此强大, 真的无法想象, 以后第三枚等万灵真印, 又会带来何等超凡之力, 舍宇先将新天赋来回揣摩, 新潮澎湃, 久久难以平息。 如此超强天赋加持, 只要苟得住, 别冲动, 时间就会将自己慢慢推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的巅峰境界。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 术欲进而风不止, 意外与刁难, 总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就像他原本一个温软不争的人, 都能遇到王云超, 许傲天, 水泰凉之流。 甚至, 自己都还没走出玉成宫这小地图呢。 接下来, 他着重是一下一口混沌气这个天赋, 看施展开来, 到底是一副何等景象。 心念一动, 天赋激活, 消耗了一节心神与灵力, 但灵力被水气毒藏瞬间补满, 心神之力则由火气毒藏, 慢慢回补。 深周树齿之地, 一丝丝平淡无奇的灰雾浮现, 犹如随处可见的山野雾气, 将它遮蔽其中。 灰雾随着念石的控制, 又变成一团凝缩的雾气, 紧营绕体表。 试试这护持之能, 有多强? 嗖嗖嗖! 空中瞬间凝聚出三枚水箭, 朝它自己击射而来。 但水箭碰到体表灰雾, 却瞬间消散, 灰雾没有变化, 也没有变得稀薄。 有点看透。 接着, 一条水龙凝聚盘旋, 气势汹汹昂手撞来。 但水龙撞在灰雾上, 雾气也紧微微波动一下, 却将一条水龙瞬间无声吞炼分解。 一狠心, 蛇语仙张口一吐, 酝氧了一段时间的轮回剑光芒一闪, 在空中轻盈一折, 然后凌厉地刺向气罩。 不! 灰雾被穿透, 破防了。 念石一动, 刚还迅捷如电的轮回剑, 就稳稳地悬停在身前树村。 锋利的剑芒, 让肌肤都有种割裂感。 轮回剑虽还没酝氧到位, 但已经显露锋芒, 破开了混沌气息的防御。 我这一剑, 威力也不算多强啊, 这就破防了。 看来一口混沌气在护体上, 还是弱了一点。 想了想, 他拿出那面土圆盾, 以后很难用得上了, 就试试这吞炼积累成长是怎么回事。 他默念吞炼, 将土圆盾放入灰雾之中, 便见他被灰雾一丝混沌力量快速分解, 一缕淡黄色土气息, 被灰雾瞬间吞没。 好像增强一丝丝。 感应中, 灰雾似乎活跃了极少的一点点。 每一个剁手党, 都有一辆价值连城的购物车。 而我是有一个价值连城的饕餐天赋。 哪里有那么多的灵气法宝, 给天赋吞炼哦? 随便一件灵气, 都要四五千块零食, 法宝就更别提了。 倒是吞炼万毒, 钢煞及阴阳等, 这个比较不要本钱, 只要找到类似的凶爵恶地, 即可变毒为宝。 这么一想, 那宗门弟子闻风变色的石风洞, 就非常适合。 他又突然想到, 龟虚珠内的虚土元气, 也极虚利, 算不算一种特别力量, 一口混沌气能吞炼不? 想到就做, 他念识控制, 将一小团带有丝丝元气的虚土取了出来, 直接让灰雾吞噬。 结果没有失望, 灰雾照吞不悟, 连虚土和元气一起给炼化了。 这一次, 连该天赋条都冒了几下光芒, 多了一些熟练进度。 效果比刚才的土元盾,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不过, 蛇与仙还是控制了舵手的冲动, 让心思从虚土中强行退了出来。 虚利值, 不应该这样用的呀。 这一事, 倒也我就损失了大几百虚利值。 再试试, 灰雾散开后, 可遮蔽多少地方。 星面一动, 萦绕体表的灰雾, 瞬息散开。 淡淡雾气弥漫, 将整座月息院都笼罩其中。 咦? 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雾气?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我在哪里? 我的丹药啊。 楼下, 传来李潘惊慌又肉疼的喊声, 报废了一炉丹。 这个勤奋的孩子, 埋头练丹到深夜啊, 有点头悬梁追刺骨的意思。 爱梦骚瑞, 蛇与仙坏坏一笑, 念识牵引, 绕开李潘的房间, 挥雾又往院子外面蔓延。 最后是出雾气所能覆盖的极限范围, 大概是方圆五亩, 也就跟他租众的灵田面积差不多。 收了挥雾, 新进的蛇与仙, 才酣睡过去。 心神之力消耗太大, 也确实很困了。 第二天一早, 蛇与仙出门, 要去阎舞场友情参与一下。 既然每个修仙主角, 都逃不过一场外门大笔, 那就去见识一下呗。 走到不远处的院子时, 他顺便呼唤了一下邻居盗铃。 只见, 一个潇洒的身影瞬间掠出, 落在蛇与仙面前, 正是如今因能扯会辽而开始扬名的段子手盗铃。 盗铃近来在仙穷号酒楼, 混得如鱼得水, 胡扯功力日益渐长, 可谓是结交了不少住击, 金丹修士。 盗铃今天有点隆重, 一身崭新的盗袍, 还特意玉观树发, 胡须都刚, 仔细地刮了一遍, 看上去身姿挺拔, 神采异异。 怎么样, 我是不是有点帅? 见蛇羽先多打量了两眼, 盗铃不由有些得意。 昂首四十五度望天, 尘风吹来, 衣袍烈烈, 颇为潇洒飘逸。 蛇羽先微微一笑, 调侃道, 就是帅得过头了? 看师兄眉目带穿的样子, 莫非不是去斗法, 而是去约哪位师姐? 盗铃岂会在意蛇羽先的调侃, 物资笑道, 想不到师弟你观察得如此仔细。 不错, 外门斗法是展示我风采的大好机会。 那些平日里, 难以遇到的美貌师姐师妹们, 都会出现。 我正想寻个道理, 护姐修到路上的寂寞冷清, 蛇羽先不由哈哈一笑, 真没想到随口一说, 就说中了盗铃的骚包内心。 盗铃确实主要不是冲着名次去的, 而是去相亲的。 两人已经很熟了, 之前盗铃也说过自己的情况。 虽然他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但真实年龄已经四十几了, 只是修为滋养, 有动灵之效而已。 喝酒聊天中, 盗铃曾提过, 有找个道理, 繁衍下一代的想法。 他自觉潜力差不多了, 不如早一点享受人生。 大到争渡, 一路不知道多少鱼儿被冲走, 盗铃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哈哈, 雨仙你揪着眉头干什么, 还不如赶紧替我祈祷一下, 祝福我能在大笔上遇到合适道理。 嗯, 要是成了, 到时你这个金铜, 可得给我包个大红包。 盗铃剑气氛略微低沉, 不由哈哈豪爽一笑, 揽着蛇雨仙肩膀讨, 提前讨要起红包来。 蛇雨仙眉头一扬, 轻笑道, 行, 大红包少不了你的。 两人并肩往掩跃谷外飞掠而去, 慢慢地身边人就多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外门轻衣弟子, 从各处庭院逐舍走出来, 斗志昂扬, 跃跃试试, 往演武场纵持而去。 当然, 也有很多老鸟选的躺平, 他们自觉名次无望, 还不如待在家修炼, 多画几张符, 多练几路单。 整个演武场, 搭起了几十个斗法擂台, 当然最大还是那个生死擂台。 擂台都是有讲究的, 根据弟子修为的高低, 分为练期初期, 中期及后期三个档次。 每个擂台都有一两个外门直视, 负责大笔斗法事宜。 规矩嘛, 历年差不多, 盗林等众多外门老鸟, 早已习以为常。 前后来, 钟小伟和赵黑子看到蛇语仙来了, 都围了过来, 三个练弃一层的垫底菜鸟, 神情忐忑得很, 有点在线求安抚的意思。 别慌, 你们就当来见识一下大场面, 等下轮到你们上台, 没把握就直接认输吧。 蛇语仙看着胖子他们紧张兮兮的模样, 不由笑着安慰。 身为杂武林根, 还是要有点觉悟, 刚入门这点时日, 胖虎他们恐怕搓个火球, 水溅什么的都不利索。 难道还真傻傻的去给别人当人肉血沙包啊? 关键是, 万一前后来等酒楼人员受伤了, 必然影响酒楼盛业, 没人做事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胖爷, 我这点修为, 还能有啥想法? 前后来胖脸挤出一丝凯然, 给自己打气。 钟小帅自然也是认怂, 但有点嘴硬, 今天就不做蛮腹之勇了。 等过两年, 你们再看, 我肯定也能拿个好名次。 如果遇到的对手, 也是练弃一层, 我倒是想试一下, 以前我打架, 可是很厉害的。 赵黑子反而有点跃跃欲试, 道林也去笑道, 你们等一下, 还是赶紧认输吧。 然后替我去各个擂台多转转。 哪里有富白貌美气之家的师姐师妹上擂台, 就赶紧通知我过去,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把妹的风采。 看到林志驾驶, 是要在擂台上眉目传情, 直接应聊哦。 外门大笔第一轮是圣局术筛选, 因为弟子只要积圣五局, 即可率先进入下一轮。 所以, 是可以选择做擂主来迎接挑战的, 这样刷圣局更快, 连圣五局即可。 随着执事们的呼喝声, 各个擂台纷纷开打起来。 刀光剑影, 火球水剑, 浮露纷飞, 弟子们负伤的惨叫声, 也开始此起彼伏。 蛇与仙自行来到一个练气中期的擂台前, 抬头一看, 就见上面两位轻衣弟子, 逗得你来我往, 颇为激烈。 擂台上两位轻衣弟子, 一个练气五层, 一个练气六层, 修为有差距, 但竟然有点势均力敌的意思。 两人都是法盾护体, 神法清零, 火光, 藤颖, 来回轰炸不停。 炼气五层的年轻轻衣弟子, 是主修火系道法, 显然已经将两门术法修炼得很纯熟了, 连珠火球射个不停, 偶尔抽空一道火边突然打出, 好几次都差点直接命中炼气六层的对手。 炼气六层是为中年道人, 主修木系道法, 也是擅长两门术法, 灵腾捆绑, 腾甲术, 但奈何火系有点克制木系, 术法也没有年轻弟子纯熟, 八九个回合下来, 竟慢慢落于下风。 突然, 中年道人脚下一个猎浅, 似乎没有才好, 身形一侧, 顿时露出破绽。 年轻弟子脸色一喜, 大喝一声, 瞬间灵力爆发, 手上飞出两条火边, 盖头盖脑抽打而去。 他这一爆发, 顿时疏忽了脚下, 两根灵腾丛的钻了出来, 一下子将其捆个结结实实。 火边抽在中年道人身上, 荡开发盾, 本要奏弓, 却见中年道人身上腾线两层严密腾甲, 硬生生抗住了。 师爹, 得罪了。 中年道人此时终于哈哈一笑, 腾边挥舞, 将被捆绑住的年轻弟子, 直接抽飞。 然后擂台上的直师立刻叫停, 宣布中年道人获胜。 师兄果然老辣, 竟然故意卖我破绽。 年轻弟子落败, 也没什么失落, 只是有点懊悔, 没看破对手的伪装。 他自认为实力不俗, 但落败却在一瞬间。 修饰斗法就是如此, 术法轰鸣, 却蕴藏各种变数, 随时都有可能逆转, 甚至反杀。 有点意思, 蛇语仙耐心地观摩完整个过程, 对修饰斗法手段, 捕捉时机等, 有了不少感悟。 在下拒目风倒摆, 哪位师弟愿意上来指教? 胜出的中年道人, 显然对自己颇为自信, 向台下的蛇语仙等众多练棋中期, 同门腰战。 这是冲着连胜去的, 练棋六层, 斗法经验老练, 中年道人也有资格当一当类主。 就送你一圣了。 蛇语仙身形一动, 抢在众人前面, 飘落在擂台之上。 他袍袖一扬, 轻声说道, 心尽弟子道红, 向师兄讨教。 一说出名字, 对面中年道人顿时脸色一变, 擂台下不少弟子也鼓噪起来。 显然对蛇语仙这位外门精童有所耳闻, 甚至上次发生在演武场的生死斗法, 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中年道人神情有些无奈, 立刻心生退役, 他本是冲着连胜来的, 却没料到第二场就来了硬点子, 一个能在助击手下, 还成好几个回合的猛人。 中年道人只略微一犹豫, 就抱拳说道, 原来是道红师弟, 闻名不如见面, 这场比斗我认, 我认输。 蛇语仙一见局面不对啊, 赶紧抢先一步, 打断了中年道人。 他转头朝一边的执事道长说道, 弟子自觉不是道摆师兄的对手, 就此认输。 中年道人道摆一脸恶人, 怎么会这样? 我这是白捡了一场胜利, 我明明是想靠实力的啊。 擂台执事, 是为练气圆满的中年修士, 见此情境, 心里得跟明镜似的, 面前这位外门金童, 就是来混一下的, 人家根本没在乎输赢啊, 就是混得有点太明显了。 不过, 中年执事也颇为风度, 反而微笑点头, 宣布道道摆胜, 泪胜两场。 宣布完, 还开玩笑说道, 看来道红师弟, 是没看上这次大笔的奖励啊。 蛇语仙不好解释, 只得冲中年执事行了一礼, 足底一点, 从泪台上闪退。 台下也是一阵小骚动, 不少练气中期弟子, 看向退下来的蛇语仙, 心道, 这可是真金童, 小财神, 原来长这样, 还蛮帅的。 好几位轻衣女修, 眼神更是有点灼热, 多精又帅, 风度翩翩, 而且实力修为还厉害, 这不是理想中的道理人选吗? 蛇语仙念时查看了一下弟子身份令牌, 里面已经记录, 她在外门大笔一次落败的信息, 便彻底放心了。 见几位挤过来的漂亮师姐, 有些太热情了, 她赶紧拱拱手朝热情的同门示意一下, 便身影一闪, 溜了, 搞什么外门大笔, 我堂堂宗门林直夫, 当然是, 应该待在灵天里了, 我中天还是很忙的。 外门大笔, 打卡完毕, 蛇语仙浑身轻松, 湿湿然就跑到其他擂台下看热闹去了。 她也知道, 见识一下众弟子, 那五花八门的斗法手段, 是很有必要的。 在斗法经验上, 尤其竖法广度见识上, 自己还是比较嫩, 视野不足。 老大, 快过来, 胖哥都受伤了。 突然, 她通讯玉符光芒极闪, 是钟小伟有些惊慌又愤怒的呼叫。 怎么回事啊? 蛇语仙脸色一冷, 便迅速朝练气初期的擂台区掠去。 一听到前后来他们受伤, 她有隐隐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是, 有人在故意搞事啊? 练气初期擂台区, 蛇语仙很快看到了钟小伟几人的身影。 在钟小伟等人的欢呼中, 胖虎前后来浑身是血, 脸色惨白, 痛苦呻吟, 羊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肥状的身躯上, 至少有三四个寒气萦绕的血洞。 不是让你们上台走走过场就认输的吗? 怎么还搞成这样? 蛇语仙一闪过去, 嘴上则怪着, 手上却不慢, 掏出一瓶二阶疗伤大回春丹, 喂给前后来。 同时左手贴住胖子身体, 体内水灵力如一股股温泉般, 输送到前后来体内, 助其修复创收。 他查看了一下前后来的伤口, 都是肩膀, 大腿和手, 对方下手, 有意避开了要害。 说明对方还是顾忌宗门律法, 不敢下杀手, 而是一种打压, 警告。 钟小伟他们见到蛇语仙过来了, 如同有了主心骨, 慌乱的情绪很快平缓下来。 同时蛇语仙也通过预服传音, 让道林小心, 最好别轻易上台, 感觉不对就认输。 道林回复让他很放心, 这家伙说, 他在擂台下, 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小师妹, 正没来眼去, 聊得火热。 过了一会儿, 前后来才气息稳定下来, 虚弱地睁开眼, 勉励地看着蛇语仙说道, 语仙, 有人要搞我们, 是因为仙穷号酒楼的事情, 有人眼红了, 蛇语仙保持水灵力输入, 脸色尽量保持镇定, 他知道, 自己现在就是这群小伙伴的主心骨, 乱不得。 他平静地问道, 我们仙穷号酒楼, 有德皇师叔庇护, 到底是谁, 还敢肆意出手。 钟小伟愤恨地指着擂台上的一位清衣弟子, 咬牙说道, 那人还在擂台上呢, 说我们仙穷号酒楼的人, 这次大笔剑一个打一个, 要让我们生意, 都做不了。 是韩破风的人, 兵临酒据说就是韩破风某位真传的产业, 在舍宇仙充沛水灵力与回春丹的双重疗伤下, 钱浩来伤势很快止住了, 勉强恢复了几分精神, 低声告诉舍宇仙。 作为仙穷号酒楼的大掌柜, 钱浩来自然对群星方做过大致的市场调查, 最八仙零酒为二竞争对手, 就是原本在群星方卖的火热的冰零酒与火金酒。 舍宇仙朝前面擂台上看去, 只见擂台上站着一位年轻的轻衣弟子, 此时也正趾高气扬地看向这边, 还一脸的得意与蔑视。 见到舍宇仙看去, 韩破峰的轻衣弟子, 甚至还故意朝做了个挥砍的动作, 挑衅之态毫不掩饰。 一个练器三层, 对舍宇仙一个外显练器五层挑衅, 也是够嚣张的, 背后必然有所依仗。 哈哈, 各位还请见谅啊, 我师弟大手大脚的。 钱大掌柜, 你这没事吧? 就在这时, 几位韩破峰弟子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 领头一位练器后期的青年修士, 假惺惺地关心起钱浩来的伤势来。 呸! 钱浩来朝地上吐了一口带血的口水。 练器后期的青年修士眼中不由力忙一闪, 不过并不把钱浩来怎么回事。 他看出, 舍宇仙是己人中修为最高的, 还是主心骨的角色。 他便冲着舍宇仙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韩破峰外门弟子道理, 见过诸位。 你, 就是德皇师叔手下的声才精同舍宇仙吧。 舍宇仙起身, 心里怒意波动, 脸上保持平静地看着道理。 冷声说道, 你们过分了。 群星方躺金流盈, 钱根本赚不完, 没必要搞这些不上台面的手段吧。 哈哈, 师弟你幼稚了。 道理不以为意地笑道, 钱挣不完, 道理是没错, 但做生意, 谁又愿意多一个竞争对手呢? 而且你可知道, 我韩破峰德鱼师叔, 向来和德皇师叔视同水火。 你们, 确实跟错人了。 韩破峰真传弟子德鱼, 俗名阎陵路, 同样是位列玉成功七大女神的奥方榜, 绝美风姿, 轻力脱俗, 不过二十五六, 据传已经是驻击圆满之境。 群星方二阶兵陵九, 据说就是阎陵路名下产验。 而且, 阎陵路与赵皇妃不合的传闻, 在宗门内门弟子中, 都流传很久了。 但阎陵路与赵皇妃有什么恩怨? 舍语仙不清楚, 也不需要了解。 上面厉害的角色, 自然有赵皇妃接着。 他就不信, 赵皇妃放出话, 帝户仙琼号酒楼后, 被人上门打压, 堂堂真传会没有脾气。 倪人尚有几分性子, 何况宗门真传添骄, 那可是个个在酝酿无敌之心的存在。 而, 接着, 道陵脸色一变, 凶声说道, 这次外门大笔, 就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你们仙琼号酒楼的, 除了道成, 其他有一个算一个, 赶上擂台, 就站着上去, 躺着下来。 对于外门大笔规则, 道陵等人早已烂熟于凶, 只要不是故意试杀同门, 折磨迫害对手, 其他大抵都是合理负伤。 怕就可以不上擂台吗? 怕就可以一直逃避凶险的厮杀斗法吗? 宗门不会要贪生怕死的弟子, 这样的门人弟子, 培养起来也是废物。 真到了宗门有难的时候, 逃得比谁都快。 道陵此番宣言, 就是合理利用宗门大笔规则, 让不得不上台的前号来, 钟小伟等人, 伤惨倒下。 都受伤了, 还怎么经营久了? 舍宇先知道对方的打算, 但这次, 他必须戒下。 外门大笔给了道领他们合理打压的一个机会。 这是, 宗门帮不了他, 因为大家都是宗门弟子。 甚至在玉成功看来, 这都属于内部良性竞争。 当初舍宇先成为新晋弟子之后, 作为一个穿越者, 深知懂法重要性的他, 第一时间就将宗门规条, 好好的通读了几遍。 通过规条的分析, 他就看出了, 玉成功宗门提倡适当竞争, 只提供相对公平。 只要在符合宗门大方向, 在差不多尺度内, 没有闹得太过, 一些打的闹闹, 基本都是, 让弟子自行解决。 除非你主动上报, 奏请戒律堂出面。 不仅是玉成功, 可能这方世界所有宗门的发展模式, 都有点像杨谷。 让强者逐步脱颖而出, 而弱者在过程中提供养分, 然后纷纷淘汰, 很快化为尘土。 修真是大到争渡, 优胜劣汰, 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筛选规则, 走到巅峰, 注定只有少数人。 所以, 在大千福昆界, 在玉成功, 来寻求绝对的公平公正, 那就是幼稚, 连前世蓝星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你还来要求一个, 极度崇尚个人实力的修仙事件。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为自助者, 方天助。 盗领他们做派, 也令蛇语仙极为厌恶, 是典型的欺软怕硬。 道成出身雷鸣风, 他们根本不敢惹, 只敢来欺负踩踏蛇语仙, 前后来他们几个。 树玉静而风不止。 这一次, 蛇语仙知道自己, 必须站出来, 为自己与兄弟说话。 他目光一寒, 说道, 好, 师兄果然霸气, 我好像还没怎么上过擂台, 这就去擂台上走一圈, 且看韩破风的各位师兄, 又如何让我躺着下来。 说完, 他身影一动, 镜子朝炼气中气的擂台区掠去。 好, 有胆气。 那我们韩破风, 就来掂量掂量师弟你的橙色了。 去, 叫道尖, 道康他们几个过来, 该他们一显身手了。 道领脸色冷肃, 吩咐下去, 自己带着几个韩破风弟子, 跟着蛇语仙过去。 炼气中气擂台, 巧合的是, 蛇语仙又来到刚才的那个擂台。 此时, 擂台上的道百刚完成五连胜, 在台下弟子的祝贺声中, 质得意满地跳下擂台。 他刚下来, 就觉得眼前一花, 一道熟悉的身影, 闪电般, 瞬间出现在擂台上。 语仙师弟怎么又来了? 莫非又来送吗? 蛇语仙跳上擂台, 便向同样一脸, 惊讶的中年直视点点头。 他转向擂台下兴奋的众人, 灵力鼓荡朗声说道, 诸位师兄, 我遇在此, 专后霸道强横的韩破风弟子, 还请给个方便, 不要随便上来。 擂台好戏看了。 什么愁什么怨? 羽仙师弟, 竟公然约战韩破风。 大家别随便上去啊, 给我们惊同一个面子, 看戏就好。 蛇语仙刚才还让了到百一局, 显然是对大笔不上心的, 现在却气息伶俐, 战意凛然。 韩破风怎么惹到他了? 韩破风的来了, 那位道领失恋期后期吧? 怎么跑这来了? 台下议论纷纷, 胸中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对即将上演的好戏充满了期待。 道领带着几位韩破风弟子赶来, 面色冰冷地看着擂台上的蛇语仙, 心情不是很好。 蛇语仙公然放话, 韩破风已被架在火架上, 必须干脆利落赢下, 否则丢了韩破风颜面。 或许道领也没想到, 传闻中作风温和软让的外门金铜, 这次竟然敢强硬直刚? 道领师兄, 我们来了! 这时, 四五位气息凝炼的韩破风弟子, 纷纷感到, 都是炼气六层, 神态自信而沉稳, 都是身经百战的韩破风外门精英。 见到赶来的五位师弟, 道领心中顿时一宽, 他正色说道, 诸位师弟, 这是得于师叔交代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 那位蛇语仙, 你们或有耳闻, 其人实力不错, 依仗一门可能精通级的小五行藤魔术, 甚至能在道红师兄手下, 撑几个回合。 所以务必小心, 别丢了我韩破风的颜面。 师兄放心, 我的韩破天双弓, 也已经是精通级, 正好克制身法快的对手。 我道颈, 去去机会。 一位眉目坚毅的韩破风弟子, 法号道颈, 对自己实力十分自信, 化为一道寒光, 直接飞掠上台。 师弟, 请了, 道颈一道擂台, 看着面前神情冷峻的蛇语仙, 还想说句场面话。 却见眼前一花, 蛇语仙身影已消失在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三枚来势汹汹的水箭。 就靠这偷袭, 我身经百战, 什么手段没见过, 简直不值一审。 道尖审然一笑, 体内寒气一震, 一股强大的冰寒气浪, 便如怒涛一样排涌而出, 寒意迅速弥漫。 以道尖的身体为中心, 大片擂台迅速冰冻, 寒气森森, 仿佛连空气都被冻结住了。 寒破天双弓, 寒破风代表性功法之一, 修炼到高深境界, 可一念冻结虚空, 冰封对手灵气运起, 血液流动, 甚至连呼吸都凝固。 由其特别克制身法快的修饰, 让其只能停下来硬拼。 稳了? 身法再快, 又能躲哪里? 道尖弓法一施展, 便信心大定。 他斗法经验丰富, 以往一旦抢先成功, 施展出精通级的寒破天双弓, 最终胜率就在八九成以上。 但下一刻, 他就脸色大变, 身影被一股强大的灵力, 直接震飞到空中, 张口喷吐, 血溅虚空。 啊? 背台上响起一条淡蓝色水龙的怒吼, 宛如溶出四海。 从蛇语仙手中腾飞而起, 犹如雷霆一击, 直接轰在甚至来不及 转身的道尖的背上。 道尖头都来不及回, 就挨个结结实实, 没有意外地被直接轰飞, 人飞空中大口喷血, 然后重重撞在擂台法阵光壁上, 直接昏死过去。 蛇语仙一招秒杀对少, 却毫无自得之色。 他淡然屹立擂台之上, 看着台下神情震惊的韩破峰众人。 下一个。 看到这瞬间定书营的一幕, 台下轻衣弟子议论声不由都停了一会儿, 随即却更加兴奋起来, 看向韩破峰弟子的眼神, 明显多了一股淡淡的嘲讽。 众人也看得出, 韩破峰众人气势汹汹的派头, 显然是主动挑衅方。 不过, 转眼就被金铜打脸了, 这脸打得让台下外门弟子们, 都觉得太爽快了。 道领, 道抗等韩破峰弟子顿时脸色铁青, 有两人赶紧上台, 将重伤昏迷的道尖抬了下来。 看着擂台上淡然自若, 仿佛刚才只胆了一只蚊子轻松的蛇语仙, 道领眼中立芒闪烁。 他看向旁边的道抗, 说道, 道尖太大意了, 自以为斗法经验丰富, 却吃了大亏。 等下你上去, 千万不要分心, 上去直接出招。 韩破天双弓, 天生就克制身法速度, 你不要给他一次机会。 练气六层的道抗, 有些凝重的点头, 略微调整心态, 然后身影一盏, 落在擂台上。 一上台, 道抗一声不吭, 就双臂一震, 直接施展韩破天双弓。 韩气弥散擂台, 虚空中更浮现十几道兵临小剑, 密密麻麻朝蛇语仙传射而去。 蛇语仙淡淡一笑, 略意抬手, 一条淡蓝色水龙, 就从手下咆哮轰出。 水龙咆哮, 催哭拉朽。 一触之下, 就将兵临小剑瞬间撞成漫天兵线。 然后, 在道抗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将其瞬间撞飞。 配不可挡的雄厚灵力轰然而至, 道抗瞬间呼出的法盾, 金刚斧等, 刚闪一下就崩散了。 怎么可能, 只来得及喊出这四个字, 这位韩破风外门弟子, 也眼前一暗, 飞在空中就已昏死过去。 怎么可能? 蛇语仙心里暗道, 你挡得住我一击, 那才叫不可能。 海量法力, 三倍法力加持, 你们韩破风弟子, 又拿什么来挡? 刚得的第二枚万灵真印太古赴海归, 其中海量法力天赋增强他三倍法力。 这三倍法力, 是体内总灵力暴涨三倍, 出手也带着三倍法力的加持。 何况黄庭金五龙银, 本身就气势雄魂的功法术法, 灵力越魂厚精纯, 威力就会越发惊人。 蛇语仙修炼黄庭金, 三大都葬已经明华成功, 本来一身灵力就比铜镜高出六成。 再加上三倍法力增幅, 暴涨的雄厚灵力, 已经远远超出道歼, 道抗他们的抵挡极限。 最近, 也砍了不少诸果, 肉身翘穴越发凝炼扩大, 也增幅不少体内灵气的上限。 一出手, 果然雄魂宏大, 摧枯拉朽, 横扫一切。 这就是大千福昆界修士 最看重之一的法力深度, 在修士眼里, 决定实力的优先排序上, 第一是境界, 第二就是法力的身后雄旗, 第三才是竖法与技巧。 法力足够雄厚, 即可以利夫人, 直接镇压。 蛇语仙异力台上, 又朝着台下的道灵等人抬手。 下一个, 台下众人哗然。 蛇语仙又一次干脆利落地 横扫韩破峰弟子, 就不再是什么对手疏忽大意了, 而是真的很强。 对比之下, 那韩破峰刚才上去被秒杀的两位, 看起来就弱爆了。 蛇语仙看到韩破峰弟子, 自视一身韩破灵气, 以为克制了自己, 就觉得好笑。 小五行腾挪术五戏俱全, 已经由精通迈向纯熟境界, 区区韩破真气, 根本封不住。 尤其在自身雄魂的灵力优势下, 对方分散球覆盖面, 而导致全盘薄弱的韩破之力, 反而被自己给克制了。 你们韩破峰, 都是软脚瞎吗? 一个个弱不禁风的样子。 很快就有人, 对道灵他们嘲讽了。 道灵脸色铁青, 却没空去反驳嘲讽者, 而是极为焦虑地, 对韩破峰同门说道。 你们看出什么来没有? 一个刚准备上台的炼器六层弟子, 犹豫不定, 不确定, 就是一条水龙银, 三宫六殿炼器精弟子, 也是这样施法。 难道他已经凝练了五大兜藏, 否则灵力怎么这么雄厚? 道领犹豫一下, 建议道, 师弟等下上去, 不要太一仗寒破天双弓了, 展开身法, 游走在擂台法阵边缘, 找机会用飞剑削他。 不能再失败了, 至少也要拖个平局。 他还着重强调一下, 再搬下去, 我们就要成为笑柄了。 第三位上台的韩破峰弟子, 没有多大信心, 却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刚一上台, 就如道领所说, 第一时间贴着擂台法阵边缘游走。 但下一刻, 其只觉迎面一条气息雄浑的灵力水龙, 轰然而至。 在下一秒, 身体如被巨兽撞中, 直接飞起。 第三位, 挑战失败, 昏死过去。 然后, 第四位韩破峰弟子浑身蝶顿, 悲壮上台。 法器, 法顿, 护身符等全部拉满, 已经不求能胜, 但求输得好看一点。 然上台没过一息, 顿碎人非, 又睡一个。 至此, 已没有韩破峰弟子, 在上台自取其辱。 刚才你们韩破峰说, 让我站着上来, 躺着下去。 现在, 把这句话还给你们。 轻衣飘动, 蛇雨仙沉静淡然, 看向台下的韩破峰弟子, 朗声说道, 道领及其他韩破峰弟子, 不由脸色铁青, 嘴唇抖动, 想说句狠话, 挽回点场面, 却深感词穷无力。 道领只能悲愤地低着头, 可惜我不能上场, 现在是练气中期淘汰赛, 明后今天才是不分境界的名次排名赛。 他不想继续逗留, 带着四位宛如巨兽迎面撞伤的同门, 就要离开这尴尬场地。 擂台上, 蛇雨仙眼中冷芒闪动, 又说道, 回去告诉你们背后的人, 生意竞争上,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但搞肮脏手段, 不过吐惹人笑而已, 无比一致。 背后, 响起台下其他宗门弟子的哄笑声。 韩破峰外门弟子, 这次彻底栽了, 沿便扫地。 道领身影微微一顿, 然后带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蛇雨仙终于吐出胸中一口闷气, 念头通透了不少。 他朝中年直视点头示意, 就要飞身下台, 下方一道轻衣身影, 却抢先上台。 巨木峰道松, 自觉不敌道红, 主动认输。 这位巨木峰弟子道松一上台, 就拱手主动认输, 硬生生送了一个头。 面对蛇雨仙的诧异目光, 道松呵呵一笑, 巨木峰还失敌一个人情。 何况, 我等都想看看名次排位赛上, 失敌你, 继续一显身手, 在肖肖脸皮后的韩破峰。 说完, 道松就在台下众弟子鸿生叫好中, 轻轻一跃, 跳下了擂台。 擂台上中年直视也带笑祝贺, 失敌已成功晋级名次排位赛, 恭喜恭喜。 蛇雨仙颇为无奈, 有点哭笑不得, 只得接受着有些脱离控制的大笔结果。 不过转念一想, 他也觉得有些必要, 自己进入名次排位赛, 对韩破峰外门弟子, 也是一个震慑力。 如果接下来韩破峰弟子, 继续在外门大笔上搞事, 他也有机会再次出手。 还好, 我刚才展示大家面前的, 也就小五行藤螺术, 水龙银与水剑术, 之前生死斗法都施展过了, 也并没有暴露更多实力。 他身影一闪, 离开了炼气中七类台区。 前后来, 钟小伟他们, 在远处已经看到蛇雨仙大发神威, 抬手飞龙, 碾压韩破峰弟子, 大家都不由心头振奋, 原本颓败维米的心态, 也重新焕发起来, 只敢浑身舒畅痛快。 他们都知道, 老大在为大家出气呢。 接下来, 蛇雨仙就待在炼气出七类台区, 看着钟小伟, 赵黑子, 陆续上台。 这一次, 没有韩破峰弟子, 敢故意挑衅了。 他们很顺利地走了一下过场。 道林那边也是如此, 段子手和他的小师妹, 正聊得火热, 根本没心思斗法比武, 两人已经先一步并肩离开, 去小方市逛街去了。 见大家都达到了宗门外门大笔的要求, 蛇雨仙一众人便离开了演武场。 在返回掩月谷的路上, 蛇雨仙御服传音, 将今天韩破峰的事情, 给二愣子道义说了一遍。 二愣子这次外门大笔, 干脆就没有参加, 据说被问道峰突然抓了撞钉, 正埋头给荒废已久的低级林田翻土出杂草。 今天韩破峰的事, 我已经告诉师姐了, 她说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让你们继续经营生意, 不用担心, 上面的事情她会一力解决。 道义的回复中, 冰山女神赵黄飞的反应非常给力, 是个不怕事, 敢担事的人。 赵黄飞身为宗门真传弟子, 天骄之姿, 心气高得很。 韩破峰真传言林露出手了, 赵黄飞就一定会还击回去, 是关道兴, 意志, 岂会避让。 当天晚上, 韩破峰上, 就隐隐有强大灵气激荡。 岩凌露, 出来一战。 有人隐隐听到, 虚空中一声冷如冰的赤河。 然后, 附近很多宗门弟子看到了, 在韩破峰虚空之上, 两道绝美身影, 激斗数十个回合, 漫天黄火, 冰箭冰雹, 轰鸣不停。 难分难解, 不相上下, 筑击进八层的赵黄飞, 竟然和筑击进圆满的岩凌露, 打出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 直到后面温道峰, 韩破峰两位原音真人出手, 才终止, 抚平这一场女神对决的风暴。 第二天, 内门弟子中关于此事议论纷纷, 甚至都影响到了内门论道。 这也导致未来几天的内门论道中, 温道峰与韩破峰有点火花似箭的感觉, 两座临峰的内门弟子出手伶俐, 负伤者数量远超往年。 师姐说, 没事了。 第二天一早, 二愣子道义也直接传音给蛇语仙等人。 简短几个字, 让蛇语仙对赵黄飞的印象, 瞬间拉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 外表傲冷如冰, 但也很可靠的一个人。 收到道义的传音, 他心中尘埃落定, 当天就不想去参加外门名次排位赛了。 想了一想, 蛇语仙就朝问道峰飞略而去。 去灵田试试新天赋, 看灵物变数, 能不能让醉仙果、 枫灵花等一阶灵植变异提接。 顺便去问道峰低级灵田去看看,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就当换一个人情。 冰山女神赵黄飞既然靠得住, 那往后产业生意就可逐步做大做强了。 有他顶在外面, 蛇语仙偶露锋芒, 也就不怎么显眼了。 况且, 现在宗门很多人, 已经知道他灵植夫天赋惊人, 而且颇有生意头脑。 习惯成自然, 慢慢地, 以后, 他在灵植或产业上面, 再做出一些新的创举, 也就不会让人各种震惊或怀疑了。 问道峰, 五亩灵田区, 蛇语仙身影一闪, 半空中飘然落下, 置身于自家一片花草灵植的绿浪之中。 此时道梦不在这边, 他举目四望, 蓝天白云, 风和日丽, 只见远处其他低级灵田区, 出现了不少修饰身影。 甚至道梦, 道乙都身在其中, 身体力行地干起了除地, 除草的活。 而且, 还有不少灵植夫在各处灵田走来走去, 观察讨论什么。 这时又有不信邪的租户, 就不怕血本乌龟。 道乙他们可没有蛇语仙种地这么轻松, 可以凭借强大的念识修为, 一心三用, 操控种田工具, 干得又快又好。 练气竟修饰种田, 大多还是得像远处的道乙他们那样, 挽固如秀, 挥汗如雨, 只不过比起凡人, 还是轻松了太多。 看, 即便练气即将圆满的大姑娘道梦, 还不是得挥动两条白皙修长的藕臂, 锄头翻飞, 额头香焊细细蜜蜜, 那纤细小蛮腰一扭一扭的, 相当具有观赏性。 真是蛮接地气的。 道梦不是提到大笔奖励, 就两眼放光的吗? 莫非已经早早拿下对手? 哼, 还有二愣子, 一副苦瓜脸的样子, 这是有多不情愿啊, 不就种种甜吗? 蛇羽仙打算等会过去打去一番, 现在却不动声色地激活了灵雾变数天赋, 顿时, 就感觉体内消耗了一大截灵力, 心神也瞬间暗淡跳闪了一下, 这消耗有点大啊。 M, 蛇羽仙脸色都微微白了一下, 灵力消耗还无所谓, 水气都藏虚余就补满了, 但心神消耗, 却让他也有点吃不消, 简直看比在神秘雨滴的傅海归世界虚空, 被几团血色光团狠狠砸众的感觉, 灵物变数的激活消耗, 足足是灵值催生天赋的十倍, 天赋越强悍, 消耗肯定也越多, 蛇羽仙本也有所心理准备, 只要以后修为提升上来了, 现在看似有点销售不起的灵物变数, 以后就不算什么了, 一股无形的天赋波动, 从他身上四散开来, 有点缓慢地开始覆盖周边的醉鲜果, 风铃花等灵值, 随着波动所致, 蛇羽仙念识感应中, 仿佛自家的灵值, 一下子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疯狂地躁动起来, 无风自动, 一片片灵值如触电一样颤抖起来, 很多果实, 花瓣都经不住掉落, 蛇羽仙还来不及惋惜, 就在天赋波动蔓延到一亩面积左右, 在无力推进时, 他瞬间心疼起来, 原来, 视野级念识之中, 都能看到大片醉鲜果, 风铃花瞬间气息掉落, 维米不振, 甚至有超过一半多因为变数太大, 承受不住掉阶的后果, 直接生机凋零, 哭死了, 蛇羽仙欲哭无泪, 这一亩波动范围, 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酿酒的灵值啊, 再次播种催熟, 也需要时间, 这可都是大笔的零食, 在灵污变数的波动覆盖下, 这一亩地, 五成多灵值需于哭死, 近四成存活, 很快, 这顽强存活下来的四成灵值, 部分灵值开始, 通体散发灵气光泽, 气息越来越浓郁, 大约一个时辰过去, 不, 不, 一阵细微又紧密的灵值变异声掌声, 一些醉鲜果, 幻梦花, 金灵子, 及风铃花, 纷纷灵光闪烁, 肢体形貌产生很大的变化, 不但更高大茁壮, 连枝干果叶的形状色泽, 都变得不一样了, 显然, 这些灵值在天赋波动下, 成功变异了, 这部分变异体界的灵值, 大概有四五十株, 冲破了物种天花板, 从此走上了前途远大的直升, 而其他没变异的, 就还是原来一阶灵值, 一亩地, 近千株灵值, 竟然就变异了四五十株, 不是说好的三成几率吗? 蛇语仙感到有点困惑了, 到底是自己今天飞球在世, 还是对灵物变数天赋的算法, 有理解偏差? 按道理, 三成变异体界几率, 一千株应该就能收获三百株二阶灵值, 现在的不到五十株, 可是差得有点远了, 他琢磨半天, 觉得只能怪自己, 前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几率与数量无关, 应该是每一株都只有三成变异几率, 不过, 这概率还是太感人了, 他身影闪动, 先来到一株变异的最新果面前, 只见果实都缩小了一圈, 而且果实色则也有九红色, 变成了红宝石的颜色, 二阶弥仙果, 一颗弥仙果, 筑基爬着走, 蛇与仙认出了变异后的弥仙果, 从佛系摆摊事件那里, 买来的宗门灵直大权册子, 里面就有他的记录描述, 弥仙果, 蕴含着类似酒精的灵力因子, 且纯度与浓度, 就要远远高出一阶最仙果, 更重要的是, 它还带有一些, 能让筑基修士, 暂时迷离神游的额外效果, 如果修士能够坐怀不乱不为所动, 弥醉状态消失后, 修士的意识会得到一丝锤炼, 变得更坚韧, 如果用来代替醉鲜果, 或加一点进去, 酿造出来的灵酒, 品质肯定会更上一个层次, 二阶宁神花, 筑基镜主要修炼丹药, 小环丹的主灵才, 宁神花, 当然是枫灵花的变异提接, 这个市场一朵价值五百块零食, 是枫灵花的百倍身价, 二阶黄金果, 金灵子变异产物, 能提升修士体质, 炼体瘤修士外图内附的黄金叶的主灵才, 蛇宇仙一番盘点, 确认一共有四十八珠二阶灵质, 平均一珠按四百块零食算的话, 差一点就两万块零食了, 貌似还可以, 但和醉八仙灵酒的惊人利润一比, 那就呵呵了, 醉仙果, 幻梦花等酿酒灵值可以留着, 但枫灵花的命运, 就在蛇宇仙心里, 枫灵花,以后就是灵物变数天赋的试验场, 也是天赋条的熟练度, 枫灵花成熟后, 再变异成凝神花, 这样更有前途, 还有一个让蛇宇仙有些焦虑的是, 通过天赋波波动变异出来的二阶灵质, 在她的感应中, 正在奋力汲取灵质中的土力, 一副欲求不满的状态, 低级灵质, 土壤肥力有限, 种植一阶巅峰的灵质已经是极限了, 以二阶灵质的霸道, 增长在低级灵质,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把其他灵质的养分给掠夺一空, 她抬头看向远处的道梦, 道乙, 低声嘀咕, 看来问道风的中级灵质得赶紧租下来, 随着修为的提升, 自己需要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助击镜还好一点, 主要是助击丹一粒难求, 其他修炼丹药不算多稀缺, 而后面金丹镜, 原因镜的高阶资源, 基本掌握在宗门手里, 没有身份背景, 恐怖有再多灵食也难以买到, 当然, 大部分情况下, 属于万能的宗门贡献之除外, 除了租下终极灵田, 我还得想办法, 把龟虚株内的十金亩虚土, 好好发展起来, 先多偷一些矿藏, 积累足够虚利, 往后一想, 蛇语仙不由, 有了些紧迫感, 这些天日静陡经, 有点自大了, 但这点身家在高修眼里, 可能根本不值一提, 即便在群星方, 那些卖单服灵器的店铺, 哪个不比自己仙穷号酒楼赚得多, 并且别人以为自己杂武灵根, 根本不可能铸鸡, 打不破先天最弱灵根枷锁, 但自己会不清楚自家情况吗? 在他直觉中, 铸鸡镜并非高不可攀, 一旦武器朝圆, 加上水法清河, 破镜几率, 自然很大可能一冲击破, 大不了, 再想办法准备磕铸鸡丹就是, 但铸鸡之后呢,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金丹镜, 未雨绸缪, 绝不过时, 蛇羽仙身影在灵天中快速闪烁起来, 不着痕迹地把四十八株二阶灵直连根拔起, 纳入储物袋, 除了弥鲜果留着酿酒, 给酒楼打一波灵酒提之不提价的广告, 其他打算明天就去群星方全部卖掉, 留着他们狂吸土力, 这五亩灵直都要遭殃, 多任由他们生长一段时间, 低级灵天都会被干费, 二阶灵直, 他也不想引入虚土种植, 因为效益太低, 三阶级以上才是更理想的移植对象, 他又把灵直枯死的那部分灵田, 重新播种补上, 顺便施展呼风唤雨, 给刚拨下的种子下一场淋雨, 淋雨上空瞬间乌云翻涌, 树亩大小的云团, 分毫不差地覆盖五亩灵田, 淋雨飘洒而下, 动静也不小, 这呼风唤雨天赋迟迟未来提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来下雨的次数绝对不算少了, 我们的大租户又在星云不语了, 看他种田的样子也没觉得多累啊, 怎么我们干起来却累得够呛, 我们跟宗门醉牛灵直夫之一有什么好比的, 雨仙这是天生而来的灵直夫天赋, 这是小云玉树吗, 怎么感觉蕴含的灵力比我的诗语强出许多, 我们灵直夫圈子都在传, 蛇雨仙就是在问道风灵田这里, 决到了第一桶金, 那位的霉运应该没多大影响了, 既然灵天正主回来了, 不妨一起去打个招呼, 问问他的想法, 嗯, 试得更慎重些, 虽然我已经决定要搏一把, 远处盗梦, 盗乙等问道风弟子, 以及一些赶来已身世霉运的灵直夫游客, 此时都被蛇雨仙这无母语云给吸引了, 纷纷看将过来, 盗梦跟盗乙对视了一眼,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于是盗乙立刻传音给远处的蛇雨仙, 师弟等下, 还请配一下哈, 好不容易招来一些心动租户, 你给他们打打气, 盗梦也暗中传话道, 这些租户可都是冲着你的成功来的, 可别给师姐我搞砸了, 否则伴母终极灵田, 细细, 看到两人传音要求, 蛇雨仙不由苦笑两声, 诶, 不就是当下托吗, 咱懂, 自己这种田成果, 光明正大摆在这里, 其实又何须多言, 云雨一收, 十几位灵植夫就由盗乙带着, 往蛇雨仙这边走过来, 打扰了, 雨仙师弟, 我们就是来你的灵田看看, 能得到你的点拨, 自然是最好了, 师弟对我可还有印象, 魔云孤动, 师弟你那一指枯荣的风采, 我可是记忆犹新啊, 蛇雨仙见大家过来, 也打开了灵田法阵, 让道乙与众灵植夫进来, 这一群灵植夫中, 有一两位还真有点面熟, 尤其那位说魔云孤动见过的, 他微笑打招呼, 欢迎师兄们参观, 看到道乙使劲眨的小眼神, 他顿一顿, 接着说道, 刚才听各位所言, 我还真颇为感慨, 问道风这五亩灵田, 确实是我踏上灵植夫成功之路的起点, 可以说, 如果这一份机遇, 不是当初敢于拿出全部身家一搏,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蛇雨仙谈起自己当初, 拿出几百块灵石, 奋力一搏的励志故事, 种灵植夫, 不由纷纷面露鸡赏之色, 眼中要发财的光芒, 更是意义生辉, 传奇灵植夫如此, 无等又何尝不是, 只要拥有一颗, 与传奇灵植夫一样励志的心, 成功就是早晚的问题, 蛇雨仙一边讲述自己, 如何租下灵田, 又如何调查, 市场挑选种植目标, 一边引着越来越兴奋的灵植夫们, 去参观生长的灵植, 见蛇雨仙这么上道, 道已给了蛇雨仙一个频道, 我非常欣赏你的笑容, 蛇雨仙假装没看到, 指着面前生机盎然的醉仙果等灵酒, 来灵植说道, 诸位师兄, 灵田挑选很重要, 种植的灵植也相当重要, 选对了, 可以更轻松赚大钱, 他摘下一颗醉仙果, 那在手上示意说道, 这些醉仙果, 幻梦花等, 如果你们手上都有, 或者未来准备种植, 我这里都可以高价收购, 现市场价, 一颗醉仙果, 大约六块零食, 我七块收, 有多少收多少, 既然都当拖了, 那就顺便给自己找下供应商吧, 最八仙零酒, 目前一直处于限量供货不够卖的状态, 原因就在于, 零财跟不上, 以后越做越大, 更多分店开起来, 零财供应问题还是解决, 蛇雨仙又说道, 还有蓝菱梅, 蛇果, 零杏这些七真果酒零财, 想比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 我也可以高价收购啊, 无论许耀天的天云号多少零食收购, 我肯定都加一块零食, 你们可以跟熟悉的灵职夫兄弟都说一下, 事到如今, 也是时候开始反击了, 当初你许耀天等人怎么垄断小方氏零酒市场, 现在我就怎么回击给你, 有群星方仙穷号九楼旗舰店打基础, 自己也就有实力放出这等豪言, 雨仙师弟, 你说的可是当真, 师弟你收购价高, 我们当然更愿意卖给你了, 就是, 咱们都是混灵职夫圈的, 帮自己人, 那不应该的吗? 既然师弟这么豪气, 那我新租的灵田, 打算都种蓝灵梅和蛇果这些了? 嗯, 最先果这些是, 一街巅峰灵职, 种植要求蛮高的, 以前也是过, 成活率不高, 还是蛇果这些比较好拿捏, 种灵职夫没想到过来参观一下, 竟然意外收获大手笔收购单, 一个个都激动雀跃起来, 甚至, 连打算租种的问到风灵田, 种什么也就此决定了, 道义在一旁看得有点目瞪口呆, 怎么事情发展有点不对啊? 师弟怎么帮自己, 酒楼生意, 打起广告来了? 自己这是给他带来一波供应商? 一番言谈甚欢的参观过后, 种灵职夫, 离开了蛇语仙的灵田。 让道义, 道梦惊喜的是, 本来还犹豫的灵职夫们, 竟然有一半人, 当天就签了租种问道风灵田的协议, 其他也说, 就这几天准备签约。 两人把事情上报问道风高层, 得到了很高的赞赏, 都窃喜不已, 这是一笔不小的贡献值。 蛇语仙成功推销了一波, 也给问道风留下了更好的印象, 大家都是赢家。 就是这些租田的灵职夫, 最后种植会不会血本无归,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 蛇语仙也暗自想了一下, 如果灵职夫们太惨, 他也会不着痕迹地帮一下, 以后偶尔去他们的灵田区, 开着灵职催生波动走一走, 最起码, 不要他们第一波, 就赔个底库朝天。 咱也算是最有良心的拖了。 接下来的几天, 依然是热闹的宗门大比, 举办的比以往都成功。 外门弟子大比, 也最终决出前十优秀弟子。 第一名雷鸣风弟子道沙, 第二名剑仙风弟子道风, 第三名问道风弟子道梦, 道成这次虽然带着期待去的, 但斗法经验还是嫩了一点, 最后勉强混了第十名。 外门前三, 都是一千宗门贡献值, 加上一件品质略有差异的灵气奖励, 其他灵石灵丹若干。 骨子里还是战斗机一枚的道梦, 也算是赚到了。 舍宇仙比较关心的内门论道, 也出了结果。 内门驻基进第一名德巡, 三宫六殿至无极宫的核心传承弟子, 经修黄庭经, 一身法力澎湃, 第一实至名归。 而内门练气进第一名, 竟然是许奥天? 舍宇仙也没料到, 许奥天虽然狂妄嚣嚣张, 但确实有点本事, 竟然能在内门论道上大出风采。 无疑,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以内门论道的奖励与荣誉, 许奥天近几年要筑基的话, 无疑会更轻松不少, 起码宗门分配筑基丹时, 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虽然很多天才尤其是爵士天骄, 筑基时不需要筑基丹, 也能轻松破镜, 但为宝万无一失, 不少人还是会准备一粒筑基丹, 酌情服用。 我也得尽快宁华五大兜藏, 争取早日筑基, 不能落后许奥天太远, 舍宇仙内心有点压力, 也生出一股敢于争鸣的锐气。 只要自己一筑基, 凭借黄庭经法力超出铜镜一倍, 以及自身海量法力三倍加持的优势, 绝对是筑基尽忠的强者, 恐怕一筑基即可力敌寻常筑基后期。 但他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短板, 就是道法修炼参悟上有点偏刻严重, 跟水系相关的功法自然是进度飞速, 而一旦与水系无关的功法, 进度缓慢了许多。 比如脸气诀, 至今不到精通级, 只能伪装一层小境界修为, 基本已是鸡肋。 说到底, 就是自身悟性虽然也不错, 但远没有达到让自己满意的地步。 前面参悟修炼一些低级功法, 自己前世智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显得很轻松, 但继续深入下去, 想将功法参悟到更高深的境界, 却开始感到有点压力。 所以, 提升悟性影响深月, 越早提升上来越好。 悟性在破镜中, 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加成作用, 越到后面, 越是如此。 看来, 还是得把猪果吃起来, 先把体质悟性都加起来再说。 想到这里, 他又花费了三千虚利值, 让龟虚株内的猪果树, 结出三棵新果并催熟。 现在, 也不是节省虚利值的时候, 增强底蕴才是第一位。 所以, 该花的, 还是得赶紧花。 没了想办法找不回来就是。 按照龟虚株对虚利的算法, 催熟一株成年猪果树, 是五千虚利值。 而接出一棵新的成熟猪果, 就要格外花一千虚利值。 现在猪果树已经有了, 以后一棵猪果, 就花费一千虚利而已。 以现在还剩下的四十八万虚利值, 足够他把自己打造为悟性天才。 咔嚓一声, 他拿出一棵红彤彤的猪果啃了起来。 这一啃, 就是好几万块零食。 什么大药零果都有耐药性, 前面吃效果很好, 后面逐渐递减。 但目前为止, 猪果还没有出现这个效果衰减迹象。 宗门年度大笔结束, 群新方的仙穷号酒楼又开始迎来火爆场景。 用前世的话来说, 就是一波报复性消费。 尤其是在大笔中, 斩获好名次的宗门弟子, 来仙穷号酒楼, 潇洒消费一番, 顺便吹吹牛, 宣扬一下自己的名声。 加上又是年底, 凡间已经开始张罗过年了, 玉成功虽然是世外真宗, 但多少也免不了沾染一点过年的喜庆氛围, 因此, 刺激了一波宗门修饰的消费欲望。 于是连续三天, 仙穷号酒楼日营收都超过一万五千块零食, 让舍宇仙回了一波血。 甚至最八仙零酒预定的单子, 已经排到半个月后了, 年底交际往来, 倒有把酒言欢, 岂能无零酒。 过年前一天, 酒楼打烊后, 舍宇仙在仙穷号酒楼盘点一年营收情况, 身为CEO, 自然不可能一条条细看, 主要看一下前后来这位大掌柜递上来的财务报表。 前后来伤势已经痊愈, 除了脸色略有点苍白, 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 尤其看到仙穷号一个月来的巨额盈利, 胖虎内心的满足与膨胀感, 就有点压抑不住了。 除开宗门大笔这五六天没多少生意, 正常开业二十五天, 总营收三十万零食左右, 净利润在二十三万零食左右, 前后来说到这里,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作为每月手里掌管着几十万零食的我, 感觉有点飘啊。 瞧你付没出息的样子, 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呢。 舍宇仙笑骂了一声, 他略微思考了一下, 便对前后来说, 拿一万块零食出来, 作为大家的年底分红, 你多拿五百块, 其他评分吧。 仙穷号开业以来, 前后来他们功不可没, 舍宇仙这甩手掌柜也做得轻松惬意, 所以该鼓励奖赏的, 他是绝不会吝啬的。 前后来狂喜下, 又有点忐忑, 宇仙, 这会不会太多了点。 舍宇仙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没事的, 大家以后好好干, 以后分红会越来越多。 嗯, 明天既然过年, 那大家就歇业一天吧, 反正钱是挣不完的。 说完, 他将剩下的二十二万块, 零食分别用两个储物袋装起来。 一个储物袋装九万零食, 凑了个整数, 是打算交给冰山女神赵黄飞的, 等会让二愣子倒已带回去了。 另一个十三万零食的储物袋, 自然是自己的, 这是今年自己的最终收入, 当然真正算起来, 也就一个月左右的九楼收入。 实际上, 他的收入还要多两三万块零食, 因为零酒耗材这一块, 本来就是他自己田里的零食。 加上他已经将便宜得来的二节零食, 都卖给宗门万宝格了, 那又是近两万块零食。 总计, 今年纯收入约十八万块零食。 这一下问道风, 那半亩终极零天的租金, 差不多就有了。 他打算稍后就找到梦, 赶紧定下这件事, 以免夜长梦多。 同时, 他也让钱号来, 钟小伟去南路小方市, 去把天云号九楼对面的三层楼铺面给买下来。 小方市不比群星方, 那三层楼铺前面已经询问了, 买下来只需要三万块零食, 对现在的蛇语仙来说, 已经是基本没什么压力。 对许耀天的生意大反攻, 年后将很快上演。 希望对方到时不要对这个美好的世界, 充满各种怨憎恨才好。 对了, 听说道红还在天云号, 占了两成股份。 不知道这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半年后从石峰洞出来, 天云号九楼还存不存在哈。 想到这里, 蛇语仙就心里畅快得很。 语仙, 你看这是谁来了? 这时, 李潘, 赵黑子两人正满脸兴奋镜, 带着一位风尘仆仆, 身材肥胖的熟悉身影上楼来。 蛇语仙定眼一看, 脸上不由也瞬间绽放出惊喜的笑容。 怎么是您来了? 真是贵客灵们啊。 他赶紧把来者迎进里面, 然后张口喊了一嗓子。 黄爵别在那傻乐了, 等下再数也不迟。 赶紧来两滩酒, 再看冻点烤肉上来。 黄爵正数着刚才的年底分红呢, 满脸傻笑的样子, 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地主家傻儿子。 收到! 老大! 被蛇语仙一嗓子喊了个机灵, 黄爵赶紧一溜烟地跑去后厨。 这手脚是越发麻利了, 不愧是天生跑大堂的。 不知不觉, 连黄爵都学着李潘喊上老大了, 尤其刚拿到年底分红, 那喊的是情真意切啊。 雨仙, 嘿子, 李潘, 你们也不用太客气啊。 我看以后, 大家就以宗门辈分相称吧。 这样也不会乱。 原来, 上楼来的, 正是当初护送朱仙镇一行心嫩的德才道人, 也是蛇语仙在十里坡村的长辈。 此时的德才道人, 还是那么肥胖, 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 一面风尘, 显然是刚长途拔事来。 看到蛇语仙, 李潘和赵黑子, 对自己依然这么尊敬。 亲切, 德才道人心里一片暖意, 甚是欣慰。 尤其, 蛇语仙身上流露出炼气五层的气息, 已经和他一样了。 这让德才道人, 深感自己果然没有看走眼。 而最让德才道人震撼的是, 蛇语仙竟然在群星坊, 开了这么一家大规模的酒楼, 这得有多雄厚的资本, 才买得起群星坊的铺子。 而且, 德才道人在门口看到流影壁上冰山女神赵黄飞的巨幅画像, 内心更是卷起万丈波澜。 宗门天骄级真传弟子赵黄飞, 德才道人, 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 放在以往, 那他只能仰望, 只能想象, 根本无缘一见真人长相的存在。 但就这样的天骄女神, 竟然会跟蛇语仙扯上关系, 庇护这个小老乡的产业生意。 真是没有想到, 不过半年不到的时间, 语仙已经在宗门搞出这么大的场面, 人脉也这么广。 我十里坡村, 出了个人物啊, 从进门, 到贝里潘, 赵黑子发现, 在引到楼上, 这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德才道人就已经感觉自己脑子不太够用了。 他想象不到, 蛇语仙是如何做到的。 福爷, 尝尝我们酒楼的零酒与烤肉, 味道还挺不错的。 蛇语仙拿起仙琼号七真果灵酒, 给桌前的蛇符, 一集德才道人珍满一杯, 顺便也给李潘, 赵黑子倒了一杯。 今天是个喜庆日子, 一年收官, 种田顺利, 生意兴隆, 更有故乡来人, 岂不悦哉。 神情欢悦的四人一起举杯, 净显融洽惬意。 则啊, 德才道人一杯下肚, 只感觉体内一股灵力涌生, 停滞许久的灵力修为都提升了一丝丝, 不由惊喜出声。 雨仙, 这莫非就是七真果酒的灵酒版, 这灵力有点强劲啊。 蛇雨仙点头笑道, 正是我改良后的七真果灵酒, 炼器竟服用是挺好的, 就是目前产出有限, 连我不舍得直接用灵酒来修炼, 主要用来赚钱。 李潘, 赵黑子也频频举杯, 时不时谈起当初诸仙镇一行七人来玉成功的事情, 颇多感慨。 德财道人这顿酒喝得很舒服, 烤肉也让他胃口大开, 连连称赞。 期间德财道人也说了一下自己来找蛇雨仙他们的原因, 因为年底要回宗门外事店交个一些事物, 便顺便给蛇雨仙, 李潘等朱仙镇出来的七个人都带了一封家信。 蛇雨仙几人拿到家信, 不由眼眶有些润意, 此时方董何为家书底万经? 当然三人也赶紧拿出留音时, 各自回了一封家信, 让德财道人反诚实带回去。 一顿颇有人情味的酒, 兵煮尽欢。 德财道人离开时, 夜色已深。 他挪动着自己过于肥胖的身体, 拒绝蛇雨仙他们的送行。 对宗门, 我可比你们熟悉多了, 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 等会我还要去林萧城, 找个老友聊一下。 蛇雨仙想了想, 还是身影一闪, 追了上去, 给了德财道人三百块零食。 德财道人刚要拒绝, 蛇雨仙却说道, 福爷你先别忙着拒绝, 这点零食也不是全给你的哦。 我是这样想的, 我家那边在我离开后, 日子可能会难过一点。 你先帮我把其中一百块零食, 兑换一些繁俗精英之物, 不要一次性给。 时不时给我家里一点就好。 其他的, 就当我感谢你的。 当初来的路上, 蒙你细心照顾, 何况刚才聊天也听你说了。 你家小孙子是有零根的, 用得上, 话说到这个份上。 德财道人也指的收下了, 只是眼眶有些红润。 你小子, 把我都整得有些失态了。 德财道人用袍袖擦了一下眼角, 唠叨了几句, 终于是挥挥手, 独自走进了玉成宫的夜色。 他就像一头远游归来的胖鱼, 在玉成宫绚丽, 而深邃的夜幕中, 又找回了以前熟悉的感觉。 内心欢畅, 又有些茫然, 渐渐越走越远。 看着德财道人远去的身影, 蛇语先轻轻叹了一声。 他现在有钱, 但却只给了三百零食, 不是因为吝啬不舍的, 而是懂得一个人情的度。 过犹不及, 给多了其实是压力, 点出二两百块给德财道人小孙子的, 已是恰到好处地顾全了对方的面子。 德财道人现在不过是宗门的杂役弟子, 按外事店给的拥愁, 每月顶多五块零食。 如果不借用宗门牛马奔走的身份, 搞些仙凡之间倒买倒卖, 弄些额外收入勉强糊口, 恐怕早已落魄。 蛇语先给了两百块零食, 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赠礼了。 至于给蛇家一百块零食, 少吗? 根本不少。 一块零食, 凡间可兑换百两银子, 足够蛇家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 大哥蛇大友想纳妾养臂, 二哥蛇二狗想娶个水灵灵的媳妇, 两个袋子归中姐姐的嫁妆等, 这些零食都绰绰有余了。 蛇语先败入玉成宫后, 现在轻轻松松就可让家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就是仙凡有别。 知识改变命运, 修炼逆转人生。 回到仙琼号酒楼顶层, 蛇语先拿出那封薄薄的家信, 细细地看了起来。 一翻开, 他就感到熟悉的温暖, 然后还有些好笑。 一二, 我是你爹。 我没什么墨水, 就长话短说。 你大哥这逼崽子, 让他写几个字都不情不愿的, 非得抽他一顿才老实。 我说他照写呢? 看到这里, 蛇语先脑海就浮现了一幅画面, 蛇老跟手提木棍, 威风凛凛, 吆喝着油灯下的大哥赶紧写信, 嚷着老子花钱让你读书你不好好读, 现在也就勉强能写封信, 还给老子矫情嘚瑟上了。 而大哥自然是不情愿的, 时不时要出些幺蛾子, 不情愿的结果, 就是不识挨一棍。 不知道你在玉成功过得怎么样, 不过, 不管过得怎么样, 你都得靠自己了, 老弟我再帮得到你了。 给你取了雨仙这个名字, 已经是我对你道徒所能做的极限了。 我跟你说, 取这名字, 你修仙之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好了老爹, 不就是取了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吗? 用得着时刻挂在嘴上, 炫耀你那时的灵感巅峰一闪吗? 听说玉成功的仙子都很漂亮。 你要是有能力, 就多取几个, 给我们老蛇家传续香火, 仙子生出的娃, 肯定是更聪明的。 大友, 你个逼崽子不屑撇嘴, 是什么意思? 又再羡慕嫉妒你弟弟? 老子说的一个字都不准喽, 骂又怎么样, 给我照写。 我再数着字呢, 小心老子把你想都打出来, 这里, 肯定是大哥蛇大友, 听到自己能娶漂亮的女仙子, 极度眼红了, 结果自然是被老爹又是一顿胖揍, 以至后面的字迹都变得有些松散, 颤抖起来。 自身挨骂的话, 还要圆圆本本写上去, 作为蛇与仙的大哥, 蛇家的嫡长子, 蛇大友表示, 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过了年, 就打算给你二哥娶个媳妇, 他看上村东头和富贵家的二姐儿, 这狗儿的眼光还真挑, 那可是村里最水灵的几个女娃子了, 就是礼金太贵了。 何家二姐儿, 如果不是看在咱家出了, 你这个修仙种子, 怎么可能多看这狗儿的一眼? 不过眼光这方面, 他倒是遗传了我几分本事, 哟, 二哥还要娶媳妇了, 还是何家二姐儿? 那可是十里坡村气质相貌, 都数一数二的村花来着。 那何家二姐眼界多高啊, 可是放言, 只想嫁到诸仙镇里去的。 还好, 自己刚给了德才道人一百块零食, 不差礼金。 二哥加油, 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还有, 自从你离开村子后, 我们整个村的林田里, 各种虫质很快就多了起来, 凶猛得很, 很多人都咬伤了, 还好蛇腹叔有上好的灵药, 这就没办法了。 当初自己坐镇十里坡村, 厉害一点的毒虫之类, 基本不敢跑到村里来。 而没了自己的蜿虫蜕壁威慑, 更没了呼风唤雨带来的好处, 以后村里种田, 就会慢慢恢复到以前的种种艰辛不易。 大千福昆界灵气充沛, 即便香野之地, 也有丝丝凌厉气息, 山野之间养出来的虫质自然也是凶猛得很。 常年累月下来, 咬伤毒死无数的凡人百姓。 如果不是镇守各地的宗门弟子, 时不时会去施法驱赶, 灭杀一下, 不要说种田了, 就连住都住不了。 所以僻远之地, 哪里比得上先程的惬意安乐生活? 好了, 老子肚子存货都掏完了, 好像也没什么其他好说的。 对了, 你妈在旁边说, 她也很想念你, 让你好好修行, 不要太过想着家里, 家里一切安好。 看完最后一行, 舍雨先默默地尽力了一会儿, 才把信重新折好, 放进厨袋, 就留着当的纪念吧。 她给德才道人的留音实力, 提到了不用多久, 会将家人接到林霄城来, 让家人都有个心理准备。 过些天, 等林之夫小伙伴们的七真果林酒林财到位, 就可以考虑, 在林霄城也开一家分店。 以后可以作为舍家在仙城的经济来源, 夜色已深, 舍雨先便在酒楼里凑合一宿, 顺便筹划一下明年的种田大忌。 顺手啃了两颗猪果, 把体质悟性提一提, 然后眯眼浅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被群星芳络绎不绝的灵力烟花给吵醒了。 往外一看, 群星芳明显多了过年的喜庆气息, 每条大道都挂上了红灯笼什么的, 一些练气境后期弟子更是嘻嘻哈哈放起灵力烟花。 看来修士也不能完全免俗, 最起码练气境弟子还是蛮享受这种过年氛围的。 至于修为高深莫测, 活了几百上千年的宗门老怪们, 对这些肯定是心境无波了。 给自己来的发清洁术, 通体清爽的蛇语仙就动身离开酒楼。 腰间通讯玉符却快速闪烁起来, 她有点好奇念识点入, 却是精神微微一震。 竟然是戴小云发来的新年祝福, 以及强烈邀请她去一趟掩月谷观山院。 她说, 今天很多来自朱仙镇的宗门修士都会在那聚集, 交流, 也会买卖, 亦换一些修炼资源之类等等。 这可是我第一次邀请你, 雨仙你绝不可以拒绝。 我叔叔也很想认识你, 这位外门金童。 看到这里, 蛇语仙就眼神微微一亮。 这不就是修真界的老乡会吗? 咱懂。 戴小云提到的宗门老乡会, 倒是激发了她一个灵感, 或许到时可以试试。 不过想到某个小人, 她还是问一下, 小云, 如果王云超也在那里, 那我可就不去了。 看到她, 我都担心自己会忍不住一掌拍死她。 放心! 那家伙太坏了, 她对你做的坏事, 我叔叔还有其他宗门老乡都非常鄙夷, 不会请她的。 戴小云给了一个肯定的回复。 那行, 等一下我就过来凑凑热闹。 蛇语仙呵呵一笑, 顺手带上十几坛灵酒, 然后往眼月谷御风潇洒而去。 说起来, 她还有点小期待的, 看看朱仙镇有多少修饰留在玉成宫, 这是人脉啊。 当然, 肯定有老乡也冲着自己这个外门金童来的呢。 可以, 大家多交流交流。 去的路上, 她还顺便问了李潘, 赵黑子, 问他们有没有受到邀请, 结果这两位都说被邀请了, 人已在观山院。 没过多久, 蛇语仙身影一闪, 飘然站定, 人已在观山院外。 观山院这座独栋大别野, 比乐习院还大了不少, 此时欢声笑语, 酒肉飘香, 颇为热闹。 羽仙来了, 快打开法阵, 让我们朱仙镇的最强灵直伏进来。 法阵瞬间打开, 蛇羽仙微微一笑, 洒脱地走了进去。 迎面一位中年斯文修士, 带着几位看起来年纪也不小的修士, 笑容满脸地迎了上来。 中年斯文修士朝蛇羽仙笑道, 早听说我们朱仙镇出了个精童蛇羽仙, 一直无缘得见, 今儿个总算是见到了, 果然风采灼然, 年少有为啊。 嗯,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戴文龙, 宗门法号德龙, 旁边这几位都是我们朱仙镇的老前辈了。 蛇羽仙拱手笑道, 羽仙见过各位前辈。 想不到我们朱仙镇还出了这么多厉害人物, 羽仙以前也是孤陋寡闻了。 中年斯文修士戴文龙, 自然是戴小云的那位亲叔叔了, 练其六层修为, 看上去也是潜力以尽, 锐进之气不在的样子。 一位看上去有点苍老, 显然是筑鸡气息的老年修士, 呵呵笑道, 老夫得松, 大家抬举, 现担任朱仙镇乡议会第109届会长。 羽仙小友, 你灵财资源丰富, 尤其酿得一手难得的上乘灵酒, 稍后的义务交流缓解, 还望不要藏的好东西, 不舍得拿出来啊? 哈哈! 和几位朱仙镇乡议会的主事人客气闲扯片刻后, 蛇羽仙就在观山院随意闲逛起来。 他看到赵妃子, 李潘在向他招手, 两人正在那里喝酒吃肉, 好不快活。 羽仙! 伴随一声清脆喜悦的呼唤, 一身轻衣道袍, 俏力依旧却身形长高许多的戴小云, 焦夜含笑地走了过来。 短短几个月, 戴小云也有不小的变化, 不但长得苗条修长, 连气质也变得皎洁出尘。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已经是炼气三层。 这个修为提升速度, 绝对不慢了。 看来其叔叔戴文龙, 对他的确非常照顾, 全力扶持下, 才有着惊人的修炼速度。 小云, 恭喜啊, 炼气三层了。 蛇羽先微笑迎上去, 祝贺戴小云修炼有为。 戴小云看着比之前俊秀多了的昔日小弟, 外显炼气五层的修为。 只觉他变化之大, 简直难以置信。 他眼眸中闪过一丝欣赏的光泽, 小嘴却一瞥, 说道, 你就别取笑我了, 你都炼气五层了。 走, 带你去认识一些老乡。 嗯, 赵天琪你知道不, 和我们同一期拜入的宗门,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二灵根天才, 现在炼气四层, 败在天交风一位金丹长老门下。 说着, 戴小云伸出葱白小手, 扯着蛇羽先袍袖, 往屋里走去, 要给他介绍一番。 当初的小姑娘, 现在更漂亮, 也更懂得男女礼数, 只是扯袖子, 没敢像以前一样, 直接抓手。 蛇羽先脸上带笑, 游着她来了, 当初三人小圈子的大姐大, 必须照顾好其面子。 她也没解释, 自己, 其实是恋气六层, 有所保留更好, 要不更刺激小姑娘了。 宽敞的屋子里, 也是不少人, 但大多都是青衣外门弟子, 四五个次金线道袍的内门弟子, 在人群中, 犹如鹤立鸡群, 隐隐傲气流露。 几个内门弟子中, 最年轻的那个, 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 圆脸细眼, 一脸傲气, 正是朱仙镇这一期, 资质最出众者赵天奇。 另外几位次金线道袍的内门弟子, 都是驻基金的中年修士, 被一群朱仙镇老乡们围着讨好, 颇有几分傲然不群的气势。 舍雨仙也听说过好几次赵天奇的名字了, 不过一直没有见过。 现在看到赵天奇一副少年得志, 犹如骄傲的小公鸡模样, 不由感到有些有趣。 赵天奇, 介绍个同期老乡给你认识。 舍雨仙, 人称外门金童, 应该听说过吧? 戴小云对赵天奇, 却不怎么惯着的模样。 而赵天奇一看到戴小云, 那副骄傲小公鸡的姿态, 也迅速发生一百八十多的转变, 带点讨好之色的, 呵呵笑了起来。 外门金童吗? 我当然听说过了, 不错, 和本少一样, 都是我们诸仙镇这七的优秀弟子。 在戴小云的词威震慑下, 赵天奇对舍雨仙也不敢拿捏架子, 拿出了几分热情。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戴小云竟能把赵天奇收拾得服服贴贴。 舍雨仙回应笑道, 还是你这内门弟子厉害啊, 一入门就是内门, 献煞我也。 既然赵天奇还挺识趣, 舍雨仙也随口夸赞了一下对方, 多认识点有能力的人还是不错的。 赵天奇还压低声音, 充满好奇与疑惑地问道, 你也不过是练气五层啊, 怎么还能跟道红交手好几个回合, 到底怎么做到的? 就是身法快一点, 没什么特别的。 舍雨仙也不想多提, 随口敷衍过去。 戴小云也看出, 舍雨仙不想多说之前的事情, 便插话道, 雨仙, 你先穷号七真果零酒还有吗? 不妨卖一点给我, 我打算准备一些, 用来冲击练气四层。 早说啊, 舍雨仙心念一动, 直接取出七八坛, 让她收起来, 半开玩笑地说道, 说好啦, 只送不卖的哦, 要卖我也不用放到这里卖是不? 你要给零食, 我就收回了。 戴小云刚要掏零食, 见状也不好硬给, 便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就多谢了。 大恩荣小女子, 日后再报了。 赵天奇在旁边有点吃味地说道, 不就几坛零酒吗? 多大回事。 接下来, 戴小云领着舍雨仙, 以及小跟班赵天奇, 让舍雨仙认识了不少朱仙镇老乡。 其实, 舍雨仙一进来, 就用念石, 将整座观山院里外扫了一遍, 在场朱仙镇修士, 共六十七人, 也算不少了。 外门金童, 最强灵直夫的名头, 还是非常好使的。 大部分同乡轻衣修士, 都非常热情, 抢着跟舍雨仙交换通讯玉符。 舍雨仙也来者不拒, 心里有一番打算。 休闲自助式的上半场, 轻松愉快, 大家也基本互相认识了一下。 有两位刺金线盗袍的中年铸鸡修士, 主动走过来, 舍雨仙也就结识了一番, 分别叫德恒、德朝。 没想到的是, 这两位中年铸鸡, 对舍雨仙却是相当热情友好, 对他没有保持高高在上的傲气架势。 在简单地聊了几句后, 舍雨仙才懂了, 原来两位铸鸡老乡, 是看中他背后的冰山女神赵黄飞。 不愧是人精。 修为越高人越精。 叮。 随着一声清悦的精灵脆响, 朱仙镇湘议会会长德松, 宣布交流会下半场正式开始。 老会员们都知道, 下半场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修行之路, 困难重重, 诸般不易, 识难尽严。 前辈们创建了朱仙镇湘议会, 延续至今也有数百年了, 旨在让五等抱团互助, 交流心得, 意患所需, 废话不多说了, 意患环节就此开始吧。 大家有用不上的宝贝, 或者有用的信息等等, 都可以平等交易。 德松一说完, 很多有备而来的老会员, 便迫不及待地找好地方, 纷纷展开一块块小摊布, 将一些五花八门的灵气物品展示出来。 原本愉悦的休闲聚餐, 转眼变成犹如微型的地摊小方式。 走, 一起去看看, 看能不能淘到点好东西。 戴晓云美眸发光, 瞬间逛性大发, 激活了心中的剁手挡本色。 舌宇仙也觉得有趣, 便跟着一起去各个小地摊上逛一逛。 法器, 劣质的灵气, 灵丹灵药, 功法俘虏等, 舌宇仙大概转了一圈, 貌似并没有发现比较突出的好东西。 反倒看李潘与赵黑子两个菜鸟, 昨天刚发了年底分红, 都里有钱, 在各地摊面前表现得有些活跃, 买了不少东西。 李潘好像还买了几个符券, 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 舌宇仙停在一位须发有些花白的轻衣修饰地摊前, 随意一扫就要离开, 念石一动, 不由又停了下来。 他蹲下来, 故意在地摊上随手拿起一件残破的灵气观看。 念石却轻轻地锁定不摊边缘的几粒灰色种子上。 那几粒灰色种子, 平凡普通, 毫不起眼, 甚至连生机波动都很微弱。 然而, 舌宇仙激活灵直催生天赋波动, 不着痕迹地溢出一丝笼罩其上时, 波动反馈中, 却感应到那几粒灰色种子, 蕴藏着一丝强大的潜能。 一丝气息就如此不凡, 应该不是凡武。 舌宇仙一心多用, 表面上不动声色, 对那位摊主说道, 这几件残破灵气怎么卖? 那须发有些花白的老年修士, 眼中掠过一丝金光, 温温吞吞地笑道, 小老乡, 不愧是外门金铜, 眼光犀利得很辣。 这几件灵气, 别看都破损了, 但修复一番, 还是能发挥不错威力的。 两千零食一件, 很实惠的。 舌宇仙不由在心里翻了白眼, 按道能修复后, 继续发挥威力。 你自己干嘛还摆出来卖? 两千零食这价格, 你老也开得出来。 他淡淡一笑, 还价道, 那也太贵了, 要是五百一件,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两千那就算了。 而且这五百零食, 还是看在灵气的材料上, 拿回去熔炼荡材料, 勉强有点用而已。 那须发花白的老年修士也看出了, 面前的不是大院种, 便黑黑一笑。 行, 看在都是老乡的份上, 五百就五百吧。 老年修士心里却道, 五百, 我也赚了不少, 这几件灵气残破得太厉害了, 群星方摆摊都卖不出去。 舌宇仙随意指了指那几粒灰色种子, 一副顺口好奇的模样问道, 这几粒灰不溜丢的灵种, 是什么灵质? 不如顺便送给我得了。 老年修士一瞅, 有些不情愿, 我不知道是什么种子, 找了不少灵质夫来看, 也没认出来。 不过, 这种子应该有点来历, 因为是我在一处洞府遗迹里, 运气好捡到的。 舌宇仙直接拿出一千五百零食, 又拿出五块零食, 笑道, 不白送也行, 一块零食一粒, 可以了吧? 要是连这点天头都不愿给。 那这几件垃圾, 灵器我也不要了。 看这一堆零食, 又听舌宇仙可能要反悔, 老年修士心中最后一点舍不得, 也顿时消散了。 老年修士赶紧将五粒灰色种子, 连同三件残破灵器递过去, 表示同意了。 成了! 舌宇仙心里一喜, 却面不改色地将残破灵器与种子收入储物袋。 这几粒灰色种子, 至少得是三阶以上, 想不到来一趟诸仙镇相议会, 竟然还能逃到好东西, 舌宇仙感觉不虚此行。 接下来, 他又每个摊子上细细转了一圈, 希望还能剪点漏, 但终事好运没有再现。 倒是陆陆续续把摊位上那些残破灵器都买了, 总共到手二十五件, 花了一万多零食。 这是打算投喂给一口混沌器天赋的, 灵器虽破损, 但材料底子没变, 算是很不错的吞练对象了。 逛完之后, 舌宇仙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大红布, 上面写上重金以筹, 高价收集各类矿藏灵脉, 以及凶煞独障之地的情报信息。 然后, 竖起红布, 也摆起摊来。 摆摊嘛, 当初在小方市, 咱那也是专业水准的。 他想利用乡议会这个小圈子, 搜集一些矿藏灵脉的资料, 然后带着龟虚猪去偷矿, 把虚利值搞起来, 然后才能培育更多的高阶灵值。 他这些天来, 把猪果当零食吃, 已经感觉自身有些很明显的变化。 修炼功法更轻松顺畅, 参悟一些关节时也是灵感平平, 发现以前根本没注意到的地方。 现在, 已掌握的各项术法, 参悟度, 熟练度都在快速上涨。 大红不够扎眼, 宣传风格还是那么粗暴直接, 实用为上。 上面重金, 高价字眼, 更是迅速吸引了在场修饰老乡们的注意力。 当即就有七八位轻衣修为围了过来, 一位轻衣弟子, 首先好奇地问道, 宇仙师弟, 你是这些矿藏及兄弟的地理位置吗? 蛇宇仙轻笑道, 对的, 但我只要无人归属, 或暂且还定下归属权的矿藏灵脉, 及凶煞恶地。 当然, 地点必须是在宗门周边千里之内的。 一位囚然大汉, 眼中金光一闪, 跟着问道, 我经常外出做宗门任务, 去过不少地方, 倒是知道一些小型矿藏, 及毒煞险地的信息。 不过, 你这高价, 是个什么说法? 蛇宇仙竖起一个手指, 说道, 小型矿藏, 一千块零石, 中型矿藏, 五千块零石, 大型矿藏, 你自己报价, 一处凶煞恶地, 五百零石, 死。 围过来的轻衣弟子们, 不由道西一口冷气, 果然是重金一筹啊。 就提供一条情报信息而已, 能拿这么多零石报仇, 外门金铜果然多金豪气。 围然大汉脸色一洗, 他拿出一块玉符, 用念石将记忆中挤出矿藏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刻印上去, 然后递给蛇宇仙。 这是我知道的, 两处小型矿藏, 两处显地的信息。 距离的话, 都在宗门周边千里范围, 你看是否可以。 蛇宇仙接过玉符, 念石一扫, 心中已经有数。 可以, 成交。 他点点头, 取了三千块零石给囚然大汉。 哈哈, 够爽快。 雨仙师弟, 明后两天, 我就动身外出, 给你探矿去。 囚然大汉哈哈大笑, 喜不自禁, 这零石也赚得太容易了点。 三千块零石砸出不小的浪花, 围观的其他人都躁动起来了。 我这里也有一条小型矿藏, 我知道一处施煞之气浓郁的境地。 可以, 都成交吧。 一会儿的功夫, 蛇宇仙就付出七千多块零石的酬金, 收获八九条他自觉真实度极高的矿藏 及毒煞恶地的情报。 他也不怕被骗, 因为和这些修士同时交换了通讯玉符。 亮他们不敢随便造谎, 除非不想再相议会混了。 尤其, 对方有名有姓, 能跑到哪里去? 这下院子里, 很多修士老乡都被惊动了, 没有摆摊的都纷纷走了过来。 最后, 连戴文龙、 德松道人都颇感兴趣地凑热闹。 小友, 我手上也有一条中型矿藏的资料, 还是前几年外出巧合遇到的。 不过有一群二阶笑月狼活动在那里, 你可感兴趣。 等其他人交易完后, 德松道人也笑眯眯地要提供一条中型矿藏情报。 虽然是中型矿藏, 但都是不太值钱的混同矿, 否则我早就找点同门, 去自己为了开采了。 舍宇仙接过德松道人的御服, 快速而仔细地过了一遍, 便点头笑道, 会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前辈, 出手就是中级矿藏的信息。 他将一个装满五千块零食的小型储物袋, 递给脸色微喜的德松道人。 德松道人也挺满意的。 他虽然不怎么差钱, 手下也有些别人脱避过来的产业生意, 但随便动动口, 就得到五千零食, 心情自然很愉快了。 但德松道人似乎有点好奇, 又问道, 你搜集这些矿藏信息, 莫非想自行开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时不妨和我们相议会合作一下, 给大家都创造点收入。 舍宇仙面色未变, 微笑婉拒, 那倒不是为了开采, 我一个人哪有这么多精力, 主要是修炼了一门术法, 需要用到各种属性的矿石灵器。 原来如此, 德松道人脸色有点惋惜, 但眼眸中掠过一丝不以为然的深沉。 究竟其心理适合想法, 外人确实不得而知。 时间不觉流逝, 相议会摆摊意患环节也进入了尾声。 大家看得上也都或买或换了, 后面摊位冷清了, 也就预示本次相议会圆满结束了。 舍宇仙花了一万五千块零食, 总共收集到八个小矿藏, 一个中矿藏, 四恶煞兄弟的资料, 也是很满意了。 这种事情不好挂在外事店, 不宜大肆扩散, 诸仙镇乡议会这样的小圈子, 反而是可以好好利用的。 而且这些修士老乡, 在他手里赚了这么多零食, 也不会到处乱讲, 甚至会舞得严严实实, 生怕这样的发财机会被别人抢走。 他们只会悄悄出去, 各种打听关于矿藏的信息, 搜集验证后, 再找舍宇仙兜售。 罗叔, 小云, 那我们就此到辞了。 好, 以后有空, 可以多来观山院走动走动。 人群逐渐散去, 舍宇仙, 李潘和赵黑子, 也跟着离开观山院。 观山院是戴文龙名下的院子, 月租金二十块零食, 比一般院子贵了一倍, 也是戴文龙利用关系才租到的。 戴小云的院子, 就在观山院旁边, 叔侄两人住得近, 来往很方便。 在回家的路上, 赵黑子提到了一个人, 舍宇仙都差点忘记的蓝青月。 这次朱仙镇相议会上, 还真没有看到, 这位昔日路上小伙伴的身影。 赵黑子说, 小云姐说请过蓝青月, 但她还是没来, 据说她已经跟王云超, 徐耀天走在一块去了, 没请王云超, 所以, 她也懒得来。 舍宇仙淡淡一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就不多说了。 对于她来说, 谁跟王云超, 徐耀天走在一起, 谁就有可能今后变成敌人。 回到自己的月戏院, 舍宇仙刚要上楼, 却被李潘叫住了。 她有点讶异, 看着突然一本正经的李潘, 觉得有事要发生。 你一脸严肃的样子, 又要宣告什么, 炼丹上的大突破吗? 李潘文言不由尴尬了一下, 瞬间破掉了这儿八斤的气势, 然后勉励保持严肃说道, 老大, 仙琼号七真果零酒, 我已经全部掌握酿制技巧, 所以今天我觉得, 我们之间, 还是签订一个浑石契约吧。 老大或许觉得没必要, 但我心里实在不踏实, 这个契约必须签, 还要早点签。 李潘一脸决然地说着, 然后从储物袋, 取出一张瘦皮制作的契约符券, 是刚才在相议会上, 花了三百块零食买来的。 舍宇仙也没想到, 李潘竟然会主动要求签这种契约, 虽然之前他隐隐觉得有必要, 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因为目前一切都在他可控范围。 不过, 既然李潘已经自己没有心理障碍, 主动要求契约, 那就签了吧, 省得以后闹得不愉快, 甚至翻眼成仇。 舍宇仙正色说道, 你既然有心, 那就签吧, 分一丝念石缠绕在契约符券上即可, 限制的规则也不用多复杂, 保证以后不背叛我, 不卸了我的隐秘就好。 好。 李潘没有犹豫, 接着在舍宇仙强大的心神修为牵引下, 李潘才勉强能够奋出一丝念石, 投在被激活的浑石契约上。 舍宇仙奋出念石之力, 在浑石契约上写上主仆双方的权力与义务, 然后他与李潘的念石之力都默认同意。 顿时, 契约符券便冒出一片淡金色火焰, 然后开始符券在金色火焰中快速燃烧。 燃烧毕竟, 最后的金色火焰凝成两枚淡金色的倒印, 书弟分别没入两人的额头, 舍宇仙往石海一看, 自己石海虚空边缘, 多了一枚淡金色的契约倒印。 约成! 李潘也觉得自己脑海里多了点东西, 但他心神念石不够, 并不能准确找到契约倒印的所在。 不过他也能感觉, 契约顺利达成了。 这让李潘彻底松了一口气, 感觉浑身都轻松舒坦起来了。 签了契约, 我感觉人都更放心了, 终于不用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了。 虽然我内心足够坚定, 忠诚, 但修饰神通广大, 手段变幻莫测, 忠诚并不意味着能真正保守秘密, 蛇语仙看着李潘神情徐徐放松下来。 不由温和一笑, 他并没有在契约上对李潘提出苛刻要求, 只是大概提了几条不能背叛, 保守秘密等。 所以, 契约对李潘心神附加的压力很轻, 不会影响其日后修行。 行了, 你先去休息吧。 你念石太弱, 现在签这类浑石契约还是有点勉强, 这两天温养一下精神就好。 蛇语仙挥手让李潘自去休息, 然后自己也上楼修炼。 咔嚓! 炼功近世里, 他又掏出一颗红彤彤的猪果, 爽脆富裕, 极好的夜宵点心。 几口吃完, 他脸色微微一致, 然后浮现出惊喜的笑意。 原来, 这么些天的猪果吃下去, 量变到质变, 他的肉身体质以及物性, 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 肉身洗水断骨, 筋肠力肠, 而且体内三千多个窍穴, 充盈有力, 生机勃勃, 可轻松容纳海量灵力真远。 一旦全部翘穴灌满灵力, 一身灵力, 又将提升到一个更加雄浑深厚的地步。 而在物性上的变化, 是刚才让蛇语仙微微一致的主要原因。 原来吃了那么多猪果, 每次都只是脑袋, 似乎多了一丝清凉气息, 但每次都很微薄, 他也不太确定提升了多少。 但刚才, 终于量变产生质变, 以往猪果留下来的清凉气息, 这一次缓缓凝练成一棵七彩小树。 难道这是道经上说的物悬之术? 只有物性到达一定的深度, 才有可能凝行出来的传说存在。 这棵七彩光芒小树, 通体散发着清零, 清澈的灵光气息, 就在泥丸翘穴中颤悠悠地扎根生长了。 而在小树凝行扎根泥丸的一刹那, 蛇语仙仿佛醍醐灌顶, 有种茅塞盾开的异样感觉。 他直接就感觉自己不太一样了, 思维变快, 念时更为灵动, 思索一下功法, 立刻就有一种全新的领悟, 透彻, 畅款。 物性心念, 可结物悬之术, 评述可渡苦海, 蛇语仙在《黄庭经前辈心得注解》中, 看到过简略一提的坠于一笔, 似乎是某位前辈心之所致随手写上, 蛇语仙一直不知道其具体所指, 现在算是大概懂了一些。 至于可渡苦海, 苦海是自己理解的苦海, 还是有更高层次的神秘诠释, 他尚且无从知晓。 M。 反正, 觉得这物悬之术, 是个好东西就行了。 这是我吃下的第六十颗珠果, 我终于感觉到物性打开后的道性自由, 它有点陶醉, 享受, 这种仿佛提笔能破万体, 读书眼破万卷的神奇感觉。 六十颗珠果, 相当于六万点虚土值, 将它的体质与物性足足提升了一个层次。 而宁出物悬之术, 则是意外的惊喜, 只能说, 撞了大运。 有钱有实力的修饰不在少数, 有的人常年累月吃下的珠果数量, 甚至比蛇羽仙还多, 但都没有接出十海物悬之术。 蛇羽仙稍微总结了一下, 也许是自己接连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珠果的结果。 刻意瞄了一眼龟虚株的虚栗值, 三十九万八千七百六十一。 这些天, 硬生生被他造了近十万虚栗。 需要提一下的是, 珠果等三株灵质完整成长后, 平常对虚栗的消耗就非常少, 只有当蛇羽仙发出指令要催熟花朵, 果实时才会快速消耗。 内虚界, 蛇羽仙就是类似竹仔一样的存在, 可以自由控制灵质的生长, 结果, 前提当然是有足够的虚栗元气。 不过, 我感觉以后再吃珠果, 应该作用不大了。 蛇羽仙心里浮现一种直觉, 为了验证一下, 他特地取出一颗已经成熟的珠果, 一口咬上去, 口感就不太一样了。 珠果还是珠果, 但他吃在嘴里, 就是没有那么美味诱人, 那股清凉气息也消失了。 传闻中的耐药, 终究是来了。 不过蛇羽仙很满足了, 他有种明显的预感, 以后自己修炼道法, 必然事半功倍。 所有道法的熟练度, 可以开始刷起来, 提升起来了。 但, 他并没有急着修炼道法, 而是把今天在诸仙镇相议会里淘到的东西, 都取了出来。 首先是二十五件残破灵气, 这是收回来给一口混沌气天赋吞炼的。 一团灰雾悄无声息的浮现。 吞炼? 蛇羽仙心念一动, 灰雾便笼罩上二十多件残破灵气, 只见灵气无声分解, 化为一丝微薄的气息被灰雾吸收。 嗡! 一吞炼完, 灰雾就有点明显的略微膨胀了一下, 蛇羽仙感觉他更了几分, 一口混沌气天赋条, 也震动闪烁了好几下。 他以为有大进展, 心起下细细看去, 我去, 熟练度就长了千分之一而已。 慢慢来, 总能把你喂上去。 手里出现五粒灰色种子, 在相议会上逃来的神秘灵植。 蛇羽仙光看, 也看不出是什么种子, 甚至对照灵植大全图测, 也毫无头绪。 也是, 如果这样就看出来了, 他们也落不到他的手里。 念识一动, 五粒灰色种子, 吸入龟虚株内部的虚土之中。 一下子, 蛇羽仙就注意到了, 虚栗值瞬间掉了二十点。 一次虚栗消耗, 他没有心疼, 而是狂喜。 当初三阶诸果, 紫魂草, 不老花根须收进去时, 是一样耗费三点虚栗。 五粒灰色种子, 一共消耗二十点虚栗。 显然, 它们是非常珍贵的四阶灵种。 感谢感谢, 亲爱的老乡, 五块零食就卖给我了。 蛇羽仙内心狂喜, 念识控制, 将五粒灰色种子, 埋入虚土, 然后叠加灵植, 催生天赋。 虚土元气, 加灵植催生, 中, 天赋双重加持下, 五粒灰色种子, 渐渐有了变化, 开始发芽了。 但这个速度, 对比之前的三阶灵植诸果根须等, 就显得慢了至少十倍。 越是高阶灵植, 越是难培育, 果然是这个道理。 蛇羽仙也不气馁, 单脆一心多用, 一边修炼黄亭经, 把火气都藏彻底修炼圆满, 一边保持对灰色种子的持续天赋波动。 火气都藏, 这两天就要彻底圆满, 一旦火气充盈, 就可以着手构建宁华第四大兜藏, 土气都藏。 黄庭经上提到, 土气都藏, 位置在皮, 皮藏意。 一旦宁华土气都藏, 自身各种消化能力, 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而且意志也越发坚定如盘, 日后修炼即破镜时刻, 可更有力地抵制异象, 心魔等入侵。 土气都藏提升的消化能力, 可不是简单的肠胃消化食物能力, 还保持服用灵丹, 灵药等, 大大降低抗药性等负面效果, 非常的实用。 可以说, 甚至是很多修饰梦寐以求的能力。 夜沉如水, 一夜无化。 第二天从入定中准时醒来, 蛇羽先给自己来了一发清洁术, 顿时神清气爽。 看看他们长得怎么样了。 他有些迫切地往虚途里探看。 一看, 自然是有惊喜。 只见五珠巴掌高的小嫩苗, 竟然通体散发着淡淡黑色的火焰。 一看到这火焰, 蛇羽先心里就立刻对上了一种非常另类而独特的灵质。 黑炎爆裂果。 竟然是据说已经基本绝技的黑炎爆裂果。 这玩意儿可不是用来吃用来炼丹的。 谁吃谁就是闲活得太长了。 他翻开灵质大全图测, 在一页没有图像的灵质介绍中, 重新细细看了一遍, 关于这黑炎爆裂果的简短叙述。 黑炎爆裂果, 四接异类灵质, 一次性消耗类灵质, 成熟之后, 一株最多可结三颗黑炎果实, 果实不可服用, 不可炼丹, 而是一种威力极大, 可灭筑击, 重创金丹的恐怖爆炸果实, 比雷火霹雳弹还恐怖。 燃烧我, 爆炸我, 结果你。 这就是黑炎爆裂果, 相当于此一次性超大威力的毁灭性, 俘虏或法宝, 用来阴人, 退敌, 还是非常好用的。 连金丹镜也能炸伤, 绝对可以。 这虚力之花的植。 知道这是传说中的黑炎爆裂果后, 蛇语仙没有失望, 反而有点格外的震撼。 一颗果实丢出去, 就能炸死铸鸡, 重创金丹, 这可不是自己缺少的护道重宝吗? 以后兜里随时揣两颗, 一欲居心叵测, 修为高出, 我太多的敌人, 直接给他尝尝闷雷子的滋味。 有了五株黑炎爆裂果, 以后可以接出十来颗果实, 就像相当于手握十几枚恐怖导弹, 别以为倒野我境界低就好欺负了。 铸鸡, 金丹, 一样炸给你们看。 有了黑炎爆裂果, 蛇羽仙终于有感, 外出走一走的信心了。 他念识发出指令, 让五株看起来火气就不小的小嫩苗, 保持快速成长状态。 一旦黑炎爆裂果成熟结果, 就是他走出宗门外出, 偷矿炼煞的时刻。 按照他们现在这种生长速度, 大概也要个三五天。 越高阶的灵直, 生长越慢, 即便虚途已经够逆天, 也无法做到瞬息成熟。 不过, 在外出之前, 还是得先把种田及酒楼生意上的事情妥善安排一下。 他腰间的通讯玉符闪烁不停, 点开一看, 是钱号来和钟小伟的信息。 老大, 南路小方市的酒楼谈妥当了, 就跟天云号隔街面对面, 你来给钱拿地气就好。 钟小伟发来的, 蔚来小方市酒楼的大展柜。 蛇羽仙一听到要钱, 突然才发现自己手头窘迫起来了。 问道风终极林田, 还差二十万租金呢。 终极零食倒是还有九百多块, 但他不想随便花掉, 终极兑换低级很轻松, 但低级零食想兑换成终极, 就没几个人愿意了。 一些耗能大一点的镇法, 灵气法宝上都用得上。 赚钱快, 花钱的地方也多, 所以想着轻轻松攒起小山一样的零食也蛮难的, 自己也不是那种不求进步, 一间小店守到死的人。 那不是蛇羽仙的风格, 前世就想做一个纵横百合的伤海巨头, 而苦无机会, 今生机遇如此之好, 岂不做下一番创举, 否则如何对得起这一身的天赋? 以后修炼的资源需求,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昂贵, 连未雨绸缪都做不到, 又如何谋求长生万事? 终极灵田再稍微缓缓, 先把小芳市分店开起来, 这样两个店铺, 以后可支配的现金流, 就更充裕了。 想了想, 蛇羽仙就纵身出门, 直奔南路小芳市而去。 依他现在的身法, 又就在楚秀峰, 自然是虚于极致。 小芳市, 天云号酒楼对面, 一座同样是三层半的酒楼, 不过风格就没群星方那边华丽气派了。 钟小伟, 前后来, 已经在这里了, 陪着一位小芳市的宗门中年直逝。